恭喜你来到玄幻世界 系统很高兴为您服务 一阵机械的声响 突兀地破碎了湖面的宁静 水面平静如镜 反射着世界的祥和 然而这片宁静 被一名少年的紧急呼吸声打破 水中四肢胡乱地挣扎 虽然水潭并不深 却仿佛有无形之手欲 将他再次拖入深渊 他从岸边坐起 呼吸急促 宛如刚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 少年仿佛枪水 咳嗽着 他惊恐地呼喊 声音在空旷的四周回荡 终于 发现自己大半身子 骑士在岸边 随后躺在那里 直到心跳逐渐平静下来 这是哪里 困惑地问道 难道我被冲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最后 看向一旁这个水潭 瞪大了眼睛 啊 就这么小的水潭 我记得我掉进了室的大湖啊 怎么会在这里 头好晕 为什么我记得的事情变多了 突然 他急切地四处张望 震惊地发现 仿佛四周的景象 已经焕然一新 记忆中的平原不复存在 无数次战火的席里 焦黑一片 似乎大地自身 都在诉说着曾经的灾难 远处的地面 像是被火烧过一般 焦黑的土地 如同被轰击的下沉 所望之处 皆为废土 此时 他站立在这片废土之上 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恐惧 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 轻声谜南 宛如片段般的记忆 在脑海中回荡 杜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失败了 不经轻笑 这怎么可能 杜结 穿越 这些不过是 玄幻故事里的情节 根据片段的记忆 大概能猜到 发生了什么 若有所思地说着 杜结成功了吗 不 重要的是 我还活着 又想起了什么 看向水潭 穿越 这实在难以置信 然后目光再次落向水潭 那里映出了一个 孩童的模糊倒影 让他震惊不已 这怎么可能啊 我竟然变回了二十的模样 逐渐想起 记忆中自己的名字 名思 细细端向那倒影 仿佛看到了 时光倒流中的自己 陷入了沉思 院长当时说是 宁静平安 一辈子快快乐乐 希望自己思想前卫 人生不平凡等等 这个名字 在院长口中 承载了无数的祝福和期望 尽管现在他觉得 这个名字 似乎有些随意 但命运的奇妙转折 让他的人生远离了平凡 宁思回忆起 那个孤寂的夜晚 自己不慎跌入湖中 那深不见底的湖水 仿佛有只无形之手 紧紧地抓住了他 最后苏醒之际 就已是置身于一个 全新的世界 躺在这个水潭旁 坐在地上 恐惧地回想着 发现记忆愈发模糊 那个夜晚的事情 似乎已经离他很远 就像是被迫遗忘的梦境 在这片未知世界的荒凉之地 心中掀起了波澜 难以平息的思绪 如同狂风暴雨 他无法置信自己的遭遇 思绪不断唤醒 记忆中的自己 貌似曾是这石潭中的一员 视角如同以一种 超乎寻常的意识形态存在 在过往的认知中 这具身体的原主 或许是池塘中的一粒尘埃 或许仅是微生物一般的存在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种对天地灵气的自然汲取 似乎唤醒了 某种深藏的记忆 或是先天的智慧 直至灵气的强大 引发了天威 雷洁降临 先人的传说 记忆中的身体 这一切似乎在向他证实 这里并非所熟悉的地球 感觉逐渐加重的心跳 宁丝摸着自己的胸口 不对 没有心跳 不 我有心脏吗 这让他更加确信 自己已不再是普通人 喃喃自语地沉默着 所以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 心中大喊 但环顾四周 只见寥寥无几的枯树孤立 自己又一丝不挂 匆匆寻找些许可以遮掩的事物 却什么也没有 无奈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看着 就连池潭的水 因为大地的损坏 都已经在逐渐流失 心头充满了疑惑和迷茫 面对这片无边无际的焦土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涌上心头 宁思回想着 那么这种世界 都是弱肉强食 极其危险的吧 穿越不是避带外挂吗 刚刚的声音 自己没有听错的 系统呢 我刚刚听见你了 别躲了 快出来吧 经过一番挣扎后 最终下定决心 还是要离开这个荒凉的地方 毕竟 一直赤身裸体站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吧 反而感觉 这处附近焦黑的大地 异常危险 于是 快速选择了一个方向离去 离开时 宁思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等一下 出生地 会不会有什么宝物 一阵风吹过 俯过这唯一完好的一处地方 荒凉的几颗枯木 只感到一丝凉意 算了 随后继续前行 在这片焦土之上 宁思的身影 显得格外渺小 如同蚂蚁般脆弱 人族的传说 雷洁的考验 这一切都在暗示着 这是一个充满玄幻的世界 孤独的走着 想象自己穿越到了一个 完全陌生的世界 那种恐惧感 是如此真实 几乎让人无法承受 身为一个普通正常人 怎么可能是故事里那样 回到家一样 宁思不断地用 我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来安慰着 试图以此驱散心中的畏惧 尽管努力自我鼓励 但在孤独和未知的重压下 可恶 这份恐惧 真的让人难以忍受 系统啊 如果你是在考验我 那就请赐予我力量嘛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最后 还是忍不住低声暗骂 想到可能会遭遇 妖魔鬼怪的场景 那份恐惧 愈发难以抑制 自己重活一世 光明媚 微风拂面 这些自然的美好 给了宁思一丝安慰和勇气 然而 在他逃走一段距离之后 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体力异常好 居然丝毫没有感到疲惫 甚至坚持极快速度地奔跑 喘息声也并未加重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感觉跑了挺远的我 都并没有感觉太累 回想起前世的自己 跑了两圈操场 就气喘吁吁了 这时 宁思回想起 自己是一只杜结大妖的设想 心里突然想到 对了 我好像是杜结大妖兽吧 不对 我那好像是杜结失败了 最后开始仔细分析自己的状况 杜结失败 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彻底的消亡 还是力量的保留 亦或仅仅是 没有变得更加强大 摸着自己的身体 冥思自言自语 如果我已经化形 那么至少 我应该变得更强了吧 望着脚下金雷结摧残后的土地 深思着 承受这样的雷结 至少说明 我有着不凡的力量 然而 对于能否飞天遁地 发现 还远未达到那种境界 我 只是变得稍微强壮了一些 沉默了 不过稍微冷静了些许 还有那道将 自己唤醒的系统声音 虽然现在宁思感觉 脑子的确有点晕 但肯定没听错的 究竟想要考验我什么 难道存在什么特殊的前置要求 我以前看的小说没有啊 主角不都是穿越之后 就直接开启系统了吗 直到越来越远 他抬头望向天空 不断地前行着 思考着这个世界的太阳 这与自己所学的知识 呃 这个 是地理还是物理来着 天上之所以有太阳 那是因为 地球围着一颗发光发热的恒星转 是吧 那为什么 这个世界也有太阳 尽管心中有许多不解 但却知道 当现实摆在眼前时 曾所有的结论 皆可以被推翻 行吧 系统你很有个性 我喜欢 虽然还没有绑定系统 但感受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并越发坚信自己 便是这个世界的绝对主角 这就是命中注定一般 前世的磨难 就是为了让这一世的自己 走向人生巅峰啊 幻想着美好的未来 终于能清晰地看到 远处天际的绿色 那是一片广阔的森林 加快脚步 一路小跑着 进入森林 森林里 树木高大 花朵盛开 树林的遮挡 天都昏暗了许多 呃 的确有点奇特 最后也是看了许久 这里的树木 与地球上的植被 有些相似 宁丝摸着大树 就是高了点 大了点 开着绿色的花朵 但却能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出奇的好 深吸一口气 空气中弥漫着原始的气息 系统 你在这设置了考验室吧 很好 宁丝早已将各种可能性 都幻想了一遍 没过多久 找了藤蔓和大树叶 勉强做了一条草裙当裤子 以遮蔽身体 看着不过细小的小手 却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一拳下去 树根上留下了一个拳印 虽然不能飞天遁地 但这具身体 明显已经超越了 前世人类的极限 宁丝自言自语着 不过这奇特的森林 感觉有点奇怪 然而 这个森林 似乎缺少了生物的气息 比如没有鸟类 也没有其他动物 前世的森林 一般有点啥 宁丝不禁思考 对了 都穿越了 为啥还想跟地球一样 思考着 应该去哪里找到系统的考验 或者是不是要找NPC 就是游戏里那样 要找到对应的NPC 才能开始主线 然后系统就出现了 最后凭着感觉前进 翻山越岭 寻找着人类的踪迹 他爬上一棵古树 然后大声呼喊 喂 有人吗 虽然担心 这样会引来危险 但一路上未见生物 或许可以碰碰运气 理论上讲 妖怪能化形成人 好歹得见过人长什么样吧 轻松地摘下一颗绿色的巨大果实 这股与身体不相称的力量 爬树 简直不要太容易 就是有点恐高 这什么果 考虑了许久 宁丝还是决定丢弃它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自己不能随意食用未知的食物 万一是有毒的东西呢 系统还想给我设下陷阱啊 虽然前世学的知识 好像就知道点毒蘑菇 但世界都不一样了 不能用以前的认知来衡量 这开绿色花朵的树 就已经很奇怪了 过了许久 宁丝都不知道 自己一路走了多远 根本不会感觉到累 抬头望向天空 太阳的位置已经改变 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的一天有多长 是否也有昼夜交替 按照所看的玄幻了解 细细思考 虽然没有明说 异世界 为什么会有白天夜晚交替呢 这里是不是也有夜晚 我知道了 这是穿越到了平行世界 宁丝想着科幻世界的构思 别告诉我 这个世界也是24小时一天 随后他默默地站在原地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课本学的知识 都派不上用场 要是拿电视小说 来衡量不同的世界 怕不是很危险 就在这时 宁丝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 这种不安并非来自心理上的恐惧 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 仿佛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压抑而危险 一直担心危险的他 感觉到背后的寒意 那种冰凉的感觉 让他本能地往旁一躲 就在他移动的瞬间 一个巨大的身影 从他身后掠过 猛烈地撞击在一棵古树上 激起了一阵狂风和波浪 那身影的撞击力度极大 足以将一棵 连宁丝双手都难以环抱的 粗壮树木 撞得轰然倒下 转过身 逐渐看清身影 这是一头狼 不对 跟头牛那样大的狼 拖拽着诡异的肠尾 它的尾巴一长长 狐狸还是啥 不对都穿越了 还拿曾经世界的动物分辨 宁丝掉头就跑 心里不断呐喊 虽然感觉自己的力量 超越了普通人类 但面对这样的巨狼 但我好像 应该 大概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啊 系统你上来就给我搞这么猛的啊 趁着场面混乱 拼尽全力地逃跑 尽量让自己的动作轻盈 以免引起巨狼的注意 宁丝的心跳加速 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急促 不对 我没有心脏 冷静 对 冷静分析 在这种未知的环境中 必须保持警惕 利用自己的速度和智慧来生存 当然全都是多想了 感觉身后的动静 砰的一声 宁丝只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 击中了自己身体 直接送的他 飞了十几米重重地 撞在一棵古树上 疼痛瞬间传遍全身 躲不了 根本躲不了 靠着感觉没开跑几步 就被巨狼一口咬上了 心里嘶吼着 只感觉自己半边身躯 都被冻穿了 自己太小个了 巨狼在张大点 都能把自己吞了 痛死了 宁丝不停发出哀吼 又被撕咬着连续地撞击 呐喊着 啊 太痛了 系统 我认输了 但就在这时 然后 突然 感觉自己身上的力道一松 怎么了 宁丝努力地挣扎翻过身来 虽然刚才那一击 让他痛不欲生 但似乎身体还有余力 对的 不能把背后留给危险 想要看清状况 就看见巨狼口中的 不停地 流着绿色的液体 小声呜呜地后退 宁丝只感觉到了不可思议 结果 发现洒落一地的绿色液体 竟是自己鲜血 摸了摸自己的胸膛 流出是绿色的鲜血 还挺疼的 但怎么感觉自己 状态还行 他这是不是咬到我心脏了 啊 对了 我应该没有心脏的吧 宁丝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用手轻轻触摸自己的胸口 却意外地感觉到 伤口在逐渐愈合 我竟 这么厉害 充满惊奇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提起身上的草裙 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宁丝都开始怀疑自己 是否真的是一个强大的妖兽 只是还没找到正确的方法 或术法 来展现自己的能力 但想了想 自己好像随随便便 都被一个普通生物给咬伤了吧 算了 应该不对 虽然对方大了点 站起身 宁丝发现巨狼似乎有些害怕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在前方趴着 低着头 也不知道呜呜着什么 最后试图与他交流 思考着 我们是否是同类 毕竟 自己应该不算人吧 看着巨狼 也是身文带点绿色 感觉些许挺奇怪 乖了 你想说些什么 嘿嘿 你是系统拍来的吗 我的血液是绿色的 我们是同类不 突然又记起什么 然后又摸了摸自己的头 不是绿色 不对 是没头发 啊 二货怎么化型的 头发都没了 怎么衬托我帅气的颜值 苦恼到摸了很久 感觉应该是还没长出来 很奇怪 为什么连头发 都能化型出来呢 宁丝伸出舌头 轻轻舔了舔自己伤口处的血液 心中暗响 如果经历了雷劫之后 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存在 那么 自身的血液 一定蕴含着非凡的力量吧 现在 他在看向那只巨狼 不再觉得 他是什么奇特恐怖的生物 反而觉得 他更像是前世的 原始森林中的野生动物 尽管在外观上有所不同 努力地想 适应这个新世界 宁丝轻抚着巨狼 他也不再攻击自己 也就并没有那么多的恐惧 思考地问着 你知道哪里有人吗 或者哪里有 NPC 但随即意识到 他又怎么可能听懂自己的话呢 然而 巨狼似乎真的在思考 他低下头 好像在表达什么 惊讶地发现 他可能真的理解自己的话 突然咬住宁丝 将其甩向空中 然后接住 最终趴到背上 他的皮毛非常柔软 却又异常坚韧 即便是宁丝这样强大的力量 也难以扯断 巨狼开始奔跑后 也是紧紧抓住 以防被甩下去 不自觉地思考着 这可能就是 玄幻世界中的生物 拥有超乎寻常的特质 不过 我这算是接触 NPC了吧 是不是触发隐藏任务了 林丝稳住身形 自言自语问着 那个 大哥 你真的能听懂我说话吗 你不会真的带我去找人吧 问了半天 巨狼也没有任何反应 或许是不理解自己的话 也不知道 他要带自己去了 林丝继续念叨着 突然想到 这是不是系统 派给自己的宠物 是不是要给他取名字 确定归属权 整体白色 带点墨绿纹路点缀 叫你什么好呢 大白 小白 大青 小青 最后想了想 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 不对啊 我好歹上过学 就只能想到这种名字 自嘲的笑了笑 感觉穿越搞得我智商变低了 感受着这真实的触感 宁丝问着 小青 还要多久啊 你一般都吃什么呢 这里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动物 小青 你可以当我的宠物吗 你不说话 那就当做默认了 虽然不确定 是否能成为自己的宠物 或者着他是否会带 自己去找到其他人来 不过这让宁丝感觉 应该至少触发剧情了吧 自己到底穿越到哪里了 系统好歹给点提示也行啊 到哪了 怎么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宁丝缓缓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趴在小青的背上 而小青已经停下了脚步 之前 由于实在趴得太久 感觉自己有些头晕 于是 宁丝就找了个舒适的姿势 昏昏沉沉地就睡了过去 可能是穿越导致的精神不太好 环顾四周 试图辨认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很快 就意识到 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那片有着绿色果实的森林 已然离开了 感到困惑地说着 进入新地图了吗 前方好像有一块玻璃 不对 一道横跨天地的玻璃 难道是光折射 呃 海市蜃楼那样 完了 宁丝感觉自己学的知识都忘了 她站在小青的头上 试图触摸那道 看似横跨天地的玻璃 是任务面板吗 然而 当宁丝伸出手时 她的手指轻易地穿过了它 就像穿过一层水墓一样 再次仔细观察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没了 有点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因为疲劳或者紧张 而产生了幻觉 揉了揉眼睛 再次抬头看向前方 那道玻璃 已经不见了 小青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她抬起头 好奇地四处张望 现如今 眼前逐渐清晰的景象 让宁丝错愕不已 仿佛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里的山脉 与之前所见的有所不同 可能是因为雾气太重 使得景色看起来有些朦胧 宁丝不禁生出一种 恍若格式之感 仿佛自身已然穿梭于 时光隧道之间 抵达了一个截然不同的 时代纪元 怎么会有这个感觉 自己不本来就穿越了吗 就在这时 突然视线中 飞来一个黑球 短暂的沉默后 宁丝感觉好像 到主线剧情了 是系统 看着小小的黑球 跟随自己环绕着 幻想过无数次的构思 这荒山野岭 如此突兀地出现 一个漂浮小球 不是系统是什么 开启系统 怎么没有系统界面那样的 绑定系统 系统请绑定 系统开启 无敌的系统请打开 系统大大 最终绝望地问出 是不是还没触发 绑定系统任务啊 感受到小青又开始的奔跑 宁丝也不知道 自己喊了多久 都只感觉自己口干舌燥 不是身体上的 感觉是精神上的 很好啊 这系统有个性 趴在小青背上 已经不想探究这个世界了 然而 没过多久 宁丝便无法再保持镇定自若 只见下方赫然展现出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 一直延伸到天际尽头 不 是眼前的悬崖 让他惊慌失措 急忙大声呼喊 卧槽 刹车 刹车 前面悬崖啊 然而 小青似乎并没有及时停下来 带着一起冲下了悬崖 啊 整片山谷都听到宁丝绝望的呐喊 宁丝的尖叫声在山谷中回荡 绝望的情绪笼罩着他 幸运的是 悬崖并不是垂直的 这让他和小青 在滚落过程中有了缓冲 随着山坡不断翻滚 虽然过程惊险 但至少没有直接坠落到谷底 不过如果是普通人 至少也得摔个半死 宁丝哀嚎中 不忘着自己的裤子 村口处 小女孩急切地围着村长转 催促着 村长 村长 你坐这都几天了 你已经几天没有给我讲故事了 一个小男孩跑来 连忙上前拉住他 林妹 林妹 我们快去玩吧 别打扰村长 村长突然站起身 轻轻推着小女孩 你先去玩会 你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迷糊了 村长 村长 那个走遍世间的故事 还没讲完呢 然而 村长推着小女孩 明天带你去玩好不好 不过思考片刻 小女孩兴奋地回应到好 就无聊地跑别的地方去了 就在这时 小男孩看到一个方向 远处不停地叫着 林妹 林妹 快看 远处好大的一只狗 然而 当他回过头来 却惊讶地发现 原本跟在身边的沈灵 不知何时 已经不见踪迹 立刻跑去找沈灵来看 然而思绪间的村长 早就站了过来 村长的目光转向远处 那里 林丝正指使着小青奔跑来 跌落山崖时 林丝就看见了这处村落 小青一个刹车 一直是防止 向后跌落的林丝 小青的突然刹车 让他从他背上飞了出去 滚到了村长面前 他迅速爬起身来 手忙脚乱地理了 李身上 那已经破烂不堪 满是尘土的草群 满脸通红地站在原地 毕竟再继续躺在地上 可真是太丢人现眼了 算了 习惯了 宁丝尴尬地看着 眼前陌生的老者 想说些什么 琢磨着该说点什么 难道这就是 传说中的NPC吗 但又想了想 还了许久 最后两人同时出声 宁丝 你好 村长 呃 那个 沉默得了许久 然而得到的 却是两人震惊结果 内心不断询问 卧槽 老人家说的是普通话 卧槽 这家伙会说汉语 两人吃惊地看着对方 大眼瞪小眼 村长不停地询问着自己 不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说汉语呢 宁丝突然想到 这老人家穿着 虽然有点奇怪 对了 系统肯定是自主 帮我翻译了语言吧 突然 老人露出了一副明了的神色 吓了宁丝一跳 那个老头子 我称呼你为小友 如何 询问道 啊 哦 可以的 宁丝回答 嘿嘿 小友你好 我是这里村长 你们一定饿了 快来快来 村长拉着宁丝 招呼着小青就往里走 然后边走边喊 快快 杀猪宰羊 对了 还有什么鸡鸭鹅全宰了 还有灵酒 全部招待上来 宁丝连忙喊道 村长 村长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里是哪里啊 心里在想 我的天 这是要把村子里能吃的都宰了吗 要不要钱啊 没有 没有 村长急忙回答 这里 呃 这里是石头村 宁丝只感觉 这是随便便的名字吧 不对 这里是新手村 我肯定是触发新手任务了 难道你有忌口 呃 没有 那 那个村长啊 怎么了 宁丝问着 你能看见我旁边这环绕的黑球吗 啥 黑球 村长吃惊着 仿佛想要将宁丝全身看个遍 村长内心大惊着回答 看 看不见啊 内心沉默 这 这个大妖有点厉害 居然还给我展示高深莫测的灵法 全村人都听到了村长的叫喊 村里顿时纷繁嘈杂 此时的沈炎也拉着沈灵跑了过来 然后沈灵却喊道 哇 好大的狗 还有小和尚哥哥 村长却连忙阻止道 说什么呢 这是宁丝 快叫宁哥哥 村长给宁丝介绍着两个小朋友 这两个小家伙叫沈炎跟沈灵 两个看似比自己还要小一点 一口同声的叫道 宁哥哥 宁丝摸着自己的头 尴尬的笑了笑 你好 你好 也不知道头发什么时候能长出来 当看见村民扯着横幅出来那一刻 宁丝就笑不出来了 欢迎大人来我村 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宁丝只感觉好奇怪 那个你们早就准备好了 呃 没有 没有 当我们知道 小友过来才准备的 上面都吊傻了 哦 那肯定是这边天气不太好 你们有系统派发的任务吗 宁丝还是疑惑地问了下 啥 啥任务 系统是什么 众人没听懂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宁丝也不懂 现在是什么情况 最后和小青两个被推去村里 类似澡堂的地方 随后一位中年人过来对着村长问道 村长真的是传说中的大妖吗 是的 没错 你都准备好没有 好了 好了 此时宁丝泡在温泉里 不由地感叹 村里人真会享受 一大泼水冲了过来 小青别乱动 突然 一老夫人推门走了进来 大人 我给你准备的衣物 就放这了 虽然吓了宁丝一跳 但还是礼貌地回应 好 好的 多谢 新手村的服务 还是真周到哈 那么 接下来村长是不是会给我派发任务 消灭魔王呀 等等 不对 那好像是魔法异世界哈 那玄幻世界是派啥任务来着 随便冲了冲身上的灰尘 宁丝还是开始打量了建筑 这个村里 大概外形 很像前世农村的普通村庄 但是 这里面的构造非常细致 极为精湛的魔痕与支柱 包括很大池子里水槽等等 那肯定是生活比较容易 才有闲情建造这种东西 村里的人是那种修仙者吗 甚至连建造这么大的小青也不惊讶 或许这个世界 都是这样的生物吧 洗完澡后 当他拿起村民送来的衣物时 才发现这面料 想不出什么形容词 只感觉很奇怪 理论上 修仙世界 应该都是 在一些类似古代的地方吧 但这衣物的面料 虽然跟自己平常穿的差不多 但自己以前 那是现代化工艺 如果是前世的古代普通人 明显很难拥有 扯了扯 只感觉现在缝合精度很高 虽然没啥制造经验 也感觉 至少也得现代化制造 才能缝合出来 应该穿上内衬后 再套上长袍 民思看了看 这大小 刚刚好 是给村里小孩子准备的吗 但是这纹路 明显跟村里人都不一样 穿上鞋 按照自己想法 普通人的手工艺 明显不好制造 除非这个村子 是造衣物类的 但却看不出一点 看样子 新手村给主角想得挺周到的 这时的屋外 这可如何是好 我们精心筹备良久 却万万没有料到 来者竟是一个年幼的孩童 如今也只能用那套 临时改动过的方案了 老妇人的话音未落 便被村长匆忙打断 并示意她近身 你难道觉得 对方听不到 咱们说话不成 要知道 许多时候 真正强大之人 又怎会与区区蝼蚁一般见识呢 言罢 村长便催促到 还不赶紧去做相应的准备工作 紧接着 宁斯推开房门走了出来 咦 村长 怎么样 感觉这身衣上 是否合身得体 尚未等宁斯想要开口回应 村长一副明了的神情 慢着 无需多言 想必你一路奔波至此 定是鸡肠碌路了吧 快快随我来吧 宁斯很想表达什么 但最终 还是选择了沉默不语 毕竟 既然有系统的存在 那么 一切理应都会得到妥善的安排好了 于是乎 他和小青便跟随村长 一同前往村庄中心 在场地的正中央 摆放着一团巨大无比的篝火 仿佛照亮了整个夜晚 而在四周 则错落有致地 分布着许多小型火堆 远远望去 数量之多 令人咳舌 不仅如此 似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活物 都被架在火上烘烤着 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 当看到村民递过来 一只香喷喷的烤鸭时 宁斯尚未开口 表示拒绝 一旁的小青便迫不及待地张开嘴巴 一口将其吞下 紧接着 村长又端来了各式各样的美酒加酿 然而此时此刻 宁斯心中却充满了警惕与疑虑 对于这些食物和酒水 丝毫不敢轻易尝试 尽管他好像已经一整天没有进食 但身体仅仅感受到一丝轻微的饥饿感 或许对于修仙人来说 并不需要依靠食物来维持生命 不过 眼见小青快要风卷残云般地 吃完一块比自己还要庞大的烤肉 宁斯不禁暗想 也许还是多少吃一点比较好吧 然而 这个地方毕竟全然陌生 按照常理思考 最为明智合理的做法 应当是认定此处充满危险 就在这时 一个念头猛然闪过宁斯的脑海 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偷偷考验我了 回想起村民们种种怪异的行为举止 如果自己放松警惕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唯有身处在这样陌生的环境之中 才能真切地体会到 那种如影随形的危机感 这个村子虽然看起来普通 但如果真的存在不为人知的危险 比如有人下毒 或者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确实需要保持警惕 特别是 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偏僻 比如 位于大片山脉之中 这样突兀现身于眼前的陌生村落 便愈发显得可疑 究竟为何宁斯会产生如此直觉呢 对了 自己前世故事看多了 往往在那些虚构的故事世界中 越是陌生之地 最危险的莫过于是同类 遇见人 反而让他警惕性提到了最高 但是村子里这么多人 好像也可以把我绑起来 但都好像吃了很多了 好像没事 最终 宁斯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算了 自己未免过于多虑 自己身上啥也没有 新手村里应都被视为安全区域吧 想必 系统也不会在此处设下考验 来为难我吧 看着连村民都跟着一同津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美食 其乐融融 众人都一边聊天 一边吃着烤肉 突然一直想询问村长一些事 看到村长 又是一副明了的神情 然后宁斯看着 你这也太夸张了 能不能不要什么都懂了样子 小友一定是修炼有成 怎会吃这些凡物 我懂了 村长说道 宁斯听着 貌似有点迷糊 老头子 我这里其实有个请求 想必小友 一定想去修仙宗门看看 正好 明天就有至高宗门 御天皇朝十大宗门之一 池云宗 收人 明天立刻带着小友去 池云宗 宁斯念叨 当然 外人都喜欢叫池云圣地 池云仙门等等 老头子 我是比较喜欢叫池云宗 这都知道了 的确 自己还想看看修仙事件呢 听到修仙宗门 就幻想到自己遇见飞天的感觉 还有修炼仙法呢 但是 我怎么一穿越 就遇见宗门收人 宁斯突然想到 对了 肯定是要符合剧情 系统调的 很好啊 安排很到位 闲家的宗门看看这个世界什么情况 村长想着说道 不 不 其实好久没收人了 但据说那日迟云宗夜观天象 我们这边一向将士 呃 然后 必有大资质弟子入宗 就说收人 宁斯说着 好像很随意 但其实 我知道怎么回事 嘿嘿 村长凑在宁斯身旁小声说道 宁斯的内心 只感到一阵沉默 突然村长又一副懂了的表情 小友 一定是不吃十二元吧 十二元是什么 就是鸡 猪 牛 羊 这不是十二生肖吗 十二生肖 一旁的村长 立刻到后面跟村民翻着一堆书 宁斯拿了一只烤鸭 那这个呢 一旁的沈灵 却叽叽回答 宁哥哥 村长好像说过 这是三十四寿 一个村民 把老旧的书本递给村长 村长 这里好像有 呃 对的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没想到 小友也知道古迹市 村长说道 随即好像叹息一声 那没办法了 看样子 小友不喜欢这些烦物 正好我村前几日刚补货的特等美食 那必须献上来了 宁斯的内心 一个村民附和道 村长 真的要搬上来吗 这不是废话 还不快点 耽误大人 你能担待得起 然而 此时宁斯的内心 确定你们两个 不是在演戏 是不是系统 也给他们派了任务 如果他们也是玩家的话 对了 怎么可能呢 穿越世界 只有自己一个主角才对 当村民搬上一头巨物 宁斯跟上前看到 这是什么 怎么吃 细看之后 虽然被打得模糊不清 但是看着这玩意 跟一型生物一样 不同于自己所认知的野生动物 这确定能吃吗 此刻的村长 好像在思考什么 呃 考着吃 驾活 驾活 村长你也不知道 这叫什么吗 宁斯疑惑着 怎么会呢 这叫 叫大都 我们经常考着吃的 那你为什么 还要迟疑一下回答 宁斯还是感觉有点可疑 那村长大都 从哪弄来的 呃 就附近弄来的咧 附近有很多这种东西 有的 有的 说不定你喜欢吃呢 最后只感觉这村子 只会烤东西吃 这都不同的世界了 有点奇怪生物 应该很正常吧 当把大都烤到外焦里嫩厚 一阵阵肉熟的香味传来 此时也在旁看热闹的沈灵也说道 宁哥哥 这东西好吃吗 啊 我不知道这东西好不好吃啊 不好吃吧 可是 你流口水了啊 宁斯擦了擦嘴 有 有吗 此时的村长在后面 跟一些村民窃窃私语 听 听到了吗 村长腰杆挺得老直 然后小小声传达道 那个村长啊 吃死人了怎么办啊 虽然好像有浓郁的灵气 村长不等村民说完 又打断道 你们懂什么 你们能知道大腰的口味 人家说不定在里面 天天吃这些东西呢 你们根本不懂 此时村长一副骄傲的神态 众人一阵窃窃私语 宁斯也不知道 后面的村长在笑什么 一位年纪大了的 插着切割了一些下来 然后被迫不及待的小青 一口就吃了 老伯笑道 慢点 哈哈 看见割下的东西 甚至都递给了沈颜跟沈灵 看着两人都浅尝了一口 这玩意真能吃 然后宁斯拿了一块 舔了一块后 不自觉的一口就吞下 感受身体充满的玄乎感觉 沈颜跟沈灵 甚至都挺惊讶的 宁哥哥 你刚刚嘴张得好大 很大吗 宁斯迷糊着 又吃了几块 就感觉身体有点膨胀感觉 然后跟吃饱了一样 打了个嗝 最后只感觉自己有点晕乎乎的 随后靠在小青毛茸茸的身体上 就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一缕霞光刺开了双眼 当宁斯迷迷糊糊的醒来 看见白天的光芒 什么情况 自己又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内心充满了疑惑 自己的体质 应该是非常好才对 已经是早晨了吗 看见村里人都在忙忙碌碌 大包小包东西的收拾 一旁的沈灵 看见宁斯醒了 宁哥哥醒了 宁哥哥醒了 村长立刻不知从哪里跑过来 小友你醒了 该去就吐城 准备参加持晕棕测试了 哦 哦 好的 这样吗 宁斯也不知道想什么 晕乎乎的起身 顺便叫醒了一旁 也在睡的小青 此时才感觉 这要是遇见危险 跟小青两个第一时间 就得白送 也是一阵沉默 当被村长带到一辆牛车旁 村长贴心的放了一个小板凳 小友 这就是拉风的坐骑牛大 全村唯一一辆 听着村长的话语 宁斯沉默着 内心却是很想问 这个好像 就是普普通通的牛车吧 村长见宁斯 一直看着自己 小友没办法 我们村只有这辆牛车了 村长随后 还递给宁斯两个袋子 这是全村最后的积蓄了 你要收好 这次沈颜跟沈灵 也跟你一起去宗门 望小友到时照顾一二 啊 啊 村长这不好吧 沈颜跟沈灵 也去参加宗门吗 我怎么能收你钱呢 宁斯不停地推托 想着昨晚 把村长当成坏人 就想给自己一巴掌 最后还是推托不下 袋子硬塞到宁斯怀里 突然想到什么 好吧 村长 我接受你的任务 我会照顾好两人的 众人沉默 以至于宁斯只感觉尴尬 能不能回应一下 按照剧本来 村长把沈颜跟沈灵 抱上牛车 一位看似年轻些的中年人 驾驶牛车 带着三人缓缓离去 沈颜沈灵两人 不停地挥手 村长爷爷 再见 再见 看不见几人的身影后 一位村民凑上来 说了叫我什么 别人听不见吗 都准备好了没有 老夫人 准备好了 但是村长你打我干什么呀 逐渐地远离 看着身后 跟着宁斯认为 所谓系统的黑球 还是没一点反应 大人坐稳哈 叫我省略就好 坐前头的中年男人说道 啊 啊 叫我小宁就好 宁斯感觉怪怪的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摸着村长给的钱袋 一个袋子里 都是银闪闪的圆壁 另一个袋子里 都是一颗颗金石 形状细小 每颗都差不多大小 相同大约几十来克 打开就有隐约的气息 感到莫名的舒爽 在自己视线里 有着微弱的光芒 盘旋就知道非常珍贵 宁斯坐在中间板凳上 沈颜沈灵坐在车的两边 加上小青的庞大身躯 其实已经很挤了 还好牛车够大 就是不知道 牛大累不累了 沈灵小手 摸着盘曲着的小青 宁哥哥 他叫什么啊 叫小青 宁哥哥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宠物的 好可爱 沈灵摸着小青毛茸茸的 惊奇地问着 就走着走着 就遇见了 沈灵问道 宁哥哥 你也是灵修吗 灵修是什么 宁斯疑惑着 这时沈颜说道 就是村长爷爷说的 一缕灵信入我身 我命由我不由天 宁斯诧异着 啊 小说看多了吧 小说 对了 就是村长枕头底下的故事书吗 是的 村长还把秘籍给了我们呢 说完 沈颜就从包里拿出了一本黄叶书籍 从一旁看相 直接用中文写着 沈家祖传功法 就是看着总感觉怪怪的 你怎么把祖传的东西带出来了 宁斯疑惑着 哦 村长爷爷 今天早上给我的了 说 这是一本祖传的修行功法 但是我之前就记下来了 村长说到时 进入池云宗 就会有更强的功法了 宁哥哥 你看看吧 宁斯拿起来看了看 真写的是一本修宪一样的功法 村长这么厉害的吗 可为什么感觉住的 是一个很落后的村子 这玩意 我能修炼吗 宁斯突然想到什么 对了 是不是自己成为那种修仙者 就能触发系统了 前面基础讲述的是 步入灵修的方法 介绍师入灵 首先是起灵篇 首先需要一颗灵食 这是灵食吗 宁斯拿出村长给的灵食 看着沈灵吃着好像是糖果 他回应道 是的呢 宁哥哥 不过这东西很硬呢 还好自己的身体状况 应该是很强的样子 宁斯在两个小朋友震惊的目光下 徒手捏碎了灵食 宁哥哥 你居然不是灵修 就有这么大力气 好厉害 一般 一般啦 能感觉到手中的微凉 大量无形的气息流转 小小石头里面 蕴含这么多气息 真是不可思议 发现宁斯居然捏碎灵食在修炼 小宁快修炼 等会灵气消散了 神烈也是 立刻停下牛车说道 仿佛动用了手段 把这玄妙的气息压制住 动用小步骤灵气纳入法 宁斯感觉自己完全可以感受到灵气的 貌似不必 如果资质实在太弱 察觉不到灵气 就嘴跟鼻子 将灵气转化为自身的灵源 修炼者需保持心境平和 以心为影 引导灵气凝聚于小腹之中 形成灵源中和 按照上面的灵气汇聚 不到一会 就吸入的差不多了 再运用技巧 融出四和九灵阶桥 分别对应增加小腹四处灵合 分为雨晨 子兴 月寒 刘日 吸纳天地灵气 在所人体九处 聚出九灵 回流温养全身 尝试了许久 貌似成功了 宁斯感悟着 一次就成功了 我是天才 静下内心 感受到五和的存在 本命灵合 加以运出流转四和 还行 好像得先静谋 静等温养 现在已经就是入灵成功了 然后就是只需人天共灵 缓慢运合 养灵 五个核心 与九灵养满 即可灵转 入境 我好像成功了 宁斯对着两人说道 那个宁哥哥 你好像还没有生灵挖 成功了吗 沈颜回答道 啊 生灵是什么 宁斯翻到了第二页 发现还有几个步骤 发现自己直接看了大纲 就开始修炼了 几人也是大眼瞪小眼 我还以为宁哥哥看一眼 就能懂后面了 呃 好像问题不大 仔细看了一下后面 如果是入灵阶段 大概就是丢掉太强的灵气 汲取负荷比较弱的灵力 灵石是给强者用的 宁斯感觉自己身体还挺强的呀 全恋化了 没有问题吧 两小朋友 也是投来羡慕的眼光 宁哥哥 好厉害 一般 一般啦 宁斯翻看着后面 哇 还有技巧 感觉到灵气全容 反而沈烈一旁不停地擦汗 耐全凌入 是真大妖啊 列书 是太热了吗 坐回前方的沈烈 连忙招手 没事 没事 这天气好像有点热 这会不合时 沈灵的问道 列书说 你应该修行很厉害了吧 怎么会流汗呢 我都不感觉热呢 宁斯现在感觉自己就是天才 不停地看着祖传功法 这是真修仙功法呀 系统算了 已经都懒得指望了 自己貌似不靠系统 也能无敌于世间 这书集除了介绍 上面也介绍到三个单字境界 立 饭 穿 看到入门总会 就是这灵修境界 首先是入灵 然后是入境 每次下一境界 需要灵转 改变自身潜能 夺天地造化 进化己身 只记录了三境阶段的灵转材料 但全本最多的 就是灵转材料 宁斯一页 一页不停地翻 貌似并没有没记录完 目前情况 入灵之后 用本命灵 构造出四和空窍 那九灵 就便是灵入七 人天共灵阶段 这个阶段 是所有灵修的基础阶段 不需要灵时 也能缓慢运和养灵 甚至还有专精阶段 就是不能修炼后的变强方法 貌似没理解 还是先不问两个小朋友了 不然光辉形象不保 灵入中枢通九处 把握九旋 九个地方分为九灵 九灵完美后 九旋便能凝结晶 接受灵转变入境 回流九旋 灵合链接 破流自身 看出自己入灵时 就是能够拥有自己自身灵力 在体内流动 九灵越满 自身能力越强 能不断地增强自身各项能力 不过现在自身的身体素质感觉比较高 没啥太大差异 虽然挺难理解的 但灵修变强的因素 稍微有点头绪了 这篇沈家祖传功法 根本记录不完 还有很多方面没有介绍到 算了 等会入池云踪 听老师来学习 应该会更快 不就吸吸灵气 用了桥法 动用养灵技巧四灵渲染 养九灵还是很快的 感觉修行还是挺容易 这灵修的确对自己有效 根本不用思考 记忆里本体怎么弄 记忆中 有着原本传承 记忆里有本身的流转修炼方法 貌似练不了一点 用中文给他命名吞灵土那法 宁斯现在身体形状完全不一样 甚至之前本体怎么练的都不知道 记忆中就是想着 想着就变强了 完全跟幻想概念变强一样 不太适用 并且理论上自己这种层次 应该达到很高的实力了 算了到宗门再看看 然后内心默念着系统开启 宁斯只感觉算了 真的服了 感觉系统是假的 我特么是不是穿越 穿出幻觉了 看了一眼身后跟着的黑球 系统你再不绑定 我就自己修炼了哈 到时候我无敌了 你求着我绑定 也没用的哈 收起沈家祖传功法 回过神来 宁斯望着天空 感觉头还是有点晕 可能刚来这个世界几天 还没能接受 不过熟悉后也好很多了 更可能是系统 把自己搞迷糊了 到底怎么样 才能绑定系统啊 一点提示都没有 沈列说 还有多久到地方啊 宁斯疑惑着问道 快了快了 还要一两天吧 啊 这么久 这也太慢了吧 宁斯回应着 尽管牛车的速度相对较慢 但也不至于需要 这么长的时间吧 这不就是去附近的城镇那样吗 沈列又擦了擦汗 无奈地说 慢 好吧 看来 那只能让你们 见识一下牛大的速度了 啊 连一旁的沈妍和沈灵 也感到吃惊 也罢 沈妍 沈灵 你们坐稳服好了 为了保持平衡稳定 其实 我一直都没有让牛大用全力奔跑 但现在 既然大家觉得速度太慢 那我就索性让你们见识 何为速度 你确定是这样用词的 看着沈列自信满满的样子 宁斯盈盈感觉不对劲 便也只好坐稳身子 并紧紧抓住 身边能固定身体的东西 沈妍跟沈灵 反而一脸期待 牛大仿佛在酝酿着什么 他盯着前方 鼻孔里不时喷出热气 四肢粗壮的牛腿 微微弯曲 牛角灯滑着地面 仿佛随时准备发力 这是要冲刺 摸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牛叫声响起 猛然发力 他拖拽着身后的拖车 如同一只离弦之剑般 急迟而去 还在瞌睡 小青更是直接摔在了后面 啊 啊 啊 苍茫的大地上 只有宁斯跟沈妍沈灵几人的呐喊 顶着扑面来的大风 轻声感受到了这股强大无比的马力 不对 这牛烈 宁斯胆战心惊地问 烈说 这样真的没有危险吗 嘿嘿 放心吧 绝对稳稳当当的 沈妍紧紧抓住手中的绳索 看向道路 这根本就不是很平坦的道路 车轮不断发出框框的响声 仿佛随时都会散架一般 射速度 连小青都在追着后面跑 烈说 车要散架了吧 别怕 不会有事的 这辆车的车架 可是用最好的材料打造而成的 放心好了 我好像看见 卯钉飞出去了 放心好了 我可是特意挑了个最平稳的地方 烈叔不停地在劝导 在一路乒乒乓乓个不停响的过程中 终于 碰 巨大的响声中 连着牛车上板凳 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更重要车都散架了 宁斯抓着一截木头 就扎到了一旁的土里 沈妍跟沈灵虽然撞飞到一旁 但却扎着小马不一样 稳稳落地 看到这一幕的沈猎 不知道在想什么 拉着牛都改了口 那个小宁啊 你没受伤吧 宁斯撑起身子 擦了擦脸上的泥土 总感觉这是故意的吧 还好自己不是普通人 不然都不知道 磕伤成什么样了 没事 没事 习惯了 沈妍沈灵 反而跑来扶起宁斯不停地问道 您哥哥没事吧 嗨嗨 我怎么会有事 我都说了 这样是很危险的 宁斯也是立刻站直身子 经过暂时的休整 经过一番忙碌折腾 最终发现 不仅拖车已经完全损坏 无法使用 而且 连原本装载在车上的物品 也散落一地 无奈之下 众人只得想办法 用绳索将所有物品捆绑牢固 然后悬挂在 牛大庞大的身躯之上 接着 宁斯便与沈妍 沈灵一同骑坐在牛大背上 而小青 则紧跟其后前进 面对如此窘境 沈烈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解释道 既然这样 没有拖车更方便了 牛大知道 另一条更快到达城镇的路 拖着一辆牛车 根本不方便 其实 时间本来就不够了 我早就想这样了 还没等宁斯回应 沈烈白手飞奔着逃离而去 小宁啊 你们先走吧 牛大他认识路的 我打算独自走一条山间小镜 到时候 咱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啊 什么 宁斯吃惊地看着沈烈离去 这荒山野岭的 是真放心啊 哪怕自己年纪最大 都看起来 只有十岁左右样子 还好小青能一直跟着 宁斯稍稍安心一些 转头对小青说道 那小青 等到了镇上 再给你弄些吃的 没了牛车的束缚 反而牛大跑得更轻松了 虽然没有前面那样的奔跑 但也是 一路小跑的前去 坐在上面 宁斯看着这人性化的牛 也是一阵沉默 这牛真的能找到路吗 两人同时摇头 不知道 难道说 这一切都是系统 故意安排的考验吗 会不会接下来 还有其他的挑战 等待着自己 一路上风平浪静 似乎都过了大半天 宁斯总是告诫两人 感觉到了危险 然而 由于头晕不适 总是需要睡会 每次醒来后 担心牛大跟小青累了 所以 途中多次停歇整顿 就土城 最终抵达了目的地 途中涌起无数感慨 这座城镇气势辉煌 高达树杖的城墙 蜿蜒环绕 给人一种震撼质感 根据所知信息 旧土城 似乎只是 迟云宗管辖范围内 位于迟云镜边缘地带的 一个偏远小城而已 但没想到 竟然如此雄伟壮观 还好沈颜沈灵 也跟着宁斯 一起张大嘴巴惊讶着 他们朝着前方望去 只见排队进城的人们 形态各异 穿着打扮各不相同 宁斯还想找找 列书到了没有 小妮 沈颜 沈灵 也不知道 沈列从奶冒出来 挥着手喊着跑过来 沈颜倒是及时地挥手回应 列书说 嘿嘿 没来话吧 沈列过来牵着牛大 等会进城 带你们吃好吃的 我请客 好耶 好耶 两人惊喜道 我要吃糖葫芦 糖葫芦 这东西都有吗 宁斯感觉脑子又乱了 那个列书 我记得 你走的时候 没带钱吗 哦 我借的 借沈列带着几人到城门口 交了钱给守卫入城 这进城 还需要交钱的吗 宁斯不解地问道 沈列仿佛预料到一般 或许把所知的知识 都讲了一遍 当然是城镇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所以要交钱 甚至里面拥有土地证明 还要交管理费 维护费大范围府底的 还要交城镇拥兵费 宁斯想着 的确 这样的很多收费的底层逻辑 才可以在这种不满危险的世界 支撑一个秩序的运行吧 虽然自己什么危险也没遇见 还是问了下 这个世界中的 有没有那种遇见飞行 哪怕沈家祖传功法中 记录了实力的融入 但或许只有 站在顶点的一类人才能做到 城里有会飞的灵修吗 沈列想了想 能遇空的呀 那很少 看巍峨的城墙 挡住了辽阔的视野 随后 当穿过长长的城口 高耸的楼宇 遮蔽了天空 远远望去 数百米高的巍峨建筑 如巨人般耸立着 他们的建筑材料 似乎超出了自己的认知 沉思片刻 意识到 即使是边缘的小城 也不应与前世的古代世界 相提并论 传承记忆中的这个世界 无边无际 充满了缤纷与神奇 就土城布局 宛如蜿蜒曲折的长龙一般 甚至连两侧的山脉 也被囊括其中 也许按照自己曾经的想法 称其为小城并不恰当 因为它实在太过庞大 有沈列带着他们走另一条路 单纯地用目光 都无法望见镜头 看着城口买来的地图 就能感知到 它的规模之据 但是 只感觉逐渐的疑惑 在这就土城前进了许久 沈灵拉着宁斯 宁哥哥 快看这里 我还要买这个玩具 指着一个 有点像机甲的玩具说道 斯有点不对劲 现在宁斯有点脑子 转不过来了 这里虽然大多都是普通物品 但每过一个摊贩 自己就得震惊一下 或许这个世界 跟自己想的有点不一样 灵妹 你不要再买了 你买这么多东西 到时候 潭主见到后面 跟着的巨大狼形生物 也是 立刻站了起来 灵修大人 喜欢这个就送你吧 或许在这个世界 带着这么大只宠物 见怪不怪 但必然是尊贵灵修大人 才能拥有 虽然如今就土城 还是很安全的 宁斯还是执意要付钱 而且 村长给的普通钱袋子里面的购买力 似乎是相当的大 甚至 看着远处那笔大象 还大的六角蜥蜴 还有长着巨大鸡角的 不像鹿 又不像羊 在这半天的了解 似乎宁斯记忆中原种生物更加高贵 就是按照自己观念中的那种生物 那当时在村子里吃的鸡鸭 好像是很稀有的品种 想了想 或许村长他们可是灵修 对比这里大部分普通人 有钱一点 应该正常吧 就是村子 感觉有点落后 哼 沈灵还是拿着自己刚买的玩具 一路向前跑去 好了 好了 我说的地方就快到了 沈列也是哄着这些小祖宗 不知过了多久 连天际都已落幕 宁斯眼前 矗立着一座摩天大楼 占地面积极广 几乎占据了半座山 前方庭院的道路都延伸数百米 在曾经的前世 自己都未曾踏足过这样的地方 列书 这是你说的小客栈 按照解释 说这种叫做石城 宁斯缓了缓思绪 或许穿越世界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头晕就算了 还总是有超出自己思维的东西 已经不想再想了 有事从上前来询问沈列 也不知询问了什么 最后好像是交了零食 引导带着几人进入内殿 列书 这要花不少钱吧 宁斯问着 几人一个大包间 不止小青一个桌 连牛大都远处一饭槽位置 还有各种不懂位子 连带着几位侍从一旁静候 似乎修仙世界也没这么简陋 他们选择了靠窗的包间 坐在窗台旁 俯瞰楼下熙熙攘攘的时刻 一眼望去 巨大的水晶吊灯 悬挂在天花板上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空间 还不止一处这样的地方 沈烈豪迈地挥着手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 这点小钱算什么 这种地方 我以前连看都不屑看一眼 我跟你说啊 我年轻时 跟着村长四处闯荡 那时候的富云天宫 那才叫一个宏伟壮观 宁斯听着沈烈的讲述 心中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逐渐清晰起来 但同时也感觉 沈烈的话语中 似乎夹杂着夸张的成分 沈烈一边滔滔不绝地 讲述着往昔的辉煌 一边品尝着手中的灵球 如同酒般 球液散发着一种奇异的香气 如同烈火般炽热 仅仅是轻轻嗅上一口 便能感觉到 一股直冲脑海的气意 宁斯只能潜尝灵度较低的球 因为自己刚入灵 不足以承载太多的灵气 这并不如同修炼吸收的天地之灵 也并不是曾经认知的酒般 如果灵度过于高 对于灵力较弱的灵修者来说 可能会导致身体的过载有所损伤 不过对于恢复所谓的灵气 会有所帮助 宁斯觉得将其称为恢复药水 可能更容易理解 也是非常稀少 能使灵修会晕过去的东西 虽然并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 不知不觉中 最后 沈烈貌似喝醉了 然后开始说着一些 摸不着头脑的话 呃 沈妍 你跟沈灵到时候进入了宗门 要潜心修行 不要贪图享乐 否则修行毫无进展 这个世界实力 才是最有用的 随后 带着连同小青 一起吃饱喝足后 安排了阁楼 今晚就在这住下了 根据进程后得到的信息 明天 池云宗就来招收弟子了 沈妍 沈灵你们去歇息吧 我今天休息过了 沈灵看好小青哦 我再去转转 宁斯对着几人说道 好 两人回应着 虽然不想去相信 万一是有隐藏任务 才能触发系统绑定吗 看着自己身后的黑色悬空珠子 好像变淡了 沈烈倒是推着两人 去跟着侍从去阁楼 好的 记得回来啊 宁斯然后让一位侍从 带领着向外走去 一路上思考 对于这个世界 自己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了解 在石头村的时候 村长都把自己搞迷糊了 来到旧土城 正好是否有可了解的地方 这时 仆人注意到了宁斯的沉思 当然 宁斯佛可有想去的地方 尽管宁斯年纪上小 貌似还不到十岁 但在仆人们的眼中 这位拥有成人般思维的小孩 尤其是一位灵修者 简直深不可测 宁斯回答道 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随后 带到管理处支付了费用 直接买下了这位侍从今晚的服务 许多富有的人士 在前往其他城市时 如果没有侍从的协助 或者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侍从带路 这里 都可以通过支付费用 租借侍从 仅仅只是 用了十余利面值钱币 换算大约为一千余分纸钞 并且 这只是村长给的钱代理 一枚玉银币买玩具时 因为太过昂贵 找商行换了十万纸钞 只是用了一张一百的 而且感觉还有更小面额的换算 玉天钱币 来是玉天皇朝统一发行物品 交换通用币 目前分为三个等级 玉银币 玉利钞 玉分钞 换算阶级为一笔千 玉银币主要的 就是村长给的袋子里装的一种 如同银闪闪印币般 每一枚都刻有特殊的振纹 玉利跟玉分 就如同纸钞般 根据价值削减程度的防伪振纹 名思都不敢想那零食呢 这都什么价值了 一个看起来很落后的村子 乃来的这么多钱 不对 按照村长他们有灵修功法来说 他们应该算是仙人这样吧 侍从说道 大人 我看您沉思了许久 想必您也是为了参加 池云仙宗的测事来吧 没错 宁思回答 巧了 我听说陆家的大公子 也打算参加池云宗的选拔 他在附近的静岳山庄 举办了一个交流会 邀请所有年轻一代的人参加 无论身份如何 侍从在一旁补充道 交流会 宁思心中一动 大人您要去吗 哦 可以 宁思心想 反正也没有其他计划 了解一些 关于池云宗选拔的信息 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随后仆人指挥车夫 驾驶着 绝枝车 缓缓驶离 一种名为绝的高贵兽 整体造型略显霸气 头部两侧 有着明显的棱角 四足稳健 膝盖上覆盖着独特的灵纹 尾部则长长的垂落 据侍从介绍 这类兽类 红棕色的 其头部的双边棱角 显得格外突出 给人一种 近似古代龙兽的印象 尽管这种动物 以类似树木的植物为食 租赁费用相当高昂 但它那威武的气势 和独特的风貌 让宁思感觉太霸气了 在旧土城的范围内 拥有一头高贵兽 不仅是财富的象征 更是地位的体现 在道路上 宁思凝视着这座灯火辉煌的旧土城 这个世界的夜晚 同样绚烂多彩 看着一旁旁的照明 貌似每块地面侵蚀 是用荧光石造的一样 富饶区有的地面 闪亮着一阵阵道温 确实看不懂 是怎么做到的 系统带我来的世界 挺奇特的 感觉就土城 大多都是普通人 应该理论来讲 有更方便的交通工具 是因为 这里还是这种更方便吗 之前石头村 做的那个牛车就算了 或许村长喜欢吧 希望进入宗门后 能照顾好 沈颜沈灵两人吧 据说在玄幻世界中 生存法则残酷 实力至上 而主角总是危机重重 不过思绪间 大人 静越山庄到了 宁斯从决车中走出 抬头望去 只见一块高约一丈的 巨大石块上 刻着静越山庄四个大字 背靠庞大的山脉 四周有士兵队伍在巡逻 夜色中 一条阶梯 似乎只通天际 只能隐约可见 心中不禁声出疑问 这个世界 难道土地不值钱吗 经过指引 随后 沿着阶梯 一步步向上而去 宁斯不时回头望向 紧随其后的侍从 大人 您不必担心我 您先上去吧 侍从注意到 宁斯特意回头 其实宁斯并非在看他 而是在观察一旁的路灯 好奇其构造 这些灯 似乎并非以火光照明 经过一段时间 两人终于到达了山顶 若非宁斯体质特殊 一般人恐怕难以 如此轻松地上来 而侍从则在后面气喘吁吁 当即 前方有仆人过来询问 是否来参加 陆凤大公子的交流会 一座座院落和门墙 眼花缭乱的景象 目不暇接 在一处宽阔的亭湖上 一座巨大的阁楼映入眼帘 它倒映在湖面上 与天上的音乐相应成趣 美得令人心醉 看着如同前世的 复古院落工艺 能在湖面交错无数亭楼 或许修仙世界 美帝不只有遇见非仙 不自觉地欣赏起建筑与风景 眼前的复古院落工艺 让宁斯想起了前世的景象 湖面上错落有致的亭楼 更是美不胜收 在这个玄幻世界里 这些宏伟的建筑 同样感到赞叹 嘈杂的演讲生 和舞女们优雅的伴奏 渐渐将他的思绪 拉回了现场 环顾四周 发现这座宏伟的亭楼 几乎满座 气氛热烈而欢快 放眼望去 满座的都是青年才俊 他们低声交谈 或全神贯注地聆听 不时鼓掌欢呼 台上的一位青年 想必就是陆家的公子陆凤了 然而 宁斯更加关注的是 是他手中的物品 一个话筒 确实是一个话筒 但仔细观察后 他发现 他与自己熟悉的电器 有些不同 当陆凤说话时 庭壶中泛起了一阵阵波纹 这让宁斯观察了许久 虽然他并不完全理解 其中的原理 但感觉似乎与震动有关 莫非这是运用了某种灵法 并且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家父 上三灵强者 上三灵是什么境界 宁斯回想着 沈家祖传功法上的记载 都没有 那应该是很厉害的境界吧 如若各位有幸 得以踏入池云仙门 我们必然是最亲的师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好 好 陆凤少爷讲得好 好 一众宾客鼓掌 不停地有侍女送来水果 有的人没动 有的人貌似就是来胡吃海喝的 宁斯倒是浅尝了一下 看向鼓掌的众人 发现鼓掌的最欢的是一排排护卫 嗯 这事 陆凤大少爷也不在意 演讲完毕 还要走下台 家父 上三灵强者 但 各位 讲到这停顿一下 看向众人 护卫齐声鼓掌 好 好 他闭眼歇息 认识我陆凤少爷的 好 又是一番鼓掌吹捧 陆凤深吸一口气后 缓缓吐出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这人 话还没落音 台下便传来一阵迫不及待的掌声 然而 这位陆凤少爷 却突然回过头来 喊道 我还没说完呢 喂 那边的 还有你 你们几个先下去 他一边说着 一边随意地指向几个仆丛和护卫 示意他们离开现场 接着 陆凤似乎有些茫然地向周围询问道 诸位 刚当我说到哪儿了 站在一旁的仆丛 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家主大人 哦 对了 家父 他可是上三灵境界的绝世强者 陆凤语气坚定地点点头 并潇洒地甩动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听到这里 在场的人们纷纷热烈鼓起掌来 口中高呼 好 好 就在这时 陆凤忽然提高音量 不过 有一点非常重要 陆凤刻意顿了一顿 掉足了大家的胃口 终于 他继续说道 那就是 我陆凤从来就没有什么架子 话音刚落 全场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好好好 不自觉鼓掌的宁丝 差点把吃下去的水果给吐出来 不禁感到 这场景实在是让人无言以对 随后下台道 我陆凤 平生最喜欢就是 停顿一下 结交朋友 好好好 紧接着 陆少爷开始向旁边的人询问 这位兄台 看你其貌不扬 能否赏脸介绍一下 旁边的年轻人 站起身来回应 在下 王月 也是最喜欢与陆家少爷一样 看到这一幕的宁丝 由于社交恐惧症 选择躲在角落里 静静聆听 时间在日月星辰的颠倒中流逝 几乎快过了一夜 众人也鼓吹介绍交流了一夜 也不知道 他们怎么这么有精神 宁丝好歹白天睡过 四伏 雨晨 子兴 月寒 刘日 如同给自己身体划了阵纹 辅助灵气 进入第一环所住 再入忠心灵河 并且 除了修炼之法 宁丝现在什么灵法也没有 希望能进入宗门 获得功法这样的吧 随着太阳缓缓升起 天空中的光幕 映照着湖面 如同梦幻般 绚丽多彩 静月亭湖 显得格外璀璨夺目 该回去了 听了众人一夜交流的信息 不由得皱眉 貌似持云宗 也不是那么好近的 虽然人人都说 要当宗主 要进入持云仙门 走上人生巅峰 但一看 就是在吹牛 得回去叫上沈颜他们了 得速速 一起前往池云宗 招收弟子的地点 这个就土城 可不是一般的打 去晚了 可就人山人海了 当然 一夜也有人离去 按照观察这些青年 都还是很讲礼貌的 叫上睡着的侍从 走去还在与人交流的 陆凤少爷身旁 静等他结束谈话 陆少爷 这一早该离去了 多谢一碗款待 自己好歹混吃混喝了 别人宴席 虽然这样说 也不知道对不对 哦 哦 我说了 不要叫我少爷 我们都是平等的 一夜振奋的陆凤嘴 虽然说着不要 但说了一晚上的不要 陆凤大少爷的身体 是很诚实的 然后又是一番肺腑发言之后 众人一番抬举后问道 这就要离去了 你叫 宁斯 陆凤少爷 似乎想起了什么 哦 宁兄 我们陆家会 派人带大家一起去 不必了 多谢陆少爷 宁斯说 陆凤少爷 又挽留了几句 然后继续和别人交谈 宁斯便离去 迎着出生霞光 一步一步向山庄下离去 带到绝车回当时的时程 拉上沈炎跟沈灵人 跟小青就离去 至于沈列则说 让宁斯先去 他还需带上牛大 宁斯经过交流的信息 成功进入宗门后 是可以带上自己仆人的 所以 带个宠物也没问题 小青也带去宗门 毕竟 他可是自己来这个世界 见到的第一个生物 不知多久 带到中兴广场时 此刻已经人山人海 看到这片区域时 只感觉很大 以前可真没见过 这么多人的时候 这都有十余万人了吧 无数城卫军队 在主持场地秩序 赴了车前 几人连忙向中心 缓缓走去 哪怕如此络绎不绝的人流 在这巨大的场地 有着卫兵的指引 也不显得拥挤 更重要的是 有着灵兽跟在身后 是听到在躲避的普通人 小声这样称呼了 不过在如此盛景 还见到了其他奇特物种 但最为显眼 还得是小青 一般人不敢轻易接近 但宁斯他们 有幸得到了一对卫兵的特别介意 当然 他也给了这些卫兵一些小费 在人潮汹涌的地方 为了确保小青 不会惊扰到普通民众 宁斯还特意雇佣了一些普通人 作为护卫 以确保大家的安全 看到还有很多卖吃的摊贩 一瞬间 让自己都感觉 仿佛回到了曾经的世界 然后顺便买了点东西 吃起了早餐 不多时 远处 一道巨大的声音喊道 全部闪开 陆家大少爷驾到 群众议论纷纷 宁斯望去 一天公子驾铃 声音中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仿佛能让人感受到 即将到来的公子的非凡气度 场上顿时嘈杂纷纷 尽管池云中尚未到来 但就土城中的显赫少爷 和强大的势力的到来 反而更加强眼 气势非凡 宁斯坐到小青的背上 逐一观察着周围 尽管早已明白 这些人的背景 都是普通人一生难以触及的巅峰 然而 这些大家族的成员到来 并没有引起无辜者的伤亡 不敢挡路 纷纷主动退让 而那些贵族子弟的随从们 则对平民表现出一种高傲的态度 仿佛他们如同微不足道的生物一般 一般没有人敢于阻拦他们的去路 各大家族和强大势力 有身份之人 顺利地到达了 由护卫们预先占据的 前方中心区域的高台附近 占据了最佳的位置 宁斯花了钱 也只能在稍稍靠前的地方 占了靠前的小地方 甚至还说 这里是好地方 但看着离中心位置还挺远的 不过再往前 应该是要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去了 看了许久 基本除了陆凤那个人才 其他家族大少爷 或者大势力 掌权者 都基本都没见到面 甚至都不屑一顾 看一眼路上的普通人 然而 听见身旁的花钱顾的临时护卫 都在议论 正想多了解这个世界情况的宁斯 也凑过去 真是七家那位公子 对啊 然后宁斯也侧耳听着 据说那位七公子 生下来吃傻十几年呢 他怎么来了 护卫像旁人 一个护卫倒吸一口凉气说道 你还不知道啊 那个七公子病好了 而且自家父亲 直接当上了组长之位 一个护卫反驳道 病好什么 人家是什么家族 生出的孩子会有问题 这种剧情 你还不懂 肯定是家族里全力动荡 然后那位七公子 隐藏锋芒 带到自己父亲 一举得到地位后 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我心肠胆 这你的智商 哎 一旁被反驳的护卫 缓缓点头 连凑过来听着的群众 也是觉得对头 然而 轮到听着的宁斯 却陷入了沉思 这家伙说是成语 那成语是曾经世界的典故这样的吧 系统 你造的世界有漏洞啊 不知谁喊了一声 池云仙宗好像到了 无数人群情激动 泛云的宁斯 也是打起精神 立刻四处张望 在哪呢 随着众人的目光 向天空望去 缓缓抬头的宁斯却看到了 一艘庞大的飞船 缓缓穿越云层 其庞大的身躯 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 飞船表面的光芒闪烁着 表面覆盖着一层光滑的金属外壳 反射着周围环境的光线 仿佛是直接从幻想中 使出的宇宙巨剑 宛如一把锋利的巨剑 划破天际来到现世 不断确认真实的宁斯 最终缓缓苦笑着自语 在这个人口众多 且充满玄幻的世界里 为何会觉得 科技会落后于曾经的世界呢 在所有人向天上看去之时 无数道的恭迎声 恭迎无上仙宗 迟余 恭迎无上仙宗 迟余 宁斯却感觉 这一道道不知哪传来的声音 有着莫名的熟悉感 此时 绝受拖行的豪华轿子内 一道人影 缓缓掀开幕帘看向宁斯 感觉到目光的他 顺应看去 一双诡异的眼睛 那人 那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 如同无尽的黑光 一瞬间被笼罩 扩展出整个旧土城 一如既往的深邃 无尽的黑暗 那是什么 星辰 漆黑的瞳孔 映照着现实 仿佛之中 隐藏着无数个未知的世界 这一刻 宁斯只感觉一瞬所有人的消失 对黑暗的恐惧 流淌着的血液 令人窒息版 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 凝固的气息 目光仿佛能穿透外界的隔阂 直达自己内心深处 宁哥哥 你怎么在发呆啊 时云宗到了 沈灵话语 把晕沉沉的宁斯 拉回现实 仔细看去 只看见那一抹微笑 那人是叫七天吗 看了会 的确是之前七家的阵地里的轿子 宁斯晃了晃脑袋 刚刚那一瞬 仿佛是自己的尸神 貌似好像有点晕得严重了 难道是穿越世界 导致水土不服 当巨大的舰船抵达了上空 撑起大片阴影 飞船的引擎声低沉而有力 随着它的接近 地面开始轻微震动 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为这艘飞船的到来而颤抖 如同未来科技般的舰体 宁斯仰着头 默默地看着这个飞船的长度 大概有着前世的航空母舰那般大小 但这样 如果是制造 哪怕是或者是在这个世界 都不算硬的金属 这庞然大物也有十万吨左右吧 怎么推动飞起来的 宁哥哥 你说这么大的房子 是怎么飞起来的呀 沈灵震惊地问着 宁斯只有苦笑一声 或许沈灵他们都没见过船吧 这个造型可不怎么像房子 通过询问身旁临时护卫 这巨大的飞船叫破云舰 乃是持云宗外出的象征 就在巨舰尚未抵达指定着路点之际 突然间 一块硕大无比的巨石 从天而降 犹如陨石般猛烈地撞击着中心广场 瞬间将其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 同时掀起漫天尘埃 尘土飞扬如沙尘暴一般肆虐 带到烟尘逐渐消散 只见两道身影从剑上轻盈跃下 其中一人略带担忧地问道 师兄啊 咱们这么做 不会把云碑给弄坏吧 另一人则 信心满满地回答道 放心吧 这可是历经无数岁月传承下来的宝物 哪有那么容易损坏呢 再说了 为了赶时间 之前我也是这样乱扔的 山长老都没有责备过半句 言罢 习正平咳嗽一声 清了清嗓子 然后高声喊道 肃静 他施展出一种独特的灵法 虽然语气听起来平淡无奇 但声音却如同红中一般响亮 远远传播开来 覆盖了广阔的天地 紧接着 他自我介绍道 在下习正平 来此次考核的主持人 兼记录弟子 实际上 当这两个身影 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时 周围的喧嚣声 已经减少了许多 尽管声音很大 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场地中 只需众人一人一点略微的声音就能掩盖 在众多城卫兵的有序指挥下 人群中的躁动 也慢慢平息下去 大家开始满怀期待的东张西望 期待着迟云宗先长的出现 然而 他们看到的 只有两位年轻的迟云宗弟子 只见那艘破云舰 缓缓降落在地面 随后 位于一侧的巨大舱门 缓缓开启 一群迟云宗的人员陆续走出 但是 据护卫透露 这些人大多是负责杂物的杂役弟子 他们主要负责测试前的各项检查工作 而那些地位崇高的长老们 通常不会亲自露面 习正平转头望向身旁 捂着耳朵的胖师弟 调侃道 师弟 我这不过是随意一声 你的扩清卷功法 看来还需勤家练习 或许下一届招收新弟子的众人 就要落在你肩上了 环顾四周 习正平注意到 宗门的同门们都已经准备就绪 于是清了清嗓子 双手背负 站立如松 展现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 享受着台下众多普通人的仰慕目光 随后高声迎道 看迟连日月 天云下围一处 迟云先踪 入门测试 正式开始 所有人排一条队 接受灵杯测试 瞬间众人发出惊呼 无数人从各个方向汇集并排队等候 人群如同潮水般涌入 宁斯远远地看着那块巨石 那就是云灵杯吗 记得交流会那一句 若碰灵杯滴闪 便入人间顶峰 不过人潮汹涌 当宁斯从恍惚中回过神来的时候 就惊觉发现自己身边 已然迅速汇聚成了一条冗长的对联 这才明白 为何说这是个好位置 原本只要稍稍移步至旁侧 即可轻松置身于队伍前列 但如今放眼向后望去 已无法看到队伍的镜头 看来只能在这里慢慢等待了 紧接着 只见树之城卫兵小队 推动着几辆硕大无比的重车 徐徐而来 与此同时 一位貌似活动主持人手持话筒 稳稳地站立于高台之上 宁斯看着这一状况 闪过一丝疑惑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这时 那位持云宗的主持弟子开始宣布 请第一位上来进行测试 似乎并没有使用任何特殊的领法 距离太远 与此只能勉强看清 对方在说话 却听不到声音 随后 主持人也紧跟着说道 今天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第一位候选人登台亮相 这位候选人 可是一位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 那么 他究竟会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是否能够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呢 就在这时 从那几辆宛如庞然大物般的重型推车里 传出了一阵清脆悦耳 响彻云霄的声音 伴随着三台长达数十米的重型车辆 慢慢升腾起来 一块块巨大的黑色帷幕 逐渐聚拢 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 赫然呈现在了那个巨大的板块之上 临死的内心突然不断询问 那到底是什么 投影仪 还有高级音响设备 面对眼前这一幕幕 不断刷新着自己认知的场景 努力克制住内心的震惊 不停地告诉自己 要冷静 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现场有这么多人 如果不使用一些特殊的灵法手段 这谁听得见 上面一旁的胖师弟却询问 习师兄 这不是有话筒吗 我们为什么不用 你懂什么 这是传统 传统靠着外物 怎能彰显大宗之威 习正平一副高人模样回答 那师兄怎么不继续用灵法了 胖师弟还想说什么 被习正平打断 这点你需要自己误 然后排最快的那家伙 通过数道检验后 激动地搓着手就上去了 人群嘈杂 你猜 这次能有多少人合格 这次来测试 都有几万人了吧 要我看 或许能有人合格就不错了 一旁人回答 自己什么实力 也不掂量掂量 还去测试资质 不纯属给池云仙宗大人 增加工作量吗 旁人的谈话之中 第一个人就已上去 没有询问 让他触摸到杯就行 然而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不合格 下一个 随后 由云宗主持弟子回答 主持人立即接话说道 非常可惜 我们第一人并没有资质 第一人发现并不合格后 内心巨大的失落 仿佛跪倒在台上 后面的第二人就已上来 快点去去 让我来 然后推开前一人 触摸灵杯之后 只是迎来冷漠冰冷的话语 不合格 下一个 不合格 下一个 不合格 下一个 池云仙宗的测试 两主持弟子 如同机械般的语调 进行着回应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笑着上台 哭着下来 随着主持人的不断宣布 一句句不合格的声音 不绝于耳 一些曾经来观看过 池云仙门测试的人 似乎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很多人甚至说 要回家种地去了 唉 如果不是我年纪大了 我早就加入池云仙宗了 看来只能让你一个人去了 一位身旁 刚刚排过长队的父亲 对他的孩子说道 父亲 你是不是因为没吃早饭 所以胡说八道 就算祖坟冒清烟 我也禁不了池云仙宗啊 早知道就不跟你来了 现在娘说不定 都已经做好午饭了 儿子无奈地回答 不多时 甚至有路过之人 身上插着几十根香 一手拿着一把 不停地低声念叨着什么 一路跪拜到台上 宁思错愕地注视着 看着这半天 都没一个人通过 只想问 沈灵 你说这样的通过率 我们进得了池云宗 可以的呢 村长爷爷还夸我们 都是天纵之才呢 那什么十大宗门 当然随便进 然后你是哥哥 那肯定是池云宗第一人了 沈灵回到 一旁的沈言听了 貌似点头肯定 现在宁思听了 只感觉脸上红辣辣的 能不能低调点 这好像能不能入门 都是个问题 看着上方哭着 被拖下台的青年 现在只感觉自己 你能不能绑定一下 怎么会呢 方圆百里 大家都说 我是天才 怎么会呢 屏幕上又一个青年 嚎啕大哭的 被拖下高台 不过一会 啊 我可是灵袖 你们看见没有 我年纪轻轻 就已经入零了 我资质不够 又是一人被架着台下 嘴里不断大喊 众人皆是叹息 连这么远的宁思都听见了 看着连灵袖也被拖下去吗 突然台上一人大笑道 紧接着抽搐倒下 又是一人疯了 然后迅速上来 一众类似医护人员的抬着担架拉了下去 仔细看了看 真是白衣长袍 大概形象的医生 想了想 眼睛没花 很合脸 紧接着 被一堆人按住 抬往着宁思这边道路抬走 这时 那位癫狂的青年 突然嘴里大喊着 见到乌鸦为我立 天地虽大任我行 挣脱地跳下担架 高声乱喊 举着自己配件 向远处跑去 后面跟着一群医护人员一起追去 疯了 疯了 又疯了一个 旁人不断叹息 宁思看着这一幕 不断地擦汗 貌似进个宗门 压力好像还挺大哈 都多少人了 还没有够资格的 根据了解 持云宗 是十大至高宗门中招收 普及普通人最广的一个先门 只有持云宗 是用着一块盗杯来测试弟子 给任何普通人机会 那么 另外的九个至高宗门 是怎么样招收弟子的 一生生的不合格 身旁一侧的队伍 不断往前 然后看见排队人员一顿嬉闹 宁思望去 原来是陆家公子陆凤 那群青年才俊 呵呵 瞧见了吧 不少人在年轻时 总自以为是人生的主角 然而 在认清现实后 却无法承受打击 陆凤与一同附庸青年笑声 嘲笑着每一个 不过存着卑微幻想的普通人 一路走向高台 嘲讽之意 丝毫不掩饰 而现实往往便是如此 远处被贬低的众人 通过屏幕 看见下一个就是陆凤 心里不自觉地希望 他也是个不合格 站在高台上的陆凤少爷 身着华贵的服饰 珠光宝气 衣着纹路流光环绕 之前的普通人 是有多么不同 附近高台下周围 汇聚无数啦啦队 宁思是认为这么叫的了 陆凤少爷 加油 陆凤少爷 加油 就连还在后面 跟随接受检查的青年 也在为陆凤呐喊助威 主持人喊道 接下来 恭迎我们陆家少爷 陆凤大少爷 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神采飞扬 英俊潇洒 才华横溢 风度翩翩 宁思听着 这主持人是收了钱吧 看着 就连池云宗主持记录的 习正平大人 也装着看不见 向后望着 那个师弟 今天太阳好像很晒哦 说完还把手中 从陆凤蒲 从递来的零食分 给一旁的胖师弟 哦哦 对 是有点晒了 胖师弟把零食接到身上 那吃傻的模样 立刻掏出怀里 还没记录有考核 成功的弟子人员 我看 陆凤少爷 终于是准备 第一个记录在上面的人了 是的 我也这么认为 两人有的没得聊着 屏幕上导播 还正好一块荧幕 转向着两人 群众痴呆看着 经过一旁杂役弟子提醒两人 宁思看着两人 好像才缓过神来 接受贿赂 是一直被录着的 然后 两人破口大骂着什么 不过不影响 接受贿赂 并不是乱填入门资格 连池云宗长老都见不到 两位主持弟子 只见屏幕上陆凤 用手在一旁侍女的金盆 洗完手后 拿起手帕擦了擦高声道 先踪的灵杯 岂是给一些凡夫俗子 脏手触摸的 我陆凤向来敬仰 也需擦洗双手 对灵杯的尊重 不过没有对着话筒讲话 远处的这些普通人 也听不清说些什么 不过一旁的人却说道 哼 装神弄鬼 其实宁思感觉 人家还挺有风度的 或许好歹还正常排队了 可能是被不正常的认知残害了 认为在玄幻世界 这种嚣张的少爷 应该得草劫人命 满狠霸道 然而一些人的期待 没有迎来想要的结果 屏住呼吸 屏幕上只见倒杯的一丝光亮闪过 习正平的回答 合格 然后主持人欢呼的一声 恭喜陆凤少爷合格 成为这届旧土城第一位 然而多数人以无心听清 后续夸奖着什么 心中呼得涌起一股怒意 暗自咒骂 拳头紧握 唉 如此之人 尽具先门资质 为何我没有 着实气恼 宁子 虽然收了好处的胖师弟 还是按照流程端直身子 拿着本子问一遍 陆凤 好的 恭喜你 陆凤师弟 已经成功合格入选 持云宗外门弟子 相信你对于宗门考核 也不在话下 陆凤顺便还获得了发表演讲 听过一页的演讲的宁思 似乎都能想到他能说些什么 持云宗测试资格 仍在继续 时间都不知过去了多久 毕竟人数太多了 也就一个陆凤合格的 后面哪怕是别的大家族弟子 都没合格 宁思转头看去长龙的队伍 原本看不见尾的长龙 也已看到莫尾了 随后叫上两人 沈颜 沈灵 看到莫尾了 我们快去排队吧 好的 宁哥哥 宁思直接拉着两人去排队 一些杂物跟小青 让护卫暂时看着 不多时 便到了最后位置 宁思震惊地发现 最后一人竟是七天 失声地问道 七公子 就是之前轿子见到的那位年轻人 在看眼睛 也与寻常一样 就是一双黑眸 冷冷清清 不带丝毫情绪 然而只有点头似乎肯定 向后退去 让开伸手 示意三人站前面就好 宁思随后让沈颜沈灵 两人站前面 自己站到属第二 看着身为大家族公子 连随从都没有跟着吗 然后缓缓向前方排去 唉 估计这次 就只有陆家那个嚣张的家伙 能通过入门测试了 前方一些势力的掌权者 跟旁人交谈道 由于都是毫无悬念的不合格 筛选得很快 逐渐轮到宁思 接受测试前的检查了 池云宗的杂役弟子 记录着问道 张开嘴 阿宁思不自觉地喊出 随后检查人员 又拿灯光闪了一下他的眼睛 搞了一堆 摸不清头脑的操作 检查人员回答 好了 跟着去排吧 宁思摸不着脑袋起身 不解这些都是干什么作用 不过站在后方的宁思 随后发现 就轮到沈灵了 对着沈灵说道 加油 沈灵 好的 宁哥哥 沈灵握着小拳头回道 他缓步向前走去 伸出右手 掌心朝下 轻轻触摸在灵杯上 就在他的手掌 触碰到灵杯的瞬间 一道奇异的光芒 从灵杯中涌出 阵纹在灵杯上流转 宛如火雾 闪烁着令人目眩神秘的光芒 他们在光芒中闪烁 如同一条条油龙 围绕着他旋转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人们都不禁惊呼出声 他们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其中 习正平更是师生喊道 特等资质 他一边喊 一边用力推了推一旁的胖师弟 急切地说道 快去叫长老 主持人也紧跟着喊道 特等 特等资质 我们就吐称 出现特等资质天才 随着主持人的宣布 场外的礼炮开始放响 五彩斑斓的烟火 在天空中绽放 为这个特等资质的天才少女庆祝 城主更是被这一幕深深震撼 立刻下令 全城人员免收入城废医院 无数群众欢呼 特等资质啊 刚刚这女娃娃就在我旁边脸 我早就知道他们三人不烦恋 估计她的两个哥哥也是不差的脸 老头 这三人是有灵宠的吧 人家都是在前面观赏位置 啥时候在你旁边了 旁人打断道 突然一阵云雾 如同大风吹过整个区域 持云宗长老山玉书 很平静的一句话 但似乎声音传遍了在场近十万人 无数人惊呼 山长老 据说是持云宗非常强的一位灵修大人 哪怕非常远的普通人都瞪大眼睛 往已经接近模糊的屏幕上观望 传说中的先宗长老到底长什么样 见到沈灵的通过 宁斯非常震惊 但不过一直都是合格与不合格这样的吗 那看来特等资质 也是非常好的资质了 好好好 叫做沈灵是吗 一连三个好 山长老看着记录对着沈灵夸道 沈灵眼中闪过一丝得意 似乎在压抑着内心的兴奋 然后才缓缓开口 这不算什么 我还有两位哥哥 他们比我要厉害得多 山长老闻言 目光转向沈灵身后 眼中流露出期待之色 他温和地笑道 这两位就是沈灵的哥哥吧 好 接下来请准备测试 至于那两位主持弟子 则被晾在一边 无奈地对视一眼 只能干巴巴地站在一旁 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大屏幕上 后面的沈灵一看两人就是兄妹 那他的哥哥是不是也得特等资质 沈灵走上前 当他的手放到盗杯上 整个广场再次陷入了一片寂静 紧接着 又是一阵白光持续亮起 与沈灵测试时的情景 如出一辙 主持人激动地大喊 又是特等资质 特等资质 各位他的声音 在人群中回荡 但话还未说完 他瞥见了城主传来的信息 立刻转述道 城主有令 全城 共赢天才七天 在这七天里 全城中心的宴席 将免费供应给所有人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 气氛达到了高潮 外围的众人 纷纷举起双手 跳起舞蹈 庆祝这个属于 旧土城的荣耀时刻 山长老更是微笑说道 特等资质 百年亿万人中 才会出现一位 看样子 宗门预测的没错呀 此地真有天才现实 不错 一声大笑 扫开天上遮蔽的云雾 阳光洒落在两人身上 随后 山玉书和众人的目光 转向了宁斯 这位一同前来的哥哥 他站在那里 神色平静 但眼中却难言紧张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 讨论着宁斯的资质 这人看起来 与刚才那两个娃娃 长得不是很像啊 他也会有天才资质吗 底下有人好奇地问道 两位特等资质的天才 已经足够了 你还奢望这么多 能和哥 就已经很好了 另一个人回答道 语气中 带着一丝满足和现实 此时 山长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宣布道 下一位 宁斯感受着无数人的目光 那脸都因感觉紧张地 出现微红 他深吸一口气 试图平复自己的心情 心里不断安慰自己 没关系 哪怕不合格 也没关系的 自己是度过雷劫的人呢 自己不是还有很厉害体质吗 入不了宗门 也无所谓的 这时沈灵喊道 宁哥哥 加油 还对着握紧拳头 宁斯内心不断无语 等会要是不合格 都感觉直接丢死人算了 再次深呼一口气 伸出双手 触碰道道背上 在场无数人紧盯着这一刻 突然 有人出声 貌似有光亮 这句话像是一颗火星 一束巨大的光柱 从灵杯中爆发出来 直冲云霄 仿佛支撑天地的巨柱 苍天之龙冲破云霄 将旧土城 笼罩在一片耀眼的光辉之中 仿佛进入了永恒的白昼 所有的色彩 都显得苍白无力 只有那光柱是如此夺目 如此震撼人心 无尽的声势 吹动着整个广场 使得在场的众人 屏息凝神 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 一旁的胖诗地 扯了扯习师兄的衣袖 他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不敢置信 是 师兄 我是不是眼花了 习师兄养着头痴呆地回道 如果这你看不清 应该是眼瞎了 远在千米之外 神烈目睹了这一幕 他的脸上充满了震惊 他缓缓地转身离去 许久之后 下方之人才回过神来 问向旁人 那 那个倒杯 不是只是闪光亮的吗 现在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吗 宁斯后退等了许久 直到那道直冲天际的璀璨光芒 逐渐消散后 问道 我这是什么资质 面对宁斯的询问 山长老 似乎突然变得有些结巴起来 他的声音略微颤抖着 最最好的资质 不不不 应该说是 绝世之资才对 自亘古以来 从未有过任何一人 能够与你相提并论 哪怕仅仅只有万分之一 快快快 随我一同赶回宗门面见宗主 紧接着 山长老转头 对着站在一旁的习正平吩咐道 立刻行动起来 召集所有人立即返回宗门 不得有误 习正平还是压住内心的疑惑 没有去问不去下一个地方了 或许这是真正天才该有的待遇吧 周围的人们 在经历了短暂的惊恶后 纷纷陷入了 令人窒息的沉默之中 而随后爆发出的 则是一阵震耳欲聋 响彻云霄的欢呼声 山长老给予的答复 使得此刻的宁斯 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努力想让内心平复下来 但却不断地想问 难道自己真的是主角 宁斯突然注意到 他身旁那个 原本不怎么注意 浅色的黑珠子颜色 这时又变得深邃如墨了 然而 似乎只有他一个人 能够看到这一变化 无数的信息 迅速传回池云宗 长老在一声令下后宣布 旧土城 设立非凡云城 前方 无数大家族和势力的强者们 发出惊呼 城主更是宣布 这一日的群众都可以免入 直接成为旧土城的城民 众人听闻此消息 无不欢呼雀悦 所有人目送着宁斯 如同众星拱月般地 登上破云剑 长老的一声令下 匆忙递下了命令 即刻返城 习正平指挥着人员 正准备离去 等一下 我还没有测试 这时 最后有一人 七天打断道 好 那赶快测试吧 习正平才反应过来回道 内心奇怪道 怎么忘记还有个人 带道伴随着灵杯一阵光亮闪过 合格 习正平一阵诧异 没想到有资质的人都在最后 这几人吗 七天 好 快一起上破云剑吧 胖师弟记录完道 准备带回灵杯的习正平 突然如同发现了什么的摸象盗杯 发现传承千年的盗杯 竟然开裂了 此时 在一侧入口的沈灵 接过护卫带领来的小青 小青 我们进入宗门 到时候 就有吃不完的东西了 沈灵跟在后面 引导着小青 一起进入破云剑 山长老似乎得到了什么重要的消息 又急忙离开了 诸多护卫被安排照顾宁斯 在这个狭窄的通道中 一直排到了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 长唇 席流 秋呢 慧静 师弟 有礼了 身为青传弟子的长唇说道 我等乃山长老之青传弟子 目前负责你的安全 冥死感到有些困惑 不明白 为何需要如此多的保护 但还是礼貌的回应 各位师兄啊 你们好 终于抵达破云剑的平台之上 其实 首次真正的目睹 如同未来科技飞船 都有想把一旁剑板拆解下来 探究其构造的冲动 当他登上平台时 阵阵轰鸣声响起 预示着破云剑即将起飞 破云剑准备起飞 闻此如同前世的电子音 心中涌起一股时空的错位感 宁斯顿感曾经的世界 恍如隔世 恭送无上先踪 迟于 恭送无上先踪 迟于 一声声普通众人的呼喊 与下方的电子广播声交织 宁斯至此终于明白 初来时听到的 正是城内类似的广播声 也难怪当时会有那种熟悉感 却又想不起来缘由 巨大的舰体 在强大的轰鸣声中 缓缓启动 宁斯看着这一切 破云剑并不需要前世的飞机跑道 他如同定点升降一般 随后 一股巨大的推进力传来 让他不由地感叹 自己前世连飞机都没坐过 如今真正的飞上天空 却是乘坐着异式的飞机 破云剑 如同一把真正的利剑 划破天际 冲天而去 随着破云剑缓缓升空 宁斯俯看下方 地面仿佛静止了一般 似乎目前巨见的速度 似乎并不快 但能感受到迎面来的大风 其速度至少达到了 每小时百公里 不知这个世界的大气流动 是否有所变化 尽管如此快的速度 不多时 才驶离旧土城的上空 从城中兴到城门 广播中不断传来 恭送无上先宗的声音 回荡在空中 宁斯向下望去 看到旧土城城门口外 许多看起来 像是流离失所的人们 排着长队 争先恐后地 进入旧土城 风景则对沈岩沈灵 他们没有吸引力 他们已经去吃东西了 平台外的风力 确实很大 足以让人担心 然而 宁斯却颇感无奈 他紧握平台侧栏 凝视着环绕在他四周的四人 在此强风之中 师弟你作为刚入门的灵修者 很容易受到风力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跌落下去 况且 师弟你拥有绝世罕见的资质 在带至宗门之前 需防患一切危险 长唇沉稳地解释道 四位山长老的青传弟子 屹立四周 纵使长袍在风中烈烈作响 他们依旧窥然不动 宁斯尽管没有那种 度过雷劫的实力 但所拥有的力量 应该远超那些 刚踏入灵修之人 依靠着自己不同寻常的力量 紧紧抓住侧栏 稳住身形 对于这样的风力 他还是能够应付的 最终 由于需要破云剑 需要加速 不得不进入内部 并且 感觉有些疲惫的宁斯 走进剑体 低声自语 没必要上厕所 也跟着看吧 好在长唇师兄 只是让下人检查了一番 就退了出去 没有那种新陈代谢版 凭借曾经的那点知识思索着 不明白为什么 就在这时 长唇走上前来 打断了宁斯的思绪 有人送了你一件物品 谁 送我东西 宁斯突然感到疑惑 长唇递来一串 类似项链的物品 是一位和你一样的新人弟子 叫做陆凤之人 所说这是祖传之物 自称他的父亲 就是凭借这个 成为了上三灵强者 宁斯感到震惊 那这一定是很贵重的物品吧 然而 长唇的回答 打断宁斯的想法 不过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这只是一件很普通物品 不过宁斯也差不多明白 陆凤貌似靠着广结好友 只要能进入仙宗 未来都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毕竟 能入池云仙宗之人 都跟一步登天差不多 曾经好歹也一同参加过宴会 或多或少都有一份关系 即使最后 没有人能进入池云仙宗 那也没关系 毕竟对于富家公子来说 那点钱 不过是一天的开销而已 思索了好一会 现也找不到陆凤 还是先收着吧 原本想问些什么 但看着冷漠的几位清传弟子 还是算了 就这样 在四位清传弟子的监视和保护下 一路飞回了传说中的池云仙宗 近一日后 当外传声道 池云仙宗即将抵达 宁斯才迷迷呼呼睁眼 入灵阶段 不需要什么修炼 或许运用四灵渲染会养灵快点 修炼不知多久 喊着绑定系统 喊困了 就是精神上的困了 自己就睡着了 他感觉自己 是不是真的穿越 只见到处都是云层 脚下连地面都被云层遮住了 这里大约是破云剑的侧面 无法看见前方 只能看见无尽的云海 宁哥哥 宁哥哥 两人带着小青挥着手跑来 嘴里还塞着一堆食物 看着两人带着小青到处吃东西 不由地问着 你们不用修炼吗 村长爷爷说了 现在修炼太快就长不高了呢 沈灵一口一串烧口 脸嘟嘟地回到 宁斯诧异着 啊 有这个说法吗 自己也还是小孩子模样呢 然后才知 两人是满灵阶段 就是入灵阶段 已经运河跟养灵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入境了 没想到这么厉害吗 长唇仿佛接收到信息 从远处走来 打断宁斯的沉默 师弟 山长老叫你 好 沈言沈灵你们继续玩啊 说完宁斯便跟着离去 好的 两人又新奇地带着小青到处看了 在进入一处隔间后 无形向下拉扯的力 貌似缓缓上升 这是有点类似升降梯 门间自动打开后 一阵大风灌进来 风吹呼呼作响 林斯不禁疑惑 这是在顶层的平台外面 随后 看到了前方的山长老 扑面迎来的大风 顿时烟消云散 不过远处撞击着舰体大风提醒着 这是在快速飞行舰体的外面 山长老 有事找我 对 前方就快到了 山长老回到 林斯凝视着远方 山脉的轮廓 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而周围的云层 则如同一片片轻盈的白沙 将天空和大地隔开 这是整座山脉 直入云霄了 破云剑飞行的高度 令人难以想象 下方的云层 如同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让人完全无法窥见地面的景象 那就是持云踪吗 随着破云剑的不断靠近 山脉的红尾 才真正展现出来 连绵起伏的山峰 似乎无边无际 当巨大的破云剑靠近时 它在山脉面前显得如此渺小 仿佛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黑点 在云雾中穿梭 仿佛是在一片神秘的领域中航行 周围的云雾缭绕 为山脉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当破云剑 披开周围的云层 它宛如穿梭 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视野豁然开朗 一切都变得清晰可见 这一刻 俯瞰着脚下壮丽的山脉 和广阔的天际 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它的脚下展开 还未来得及欣赏 持云先宗之地 便有一道人影站在眼前 拜见宗主 山长老与四位清传弟子的宫营就知道 这位就是持云先宗的宗主了 宁思也学着功声道 拜见宗主 看向眼前身影 一身白袍 无数蓝光流水 云纹般环绕映射出来 看起来就是位极其帅气的青年 他哈哈大笑起来 不必行礼 你就是宁思吧 自我介绍一下 持云宗宗主 慕容仙 突然间 一股浓密的大雾弥漫开来 将宗主和山长老二人笼罩其中 山长老语气严肃地回应道 宗主大人 盗碑已经被毁坏了 嗯 我知道了 不就是一块坏掉的石碑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是祖师曾经做过的石头而已 还要流传下来给其他人触摸 多不干净 正好借此机会把它拆掉 用来炼制兵器反倒不错 宗主满不在乎地说 可是宗主啊 如今世道混乱不堪 慕容仙打断他的话问道 行了行了 我明白了 虽然盗碑的主体受损 但应该还是能够检测出弟子们的资质吧 经过我在回城路上的多次尝试 可以确定这一点 山长老回答道 那就好 你继续完成本届弟子的招募工作吧 慕容仙挥了挥手 但是 会不会因为盗碑的损毁 而导致招收弟子的资质 发生变化呢 山长老转过身来 担忧地询问 慕容仙摆了摆手 不会的 如果真有变化 那也恰好印证了传承中的预言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便告退了 说完 山长老转身离去 这时 宁斯等人的视野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只听见宗主说道 宁斯 随我来吧 封你为圣子 与毙 一股强大的狂风席卷而来 狠狠地拍打在宁斯的脸上 令他瞬间感到天旋地转 眼前一片模糊 几乎无法睁开眼睛 经过一段时间的眩晕后 宁斯缓缓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竟然身处在 一座宏伟壮观的宫殿之中 他手扶着身旁的柱子 身体微微颤抖着 喉咙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适感 仿佛随时都可能呕吐出来 面对如此陌生的环境 宁斯的内心充满了警惕和不安 毕竟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任何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警觉 圣子 当听到这个称呼时 宁斯心中并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情 相反 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对于所谓的圣子身份 他感到十分困惑 究竟为何 自己会拥有这样的资格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自身的资质吗 一直以来 其实仔细思考 宁斯对于玄幻世界故事中的宗门制度 看出了诸多漏洞 在他看来 这些制度往往存在诸多缺陷和不合理之处 如今 因为自己展现出了过人的资质 反倒让他心生担忧 此刻 宁斯的头脑异常清晰 他开始思考 如果真的是因为特殊的资质 才被赋予了圣子的地位 那么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曾经在幻想修仙的日子里 他也曾想过 像自己这般拥有稀有资质的人 说不定会被抓去切片研究 或者用来炼制丹药 然而 现实为何会给予一个看似弱小 但却蕴含巨大潜力的人 如此重要的权力呢 难道特殊的体质 毒还不能被夺取 毕竟也是长在身上吧 不过 根据沈家祖传功法 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在入灵的难易程度上 有所不同 只是有些人 可以轻松入灵 而有些人 则可能面临极大的困难 实际 也并没有什么 比如详细划分的特殊体质 而且 石云中的这用测灵杯测试资质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宗主看着制止道 唉 唉 别吐我宫殿上了 宁丝强忍着孕衣压下去 环顾四周 唉 才这么点距离 你就不行了 我问你啊 然后看见缓和过来的宁丝 摸着宫殿的柱子 四处观摸 嘿嘿 怎么样 你感觉 我这寝居大殿的布局怎么样 慕容先想了一回问道 宫殿很高 整体主白色调 住所 宁丝摸着这巨大的柱子 刻有鸟兽纹路 这 这貌似是一块巨大的白玉 这是有几十吨了吧 记得前世的一块小小玉镯子 也得多少了 能敲快下来代步 喂 喂 别拆我柱子啊 喂 慕容先走过来制止道 哦 哦 对不起宗主 我有点晕 失神了 宁丝回过神来 注意到 自己正站在一根望柱旁边 柱子下方 雕刻着一个类似盘卧青蛙的造型 头顶长脚 口中涂水 宗主见宁丝有些恍惚 他甚至因为眩运 而不得不扶着台阶 而此时 见到台阶的宁丝 却在摸索着 这难道是玛瑙 透明而洁白的层次 让人感觉 像是踩在云层上 中间池边 连着墙两侧 两条白色巨龙身 一直攀岩出殿外 应该是龙 看样子 这个世界的龙 跟自己曾经世界刻画得很像啊 这是为什么呢 摸向一旁装饰物底下的金盘 这好像真的是黄金 刻有纹路 一条盘龙 如同活过来般 盘踞在殿顶 一找一颗发光般的 如同号月般的珠子 哪怕没有别的光亮 白昼也能笼罩整个大殿 看见宁丝坐下 慕容仙问道 好点了吗 好了点 本来头就晕 被宗主这一弄 看完整个身处地方后 宁丝晃了晃脑袋 不过你是宗主吗 慕容仙沉默了好一会 根本不会想到 宁丝会问出这种问题 一股强者的气势 展露而出 难道本宗主还有假 那你能看见我旁边 这浮空的珠子吗 宁丝突然问道 慕容仙如同村长一般 被吓了一跳 在宁丝周围看了又看 自己叹了一口气 仿佛知道了结果 慕容仙看着宁丝 心中暗自叹息一声 心想这小子 难道真的以为自己 在斗他完不成 罢了罢了 还是先谈正事要紧 于是开口说道 好了 咱们言归正传 想当年 清仙祖师羽华登仙之际 曾留下一方神秘的灵碑 据碑文中所载 此碑能够检测出 门下弟子的天资幽恋 而事实证明 这灵碑所言非虚 不仅如此 清仙祖师还留下一则预言 倘若有朝一日天道崩俗 那么 这块灵碑 将会迎来一位 拥有绝世天资之人 当这位一人 触及此碑时 必将展现出 与众不同之处 那时 必须将其册封为圣子 并赐予门派内 至高无上的礼遇 不知你意下如何 听到这里 灵丝陷入了沉思之中 过了片刻 他抬起头来问道 成为圣子 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 慕容先回答道 按照预言中的说法 并没有明确提及 成为圣子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只要做好一名普通弟子 应尽之事即可 然而 他心里清楚得很 实际上 关于这个预言 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其中特别强调 甚至连圣子 都无需去做那些 普通弟子应该做的事情 更不必履行 所有门人弟子的职责和义务 而且 无论圣子提出任何要求 都应当尽力满足 历代换了不知多少位宗主 都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这不可能对宁丝说的 并且 当预言之中 那个人的信息传来时 太上议会上 讨论了一天一夜 最终确定这个方案 真的吗 那可以 宁丝不禁疑惑 有这样的好事 宗主没有过多的废话 好 说完 宁丝又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待到平稳后 缓缓睁开眼 目测在一个洞窟之中 前方仿佛一座 活着的巨大石像 此时 慕容仙仿佛拿了什么东西 直接就塞进了宁丝的嘴里 在宗主的面前 没有反抗的能力 就吞下了 宁丝询问着 喂我吃了什么 没什么 可以让你很快九龄 养满的宝物 宗主偏过头 真的 真的 你只需运河就行 宗门弟子考核后 估计你九龄就会补满 多谢宗主 宁丝拜谢后 突然脑子清醒了 那为什么宗主不直接给我 因为此物拿出来时 必须直接吞下 如果跟你交流 反而耽误了时间 损失的要效 宗主回答道 听着宗主回答的话语 总感觉是编的 这不是欺负自己不懂吗 宁丝本还想再问些什么 但话未出口 就被宗主打断道 好了 前面这座石像 来是池云宗开宗祖师 清先祖师 听到这里 宁丝不经心生敬畏之情 宗主接着说 你只需跪下 磕三个想头 便可成为我宗圣子 宁丝心中有些犹豫 心想 还要下跪磕头啊 然而 正当他还在思考之际 身体却已经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并重重地磕了三个想头 磕完头后 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原来是开宗祖师 庇护人族安定 就在这时 原本一直抵在宁丝身后的那把剑 也终于放了下来 哈哈 圣子啊 你看看 我这把剑如何 我总觉得 它有点生锈了呢 所以 刚才才拿出来瞧瞧 宗主一边笑着 一边收起了配件 似是在与宁丝打气一般 然而 面对宗主的话语 宁丝却是一脸冷漠地回应道 什么生锈 你这难道是用铁打造的不成 对于生锈这个词 他感到十分陌生和奇怪 宗主微微一正 随即答道 不是 说完这话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现场气氛一时间变得 有些尴尬起来 宗主貌似想起什么 打了一下自己 哎呀 我这记性 身为圣子 怎么没有好处 来 我立刻带你去 然后还配上几个动作 似乎会有什么 除了圣子的不传之秘 没等痴呆的宁丝 还在思绪当中 然后一阵大风吹过 又是刮得睁不开眼睛 随后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颠倒 当摇晃着晕晕的脑袋 逐渐看清之时 这里是池云宗各种功法的存放地 包括池云宗的传承 无论从低阶到高阶 哪怕就是大灵 灵法也有 这里的一切 你皆可观看 此时在宁丝身后的宗主说道 看着周围的一切 宁丝震惊地问道 真 真的 曾经幻想中那种仙人的功法吗 或许这里该叫灵法 被称为十大至高宗门池云宗 所有功法 自己都能看 真的 待到招收弟子完成 会有人来叫你离去 约只有半月时间 你圣子的身份 只有我和一众高层知道 宗主说完 如同清风一般 消失不见 没有在意宗主离去 宁丝抚摸着一排排书架 那无数人屈之若鹜的池云宗仙法 触手可得 无数主角 或许需要历尽千辛万苦 才能获得的密集功法 思考完 宁丝立刻拿起摆放 更加独特的功法看了起来 很好是中文 疾风流云诀 云林静才能修行 这是什么境界 没关系 先看了再说 画风空云 细致地掌握 可断山 可覆海 很厉害啊 还要会几门前置功法 拥有灵和流云 掌握云系本源 并且需要极其苛刻的 阴极天风场地 还需要有云精辅助 完了 靠着本来思想 来看待这个世界 貌似这个世界修行 跟他所认知 想象玄幻世界 只需刻苦修炼 就能成功的有点不一样 没关系 还有别的 千云问星见绝 很好啊 需要一颗建星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 但有着一颗幻想一天 遇见飞行的心算不算 入门需要数十年 历史最天才的弟子 用了八年 死 这么久 并且入门了 只是刚代表能感悟了 一点提升都没有 按照通俗点说 就是同等实力 或许气势星星会更胜一筹 所谓入门的那个点 林斯本以为 自己绝世资质 能一天入门 但好像这个资质 是体现在境界提升上 远超普通人 对于自身研究感悟 似乎并无作用 最后 放回原位 不行 看得都太厉害了 难度太大 还耗费时间 找点弱的 不实用 不实用 刘云飞与真灵 有境界标明 这不仅仅是标明 没到这个境界 首先前置要求都办不到 需要的天才地宝就不说了 其中的用到控云法 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 记录中 却仿佛稀以为长一般 快速翻完后 他静静地站在原地 看向整个宫殿 这里不会全都是宫法吧 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 宗主故意整自己吧 哪怕自己能看懂这些宫法 却如同看天书一样 世界最痛苦是 莫过于传说中的修仙之法 摆在面前 自己却看不懂 啊 绑定系统 换来的 只是空旷大殿的回升 时间紧迫 一路看过去 归云战神宫 破天卷云剑 云内心法 轻轻赤云卷 看不懂没所谓了 全部看一遍 看看有没有符合的功法 等找几本容易记的功法 给他背下来 这个地方还有点大了 感觉都可以在里面剃足球了 环绕一圈都是功法 中间有各种兵器 控云法 找到了 这个功法 应该是最基础的玩意了吧 三转之后 方可修炼 此时的自己 非常小骂人 三转是什么鬼境界 拿出自己身上 唯一的一本功法 沈家祖传功法 每一期需零转 那么意思 是不是 就是需要到第三个境界呢 按照功法记录 那就是说 石头村村长 他们是一些影视的灵修高人 比普通人强很多 但与十大至高宗门没法比 因为随便拿本功法 所需要的境界 都比沈家祖传功法记录的 三个阶段高 是这样吧 先带着 再看看别的 石云法 境界还是不够 为什么 这其中的云灵本源 到底是什么 大云法 锁灵圈 咦 其中有个辅助效果 可以拥有灵锁 使用灵石修炼时 可锁住灵肠 减少灵气流逝 境界不够 算了 突然想到 是不是自己 如果练会一本灵法 就能绑定系统了 不知看了多久 看了这么多功法 根据功法名字 也能推断 大多都是池云宗专属功法 基本是不传之秘 很多功法 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场地 整个宗门 一定有一处 特别的修炼场地 一处或许会有很多云的地方 会有所谓 云如踩在地上的那种地方 此刻 云上天外 慕容仙拿起东西回应 喂 报告宗主 我经过各种气息追踪 宁丝最后消失的地方 确认是无门镜 确定吗 会不会是伪造的 慕容仙回到 如果他没有大数级别的左右手段 那便确实如此 不管是频率 波动 灵性 这里都有他的存在 慕容仙此刻内心不断思考 他真从境界走出来的 那为何当我见底他身上 却没有动手 一切都装大 贪图宗门那些功法 如果真是从那地方走出来的 现在全宗门目前最强的几人 都在看着他 或许也没用 清仙祖师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慕容仙感觉此时的思绪很乱 在思绪间 那头又传来声音 宗主 还有一件事 皇朝派去监视的罪奴 全部消失不见了 被灭口了 慕容仙问道 不知 在场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甚至他们还有余力 把所有东西都清除了 并且还把房屋打扫干净 也不销毁掉 我们怀疑有问题 并且经过我们探查 无门镜里 很可能有东西跑出来了 那群罪奴建立的村子 真的是刚好对应着无门镜的门 但异样的气息 没有一处越过罪奴村子的 如果他们不是死了 那么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还有 根据二祖渝听兰队长 跟着沈颜沈灵打成一片 询问的信息 那两个小孩子说 自己就是来自石头村 沈列的确对应的是 这个罪奴的村子一人 谈话中提到 宁斯是就土城招收弟子 前一天到达的村子 两人说自己从小就在村子的 他们两连自己父母都不知道是谁 只知道村长爷爷 但是根据皇朝给的罪奴名单里 没有沈颜跟沈领两人的存在 罪奴里根本就没有小孩子 皇朝那边也不知道 算了 算了 罪奴消失信息 问问皇朝咋回事 真不知道皇朝那些人怎么看的 探查的情报 汇报给智囊团 让他们分析 我不听 我不听了 再见 慕容仙打断那头的声音后 直接挂断 早知道就不当宗主了 为什么我一当宗主这么多事啊 然后正要离去 喂 什么事 宗 宗主 不好了 本来就烦的宗主 此刻很生气 怎么不好了 我好得很 不 不是 宗主根据你给宁斯吃的紫环 母环传来的环球波动 他的思绪波动 已经超越技术器的上限 至少在这个世界 存在了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天使 什么玩意 活了多久了 几百万年不止 他怎么活的 开挂了 我靠 你们还让我拿箭指他来着 你们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宗主突然爆起 这智囊团的诡计划 真不能信 但又想了想 还是信吧 宗主 我们数据目前还没有错误过 宗主和各位长老也测试过了 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 那我们按照结论为真来推断 从古传记录 其实还是有很多种可能的 并且按照刚刚探查组传来的信息 宁斯有极大的可能 是从无门进出来的人 那说明 这样的数据再正常不过 但是又打断了 我们刚刚分析最大概率的结论 又多出了几分可能 说了半天 什么结果也没有 烦死了 你们继续讨论 给个方案给我 顺便信息传给那些老头子 现在的慕容仙 看了多久 宁斯身旁叠了几十本功法 哪怕看不懂 也这些都看一遍 轰隆隆的石门开门声音 吓了自己一跳 师兄 用膳了 一个小道童走进来 哦 你是 此时宁斯突然想到 自己还要吃饭的 不然要饿死在这里 宗主还是想得挺周全的 师兄 我是池云宗外门杂役弟子 耿丁 从耿丁口中了解到 杂役弟子 就是专门干宗门一些杂物活 比如宗门的伙食 打扫 喂养灵宠 当助少 或者仆从之类等等 按照难度来说 这个世界极大部分人 都很难成为灵修 每位宗门外门弟子以上 都有一名专门小道童服务 当然如果有的弟子不需要 或者自己带有随从 但宗门安排的小道童 经过培训之类的 一些宗门事务 知道的多一点 耿丁选 就是外门弟子的随从 仆从杂役 大部分是宗门招收的贫苦孩子 有的是那些无法踏入灵修的 有的会自愿 去当一些弟子的道童 毕竟在宗门主仆关系这么久 如果可以 哪天主人有能力后 或许会念在主仆关系 想办法让自己随从 也踏入修行 不过机会很渺茫 但谁又不想成为灵修呢 所以 你是我的专属随从吗 宁斯边吃边问道 专属是什么 昨晚陈长老专门找到我 说给我安排了一个师兄 耿丁也是小孩子 不过看起来应该有十二 三岁了 吃完后 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宁斯洗了一下脸 随后 耿丁就收拾东西离去了 昨晚看了很多功法 但都无一例外 都没有学会 然后就看着看着睡着了 灯是长明灯 里面没有窗户 对于外面 没有什么时间观念 于是继续拿了几本功法 继续修炼了 就算没有炼会 也对这个世界的功法体系 有大致的了解 此刻 又过了几日 可我怎么还是学不会 宁斯已经找到普通的入灵功法了 但是 哪怕最简单的 只要观摩图文一段时间 就能学会的东西 自己硬是研究了几日没有明白 最后 他看到了一旁 凡人武学 攻类 这一栏上 写着四个大字 很好理解 就是普通人都能练的基础招式 不过如果是普通人 很多易用不出来 只有灵修 才能完美融入 看到了两本理论上 性价比很高 要求极低的功法 还能搭配灵修的两本兵器基础招式 水仓金云剑 由池云宗剑师感悟出来的 凡人剑道武学 练道大成 拥有灵和雨晨 一朝一世 可卷起水雾行翼 这个自己运和着的 猛虎十一刀 也可以叫猛虎刀法 里面写的挺多 记载是凡间收录 三十三世 十一刀 刀刀沉入 先手绝杀刀法 拿着场地的兵器 就开始练着基础招式 不知多久 可以练会 不然宁斯还认为 是自己体质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自己根本就没啥练灵法的悟性 石门的轰隆声传来 师兄 该去纵门考核了 这时耿丁跑来 好 他放下各种灵法归位 接近五日 宁斯凭着死记硬背 记住了两本 凡人武学上大致所有内容 这是真的很痛苦 曾经自己上学 可被一篇课文 一个星期都没备会 为了走向人生巅峰 我不择手段 系统不绑定就算了 天降大任于 门口关闭后 发现门口 也只不过是一条昏暗的通道 对着耿丁问道 我们怎么出去 我们只需喊一声 福爷爷 我们要出去了 然后宁斯只感觉眼前一黑 身体被什么抓住 经过不多时拉扯感 当眼前在亮开时 一道道清风拂过 两人站在一处 绿油油的山顶上 云雾缭绕 第一次见这样风景 感觉好美啊 呼吸一口 都是重获新生的感觉 看了一下 这里的山都太高了吧 都不见底 宁斯问着 话说 我们怎么下去 师兄 等一下就来了 然后跟着耿丁四处张望 天际滑来一道巨大身影 突突突 一顿撞击 差点把两人撞飞悬崖 原来这片没有长草的区域 是这样形成的 看清东西 是一台带着巨大机翼的白色飞机 螺旋桨呢 没有 如同一条船安了两片机翼 甚至整个机身按照自己感觉 也不是很符合那种流线型的动力学 师兄 这是云州 坐上它 我们就能飞向天空啊 耿丁把还在思考的宁斯 拉上座位 看着驾驶员 不是穿着道袍 穿着一身接近前世的上下装 还戴着护目镜 自我介绍一下 见习云州学员 景行之 正如名字那样 我是一位稳定的飞行学员 总有一天 我会开上破云舰那样大型飞行器 两位系好安全带 一位青年女生说道 宁斯反问着 你为什么介绍 然后看着景行之 还帮忙给自己上了十几道卡扣 不过想着 为了安全吗 这么多是正常的 嗖嗖嗖 突然的一股推背感 云州直接一飞冲天 不要怕 我的技术是很稳定的 我对于气流的感知 已经达到人空合一的地步 景行之一边说话 一边秀着操作 突然云州直接上下颠倒 倒着飞了起来 啊 啊 耿丁倒是大口 大口吃着空气傻笑 总感觉不安全凝丝 此刻死死抓着前面把手 我感觉有点恐高 我承认你很厉害 能不能慢点这速度 突然的一阵向下俯冲 让他是没有一点安全感 这要是摔下去人 要被砸成肉酱啊 什么鬼啊 自己才刚记住那种修仙功法呀 我可不嫌自己命长啊 速度的提升 逐渐连前面视线都分不清的时候 连带着耿丁都开始害怕了 那 那个 姐 能不能慢点 看着几人直冲消失在天际 此时后方不知多深的地下空间内 宗主身影缓缓出现 拜见宗主 你们谁派 之前有坠机情况的学员过来了 一位躺在椅子上挑着牙的老头 还一边哼着气 怕大家 没有注意到他 最后一位戴着眼镜的青年 上前说道 其实是我们一致讨论 让一位飞行技巧 看似非常危险 并且 一定要速度极快的学员前来 发现 只有被许多弟子投诉的警行之 有这个能力 然后 告诉他 把所有本领展现出来 有更多飞行载据 我们认为 冥司如果经历更多出乎意料的事 露出的破绽就越多 慕容先看了看是智囊团的 就没说什么了 俯老 这半月 打扰你休息了 你认为 死子怎么样 不论天资 物性 毅力 定力 魄力 净心力 都是属于下下等 比凡人还不如 你不说是圣子 我还以为 来了什么粗俗爷子 老头生气的回道 第一次听你评价人 没想到如此不堪 慕容先笑道 不 我在这里 不知多少年了 进出藏经阁的弟子 我都不知见了多少 哪怕我宗最差最差的弟子 他的悟性与毅力 也远超常人 气得扶老 胡子不停地被吹起 脸色发青 下一回不停地咳嗽 你确定这是圣子 哎呀 老福啊 这么大年纪了 就该好好休养 怎么能随便就动怒呢 慕容先笑着回道 然后向一旁问道 没有用什么感知吧 一旁戴眼镜的青年 上前回答 报告宗主 我们设相 主要动用镜片成像理论 光信号的捕捉 通过捕捉现实藏经阁中的光线 这些光线包含了物体的形状 颜色和位置信息 除了残存的灵力 并没有动用什么灵力 哪怕对方感知到 我们的残存灵力 也并不知道 我们在干什么 而且不可能拥有穿透物体的感知 哪怕就算拥有 也不可能知道 我们在监视它的一举一动 也只会认为 我们是在下方防守 宗门禁地藏经阁被偷到 或者保护的人员 结论呢 看着眼前一块屏幕记录的画面 一群人是反复观看宁丝举动 思考了许久青年 推了推眼镜说道 我们最后结论认为 他不是普通的入灵境修士 虽然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神情 姿势等等 都像是普通人第一次见到功法那样 但我们认为他伪装得太过了 基本上所有功法都看过后 他竟然连着背了两本凡人武学 接近五日 并且通过我们仔细地观察 他或许自己都没有 察觉到的破绽 在锻炼普通凡人武学的时候 他居然没有出过汗 并且 一连近半个月都没有如厕 当然这还有很多种可以解释的情况 但肯定不是入灵阶段 灵修可以做到的 一旁的福老在一旁听着 不断往额头上擦着 虽然自己也根本不可能出汗 自己原本是看不起这些 有的都不是灵修的凡人的 听着头头是道 感觉脸都丢光了 找个借口 直接说出去 透透风去了 这时 宗主收到最后通知 不必再监视宁丝了 太上一会最终结果传来 相信清先祖师预言 以压倒性多票赞成 当飞翔在天上的宁丝 被无数冷风吹醒的头脑 看着宗门的山巒 却发现严重的不对劲 这些山貌似太高了 在没有云层遮蔽的间隙中 经过极其广阔的视野来对比 这些山是真的有万丈悬崖 地球上最高的山才多少米 或许会默认地认为 这个世界挺大 但作为一个正常人身处 却想到了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会站在地球上 而不是飞在天空 那是因为万有引力 自己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抛了一块石头 看着如同跟曾经世界 差不多的自由落体 以为这个世界 也就跟曾经地球那么大 然后感觉那样测试 好像是不对的 早知道多读点书了 但是理论上 如果太大世界压力越大 人类这样的生物 应该会被引力压扁等等因素 而不能生存的吧 然后又给了自己一巴掌 都穿越了 还想着曾经学的 宁丝想了想自己 曾经十几分的物理 人家都开始修宪了 又想想 这是能解释的 师兄 你为什么打字节 旁边耿丁的询问 把宁丝拉回现实 好吧 没有螺旋桨的飞机 都能在天上飞了 或许是害怕了吧 小弟弟 如果你承认怕了 我就飞慢点 哈哈哈哈 前面的景行之大笑道 我早就说害怕了 你能不能刹车 我要下去了 我觉得自己走过去 也是可以的 现在宁丝的内心很崩溃 感觉这个世界全是人才 哦 是吗 刚刚风太大了 没听清 景行之大声叫道 不过 你现在说害怕已经晚了 因为云州根本就没有刹车呀 此时的两人 啊 啊 没事的 就快到了 此时 景行之驾驶着云州 俯冲向地面 到 到地府还是哪里 你俯冲向地面 会更快吧 无数云朵汇聚前方 但不像普通的云雾 非常浓厚 后面张大嘴的两人 塞满了云 也是第一次吃到了云 景行之大声说道 这次我们来一次急速迫降 没关系 只是接近我的历史记录而已 此刻宁丝内心 你就不能盘旋下降就好 想说出来 却是无尽的云雾 将自己笼罩所打断 下方的云朵排成长长的大口 就像冲进了一道 无数软绵的减速通道 伴随云雾的撞散 两人的哀嚎 啊啊 在一处草坪上 有惊无险的两人 跌跌撞撞下了飞机 不对 是云州 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两包钱袋 还有沈家祖传功法 没掉就好 至于陆凤送的项链 被沈灵带去了 两人赶快跑远 在一处地方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还回头看了一眼 生怕被追上来 要求再做一遍 宁丝内心大喊着 以后绝对不可能 再做这玩意了 师兄 下面就是考核的水云广场了 在一旁的耿丁 指着下面巨大的平台 还时不时的响吐 此时的宁丝 感觉身体状况还好 可能之前 宗主把自己带走的时候 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反而还比较适应 但是现在 精神有点下得不轻 看着下方的水云广场 可真宽阔 站在高处 也只能望见模糊的尽头 广场上 已经汇聚了一些弟子了 宁哥哥 宁哥哥 然后两个小小的身影 朝宁丝招手 虽然看不清 不过看见那硕大的小青 就知道是沈颜沈灵两人了 宁哥哥 终于见到你了 这几天 你跑哪去了 然后 两人抱向宁丝 一把推开小青 因为太大了 怕不认识耿丁一口吞了 说来话长 哎 哥哥我现在可是圣子呢 当然 你们不要传出去 看着两人一脸羡慕的神情 不由地感觉到一股威风 话说你们俩怎么发现我的 宁丝问着 带领我们的于姐姐 说 你今天也需要来参加宗门考核的 然后 让我们找广场上发光发亮的 就能看见你了 行吧 合着就是因为自己现在还是光头 半个月了 头发长这么慢吗 是生长不一样吗 不过也快了 这是我的道童耿丁 这是沈颜跟沈灵 拜见两位师兄 虽然耿丁比三人都大 但是 灵修对于凡人来说 就是传说中的先人了 更何况是池云先宗弟子 一般普通人 可是需要叫灵修为先长大人 耿丁身为杂役弟子培训时 教的就是叫师兄 宗门希望杂役弟子 也能成为灵修 哎呀 耿哥哥不要客气 宁思疑惑地思索着 准备干什么 您哥哥还不知道吗 带领我们的师兄师姐说 今天破云剑招收完弟子回来 准备抵达了 随后准备参加宗门考核 沈灵开心地说道 那好吧 我们在这等等 当黑影出现 这时 一艘遮天蔽日的巨剑 从天空显现 远看一小点 但谁都知道 它的无比巨大 破云剑落地 冲击的作用力 掀起中心处 一丈高的水浪 水云广场中心 坐落着一个庞大的人工护持 因为整个巨大的广场 都有是白石铺满 每块砖石 都雕刻镂空的花纹 水流可缓缓流入 刚下云周 那处山脉的瀑布河流 冲进广场 被干预的河流 平稳流过中心湖泊 最终悄无声息地 消失在广场的另一端 一对对持云宗护卫先行下来 这次是破云剑前底舱门打开 最后出现一些参差不齐的青年 服装各异 这些应该也是通过资质测试 新人外门弟子了 这次新弟子 大约有几千人 随着一位长老的号令 各位 全部到广场前边水云东亚来 其余无关人等 退出水云场地 沈灵扯着宁思的衣角 宁哥哥 考核马上开始了 随后护卫 扑从等退到广场边缘 各位 老夫池云宗外门长老习文心 可以叫我习长老 这次考核的试炼 由我主持 一道白幕逐渐四周升起 将众人笼罩在里面 放开身心 现在各位 都有完美入灵灵力 长老的声音传遍众人 完美入灵 宁思问向沈灵 好像新人弟子 都有师兄师姐教过呀 自己被关在那个藏经阁一样的地方 快半个月呢 就是满灵状态下 还能百分百负灵呢 这样 大家不仅有着入灵体能 而且 大家都根本 不怎么会累呢 宁思问道 这么厉害啊 那大家没有入境的灵修吗 一旁位新人弟子 听到三位小孩般新人弟子 过来笑着解释道 这位小师兄 自我介绍一下林修然 你没有了解过林修吗 一般这么年轻 能入灵的修士 早就加入池云宗了 并不会入境了 才来测试资质 哈 哈哈 看着居然有三个这么年轻的弟子 宁思看向来人 其身材明显高于在场的自己三人 显然是个青年 他穿着的衣物 虽然朴实无华 甚至还有些补丁 但掩盖不住 他那清秀的面容 和朝气蓬勃的气质 也是和自己一样 通过考核的新人弟子 你好 林师兄 我叫宁思 宁兄 好 我们大部分人 皆是接近成年的师弟 你们三位这么小的新人弟子 倒是很少见啊 毕竟一般年纪越小 与天地共灵的时间就越少 由池云宗颁布 林修公认人天共灵 最完美阶段为十五年 共鸣时间越短 资质一般来说会越差 几位看来 少年就能入境了 嗯 当然了 我现在就已经满灵了呢 沈灵炫耀着 宁思急忙拉住 咋夸两句 你啥都说了 林修然赞叹说道 原来小师妹这么厉害 哈 我有点自亏不如哈 这时 长老在上空说道 往下看 穿过一白松谷底 进入雪坡 然后到龙丘湖 进入湖中岛 最后登顶石云峰便可 我会在白石峰山顶等你们 路上没有规则 不论手段 我只看结果 谁先到达顶峰 来排名先后 很多弟子顿时思考这几句话语 然后长老又继续说道 登顶白石峰 第一人命为这一届大师兄 奖励宫沙类公法 莲池云掌公 赏温灵域 聚灵天青腰坠 养灵地 娇丘白山置顶独院 第二人 赏聚灵天青腰坠 优先选择娇丘白山请居 第三与第二同等 赏聚灵天青腰坠 请居选择刺猬 以此类推 第三往后的 只有寝室优先选择权 但是娇丘白山的巫舍 只剩下984间 虽然这次新人近3000人 但我相信 没人会失败吧 随后 西长老踩着白色大鸟 直接飞然离去 留下一道残留云雾 念完 貌似会有准备时间 但一声洪亮的声音 打断众人 响彻整个广场考核开始 大阵扩散 前面光壁 不断往前延伸 天空光照圆顶消失 被云雾取代 逐渐变为 笔直光雾的两边 逐渐看不清 所有人进入了云雾世界 众弟子顿时向前冲去 宁思还在听长老说的话呢 直接就开始了 就连有的人还在攀谈 结交朋友 不到一息的功夫 陆陆续续的几千人 朝广场前方跑去 大家还以为 长老走了 会有谁发号开始 或者有啥准备的 不过既然没有 就算了 众人都是瞬间反应过来 整个世界被云雾笼罩 都感觉自己 有使不完的力气 应该是自己的耐力加强了 突然发现 小青这么大的零售 是不是犯规了 考场规则呢 宁思问道 几人大眼瞪小眼 沈灵说着 我没看 那我更加看呀 宁思回想着 自己都被关了快半个月 直接就来参加考核了 这没有工作人员 没有来阻止 是合法的吧 但想想 这就肯定违反规则了吧 刚刚长老不是说没规则 那这些新人弟子 怎么没有不管了 此时 场外 面目刚正的执法师兄 看着通过画面 监督着每一位师弟 发现居然有人 敢在这么多眼睛的监督下 公然带零售 简直是千百年来 对持云宗的挑衅 正要去把宁思 这个违反规定的人 丢出考核 就被一旁长老拉住 嗨嗨 内心思绪着 这位是圣子啊 太上会的信息 发到每一位高层 那么 圣子有点特权 很正常吧 怎么了 习长老 那位弟子 不是违反规定了 您不是考官 作为纪律最严明的一位长老 被拉住师兄 看着习长老 习长老原本还装着不想听 对 我是最严明的长老 刚刚不是说了 考核没有规则 然后这位师兄 拿着考核规则 那长老之前 让我发给新人弟子 每人一份的弟子考核规则 对的 那位宁思的新人弟子 你给了吗 没有 刚正的师兄 想了想他不是早就在宗门了 理应别的指引师兄师姐告诉吧 那他没有违反规则 此时维护秩序的师兄 思考了很久 这时 看着身旁的其他弟子 都要跑没影了 顾不上那么多了 宁思喊道 沈妍 沈灵快骑上小青 我们也快追上吧 后面背部勉强够用 抓好了 小青冲啊 刚从藏经阁出来 闻讯飞来的慕容仙 想看看这些弟子怎么样 然后就看见圣子作弊了 喂 太上院吗 对面老头子慢吞吞地回应 什么事 圣子作弊了 对面停顿许久 这是我宗门首个圣子 有点自己想法是对的 宗主沉默许久 转身走人 此刻 在广场上 一声妖兽的嚎叫 前方的几位新人弟子 往后看了一眼 顿时停顿向几人看来 这带个这么大的妖兽 也是可以来考核的 作弊 作弊啊 裁判 裁判啊 前面的人不得不让路 后面的狼跟牛一样打 随着大阵的运行 哪怕现在的体能 已经超于常人 但那么大个妖兽 给撞一下 不得飞几丈远 受伤了 可不一定会自动恢复伤势 后方不断有人说着 广场很多人都看见了宁斯 作弊 作弊 然而飞速略过的宁斯 根本听不清后面在讲什么 嘿嘿 这位师兄 现场都有长老监视的 他这样明目张胆的 反而可能没有作弊 如果这样作弊 没人阻止 那可想一位弟子 停下对旁人说道 叹了一口气 然后又继续向前跑去 前方根本无人敢阻拦 小青速度逐步加速 超越一众弟子 后方都只能看到一道绿色身影 宁斯都感觉 小青的速度 都已经赶上猎豹了 还是带着三个小孩 不得不压制速度 此时 前方 诸多弟子 大眼瞪小眼 因为下面是悬崖 下面云雾遮蔽视野 根本看不清底部 这云怎么会这么密集 旁人问道 悬崖边许多粗大的长绳 一路延伸至下面白云中 不见身影 似乎表示 要借助绳子盘延而下 各位如此胆小 我就先下了 哈哈 一人说道 然后 那人抓着一条绳子 直接向下攀爬而去 众人纷纷跟上 抓着不同绳子而下 这时 终于要冲到广场边缘 看见有些弟子 在前方蜂蜂不前 随距离地不断接近 云雾的清晰 宁丝也看清了前方 前面居然是悬崖 立刻大喊道 刹车 刹车 不出意外 小青直接带着三人的呐喊 直接朝山下飞跃而去 宁丝望下一看 云雾都遮住了山底 你这什么傻 合着这悬崖落差 都有几千米 想着好像水云广场 还只是半山腰的地方 这种高度 只要不会飞 掉下去这次 是真只剩下肉酱了呀 啊 啊 这时的上方边缘 众星人弟子们 震惊地议论着 嘿嘿 那个 虽然第一人奖励很诱人 但我们 还是得根据自己的能力来 没必要直接就跳下去吧 是的 这位师兄说得对 刚刚跳下去的那位 敢于再入零七 就跳下万丈悬崖 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弟子 大家还在考虑 如何安全地下悬崖 虽然身体素质有所提高 主要是耐力增强了一些 但毕竟还是需要谨慎行事 没必要这么极端吧 啊 啊 随着几人的尖叫 砰 砰 砰 不断地有云层撞击散过 宁斯突然感觉 这好像有点熟悉 动 经过几百米的云层减速 看着逐渐聚拢的白云空洞 然后就摔落在了一层 巨大柔软的云层上面 好了 好了 没事 没事 吓死我了 差点还以为自己要挂了 话语甚至重复念叨几次来 确认真的没事 下次真不能让小青冲太快了 宁斯现在还心有余悸 差点这段时间 记忆都如走马光花般 在脑海中飞速闪了一遍 感受到脑子的疼痛 剧烈的心跳 不 没有心跳 反正自己还活着 然而 此时 沈颜沈灵两人都已经在玩蹦蹦床一样 跳来跳去了 宁哥哥 你说 这云什么做的呀 是软的 沈颜在这层特别的云层上跳着 不知道 我们离远点 不然有别人跳下来 虽然到这降落速度已经很低了 等会撞到我们就不好了 宁斯看着别处 我们找找 有没有别的出口或者提示吧 现在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不一会 宁哥哥 看这里 沈领叫道 宁斯过来看着 好大的白云滑滑梯 最后 几人顺着滑梯喊着 呼 哈 哈哈 慢点 慢点 等会要是前面 要停住 就撞一起了 或者有危险 就停不住了 宁斯对着后面两人说着 最后也是直接通向安全的地面 咚咚咚 一行人也是终于安全到了地上 哎呀 屁股真疼 摩擦了半天的沈颜说道 快快 我们继续 好像有人比我们还快 有人都进入到 前面巨大的白色森林了 沈领早就站起来 指着前面那边远处的人 我们走运了 大不对 应该还在我们后面 宁斯想着说道 快冲 还是让小青带着几人快速前进 逐渐靠近森林 才发现树木的巨大 跟古老的大山森林一样 并且 这里的古树 都有着厚厚的白朵 这里应该就是一松谷底了 看到远处的牌子 有写着一松谷底入口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黑暗鬼灵 白云迷灵 天下阵法出鬼灵 提示 树木会吃人 十步一回头 这是什么意思 几人蹲在牌子面前研究着 宁斯认为是需要研究一回 再进行下一步的 沈领想起 村长爷爷的故事书 有写过呢 说大地上一块禁地 叫黑暗鬼灵 凡是普通人 往里面走十步 就会迷失在森林里 但宁斯想着问道 呃 迷路可以理解 可是爬到树顶 不就能看见森林边缘了吗 如果可以飞 不是飞到高处 就能看清楚去的路了吗 哎呀 我也不知道了 我们快进去吧 沈领摇了摇头说回道 想不明白的几人 就进入了森林 一进入里面 天就黑了下来 茂密的白色古树 遮蔽了天空 一步 两步 嗨嗨数多了 宁斯往后一看 路口就在不远处 四条腿不好数啊 趴在小青身上 宁哥哥 你就知道 使唤小青 等会这次考核完了 小青我们继续去吃鸡腿 谈话间 光线越来越暗了 宁斯回头一看 全是黑暗 左右再一看 树都差不多一样 我差 路咋没了 这些树好像会动 趁我们不注意 就把来过的路挡住了 仅有穿插进来的 思绪白光照应 在貌似 只有一个姿势的白色森林 与林间的黑暗 形成强烈的对比 现在是白天 一松谷底 都如此的黑暗 不知道是风 还是树自己的晃动 让树叶时常发出沙沙声 宁哥哥 你是不是怕黑啊 突然后面的沈灵说话 把还在思考的宁斯 吓了一跳 立刻正色说道 怎么可能 我会怕这种 只是担心这么黑 小青不知道路怎么走而已 小青的势力 肯定比我们好的 沈灵回道 想着提示 没什么头绪 宁斯岔开话题 那书上有没有说进去了 该怎么走 村长爷爷说 有的灵修境界 感知会很强 就不会迷路呢 可我们刚入灵 明显境界还不够 这显然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 依靠运气吧 宁斯缓缓说着 沈灵这时说道 也不对 小青不一样 我看过村长书籍的记载 如同小青这样稀少的森林 可能都有非常独特的能力呢 我们不如直接冲出去试试 说不定 小青能直接带我们找到出路呢 宁斯回应着 是吗 小青 向前冲 如果你能带我们成功突围 我们再去吃好吃的 沈灵鼓舞着 随着小青的一声嚎叫 几人冲出了被白云笼罩的森林 宁斯心中暗想 小青真是外挂啊 这次只耗费了一些时间 就跑出来了 天空飘洒着轻盈的雪花 他们缓缓地落下 将整个世界覆盖在一片洁白之中 地上的积雪厚实而柔软 每走一步都会发出欢快的歌之声 就像是在演奏着一曲冬日的交响乐 突然间 眼前的世界被一片冰天雪地所覆盖 等等 等等 这次宁斯及时地让小青停下来 哇 宁哥哥 你看 下雪了 身后的沈灵 兴奋地接着飘落的雪花 真是太棒了 竟然真的下雪了 几人下来 停下脚步 好奇地四处张望 宁斯却疑惑地说道 这里都冰天雪地了 但奇怪的是 居然不是很冷暗 三人继续前行 前方的景象 让他们停下了脚步 眼前是一道万丈悬崖 尽管雪花不断飘落 但没有云雾的遮挡 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 几千米之外的终点 终点的标志异常醒目 就像赛道上冠军的红气球一样 上面写着巨大的终点两个字 让人无法忽视 在悬崖边 他们看到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来一场滑雪吧 宁斯小心翼翼地走到悬崖边 滑雪 这简直是在挑战极限 哪怕自己敢滑 看着极远处下面 那一块块黑色的覆盖 可能有几百米距离的乱石堆 这是拿命去赌 不会撞到 几人看着旁边的小船 这就是滑雪设备吗 宁斯说着 感觉设计成棺材 更加合理 随后又看了看这个绵延 至少几千米的悬崖雪道 稍微能借助参考的 就是那片乱石堆了 之后 下面的能见度急剧下降 只能看到一片茫茫的白雪 直到终点的标志 出现在视野中 在往远处 则是上坡 被白雪覆盖 天地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看不清了 我们似乎比其他人领先了 宁斯身为两人的领导者说道 或许我们应该等待 其他新入门的弟子赶上来 看看他们如何应对 不过沈灵沈妍 两人疑惑的眼神 宁斯感觉 还是自己分析吧 又继续说着 要不走下去 不行 不行这个角度 跟直接摔下去一样 反而全是大雪 根本没有攀爬点 又看了看旁边那些 准备好极多的滑雪小船 心中疑惑 难道是要让所有弟子 都尝试滑雪 还有这么多人同时冲击 会不会引发雪崩 用力跺了跺脚下的雪地 感受到雪层异常厚实 正当宁斯疑惑之际 突然 一个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你们怎么会如此之快 几人迎着风雪看去 只见身后的森林 已被冰雪覆盖 在这片白茫茫的世界中 不同颜色的物体 显得格外醒目 一位英俊的青年 身穿会有龙莽图案的衣袍 腰间挂着几块 类似玉佩的饰品 来到他们面前 自我介绍道 各位师兄弟好 在下苏川 苏兄 你好 宁斯 宁斯也学着回应 没想到几位年纪轻轻 悬比在下还快 苏川说着 又震惊地对着几人问道 咦 你们怎么还带了灵兽 这个 呃 嗨嗨 几人支支吾吾 苏川陷入沉思 自言自语 难道我的研究方向错了 规则中明明写着 不能带灵兽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 他想了许久 最终放弃猜测 然后摇了摇头 没想到 宁兄 能从规则中找到漏洞 真的是天才少年啊 他回到最初的话题 没想到 宁兄 我原本在水云广场时 就是第一名 却没想到 还是比你们慢 苏兄 你也是 直接跳下来了吗 宁斯询问着 苏川回答 不 我先是用绳索下山 当时就在想 会不会有什么技巧 当我看到悬崖洞窟中那些 我早就发现了 每隔十步的奥秘 几乎是直线穿过了那片森林 没想到 还是不如你们 但时 宁斯有些不理解 苏川沉思了片刻 然后笑着对宁斯说 看来宁兄对迟云宗的考核不太了解 让再下来 为你介绍一下吧 迟云宗的考核 可以说是十大宗门之中最简单的 或者说 几乎不会有人因此受伤 只要通过了迟云宗的资质测试 基本就能成为迟云宗的外门弟子 这样吗 为什么 宁斯好奇地问着 苏川不紧不慢地说着 尽管池云宗的弟子考核 看起来很简单 但他依然能够培养出许多灵修强者 在下研究宗门的考核很久了 我认为 这些考核 主要是为了体现人的几种能力 比如 水云广场悬崖处 若能粗略看出技巧 并敢于直接跳下万丈悬崖 这便体现了歹实 而天下阵法源头 和样鬼灵中的弱化迷阵 在下认为 那一关考验的是智慧 只要不断试错 最终也能走出来 只不过会耗费更多时间 宁斯听着苏川的讲解 似乎有所领悟 问道 那苏兄认为这一关考核的是什么呢 宁斯觉得 一个人走向成功 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苏川试探地问道 我不知道 宁斯索性回答 苏川继续说 根据你们刚刚的尝试 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别的提示 提示也不会藏在很隐蔽的地方 来参加中门考核的 必然会有像你们这样 年纪不大的孩子 当然 在下并不是贬低你们 能在15岁之前 通过资质测试的 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现在 尽管风雪交加 我们却能一眼看到终点 在下认为这一关考核的是勇气 宁斯听后 思索着念叨 勇气 苏川笑着说 或者说 这也考验了一定程度的团结 要不要试试 他提议道 怎么做 宁斯问着 当然是大家一起 挤进一艘小船 然后滑雪而下 苏川回答 什么 宁斯震惊了 几个人一起的重量 在这几乎垂直的雪山上下滑 难以置信地回应 这和直接跳悬崖 有什么区别 哈哈 明兄应该知道 重量越大 在这种斜坡上的速度会越快 如果最后那一段 不是雪呢 苏川自信地说 正如我之前所说 千百年来 池云宗的考核 从未有过死亡事件 在第一关悬崖的时候 你跳下悬崖 不也没事吗 苏川走到前方 爬到悬崖边 用力将整只手臂没入雪中 直到几乎没入到肩膀 才勉强摸到坚硬的底部 前面这层雪 应该是提醒 不能走 因为 如果不是滑下去 很容易中途 就被淹没了 他继续说 你应该可以看出 这完全是从底部 一路堆到高山的大雪坡 这种坡度的雪山 如果能勉强爬到半路 反而会陷进更深的雪地 这种没有岩石做基石的雪 却这么厚 应该用了灵法 只要接触面积 大于一平方 承受的重量 将会极大增加 平方 宁斯突然想到 这好像是曾经的计算单位 苏川顿时用手比划着 这是一个非常正规的计量单位 宁斯可能不知道有多大 哈哈 宁斯当然知道 但他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算了 超出预料的事 已经不是一件两件了 回想着苏川清晰的分析 联想到之前熟悉的云层缓降 宁斯进一步询问着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再看看 接近千米后 就是乱石堆 再经过几百米的乱石堆 虽然仍然一片白茫茫 但明显感觉不同 底下那可能不是雪 然后就是平行过去 直到远处那边上面 显眼的巨大两字了 苏川指着前方 继续分析 看到最远处那下面的深色雪白吗 那是因为角度转向 才会逐渐产生视线偏差 在下感觉到 下面会有需要飞跃的地方 最后坚定地说道 其实雪山只要不是垂直 就能滑 按照重量 至少两个人一条船 应该可以成功飞跃 并且 按照概率来说 减少一半的船 反而会降低撞到礁石的概率 至于你的灵宠 可以单独一条船 怎么样 要试试吗 苏川看着前方 充满信心地说 宁斯用力拉扯船体 感觉不到会有崩坏的迹象 摸着下方的平滑软体 回应道 可以试一试 苏川高兴地说 哈哈 宁兄 相信我 不会错的 几人经过一番商议 最终决定 由宁斯和苏川 同乘一条小船先行 紧随其后的是 小青独自一条船 最后 沈妍和沈灵在跟上 沈妍 沈灵 等我们下去确认安全后 你们再把小青推下来 好的 两人点头答应 随着小船逐渐靠近悬崖边缘 宁斯和苏川鼓足勇气 跳上小船 由于前方悬空 船体随着重量的增加 开始向下跌去 寒风呼啸而过 不断平稳地向下滑行 速度逐渐越来越快 射速度 风雪都要逐渐吹得 自己睁不开眼 尝试睁眼看着前方 逐渐看见 极远处前方 那突出显眼的大石块 宁斯不由地惊出冷汗 这是绝对要撞上了 我们是不是要翻船了 试图让船体转向 宁斯努力地想一侧压去 但是 在这几乎垂直的悬崖上 以这样的速度下滑 转向是不可能的 这一刻 他甚至都想跳船了 根据自己的肉体 在这雪地 顶多滑个几百米 撞点岩石就会停下来 应该不会丧命 而苏川坐在前方 镇定自若 绝对是假的 不然就不公平了 还未等宁斯细想 小船就已经碰上了岩石 然而 苏 急速地冲过 产生风声 岩石是幻影 小船毫无阻碍地 冲过了乱石堆 各种岩石的黑影 不断在眼前闪过 反而感觉自己 撞上了许多黑色的云层 这感觉就是 对了 就是当时云州降落时 吃到的那种云层 身旁的一切 如同乘坐时光机一般 黑白交替 这一刻 短短的时间 已经冲了不知道多少米 只要这乱石堆是假的 宁斯深呼了一口气 那就平安无事了 碰 突然 小船像冲进了云层 就像云州那样 经过一处的巨大减速地带 晃 感觉是船体的剧烈减速 前方的苏川喊道 不对 看样子 并不需要速度 这云层的减速不够 命凶 飞跃的地方要来了 这时 上方的沈炎跟沈灵 早已看不见宁斯跟苏川了 小青 走了 两人推着小青滑下去 然后拖来一条船 也跟着滑下 他们大喊着 冲呀 碰 一声巨大的撞击声传来 宁斯差点脱手 这是极高速度 撞到转换角度的弯道 向上俯冲的斜坡 所产生的声音 然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已经飞向高空 突然 苏川的声音传来 命凶 跳 宁斯虽然跟着脱离 但还是被甩了出去 他感觉仿佛飞了几十米的高空 大声喊叫 啊 啊 砰砰的 仿佛碰撞了许多的云体 然后一头栽进白色的雪地 他摸着周围 发现是软绵绵的白云 只要高点的地方 原来这里 都是类似雪地的减速云层 如果没有这些云层 自己就跟摔向地面没什么两样 晃着脑袋站起身 宁斯的思绪 还未完全整理 突然间 空中掠过一道黑影 紧接着就听到沈颜和沈灵的惊呼声 啊 转眼间 小青已经飞到前方 站起身来 飞奔着跑向宁斯 看着沈颜沈灵两人 又是稳稳地落地 不像自己摔得东倒西歪 苏川在后方拍打着身上的雪 笑着说道 哈哈 明兄 其实这船一人做也行 我计算失误了 我本以为 这里应该类似大湖的云层 需要飞越一段距离 否则弟子们 可能需要自己有一段时间 看来最后那段冲刺滑坡 也是个障眼法 哈哈 他看着小船 肯定地说 的确 这小船在那个雪道上是 绝对不可能翻的 苏川注意到 船底没有灵性的设计 似乎在寻找某种灵性的迹象 宁斯还有些晕头转向 人面前又是一道上坡 得加快速度了 他感觉 他们这一行人 应该是非常快的 冲啊 沈颜和沈灵 似乎没有听到宁斯的话 兴奋地喊着 向上跑去 终点 终点 他们站在那直达天际 刻着终点两字的白色大柱下面 靠近了才意识到 这柱子有多么巨大 宁斯随后叫着两人继续向前 但此刻的胜利感 让他们充满了动力 宁哥哥 太好玩了 随着几人上来 雪逐渐消散 似乎 雪只是落身后那片大地 踩着白茫茫的岸边 当几人向前看去 一个巨大的白云湖泊 映入眼帘 不 只是天地是白的 所以 水面倒映如同白云湖泊 下一个地方是龙秋湖 这湖大道看不清对岸 通向天地的云雾 宁斯对于这个世界的奇观 已经感到震撼 不知道多少次了 这怎么走 游过去 这时 突然想到 自己不会游泳啊 不然 宁斯也不会来这个世界 完全就是一个汗鸭子 哪怕现在已经是灵修 好像对游泳没什么提升吧 宁斯现在是不想再被淹了 并且 这湖深不见底 就算是白茫茫的湖底 对于他来说 也感觉有很大的阴影 明哥哥 好像我们现在踩的地方 就是龙秋湖岸了 沈颜看见远处 插在地上的牌子 那么 湖中岛 就是在这个湖的中央了 我们游过去就到了 看看提示 宁斯回应着 然后过去查看 龙秋湖 来场游泳吧 他看着这提示 最后疑惑地问着 那个你们俩会游泳吗 我还不会呢 沈颜沈凌不解回道 很简单的呀 应该人人都会吧 这湖里会不会有什么水怪之类的 你们不怕吗 宁斯担心地问着 苏川思考道 宁兄放心 这既然是考核 肯定没有什么危险的 苏兄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宁斯看了许久 最后询问着 苏川想了一会 方法 看似就是游过去 提示倒不会骗人 好吧 最后几人 也是探讨无果 那宁哥哥 就继续骑着小青吧 他肯定会游的 沈凌说道 然后 沈颜跟沈凌就带着小青游到了湖里 宁斯还是趴在小青背上 缓缓游去 苏川还在后方解开衣服 往一旁丢去 还好只是脱了几件身上爱试的长袍 然后跟上 几人到了湖里 在远处看去 就像几粒沙子落进了庞大的湖泊里 渺小无助 宁斯趴在小青背上 还是会有水逐渐浸湿衣服 不过稍微能作为几人的导航 随着时间不断流逝 都不知道游了多远 感觉似乎都游了几千米了 幸好并不会很累 这么远 你们还有体力吗 宁斯看着游了一段距离 凭借现在势力 已经可以勉强看清远处的山峰了 好像目测还有好远啊 看着还有至少几千米 主要这里的云雾 好像特别多 很多地方都看不清 宁哥哥 没事 我体力还有很多呢 好像在这阵法之中 一直有灵力补充 一般不会感觉到累 沈颜边说边游着 看着两人类似自由泳 腿部保持身体平衡 鞋条双手滑水 小青带着宁斯过湖 就有点慢了 不过小青可不是狗袍式 小青的腿部 并不是狼的四肢一样 整体细小 反而有点宽厚 加上牛一样的体型 是非常大的 前肢滑水 整体倾斜 后肢在水里 有时滑水保持平衡 不过带着他游的 并不快跟沈颜两人差不多 只露出颈部与头在水面上 勉强能抱上 这时 后面的苏川回应着 不行 哪怕有源源不断的体力 我只是略懂水性 快到极限了 一直在前方指引方向的宁斯 才注意到苏川 苏兄抓住小青的尾巴歇会 立刻让几人停顿 随后 经过交流才知道 苏川之前根本不会游泳 刚刚之所以在后面 是因为想看看 两人怎么游的 一直闷声跟在后面 以为他胸有成竹 没有歇息的他 竟然都快跟了半小时 不过现在似乎有些体力不支了 扶住小青 苏川才得以喘息 没事 在下只是想看看 这体力的极限在哪里 不过 貌似有点撑不住了 居然从来没有游过泳 根本不怎么会漂浮 苏川仅仅只是用了一会 记住了沈岩沈灵怎么游的 就跟了这么久 宁斯不游的错愕询问着 怎么办 看着远方 这好像还有着很远的距离 好像根本不可能成功吧 不可能会这么难的 如果是不会游泳的人 不可能还能游到 对面那座大山的 一定有什么苏川 缓了会沉思的说着 但话未说完 前方有到接近 一丈高的浪潮袭来 一直注视前方的宁斯 惊呼地喊道 等一下 前面好像有浪潮啊 几人也是猛 浪潮 定睛向前一看 一丈高的水浪 哇 还没说来完 尖叫着的浪潮 卷着几人 朝刚刚大坝岸边拍打去 碰 一段时间后 他们被裹挟着 甩在柔软的岸边 几人躺着在白茫茫的岸上 呼 这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浪潮 宁斯晃着脑袋起身 休息了一会 大家终于缓了过来 苏川说道 我们需要立刻向前游去了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苏兄想到了 宁斯回应着 对 如果没错的话 这关考验的是毅力 宁斯仔细想了一会 毅力 我想问 这关是不是对没有过勇的不公平 这个世界会有绝对的公平吗 苏川笑着说道 宁斯沉默着 之前在滑雪时 撞到乱石堆 那种速度情况下 无法改变 完全是靠运气 所以如果那乱石堆是真的 运气不好的话 这根本就不公平 苏川缓缓说道 如果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 遇见了生死仇敌 你发现他的境界比你高 他会压低实力 来给你拼杀吗 不 根本不会 在这次考核中 游泳这最基本的东西 你没有掌握 你希望别人也不会 就像不努力的难民 奢求富人给两人一样的财富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 缓缓思绪 苏川随即说道 不过 其实 宗门已经最大努力地给了公平 刚刚的浪潮 不可能会把我们推这么远的 理论上应该会打到谁里面 我感觉到了 身上不同的气息 所以 凡是第一次下水的人 都会再次被推到岸边 也就是说 会给大多数人一次 获取平等的机会 若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掌握游泳 那么将会一直浪费时间下去 然后苏川叫上 还在沉思的宁思 一起赶快游去 宁兄 实际上 我们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稍后 你在上方观察 必定会发现陆地 所谓湖中岛 其意必然是 湖中央有岛屿 而海浪 拍戒而来的时间 对于刚学会游泳的人而言 定然是不足的 苏川已逐渐适应 他在前面边游边说道 这个岛屿应该也是白色 利用了天地一色的误差 让我们误以为 需要游到对岸 但算算时间肯定不够 就会被再次拍寄来的海浪打到 很容易会让人产生放弃的想法 所以 这关考验的 一定是毅力 所有其实 成功很近 然而此刻的宁思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是否要下水尝试一番 见宁思毫无反应 苏川再次问道 宁兄 宁思这才回过神来 哦 哦 好的 罢了 若是还想尝试 没有自己引路 再加上拖累 必然会再次浪费时间 此次趴在小青身上 仔细观察着 尽力让大家 直线向前游去 这白茫茫的一片湖 犹如大海一般 如同没有止路的灯塔 小船便会迷失港湾的方向 在长时间的奋力游泳之后 终于可以望见 前方极远处的山影了 就在这时 苏川喘着气说道 宁兄 我们得快点找找 尽管我已经做足了准备 但现在 我的体能明显开始下降了 好 宁丝回应道 此时 在不断观望中 突然宁丝注意到了前方 有一片更明亮的陆地 像一片白云一样 漂浮在水面上 随后喊道 看见了 就在前面 最终 几人游到了 那片白云般的小岛上 上岸后 他们发现 这是一块漂浮在水面上的小岛 形状宛如白云 上面刻有奇特的纹路 正面朝向他们来时的方向 呈现出扇形的图案 上面 还刻有零二的字样 这应该是 某种计时装置 我们恰好在浪潮喷发前 到达了岛上 苏川观察后 推测到 感到身后 似乎有人跟随着 为了不浪费时间 决定在岛上稍作休息后 就继续前进 尽管对岸还有些距离 但凭借如今的体力 成功似乎就在眼前 继续下水后 不过这段湖底 一会就有一些气泡 有大有小 有的大气泡 甚至干扰了几人的游泳方向 气泡浮上来 发出阵阵波纹 大部分气泡 还未浮出水面 就被吸入了 那块扇形的广场 就在这时 后方的白云广场 突然汇聚起 一道脊杖高的浪潮 然后有灵性般的 推向白龙湖岸去了 仿佛是两股不同的水流 宁思回头望去 发现浪潮 也带动了 后面几人的水面 使得他们摇摆不定 突然想到 苏兄 你说这湖底 会不会真的藏有龙 宁兄 这个世界 哪有什么龙 除了古籍记载 在下并没有见过 所谓的龙 那边巨大的场地 可能是气体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会触发某种阵法 苏川沉思片刻后 笑着回道 当水面恢复平稳后 几人继续向对岸游去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抵达了对岸 呼 总算是到了 宁思忍不住感叹起来 尽管根本没有费一丝力气 但趴在小青背上时 也能感受到 湖水中暗藏的惊心动魄 不禁被吓得 冒出一身冷汗 向前望去 只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赫然矗立在眼前 这应该就是石云峰了吧 这 这得有好几千米啊 宁思抬起头来 不禁有些担忧地问道 不会让我们 爬这么高的山吧 一旁的苏川文言 转头看向旁边的石碑 念叨 石云峰高约八百丈 山体裸露在外的巨石 皆灵循坚硬 石云峰 来一次爬山吧 提示 成功只不过差一步罢了 两人说着 宁哥哥 好像就是爬上去啊 啊 这么高 怎么爬呀 我有点恐高啊 看了一眼 宁思只感觉 虽然自己已经超越常人了 但是自己 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哪还有命 这山太高了 正常徒手攀岩到 几百米的高度 就会有风向 温度 天气的原因等各种问题 更何况是不熟悉的山体 而且也没爬过这么高的山啊 甚至都没有见过 落差这么大的悬崖 宁思内心不停地阻拦着 好歹来点保护措施吧 看了看很高处 才有一些淡薄的云 这没有当时的云层缓降吧 肯定是不能接住自己的呀 宁哥哥 你看这里很多凹凸不平的 这山很容易上去的了 而且我们都不会感觉到累的 怕高到时不要往下看 就好了 沈灵已经到了山脚下 对着宁思说道 并且对着表面岩石都看了看 随后宁思还是想了想 问向懂得比较多的苏川 苏兄 有没有想到什么办法 苏川看了会 这关也是有明确的指示 但却极其危险 貌似发现 没有任何保护 表达的提示 就是需要自己克服困难 向上攀爬 那么这一关可能就是自信 自信 对 虽然我们目前的实力并没有多强 但有着很充足的体力 只要把握好 或许所谓的高山 并没有那么困难 苏川沉思着 根据苏川的说法 宁思开始思考起来 或许自己真的应该去尝试一下 毕竟 池云宗的弟子考核 被认为是全天下 最为容易的宗门考核之一 每次测试 不仅极少出现伤亡情况 而且 几乎每个人都能够通过 这样看来 宗门显然不会设置 只是需要一个成功的品质罢了 最后 宁思意识到 自己连沈灵一个孩子都不如 可是有着成年人的心智 如果这都不敢尝试 那也太丢人了 好 我先试试看 并且想到 自身的力量 应该要比所有人都要强 即便在没有成为灵修之前 本身的身体素质 都远超普通人 伸手触摸了周围的山体 确实感受到了 其坚硬程度 远超一般山崖 凭借宁思目前的实力 如果遇到硬度不高的碎时 可以轻易地 将其掰成两半 宁思尝试着 然而 当双手触及到山体上 任何一点突出 或凹陷之处时 仅凭指尖的力量 就能够轻易地带动身体 向上攀爬 不禁心生感慨 这好像很容易 可当宁思抬头看了一眼 高耸入云的山峰 顿时 又感到手脚无力了 要是等会自己稍微手抖了一下 不就掉下来了 这么高 总有自己失误的时候吧 这能不能来点保护措施啊 只见宁思爬了一点 高度又问 那个 小青怎么办 他也不会爬山昂 几人看着他 爬了一会又停下 没事等会上去 让长老安排人下来 把小青带走就好了 明哥哥 快上吧 沈灵又给着打气道 好吧 那我上来啊 宁哥哥 加油 宁哥哥 加油 沈言沈灵两人在下面助威 这里明明用着汉语 大致的普通话 却有着一股古代的气息 让他都感觉 这个不同世界的真实性 嗷嗷嗷嗷 就连小青都在喊道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加油的意思了 苏川又补充 明兄 加油 记得不要长时间看周围 这天地一色 很容易误导 要是失神了 很容易就脱手了 宁斯在上方回应着 好 好吧 在下也上去吧 苏川正想 也要爬上石云峰 然后就被沈言沈灵 两人扒拉住 苏川尴尬地问道 请问两位这是 让您哥哥当第一 你等等 而苏川也是一脸茫然 其实我对明次没有太大需求 连池云掌宫 虽然是主流近战功斧绝法 但我不喜欢用掌法 至于天青巨灵腰坠 自己有家族的本命 互服莫双所领域 比一般的养灵好多了 而且 养灵就一样多了也没用 反而容易出现灵物对冲 并且 那个娇丘白山的养灵效果 其实都差不多的 只是长老调动大家积极性 所列出的排名罢了 村长爷爷说了 外面长得帅的人 最会骗人了 沈灵回想着 你们这是夸我 还是损我了 罢了 我在下面等 失利失妹 先放开我好不好 苏川一阵无语 我们刚刚不是相处的 不是挺好的吗 两人还是不松手 宁慈听见下面在争吵 沈炎沈灵怎么了 宁哥哥 快上去拿第一名 我们帮你抓住苏川 沈灵大喊道 他大声喊着 快放开人家 我们可是同门师兄弟 这时苏川无语着回道 嗨嗨 在下认为有理 我们是同门师兄弟 两位失弟失妹 何故抓着在下不放 还有能不能让这位 小青灵兽的嘴 不要张那么大 两人不仅抓着普川 小青也在比划 怎么才能一口吞下去 不行的 这种大家族的子弟 水性不懂 那么肯定会轻功的 峭壁险境 肯定有更好的方法 宁哥哥 你快上去吧 宁慈现在也是攀岩高度 集中注意力 失误可就是小命了 现在就爬了十几层楼高 连照顾自己 都有点困难了 只能大声让他们同门师兄弟 不要互相干假了 现在得稳住 越快上去 失误几率就越小了 当几人看着宁慈的身影 逐渐逐渐消失在天际 这时 沈炎沈灵两人 才跃跃欲试地说着 那我们三个比比看看 谁先到上面吧 在下根本不会什么轻功呀 师弟师妹 在下哪怕会点轻功 哪是在这种高山悬崖处玩 苏川表示非常无辜 不过后方突然来了一位青年 各位师兄弟 还在等什么 不如我就先上了 后面跟来人发现 居然是在水云广场广场上 认识的两位年纪较小的沈炎沈灵 林修然想着 自己可是一刻不停歇 破出了不知道多少的障碍 没想到 还是落后这么多 虽然有些惊讶 但这是考核 名字不能让给别人 严霸 虽然不懂目前什么状况 但也迅速地 随后在一旁向上爬去 沈炎沈灵两人一看 居然是水云广场搭话的那人 也是迅速跟上攀爬白石峰 向上追去 要被坐收渔翁之力了 小青一旁乖乖待着 等一下叫人接念 随后 苏川则是跟在下面 不紧不慢地轻声道 师弟师妹可要快啊 不然第二第三就得不到了 两人身形小 就会有一些弊端 很多稍微高一点的位置 可伸手攀岩不到 但是沈炎沈灵 直接跳跃式攀爬垂直的峭壁 却依然追不上那灵修然 苏川在后面 似乎是一步一步稳妥地向上爬 并不着急 居然也能轻松地跟在三人身后 此时 接近登顶悬崖上 加油 宁死莫属着 当达到一定的高度后 没有遮掩的悬崖 会有强力的大风 不断地刮着自己 并且 下凡犹如万丈悬崖 只能尽量不往下看 不过凭借着现在的实力 哪怕不小心滑落 凭借着强大的力量 也能在刚开始掉落时 贯穿峭壁悬挂在空中 随后完全放心了 速度也在逐渐加快 因为激动 还会掌握不好力道 直接把攀爬的岩石 给直接握碎 这如此宏伟悬崖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他前世的世界里 这样的高山 只能被称为奇迹 而现在 这座高山 似乎即将要沉附于自己的脚下 紧紧抓住牙边 深吸一口气 然后一跃而起 随着身体的上升 他的心情也随之高涨 当他终于登顶时 那种想象中的成就感 油然而生 在这一刻 自信充满了他的全身 让他感觉到 自己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差 宁斯站在悬崖之巅 感慨万千 看着脚下的世界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和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这一刻 他仿佛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 天地白云迷雾变化 远处的山峰逐渐消失 一道巨大的白云大门 显现在眼前 不过发现 一人身影站在前方 竟然是七天 七天还是淡漠微笑 对着宁斯说道 请 要我来推开这道大门 宁斯疑惑着 当他轻轻触碰那扇 连接着天地的白云之门 他便缓缓开启 仿佛迎接成功者的到来 第一人 宁斯 为这一届外门大师兄 习长老的声音响起 然后 第二人是七天 宁斯回想着 自己等人 基本是一路直行 加上小青的速度 从白云迷灵出来 就一直没见到人 看样子 七天至少比自己 快了不止一星半点 一直等我 不过七天在长老 念完名刺后 就消失不见了 拿着长老 赐语的连池云掌弓 宁斯看了一会 才想起藏经阁看过 练不会 那半个月 看了很多功法 都忘记名字了 这时 悬崖终点处传来声音 那位叫林修然青年 翻了上来 名字 习长老旁边 一位记录的弟子问道 师兄 在下林修然 习长老丢出一枚腰坠道 不错 第三人 林修然 赏据林天青腰坠 谢长老 林修然没想到 还是慢了很多 然后沈颜沈灵 才从后面爬上来 苏川也跟了上来 沈颜沈灵没事吧 名字担心道 还以为后面跟上来的 会是沈颜沈灵几人 哼 都怪苏川 被人抢了仙计 就是就是 沈颜在旁边附和 苏川一脸无辜 师弟师妹不好意思 我非常需要修炼资源 抢了你们名次 以后有什么帮忙 尽管叫我林修然 林修然不好意思地 对几人说 沈颜回应着 我只是随便说说 没想到 林师兄可真厉害 宁斯也没想到 会有变故 看着几人 其乐融融就好 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在前面 苏川发现 自己只是第六 思考着 第四人 沈领 第五人 沈颜 第六人 苏川 宁斯突然发现 自己那又快变淡的 黑色珠子 又重新变得漆黑 后面都是师兄 等待公布名次 一座极其宏伟的阁楼 在白石峰上 建筑连绵山脉 先到的众人 都到后面阁楼 等待休息着 因为这次测试 可是有几千人 还能每人一个 临时休息房间 不过一般人都去干饭了 脱离阵法那一段时间 会很虚弱 还会非常 呃 宁斯还好 并没使用什么 超越自身的体力 然后接到小青 是一位师兄带上来的 苏川告诉宁斯 马上就是这一届 外门弟子大师兄了 外门弟子称呼大师兄 皆为师兄 不管岁数 然后叫其他新人弟子 为师弟师妹 其他新人弟子 互相称呼正常即可 现在大家熟络了 就在一个大殿观看 上来的师弟了 还有很多人 在大厅里结交朋友 连接人脉等等 后面的人 基本都是扎堆上来的 除了前面宁斯们 几人比较快 后面都稳定一堆人 一堆人的到达终点 并且到现在 据说还没有人跌落悬崖过 宁斯回想着 自己的身体素质 应该是要比满灵强很多的 才克服恐惧爬了上来 让自己有些吃惊事 他们都是这么强吗 苏川则告诉宁斯 这是合作团结的力量 正是困难的一大助力 后面人多了之后 很容易发现通过的方法 那苏师弟 可是天快暗了 后面人是不是看不见啊 苏川随后告诉宁斯 白云世界里 可一直白天的 他才想起 那这样的大阵维持 需要不少能源吧 惊呼着 数在下知识浅薄 阵法并没有过多的研究 而且 宗门的这种大阵 他一般的阵法 大家一辈子 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其中奥秘 并且 天地明亮 或许并不是最实用的 强大的修饰 对于夜晚跟白天一样 这种可以让所有人满灵的大阵 可是池云先宗自己研究出来的 独有一份 非常奇特 苏川感慨着 不过大多数人基本看出了 在石云峰 也有很好的养灵效果 宁斯感悟自身 才发现自己九灵温养完毕了 宗主没骗自己 就圣运河 四灵和 与本命灵和 五个核心了 宁哥哥 你是不是偷偷修炼了 怎么一下 就养完九灵了 告诉沈灵后回到 也不快了 都没有你们两个境界高 宁斯被崇拜地说着 根据苏川所说 他只是稍微有点提升 一般人满灵需三年 持云宗为天才宗门 一般满灵需两年 资质较好一年 不过 这并不是持云宗弟子 资质强大体现 凡是持云宗弟子 基本入境后 会比一般人 承受更高的灵转 然后也是修炼 净等起来 沈炎沈灵两人满灵了 则研究功法 连池云掌公 被宁斯申请权限 给两人修炼了 长老见识自己 说给两位小师弟师妹 修炼都可以 因为宁斯看到了 附赠的功法规定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宗门功法赏赐谁 谁才能修炼 不能给外人观看 必须要获得宗门允许 或者做宗门任务 获得贡献 去换取功法等等 第3710位 第3711位 本次考核完成 经过两日 所有新人弟子都完成了 一艘巨大的云舟靠了过来 把所有人迎接到清仙峰上 宁斯粗略地观看 这艘巨大的云舟 感觉跟当时破云间运转方式不一样 或许动用的主要是灵法 然后由一位长老 带着所有弟子 进入一处大殿内 一座巨型雕像立在面前 清仙祖师 宁斯想着之前跪拜过 不过比这小 更有神韵 不过 一位长老 把他带到一处 告诉宁斯不需要跪拜 这是宗门 让我给你的圣子令外貌 就如同一枚普通的外门弟子令牌 宁斯很想问有什么不一样吗 然后 大殿长老组织着众人 所有弟子皆跪下 但宁斯在一处看着 总感觉少了一人 不知道为什么想不起来 所有人跪拜 入我持云先宗 一扣 进祖师 二扣 起祖魂 三扣 有宗门 祖师在上 众人一拜 同门弟子 不得互相残杀 众人又一拜 最后所有人接受检查 还有抽血 还有拍照 拿着一块东西 入了所有人面部 最后把弟子令牌 颁发给每一人 然而并没有抽宁斯的血 他突然想起 自己留的可是绿色血液 然后每人也是领到了一份弟子守则 外门弟子服装 主流池云入灵法 入灵准备册 入境筹划册等等 然后带领所有弟子 去郊丘白山 派遣杂役弟子 下了大型浮云舟 宁师兄 宁师兄 早就收到信息 在场等待着的耿丁呼喊着 然后就带着宁斯 跟沈灵沈岩三人 去了第一名次的白山顶层院落 目前宁斯住在新人弟子 郊丘白居的顶层 独一大院落 不跟后面人排位 沈岩沈灵是第三第四 苏川是第五 如果你是排名靠前 想选择后面的居所也行 但一般正常人 不会这样做 七天就是顶层往下第一位 不过现在一直没有见到他 不是宁斯提起 沈岩沈灵 包括苏川 都表示经常忘记有七天这个人 规划好居住的地方 的确不够 很多人都没有居住的地方 这地方也蛮多名字的 叫它白山 郊丘白山都行 郊丘山下 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大部分人都去建家去了 并且还要自己掏钱 买建家材料 不然晚上没有居所 就很不好 或者花钱去天云山脉外门区 住城中心了 那里可没有良好的养灵效果 按照苏川所说 其实只要靠近这郊丘山 养灵效果都差不多的 在郊丘白居 基本每人都有一个杂役弟子 有的需要 有的不需要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仆从 然后可把弟子令牌 交给杂役弟子去报到 还可以让杂役弟子去接一些 或者需要去任务店 强的简单任务 也可让他们干一些杂物等等 到了地方 就是又吃了一顿 沈颜沈灵的杂役弟子 加上耿丁忙前忙后 去天云山脉外门小城带伙食 因为吃的最多的 就是小青 如若不是村长给的钱 已经快把宁丝吃穷了 苦恼着 早知道在石云丰 免费大饭堂的时候 多吃点了 宗门首先每月 都会给外门弟子发放的钱财 施育天钱票 往后每个月都有 吃点普通伙食是够的 而一些修炼资源 功法等等 需要做宗门任务 换取贡献 然后再去兑换 当然 进宗门前是大家族 或者富豪子弟 也能拿零食 兑换宗门独特修炼资源 外门弟子除特殊情况 必须每月至少 要完成一个外门任务 直至正式弟子 不合理的抗拒任务 则会逐出师门 正常情况下 入境即可成为正式弟子 除十五岁以下弟子 无特殊情况 一年未入零弟子 取消弟子身份 五年内未满零弟子 取消弟子身份 十八岁以上 三年没有满零 取消弟子身份 弟子守则记载挺详细的 强调了尊师重道 和正直的品行 如果弟子品行不端 会被逐出师门 所以 整个宗门内 基本都是一派和谐 避免了不必要的勾心斗角 宗门内的和谐氛围 有助于弟子们 专注于修炼和成长 而不是陷入无谓的争斗和仇恨 这样的环境 更有利于宗门的稳定 和长远发展 看完后沉思着 的确那种在幻想中 存在的勾心斗角 势力宗门构建 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戏剧性的冲突 和打脸情节 是真觉得 宗门体系倒闭 分崩离析的不够快吧 其中 入灵准备册 被标注为必看 不懂的 可询问导师 完整大道达到顶点的 主要两条单灵 入灵体系 分为 刘云 雀云 这可以说是宗门的灵修主要道路 虽然没有强制 但基本宗门弟子 都是修炼这两条道路 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体系 因为并不是宗门主流 具体得向导师申请 然后询问长老 至于任务 外门弟子 一般都是些宗门简单任务 为成为正式弟子 为宗门做贡献 而打下监视基础 而且 宗门给宁斯登记的是九岁 这岂不是可以在宗门白嫖很多年 这也是宁斯自己所说的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本体多少岁 其他人貌似经过抽血 就能知道多少岁了 而且 其他人还有很多别的体检 难度自己是圣子 宗门似乎把宁斯给忘记了 也并没有叫他做检测 不然宁斯好像都没有心脏的 就一个正常的消化系统吧 或许还有骨架 会不会当成妖怪 被宗门给灭了 宁斯念着 然后还有自己外貌 不过到底要怎么样了解一下 这个世界基础 还有自身问题呢 这时 回去一趟的苏川进来拱手道 打扰了 宁斯兄 沈颜和沈灵 现在也搬进了宁斯的住处 这地方宽敞的就像一座大别墅 在前世 他从未住过这么大的房子 多两个人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甚至可以考虑 将第三名次和第四名次的楼层 出租给别的弟子 这样做并不违反规定 是可以把自己的院落 提供给大家族的子弟居住 而自己可以选择 搬到平原上的其他地方居住 或者 如果不需要养铃 可以经常外出 执行宗门任务 这样就不必一直住在焦丘山上了 但如果在焦丘山上 建造其他房屋 那就不符合规定了 这里作为新人弟子的地盘 也就只可以住一年 如果没成为正式弟子 就需要去别的地方了 疑惑地问了问苏川 他则对宁斯解释道 在下认为 这样或许能让人清楚地知道 人与人的差距 还有进宗门的弟子 也有贫穷的弟子 或者是家族困难的弟子 或许会需要更多的钱财 强者为王 败者为寇 不仅仅是资质 努力 勤奋的差距 家族势力也是差距 其实 人与人之间 有很多差距 尽管苏川只是来做客 他却四处查看宁斯的居士 实际上 在养灵的阶段 有很多空闲时间 即使不刻意感悟 灵力也能慢慢增长 不过 苏川解释说 他来的目的 是为了测试养灵环境是否一致 既然如此 遇到不懂的地方 正好可以向他请教 每位弟子的院落 都配备了专门的杂役房间 宁斯给了耿丁一颗灵石 而耿丁则毫不犹豫地 签下了永久卖身器 作为杂役弟子 是有宗门提供的 入门灵力功法 至于能否成功修炼 则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 不过 这通常并不容易 宁斯想起连自己 都似乎很快就能感受到 灵力入灵 但又想到 或许耿丁人天共灵的阶段 还没有完善吧 然后才知道 灵石是非常珍贵的 哪怕是正式弟子的一些困难任务 都只是 可能会有些许碎灵 碎灵 提炼灵石中 所产生更小一点灵石 总的来说 就是产品不达标吧 然后包含的 也是更差灵气的聚合 因为灵气有一个聚合值 低于这个值 它就是凝聚小的灵石 别看可能好几颗碎灵体量 会比灵石大 但灵气并不是一个程度的 根据苏川所讲 宁斯逐渐听着迷糊了 这个世界 连这种都研究出来了 想了想连飞船都搞出来了 所以灵石完全就是强者 才会拥有的东西 村长是真的有钱 真的哭死 灵石想了想 村长是对自己真好啊 给我这么多灵石 自己当时还对村长有戒心 我真的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最后 坚决把剩下的灵石 都给沈炎沈灵保管了 自己都完全不懂价值 感觉满满的愧疚感 抛弃一堆 目前无法证实的问题 然后 就开始研究 宗门发放的正统主流 持云入灵法 不过发现 貌似跟沈家祖传功法 有点不一样 宗门也只是发了 持云入灵法 这个只记录了 入灵的方法 技巧 养灵方法等等 不过持云入灵法 最简的有两合九灵 宗门的讲解 核心越多 可分流的派系越多 但威力不如本命灵合 主单灵合的延伸的 双灵派系强 也算跟村长的 那本功法上差不多吧 宁思想询问着 自己的灵修体系 沈灵两人却说 不用变 自信地说着 村长爷爷说 这本功法可厉害呢 可完美容别拍 大部分主流体系 并且多方面契合 当然 还问了董的 比较多苏川师弟 他说是正常的 他自己家族 也有自己的灵修体系 跟宗门的不一样 但他学的是 持云宗门的主流体系 因为宗门所传承的体系很高 有一条成熟稳定的 完美修炼体系 是最好的 苏师弟特别强调 不要把自己修炼的 灵修体系告诉别人 包括灵和等等 甚至入境筹划都是 因为满灵后 都是去找导师 向长老申请规划入境之路 更不要说 自己这本沈家祖传功法 要给他看 这一本有着完整三境的功法 都能开创一个独特势力了 宗门藏经格 可都是展示灵修功法 可没有一本灵修体系 当然 宗门现在还未入境 也可以毁和 宗门也是用的九灵 然后再运和宗门的丹和就行 如果别的宗门是八灵 七灵这些 毁灵后 也可以重修的 想着宗主 应该知道自己灵修体系吧 还给自己吃了宝物 也没有说些什么 应该能认可自己修炼吧 突然感觉 思绪有点乱 一日后 清晨 外门弟子课堂 早晨 都有导师讲课 宁斯可是早早地就来课堂了 而且 导师基本每次只讲半个时辰 当然 你来不来上课都行 但是由于是传说中的那种 先人导师讲课 宁斯激动 早早就叫上沈言沈凌 两人就来了 苏川说他不来 前面排名百人左右的弟子 都是一般的 学无止境 宁斯说着自己都不信的话 两人却一脸崇拜 找到外门学院大殿 打开一般班级门口 只见一个老人 稳坐蒲台 拜见导师 这些新入门的弟子 基本都早早地就到齐了 嗯 坐下吧 一句轻飘飘的话语 一个眼神 众人来了 无不立马安静 找到位置坐好 看着导师 虽然年纪偏大 但一副先锋道鼓模样 宁斯见了 果然修宪的老师 就是不一样 简直如同得到先人般 对了 纸笔都带了几本 等会导师说些什么 自己还要记录下来 老导师眼看近百人 都自觉做好了 嘿嘿 开始讲课了 众人几乎同时都晋升 正经危坐 在那个被遥远的时代 绝望如同厚重的阴云 笼罩着人类的生存之地 他们的怒吼声是夜晚的主宰 人类如同脆弱的芦苇 在狂风暴雨中 摇摇欲坠 无处可逃 无力抵抗 强大残暴 他们的咆哮声 震撼大地 他们的身影 如同噩梦般笼罩着 人类如同蝼蚁般苟且偷生 在恐惧的阴影下颤抖 田野荒废 城市化为灰烬 文明的火种 在恐惧中摇曳 随时都可能被彻底熄灭 求法者们 面对他们的强大力量 束手无策 他们的法术 在这面前显得如此渺小 无法带来一线生机 在这样的黑暗时刻 在人类即将灭亡之际 一位人族强者 如同黎明的曙光般降临 那位人族强者的出现 就像是天边突然亮起的 第一缕曙光 划破了漫长而深沉的夜幕 天地间仿佛也感受到了 这股不屈的力量 每一次的碰撞 都伴随着雷鸣般的轰鸣 震撼着山川河流 让日月星辰都为之失色 终于 那一刻 天地仿佛静止 紧接着 一股巨大的能量爆发 如同宇宙初开始的大爆炸 将他们的咆哮声 永远封印 如同世界的陨落 天地间发生了巨变 乌云散去 阳光重新洒满大地 久违的温暖和光明 让人类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希望 他的身影在光芒中 显得无比高大 成为了人类心中不灭的传奇 而那人 便是那个时期的天下第一人 人们都称之为领主 而我们都是追灵者 导师对着一众弟子说道 时而站起来 绘声晦涩地 打了几套拳法 众人仔细观看 生怕忘了什么 并且传下来了一道修炼体系 后世人称之为 领主修炼体系 现在很多宗门都说 自己是领主唯一道统 但其实我跟你们说 其实都不是 突然感觉到什么 导师猛然一拍桌面 老夫这里有一本无转理论 时为领修大统 领修不传之秘 若传出去 天下大乱 入境之后 分为十二境 领起境 领入境 领练境 领传境 容领境 领散境 领会境 领容境 凝灵境 化灵境 和灵境 显灵境 通灵境 玄灵境 玉灵境 真灵境 不知为什么 宁斯听着 怎么感觉比 沈家祖传功法还离谱 连宗门功法 都有点对不上 老夫关你们新人弟子 资质不错 与我有缘 那 这本无转理论 上古传世境界 你们拿出点心意出来 给老夫买几壶酒 便赠予你们了 当然先到先得哈 只有一本 当然了 还有一些入灵心得 说完 老头从怀中 又拿出几本心得 背负双手问道 谁想要 我 我 师叔 我这里有灵域 如果师叔觉得不够 还可以到我家族来 我们一定会用美酒佳肴 好好款待 周围的人都纷纷掏出自己的钱袋 觉得不够的 还拿出了自己的珍贵宝物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宁斯更是从沈灵那里 拿来了零食 他双手紧握着零食 凭借着自己超越众人的力量 在众人中脱颖而出 推开众人 将零食举到了导师面前 只见导师二话没说 直接接过了零食 并将所谓的上古理论 交给了宁斯 这时 只见一声 拖 老头 大家不要买他东西 他不是导师 场外一人大喊 今天就讲到这了 老头拿走零食 还多给宁斯几本心得 然后拔腿就跑 众人只是猛了一会 便没隐望 随后一位师姐 才从外面赶来 不停地喘着粗气我 我才是这次的导师 那 那老头好多年前就在了 根据宗门科学研究 这种平白无知的增强 是不成立的 缓了缓导师说道 还有上一次新人弟子的时候 直接就迈起了零法 要不是被发现得及时 差点把持云宗的山头都给卖了 还好 这次我来得早 大家应该没有被骗吧 师姐拿出自己的导师证 导师令牌 表示自己才是导师 最后了解到 那老头在持云宗很多年了 有人说 以前年轻的时候 是持云宗的杂役弟子 又有人说 是以前酒楼打杂的伙计 后面老了 就一直游荡在宗门内 经常推销自己功法 老弟子都见过了 除了几个傻得可以的人 被骗过一次后 就不会再被骗了 然后传闻他自己 卡在入龄几十年了 眼看一直忽悠不到人 直到有一次发现 新人弟子招心 然后估摸着都没见过导师 便在第一天早上蹲点 早早地就在导师卫坐着了 新入门的弟子 也想第一次好好的表现 也是早就来了 最后跟这些人讲起了课 忽悠起了功法 直到真正的导师前来 新人弟子 上次还帮老头打起了导师 最后被拆穿 没想到 这次又来了 众人沉默不语 场面鸦雀无声 宁哥哥 你好像买到假货了 嘴巴紧闭着 导师 您是不是在笑 我们导师 都是有专业的素养的 经过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 事都不会笑的 更是随后跑了出去 说是要帮宁斯抢回灵石 出门后 笑声更是逐渐远离 宁哥哥 导师跑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在笑啊 沈灵疑惑地问道 宁斯很想说 你知道还要说出来 大家严峻地 看着大师兄 现在宁斯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原本自己身为大师兄 就坐在前面 现在 现在只感觉脸都丢光了 有的人闭着嘴 看着天空 努力地想要想起什么伤心的事 尊老阿佑 你懂不懂 其实我早就 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看老人家 也不容易宁斯 还想解释什么 我记得宁哥哥 刚刚鼓掌最快了 能不能不要说了 有几个弟子 甚至忍不住笑出声 说要到外面透透气 宁斯只感觉 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直接连忙拉着两人逃离此地 看到门外 还有几人捂着肚子 笑着躺在地上 然后听到班级里 震耳欲聋的笑声 此刻只想跟这个世界说再见 突然想起什么 又转身打开班级大门 众人笑声戛然而止 大师兄 你还有什么事吗 宁斯随后拿起那 几本老头的心得 还有那个什么理论 自己可是花了钱的 转身关门 回到娇丘白山后 宁斯甚至都缓了许久 只感觉脸都丢光了 看了看池云宗的外门地图 从地图上 看见这片外门分布后 突然 感觉又发现什么 沈颜沈灵 我出去了 直接拉着耿丁离开 先去兵器库 宁斯自言自语着 手册上有说 可以领兵器呢 最后 两人抵达了外门弟子兵器库 里面巨大 四周墙壁上 挂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宁斯翻找了许久 拿了一把剑 问着登基的弟子 其实 我想问有没有枪啊 登基弟子 露出迷茫的表情 就是哒哒哒那种 宁斯又补充着 但看着登基的弟子 一脸看二火的眼神 看着自己 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诞生于云层之中 剑长三尺三 剑宽一寸三 白光如水一般的含义 绿白色的剑柄上 刻有细致的白云纹路 纯白色的剑翘 剑拿在手中 接近三十多斤重的样子 剑身快有宁斯高了 但对于他来说无碍 哈 得此剑 我就是问鼎巅峰的强者 宁斯回忆着自己 藏经隔练的剑法 随即持剑 上条 持刺 平侃 口中大喊着中二的台词 旁人弟子见了 都躲得远远的 不认识的 还以为遇见了傻子 师兄 耿丁缓缓地提醒 宁斯才收起剑 嗨嗨 下一个地方 天云山脉 外门 杂役区 持云宗里外门 一处很大的聚集中心 这里还是宗门内部的 一处相比较的小地方 招收的普通人 还有很多别的类木杂役弟子 也在这干活 有饲养院 外门弟子饭堂中心 酒楼等等 那些于西河平原的大多建材 也可以在这买 还有住的地方也有 就是房屋楼层有点高 宁斯仰天常看数着 41 42 这些木楼 竟然能见到百米之高吗 在路上走着 仰望着一座座 耸立的高大木建筑 很多建筑 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称了 还挺独特的 穿过这片区域 就是天云山脉 外门 弟子区 这一处 大底就是积物楼 执法堂 外门金阁等等 拿着地图找了许久 到了 图书馆 石云图书馆几个大字 耸立在几张高的门牌上 宁斯沉默地念着 连现代词语都出来了吗 之前想了许久 既然没有老实解答 想要知道 这个世界更多的信息 直接去看书不就好了 让自己想想 看看系统 算了 根本没有系统 自己身后的黑色珠子 都已快当作空气了 首先看看世界地图 还有研究一下妖兽杜劫 当然有记载是最好了 还有修仙者 不对 灵修等等 想要前进 首先找好方向 哈 哈哈 宁斯认为他真的是个天才 不过身旁的弟子见到 急忙离远 生怕被人误认一伙的 当进入的一刻 才知道图书馆多么的宏达 九天的飞龙冠绝而下 只是一道潜亭 整个图书馆 如同巨大宫殿一般 这是掏空了整座大山啊 悬空建筑 一排排书架 还有构造支柱的二层 三层 甚至一排排书架 镶嵌在一旁高大的垫壁上 宁斯站在门口养着脑袋 这里的书得有几百万本了吧 这怎么样才能找到 我都能找到 话未说完 旁人上前 宁斯才注意到 随后问着 你这带的什么 师兄 这是眼镜 经过一番了解 这类似图书馆引导人员的 也是杂役弟子的一种 是个凡人 如果是灵修的话 正常是不会进士的 此时 找到一处独立庭院之中 身旁耿丁跟所谓的图书导员 不停地 搬着一打打书籍 这里的书持云宗外门弟子 都可以观看 并且派遣了很多图书导员工作 就是帮助持云宗弟子查阅资料 首先是见闻记事 大黑天 十几年前 不知为何 突然天地昏暗 天地仿佛被打破版 逐渐被黑暗所笼罩 不再有一丝光亮 人们恐慌 鸟兽惊散 那时起各种魔教兴起 十日后 天空中不断有断裂的响声 仿佛天空被撕裂开来 如何天上掉下一枚枚光运 凡是炼化之人 便有神一样的能力 称之为天命道运 而那个恐怖黑暗的时期 称之为大黑天 黑天让整个世界 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这个是在历史上 从未出现的行为 当然 我们池云宗乃是天下大派 不管有什么妖魔邪碎 都不敢入侵我们大宗门 哈 哈哈 貌似有点无语 不对 不是这种 换一本 这时才发现一本理论 细思就能知道的一种常见误解 即认为 灵修入境后 能够直接增加百年的寿命 然而 实际上 这种增加 并非是在自身现有寿命的基础上 简单叠加百年 而是基于自身当前的年龄 与其理论上的最大寿命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计算 简而言之 这种增加的寿命 是将百年或两百年的寿命比例 应用到自身目前剩余的寿命上 看了许多杂七杂八 或许一般时候都值得一看 但目前都不是宁思的需求 灵修见解 对 就是这个 让耿丁多搬来一些 宁思不停地翻看了所有 有关灵修的书籍 突然发现 全都遵循一个结论 或者说 是灵修默认的结论 没有灵石 无法提升境界 灵石是提升境界的一切前提 人体变强的物质 或者逻辑 基础就是灵石 理论很复杂 简单点来说 入灵石养灵 这是人天共灵阶段 这个阶段不用灵石 也不用修炼就能提升 不如说是起灵阶段 用了灵石 这时只是普通人 还没消化完灵气 让体内孕育 五和九灵成为满灵 然后就是 入境灵转 入境后 现在人体已经不一样了 已经可以承受灵力了 入境达到 成功灵转之后 每一丝境界提升 都是需要灵石 杂志比较多的 碎灵前期也可以 所以 没有灵石 不能提升境界 然后就是天地灵气 天地间本身拥有的 稀薄灵气 吸那天地灵气 是并不能提升境界的 正常天地之间的灵气 只能当作恢复 本身的枯竭容器 并不能扩大自己容器 来当作修炼提升境界 就如同历节 自己跑步跑累了 只需要停下来休息 就好了 但入境后 自身灵力要是用完了 就需要夺取天地灵气 来恢复 如果没有机缘 没有所谓的洞天伏地 哪怕有绝世的资质 没有灵石 也不能提升境界 宁斯回想着 就说 按照曾经想象的结论 总觉得 既然人人能修炼 还要加入宗门干什么 这完全不符合逻辑 或许修炼慢一点 但按照他前世的观念 普通人一生不过百岁 能多活个几百岁 看看这奇特的玄幻世界 其实很满足了 按照想象中 很多人甚至一生 都在刻苦修炼 直到或许某一天 死在更强大的修士手上 一生不曾享受 宁斯按照自己的认知 什么宗门不带也罢 反正自己是灵修了 哪怕不会灵法 会点基础能力就好 找个地方勾起来 修炼就好了 等无敌了之后再出来 那么看样子 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 没有灵石 等于不提升境界 如果人只要有资质 都就能成为灵修 就能变强 那么这种变强的物质 从哪来呢 每天多呼吸就变强吗 看样子 从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世界 似乎勉强符合了 自己的认知规律 宁斯不停地 一本又一本翻看 其中都记录着 灵修为正统大道 这个世界 还有许多不同道路的修行者 当然可能因为 池云宗灵修为主流 然后书记为 池云书院出版 但是宁斯要看看 池云宗的灵修境界 他不记录啊 还想看看 自己学的境界 后续强不强 宗门主流的后续境界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都没有看到 什么特别的介绍 宗门也只是发了 池云入灵法 这个只记录了 入灵的方法 技巧 养灵方法等等 不过根据记录 一般按照自己 年龄成年后再入境 因为真如沈灵所说 现在变强就长不高了 因为入境后 寿命变长 会生长缓慢 宁斯现在也还是个小孩子 但是天资过人提前入境 好像理论上 还能活得更久一点 但基础的人灵共鸣阶段太少 又可能造成 天资并不够完美 唉 宁斯叹息一口 复杂得很啊 不过 灵修貌似真的是很强 可以说是五边形战士 全方面的稳固提升 简单点来说 首先速度 防御 攻击都是稳固提升 然后一般为三转后提升灵法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灵修不怕毒 毒这个词语 不适应于灵修 对于毒 灵修有极大的免疫力 当灵性融合于全身时 灵便是最强的活性物质 当然要是拿火烧 腐蚀等待这类 跟直接造成伤害 不在毒的范围内 如曾经接触的 球虽然也是喝下去 可能会让普通灵修受伤 但它如同蕴含巨大的能量载体 如果拿那种 能让普通灵修受伤的 球给普通人喝 那就好比 是将岩浆直接灌入普通人的口中 只需少量 便可能将它开始燃烧 导致立即死亡 燃却只是烧墙的低近灵修 也只会逐渐感到晕眩 这种差异是极其显著的 基本普通事物 所谓无色无味的毒药 稍微入境的灵修 都毫无效果 灵修确切地来说 如果抛弃情感与外貌 并不算是人了 甚至逐渐往后的灵修 将会抛弃呼吸 改用人体共灵 但是 这本最新版书籍 出现了运性笔件灵性 看得有些乱了 师兄 师兄找到了 耿丁拿着玉天图册走了进来 地图 宁丝接过 嗯 对 就是想先看看这个 宁丝打开图册 只见上面记录着 这里有个单位 纵 注意为玄幻世界所用度量单位 一纵大约等于百万平方公里 十云宗所管辖的区域 除去一些禁地 约为十纵左右 所附庸于玉天皇朝 玉天皇朝大约为千纵之多 宁丝算了半天 仅仅是管辖的区域 就已经是比曾经的地球还大了 并且地图上复言的是 一切皆在天地之间 世界没有尽头 什么 宁丝到现在 一直认为这个世界 或许还是个星球啊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难道这个世界的人类 没有探索完 不对 都有飞船了 连星空都没探索过吗 他望向天空 这个世界有星空吗 那太阳跟月亮 他们是怎么动声奚落的 还以为遇见飞行 能飞到星空呢 算了 脑子有点晕了 头疼 越看越晕了 宁丝心里想着 没关系哈 再换本看看 五行 拿起另一本书籍念叨 这我知道啊 宁丝翻开第一页 是的 五行 就是金木水火土 那个是吧 下一页 木克火 嗯 四 不对劲 木克火 喝着耿钉地上来的茶水 差点一口吐了出去 怎么了师兄 然后宁丝镇定过来 继续查看 木克火 五行之中 以木为首 看完整篇理论 之所以木克火 就是当带有灵性后 木是不聚火的其他逻辑 有点理不清 就在这时 找到了 找到了 师兄 我特地从别人那抢过来的 一般新来的师兄 不是看灵修的理论 就是看这个了 书籍导员 举着本厚厚的图册跑了过来 功法理论 这一本很厚 翻开里面记录的字很紧凑 看样子没有图文 偏论 卷 法 绝 经 功 有点多呀 主要讲解的是 每一本的功法理论分类 但实在是分得太详细了 如同教材一般 首先主流五种最多的灵修功法 分别为 卷 法 绝 经 功 挺高境界的功法 比如持云宗入灵理论 沈家祖传功法不算在里面 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卷 主要是帮助类型 或者说是辅助类型这样 然后是绝 主要是远程 外放攻击 净灵法类型 然后是精 主要是体质 防御 抵御类型手段 然后是功 主要是近战肉体 杀伐 攻击类型 然后是法 太多了 暂且定义为杂 宁斯看晕了 现在已经不想看书了 就是每一门功法最后一个字 用来的分类 比如连持云掌功 这门功法主导是近战 攻击 其实这门功法能练到大成 还能辅决法效果 非常适用持云宗弟子 当然 不要打架的时候 二或倒念出自己功法名字 不仅如此 宁斯对于自身目前的身体状况 可谓一无所知 毕竟 在这个世界里 修炼并不需要杜劫啊 宁斯随手翻阅了一些 当前阶段的记事 天哪 难道说 这个世界除了持云先宗 这样的大势力所管辖之地外 其他地方都挺危险的 罢了罢了 看来还是不宜踏出宗门半步 保住这条小命 才最为紧要 身为圣子 觉得还是在宗门养老吧 如果做宗门任务 就接一些普通安全任务 如此这般 方能狗到无敌于世间 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 宁斯已经晃晃悠悠的了 脑袋本来就晕 现在更是看了一天的书了 自己也不记得原本来时 还要看点啥来着 现在都不想研究这个世界构造了 现在得回去休息了 两人搭了一头云炉就回去了 这是一头接近一丈高的大鸟 头顶有像迷路一样的鹿角 能飞得很高 极为喜欢在白云穿梭 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一个云字 耿丁跟宁斯说啊 要是在云层里飞行 几乎不耗体力 这也是耿丁告诉自己 这是飞行最便宜的方法 云炉每天只工作时间八小时 还包吃包住 工作时间完了 就放云层里去玩 至于为什么不做云舟 并不是被吓出阴影了 而是云舟做一次 是非常贵的 因为驾驶员都是入境灵修 就宁斯单独被拉到弟子考核的时候 是免费的 其他几次都是新人弟子 一起乘坐宗门派的大型浮云舟 黄昏时分 晚霞映照下的天空 美得令人心醉 脚下的天云山脉 浅浅向后移动着 骑着云如飞的并不快 感受威风徐徐佛过 或许玄幻的世界不只有修炼 可惜如此美景 没有叫上沈颜沈灵一起看 不 他们或许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景致 到了焦丘白山 小青冲了过来 然后发现 院落多占了一个人 沈颜沈灵出来说道 宁哥哥 你回来了 长老等了你一天了 看见宁斯后 长老走了过来 我是任务店长老 宁斯 有你的任务 说完 拿了主册任务卷轴 交到宁斯手上 似乎长老特地来提醒自己 居然有长老特地前来派给自己任务 宁斯大致看了一眼 只有大概介绍 需要明天早上下山去执行任务 想到弟子手册记录 疑惑地说着 外门弟子怎么会有下山任务 难道这长老是假扮的 怎么可能 宗门导师都有假扮 随后长老掏出各种证明 还说任务手册上还有灵印 造不了架的 随后架云离去 看着这个实力 倒是长老不假了 不过遇这种问题 宁斯还是跑去问了苏川 经过了解 苏川表示无奈地说道 师兄 宗门的内务之事 在下也是跟你一样才了解呢 可能身为大师兄 有什么特殊任务吧 这里不是有灵印吗 明天早上去任务店问一下便好了 宁斯感到非常疲惫 他回想起这些日子的忙碌 不禁叹了口气 回到自己的顶层读院后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 直接躺下休息了 待到第二天 早上之时 宁哥哥 宁哥哥 两人的呼喊声 把迷迷糊糊的宁斯叫醒 一位任务记事师兄 特地过来 把一些指南跟附册给宁斯 他说着 带上这个文艺 你就能下山了 宁斯现在有逐步的了解 指派任务开始前 基本保密任务流程 如果自己去任务店接任务 是直接知道具体流程 有的是接了任务就出发的 两本图册合二为一之后 原本空空如也的页面 突然浮现出 一行行清晰可见的文字 上面详细地列出了 各种任务信息 此次的目标地点 是鸣凤凌晨 主要工作 是负责管理当地的一家酒楼 任务难度 被评定为简易级别 而且并不需要严格保密 这到底算哪门子事啊 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任务 居然也要派对我来做 既没啥风险可言 又看不出 有任何特别之处 宁斯满心疑惑地自语道 本以为会有什么危险的任务 无奈之下 他转身对身边的沈颜和沈灵嘱咐道 沈颜沈灵 我得离开一阵子了 这段时间里 几颗灵石硬塞进他手中 并叮嘱说 以防万一可能会用到他们 算起来 这些灵石之前 只在宁斯踏入灵动镜时 消耗过一颗 另外还给了耿丁一颗 再加上昨日上课时 被那个老头子骗走的十几颗 如今便只剩下这么点了 此外 宁斯还带上了一些纸币 钱袋 以及自己刚刚领取到的兵器 和衣物等物品 当然 他也没忘记 把小青一同叫上 在出发之前 宁斯特意去找了苏川 询问相关事宜 完全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修炼 或锻炼弟子的范畴 面对宁斯的疑惑 苏川认真地思考片刻后说道 根据以往外门任务的目的来看 大多是为了培养 弟子各方面的能力 所以 此次任务 或许是想让你们学会 如何具备管理才能 组织并领导好下属 亦或是掌握 与人交往时的处事之道 甚至有可能是对你们处理 突发矛盾 和冲突能力的一种考验 总之 宗门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那些 只知道埋头苦袖的呆子 尽管苏川自己也是初次接触这类任务 但他的分析却头头是道 令人信服 而且 这项任务并不需要保密 因此 可以放心地告知苏川 临别的时候 苏川再次叮嘱宁斯 不过话说回来 师兄接下的这个任务 确实挺古怪的 即便如我刚才所分析的那样 存在诸多好处 但对于出入宗门的弟子而言 似乎并不太合适 大师兄 此行多加小心 宁斯点头应道 表示会谨慎行事 紧接着 他又拜托苏川 帮忙照看一下沈炎和沈灵二人 便转身踏上了路途离去 首先登上了那艘巨大无比的浮云舟 这浮云舟体积庞大 仿佛一座漂浮在天空中的城堡 经过一段漫长而又缓慢的旅程 终于抵达了宗门入口处 在这里 他们受到了严密的盘查 随后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便被放行通过了检查点 接下来 又是长时间的摇晃与颠簸 因为这种大型浮云舟 速度极慢 且并不像破云舰那样 具备强大动力和速度优势 更像是一艘行驶于天空之上的巨型帆船般 缓缓前行着 经过漫长的时间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云城 这座城市 在理论上被视为池云仙门外的都城 甚至可以称之为京城 然而 这里并不是我们形成的终点站 当云舟缓缓停靠后 宁斯踏出舱门 走上了连接着云舟和地面的踏板 一步一步地走着 感受着脚下的震动 和周围人群的喧嚣声 走完踏板后 紧接着便是乘坐升降梯 他将带我们离开中转站上方的站台 站在站台等候 宁斯抬头透过那扇多边形的天窗 望向天空 感觉天空近在咫尺 云城的位置似乎坐落在山脉之上 因为还能感受到云雾缭绕 这也解释了 为何这座城市被称为云城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然而 与池云仙门境内的壮丽景象相比 这里还是有所不及 那里四周云雾弥漫 宛如仙境 温度和气息都与众不同 显然是经过了强大的灵法加持和改造 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新世界 宁斯走下站台 朝着那延伸出楼梯 悬停半空的云池走去 他瞪大了眼睛 满脸惊愕 就像一个原始人 初次目睹现代交通工具一样 这是什么 宁斯喃喃自语道 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 来形容眼前这个奇特的物体 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框架结构 内部空间比普通轿车略大一些 整个车身呈现出一种飞船造型 极富科技感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辆车居然是浮空的 距离地面大约半米高 仿佛随时准备腾空而起 如同是未来的浮空敞篷跑车 当站台的隔断消失之后 内心不断询问着 谁能告诉我 这里是休闲的玄幻世界 望着眼前高耸露云的建筑 以及穿梭期间的飞行器 这些建筑宛如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又恰似一座座融合了科技与美学的巨大雕塑 石云宗仙长大人 这些建筑采用了先进的材料和设计理念 比如自清洁表面 能量循环系统等 使得它们看起来既现代又充满未来感 它们的设计不仅注重美观 还兼顾了功能性和可持续性 街道上人流如之 传统的左右车道 已经演化为更为复杂的天空与地面分层的车道系统 行人们身着各式各样的服饰 有的还骑着奇特的座骑 或驾驶着未来感十足的载具 这一切都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这样的景象 或许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城市 而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世纪空间 云城的繁华 确实不仅仅体现在 其摩天大楼的壮观景象上 更在于它独特的玄环魅力 和科技成就的完美结合 这座城市将古老的传统 与尖端科技融合得天衣无缝 创造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繁荣景象 在这里 历史与未来交织 传统与创新共生 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 和想象力的独特都市空间 那 那是伏在空中的建筑 宁斯痴呆地望着 怎么做到的 掌控云齿的蒲丛回道 当然 这些浮空建筑不仅是科技的创新 还动用了可持续阵法 他们通过精密的工程设计 强大的推进技术 和高效的能源管理系统 才能够在云端之上稳定地存在 这些建筑之间通过高速的空中交通网络相连 驾驶飞行器在其中穿梭 如同未来世界中的飞行器 使得整个城市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 城市的能源来自于高效的太阳能收集器 和零能发电机 这些超前的能源 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然 那是云关城 那座庞大的浮空建筑 如同一座未来之城的皇冠 微额地悬浮在云端之上 底部照亮半个天空 这里的灯光和活动几乎不受时间的限制 由于城市的设计和科技水平极高 白天与夜晚的界限十分模糊 不夜城 这里大家不看时间 能不能分得清白天都是个问题 宁斯错愕着 这也太大了吧 这都能浮空啊 大人 具体我也不知 它的底部结构复杂 散发的悠悠白光 由池云仙宗大人 构造无数反重力阵法装置和能量知识系统组成 确保它能够稳定地漂浮在空中 一道耀眼的白色流光能源 突然如同扫描般 一道白光 划过扫射完整个宏伟巨城 没有云观浮成的遮挡后 一座巨大的建筑 矗立在远方 其高度似乎超过了几千米 令人叹为观止 这座建筑 以其宏伟的规模和独特的设计 成为了城市的一个显著地标 而在它的旁边 则是一道直插云霄的巨大白墙尖碑 这 这多高了 它的存在仿佛是对天空的挑战 彰显着人类对高度的追求 和对未来的憧憬 一道耀眼的白色流光能源 自尖碑顶端发出 如同扫描仪一般 迅速地划过整个城市 将宏伟巨城的轮廓照亮 这一瞬间 整个城市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流光的轨迹勾勒勒出城市的轮廓 云城的规模宏大 至少拥有千万人口的聚集 其城市布局和交通系统 必然十分复杂 穿越集中区域 换成空中的天尺 一种高效的空中交通工具 能够在几百米的高空中 快速穿梭 让乘客在飞行中 俯瞰这座庞大的城市 乘坐天尺在空中飞行 透过透明的底部或侧窗 可以看到 云城错综复杂的道路网络 连连的建筑群 不敢想象 在几百米的高空飞行 也看不完一座城市 这到底是来到了玄幻世界 还是未来世界 临死不知道 池云宗的灵修有多强 但这庞大未来世纪空间 让他知道没来过的普通人 再拿着他那原始的脑子 在思考着 飞天遁地修仙者世界的落后 自己再也不信庞大的修仙世界 人人都是住着 如同古代落后建筑了 当然 除了村长 想了想 村长可能是修行有成灵修 就比如高人那样 喜欢清闲地方 所以 找到石头村隐居吧 怪不得那么有钱 宁死穿着外门弟子道袍 身为池云宗弟子 在这里 被宗门集中管理的云城 可是地位很高的 一般人都得让路 整得有点不好意思 而后便在云城睡了一晚 他也是此时才知晓 时速近乎百公里的飞行器 竟然半日都飞不出一座城 前市坐小汽车 半日便能抵达省外 着实有些夸张 云城固然没有大到如此地步 不过与前市的市中心 还是无法相比的 到了这里 恐怕连一个街角都比不上 池云仙宗内宁斯 倒看不出多大 因为超越区域 所及之处 皆被浓密的云层所覆盖 根本无法窥见 其边界所在 下山时 一艘巨大的浮云舟 便迅速驶来 江宁斯直接带离了宗门 周围的风景 一切都是白雾 而乘坐破云舰 返回宗门途中 都不知道 飞得多高的苍穹之上了 除了扑遍天地的云层之外 同样一无所获 然而 云城中的一切 却是如此真实清晰地 展现在眼前 这里竟然存在着一种 类似电能的能源 而且还有着类似屏幕 等等 石云宗怎么不给我发手机 莫非是此地没有天空 无法与卫星建立联系 而且 我似乎也并未看到 电线杆之类的东西 手机是怎么打电话的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即便没有手机 那总该有其他的通讯方式吧 不行 放我回宗门 我还要学习一下呀 毕竟严格说起来 宁斯进入宗门 不过才短短一天而已 时间实在太过紧迫了 宁斯甚至连这个都城 都还来不及仔细了解和观察 就匆匆地 被前来接应的护卫 带到了这里 石云境内 仙门境外 云城之内 一处专门攻宗门弟子 宝贝登记的地方 出示弟子令牌 文书 认策等等 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接着由宗门发放 预备的一定数量钱财和干粮 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便毫不犹豫地 领取了一匹 名为雾马的座骑 头部顶端 生长着一只巨大的脚 其身躯高达近乎一丈 却并不显得笨重庞大 反而更像是一匹 身姿矫健的骏马 它具有极强的体力和耐力 可以连续数日 不进食饮水 而保持充沛精力 当然 如果持续不断地奔跑 最多半天之后 仍然需要稍作停歇 宁斯不禁感叹 自己仿佛遇到了 传说中的动物界劳动模范 毕竟 乌马作为持云宗弟子 外出时的身份标志 其价值不言而喻 尽管还有比他 更为强大的灵兽存在 但从实际角度出发 对于普通弟子而言 乌马无疑是 极具性价比的选择 至于那些宗门长老们 出门在外 能不乘坐破云舰 这样的大型飞行载具 就算相当不错了 然后云尺这种类似载具 除了云城开不了的 似乎云尺这种 如同高铁一般 被限制在特定浮空轨道 最后应该称呼为 司机的那仆从 告诉宁斯 那种叫做阵法 这个世界不是城内 就没有那种很平整的路 很多地面奇特交通工具 用不了的 至于云炉那种飞行鸟兽 不适合长途跋涉 也拉不动小青 还有自己的一些东西 至于为什么 城外就没有那种建设的平整道路 按照宁斯的猜想 或许强大灵修能够飞行 也有飞行载具 不需要像曾经世界那样 在到处修建平整的公路 最后思考着 貌似这样管理方式 似乎能有效提升 一个区域的集中管理 显著增强平民的安全性 不过还有一个奴隶车夫 是一个老头 一个普通人 应该算是宗门很多 永久性奴隶穷人的 其中一人而已 他自称是一个孤苦的老人 声称我们持云弟子 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他告诉宁斯 持云弟子在外出时 会慷慨地购买奴隶的卖身器 并在完成任务后 给予他们自由 听信了他的话 宁斯也花钱买下了他的卖身器 但是可并没有给他自由 因为宁斯怀疑他可能在欺骗自己 他的行为感到有些可疑 自己可是带了保命手册 由师兄师姐们编写 防止新人弟子下山被坑蒙拐骗 售价几百余分币 当然 以自己的智商是不会被骗的 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按照售卖弟子所说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命才是最重要的 出发 鸣凤临城 这一次形成的目的地 乃是池云宗的边境之地 鸣凤临城 尽管同样地处边疆 但就土城不同 它可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 毕竟按照地图上所标注的地点 是座大城 宁斯也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只有亲自抵达那里后 才知道 乌马背负着一节中型木制车厢 犹如一艘孤舟般 在辽阔无垠的天地之间 缓缓前行 使出规划好的城池之后 便会进入一片 属于普通民众的区域 这里不仅生活着平凡百姓 还有那些四处漂泊的散修人士 然而 当穿越树到险峻的山脉之后 人烟渐渐稀少 几乎难以见到其他人影 在这个世界里 人与修行者之间 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然而 若一个普通人 身处池云宗所管辖的城池之中 他们的生活 仍然可以过得十分富裕 只要稍具一些实力 那么 在池云中境内 还是很安全的 此刻 那个正在前方驾驭车辆的年迈奴隶 能量功 则极有可能是因为参与某种赌博 而输得倾家荡产 亦或是犯下奸诈邪恶之事等缘故 最终才沦落 成为奴隶 当然 如果他所犯罪行 极其严重恶劣 那么 等待他的命运 将会是被拖走 并剁成碎块 拿去喂食那恐怖的物马 物马乃肉食之物 犹如饕天 以恶人为食 且食之欲物 其身欲壮 听闻 若欲有灵性之凶物马 更可携其征战 开疆拓土 拓展宗门版图 于此常识 奔跑之际 口鼻尖白雾喷涌 唤气方式 易于寻常生物 其貌甚是凶猛 故而为之物马 当然 这些都是能量功所说 他一年前被奴役之宗门 严习约半年之久 内容涵盖 喂养 养护 驾驭物马等等 保命手册中指出 外界充斥着狡黠之徒 师弟师妹们 在执行任务时 既要警惕 任务本身的风险 又要警防他人 有时 一个不过普通人 或许都有可能 使你身陷重围 名思暗自思绪 初入灵的灵修 遂与常人强不到哪去 但自己乃杜劫大妖 失败之躯 即便自己不懂任何招式 仅凭一拳 也能将普通人打翻在地 更何况 还有小青在 这老家伙 怎么可能打得过 甚至可能不够小青一口吞的 想了很久 枪这个世界 应该能造出来的吧 难道是强者不需要 普通人不能拥有 具体也没有过多了解 或许会有 更奇特的杀伤力武器 但这老头身上 不可能有吧 虽然宁斯 已经被刷清了 无数次观念了 但也不是没眼睛 这家伙就穿了一身 普通衣物 甚至到下个城的吃食 都得宁斯报销 还没到明凤临城呢 早知道就不看保命手册了 现在宁斯感觉 看谁都是坏人 手册中 更有诸多实力 譬如宗门正式弟子 都有遭凡人暗算身死 又如有普通人 单为奴隶 伺击谋害实力较弱的宗门弟子 有同伙于必经之路设服 劫掠财物 但凡有灵石 便可赚大发了 所得灵石 有用以修炼对应入灵工法 有灵修资质 能修炼出好几个灵修呢 虽然不一定能入境 但也能延年益寿 亦或交与首领 助力其提升实力 毕竟 以数名普通帮众 就能夺到传说中的灵石 或者拿去转卖财物 可让普通人富贵一辈子 可是一笔划算买卖 当然不能绑票威胁宗门 这种不能做 在池云宗境内 如山匪般 抢劫抢劫够当做不了 只要被传出去位置 宗门不需要派人来 这个山头得从地图上消失 灵修的强大 超乎普通人的想象 基本上顶多在境内 都是干一些杀人越货的够当 看得现在 冥思都想一见 把老头斩了算了 但自己可不会驾驶物马 看着路线图 又看着窗外的风景 虽然看得不是很懂 但现在 总感觉 这老小子 在带着自己绕险路 能梁公前面驾驭时 感受着宁思拿出云剑 时而拔剑 时而归翘 那刺骨的寒芒 前面小声地说着 那个大人 把剑放好 这路是险峻 没事 我练剑 看不懂路线 算了 只要出问题 这家伙就完蛋了 还有多久能到 大人 至少也得小半月 什么 半个月 宁思吃了一惊 这不就是给这老小子 埋伏自己的好机会 奈良公也吓了一跳 转过身来说道 大人呀 仙宗管辖区域 地大物博呀 这次 我们都要去到边境了 我们有物马这等仙宗灵兽 其实已经很快了 宁思仔细观察了对方一番 心中不由 又升起几次戒备 内心暗道 你这就不像好人啊 自己虽然并不单凭外貌 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但你的面相实在让人难以 其脸上的刀痕 与岁月的痕迹 让人不由自主地 联想到一些不好的形象 你说 你是连环杀手我都信 宗门是故意搞自己吧 这派的什么人啊 还这时间不得白白浪费 宁思突然想到什么说着 带我去坐飞机 飞机是什么 奈良公诧异地问道 就是池云宗那个破云舰 你知道吧 带我去能坐飞机的那种地方 宁思解释着 想到 如果自己去坐飞机 飞去明凤临城 不就没危险了 而且 这一晃 还要耗时如此之久 难免旅途危险 奈良公对宁思说 大人啊 那种东西好贵的呀 做一次 我一辈子的钱财都不够啊 可能要传说中的零食袜 那种能在城外飞行 先踪遮天蔽日一样的大鸟 我一生只远远见过几面 你别管 给我看一下 下一个城 哪个城有这种东西 宁思回道 自己去了解 外人不可信 奈良公拿起地图看了看 指着那个地方 对着宁思说 这里 木天流转城 有那种巨大的飞鸟 行 就去这里 这里是都城云城附近 另的一个大城 去这里坐飞机 反而更便宜 这老头前半生四处流荡 见识也不少 虽然才五十多 因为普通人 加上各种劳力的透支 已经快要像迟暮的老头了 半日后 大人 不好了 前面的大道路途坍塌了 前方的能良公 突然对宁思说道 掀开帘子一看 前面的山体滑坡 一连道路都被破坏了 走山路雾马 拖着自己这辆大车 肯定是过不去的 只能走稍微平坦的地形 对他说 走这分道 大道有时也指引 去其他小城的 还有其他的路 有小路 但是我认为这是 被人故意破坏的 走小路有危险 奈良公对宁思说着着 但宁思觉得 这家伙还在装 随后问着 有什么危险 我们绕路还有几条道 但都有高山峭壁 正是普通人劫掠的 最佳场所 怎么会有劫掠 池云宗境内 不是很安全吗 按照宁思的了解 池云宗境内 是很安全的 大人有所不知啊 这天大地大 总会有些那种 不守我们先宗法律之人 不过大多都是一些 普通贫苦流民 总有贱民 不靠自己劳动谋生 就想抢点路过平民过日 很多犯了点小事的囚民 不是斩首那种 被抓后 关押几日就丢出城外 这种人 不会去干活养活自己 也进不了城 会在远离一些城池的地方 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宁思听着 感觉有一点点道理 还能了解一些 池云宗的基础法律 那对于这种事 宗门都是怎么处理的 这种不是肆意屠杀 普通人事件 都是城主派一些 普通城卫去处理 路途又遥远 普通人也很难翻山越岭 并且 还需带回城里定罪 一般处理很麻烦 先宗境地这么大 总有险境地方 照顾不过来的 宁思或许有点了解了 那找一条相对安全的吧 顶多有些山贼 就是稍微比普通人 心狠手辣点 小青还在后面睡着呢 只要没有热武器 冲杀普通人 跟吃饭一样简单 因为太强了 虽然没了解 妖兽的一些实力划分 但小青那非凡的防御 给普通人一把刀 除非有自己这种力道 还不一定能砍伤 没有办法 如果能量功 有什么坏心思 宁思不实录 必须得入套的 没多久了 以雾马的速度 就到下个城了 这时的池云境内 一处地方 两边都有高山 和茂密的植被 几人身上穿着 没件好的衣服问着 几天了 俊明 我们打劫不好吧 这是老天在作怪 阻止我们作恶啊 第一次打劫 这有什么办法 族人现在都还在 忍机挨饿 去城里申请救助 又在审批 谁知道要等多久 我们要是再不弄点钱 才回去 大家断饿死了 放心我们只要一点点 绝不伤人性命 如有恩情 日后必然报答 众人听着自己挨饿 而咕噜叫的肚子 好吧 突然一人喊道 好像有落单的旅客 带头男子 也是紧张起来 招呼着大家围过去 打劫 一道大喊声的传来 自己想什么来什么 甚至此刻 宁思都是一直看着能量功的 宁思直接让奈良功先出去 随后站了出来 这种时刻保命手册有记载 很有可能 自己这边人背后捅刀 比如能量功 虽然看着 好像自己这边人 万一是和打劫一伙的 自己就是把背后落给了敌人 当中有记录 正是弟子 有人这样被普通人放倒过 看向对面 一群人没有多余的话语 读好马具 迅速为好 衣衫蓝履 有的人甚至没有一把好刀 只拿钱 不要命 速速交出来 带头的说道 奈良功扫了一眼 小声地对身后宁思说着 大人 望手下留情 只不过一群吃不起饱饭的灾民罢了 对面甚至年老都有 对面带头 也是心里发虚 好不容易遇见一个落单的 需要迅速 万一后面来人了 这十几号人 估计就要交代在这了 但是对方出来一个小孩 敢一个小孩 加一个老头 就赶走满山道 首领不是二货 也看出对方不简单 宁思想着自己 好歹是仙人底气也很硬 你们知道 男的是什么人吗 话还没说完 旁边一老人小声说道 俊明 那小孩穿着 好像是池云宗弟子 还有仙宗弟子 标准外出的雾马仙兽 众人远处可看不清 只感觉是一头大点刨腿野兽罢了 对面头领吃了一惊 传说中的仙宗弟子 自己长这么大 可都没见过仙宗弟子 别看池云仙宗庞大弟子众多 但世界这么大 普通人一生 甚至在一处小城的一片区域 直到生老病死 也没见过外面世界 只见对面煞食慌神 仙长 仙长 嘿嘿 打扰了打扰了 栏下特地给两位表演几下刀法 望仙长指点 说完领头 挥舞大刀 仅仅几招架势 便使得声音呼呼作响 然后一个眼神 众人连忙边拍手叫好 边把拦路的石头木桩移开 宁思此时满脸都是疑惑和尴尬之色 随即示意耐良工 继续驾车前行 并慢慢地从这些人身旁驶过 小青依旧憨然入睡 而宁思则紧握着剑柄 目光如炬地扫视着周围的人群 为了生计才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拿到这些钱后 便不要再去打劫其他无辜的平民了 此刻的宁思并不想过多地干涉此事 因为他担心这一切仅仅是表象 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等到将来自己修行有成之时 再来伸张正义也不迟 毕竟盲目地被情绪左右 轻易涉险 这不是觉得命长吗 保命手册正义篇 只有成为强者 才能更好地维护心中的正义 如果仅仅只是购买粮食 那么这些御天币 绝对足够买下整整一大车了 当奈良公亲眼目睹宁思 抛出那一堆御天币时 也是咽了一下口水 似乎感觉得多了 那群流离失所的众人 见到宁思扔出的御天币 纷纷簇拥过来 瞪大眼睛端向起来 其中一人满脸感激涕零地喊道 谢谢您 仙长 多谢仙长大发慈悲 求求您救救我们村里的老老少少吧 话音未落 众人突然齐刷刷地跪倒在前方 奈良公眉头紧簇 历声呵斥道 诸位难道认为这位大人很好说话吗 然而 那些难民却焦急万分地辩解道 仙长 仙长 我们都是善良之人啊 此次拦住道路实属无奈之举 我们已经连续数日 以野草和树皮果腹 村子里的老人和孩子们 都快要被饿死了 多亏了仙长的恩赐 才得以活命 若仙长愿意赐予我们入成民的资格 从今往后 我甘愿成为仙长的仆人 任凭仙长发落 为仙长效全马之劳 说吧 一群人不住地叩头谢恩 听完他们的诉说 宁斯连忙喝止了 正准备驱赶离去的奈良公 并示意他一同前去查看情况 大人 虽然说得很像 可能会是陷阱啊 大人已经给了他们一些钱 完全可以去沐天流转城 或者中转镇 换取食物 听着奈良公这样说着 宁斯反而放心了 无妨 跟着去 谢 仙长 仙长 难民跑到前面指引着 据路途所闻 这批人的先辈 早已与集市城镇疏离 沦为所谓的流民 此处所言之流民 乃是那些并不依赖城镇 于野外自己自足之寻常百姓 由于多数土地 皆以化归城镇管辖范围内 若遇谋求生计如耕种等 则需租赁田地 然彼等本籍贫苦之人 何来钱财 故只得前往深山密林 寻觅栖身之地 并肯荒耕作 此类远离官方 划定主城开发区域之处 无需纳税 但这些辟原险恶之地 对普通民众而言 以潜藏风险 该村庄便遭遇天灾 泥石流之灾 整个村落尽遭淹没 仅于数粮勉力支撑 原本生活仅能维持温饱而已 此番更是雪上加霜 宁思作为先宗弟子 自然有资格 让城镇接纳这些难民入城定居 并无需缴纳任何费用 看着他们那疲惫不堪 精神萎靡的样子 甚至比能凉工的老头子 状态都差 既然已经把话说出口了 按照曾经的思维 总不能见死不救 于是乎 被引领着 前往一个僻静幽深的山谷之中 当他们渐行渐进时 远远的便瞧见了几座 用木头搭建而成的简易帐篷 粗略估算一下 这里聚聚着将近百名村民 二说 三就 见到熟悉的面孔 众村民都围了上来 你们怎么截略了一辆拖车回来 还抢人家的行驶妖兽 不是让你们 最多要点钱财就好了吗 到村后 一老人对牛俊明破口大骂 还有你老全 他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最后 牛俊明拉住了老人 解释了来龙去脉 什么 池云先长 真的 俊明 虽然我们 老人看了看一种快饿死村民 长叹一口气 对着自己跪拜 见名牛德寿 叩谢先长大人 宁思看了一眼到处破败的村子 估计真的是被泥石流烟了 然后 大家在好的一处 暂时搭建庇护所 先长 先长 我们绝对是遵纪守法的平民啊 只是实在迫不得已 需要实物果腹 我们绝对没有干那种 伤人性命之事 我们祖上 还有登记在侧的 是勤勤恳恳的 池云先宗境内成名 我们世代在 池云先长的庇护境内 生活了不知道多少代了 牛德寿 带领能动的村民 跪着说道 放眼望去 山体滑坡后的景象 显得破败不堪 风尘扑扑的气息 弥漫在空气中 尽管池云管辖的区域辽阔 堪比旧世界的国家 但在这个融合了 玄幻与科技的世界里 不可能处处都是山贼和强盗 也不可能到处神仙打架 合着都不知道 普通人怎么活的 在这个人口众多的世界里 尽管资源丰富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享受到富裕的生活 池云宗能够确保 城外这么大的地方 普通人民 能够安全生存十几代人 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保命手册有记 大多弟子 都是池云境外 被普通人坑杀的 原本宁斯还不相信 池云宗这么大的管辖区域 总会有点不安全吧 看来是自己危机感太强了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能在池云境内 被干掉的弟子 基本被埋伏 都毫无还手之力 还是得赶紧去城镇 随后连忙让众人起来 还有很多面黄鸡兽的 估计都要饿坏了 最后 宁斯把小青的食物 分给了众人 让他们先撑些时日 去到城镇 让卫兵来接引这些人 村民全部后方跪拜 谢仙长 往仙长一路走好 世界太大 离去可能就一辈子 就再也不会遇见了 之前领头牛俊明 带着仅有的几个青壮 跟随宁斯 一共四人分为牛俊明 牛熊壮 牛兴旺 牛大国 直到过了大半天 到了深夜 才快到了一个中转城 原定计划 是赶到木天流转城的 乌玛不可能拉了宁斯 跟小青 还拉这么多人的 直接让他们四人 一直跑在后面跟随 哪怕脚都磨破了 宁斯就这样 一直折磨他们到深夜 作为他们有打劫念头的惩罚 当然 我们自愿受罚 幸好中转城相隔不远 不然这几人迟早得累死在路上 不过估计也跑了几十公里地 进入中转城 是不要钱的 当然 宁斯作为池云宗弟子 在池云境内都不用交钱 中转城 连接多个主要城市的重要枢纽 作为两大主城的夹角地带 或者建立在主城辖区边缘 难以全面照顾到的地方 一般生活都是一些普通人 因为进城不要钱 可以说都是一些普通人 留名的聚集交易中心处 也作为一片移居地带的管理处 不过 这里连接都城和很多大城 但并不落后 跟城卫说了 去接牛家村那些难民 给予成名身份 身为先宗弟子 有资格命令一些低级军官成位的 顺便塞了点小费 牛家族人在中转城 能不能发展起来 并不是自己所考虑的 只能拯救危难 可不是送佛送到西 然后带着众人 找了个时辰 就住了一晚 待到第二日 在中转城门口 宁斯对着几人说道 你们四人跟着能粮宫 一起驾驶物马 到明凤临城可懂 好的大人 几人回道 物马是宗门妖兽 不能搞丢的 给了点他们路上所用的钱财 还要带着 物马给上个接了任务的师兄 还是师姐的 自己不可能跟这些人一起了 路途太不放心了 刚好这四人还是有点用 昨天考验他们 也按要求严格执行了 昨晚特地让他们路途几人 监督能量功 就怕心怀不轨 自己不再等会把宗门妖兽 都给卖了跑路了 现在 衣物已经换成了 前世常穿的上下装 不可能再穿弟子道袍了 云城穿一下还行 这还穿着太显眼了 巴不得认出 把自己绑了 不在城内太危险 然后带着小青 跟一些杂物 租了一头屠兽 一样类似马匹 又有点像驴 头滑溜溜的 短尾 四角兽 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马力很大 不然还不一定能拖得动 能在小青的大车厢 这个世界这种工具家畜 比普通普通还贵 不知道多少倍 现在花的钱 都是村长给的御天超 宗门可只给了基本的保底费用 等会都不知道 够不够坐飞机呢 到了木天流转城 然而感觉这里 李云城更玄幻 在这座名为 木天流转城的中心 一道巨大的蓝色光幕 横贯天地 如同一道神秘的屏障 将整个城市 笼罩在一片幽蓝的光辉之中 这道光幕 不仅是此地的象征 更是科技与玄幻结合的产物 夜幕降临 木天流转城的光辉 才真正绽放 这座庞大的都市 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 其光芒穿透夜幕 照亮了城外 无边无际的世界 城市的无尽边际线 在远处模糊 仿佛超越了 前世最繁华的都市中心 在这里 玄幻与科技 如同融合 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高耸的塔楼 和悬浮的宫殿 在云端交织 而地面上 则是由先进科技驱动的 交通工具和智能设施 灵法与机械的融合 使得这座城市 既拥有古老的神秘感 又不失现代的便捷与高效 白天 光幕如同一片宁静的蓝天 为城市带来凉爽的微风 和柔和的阳光 而到了夜晚 它则变成了一道璀璨的灯火 将城市装点的 如同梦境一般 光幕上流转着 复杂的符文和光影 它们是由城市中的法师 和科技大师 共同研发的能量结构 既能够吸收天地间的灵气 又能够聚集太阳能量 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 根据本地人所介绍 这道光幕不仅美化了城市 还保护着城市 免受外界的侵扰 它具有强大的防御功能 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来攻击 同时 光幕还与城市的各种等系统紧密相连 是幕流天转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过幕天流转城的居民们 对这道光幕充满了敬畏 宁斯还是打听了一下飞机的价格 进去换乘辆 流距一路前往 这个流距就有点像便捷高铁了 一节又一节的车厢浮空行驶 按照宁斯的想法 核心基础应该跟云尺差不多 动用阵法构造基石 欢迎光临 仙长大人 去明凤临城吗 正好现在是热门前往项目 有价格优惠 前世的记忆仿佛刺激到宁斯脑海里 不禁问着 这热门前往项目是什么 不知道呢 据说那边有大纪元呢 最近好多人都去哦 辅艺员热情地介绍着 看了看价格 指着小青 给我来两张 站在辅艺面前 这个飞机 或许是自己唯一能用物理解释一下的东西了 整个椭圆的大船 上面巨大隆起的帆布 后面好几处有着螺旋桨 应该是热气球类型的飞机吧 但这有船身点大呀 这个漂浮比例完全不够吧 这木质有点硬 马上开船了 各位仙长大人快上船 宁斯又给了自己一巴掌 这能解释的吗 这已经也是最便宜的飞行载具了 不过 买了普通小舱级别的船票 依然花了大半积蓄 就剩几张百只的玉银钞了 主要因为 有小青这个大型零售 必须得买包间 那不然 关笼子里运了 但看了书籍的分析 从现在的一幕幕 十几年前 那场令人心悸的大黑天事件开始 整个世界的局势 变一变得风起云涌 动荡不安 倘若能入境灵转阶段 还能获得更为长久的寿命 要不是因为肚子饿得咕咕叫 刚刚练完剑的宁斯 也不会一个人跑出来觅食 可当他看到这些食物的标价时 心里不禁泛起嘀咕 还是算了吧 不买了不买了 我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再忍一忍饥饿的 嗯 就吃点剩下的干粮 撑到冥凤凌晨再说吧 如今的宁斯 对食物的需求量极大 亦或是所需要摄入的能量 远超常人 若想通过普通食物 来满足需求 则需大量进食才行 不过对此 宁斯似乎还能够接受 毕竟如今的身躯 已非比寻常 只要不是什么修炼资源 凡人的钱财 还有的是 就在这时 一名仆从注意到宁斯四处张望后 又转身离去 便赶忙上前说道 这位仙长大人 此次南门小姐 特意乘辅艇而来 并在外主舱设下宴席 请诸位仙长共同品名 宁斯听闻此言 觉得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一来可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 二来也能出去透透气 于是爽快地回答道 那带我去看看吧 随后一同前往 看看这艘漂浮艇 毕竟为了不引人注目 这几日 宁斯一直都待在包间里 小姐 又有一仙长大人带到了 仆从说道 呼 这风吹着可真凉快 不过一般普通人 可不好掌握 航行速度有点快 还是有不少人 在上面看风景的 你好 在下宁斯 宁斯还是用宗门的方式问好 宁斯不知道 浮艇上有多少修行者 但应该有的吧 南门小姐见到自己后 直接邀请同桌 还是很奇怪 你好 南门宴 南门宴的短发利落 给人一种率真的感觉 她的穿着 如同简约而贴身的气袍 展现出一种 随性而又不失个性的风格 身后蒲从倒上茶水后 南门宴端起茶杯 只见茶水仿佛急剧升温 一会后缓缓冒出热气 被大风吹得如同倒流出来 然后双手递了过来 请 看着那双白金玉手 宁斯怎么也想不明白 她能加热 啊 谢谢 谢谢 放桌上就好 也不知道咋接 而且杯是烫的吧 感觉会烫到自己 南门宴随后问道 道友也是去徜徉秘境 争夺质保的 还是去观望 妈 自己怎么知道 宁斯连明凤凌晨都不知道啥样 她问这种东西 只能实话实说 谢谢 姐姐的茶 不过 我连明凤凌晨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单纯需要去一趟 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情报 我是一概不知 哈哈 道友 还能叫上姐姐 这称呼我挺久 没听过了 南门宴笑着回答 随即笑着问着 只是想问问道友 是不是为了质保 看样子 似乎并不是的样子 道友今年多少岁了 独自一人 就去这么远地方 应该不可能表面模样吧 宁斯想着 九岁 宗门都记录这个岁数呢 明显南门宴吃了一惊 谁家小孩这么大点 就出远门的 认识字没有 并且谈话并没有小孩子的语调 明显不是 仅仅是修炼什么道法 或者什么体系 才会是小孩子的 道友可没骗我 这么小出去玩 不怕迷路吗 呃 不会吧 目送他离去后 仆从向南门宴报告道 郡主 他的确携带着灵石 南门宴原本想交流一下 却感觉 宁斯都是谎话 在简短的礼节性对话后 宁斯决定告辞 以免显得不识趣 看得出来 或许对方需要时间去探查一些情报 而对于这些 自己并不了解 因此认为 没有必要参与其中 观看着辅艇的飞行高度并不高 大约只在地面以上几百米 遇到高山时 还会绕行 感觉到相对安全 随即放下心来 决定回去休息 不知不觉 几日后 宁斯只感觉 运河太慢了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成为强者呀 各位宣长 各位旅客 明凤临城即将到战 一道声传来 要到了 得去看看 先看看明凤临长什么样 把两个箱子 装了些任务手册 弟子令牌 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绑在小青身上 就拉了出去 钱袋跟灵石 是一只绑腰上的 呼 好壮观啊 拉着小青的宁斯 站在甲板上 这座城池的外观 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宏伟而神秘 仿佛与天空相连 城墙高耸 有一种罕见的 银红色石材建造 表面镶嵌着 无数闪烁的宝石 他们在阳光下 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如同无数星辰点缀期间 城墙上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座瞭望塔 塔顶装饰着 巨大的火红风帆 随风飘扬 各位大人前看 那就是通往 池云内地南门 城门巨大而沉重 由灵铁打造 上面雕刻着 古老的符文 据说这些符文 能极大增加城墙的坚固 那处全城最高点 有一座宏伟极高的 瞭望宫殿 名为凤灵殿 宫殿的屋顶 覆盖着火红色的琉璃瓦 墙壁上镶嵌着各种宝石 每当日出日落之时 宫殿就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如同真正的凤凰 降临人间 名凤灵城 不仅是一座城池 更是旅者心中的圣地 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朝圣 引导仆从的一番讲解 高空中的视线 还不能几乎看完 马上到府庭停靠站了 宁斯带着小青 凭着小青的身躯 直接就第一个冲了出来 饿了几天啊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 被远处的一道横幅吸引住了 那横幅上赫然写着 欢迎宁斯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还有人和我同名同姓不成 带着小青过去查看 与此同时 周围也围拢了一群人 他们好奇地盯着宁斯 上下打量都不停 其中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 更是引起了宁斯的注意 她静静地站在那里 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清新脱俗 突然间 那女子倾起朱唇 柔声喊道 宁斯 她的声音 如同天爱一般 在空气中缓缓飘荡 夹杂着一丝丝难以言语的关怀之意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宁斯先是一愣 哎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叫自己 有些不知所措 她随即只会众人围了过来 难道自己被算计了 看着惊慌失措的宁斯 女子说道 是我 安琪梅 不认识 我是师姐 弟子令牌呢 吓得宁斯立刻拿了出来 只见安琪梅拿过 在宁斯脸上扫了一下 令牌亮起 她凑过头 缓缓看去 卧槽 这特么是手机 还特么是触屏的 面部解锁 回去的路上 安琪梅用一种仿佛看着土包子似的 目光紧紧地盯着宁斯 并面露一色地问着 紧接着又抛出一连串问题 你真的只是一个外门弟子吗 外门弟子 怎么会有下山执行任务这样的资格呢 你居然还知晓 如何乘坐辅艇 还有啊 你到底多少岁 似乎很想确认 宁斯不是假冒的 面对师姐连猪炮般的发问 宁斯始终一言不发 只顾低着头摆弄手中的手机 完全忽略了师姐 不断地沉默着 这玩意可以面部解锁 触屏的 宗门弟子令牌 不仅代表着持有者的身份地位 它不仅能够实现通话交流这一基本操作 让人随时随地与他人保持联系 同时也具备查看自身所肩负宗门任务的能力 可以清晰明了地了解 每一项任务的具体要求和目标 此外 通过这块令牌 还能够得知 与自己执行相同任务的同门师兄弟姐妹们的位置信息 甚至包括周围一定范围内 其他弟子的大概方位 就是距离很短等等 还有很多没研究明白 师姐见宁斯一直不回答 真是又气又无语 难道 导师没有教你用弟子令牌吗 听到师姐的质问 宁斯小心翼翼地开口 师姐啊 有何事 师姐强压着心中的不满回应道 那个这个手机 不对 弟子令牌到底要怎样才能接收信号呢 宁斯一脸茫然地问道 师姐只得一手捂住额头 暗自叹息 她实在无法想象 自己竟然会遇到这样一个 对世事几乎一无所知的天才同门师弟 一时间心痛不已 喃喃自语道 信号 嗯 或许我大致理解 你想问些什么了 经过师姐一番详细的解释后 我才明白 原来在这整个池云境内 竟被本宗那些拥有大神通之力的前辈们 精心构建起了一张神奇无比 覆盖范围极广的云网 只要身处正常池云境遇之内 每个人均可借助手中那枚弟子令牌 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然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枚弟子令牌并非永久性可用 它同样也需要定期进行充电 或称其为补充能源方 可保持正常运作状态 否则一旦电量耗尽 便仅剩下一些最基本的功能 仍可使用 例如 能够在持云境内 感知到其他持有弟子令牌之人所处方位等等 而这种基础感应能力 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保守估计 至少能维持将近百年之久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该如何给这部手机完成充电操作呢 据师姐所言 唯有正宗池云派门人 且拥有核心流云 以及掌握着灵级功法者方 能为之充电续航 尽管对于其中原理 尚不是明了 不过就是要走池云主流灵修 并掌握对应的一个灵法才行 刚才师姐拿起宁斯手机 查看是否有电质剂 实际上正是在确认此事 并且 师姐是内门弟子 比正式弟子还高一级 说起来 可能有些难以置信 别看她表面年轻貌美 如少女般动人 其实已经是几十岁的老女人了 这时才注意起 师姐看起来好年轻 就是腿长了点 身形高挑修长 凹凸有之间 竟显恶挪多姿之态 师姐自称是持云宗天才中的天才 十多岁就入境了 所以会很年轻 正当宁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师姐 那曼妙深姿时 对方突然开口说道 不会吧 不会吧 难不称你近视的好色之徒吗 怎 怎么可能 宁斯顿时慌了神 连忙辩解道 尽管在这拥挤不堪的车厢内 两人距离确实颇为贴近 甚至能够嗅到 从师姐身上散发出的淡淡幽香 但自己却一点没有想歪 奇怪了 师姐 怎么了 先加个好友 研究了一下 还能共享加好友 还能进行聊天交流 而聊天所耗费的 竟然是电量 随后 师姐的令牌 忽然开始震动起来 她低头看了一眼后 目光转向宁斯 问道 你打给我干嘛 呃 只是练练手而已 请您拒绝一下 宁斯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没想到这块令牌 竟如此神奇 居然还有紧急呼救功能 想必只要点击了 就会有同门师兄弟 前来营救自己这样吧 稳了 持云宗 真是太照顾自己安全了 誓死效忠 任务做完 必然要回宗门安心狗着 师姐问着 你该回答我问题了吧 哦 哦 师姐什么事 你多少岁 九岁 师姐又看了看 叹息的样子 似乎是感觉 宁斯的智商能匹配上 你真的是外门弟子 难道有假的吗 任务上不是写着 你到底是怎么接的这个任务 长老给的 不可能啊 这种完全就是 正是弟子的任务 我不知道 宗门自己还没待够呢 好多地方都还没去过 就被赶出来了 可能是长老 觉得我添资过人 这回聪颖吧 说着宁斯还告诉师姐 自己可是这界的大师兄 师姐沉默了 可能想到伤心的事了 也可能极度宁斯的添资 大人 大人 水云间到了 外面的下人喊道 宁斯出去看到 好大一座石城 面前一座石城 水云间 简单点来说 在鸣凤凌晨 石云官方的 一座连锁酒店而已 这座酒楼外观宏伟 仿佛一座宫殿般 宏伟庞大 这么大的一座石城 就拿来给弟子练手 并且任务中写道 其中的收入 十分之一是弟子的 不仅有贡献 还白送钱 而且任务又简单 还是特殊任务 也不用每月 再做别的任务 这任务太棒了 宁斯兴奋地 自言自语着 回去一定要 好好感谢长老 一定是宗门 特别照顾我 才派发的任务 叫上小青 就进入了石城 后面一些石城的 普通护卫 大人慢点 大人慢点 已经忘记了吃东西 首先交接 宁斯可没忘记任务 首先来到账房 让管理人员 把所有财务统计 汇总给自己 至于师姐 可能跑点休息去了吧 一份份纸张 报表在面前 完了 看不懂 宁斯虽然有头脑 但怎么知道 有没有贪污人员 吃空想 咳嗽了一声 问了问 你们可有贪图管理财产 一旁众人瑟瑟发抖 大人 没有 没有 我们都是先宗庇护下 遵纪守法的成名 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是了 这样问肯定不行 然后又让他们 承上收入统计 看了看 最近都是忘记 住客 石客都有增加 每月有净收入 几百万的玉利币 主要卖的 也是一些高档普通食物 看了半天 好像这石城 有没有宗门弟子 都一样能运转 罢了 就依照自身的想法行事吧 先把那些不忙碌的 管理人员和 基层工作者 都召集起来即可 给所有人开个大会 嗨嗨 期望我所说之言语 可以传遍石城的 脚脚落落 宁斯稍稍停顿了一下 这些人 也都是精明之人 听闻此言 立刻抱以雷鸣般的掌声 宁斯提高音量 大声说道 我要求你们 务必将此消息传递出去 在此地 绝不允许 存在任何形式的压迫与腐败 好 好 众人纷纷附和 并鼓起掌来 总而言之一句话 对于检举揭发者 必有重赏 若有人胆敢实施压迫 或贪污行径 请稍后将信件转交于我 我定当全力保障 每个人的公平正义 将亲自出面 维护公正 众人停顿一会后 便开始阿谀的奉承道 好 好 大人简直就是正义的化身 朱仙长大人 得道长生 若人族都是大人 这样的人带领 我们人族 简直有着一番美好的未来啊 门外听着演讲的安启梅 缓缓离开 在悬空阁楼上 宁丝望着水云间 这座石城风景 顶层是一个开放式的观景台 从这里可以俯瞰 半片凤陵城的美景 庞大的水池连台 简直是品酒赏景的绝佳之地 每当夜幕降临 酒楼灯火辉煌 空中弥漫云流 宛如天上的池云 触手可得 一位下人来到后方 大人 打扰了 有什么事吗 宁丝问道 仙长大人 您的师姐 叫您去他那一趟 宁丝随后跟随前去 顺便让几个仆丛 照顾小青吃食 不多时 他们来到了一间 装饰奢华 内部书房门前 进入房间后 只见安启梅正坐在桌前 轻轻挥动手中的折扇 见到宁丝进来 师姐起身后 搭着自己的肩膀 师弟 你来得太及时了 师姐最近发现一个 藏有无尽宝藏 和珍惜资源的神秘之地 怎么样 够刺激吧 只要你跟师姐一起去 好处少不了你的 宁丝心中立刻大惊 瞬间回答 不去 唉 不要拒绝这么快吗 师姐拉着想走的宁丝 她努力地想挣脱 发现居然根本就没有 师姐的力道大 师姐缓了缓 为什么不去 可能有很多灵石哦 不要 坚决地回答 想了一会 那会有传说的大灵之法 哦 我学不会 不去 师姐似乎无法说服宁丝 便直接挡在面前 问道 静地想着 这打死都不能去 内心充满了疑惑 感觉师姐的提议 肯定有什么猫腻 如果有质保 师姐自己去取就行了 何必拉上自己 并且 这种所谓的质保 肯定要九死一生 真以为是自己是主角吗 盲目地去冒险 明明都还没入境 自己还是圣子呢 等会宗门 说不定还要大力培养自己 我可还没闲命长 也没有绑定系统 这种明显是去找死的事情 才不会去做 你到底去不去 我不去 去吧 不去 现在师姐掐着宁丝耳朵 古奶奶问你 怎么才去 宁丝尖叫着回应 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会去的 师姐似乎并不打算放弃 她继续诱惑宁丝 师姐我是那门弟子 可以当导师那种非常厉害的弟子 可以教你修炼 宁丝却依旧不为所动 不需要 师姐给你零食 不要 这间质保很安全 我们直接去取就行 绝对不会有事的 师姐再三相劝 那好吧 你一个人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 随着师姐的话语 宁丝心中的疑虑愈发深重 她回想起保命手册中的警示 无缘无故的善意 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动机 她自问 自己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值得师姐如此殷勤 然而 她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你在看什么 师姐好奇地从宁丝怀中 抢过了那本书籍 这书里的看人片 是我写的 师姐指着书末的著名说道 宁丝的目光看过去 辅助编写 其中有一人便是 安琪梅 那你为什么非要我去 你不会叫其他人吗 宁丝终就问了出来 随着雾气的弥漫 整个房间周围变得朦胧不清 意识到 这应该是师姐施展了某种灵法 师姐向宁丝展示了弟子令牌 并解释了其中的生死共同选项 这个选项意味着 只要两人同时连接 他们的信息就会传回宗门 并且专门为同门弟子所知 这样一来 他们就会共同去完成任务 而且 如果其中一方消失或死亡 活着回来的弟子 都会被押送回宗门接受审问 师姐沉思着 意识到时间紧迫 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她回想起 一个月前 就已经提交了宗门弟子的请求 原本以为会是一个轻松 且收益不错的任务 却没想到 竟然没有人愿意接替 这种情况 让她感到有些蹊跷 仿佛一切都被某种力量操控着 直到宁丝接到了这个任务 仿佛被算计好一样 然后呢 我实力低下去 有什么用 宁丝心中充满了疑惑 自问实力不足 对于即将到来的任务 感到有些无力 而且 貌似有很多漏洞 师姐缓缓说道 这简直是个减宝的好机会 我察觉到你虽然尚未入境 但你的体质 已经达到了三转灵修以上的水平 我不清楚 你是否修炼了其他体系 但这并不重要 你的体质 足以承受我的灵法威力 这就足够了 你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完全放心 我主要担心的是 潜在的埋伏 到时候 你只需帮我留意四周的情况即可 哦 不去 好了 我要开始讲重点了 现在 你不去也得去 师姐抓着想要逃跑的宁斯 师姐带着一丝沉重 缓缓地开始讲述一个故事 几百年前 一位灵修强者 在众多大能的围攻下受重伤 跌落到安家村外的山脉中 却被好心的安家村民发现 并救回村子 但是 这个举动 却给村子带来了灾难 因为这位强者 掌握着一种强大的术法 改变生机之术 大成后 甚至能增加寿命 这引起了所有强者的贪婪 为了得到 最终 他被多个宗门和教派 联手追杀 在绝境中 他使用了一种禁术 将自己的身体 一分为二 本体被捕获 而分身逃脱 但是 分身没有本源的力量 注定无法存活 就在灵力即将消散之际 他被村民们发现 他本想找一个无人之地 安静地离去 但已经太迟了 如果村民们没有发现他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现在安家村的命运 却无法改变 因为强大的追踪术 追杀者很快就会找到他 在这个过程中 任何遇到的生命 都可能遭受不幸 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唯一的办法是 他让安家族人 选择几人传承香火离开 但不能太多人 因为普通人的破绽太多 而其他的村民 则必须牺牲 他会扰乱这里的气息 继续逃亡 让追杀者 以为他已经到了极限 仅仅只是路过此地 安家村的村民们 经历了艰难的选择 选出了几位代表 他们带着全村人的积蓄 和灵修强者留下的遗物地图 离开了 这张地图 是他对村民们的 最后一份补偿 然而 其他的村民 却没有那么幸运 他们追杀者的过来 并杀害 因为是池云境内 那些人为了彻底消除 不被池云宗 得到有用的线索 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路线上 所有遇到的生命 当然如果被发现 有过跟那人的接触结果 会更惨 带着沉重的心情 被选中的村民们 踏上了逃亡之路 他们心中充满了 对失去亲人的哀思 同时也承载着 对生还者的希望和责任 这段历史 成为了安家村的痛苦记忆 尽管逃亡的村民们 带着宝藏地图 但他们都是普通人 没有人敢轻易触碰那些 可能带来危险的宝藏 一百多年过去了 那位灵修强者 没有留下 让普通人进入修行的方法 也许在他看来 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安家村的秘密 代代相传 直到有一天 家族中出现了一位 拥有灵修资质的女孩 她进入了无上宗门 成为了家族的希望 那个人就是我 祖爷爷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 尽管 我还只是一个尚未入境的小女孩 爷爷并不想让我承担太多 也许在他看来 保留这么多年的宝藏 或许不如先宗里的功法珍贵 不过在修炼的过程中 我逐渐了解到 那位强者的强大 以及他所留下的完美大数法 这种数法 不是普通的功法 而是传说中的本灵功法 只有拥有本和才能修炼 如果这种功法的消息传出去 所有的灵修者都会来争夺 甚至连高高在上的宗门 也会参与其中 多年后 我已经成为宗门的内门弟子 但依然不敢轻易进入那片森林 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 只有等到有足够的把握时 我才会去探索 然而 就在听闻长阳秘境出现变故之际 我毫不犹豫地 向宗门递交了执行任务的申请 并马不停蹄地赶赴此地 抵达之后 我惊讶地发现 近期来往之人 如潮水般汹涌澎湃 众多大势力都出现在这里 毫无疑问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势 即将在这长阳秘境中爆发 经过得知 天下第一风水算师 推演出长阳秘境内 近经线传闻中的天命道运 此消息 犹如一道惊雷 划破长空 瞬间席卷整个世界 激起了各方势力 与强者前所未有的欲望 众人皆对其屈之若鹜 原因无他 只因这天命道运 蕴含着无尽的机缘与力量 而那位灵修大能 遗留下来的洞府 看似不过是 信手拈来布下的 一座阵法而已 但若是有实力超群者 靠近那个区域 极有可能洞悉其中奥妙所在 即便未能当场识破 伴随着诸多巨头势力 纷至踏来 这些门派中的顶尖高手 亦或有几率觉察到 那座精心构筑人为的迷阵 宁思一字一句地听着 问道 那位强者当时为何不向 迟云宗求助呢 师姐表情凝重 压低声音回答道 难道其他人就想不到这一点吗 如果他真的前往迟云宗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极有可能掉入 敌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 而且 谁又敢保证 迟云宗一定不会对他出手吗 更何况 他的生命 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倒计时阶段 与其遭受无尽的折磨 最终惨死 倒不如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 说到这里 他紧紧地盯着宁思 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道 所以 我需要你跟我去赌一把 感受到脖子上传来的阵阵寒意 宁思战战兢兢地开口问道 我我可以选择不去吗 不行 师姐的语气 毫无商量余地 无论我是否能够平安归来 既然你已经知晓了 如此重大的秘密 那么 你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跟我 一同前去放手一搏 要么就是死路一条 这不是明摆着坑我吗 我好不容易加入持云仙门 如今更是贵为门派圣子 我玩什么命啊 好好好 我去 我去董藏了吧 宁思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可奈何 铭凤临城的前方 延伸着神秘无边无际的长阳秘境 即便是十大至高宗门之一 池云仙宗 他们的这处边境 也只不于这片神秘的长阳秘境 长阳秘境号称永不黑暗 在千万年的历史长河中 长阳秘境唯一一次黑暗 还是那次传说中的大黑天 秘境中 蕴藏着丰富的天才地宝 和各类珍惜灵药 是修仙者梦寐以求的宝地 然而 机遇与危险并存 秘境中的凶险无处不在 许多独心侠和散修 都梦想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缘 秘境中 由于缺乏强大势力的约束 形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环境 杀戮和争斗成为了常态 无数天赋过人的灵修在这里陨落 他们的生命轨迹 如同流星划过天际般短暂 师姐透露了必要的流程 才肯放宁斯走 自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以来 似乎所有事情都被计划好了一样 不禁叹了一口气 唉 师姐嘱咐宁斯好好休息一个晚上 不过待确定 小青已然陷入沉睡 且十分安稳后 宁斯将一些杂七杂八的物品 整理妥当 然后换上一身精致的套装 换来熟悉路途的仆丛 准备出门一趟 希望看看 有没有什么保命的东西 要知道 截至目前为止 宁斯尚未真正意义上帝 游览过这个世界中的城镇 此刻 他端坐在堪称水云间 最为奢华尊贵的车厢内 作为石城的掌管者 他理所当然 拥有调用宗门石城内 各类座驾的权利 而眼前牵拉这辆马车前行的 则正是两头名为白卢的异兽 这两只白卢 全身雪白无暇 宛如美玉雕琢而成 与路有些相似之处 但其勃梗却显得更为修长挺拔 头上并未长脚 他仿佛生来便带着一种 居高临下 俯瞰众生的姿态 散发出一种浑然天成 高贵典雅 且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息 在水云间中 有一片专门为他开辟的廉池 供其栖心生活 可以说 这只白卢 一直被精心呵护着 过着娇生惯养的日子 说到他千拉车辆的工作效率 其实只能算是差强人意了 然而 之所以选择用他来拉车 更多的还是看中他那独特的高雅气质 以及能够 让人们在旅途中 尽情欣赏 明凤临城高档普通区域 美丽夜景的魅力 水云间这座石城 仅仅坐落于城市的普通外围区域而已 它所盈利的对象 也大多是一些寻常的富家子弟 所赚取的 不过是些普通的御天壁罢了 至于那些真正能够获取大量零食的商铺 则通常不会轻易将生意 交由门下弟子打理 即便如此 像水云间这般的石城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 仍就是遥不可及的地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明凤临城并非十分繁荣昌盛 既不像云城拥有高度先进的科技设备 也不存在如云尺那般令人费解的交通工具 这座大城的街道宽阔异常 比起前市来 起码要宽敞好几倍 所以 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拥堵不堪的状况 尽管这里的人流量巨大无比 也绝对不会发生人挤人的场景 除此之外 城市里还有大量的护卫队在不停地巡逻 几乎每隔几个街区 就可以看到 一只整齐的卫队 穿行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这个世界对于军事力量的重视程度 确实是非同小可 那个大鸟是什么 宁斯好奇地向身边的下人问道 回大人的话 那是鱼锦号三九 大红雀鱼锦鱼锦号三九 它其实飞不起来 只有那些地位崇高的官员们 才有资格启程呢 咱们城里这种鱼锦号三九 地鸟鱼锦号三九 可多了去了 那只所谓的大红雀 长得还真有点像鸵鸟 头上带着一顶华美的雀冠 又如同孔雀般 拖着一条火红绚烂的长尾巴 显然是无法用来牵拉车辆的 只见一名女子坐在骑上 就在这时 宁斯的目光 突然被天空中的一个身影吸引住了 那 那个在天上飞翔的又是什么 仔细看去 原来那是一只体型极其庞大的鸟类 有着一双锋利的爪子 全身覆盖着金黄色的羽毛 而它的尾部 则飘荡着几根长长的红色羽毛 仿佛在风中翩翩起舞 大人 那个离聚 据说是要临时才能骑城的 都是服务大人这样身份的 具体小人不知 在鸣凤临城这个地方 现在修行者众多 低调形式是明智的选择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或麻烦 尤其是在远离宗门核心的地方 更要小心谨慎 然而呢 一旦踏出宗门 迈向更为辽阔的世界之后 才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正如保命手册中提到 像鸣凤临城这般的所在 虽说也许比不上云城那种 绝对安全的地方 但好歹也还算是在 迟云宗的掌控范围内 听下人打听到 长阳秘境附近的混乱局势 听起来相当严重 这种情况下 前往那里 确实需要格外小心 由于秘境中的争斗和冲突 连远离秘境的 鸣凤临城附近 都受到了影响 如此一来 跟那些危险重重的境外相比 看看这满大街 来来往往的普通人 还是比较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最明智的选择 是暂时避免前往长阳秘境 唉 林思又叹息一声 不多时 鸣凤临城 外区 商业区 云气阁 大人 我们到了您提到的 专门为修仙者 提供战斗装备的店铺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 下车去查看 眼前这座名为云气阁的建筑 正是售卖各种修仙装备 和战斗用品的地方 它隶属于池云宗 在鸣凤临城 设有多个分店 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将白卢安置在这座 供电城的专属服务区 通常情况下 普通人是没资格进入的 表明一下官方弟子身份 随后 宁思便带着随从走了进去 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 晶莹剔透的水晶 光彩夺目 仿佛每一块 都蕴含着神秘的力量 四周的架子上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玻璃瓶子 里面装着颜色各异 形态奇特的液体 有的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有的则静静地躺在瓶底 似乎在等待着有缘人的发现 宁思的目光 在这些瓶子上游移 他注意到 一些瓶子的标签上 标注着碎灵或灵石等字样 显然 这些都是修仙者修炼中 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 有点贵了 自己就只有几颗灵石被挤用的 这位仙长 请问您需要些什么 一位仆从礼貌地询问 有没有机关枪这类的法妾 宁思试探性地问道 仆从愣了一下 显然对这个现代词汇感到困惑 机关枪 他重复了一遍 显得有些迷惑 没有吗 宁思想着 这里人真落后 该买些什么呢 于是改口说 我是指 有没有类似 可以远程攻击的法器 或者机关之类的东西 普通这才恍然大悟 哦 您是在找远程攻击的法宝啊 请跟我来 这边有些俘虏和法器 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说着 他便领着宁思向店内的相应区域走去 看着墙上的画面 那居然类似电视 是只有池云宗这种先门弟子 才能拥有的 这个世界中的传讯工具 如手机般的东西 应该是极为稀有 并且限制极多 到了 仙长大人 普通拿起一旁的卡片 对着宁思介绍 这是起报符 由符者 文者 刻者制作 有简易版 还有触发版 简易版 仙长大人 只需滑动卡扣 丢出去就能爆炸 普通缓缓介绍 啊 这东西可以啊 宁思看着一旁流影屏幕上的图像 这种就类似手榴弹 还有各种形状的 就小小的一块 威力跟炸弹一样 只要我买多点 一次丢十几张 吊打一般热武器啊 跟榴弹炮一样 看了一下价格 倒吸了一口凉气 要临时买的 只有那种大一点 如同捆绑包的 可能会便宜 考虑了一下 决定还是忍痛选择这种体型较小的起报符 虽然用碎灵购买大一些的起报符 会更划算 大一点的 也就跟块小砖差不多 但自己身形小 鞋带不便 挂在腰间 还有可能不小心触发 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卡片类型的起报符 就方便多了 即便鞋又实用 可以轻松放入口袋中 不会影响行动 也不会有误触的风险 这样在需要时 能够迅速使用 而不必担心 给自己带来麻烦 宁斯最终决定 忍痛花费两块零食 购买了两张画片 卡壳类型的起报符 尽管作为持云宗的弟子 他并未享受到任何折扣 也不给免费试用一下 想差评 继续在云气阁内浏览 但很快发现 其他商品并不符合他的需求 这些商品 大多是针对修炼提升实力的 对于自己来说 他们要么难以理解其用途 要么在当前情况下 显得不够实用 也没钱了 绕一圈 普通商业区 我再看看别的 好的大人 宁斯想着 唉 只能看看 有没有别的东西吧 就在这时 看到了一处地摊摊位 很多人 在这摆摊售卖东西 突然想到什么 老头对着宁斯说道 因为他已经来来回回 看了十几分钟了 呃 不是说主角 在地摊上 都能变废为宝吗 宁斯已经看了半天了 也没有什么神奇法宝 跟我共鸣啊 难道我不是主角 宁斯指着一个很普通戒指 这个多少 老头面无表情地说道 大人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戒指 听我爷爷的爷爷说 我祖上曾经是一位 很强大的灵修 所以 老头我卖八十万玉分币 宁斯想了想 十玉分币 卖 六 卖 最后 宁斯包了这条街上 所有普通敢卖 十玉分币以下的 什么古董之类的 全卖了 不管什么吊坠 婉具 花瓶 古画 破鞋 夜壶 摊贩的板凳都戴上 还有地上的麻袋 整整让蒲丛 又拉几大车厢过来 全部打包带走 回到水云间 这时 蒲丛们看着新来的仙长大人 指挥着众人 大包小包 从后院往里搬 不知道的 还以为宁斯去打家结社了 咋 宁斯喊道 众人拿着一件又一件 千奇百怪的玩意 往地上扔去 如果是宝物 怎么可能会被普通人砸坏 唉 唉 这个扔过一次了 宁斯看着 完好无损的东西 都过目一眼 不行啊 随后指挥着众人 又挖了一个大坑 把东西都放在里面 放火烧烤 翘着二郎腿 躺在靠椅上 有结果再告诉我 好的 大人 宁斯心想着 自己肯定是主角的 地摊里都是 能搞到宝物的 记得曾经小说里 不都这样吗 次日清晨 到底在折腾些什么 这后殿小韵 一会儿噼里啪啦作响 一会儿又是大火冲天的 还好这里只住着 咱们两个人 师姐的叫喊 把宁斯吵醒 随后她睡眼心松地 睁开眼睛 茫然地看着师姐 过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喃喃自语道 早上吗 这时 一旁迷迷糊糊的蒲丛 也走了过来 恭恭敬敬地 对宁斯说道 大人 您昨天吩咐 要烧毁的东西 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 按照您的要求 我们特别留意戒指 但经过一番敲打和焚烧之后 大部分都损坏了 只剩下这几枚 还完好无损 宁斯接过戒指 放在嘴里咬了一下 只感觉质地坚硬无比 抽出饼云剑 紧紧握着剑饼 似乎还在犹豫着什么 还准备要割血出来 然而 想着自己血是绿色的 让师姐走开 师弟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一旁的师姐见状 急忙走上前来问道 师姐 你这就不懂了吧 我这是准备低血认主 师姐瞪大了眼睛 感觉宁斯是不是疯了 师弟你不去 也没必要自惨啊 走开点 走开点 看着师姐不走开 随后准备回房去 许久之后 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好了没有 就算你自惨 也改变不了什么 还是得跟我走 师姐的声音平静地传来 宁斯默默地完成了手中的事情 心中却充满了无奈和苦涩 她不得不接受 这个残酷的现实 完了 自己似乎并不是故事中的主角 既没有神奇的法宝 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奇遇 不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可是主角啊 拥有逆天天赋的人 只要安安稳稳地待在宗门里修炼 非要去玩命干什么啊 师姐 我肚子疼 今天真的没法去了 可以吗 然而 话音未落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师姐竟然一脚踹开了房门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一旁的小青一大跳 紧接着 师姐毫不犹豫地伸手抓住宁斯 像托麻袋一样将她往外拉 走 师姐 我还没有血液言呢 宁斯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别废话 不会有事的 师姐头也不回地说道 就这样 宁斯被师姐强行带出了房间 所有的物品都被留在了屋里 她唯一带着的 只有一把云剑和两张起爆符 临出门前 还不忘叮嘱门口的下人 记得照看好小青 她一日要吃三餐 千万别饿着了 仙长大人 知道了 水云间的顶层 只见好几个蒲丛 神情肃木地站成一排 他们缓缓地 拉开了一道巨大的帷幕 一架飞机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不 既不像普通的飞机那样 具有流线型的外形 又有点像一台巨型摩托 它似乎融合了多种元素 让宁斯沉默许久 最后错愕地问着 师姐 怎么了 师姐转过身来说道 这是什么 小型云机 穿梭者一带 师姐回答道 语气中透露出一丝自豪 宁斯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机身 心中暗自嘀咕 这么小的机铁 师姐 上面会有导弹吗 他一边想着 一边仔细观察着这架云机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类似导弹的装置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毕竟整个机体太小了 要装备导弹 恐怕有些困难 这时 师姐再次开口说道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快点 随后 被师姐一把拉上穿梭着 爬上 剑拿过来 看着驾驶位 如同摩托快艇一样 俯身驾驶 可是真跟摩托一样 前方有透明挡风板 还没问出安不安全 师姐身着一件皮质长袍 侧面开刹 展现出她修长的腿部线条 她的腰间和大腿上 似乎还绑着几件冷钉器 透露出一种绝美的锐气 紧接着 她戴上护目镜 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 师姐 别说话 师姐按向前面的按钮 轰隆隆的机鸣声 鸣丝大惊 感受着机体 这好像是内燃机的运转声 又感觉有点不对 那这个加油的吗 不 完全搞不懂 不等思考 穿梭机突然启动 猛地冲向天空 狂风疯狂地 吹打着金属质感的机体 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紧紧抓住座椅 努力稳定自己的身体 同时心中充满了紧张和刺激 穿梭机的剧烈振动和噪音 让没做过的宁斯 总感觉些许不安 随着穿梭机穿越云层 她透过旁边 看到了外面壮丽的景色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冒险的激情 深吸一口气 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被师姐打断 拿着宁斯的手 放在侧上面的把手上 抓好这个握把 姿势总感觉怪怪的 现在师姐是整个人都抱着自己了 感受着师姐身体的温度 还有触感 心里顿时大惊 不对劲 不对劲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师姐那引人注目的身姿 纤细的腰肢 以及她那独一无二的容颜 都是自己前所未见的 更不用说 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 但是 让感到惊讶的是 自己居然对师姐 竟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这在我以前的想象中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为什么对女人不感兴趣了 感觉了一下 自己的确是男的啊 师弟 你干什么呢 没 没 没 名思慌乱地回答 好像知道答案了 我好像 是对女性人类不感兴趣 卧槽 怎么回事 大妖幻化得很真实啊 有手有脚 该有都有 还有味觉 摸了摸头顶 还会长头发 怎么会这样 当自己摸头时 不小心碰到了师姐的胸前 师姐说道 师弟的小动作 可很多呢 你还好意思啊 你都直接把我压在身下了 最后想了想 难道真的不进女色 才能成为强者 系统在吗 我怎么了 谁能告诉我啊 不知道思考人生了多久 让开点 让师姐单手驾驶 宁思勉强能从旁边探出头来 但风力真的好大啊 师姐 怎么了 这个是跟宗门的云舟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 宗门的云舟 纯靠灵法飞行的 消耗极大 根本不能支撑多远路程 而且这个穿梭机 可比云舟快多了 宁思勉强看向尾翼的喷射口 师姐 这个穿梭者 是怎么飞起来的 怎么补充能量啊 这个是靠底下 有着一台巨大的灵能机 只需拥有对应的灵法 就能把灵石的能量 灌入灵能机中 启动按钮 强大的灵能就会启动起来 推动摇杆 灵能通过涡扇器 就能从机尾喷出巨大的能量 产生强大的推进力 好像有点懂原理了 感受着高速飞行带来的风速 估计速度可能达到了 前世几百公里的时速 随着鸣凤凌晨的逐渐消失 这些控制空中方向 这些很简单 只需微微用灵法就好了 好吧 又是深奥的灵法 什么时候 能到那个什么强者的地方 别急 还早着呢 那好吧 我先睡会了 师姐虽然压着宁斯 但根本就不中 本身的身体素质 感觉就跟盖被子一样 反而有点困了 昨晚搞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这个师姐太奇怪了 头怎么还是晕晕的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 希望不会遇到危险吧 不知过了多久 师姐把宁斯叫醒 迷糊醒来 怎么了 怎么了 遇见一点小麻烦呢 师姐说道 石 什么麻烦 抬头一看 前方天际 有着一片密密麻麻的黑影 直接铺天盖地包围了过来 是揪冲群 非常喜欢攻击天空东西的妖兽 石 什么东西 很快在急速的飞行下 黑影逐渐清醒 好 好多鸟 尖锐长长的尖惠 如同闪着寒芒 这鸟嘴 怎么看起来比钢铁还要坚硬啊 宁斯不禁惊呼出声 此时 师姐已经站起 不知后方底下 抽出了一个什么巨大的物体 紧握后 冲出无尽白茫茫的凝聚体 一颗巨大的白影直冲而去 碰 巨大的声响传来 染上了一片白茫 卧槽 RPG 看了看前方那一片空缺 许多揪冲尸体 如同结上了冰体掉落下去 不过这好像更加激怒了的冲群 师姐 快开炮啊 没了 就一发 宁斯感到非常沉默 不要着急 师姐可是那门精英弟子 师弟你闻好方向 减缓速度后 说完直接翻到穿梭者上 顶着巨大的风流 啥 这飞行器 我不会开啊 宁斯双手勉强能紧握两边传动器 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 只见师姐 又缓缓抽出了两柄 类似断刃的东西 咔进了类似火箭炮一样的东西 咔 克 组合 白色的能量体支撑起了 一杆白茫茫双刃巨枪 师姐轻轻跃起 直接站在了穿梭者挡风玻璃前方 挡住视线来啊 在高速飞行的穿梭者中 还好师姐穿了打底短裤 不过在风中显得格外醒目 无数纠冲 如同黑色的暴雨般 急速袭来 速度快地令人眼花缭乱 刷刷刷 师姐迅速挥舞着手中的长枪 她的动作迅猛精准 洒落无数鲜血 面对无数的黑影 师姐没有丝毫的慌乱 她的长枪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凌厉的轨迹 身影在穿梭者上舞动 如同穿梭在云间的仙子 既优雅又致命 每一击都带着云雾般的朦胧 与白色光芒的璀璨 宛如天降神光 将那些凶猛的纠冲 一一击落 随着鲜血飞溅 飞机前方的纠冲群 逐渐稀疏 穿梭者号 即将迎来穿越这片危险区域的时刻 突然间 一头体型庞大的纠冲 冲破了云雾 鸟会已经不再是尖刺 如同弯钩 头颅覆盖着厚重的灵甲 这头巨兽 以惊人的速度 冲向穿梭者号 伴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飞机剧烈震动 瞬间失去了控制 伴随着宁斯的呐喊 师姐转手 直接关掉穿梭者 启动装置 无尽白云汇聚穿梭者 撑起大片云朵 减缓坠机速度 师姐直接踏着 即将坠机的穿梭者 与那头巨大的纠冲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在宁斯的头顶上空 无数光芒飞舞 那是师姐施展的强大法术 和纠冲的公式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 惊心动魄的画面 随着战斗的进行 师姐的手臂上 逐渐凝聚起了一层白膜 这很可能是师姐施展的 一种强大的防御灵法 或者是她修炼的 某种特殊功法 马上 马上坠向地面了 宁斯科巴地喊着 虽然还有着非常远的高空 但这瞬息就得坠机了 师姐快想办法呀 大喊着 师姐好像会类似 宗门考核的减速云层 但这明显减弱不了什么速度 天空中 撞击声此起彼伏 震耳欲聋 黑影与白雾 交织成一幅混乱的画卷 巨大的纠冲 在云雾中穿梭 还在不时地撞击着穿梭者号 直接冲散了 减缓降落的浮云 在这混乱与危机之中 在即坠机的时候 纠冲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 仿佛天空炸出了白光 这次非常近的爆炸 连宁斯都感觉有些许震耳欲聋 师姐还有备用炸弹吗 白气消失 不过貌似并没有造成伤害 巨大的纠冲 飞速尖叫着离去 瞬间 只见师姐起身 手上附着白膜 砰的一声 直接将整个机身打穿 一只手抓住宁斯抛了出去 随后撕裂声响起 直接在高空中 把整个机身撕烂 师姐的身影 在爆炸的火光中 显得格外耀眼 一头白色大鸟下方出现 接住了 还在那喊着救命的宁斯 随后飞越师姐 直接稳稳落在了上面 手上拿着两个 拥有灵能附着的科技机器 那精密的齿轮 凹孔 外壳采用了光滑的银色金属材料 表面经过精细的打磨 反射出淡淡的光泽 那围绕的白色灵能光芒 似乎在冲击着宁斯 玄幻的世界 不仅有着能够飞天遁地的仙人 更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科技奇迹 没关系 到下面密林了 九冲不喜欢地面的 我们跳机就好了 到了地面上 这些家伙的主场优势就没了 师姐镇定地说着 宁斯问了一句 那穿梭者呢 虽然这个穿梭机 整体是花了重金 让墨家大师打造 但我有图纸 大不了重新回去打造一个 啊 战机 你玩一次性的呀 宁斯问着 这个世界的顶尖制造 不要钱吗 随后从震惊的神情中缓了过来 感受着这个大鸟 不 应该说是云鸟 尽管它有着实质般的触感 但好像根本飞不起来啊 就这样 这只云鸟 在这两个人 缓缓地向下滑行着 伴随着哗哗哗的声响 无数根尖锐的树枝 如利剑般刺穿了云鸟的身躯 使得它渐渐变得残破不堪 砰 云鸟狠狠地撞击在了地面之上 仅仅保留了一刹那的实体形态 随即便化为了一团浓密的白雾 给了些许缓冲力道 凭借不同常人的身体素质 宁斯最后跳了一下 勉强站稳 化作的白雾缓缓向师姐拒去 逐渐消散后 我们来到了茂密的原始森林中 师姐 我们到了吗 还有多远 这下好了 飞机都没了 快了 也差不多了 快到了我的秘密小基地了 现在 你想跑也跑不了了 我们至少飞了一天了 飞了至少半楚之地 什么 我睡了这么久 飞了多远 楚这个世界的距离单位 经过计算 一楚至少万里 一万公里 半楚 直线距离都能从曾经世界国家 飞到欧洲了 算完过来的宁斯 卧曹 你飞这么远干什么 飞机都给你搞炸了 我怎么回去 你是奸细吧 想拐卖我 师姐已经用手堵住自己的嘴了 我拐卖你干什么 师姐 我们等会怎么回去 你这是要背水一战啊 什么鬼 主要是灵能机 也快没能量了 计算的距离 没差多少 幸亏到这才遇见这种鬼东西 半楚的距离很远吗 宁斯想了想 是了 自己又用着以前的思维 这个世界这么大 又有仙人 这个以前以为庞大的版图 或许在这个世界 都不如冰山一角 不对 突然醒悟 那你把飞机都撕了 我们怎么回去啊 这个距离 地面跑个几个月 都回不去吧 那就不回去了呗 师弟跟我双修 不是更好 师姐笑着说道 微笑都似乎藏着无尽的杀意 神经病 没零食 羞屁 宁斯惊恐地看着 自己也好歹看了宗门书籍的 这个世界 又不能凭空变强 等自己运河完成 不仅需要领转材料 还要零食 这荒郊野岭的 完全耗费我的无敌之路时间啊 还有师姐 不会真不怀好意吧 师姐看着远处之地 好吧 师弟 跟你开玩笑的 我曾经养了一头 实力强大月寿 就生存在那处山脉 到时 他在我们飞回去就好了 哦 真的吗 一种名为月峰的月寿种妖兽 虽然并不是很理解 但听着似乎有强力的伙伴 迫不及待地 用力推搡着身旁的师姐 催促道 那就走快点 可别浪费时间了 师姐告诉他 他们已然置身于 长阳秘境之中 然而 宁斯抬头仰望 那片明亮的天空 并没有察觉到 太多异样之处 无非就是不见了太阳罢了 但天空依旧 源源不断地洒下光芒 照亮着整片大地 师姐随手 将一台沉重的机器 扔给宁斯 让他接住 差点丢到地上摔坏了 还好几十斤 对于现在 宁斯来说 根本不重 紧接着 只见师姐玉手清晖 一道寒光闪过 瞬间 风尽之力 如潮水般 涌向一旁的树林 插奈间 只听得一阵轰然巨响 那些巨大的树木 纷纷倒下 形成一片茂密的废墟 白色冰封 吓得宁斯立刻看去 凝结的白色天地 覆盖了几丈 一头有着庞大的 野猪 不是 都像一头小象了 整个身子 被削去了半个上身 宁斯哇哇地叫着 师姐 你好厉害啊 卧槽 这威力 举着机器 跑着前看去 摸着白色地方 好像温度有些许冰冷 师姐 你这什么招式啊 我想学 但想了想自己可能看过 算了 根本学不会 师姐捂着头 师弟你一点感应都没有 什么感应 我们下来时候 就被这头纵肉盯上了 那你入境之后 该学一本宗门的云西卷 有助于你感应危险 你这样随随便便就被偷袭了 师姐跟导师一样 对着宁斯说 是吗 这本功法 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了 不过那灵法是真的难学啊 不行就算了 听着师姐缓缓讲解 这纵肉 只是对这个生物起的别名 实际原名黄如兽 对于人族来说 是个遍布世界的食材 生育强悍 顽强 但能有灵性的特别少 持云禁地的 有很多家养的 那种家养的更弱 类似猪肉一样 宁斯用云剑 砍着这纵肉的大腿 师姐你能喷火吗 我肚子饿了 这还有现成的食材 你不要了 师姐无语着 不会 但是我能生火 取下他大腿 绑有的兵器 快速地在自己云剑上划过后 一些小火花飞溅 很快 尤宁斯搞起了一团小火堆 根据饥饿感觉 的确他自己好像睡了一天 难道成为仙人 会睡得更久吗 按照图书馆看的 应该只会经历更好 甚至高进之后 都很少靠睡眠来补充精神 拿云剑插着一块肉问着 师姐你不吃吗 师姐坐在一旁回答 不吃 入境后 要练习壁骨的 普通食物要少吃 不然经常的进食 这些普通食材 会有很多缺点 虽然不是很懂 最后 师姐还是考了一块试了一下 这个野生的纵肉 会有些许灵力 虽然不能提升境界 恢复些许灵力 还是好的 能省点快速药剂 他一本正经的回答 但宁斯还是认为 师姐失恋的不到位 短暂的休整片刻 吃好了吗 怎么了 宁斯听着师姐的话 怎么感觉隐隐不对劲 当然是他们回来了 他们可是群居的家伙 环顾四周 逐渐出现很多身影 一头头庞大的黄如兽出现 将两人围了起来 环顾四周 只见越来越多的身影 缓缓浮现 一头头庞大的黄如兽 逐渐进入视野 他们的身躯庞大 皮肤呈现出鲜明的黄色 布满了不规则的纹路 这些黄如兽 逐渐将两人围在中央 形成了一个 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 两人背靠背站立 那 那当当你 为什么不叫我早点走啊 宁斯非常想表明什么 你还不一定能跑得过呢 不如休整一下 师姐回到 原本自己还想证明 一下什么 随着白雾的弥漫 原本清晰的视野 瞬间变得模糊 四周的声音 也变得朦胧起来 黄如兽的身影 在雾中若隐若现 他们的低吼声和脚步声 在雾中回响 感觉给自己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危险 师姐的动作迅速而果断 抽搐的断刃 在白雾中 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凌丝的视线 被雾气和刀光锁组 无法清晰地捕捉到 师姐的每一个动作 只能感受到 周围空气的激荡 和如同金属碰撞的坑枪声 随着师姐的攻势 白雾中传来黄如兽的尖叫 和慌乱的脚步声 显然 他们正在遭受攻击 不久 随着最后一声尖叫 黄如兽群似乎已经溃败 他们尖叫着 逃离了战场 白雾逐渐散去 这才能看清楚周围的情况 看样子 斩杀几头黄如兽后 最后尖叫奔跑着逃离而去 好了 他们应该认清差距了 我们快走 师姐盯着雨道 然后拉着自己逃离而去 有师姐在 一些普通凶兽都不用怕 不过还是带着绕了蛮多弯弯碌碌的 最后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连自己都感觉走得累了 到了 这片地方都被我以前清理和勘探过的 没什么危险 接下来还有一段距离 徜徉秘境太多凶兽了 需要让月丰带我们去 师姐把宁斯带到一处高山上 找到了一个山洞 进去后就把机器丢在这里了 看着这里够糟 里面还有一些人为的物品 应该是师姐以前在 徜徉秘境住的地方了 师姐跳上 上方的空洞 在山顶上吹了一声口哨 传遍山间 看半天没啥反应后 师姐 是不是被别的凶兽吃了呀 他喜欢吃鱼 能潜水的 或许在远处那片大湖里玩水 这么神奇 师姐 你有没有给他找一行啊 说不定找伴侣去了 走开 好好好 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鸟鸣声 只见一道黑影如闪电般 从山间急驰而来 眨眼之间 这道黑影便已冲至眼前 其高达的身形 也展露无遗 仔细看去 这个生物 大约有一丈之高 通体洁白如雪 仿佛一朵 漂浮在空中的白云 它的外形与云炉 有些相似之处 但又不尽相同 相比之下 它的翅膀展开程度 似乎不如云炉那般宽阔壮丽 然而 那双修长而锋利的爪子 却格外引人注目 仿佛能够轻易撕裂钢铁 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 这个神秘生物的尾部 竟然还生长着两只 小巧柠檬的翅膀 就像是一对 额外的羽翼一般 这样独特的身体结构 使得它看起来 宛如一只 拥有四只翅膀的 奇异鸟类 师姐说着 好久不见老朋友 这是我师爹 然后师姐解释着 月丰对于持云禁欲 是很稀有的一个物种 自从那次跟我来徜徉秘境 跟我一起殊死 搏斗杀了一头凶兽霸主后 就拥有了灵性 就不能再束缚住它了 没时间跟你平嘴了 快上来 如果这次成功了 带我们回明凤凌晨后 你就换别的地方吧 这里越来越危险 你感受到了吗 师姐似乎对着月丰说道 随后拉着宁斯爬上来 月丰露出白赤 四赤激烈煽动 掀起了猛烈的风潮 连地面上的石子 都被吹得四处飞散 自己看着翅膀虽然宽阔 也至于有这么大的抬升力吧 看样子 这月丰已经不能拿物理来解释 能在长阳秘境生存 应该也会那种 神神秘密跟灵法一样的吧 往前飞去 看见下方那庞大的湖泊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湖泊 宁斯感叹着 池云宗这次考核 好像有大湖 你不是见过了吗 是的 但我不会游泳 那你怎么通过的 小青带我过的 虽然我不知道 你那灵宠是什么 但考核不是不让带灵兽吗 宁斯表示也不知道 月丰身上 似乎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 众多飞禽走兽 仿佛对这种气息颇为忌惮 纷纷避开月丰所在的飞入区域 不过也见到许多奇怪的生物 不知过了多久 仗着月丰强大的威势 一路上基本没遇见什么危险 前方大地上 一片郁郁葱葱 宛如绿色戎坦般 绵延不绝的森林 赫然出现在眼前 站在高空中俯瞰下去 但见那片黑绿色的巨大树林 一望无影 即便是身形庞大的月丰 在此等广袤的森林面前 亦显得无比渺小 尚未靠近 隔得远远的 就放两人下来了 待到二人落地站稳之后 师姐赶忙从怀中 取出一副卷轴 宁斯问道 这是什么 藏宝图 你记下来不是烧了吗 保命手册不是告诉你 不要随便相信别人的话语吗 思考了一下 宁斯无语着 行吧 这个有记录 会有什么危险吗 没有危险 没有危险 那我不去了 去 走 师姐告别了月丰 拉着宁斯走了过去 我们走过去 月丰靠太近 感觉很有可能入阵 两人走近后 明亮的白天顿时变得黑暗 这好像有点像宗门的白云迷阵啊 不 该说比较像黑暗鬼灵 咋走 这地图有节点 你别吵 我算一下 宁斯左看右看 原地站了半天 突然想到什么 对了 师姐你在这棵树待一下 我爬上去看一下 随后爬着身旁这棵大树 往上空去 凭借不同凡人的力气 还是非常容易 自己连几千米的悬崖都攀爬过了 这种高度 已经不是很惧怕了 不多时 就爬到了顶端 身头一看 整个世界 除了天空 只剩下碧绿的海洋 内心疑惑 什么 自己不是才进来几步吗 是不是遇见幻境了 向下爬去喊着 师姐 师姐 我们好像迷路了 却发现 师姐人居然不见了 突然 感觉心底发寒 宁斯小声叫着 师姐 师姐 然后站在原地左右看着 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他肩膀上 哈 啊呀 啊 宁斯立刻嚎叫着 拔出剑胡乱挥舞 胆子这么小 待宁斯看清是师姐后 你干嘛吓我呀 吓死我了 师姐自言自语 我就差一转 就不怕这种迷阵了 看样子根本不需要 算出来了 没想到这么简单 宁斯仿佛期待着 什么简单 简单就送我出去吧 看来 是我内心恐惧太甚了 或许根本就没有危险 师姐随后就拉着他 一直往前走去 嘴上面着 45 46 47 48 49 好了 我们从这棵树左转 迷糊地跟着走了许久 宁斯疑惑着 师姐你行不行啊 都半天了 藏宝图给我看看 别急 至少有108道转向 我的感应在这里都是很混乱 说着 师姐将东西递了过来 宁斯拿过这张泛黄的藏宝图 边看边跟着 也不能说藏宝图吧 可以说是留下来的遗言 说明了洞府的位置 道地的明显特征 然后反面就记着 洞府环绕着一圈迷阵 破解方法 然后进去把剩下的宝物拿走就行了 看了一会 还给师姐 师姐上面记得这么清楚 你都能狗到现在不去 你懂什么 万一不可信呢 万一当年祖爷爷遇见的 不过是个冒牌之人呢 万一当年那位灵修强者 有一心呢 师姐说着 没想到 居然师姐能够成这样 宝藏放着几十年都不去取 宁斯内心大惊 他意识到 师姐之所以能参与编写保命手册 或许是因为 他是真的狗吧 这能守着宝藏几十年不敢去 却不敢轻易踏足其中 这份手册上的内容 与其说是探险指南 不如说是一份如何安全 取回遗物的详尽说明 现在就放心了 只要不是想害自己 我们应该 或许 就能平安无事的吧 在昏暗的迷阵中 计算着路线 一步步向前走去 师姐轻声说着 这个迷阵来前 我已经用各种办法 让阵法大师都推算过了 路线已经模拟上千次了 按照我记着的走 就没问题 有这么计划周全的师姐 感觉还是靠谱的 最后 弯弯绕绕 不知过了多久 到了 宁斯看着前方 如同遇见一堵墙 无边无际的树墙 挡住了前方的路 下方有个小洞 哈 我们钻狗洞啊 强者都这样的吗 师姐无奈地打断 你是不是傻 人家强者 肯定是从别的地方 直接进去了 这狗洞留给弱者的后手 有点道理 然后宁斯回道 既然到了 那你进去吧 我在这等着 师姐已经俯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 从洞口的边缘探进了进去 我认为 不可能只有一个 迷阵这么简单 我打头阵 你放心好了 不跟过来 等会你自己研究出去的路吧 行吧 行吧 师姐这样 已经展示最大的诚意了 宁斯可研究不懂这个阵法 符号的代表含义 第一次见到 玄幻世界所谓的阵法 什么都看不懂 不过好像已经有点理解 阵法为何物了 真正能成功的主角 起码狗刀自己无敌再出事 都怪这二货师姐 拉自己来的什么鬼地方 感觉看似有点鬼迷心窍了 过了一会后 师姐在洞中 向前爬行了一段距离 往后喊着 这里很安全 没有危险 你可以放心地 跟着我爬过来了 哦 好的 宁斯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 他深吸一口气 随后跟了进去 手脚并用 开始慢慢地 向师姐所在的方向爬去 触碰到这洞内的树根壁 它们坚硬而粗糙的表面下 仿佛能感受到岁月的沉淀 两人穿过一个漫长的洞口 前方逐渐透进一丝光亮 你先等着 我爬出去看一下 师姐在前方停住 轻声叮嘱道 与爸 他便小心翼翼地爬出洞穴后一会 对洞中等待的宁斯说道 可以了 当两人出来后 眼前豁然开朗 头顶上方不再有繁茂之夜的遮挡 阳光静止洒下 将四周照得通亮 周围一排排古树环绕 仿佛现身于一个巨大的天坑之中 宁斯凝视着那奇异的天空 若有所思的 喃喃自语道 好像理解那位强者 是怎么进来的了 不过还没说完就被师姐拉着 就继续往前走 在这空地中 看得出来 曾经生长着有很多草药 但大部分都以枯萎凋零 看样子 仙草也活不长呀 往里走是一处巨大古朴的洞口 那么 这片是一山而围的古树林 宁斯轻声细语的小声道 这应该没有什么机关吧 这什么都看得清 前面有暗台 上面还放了东西 不会说 功法就随意地放在上面吧 站远远地仔细看去 穹顶上一大道白光透进洞内 地上的青砖格外显眼 最里面一座几十丈高的石像 几百年过去了 依旧肃穆威严 暗台非常小 就是一个小桌子一样 在这巨大的洞内空 无一物显得十分突出 上面有着一颗不断汲取阳光 并且有枝条插向地面的珠子 散发幽幽绿光在枝条上 不停地蠕动 仿佛有生命版 还有几本册子摆在上面 查探了许久 安琪梅缓步走去 拿起桌上的册子 清茶去灰尘 在光阴底下飘落纷纷 心底不由的震惊 都翻了翻 还有传说中的完美翠木原河 还有为天下所震惊的大树 长生之法 师弟快过来 功法找到了 这里安全 师姐大叫着 挥手让您撕过去 话还没有说完 便听到嘻嘻嘟嘟一阵轻微的响动声传来 只见洞内 原本环绕四周的大量枝条和藤蔓 突然开始收缩起来 而在石像后面 则缓缓浮现出一颗巨大无比的树精身影 紧接着 一根粗壮的藤蔓 猛然抽击而出 带起洞内无数尘土飞扬 所过之处 更是烟尘弥漫 乱石横飞 威力惊人至极 凝丝健壮 心中不经骇然 卧槽 这得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这是遇见危险了 师弟快跑 我来挡住他 你赶紧找机会脱身 就在这时 一旁的师姐 焦急地大喊道 然而当他定睛望去时 却惊讶地发现 宁斯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师姐气得差点破口大骂 心中暗暗将这个没意气的家伙 问候了八百遍 另一遍 成功逃出洞外的宁斯 正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全力狂奔着 嘴里还不停念叨 师姐 你一定要撑住啊 等明年我再来给你多少几柱高香 我就先不拖累你了 此时 师姐也终于从洞中冲了出来 眼见前方拼命逃窜的宁斯 双腿狂奔 眨眼间 便已远去数十丈距离 只见几个闪身 他极快地追了上来 师弟 你才入灵 就能跑这么快 师姐施展轻功 才勉强追上 并喘息着说道 废话 虽然自己功法修炼得不行 现在要命的时候 只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马上就到头了 宁斯仔细一看 来时 经过的洞穴入口 竟然不见踪影 急忙喊道 师姐没路了 话音未落 便猛地转过头去 只见无数根粗壮的树枝 正源源不断地从洞中伸展出来 师姐匆匆瞥了一眼这诡异的景象 当机力断道 师弟 你快寻找其他出路 我来挡住这树精 说吧 他双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周身泛起一层淡淡的白雾 冥斯不敢怠慢 急忙顺着记忆中的方向 摸索前行 向着这些地方看去 哪有什么出口啊 很明显 如果有洞口 皆已被重重封锁 正当他准备回身呼喊师姐时 眼前突然涌起一团浓密的白雾 将师姐整个人包裹其中 碰 只听到背后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伴随着滚滚浓烟和肆意的白雾 刹那间 冥斯眼前一片模糊 完全无法分辨 周围发生了核事 出于本能反应 他迅速举起双臂 护在身前 带到烟雾逐渐消散 冥斯方才看清眼前的情形 师姐竟被一根巨大的枝条 狠狠抽打至后方的岩壁之上 师姐的四肢骨骼 显然遭受重创 尽数扭曲变形 已然昏迷不醒 而那坚硬无比的岩壁之上 亦残留着丝丝屡屡 尚未消散的白色气息 卧槽 师姐被秒杀 连技能都没放出来啊 师姐不会挂了吧 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逃不掉了呀 几件丁气的声音 打断了宁斯的思考 暗器从安琪梅身上滑落 发出丁丁的声音 我插 师姐身上还有这么多暗器 这家伙刚刚叫我过去 往后一看 树筋的身躯 已经从洞内出来了 一根根枝条 像是融合在一起 紧密地形成一个巨大的树人 啊 宁斯突然想到 对了 自己的大妖血 在宗门图书馆 已经研究过一点 虽然不知道自己什么状况 大妖的的血脉 可以威慑一些智商不高的小妖吧 拿起利剑 用力往手上一个 妖血流出 是绿色 与正常人稍有不同而已 举起手 大哥别杀我啊 我们是铜族 是铜族吧 好像自己是动物 它是植物 不管了 还思考个屁啊 学位让树筋注意到了手掌 貌似降低了狂躁 枝条缓慢伸到了宁斯的手上 触碰到血液 缩了回去 随后枝条慢慢回缩 让人形更加像了 枝条在地上写出 参见妖王 汉字 还是曾经的简体字 虽然有那么一丢丢变化 但连在一起还是认得的 行吧 这边人类会汉字就算了 妖兽都会了 甚至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地球上 这家伙看起来智商很高啊 我的妖学能糊弄吗 吉里呱啦说了一大堆 树筋在地上写出 我叫鱼曼 是主人的院里的一棵小草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主人了 你见到我主人了吗 原来这竟然是一只龙哑妖啊 不 准确地说 只是不能说话罢了 貌似已经看出 宁斯的具体情况了 或许只是 不想听自己说毫无意义的废话吧 宁斯回想起师姐的讲述 稍微有点头绪了 这个树妖很可能就是那位强者隐居之地 遗留下来的守护妖兽吧 轻声地说着 你的主人应该已经离世了吧 话音刚落 只见那树妖浑身颤抖起来 原本枯萎的树叶也随之沙沙作响 仿佛正在为主人的逝去而悲痛不已 宁斯健壮 急忙打断她道 你的主人遭到他人毒手 不幸身亡 并且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似乎是特意留给那位姑娘的呢 树妖听闻此言 突然从师姐身上挑出一本书卷 一张师姐一路上时常翻阅的地图 并在地面上写道 你们为何不早些言明 误以为你们乃心怀叵测之徒 面对眼前的情景 宁斯一时间哑口无言 眼看着师姐的气息愈发微弱 生命岌岌可危 宁斯连忙问道 请问你是否有法子救救她 树妖稍作思考后 再次于地上写下几行字 若她却细受主人真传之人 只需让其扶下墓园便可无恙 于迈远处 抽来那颗绽放绿油油光芒的珠子 递给宁斯 应是原本暗桌旁 那种植着的不断吸取阳光的绿珠 宁斯也知道着 好像是好东西 但是师姐是为了自己 才身负重伤 看着余曼的解释 宁斯然后把这东西塞进了师姐嘴里 扶着身体给她扶下 当抬起她的时候 才发现 师姐骨骼全部断裂 浑身软软的 估计内脏血肉模糊 全靠一身皮囊撑住 还有静气 师姐的肉身应该极其强大 不知道师姐练了多少本 根据余曼所说 她好像只是轻轻反击 只不过刚从沉睡醒来 稍微只是用力了一点点 也不知道余曼有多厉害了 把师姐抬进洞内 让洞内的光照耀在师姐身上 按照树妖的话翻译来说 这能进行光合作用 师姐逐渐全身墨绿 身体长出根须 插根在地面上 这是要成为树精蛙宁斯 不由的感叹道 有点奇特 根据余曼所说 她也不知道这要多久 只是主人说过 接受本源能接近起死回生 感觉到了一缕杀意 被动惊醒 宁斯想着 应该是气势的变化这样 余曼这种都感觉到吗 不过杀意 哪来的杀意 这地方就自己跟师姐两人 似乎并没有明说 但什么时候醒的 但好像只有一种情况 会有这种可能 师姐当时叫自己过去 是要谢莫杀驴啊 那卷藏宝图余曼翻看了许久 缓缓写道 这个破解阵法 还有一配套破解公式 明显被撕了 宁斯不由的震惊 师姐这家伙是真的狗啊 这带自己来 传说之法 就要置自己于死地 这么说来 树精出现那时的 让自己先走 又开始笼络人心 这时才意识到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 心机无处不在 每个人都必须聪明应对 或者说 在这个真正弱肉强食的世界中 在这充满危险的世界中 怎么会有幻想中 那么多的蠢人 有点想回宗门啊 不过好像师姐算尽一切 依然人算不如天算啊 难道我真的是主角 只见余曼又缓缓写道 只知道 这是主人生前独创的卷子 如果有人带着这个东西前来 就是新主人 但是我不一定认同 主人怎么会死呢 我不知道 师姐跟我说的 应该是死了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宁思叹了一口气 又把自己的遭遇 说给余曼听 经过余曼的讲解 然后突然发现 师姐真的把一切都算死了 只要他死 自己就不可能活 没有路线 宁思是根本走不出去 外面的迷阵的 绝对会困死在里面 而且 余曼也只能在这里 扎根在了这个区域 出不去 不然也不会在这 睡了多少年了 因为余曼的不同 说道 如果独自出去 或许需要成为 所谓大妖化型 才能出去 并且 就算宁思出去了 他自己根本回不去 明凤临城 根本就不知道路线 他到底往哪走 哪怕长阳秘境 就算是个安全的地方 这个距离 不说十万八千里 也超越了八千里了 哪怕给自己路线 那图纸 都要尝得他根本辨认不出 让宁思走回去 跟普通人翻越亚欧大陆 有什么区别 从上穿梭机那一刻起 仿佛自己的命运 就掌握在师姐手上了 师姐你是真狠啊 弟子令牌 都被师姐扔名凤临城了 虽然出了迟云禁殿 也用不了 宁思那时只觉得有道理 但现在才感觉 他好像 把自己最后一丝希望都断了 不对 师姐要是一直没醒来 自己怕不是要饿死在这里 宁思又惊吓到 呵呵 宁思终于理解 什么是九死一生了 如果自己不是主角 没有那一刻 红运齐天的运气 余曼没有及时地醒来 打乱了一切计划 貌似真在那一瞬 就被师姐无声无息地杀了 真的人算不如天算 哈哈 师姐 不 或许曾经的灵修主人 也不知道 几百年后 自己的洞府 已经诞生了大妖 这小范围的安全区内 钻出树洞外 就是迷阵 宁思自己是 一点经验都没有 迷阵内 也没有什么活物 不敢冒险走出去 不然连回来的路都找不到了 这时余曼听着他的胡言乱语 不顾宁思的大笑 又缓缓写着 太巧合了 连曾经主人都不可能会知道 几百年来 我犹豫了几十年都不敢进来 按照你们人类概率来讲 这是其一 但来的你 居然是大妖失败体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两件概率 极其渺小的概率 合起来就是为零 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这即将动乱的地方 我感觉到了 长阳秘境 出现了太多强者 几百年后 外面的世界 已经不一样了吗 原本不抱希望的我 没想到 居然能等到你 貌似一切都被算计好了 什么意思 宁思问道 余曼没有回答 只见忍着巨大的晃动 周围石壁 都被藤蔓牵扯 产生裂痕 从本体中 挖出一颗果实 这是什么 余曼强扯着 让宁思整个吞下 随后写着 这是我半生之果 入灵只此一颗 虽然不及翠目 但孕育完成 可以让你多一个空灵盒 宁思虽然不是很明白 如果想害自己 是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的 不过根据余曼所说 他好像可以再生 休息一下吧 你世界醒来 估计还需要一些时日 宁思看了看一眼 仙人留下的功法 都是条件极其苛刻的功法 基本每个休息 有好几个前提 其中所需的条件 要比持晕宗门的 高进功法还多 其中一个必要前提 余曼告诉宁思 就是为师姐吃的那玩意 只有自己吃了 才能修炼 告诉宁思 现在还可以趁师姐 还没有自主运化完 给他杀了开膛破肚 还能取出来自己练化 随后想了想 还是立刻拒绝了 他可没杀过人 虽然师姐好像算计自己了 但大家好歹还是同门 并且师姐最后一刻 不管怎么说 还是挡在了后面 反正自己还不明白 这个脆木的重要性 不懂等于不会起贪念 曾经的思想告诉自己 要光明磊落 反正什么也做不了 没事练练两门剑跟刀法吧 只要余曼对自己没有敌意 这里也还是很安全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或许接近十日后 看着自己身后跟着的那个黑球 比以往还要透明 接近消失 也算能勉强能计时吧 宁思感觉已经有点头欲目眩了 已经不吃不喝十天了 貌似没有太多饥饿感 但现在一直想让自己吃点东西 不过大概感觉到 这段时间余曼教了宁思一段运河技巧 当然不是以正常人的方法 而是通过那时为他吃的东西温养的 现在已经在宁思体内五河旁 又多了一灵河 并且仿佛要溢出来般 只要让宁思自己放开限制 其他五运河进度就会疯狂增长 据说这里曾经还有很多天才地宝 但都被余曼用完了 并且伴随着余曼越来越强大 剩下的资源 甚至根本不足以自己维持基本存活了 不得进行休眠 还有很多人类书籍 被余曼看过不知道多少遍 就把那些书籍撕碎拿去当肥料了 貌似这灵修记录的书籍 都与普通书页不一样吗 宁思也不知道余曼怎么看的 貌似也没眼睛 只有那个主人曾经留下的翠目原合 和一些主要功法 他看向师姐 已经全身被绿枝包围了 翻开枝叶 自认为的查看 呼吸平稳 还不行 要不要叫他起床算了 我都要饿死了 宁思认为师姐身体骨骼都断了 还能活 有点厉害 不过如果他没有保命功法 吊着一口气 或许这机缘 他都得不到了 余曼写的字幕 缓缓在宁思前面浮现 你运河差不多了 我感觉到 越来越多强者的气息 进入长阳秘境了 等下你师姐醒来 就带着离开吧 既然主人留下的后手完成 我暂时要封闭这里了 进行休眠 弟弟仿佛灌入了强大的生命气血 师姐好像直接被呛醒了 茫然的起来观察了四周 没想到 师姐这就醒来了 原本想着 再过几天不行 是想给他两大嘴巴子 是真想害自己饿死是不是 随着师姐的忙乱睁眼 甚至他还要抽出 奇怪的短小暗器 最后 宁思还得耐心地给他解释 当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那玩意 给他吃了之后 不由地震惊 抱着自己 想亲两口 被一巴掌打断 宁思现在只感觉 不会被美色所诱惑的自己 理智地可怕 然后则一脸嫌弃 按照余曼对他说好的 该出去了 别浪费我时间 想了想 对着师姐讲解了一下 你算是那位前辈的弟子了吧 前辈倒名为物者 师姐拜谢余曼 扣谢了石像 按照余曼所说 这是他几百年无聊 给主人刻画的石像 带走了物者所留下的所有功法 准备离开这里 从小洞钻出后 枝条藤万峰毙了洞口 与大树壁垒浑然一体 一般人来到弥林中心 也只会感觉 这是一棵比较奇特古树 实际穿入过去 里面的空间 要大不知多少倍 可是不管前后 都只是一棵比较大的树 根据师姐观看 这是双层阵法 最厉害的 就是弥阵之中的幻境 不过显然找到入口 没有陷阱 没有余曼的存在的话 凡人拥有步骤 也能随意进出 在林中 师姐讲解了这座弥阵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当然 宁斯并没有这么认为 只需记住108位节点 并且记住了 也会有一对一错 有两种线路 经常需要倒退 林中的树木有危险 错得太多 离任意一节点太远 危险就越大 不管鬼灵如何变换 节点不变 正确的路线 如果不错 需要正确的 至少转108道路线 如果熟练的掌握 目前这座射下的阵法 可以抛弃侧上的路线 根据转变少走 你真的对翠木云何不动心 在回去的路上 师姐又突然对宁斯问道 都已经问了好几遍了 没什么 其实 师姐才是最重要的 哈 哈哈 真的吗 师姐带着一丝 妩媚的神情问道 真 宁斯现在 其实想问候师姐家人 我活得好好的 非要带自己来玩什么命啊 想想还是算了 万一惹恼了 真怕半路给自己砍了 出去有着师姐带路 并无危险 终于前方见到外面的光芒了 这十几步路 不会错了 宁斯兴奋地跑了出去 跟被关了十几天的人一样 那种的放飞自我开心 突然 出去听见一声尖锐的鸟鸣声 就看见一巨大的身影 向他俯冲而来 这时 后面师姐喊道 白天 仔细看去是月峰 宁斯内心大惊 我去 忘记还有这么一个家伙在外面了 这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出来 是要自己交代在这里啊 此刻自己紧盯着师姐 师姐则是脸不红心不跳 嗨嗨 师弟发什么呆呢 我们该回去了 好家伙 脸皮薄 是真不能在这个师姐生存 飞在高空中 师姐感受到 宁斯一直望着自己 师弟一直盯着我干什么呢 还能干什么 实在是感觉 师姐会有杀人灭口的冲动 饿了 我要吃东西 自己则回到 师姐却说 对了师弟 根据白天所说 你才入龄 居然十几天没吃东西了 很厉害哦 是啊 如果我是普通的入龄修士 早被你弄得饿死在里面了 宁斯嘴里嘀咕 还是没有说出来 这白天 就是师姐给月峰取的名字 之前还叫的是老朋友呢 偷偷背着自己发暗号是吧 月峰的确厉害 这次特地去一些神神秘秘的地方 说要抓点灵性的生灵 来填饱宁斯的肚子 感觉他抓一些小兽 轻而易举 直接带着两人 俯冲山间 就抓住一头小兽 蝉途 蝉途 杂食小兽 最喜欢吃草根和矮叶草 在蝉途想要钻进灌木丛林的时候 被一道风卷起来一样 直接被月峰抓了起来 找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师姐拿着蝉途烤着 师弟饿了吧 师姐就吃这一小腿 这有的蝉途吃了矮叶草 营养价值可高了呢 好的品种 可去鸣凌尘卖碎林哦 月峰则貌似不想吃这玩意 看着宁斯吃着 师姐还把功法递给他 师弟你不看吗 不看 自己都看过了 学不了 也不一定能学会 暂时先不要了 自己两本普通刀剑功法 都还不是很熟练 而且 师姐还特地撕扯衣服 把这几本功法里 三层外三层绑在身上 感觉还不保险 还要拿藤条绑着 这还是不要拿了 那等师姐学会了 再给你看 我的好师弟 我早看过一遍了 也不会暴露 你有这什么长生之法 你别想着杀人灭口哈 宁斯警惕地说着 怎么会呢 我对师弟可放心了 现在坐在月峰上 宁斯都有点不敢睡觉了 生怕师姐 想已除后患 师姐 还有什么时候 到明凤凌晨 大概还需要几日呢 这么久 是呢 月峰正常飞行 当然没有穿梭机快 避免夜长梦多 我们连秘密基地都不去了呢 师姐解释着 几日后 长阳与池云 分隔天坠 接近离开长阳秘境时 几人找了一片地方休息 师姐让月峰 找了一个地方休息 月峰不可能带着两人一直飞的 也需要补充气力 不过也比一般认知鸟兽强太多了 基本上一天之内都在往回赶 偶尔休息近十几个小时 最后一段路是准备直接一口气 飞到明凤凌晨 师弟 来人啊 突然的几拨人在前方激战 周围树木都被震碎不守 引来了附近诸多人的汇聚 明处就显现了数十人 暗处可能更多 估摸着感应的围堵 要把两人也要拉入中心 师姐我们快飞走吧 不行 我们离太近了 月峰体型太大了 如果这时候上天 容易吸引到目光 只见一人大喊 颇角三 把天意和气丹交出来吧 这么多道友 在这里跑不了 中间被众人团团围住的一人 直接破口大骂 滚错 哪个是你道友 还有 就凭你们一群臭鱼烂虾 也能抢到了丹药 不多时 暗处走出几方不同势力 嘿嘿 我开个玩笑 各位道友不要介意 颇角三立刻驳回刚刚说的话 那 这就是天意和气丹了 同手无欺 大家都知道 只有一颗哈 我没有私藏啊 各位我就放在这了 颇角三还特地打开给各位检验了一番 随即扔到地上 立刻向后退去 场上气氛紧张至极 无形的凌厉气浪 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四周 地面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 紧微微颤动 突然间 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场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大战 凌厉波动 如同惊涛骇浪 不断地冲击着四周 使得整个场地 都笼罩在一股动荡不安之中 只见众人纷纷出手 施展出各自绝学 一时间 光滑四射 轰鸣声不断 每个人都为了那枚珍贵的丹药 而拼尽全力 战斗变得越发白热化 终于 在一番激烈的争夺后 一枚珍贵的丹药 落入了某人之手 然而 还未等那人站稳脚跟 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 便将它击飞 令人意外的是 在这场混战中 所有人都默契地避开了丹药 没有人试图破坏它 原本冥思 就想拉着师姐绕路走的 这里太多人混战了 不过一颗丹药而已 这时 丹药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向着场外的他们两人飞来 众人除了还在混战中的 暗处的 都在屏息地盯着丹药飞来的方向 林思心里直呼卧槽 送到手上的机缘 直接一脚 就又把丹药踢了回去 长叹一口气 还好 误者传承 我都没有 就这玩意 还想坏我到心 赶紧回家 这么多人争夺的东西 自己可根本不敢要 师姐一旁却黑着脸 已经有弱小的人 被场上的爆炸 刀剑 或者灵力 打得四分五裂 鲜血把附近的地面 都染成红色 看着一个个人类尸体 有点受不了 师姐拉着他逃离一会后 正想继续飞回去 师姐从脖子的吊坠 取下一块亮晶晶的宝石 递给了宁思 宁思看着 这还不如自己的小手指大 看着里面还有细细红光 这是什么 师姐给自己带上 纸承针 里面这根红针 指的就是鸣凤凌晨 跟着指针往前走就能回去 离鸣凤凌晨 已经没多远了 这是指南针 不 或许高级点 指南针是因为曾经 世界有词级才能用的 那这个 宁思不明白 什么意思问向师姐 怎么了 师姐停下来后 有人跟上来了 宁思心中一紧 虽然四周混乱 肉眼难以捕捉到 潜藏的身影 这里已经不算是 长阳秘境里了 只能算天坠分界地 话语在耳边回响 师姐貌似修有感知的功法 没必要骗自己 那就确实有人紧随其后 绝不会无地放始 两位小娃娃 咋好东西都不要 就着急走呀 几个人影 从暗中走了出来 师姐眉头紧锁 随着人影的逐渐清晰 意识到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 那些人影 并非单独行动 而是似乎属于 某个更大的团体 他们的步伐一致 行动有序 显然是有备而来 林思心中暗自警惕 迅速调整自己的位置 寻找着可能的掩护和退路 只见师姐迅速发出 几道耀眼的白色光芒 紧接着几声巨响 爆炸的威力巨大 四周瞬间布满了白兵 然而 对方似乎早有准备 轻易地撤去了防护 竟然毫发无损 林思放下遮挡光芒的手臂 瞪大了眼睛 对这样强大的爆炸下 对方竟能安然无恙 感到难以置信 师姐从背后抽出一件 形似短匕首的残破兵器 其上纹路闪烁着光芒 不久 周围的空气中 凝结出浓厚的白雾 这些雾气逐渐凝聚成型 最终化作一柄锋利的白剑 师弟快跑 我跟白天拦住这些家伙 在这短暂的间隙里 之前那片战场 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身影 随着人影的增多 紧张的气氛再次升级 显然 这场战斗的规模 正在不断扩大 几位领头者 向师姐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而月风 则被周围 扬起的剧烈狂风所包围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整个场地瞬间陷入了极度混乱 爆炸声接连不断 火光冲天 烟雾弥漫 一时间 战场变得如同炼雨般 爆炸声不绝于耳 战斗直接进入了最为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刻 宁斯下意识地伸手挡住眼睛 向后逃跑去 这谁能看得清 现在不可能继续待着 目前这种状况 自己就是个累赘 硬是没看清方向 朝着原本大概的方向 飞奔逃跑 然而 人太多了 世界根本不可能拦住 瞬间 几位强者 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宁斯的身后 有组织的围堵 精密的计划 对于弱者 是不可能会有漏网之余的 一声冰冷的死 滑破了空气 似乎注定了宁斯的结局 这一瞬 连他都没有感觉到 那一直跟着被宁斯称为系统 快要透明黑球突然震动 黑光肆虐 仿佛破开了斑 黑暗光芒闪过 顿时后方几人无声无息般地倒了下去 连带着能力都没有用处 大哥 后方跟随的人群大惊 留下几人照看 尖叫着 要活泼了宁斯 又是一声乍响 连带着宁斯的呐喊 直接炸飞了出去 愣是连滚带爬的冲刺 回头一瞬 看见有着一群人跟着 不能停下 轻轻摸了摸自己的伤口 自己与一般人不同 没有脆弱的内脏器官 因此 不太担心内伤或震荡 心中不断安慰自己 只要不是受到致命的重伤 都能迅速恢复 突然 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宁斯猛地抛向空中 他感觉自己 就像是被爆炸的力量推动一样 整个人被弹飞出去 并且貌似伴随着极其多的爆炸碎片 身上顿时布满了伤痕 周围的人 目睹了宁斯身上流淌的绿色血液 只认为是修炼了什么特殊的功法 大声按骂 该死 这还没入境的小子 怎么这么坚强 尽管宁斯亮腔地逃跑着 内心还在安慰自己 没事 没事 我皮糙落后 只要没有受到严重的致命伤害 都能恢复过来 此时心里大喊 我是主角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突然 感觉到背后 袭来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巨大的猛兽影子 边缘泛着淡蓝色的透明光芒 正凶猛地扑杀过来 这个影子 散发着掠杀的气息 让他不经心生畏惧 太快了 躲不掉 紧接着是一声巨响 原来是白天 他从一旁冲出 将那猛兽影子 撞到了一旁 巨大的树木倒塌 山体震动 这突如其来的冲击 也阻挡了紧随其后的其他坠兵 我看到那小子了 突然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 宁斯毫不迟疑 迅速调整姿态 再次全力夺命狂奔 嗖嗖嗖 几声急促的破空声响起 几枚暗器如急风般射来 随后左臂不幸中招 两枚利刃 深深嵌入肉中 尖叫一声 然而 哪怕被击中 也不敢因此停下脚步 反而迅速扫尸四周 心中烧定 不慌 这些小伤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忍着剧痛丢出 可 伤口很快就能愈合 一群追赶者 紧追不舍 他们气喘吁吁地喊着 老大 那小子连轻弓都不会 却跑得飞快 领头的追赶者大声回应 我难道看不见吗 那小子似乎还没入境 就能这么快 身上肯定有什么秘宝 快给我追 他们的声音中的贪婪与渴望 仿佛吃定了自己 此刻宁斯 在前方夺命狂奔 内心大喊 有特么的密报啊 这么人多追着 我能跑得慢 不过目前看来 剩下追出来 这些都是一些杂兵 速度还远不如自己 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那些追赶者姿势各异 千奇百怪 心中无语 还不如自己正常的逃跑姿势 眼看几乎要甩开他们几百米远了 他们只能眼睁睁 看着宁斯的身影 变成一个小黑点 渐渐消失在视野中 成功就在眼前 绕过一片树林 以为即将安全时 突然后方有人 从侧面绕出大喊 就在前面 穿短衣的是那小子 快 别急我 宁斯果断地把上衣脱了 狠狠地丢在一旁丢了 就在前面 前面秃头的是那小子 自己都长出头发了 就是长得慢 不对 前面就自己一人 有意思 突然又是羞羞几声 急到暗器 又是破空传来 没丢中 前面那小子 你站住 我们会给你一个痛快 宁斯心里暗骂 神经病才站住 老大 他好像跑好快 没事 就算他不怕毒 也一定会流血过多累倒的 老大 他好像没有流血 没事 他不会轻功 消耗很大的 顶多坚持几里 你们几个用灵法 给我加持 十几里后 老大 他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没事 他体力肯定不如 我们常年生死之间 磨练出来的强者好的 一堆人就在身后一直追着 现在一刻也不敢停 直至追了几个时辰 所有人气喘吁吁 老大他好像还有力气 最后 众人趴在地上 不追了 不追了 我感觉 现在的宁斯哪怕感觉身体 都不是自己的了 也还在前面跑着 不敢停 喘着粗气 呼呼 自己才刚来到这个世界 还没走向人生巅峰 他望了一眼 身后没看见追兵 看了一下只成针 调整好角度 继续跑去 或许又跑了几个时辗 最后望向天空 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 这时已经出长阳秘境了 一路被追杀 才发现都还没有好好看过这天空 宁斯叹息着 现在终于能短暂地休息一下了 才敢放慢脚步 不多时 不过总感觉到了 这个直觉 随后拔出云溅 出来吧 鬼鬼祟祟跟在后面 然后真就有人从后方走了出来 林斯心里大吃一惊 自己只是随便炸一下 你就后面继续待着不好吗 小仙长一个人 从长阳秘境出来 身上有什么好东西没有 来人嘲笑着说道 差点想骂出口 他身上连件衣服都没有 好东西 裤衩子要不 还是警惕地说道 我身上连件衣服都没有 能有什么好东西 没关系 小仙长是灵修吧 我们有个专门解破灵修的基地哦 男子抽出长刀走了过来 目测了一下对方 貌似是普通人 林斯现在顿时怒火中烧 修行者他打不过 普通人还打不过 大喊道 我看你是想找死 突然的危机感 一股良意从胸口传来 顿时浇灭了心头的怒火 一口粗大的弩箭 直接从后方就破开了林斯的胸口 突然想到 还有人 心里大惊 卧槽 被普通人阴了 立刻转身看去 偷袭得手后 一名男子从暗处走出 带着嘲讽的语气对他说 这只巨大的箭矢从何而来 他的威力之大 足以穿透自己的身体 尽管并未穿戴护甲 但好歹拥有一定修为的灵修 林斯捂着胸口跪倒在地 简直就是肉体加精神的双重打击 自己被两个普通人给阴了 这弩箭居然直接破开了他的身体 这根弩箭一直插在左胸上 虽然非常疼痛 然后发现自己还能呼吸 对了 自己都不是人 不行 林斯感觉自己在逐渐失去力气 假如他用的不是这种弩箭 用的是小一点的东西 自己都能应该没什么大碍 这直接把身体卡死了 连强大的身体再生都被挡住了 仿佛专门对付一些奇怪的修行者 自己根本没这个毅力 把这个拔出来 太痛了 男子察觉 林斯居然这样都还在撑着 两人顿时都站得远远的 哦 难道你的心脏不在左边 两人还特地拉远了距离 远远警惕地观望着 我去 我都被穿胸儿过了 也不过来补刀一下 这两家伙也太稳了吧 常人在这种情况之下 离死不远了 看样子 他们想等宁斯失血过多 再补刀 心里暗自道 可恶 原本还想等他们过来 丢自己的起报符 给他们爽爽 来个两败俱伤 只要不是给他们给自己贴脸了 他们肯定没有自己的这种恢复能力 现在他们俩都分散了 开在不同方向 完全应不了两个呀 不对 或许不止两个 两人甚至都站到远处观察着 也不急于一时 心里非常奇怪 这明明是个没入境的灵修 怎么胸口 受到致命伤 都还能强撑着 又开口扰乱道 小仙长在做什么呢 不如乖乖受死吧 我们会好好对待你身体的 眼看居然一会了 都还在垂死挣扎 似乎在指挥着 准备再来一次远程伤害 上前补刀是不可能的 宁斯顿时慌乱了起来 感受到伤势 这时脑海中貌似传来意识 突然感觉自己脑子好痛 感觉身体已经有点不受控制 这事余慢 想到在洞府时 他有对自己说过上了一层保险 那个约定 说过能救自己一命 体内核心顿时一片混乱 地的涌出树木 支撑自己逐渐站了起来 看见宁斯站了起来 两人惊讶住 地脉颤抖 顿时可见的天地树木 不断聚入 周围的树木 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他们的枝条扭曲变形 化作锋利的武器 树木的枝干 如同利剑一般 将两人紧紧缠绕 每一次缠绕 都伴随着树木的尖刺 深入他的血肉 直至化作一滩血水 清空地面大片区域 在这场灾难中 唯一留下的 宁斯深吸了一口气 总算能活动身体了 除了裤子有点破烂 身体多出了一些伤口 能动还是好的 就是感觉身体 有点被透支了 看了看周围 大地如同被诡异的力量 所扭曲 注意到几处残害 到处都是血水 没想到 至少还有十几个同伙 没有余曼 宁斯是真要栽到 这群普通人手上了 缓了缓撕血 捡起长刀 往城里赶去 正好还缺把刀 胸口被人贯穿 倒霉什么 不流血 就已经开始慢慢愈合了 不过 身体被余曼用了一下 仿佛透支了一样 并且一堆伤口 还好这次有惊无险 有余曼在 现在的自己 岂不是已经可以横着走了 要不要回去 帮师姐搭把手 感觉到什么 摸了摸鼻子 这是自己的绿血 完了 身体出问题了 除了受伤 都不会正常情况下流血的 师姐那种战斗 也不好参加吧 还是速度回程 查看自己身体吧 不知多久 终于跑到明凤凌晨 身上已经破烂不堪 胸口的伤已经好了 但外表看起来 就像个乞丐 差点不能进城 最后直接让成卫 通知水云间的下人过来 把宁斯接了回去 我师姐回来没有 大人 安仙长大人 已经回来了 正在闭关 听着仆从的回应 宁斯就放心了 不过 师姐跑这么快 也不知道戴上自己 差点就栽了 有惊无险就好 然后立刻吩咐手下去买灵土 这是一个贩植 只要被天才地宝 沾染过的土地 或者在灵气浓郁的土地 有些土会自带些许灵气 可以养一些普通灵性植物 在水云间书房里 按照余曼在洞服所说 宁斯泡在自建的浴缸里 身体被泥土掩埋 头靠在枕上 你们先退下 这几日我不用进食 现在只感觉自己精神非常不好 仆从退下后 就独自就缓缓睡去 不知几日后 宁斯缓缓醒来 突然发现 还是余曼叫醒的他 从土里挣扎出来 看了看身体 还有很多残留的根须 看着面前的一棵小树 是余曼 原本是余曼在物者洞服的时候 计划就是叫自己回城了 拿土埋自己几天 他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 现在或许知道 是要干什么了 不过怎么多了一个余曼 那物者洞服那个呢 余曼已经开始在看人类的书籍了 巨大枣盆 已经被他占用了 越来越多的枝条 都已经差不多 可以凝聚出人形了 拔掉连着自己残留的根须 宁斯缓缓从另一边土里出来 感悟了一下自己身体 吃余曼半生果实的灵核 那个地方空了 原本是五合的宁斯 现在有六个核心了 按照池云图书馆看的这个灵核 也不是越多越强啊 而且会极大的加大 自己入境的难度 本来就已经够多了 想问点余曼什么 结果并没有搭理自己 只上写着说 让他恢复好了再问 也不知道怎么看的书 而且要恢复成啥样 养成大树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还长得挺快 宁斯现在是越来越迷糊了 穿上衣物 来人 一仆从房外进来 我师姐怎么样了 大人 安仙长并无事 之前还来过 并且 让我们不要打扰你 然后安大人又去闭关了 师姐没事就好 还以为他要挂了 大人 还有一件事 大人的仆从到了 谁 去到独立院落 叫人带上来 居然是能量宫那几人 差点忘了 几人解释路途并无异常 宁斯对他们说 你们已经不是仆从了 解放了 并给他们一些钱币 但就能量宫独自离去 随后 也把那奴隶书卷销毁了 看着牛家几人 行吧 你们不愿离去 就当我的仆从嘛 现在自己的钱 养几个仆从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哪怕是村长 给还剩的钱 都能够普通人富贵一辈子 正好有事还能指挥 再让仆从牵来小青 都长胖了 突然地扑到宁斯身上 要不是他不是普通人 这都得压倒在地上 顺便拿过捡来的长刀 宁斯认为这是宝物 毕竟是战利品 顺便还能练练刀法 但现在最近 一直都没怎么练呢 想着宗门记住功法 练得有模有样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 虽然好像本来就挺白的 询问着 师姐你怎么了 脸色如此憔悴 你不是闭关了吗 不等师姐回答 师姐 给你看看我领悟出的绝招 突然想到 正好师姐算是个高手吧 有经验 还能当导师呢 正好还能请教一下 想着这趟去长阳秘境 自己甚至连剑都没用出过 让宁斯不由地思考人生 虽然感觉自己学不会什么灵法 但不至于连一些基础招式 都掌握不了 来这个世界这么久了 也不是什么也没学到 现在握刀剑的技巧更稳了 尽管还没有实战经验 理论上 哪怕没有强大的身体 也比曾经的弱小 自己要强大很多了 不过 两本功法虽然记住了 但是小成都没达到 只让招式更加精妙 只有行没有义 并且没有内进 没有灵力 但不妨碍宁斯能使出剑招 而且当刀剑拿在手上 才发现自己 为什么不能拿两把 左剑主轻弓 右刀主立弓 刀剑何必 天下无敌 一刀一剑 没人接得住 虽然牛家几人认为 这样好像不一定能行 对此宁斯哈哈大笑 认为神功大成 并称为双刀刘 哦 不 刀剑刘 正好 找到师姐公平的单挑 然而对他说了一下之后 师姐只是用着那种 看待二货一样的眼神 看着他 大叫着冲上去 然后被师姐空手一刀一剑 就给卸了下来 随后一脚 就给踹到莲池里了 飞剑起大片水花 师姐 等一下我还没说开始呢 等我摆好架势你 必输无疑 不讲武德 同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似乎在说着什么 然而并不会游泳 差点淹死 最后还是师姐拉上去的 居然又差点被淹死了 宁斯突然感觉自己 好像缺点很多呀 感觉脸都有点丢光了 师姐感觉头都大了 虽然自从遇见宁斯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谁叫你用两把武器的 师姐 我感觉用两把这样 不是防守更全面 还有师姐 你看我这把刀怎么样 是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法宝 宁斯枪着池水激动地问着 解释是有几个普通人 想偷袭自己 被自己反手干掉了 抢来的战利品 当然不能跟师姐说是余曼干的 这要是被知道自己 差点被普通人弄死了 这估计脸都要丢光了 要是传出去 自己身为大师兄 那要是回到宗门 都不敢出门了 师姐直接忽视 灵修用的很普通的刀而已 才知比普通人用的好一些而已 没什么特别的 这样吗 那好吧 宁斯还想辩解一下 自己总能有点不一样的宝物的吧 被师姐打断 沉默着 师姐解释了一会 的确 宁斯自己带着两把武器 也不是很方便 询问道 师姐你觉得 我学的招式怎么样 那我是用剑好 还是用刀好 新手用刀就行了 你基础招式太弱了 用剑非常多漏洞 用刀只需对准砍就行了 师姐很敷衍地说了一下 行了 我有事单独对你说 遣散了几人 师姐随后说道 师弟 你有大事了 啊 咋了 宁斯震惊问道 搞得挺紧张的 还有单独的叫开吓人 搞得自己好像要挂了一样 你有指定任务 师姐拿着宁斯的弟子令牌递了过来 怎么拿我手机 宁斯接过 看了一会 摆弄开基础后 有任务提示 我怎么又有任务 想着自己才好好休息没多久呀 这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啊 还有自己不是正在执行任务吗 还是指定任务 两人一番查看 发现宁斯被认定为 这次需要配合七天师弟 进入长阳秘境 探查周围情况 不由得大惊 长阳秘境 还要进去 谁 七天 怎么是七天 这才是我认为最奇怪 你们两个明明是外门弟子 连内门弟子都不会让单独去这种危险地方 更何况 你们就是两个外门弟子 太奇怪了 师姐捂着脑袋 看了一下七天的位置 居然就在明凤临城内 之前还有发信息 让宁斯过去 原本明凤临城这片区域 就他跟师姐两个宗门弟子 这种任务不能拒绝 宁斯现在很慌张 这 这一刻也不能消停啊 想着之前 要不是有余曼 他自己都差点死在普通人手上了 弱弱的询问 师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虽然心里知道 当然肯定很危险了 自己都去过了 还是想说一下 师姐安慰着说道 应该只是让你们在边境看一看吧 不会太麻烦 说不定随便看一下提交记录就好了 带上长刀 弟子令牌 师姐还抄露了物者洞府 那本最强 广泛性极强的功法给宁斯 低镜就可磨练 眼灵术 就是师姐口中那种传说中的大树 数字结尾 不过在池云图书馆 看的功法理论 都没有这种数字结尾的 或许这种很高级 宗门认为 外门弟子接触不到吧 也不知道 你要去多久 拿着吧 别说好处 我都全拿了 我可是自己一人抄了几天几夜 这里全是里面的核心理论 有空可以看看 掉了也没事 根据物者尊师记载 可以给旁人查看 核心运转法 在我这 掉了别人 也只以为是本普通人编写画本 当然 你看完了 记得烧了 原来师姐面容憔悴 是这种情况 战斗完回来 还在不停地观看功法 还很贴心地点宁斯抄路 但自己好像也学不会啊 不过上面写了 休息能长生 不一定能学会 还是先带着吧 太难了 这任务又不能拒绝 挥手告别师姐 因为师姐得到了长生之法 需要在这闭关 毕竟不是提升境界 没有苛刻的修炼场地前提 环境在哪都一样 鸣凤凌城 还是很安全的 已经发消息 回去管理水云间任务 由他一人承包了 宁斯只能让他帮忙照看小青 还有几个仆从 他满口答应 让他注意安全 就去会合了 过了许久 鸣凤凌城 中兴区凤凌楼 凤凌楼 鸣凤凌城顶级先石城 跟水云间 就不是卖个档次的食物 看着七天给您私发的信息 没想到 令牌的标点这么准确 误差极小 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看着精确的标点 应该是这了 大人 兵器可以我帮您拿着 一位仆从上前说道 这座宫殿酒楼高耸入云 其高度近千米 仿佛是一座连接天地的巨塔 它的外观 如同了玄幻与现代相结合的设计风格 金碧辉煌的琉璃瓦 在阳光下 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而其透明若隐若现结构 则透露出玄幻建筑的力量感 宫殿酒楼的内部 更是奢华无比 金碧辉煌的大厅 精致的包厢 以及各种珍惜艺术品的摆设 无不显示出 其尊贵与非凡 随着仆从的引导 宁丝踏入了这座宫殿酒楼的升降梯 透明而宽敞 四周的墙壁仿佛消失 让人有一种悬浮在空中的错觉 随着升降梯缓缓上升 只感觉仿佛站在一条直入云端的阶梯上 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与庄严 升降梯的玻璃窗外 景色逐渐展开 高楼大厦变得渺小 云雾缭绕间 宁丝仿佛能触摸到天际 随着高度的不断攀升 宫殿酒楼的每一层 都显露出其独特的风貌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和装饰 从古典的华丽到现代的简约 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主人的品位与追求 终于 升降梯到达了目的地 仆丛恭敬地打开门 引领着自己步入这个云端之上的奢华世界 站在这座宫殿酒楼的顶层 仿佛可以触摸到天际的云彩 俯瞰整个城市 景色壮观 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不仅是美食的天堂 更是视觉和心灵的盛宴 卜从停在一扇华丽的门前 轻轻推开 一座宫殿般的包间展现在眼前 包间内部装饰豪华 金碧辉煌的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墙壁上挂着精美的油画 每一幅都是艺术精品 中央是一张巨大的圆桌 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 桌上摆放着精致的餐具和水晶酒杯 反射着灯光 熠熠生辉 包间的一角设有一个小型的舞台 一支小型乐队正在演奏着优雅的乐曲 为用餐的客人们 营造了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 包间的另一侧 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厨师们正忙碌着 准备着各种佳肴 食物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让人垂涎欲滴 扑从引领宁丝至座位前 礼貌地请宁丝入座 随后礼貌地退下 在这个宫殿般的包间里 宁丝仿佛成为了一位尊贵的客人 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服务和美食体验 当座位完全转过来 看到了一个许久未见 熟悉的身影 七天师弟 宁丝回想着宗门礼仪说道 你 你好 师弟 这时 一直跟在宁丝身后的那颗黑色珠子 随后晃晃悠悠地 去到七天身旁破碎 化作黑雾散开 环绕七天消失 七天面无表情回道 你好 穿越者 很平静的话语 没有在意身旁的仆从 仿佛置若无人般的话语 什么 仿佛这一刻 感觉脑子都停止转动了 感觉时间都在此刻停止 宁丝瞬间感到喉咙干涸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 脑中闪过无数道思绪 难 难道你也是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或许你该想想 我为什么会知道 七天微笑站起身 缓缓走了过来 对宁丝比了一个嘘声 走吧 我准备带你吃顿大餐 不过不并不是这种 人人都吃过的地方 对啊 齐天怎么知道 宁丝的心跳的 像是要跳出胸膛 他的双手微微颤抖 不敢置信的话语 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 就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突然面对了无法逾越的挑战 他的呼吸急促 脑海中一片混乱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自己才来几个月啊 怎么连穿越者身份都能知道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此时云顶包间外 一架巨型飞船缓缓降落 他的巨大身躯 几乎占据了整个观景窗 飞船的外壳 在落日的余晖下 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一位青年走向前 脸上带着礼帽的微笑 然后拱手道 你好 七公子 在下南门青 七天却没有理会介绍到 这位持晕宗外门大师兄 宁思 南门青如同才智回应 他微微低头 带着一丝歉意说道 在下有眼无珠 未能及时认出宁公子 还请见谅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尴尬 显然对于刚才的疏忽 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宁思一直在愣神 也不知怎么回答 或许根本就无法理解 为什么有人能知道自己的身份 那自己的身份会带来什么危险吗 只是想一些没有用的吗 走吧 七天打断着 明显是对着宁思说道 或许旁人也不知什么意思 宁思迷茫地默默答应 南门青拱手 青 随后宁思跟随着七天 踏上了那架 如同未来科技一般的飞船 身后跟了很多仆丛 还有护卫 根据身后下人的回答 这艘飞船乃南门家族 中型飞行器入行者 至于南门家族有多强 就不得而知了 这能拥有一定违背物理的 巨型科技猛兽 应该是个很厉害的势力吧 入行者比宗门的破云剑要小一点 但对于看不懂的宁思来说 认为颜值要比破云剑更加高 但是全身的迷彩光环 在灯光的映衬下 显得尤为绚丽夺目 尤其是门仓的环形灯彩 它们像是流动的彩虹 随着飞船的轻微震动而闪烁 营造出一种未来科技的梦幻感 随着入行者的启动 这些灯光变得更加活跃 它们随着飞船的移动 而变换着颜色和亮度 仿佛在与外界的星空 进行着某种神秘的对话 引擎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 随着推进器的启动 入行者缓缓升空 它的姿态稳定 仿佛不受重力的束缚 飞船的推进系统非常先进 能够实现垂直升空和快速飞行 不多时 它们到达一处 灵凤凌晨中心区南门势力一处釜底 釜底中侧门前两侧 各有一尊巨大的石石 它们神态庄严 仿佛守护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推开沉重的珠红色大门 一股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 门后是一条用光滑的 青石板铺成的道路 道路两旁 种满了珍稀的灵草一幕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大人 东西我帮您拿着 往这边走 宁斯迷糊着 被一群仆人引领先行离去 原本想问七天蝎什么 也没有开出口 感觉内部结构复杂 回廊曲折 每一扇门窗 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龙凤 云纹 莲花等传统元素 交织其中 显得既庄严又神秘 一侧中央 是一个巨大的天井 天井中央 有一座小型的喷泉 泉水从龙口中喷涌而出 水珠在空中形成一道道彩虹 看向天空中的夜幕 府邸被一层淡淡的光运所包围 此中的灯火与星辰遥相呼应 仿佛整座府邸 都融入了浩瀚的宇宙之中 成为了连接人间 与仙界的神秘桥梁 此时府邸一出大殿 七神医 怎么样 我父亲能治好吗 南门清询问着 后退点 一瞬间 府邸如同被无尽的黑光蔓延闪过 如同黑色的薄膜 最后冲刺着天地卷去 好了 众人非常吃惊 你这就一会 好了 怎么也得再敷衍一会吧 好 好 好了 南门清顿时惊吓着问道 父亲受伤躺下多年 请了世界上多少名医 就这一瞬间好了 嗨嗨 老者的咳嗽声 打断了众人的思绪 父亲 父亲 没事吧 你感觉怎么样 南门清此刻确信 立马上去 老者话语逐渐清晰 多 多久了 南门清仅靠在旁解释 清儿 谁 谁知好了我 快感谢 我感觉灵力此刻在汇聚 我的实力要回来了 去开灵阵 是 好父亲 是七神医 我们已经约谈好了 好的 其他家族儿女跪些道 感谢 七神医 感谢 七神医 七天不在意 让蒲丛带着缓缓离去 不多时 一直待在这巨大的宫殿的宁丝 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 饿了吗 宁丝转身看向 是七天师弟 还 还好吧 他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这 这府邸太大了 比前世的皇宫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坐在这个位置上 宁丝仿佛置身于皇宫的龙椅之上 眼前是宽敞无比的宫殿殿堂 其下方延伸着无数殿院 一眼望不到边际 这事 还是他第一次体验 坐在如此宏伟的房间里 身后女仆和护卫环绕 宛如帝王般的待遇 后方南门清才蹲来 想说些什么 七天微笑着打断道 去上菜吧 我师兄对这个世界的菜品 了解似乎不多 不用太珍贵 不用太多 来一万零八道 不重样即可 一 一万零八道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一样 一口你都得吃一天吧 南门清仿佛想说些什么 还是吩咐下人去行动 这一刻 鸣凤淋浴内所有酒楼 一台都被南门家族包了 无数人忙动着 所有厨子都在加班加急制作菜品 有无数户为双手捧着 送到南门府邸 又交由一女 结果抬居进入 此刻店内外热闹非凡 近千名舞女翩翩起舞 她们的舞姿轻盈而优雅 随着音乐的节奏 她们在店中穿梭 如同流动的诗篇 两侧的舞女们 一个接一个地 端上各式各样的佳肴 每一道菜都色香味俱佳 林丝几乎是颤抖着吃着 一位卑女前方端着盘子 帮着自己夹出每一块 送到她的嘴中 每一盘菜只加一点 心里低语着自己 一辈子都没这么享受过 不 或许都没有这么幻想过 看着人间角色 无尽的舞女起舞 还有 这 这太多了 就算让自己一样一口 如此之多的佳肴 都要吃得累死啊 心中默默低语 自己一生都未曾如此享受 不 甚至未曾如此幻想过 眼前是绝美的人间景致 舞女们翩翩起舞 如同天上繁星落入繁尖 而眼前的佳肴 更是琳琅满目 令人目不暇接 一口接一口地品尝这些美味 这 这太多了 就算让自己一样一口 如此之多的佳肴 都要吃得累死啊 一位舞女抬上盘子 不小心触碰到了 卑女的筷子 抬得太高了 七天话语轻轻落下 却传遍了所有人 平静的声音 如同重锤击打在 每个人的心上 上千舞女静低声 连接着店外上 无数名舞女 所有人心头一颤 继续 舞女们闻言 无不低头 在这股无形的压力下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紧张又敬畏的气氛 终于 不知过了多久 不过自己认为 至少吃了大半夜 呼 宁慈摸着肚子 都感觉要撑死了 还好不是正常人 最主要的 还是不知道喝了什么 身体都感觉充斥着能量 晚宴结束 一台平行舰停落在店前 七公子 明公子 这台是小型航天器 雀 K 行机 名为平雀 当然 或许持晕镜内只此一亮 不过 唯稳定型航天器 所以 续航并不会很远 如果进入长阳秘境的话 无妨 七天淡然说道 南门清介绍着身旁几人 好的七公子 这几位为专业驾驶员与仆 还有几位精心挑选的强者 不必了 让几个仆丛就行了 还有把我现在需要的一些东西搬上去 准备好了 七公子 平雀顶部有皇冠般围剧 虽然 只比穿梭者大几倍 但体积与重量要高很多 拥有两层结构 低层宽敞 属于主体中间层 有驾驶 跟休息室 上层则为顶层外面 虽为平稳机型 尽管飞船在平稳飞行和高速飞行时 表现平稳 但上层空间在起飞和达到高速时 对普通人来说可能不太稳定 不适合站立 飞船启动时 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随后是环形光彩的绚丽展现 机身仿佛被流动的光带环绕 光彩在空间中渲染开来 这种视觉效果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 仿佛每一步都踏在悬空的阶梯之上 顶层上 七天坐在飞船顶层的主位上 宁斯感受着飞船启动带来的震动和光影的变换 沉默了好一会 七天开口 你想问些什么 直接问吧 但话未问完 我是穿越者吗 还是这个问题吗 七天回道 不 你不是穿越者 啊 这是什么意思 宁斯感觉思绪混乱 还未说出口 七天打断我的思考 我问你 人类是怎么来的 你回答一下 宁斯突然脑袋一嗡 啊 这 我怎么知道 这啥 我怎么知道这种东西 啥 人怎么来的 七天没有打断 闭上眼睛 似乎在思考什么 过了好一会 七天平静地回答 生物老师教你的忘了吗 达尔文进化论 人类从猴子变来的 啊 宁斯想捂住尖叫的声音 卧槽 大口喘着粗气 这 这特么在跟我讲生物 想努力地想接受这一切 宁斯只感觉 如同新手村见到上帝 心中的恐惧 如同潮水般汹涌 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脚步不由自主地后退 生怕自己的存在 打扰了这神圣的宁静 这时 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 心跳在胸腔中狂乱地跳动 仿佛随时都会跳出喉咙 我试图寻找一丝勇气 但恐惧如同无形地重压 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根本不敢相信 感觉呼吸都是假的 哈 哈 有人在玄幻世界 跟我讲生物啊 哈 哈 好 好可笑 哈 脑子好乱啊 连自己小时候的记忆 都一同闪过一遍 失声了好一会 七天也没有言语 宁斯挣扎着 接受着 逐渐缓了过来 随后七天缓缓说道 你看过科幻电影 很多人类符合现实 对于未来的想象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穿越世界 不是穿越到宇宙真空里 为什么穿越了 还要站在地上 为什么穿越世界里的那些智慧生物 不是那种大眼外星人 为什么不同的世界 会有人类这种生物 七天讲了很长 似乎并不喜欢说这么长的话 宁斯脑子思绪 顿时轰然炸开 问的问题 自己根本思考不回来 也想不明白 的确 真正情况下 有个屁的穿越 那特么是小说 哪怕穿越了 那这个世界 为什么还会有人类 这些都是幻想的 喉咙如同干涸主 想发出声音 那七天 那别的世界 为什么会有人类 宁斯沉默着 思绪很久 想了好多可能 小说别看多了 哪来的一模一样的平行世界 你现在站着的 呼吸着的 是在幻想中吗 那仿佛述说事实的话语 都让宁斯 差点感觉崩溃 最后 问出 所以 七天平静地回道 没错 这里为什么不是地球 或者说是很久很久之后的地球 久到连太阳都熄灭了 依然存在的地球世界 抱有最后的疑问说道 那这可能是平行世界吗 你认为的平行世界 它是个可笑的理论 平行世界 你曾经科学家指的是 除了你们居住的这个宇宙之外 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 与我们的宇宙平行的宇宙 认为这些平行宇宙 可能有着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物理定律 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现实 连你们科学家幻想的 都是不同的世界 不会有两个同样的世界 何来一模一样的平行宇宙 电视别看多了 七天耐心地解释着 别的世界 当然有 如果不是人为 但正如前面说的一样 别的世界不可能有人类 就算有人类 它为什么要有白天黑夜 等很多所普遍认知的逻辑 就算一切都有 思想唯一性 不可能有着另一个 一模一样的平行宇宙 也不可能有另一个你 从各种概率来讲 这是一个唯灵的概率 上帝 如果你说 全知全能这种 或许不可能有 你们世界 就已经有人提到过上帝悖论 或许 你该多读读书 宁思沉默着 这个世界人都会飞了 还能搞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而 科学总是在不断进步 新的理论和证据 可能会改变 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请问 有哪里违背了一些基础的规律呢 这那个 都违背了 宁思内心 喊着 有好多呀 我 我该怎么说 都开始修宪了 如果你曾经的现代社会 开着飞机回到古代 古人也会认为 你是仙人 其实修行也很好解释 就比如曾经的恐龙时代 为什么会长那么大 或许是因为氧含量 那么现在这里有一种物质 吸入体内 可以增强人体体质呢 好吧 缓过神的宁思 勉强接受着 那你一定懂得很多吧 还好 因果呢 幻想 地府呢 幻想 系统 如果不是那道声音 你或许不会再醒来 穿越回去 回不去了 时间 时间是人类赋予任何事物变化的词语 时间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重生 回归这些理论 如果违背时间 那就不存在是吗 宁思一直被刷新着观念 努力接受着 还在幻想吗 七天一直平静地说道 时间悖论 你曾经世界 就已经提到很多重网 很多东西 稍微思考一下 就不会成立 不要改变自己的认知 来到这里这么久了 停顿了一会 缓缓问道 难道没感觉到 这里还是你熟悉的世界 不是吗 宁思不禁恐慌 因为 七天师弟好像 真的不仅能知道自己的想法 甚至 连自己所看到 所经历 一切都知道 并且哪怕自己 已经忘记的事 他依然知道 这不仅仅是读懂人心 仿佛 他以上帝的视角 看完了自己的全部人生 不 哪怕是前世 自己还有前前世的吗 别多想了 人死就死了 七天缓缓打断 天马行空的想象 你的行为太明显了 一切都太容易被感知了 宁思错愕地问着 师弟你是不是都能知道 我现在在想什么 虽然没有问完 但正如所料般的回答 差不多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知道 似乎还想在思考什么 被七天打断 有所谓临场干扰 或者气息干扰等等 一切扰乱的不确定因素 一般都需要动用一些手段 或者胡乱的思考点什么 或许大火的燃烧等等 都可以磨灭明显的特征 自己听着 想学着放空思绪想些什么 不过 你大多都不行 因为你的思绪 让过去的记忆 被我完全模拟过了 虽然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但感觉到 七天似乎拥有着 能感知别人的记忆能力 或许这应该不叫能力 现实一点 还是很多基础规律 都能试用不是吗 那 那个引力宁斯 努力地想记起一些学过的知识 不对 什么规律 现在都能知道自己的思考了 这是怎么解释的 但自己好像被带入了一个循环 太阳都熄灭了 你觉得 那个引力数值 不会改变吗 比如 为什么有引力还存在 你就该怀疑 为什么这个世界也有太阳 感觉思绪好像缺少点什么 自主地问出 那 那天空怎么还会有太阳啊 时间太久了 根据你们科学家得出的结论 太阳那时 还有五十一年寿命 大概再过五十一年 变成一颗红巨星 最后留下一个叫做白矮星的热核心 那么至少 超越了这个时间 我也不过才来这个世界 无法考证 不过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太阳熄灭前 你曾经的世界 早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什么 我 我活了这么久 这是来到未来 但是 这 这未来也太长了 你能到未来 不能回过去 这时 七天的言语 让宁斯静静思考了很久 七天接过下人递来的茶水 平静地说道 理论上 我才是穿越者 啊 虽然不能理解 震惊着 但是还沉默着 我是个失败者 那个世界 或许是所谓的正义 世间所有强者的助力 那一战 使我深远 我自身也被磨灭 一缕思绪永存 飘荡在无尽的虚无 无尽的虚无 不知飘荡了多久 遇到了一丝阻碍 什么也看不见 只感觉被一道人形虚影 拦下了去路 我又怎会停止去向 随后本能的意识 跟他打了一架 进入到了他身后的世界 睁开眼 就是 我出生的这个世界了 最后在一旁迷迷糊糊的听着 然而虚无中那一战 我的一丝思绪 也受了点伤 我在不断的吸纳丢掉的意志 所以 出生时便痴痴傻傻 一直到了数岁 家族才发现 我的呆傻 但是父母却对我疼爱不已 到访了各种名医 一直到了十余岁 也没有好转 直到几月前 你大妖肚结 天地所残留的一丝思绪 被融入 带回了一些记忆 这一刻 似乎是明白了些许 所以 师弟也是才来到这个世界几个月 不对 不对 这不对啊 宁死感觉突然理清了一次 思虑了好一会 师弟 你不是说人死了就死了 没有灵魂的吗 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我 其实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 用灵魂来称呼 根本不贴切 汉字传承不过五千年 比如用意志 想象 思念 念想 其实用念头 思绪 来称呼 更贴切 啊 汉字 五千年 宁死感觉脑袋有点晕 七天依然平静地说道 你难道没有想过吗 为什么这么久了 文字没有一点改变 比如 汉字传承了仅仅五千年 曾经现代文字 就与古文完全不一样了 什么 宁死错愕着 脑子不够用了 我怎么知道啊 感觉有点头疼 信息太多了 有点难以处理 对啊 并且 自己之前还想问 这些家伙怎么会讲普通话呢 并且诸多构思的故事 又不是穿越回古代 异世界 为什么会有汉语 甚至还念着曾经世界的诗词 简直可笑 随后 七天拿出了一盒东西 递给宁死 师弟 你不是说 不可能有凭空拿出东西的操作吗 这是什么 打开盒子 古物编号0 001中华字典 防瓶 死不对 宁死差点丢在地上 中华字典 打开盒子 映入那不会忘记红色的壳子 中华字典 2018版 或许大概猜到 这玩意 有什么作用啊 里面很多不一样 看向盒子侧面 凡是看到这件正品 皆会根据所统计 只要有人看到正品 那么 就会一瞬能懂汉语 甚至会讲普通话 太多了 既然是所认知的字典 自己曾经也是看过字典的 虽然有一些无厘头的缺失 但是 中华字典里 不只有汉字 里面还有阿拉伯数字 跟拼音的英文 现在宁死已经感觉 世界观多倍颠覆 击破那些可笑的幻想 头现在 又开始有点晕了 感觉跟着七天 接受了太多信息了 沉默了许久 神念传音 我确实会类似的技巧 但你难道没有感觉到 经常性的疲惫吗 如果不通过对话交流 估计 你要消亡得更快了 对了 师弟 为什么我最近总是有点头疼呢 宁死对此感到困惑 他沉思了一会儿 但突然想到 自己的身体素质 实际上非常出色 理论来讲 在正常情况下 灵修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没什么 只是快死罢了 啊 宁死感觉又有点缓不过来了 似乎是不是听错了 我们可以猜测 你应该知道 杜杰失败 可能会死亡的 你的全新技艺出现 不是代表猿竹已经死亡了吗 所有你可能杜杰早就失败了 如果没有你的思绪出现 甚至有可能 都不会凝聚出人形 这原本形状的身躯 就得消亡 七天缓缓说道 沉默听着 突然震惊地回道 啊 那是不是意思我快死了 没事 你已经入灵 能活久一点 但因为灵性的消散 仅仅只是弥补消散的能量 应该还能多活几年 啊 啊 就只能活几年了 想着自己才来到这个世界没多久啊 自己才刚踏上人生的旅程 还没走上人生巅峰啊 宁死刚想拿出眼灵树丑丑 好像有长生之法 只见七天拿过 随即丢了出去 别学这些没用的 我带你搞点更强的 这时 看着燃烧着黑火 飞落天际的书籍 丢丢了 现在脑子就没停止运转过 随后又想起 啊 还有更掉的 这种上个纪元的功法 你最好不要学 啊 这是上个纪元的 七天解释道 这门功法理论 不是这个纪元提出的 比于曼所说的主人 灵修强者 物者 还要强 如果完美学会 将会入魔 一直混乱 那么 那位创造这门理论的强者 将会借助你的身体重生 虽然知道了 师弟能读懂自己记忆 但他平静地说出来 还是感觉很可怕 众 重生 宁斯吃惊着 这 这么掉 一样 是让肖王的时间节点 跳到未来 包括你 我我 不是重生到你身上 你恋不会这样玩意 宁斯 为了感谢你 我将满足你一个愿望 说说吧 愿望 宁斯想了一会说了出来 变强 不 你内心的第一想法 可不是这个 只不过追逐理想所必须 才改变的说法罢了 七天随后 让仆聪拿了一枚东西递了出来 吃下去 绿茸茸的光芒所笼罩 这是什么 这是木形和陵园 可满在外物 产生空陵盒 你陵满太慢了 你的第六盒 刚好是从石道开辟 吃下这融合一段时间 你就能准备入境了 随后结果吞下 黎明即将破晓 即将再次踏入 这个永昼之地 眼前的空间 深邃而辽阔 仿佛无数星辰汇聚成的银河 洒下出生的曙光 这边还是黑夜 长阳秘境 却永远沐浴在光明之中 如同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 这次不困 终于能好好看看 这奇特的秘境了 没想到 这么近 天空如同低矮大地地 压着自己喘不过气 黎明的曙光 在地平线上缓缓蔓延 将夜的帷幕 一寸一寸地揭开 天空直至被染成一片淡淡的金灰 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 如同一条细丝 在晨光中若隐若现 它既是结束也是开始 宣告着夜永远结束和昼的降临 在这一刻 感觉世界被一分为二 一边是即将退去的夜色 一边是即将迎来的晨光 两者在分界线上 激烈地碰撞 交融 最终融为一体 七天依然在思考 仿佛推算着什么 这里是天坠 似乎知道了宁斯的想法 平静地说了一句 依靠在边缘 静静地凝视着远方 从高处俯瞰 依稀可见 下方残留的火堆余境 周围潜伏着 众多不同势力聚集 它们尚未深入核心区域 隐蔽措施 显然不够充分 使得一切尽收眼底 下方 无数双眼睛 在暗中窥视 充满了混杂和警惕 却长 平静航天器的指挥官 这个世界 好像飞行类型机器很多 因为航天器的操作不同 每种独特的航天器指挥长 或者驾驶员 都有自己独特的叫法 从而得知 瓶却是有威力武器的 搭载了两门麦灵炮 有灵转机蓄能 类似能力蓄能类型 操作换在简易 在湿地的示意下 在空旷地带 尝试了几发爆炸物 发现其威力相当可观 比普通火箭筒还要强 仅从爆炸留下的痕迹来看 直径就接近十米 估计其有效杀伤范围 可能达到一二十米 这还是宁斯第一次接触这类物品 当得知这种消耗能源的爆炸物 需要灵石来补充时 灵丝便停止了浪费 居然使用灵石 这可是很昂贵的东西 感觉灵石对于这个世界普通人来讲 就是以一来当单位的数字 这能源转化率貌似不行啊 最后胡伦吞早地说了一句 却长你好好开哈 在飞行途中 很多人目睹贫阙 却无人敢于采取攻击 虽然乘坐的飞行器前所未见 但这种流光环绕 闪耀的纹路若隐若现 足以让人一眼辨识出 它与众不同的高贵特质 这些都看似都是普通人 好像就是那天 差点把宁斯干掉的那种劫匪 这些人的意图并不清楚 想要送他们几发导弹 还是忍住了 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 或许错杀了好人呢 七天师弟 似乎料到了宁斯的迷茫 带来了很多东西 结果仆从递来的书籍 宁斯看着教科书般 这奇幻的世界记载 长阳秘境 一片被遗忘的土地 它的存在仿佛被世界所忽略 既无强大的势力维护秩序 也无法律的枷锁 束缚人心 在这里 人心的阴暗面 如同被释放的野兽 肆无忌惮地斩露 贪婪的人为了一己私欲 不惜背叛 欺骗 甚至杀戮 将这片秘境变成了 弱肉强食的荒野 阳光照耀下 长阳秘境的美丽外表下 隐藏着无数陷阱和危机 那些怀揣着梦想的追灵者 心怀叵测的探险者 贪婪的宝藏猎人 以及各种势力的暗流涌动 都在这片无主之地 上演着生存的戏码 他们争夺着秘境中 可能存在的珍惜资源 或是传说中 隐藏的古老遗迹 在这里 信任变得奢侈而危险 每个人都可能是敌人 每个微笑背后 都可能藏着刀刃 长阳秘境成了一个 没有规则的舞台 强者为尊 弱者为卑 人性的贪婪和残忍 在这里被放大 成为了这片土地上 最真实的生存法则 不过 依然无法掩盖 这玄幻世界的奇观 进入后 在这个永远沐浴 在光明之中的世界 仿佛阳光都是温暖的 它洒满了每一个角落 带来了生机与希望 别具一格 明媚的阳光穿透云层 抚摸着大地 使得万物都沐浴 在这份光辉之中 每一处景致 都显得生动而鲜明 一位仆从上来传道 大人 前方出现军事根据点 我们还要执行吗 无妨 就去那亭靠 七天丢出卷东西 裹挟着残留的黑雾 直冲天际而去 平阙沿着直线路径 穿越了神秘的天坠 云雾缭绕 仿佛天之崖 地之脚 越过了连绵起伏的山巒 每一座山峰 都像是大自然 金星雕刻的艺术品 壮丽而巍峨 深邃的古地 像是大地的伤痕 幽静而神秘 隐藏着未知的故事 最终 来到了一片辽阔的平原上空 这里的地平线 似乎无边无际 就在这时 临死注意到 下方出现了 众多宏伟的堡垒 他们处立在那里 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 好像还看见了 有点像大锅一样的东西 信号塔吗 还有那巨大的新转涡轮 如同大的开了一道口子 这些涡轮机非常壮观 横跨几百米 仿佛未来世纪的产物 凭却在一个空旷地带降落 一位领头模样的中年男子 面容刚毅 胡须略带白色 与他那雄壮的身躯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给人一种历经沧桑 却又不失威严的感觉 胡将军见到七天 他们也是内心疑惑 全是两位年轻人 还有一位小孩 上前问道 外出特务使 七天淡淡道 不然呢 随后说道 在下这次任务 外围负责将军 胡元龙 胡将军伸出手 似乎想与七天握手 但七天并没有理会 让胡将军随从 带队走向一座高大的宫殿 顺便让人准备早点 旁边副官推了推眼镜 思考问道 将军 真的是特务使吗 我怎么知道 这 这宗门 也没说有这 太张狂了 胡将军现在也是有些生气 副官说道 那还不快把信息传回宗门 现在可是紧急时刻 拿出卷轴开口说道 上面记录着 保密等级极高 都不能传回一回大殿 那私密传回宗主呢 副官又问道 胡元龙又瞅了一眼卷轴 还有特使令牌 解释了一下 刚才那飞来时 居然以自己的实力 都没有提前感应到 然后说道 似乎是原始派系俯首 明确让我无资格传达 随后想了想 又补充说着 这云法手段 还有 这只有大势力 才会有的飞行器 不可能这么明目张胆的 直接来吧 副官还是指使着通报 胡将军 这种情况 宗主说了 你该听我的 行 行 最后按照副官的指示 要这样组织语言 唉 唉 真的是 这又没什么秘密 行吧行吧 你看 我已经告知宗主了 说完 胡将军把传讯地 给副官看了一眼 等了一会 你看 宗主说 无碍 这处据点 也没什么机密 搞快点 送他梁走就好了 副官看了一会 行吧 七天进入主殿 直接就坐上主位 宁思却很拘束 认为这会不会不太好 了解了一下 原本是持云宗军队的训练场地 现在加派为行动驻扎临时据点 听着卫兵的话语中 透露出一股自豪感 他激动地讲述着 道持云先宗的未来计划 占领这片充满环色彩的秘境 他的眼中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仿佛已经看到了 宗门在这片神秘土地上 崛起的辉煌景象 然后又随从送来了早餐 宁思认为是这么叫的 将军几人 貌似离开了 自己的胃口 也很正常吧 就是不饿 但也能吃 七天却并不打算吃 见宁思吃得差不多后 七天吩咐着下人道 叫你们将军进来一趟 下人忙慌着回道 是 离去后 不久 人未到 一道声音传来 特务师你也太嚣张了 老子可是将军 论级别 可比你高多了 你只不过委派来的人员 你居然敢命令我 胡将军一直从外说到里面 胡将军 冷静 冷静 副官一直在旁边拉着 反而被拖拽着进来 胡将军此刻拖拽着一杆长枪 身躯极为高大 肩膀宽阔 手臂上青筋突出 每一块肌肉 都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甩开一旁副官 问向七天 你 你想要干什么 你不给个满意的解释 话未说完 七天坐在主位上 姿态轻松 双腿交叠 仿佛带着一丝轻蔑的问道 那么 我倒要看看 将军在这驻守的实力如何了 众人大惊 副官惊呼 似乎想要问出 七天到底要干什么 这次还未讲出口 胡元龙随手便把副官甩出 自己 池云宗内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绝世强者 历经无数生死搏杀 早已声名赫赫 然而 今日竟有一个无名小辈 从未谋面 竟敢公然挑衅自己 这简直是对强者尊严的极大侮辱 大声呵斥道 可恶 小子 你是真不知道 本将军是谁 不给你认清 一下自己实力 似乎不知天高地厚了 突然平静的大殿 只感觉无数云流不断的气息 似乎融入一点 逐渐融合 那一瞬 空气都产生的丝鸣声 炽热的白光 哪怕没有针对自己 凝死都感觉差点闪瞎了眼 一瞬间 仿佛一道身影 被击飞出外 伴随着残留无尽的气流 砰砰砰 不断的声音 随着物体在地面上飞速滑行 发出尖锐的摩擦声 凭借声音都知 外面地面都被冲撞 拖出了一条长长的痕迹 只见七天依然平静地坐在主位上 一旁吓人 还有副官震惊了好一会 才逐渐缓过神 副官跑了出去 声音逐渐减小 将军 将军 将军没事吧 冲撞声接连响起 伴随着强烈的震动 引起了众多士兵的注意 纷纷赶来查看 发生了什么事 将军 将军 副官出来才发现 这一击的威力 居然如此之大 连带着地面 都被冲击力滑出了 近几十丈远的坑道 回忆着 不可能啊 自己没有记错 宗门好像并没有七天 这般模样的强者吧 跑了些许距离 才找到胡将军 将军 将军没事吧 胡元龙起身 发现众人都前来查看 咳嗽了几声 感受了一下身躯 我有问题 我能有什么问题 又甩了甩手 推开副官 你懂什么 我是让着的 看了看身后 那所躺下的地方 残留着的黑气 胡将军指挥了几位士兵 把这里埋了 没事不要靠近 将军这事 副官看着思索了一会 胡元龙又停息了一会 虽然无法相信 但特使好像把我多年的老毛病都清除了 这 这不可能啊 将军看出什么没有 副官顿了顿 胡将军缓了缓 有一点点 云卷法的气息 看不出 看不出 不多时 胡元龙回到主殿 特使大人 特使大人 简直就是年轻有为啊 老夫我有眼不识泰山哈 有眼不识泰山啊 哈 哈哈 看着胡将军回来 立刻转变态度 一口一个特使大人的叫着 特使大人有何吩咐 老夫我在所不辞 七天平静回到 把你的万化云气 给我 什么 胡将军随即震惊 自己只是客套化 你 还有 这可是持云仙门独有的最新功能辅云气 集合了各种功能 整个宗门就只研发出了几具万化云气 还是因为获得各种功绩 宗门赏刺而来的 七天打断道 不必着急回答 传讯回宗主 我把平阙送给他 上面搭载了一台灵猎机 这可是持云宗没有的东西 你应该知道 这是什么价值 思考了一会 胡元龙痛心地看了看副官 得到肯定后 信息传回宗主 当慕容先得知后 非常震惊 这种无价之宝 尖端科技 给底下科研人员研究 外务底层技术 起码得再提升一截 全直接给我 宗主回信息 同意 顺便去检查一下 平阙跟灵猎机有没有问题 再问问他 还有什么要求 胡元龙给副官看了看 指挥了几位士兵 小声低语 宗主同意了 那特使大人 还有什么要求吗 胡将军又问了问 七天回到 把这个根据地的所有云荣蜜园等 补充云法能源 全部都给我 胡元龙吃了一惊 特使大人 这可得有不知多少万斤重啊 哪怕是万化云气 可不一定带不动 而且 而且 全都给了特使 我们将士 可得大打折扣 不过是派不上用场的一些低进修士罢了 你传给宗主 这完全是无法衡量我给的价值 七天淡淡回到 宗主回答 只要凭确跟灵猎机没问题 就同意他所有要求 胡元龙又加大力度 派人查看 过了许久 得到的信息 都是无误 那特使大人 这云荣蜜园 全部带到这里来 我需要直接吸收 胡将军却感觉 特使大人是不是在逞强啊 这种庞大的能量 就算是自己恢复 都只需几块就好了 多了也冲刺过载 效果不大 并且也无需这么多能量 自己这般顶尖强者 都只是备用挤管 压缩到极致的云荣 只见一对对士兵 搬来一箱箱装满药液的白瓶 进来之后 如同被无形距离 直接撕扯爆开 如流水般 向着七天汇取 宁慈看着 的确很不可思议 随着士兵搬来得越来越多 大殿开始变成小河了 好像不过是正常吸收而已 并且 在他这种体质 都接近免疫一般寒暑的情况下 都感觉温度有点升高 随后去了外面透透气 士兵给宁慈搬来躺椅 见他躺着无视 还递来了一杯果汁 拿起晃了晃 居然杯子 跟前世的透明塑料被好象 士兵解释道 这是木参竹制造 竹体黄绿色 但会包裹着 长长坚硬接近透明薄膜 利用切割 木参竹竹根被切断后 留下的薄膜 制成形状 杯子外壁 如同透明的塑料 就是这样造的 而且好像更环保 七天说 宁慈只需缓断时间 就满灵了 所以他都懒得练功法了 都躺得有点睡着了 至于沈家祖传功法师弟说 无妨 貌似是很厉害的灵修体系 不知过了多久 七天走出 然后对着痴呆的胡元龙说道 对了 如果不需要 记得把这几个仆从 送回南门家族 还有机缘速度拿过来 此刻胡将军只认为 宗门还隐藏着无数大能 居 居然有这么年轻的强者 对于自己 仿佛都不在一个层次上的强者 不可能啊 虽然万般思绪 还是询问道 那个 特使有修炼过掌握方法吗 并且 特使要重新学一下 掌握万化云气的方法 我这个有点不一样 不必 不等胡将军发呆 七天似乎拿过胡将军手中什么东西 解除静置 感悟了一会 一道白色遮蔽天空的巨影 如同流光般 卷起大片风云 及时到身前 砸落 激起大片尘土 胡将军 指着又震惊地想说些什么 但却说不清楚 万化云气 斥急 浮立在眼前 仔细一看 宛如一座庞大山巒 不断变化 吭吃作响 如同变化的机甲 伴随着不断变换 如同扭曲般 发出铿锵有力的轰鸣 仿佛是一尊巨大的机器在融合 最后 眼前逐渐显现出一辆 来自未来世界的巨型飞行跑车 他的轮廓在光影中 云雾中 若隐若现 如同穿梭时空的使者 散发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和速度感 走吧 我们换个座齐 那个瓶雀 有点太慢了 并且让蒲丛把带来东西搬上 虽然七天带了 挺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此刻宁斯已经不关注 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的赤疾 错愕到久久不能说话 七天让他上到驾驶位 基本按照你的观点打造的 按这里 随着指示 宁斯按动了 如同启动剑环形光环 整个赤疾 如同浮云般 带动着他们两人 就抬升了起来 整个赤疾框架 有点类似前世未来跑车一般 不过能浮空飞行罢了 飞行方式 有点像云城的扶持 但扶持如同所认知的铁路一般 虽然玄幻了点 但被特定的阵法纹路划分 只能在特定的航道飞行 推动这里平面方位 踩动式升降 这两个可以备用手动升降 非常简易 启动后七天对着宁斯说道 好 尝试着 胡元龙痴呆地看着两人离去 逐渐缓缓松了一口气 久久不能平静 呼 哈哈哈哈 有趣啊 宁斯打开赤疾剑顶 吹着大风 高兴地大叫着 操控着这艘仿佛悬浮剑般的飞行器 在高空中稳定航行 其操作简便至极 即便是高空中空无一物 也能轻松驾驭 锁定了浮空高度后 飞行器如同被无形的力量脱举 绝不会坠落 让人在享受飞行的同时 也能拥有绝对的安全保障 赤疾的外观与众不同 它的外形设计不仅极具未来感 更重要如同玄幻般 整体呈现出一种流线型的轮廓 飞行时表面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白雾 仿佛一层神秘的面纱 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整亮几乎通体白色 并且整体克转着极多白药纹路 在阳光的照射下 飞船表面的白药纹路 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显得异常夺目 赤疾的底部 似乎装备了某种先进的推进系统 它能够产生大量的云雾 这些云雾 或许为提供了额外的生力 而后方的推进系统 则似乎是利用风力来推动 赤疾如同一朵急速的巨大急云 在天空中以惊人的速度划过 留下一道道优雅的轨迹 它的身影在蓝天中自由翱翔 展现出一种从未想过 超凡脱俗的飞行 或许这一刻才知道 什么才是玄幻世界 在徜徉秘境的一处 近几百名修士激烈混战 剑刃相机 发出金铁交鸣之声 法术爆炸声 此起彼伏 战场上空 不同属性的灵气相互碰撞 交织成一幅既绚丽又致命的生死画卷 突然 战场上空突然传来一阵轰鸣 一道巨大的白影 如同从天而降的陨石 裹挟着滚滚白气 以惊人的速度 砸向混战的中心 巨影落地的瞬间 大地为之颤抖 战场上的众人 被这股力量震得四散飞开 身影在战场上 划出一条深深的痕迹 如同沟壑一般 将原本混乱的战场 分割成了两半 正是赤吉 突然到来的威势与灵压 震撼了整个战场 赤吉的出现 让原本混战的场面 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啊 坠机了 坠机了 宁斯的声音传来 齐天说赤吉理论上 可以自动驾驶 让他玩累了就休息 因为根据师弟所说 貌似对于自己 这种情况的体质 睡觉这样 还能多活九点 由于神志不清晰 需要比一般灵修 更多的休息 然后就睡着了 现在一声巨响 把宁斯从昏睡中 撞醒了过来 周围弥漫云雾 气门打开 宁斯从中站了出来 哦 赤吉没一点事 还平稳地漂浮 那么 这股冲击力到哪去了 反正地面是炸了一个大坑 好像就根本没有碰撞到 赤吉的实体框架 各位不必争了 我们来玩个游戏 七天的话语 打断了宁斯的乱想 也打破了寂静 这时看了周围一眼 四周的景象 令人震撼 到处都是人影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地面坑坑洼洼 显然是被强大的力量所破坏 这时 空气中弥漫着狂乱的气息 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冲突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两人的身上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 仿佛下一刻就要动手 众人纷纷聚集 身影在混乱中 显得格外狂乱 此时七天站在中央 面对着众人的包围 却显得异常平静 空气中的紧张气氛 几乎可以凝结成实质 众人虽然根本没见过 这种奇特的物品 但这庞大的飞行机甲 加着强大的灵力释放 使得所有人不敢轻举妄动 凝丝的兵器被弹出 这时 就已经有人按耐不住 开口打断道 居然敢打断我们的战斗 我看你是想找死 话未说完 轰隆隆 几十根脊杖长的白柱 就已经贯穿了那人身体 整个人如同被白柱掩盖版 旁人急忙惊呼 但突然无数白柱 连同一旁众人一起掩杀 片刻之间 灭杀几位强者 这时 棒棒棒的巨大机甲轰鸣声 斥挤整个形体 如同扭曲般 发出巨大响声 一座脊杖高的 巍峨的白痴王座 燃发着大量白气凌厉 如同天地间的主宰 正以一种不可一世的姿态 缓缓升腾而起 其气势张狂霸道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踩在脚下 七天缓缓坐下 轻声道 不好意思 我不太喜欢 有人打断我的说话 轻蔑话语 让众人大惊 但未缓过神来 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王座 伏伏伏 仿佛空气与大地摩擦的风声 顿时周身无尽黑云气浪席卷去 如同狂风暴雨般 扑过四周 不好意思 我也不太喜欢各位直面我 动 天地间如同塌陷般 压力顿时汹涌的波涛 轰然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众人只感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几乎无法抗拒得要跪拜 那些试图保持战力的人 最终也抵挡不住这股力量 双腿无力的弯曲 仿佛被折断一般 纷纷倒下 啊 虽说大多数众人都被折断双腿般的疼痛 猛哼一声后 没有惨叫 硬是强撑着爬了起来 却不敢抬头 宁斯看着这一幕 却总感觉有点熟悉 宁斯想起来了 怪不得 这些灵法自己总感觉很熟悉 突然停顿 什么 不对 师弟仅仅只是感知自己的想法 就 就学会了所有持云宗门每一本 都需要不知道多少年 都不一定能够练会的灵法 很多功法自己都只看过一眼 不带宁斯震惊 东隆隆 大地裂开 地脉如同被拔高 四周升起黑雾 凝聚着如同黑色的城墙 遮蔽天空 世间顿时黑暗 这一刻 洁白的王座是多么的耀眼 那天地间散发的黑气 如同隔绝了各种手段 把所有人笼罩在其中 欢迎各位进入 漆黑牢笼 七天笑着轻声道 漆黑的双眸 如腐式楼一般 扫视着四周 每一个与他目光相遇的人都 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气势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 让周围的强者们 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 停顿了一会 七天倚靠在王座上 指向一人 你出来 冥斯望向那人 他的面容俊美 宛如一位风度翩翩的公子 皮肤白皙如玉 身后 没有同祥之人 却站位略前 明显是一位独行的强者 并且 长袍下鲜血肆虐 刚刚被折断双腿 也硬是一声不吭 这里大多人实力都有点过强了 虽然很多人还在恢复伤势 尽管半身重伤 不管是不是有旁人的治愈 但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恢复能力 这种伤势 都能正在迅速好转 至少师姐貌似没这种实力 阁下有何吩咐 在下王景彤 青年恭敬道 似乎并不想听过多的话语 七天抬手制止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 降低境界 以普通肉身 打败满灵的他 就能活 临死感悟了一下自己 没想到已经满灵了 王景彤再次出声 阁下 在下哪有什么降低实力的方法 但并未说完 几道黑雾打在他身上 他的身形 顿时身形一阵 接欲倒下 王景彤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似乎不可置信 这曾经弱小的身体 好久没感受到了 下一刻 差点跌倒 晃动着身形 逐渐熟悉了起来 然后 七天对着宁斯说道 去 把他砍了 啊 我 自己 怎 怎么能乱杀人啊 宁斯震惊地思考着 七天简短地补充了一句 他是坏人 这样吗 宁斯拿起长刀 缓缓走下 听到了两人谈话 王景彤似乎看出了什么 急忙回到 在下自认谈不上什么 能把所有万物生灵 归为平等 但也时常救助普通凡人 还不至于归为坏人吧 并且在御天华州 在下因为救助灾民 传播 帮助凡人广众玉谷 使普通人 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至今都有我普世仙人的称号 所谓普世仙人的王景彤 一字一句道 宁斯想了一会 话语间 的确是个好人啊 迟疑着 随后又想到什么 王景彤问道 在下似乎连阁下面都没见过 请问阁下 为何直接断定 在下为坏人 七天没有回答 阁下可知在下的过去 不知 七天轻轻回答 但并不等王景彤 还想继续辩讲道什么 七天缓缓说道 好人是不会写在脸上的 这一刻 众人顿时一惊 几乎皆想问候 那特么 坏人就写在脸上了 不过却无人敢说出口 现实中 强者往往拥有定义 是非曲折的权利 宁斯缓缓思绪着 师弟也没有必要欺骗自己 或许他的真实目的 是考验我 如果轻易被三言两语所蒙蔽 那未免太过愚蠢 在这个真正残酷的现实世界里 没有真正的傻瓜 也没有那种缺乏思考的情节 人心难测 更不用说 这些人在这弱肉强势世界 都已经活了无数年的老狐狸们 尽管自认为不笨 但经过这一个月的经历 开始意识到 或许自己 就只比沈言沈灵两人 稍微聪明些许 宁斯手持武器 还步上前 请你准备好战斗吧 面对已经明了的结果 王景彤没有做无谓的解释 规则总是由强者制定的 随后他转过身问道 如果我轻易死了 你们也不一定能够夺活吧 王景彤接过旁人 递来的一把普通常见 或者说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些兵器 境界被封后 他只能拿起 曾经熟练使用的兵器 摆好架势后 尽管他们之间 相差一个境界的实力 但并不是没有胜利的机会 王景彤的眼神 逐渐坚定地对宁斯说道 王景彤 请叫 好 宁斯回想着书中的招式 对方基础实力相差太大 肯定不会先手 看准时机 瞬间 提刀猛冲而进 大叫着冲向前 横道 照着人影大力一批 然而王景彤 似乎都没有看清招式 本能的提剑一挡 碰 巨大的力道 他的长剑 几乎直接是脱手飞出 更是崩坏了百练的金剑 慢着 宁斯正欲闭着眼睛 再来第二刀 对方的声音 打断了下一步行动 王景彤紧抓着 刚刚提剑的右手 这根本就不是入灵的力道 如果在下没感觉错 至少有着正常入镜 三转灵修的体质 这样怎么可能有胜算 虽然是一把普通的剑 但也不是一般入灵 灵修能劈坏的 这差距太大了 哪怕不会什么招式 也能大力将一个人腰斩 并且差距这么大 连身影都看不清 除非对方傻到自己胸口 撞上长剑 否则胜算太渺茫了 七天剑挥出一刀后 可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给你入镜一转体质 但无能力 王景彤的呼吸 逐渐平稳 内心暗骂 这还差着两个境界的力量 思绪间 一柄白色长剑飞来 尖锐地插在地面上 散发出悠悠白光 是斥急一部分变换飞去 王景彤似乎理解了什么 仿佛任命般捡起长剑 没办法了 再次说道 请 宁斯专注地看着 内心思考着什么 刚刚居然差距这么大吗 这一刀 好歹在宗门练习的时候 也重复挥出上千遍 没想到 现实差距这么大 意识到 对手已经提升了力量 不能再有任何大意 突然 宁斯感觉眼神 变得更加锐利 手中的刀 仿佛感受到了自己的决心 刀身微微颤动 发出低沉的嗡鸣 这是虎啸 刀法小成 持我之人 如虎啸刀剑 再次回忆 猛虎十一刀 这是一套 以猛虎下山之士 著称的刀法 每一刀都蕴含着 雷霆万钧之力 在刀法的精髓中 看清对手的形 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只有洞察了 对手的动作和意图 才能抢占先机 施展出无人能挡的绝杀刀法 宁斯轻轻摇了摇头 将杂念甩出脑海 然后集中精神 按照功法中 目光如阴笋般 锐利地锁定对手 却感觉自己眼神 逐渐布满了杀意 深呼一口气 调整了呼吸 稳定了心神 王景彤似乎察觉到了宁斯的变化 照样不及于先手 而是保持着距离 似乎在等待着他的下一步 这次 宁斯更加熟练地跨步直冲 第一道 横道 横切斩出 刀光如同一道闪电 划破夜空 然而 对方复剑侧身 巧妙地躲过了他的攻击 完全没有选择 应接 有点要糟糕 迅速紧接着 第二道 上虎 刀是凶猛 如同虎冲 只见青年划剑刀身 侧身轻松避开 这一击再次落空 意识到之间的差距 不对 差着两个境界的速度 怎么会这么轻松 第三道 图接 击近近身 试图逼迫对方接招 突然 对方居然硬顶近身 这招有埋刀 果然 试图以攻为首 遇试 突结 宁斯的身形更快 刀锋直指对方 砰的一道响声 击中了 斜刀砍在了 他的长剑直刺上 发出一声巨响 力道之大 震得王警 同长剑几乎脱手 他的身形一晃 显然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一息间 对方急速后退的瞬间 宁斯这时突然意识到 机会来了 晚了 内心惊叫 越不直杀 志强冲合刀 猛虎 绝杀 这一刻 紧追不舍 不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 刀法连贯 这一刀都充满了杀意 如虎绝天下 而对方在这瞬间压力下 开始显露疲态 突然 这时 王警同轻默一笑 不 是你晚了 落入陷阱的猛虎 王警同的动作 依然如同瞬间的急速侧身 仅用两指 轻抚过急速的刀身 宁斯惊恶地诧一掌 他怎么会这么轻松地躲过 两人以面对面 扑斥 一根巨大白玉柱子 贯穿青年身形 鲜血溅了凝丝一身 呼 七天话语轻轻飘地传来 带着一丝细血 抱歉 下一个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惊呼失声 你 似乎想要说出些什么 但话到嘴边 却又咽了下去 眼前的局面 无疑是让众人绝望 仿佛就是要让自身死在这里 几声巨响传来 又瞬间杀死几位 妄想轻举妄动的灵修后 众人又安静了下来 面对明显不在一个层面的强者 众人都明白 这样的反抗毫无意义 对方有着随意屠杀众人的能力 这究竟是为了游戏 还是为了戏弄 凝丝回想起刚刚的情形 七天平静地说出 你太天真了 在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随便遇到一个 就是救命的好人呢 思路似乎清晰了起来 确实如此 七天的眼神冷漠无情 仿佛看待蝼蚁一般 看着众人 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笑意 似乎在嘲笑着众人的无力和恐惧 还有没有人愿意上前一步 众人心知肚明 谁也不愿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这分明是一场杀戮的游戏 刚刚眼看着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 却冷酷地夺走了王景彤的生机 而且还有这两个大境界的实力差距 七天冷冷地说道 既然没有人愿意 那么 接下来的人 只能以普通肉身来挑战了 我来 一位青年 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 师兄 他身后的人群中 传来焦急的呼喊 但那男子只是淡淡地挥手 是以他们无需多言 从他们身上统一风格的装束来看 这些人显然是一起的 一位后方的女子终于忍不住了 他推开阻拦的师兄 上前一步 看着我们的服饰 大声问道 大人 看您的服饰 您是迟云宗的弟子吧 我们是天玄宗的弟子 我们两宗可是交好的宗门 能否放我们离开 宁思目前穿的是一种低调平凡的装束 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然而 七天师弟的穿着 却是另一种极端 他身上的服饰 虽是宗门服饰 但并非外门弟子 所穿的普通宗门制服 却是一种 专为高层身份定制的高贵服饰 每一寸之物 都透露出尊贵与独特 这种服饰的价值 并不在于 其具有的特殊装备效果 而是在于 其无与伦比的定制工艺 和完美合身的设计 就如同在装备店中 那些需要花费 巨额财富定制的装备一样 七天师弟的服饰 这种是昂贵休闲类服饰 是由宗门里最顶尖的裁缝大师 亲手制作 每一帧每一线 都蕴含着深厚的法力 和精妙的设计 衣物的面料 是从稀有的零售皮毛中提取 经过特殊的法术处理 既有强大的防护能力 又能随着穿戴者的心意 变化款式和颜色 想起池云图书馆的记录 确实十大宗门中 有天玄宗这么一个宗门 但并不知道 天玄宗的人长什么样 对方的服饰 也不是道袍模样 但却欺天微笑着打断道 你说 你们是天玄宗 就是天玄宗吗 池云宗都可没有派弟子 进来送死呢 确实 师姐曾明确表示 现在秘境里极其危险 宗门并未派遣任何弟子 前往徜徉秘境 只有我和师弟两人例外 女子仿佛被气得半死 他明明就是天玄宗的弟子 最后 师兄把他拉了回去 远处师兄开口道 我要一杆长枪 这里的场地极大 除非是其他这样 没有被封印的强者 或许能听见 声音宁斯并没听清 只看见变化之中 一根散发着白气的常柱 飞到了那位青年面前 伴随着一道黑气 青年身形也是一顿 青年缓缓拔起 很明显 只是一根常柱 后方师弟叫道 师兄 被师兄制止 无妨 只见他缓缓上前 摆开架势 落浩云 请叫 宁斯想说些什么 但七天却催促他上前 很多东西可不能犹豫 你缺点太多了 放心 我不会乱杀无辜的 好 宁斯 请叫 话音刚落 落浩云直接提棍上前冲刺 动作迅猛无比 仿佛一头猛兽扑向猎物 宁斯心中一惊 但迅速冷静下来 脑海中迅速闪过应对的策略 转瞬间 落浩云已经逼近 长棍携带着狂风横扫而来 宁斯迅速做出反应 双手紧握刀柄 施展出浴室 虎持 卸架的防御招式 成功挡下了他的棍机 迟住了 可以进行反击了 两人之间的距离 瞬间缩短 宁斯迅速变换招式 跨步向前 冲合刀 卷虎 翻转握把 这一刻不经意间 浑身不满了杀意 刀锋如同猛虎般 卷扑 直进落浩云的身躯 然而仿佛同样的情形 宁斯再次陷入了 对手招式 设下的陷阱 落浩云的反应同样迅速 他下甩长棍 速批直向宁斯 一跃而起 宁斯不管不顾举刀冲砍 却被他紧握另一端 凌空脚踩棍身 利用长棍的另一端 进行反击 卸下了宁斯大部分冲击刀镜 这一刻 宁斯如同只剩下冲击的笨虎 漏洞百出 枪出如龙 一声大喝 吓得宁斯急忙欲试 举刀格挡 但落浩云的攻势太过猛烈 长棍直指咽喉 宁斯几乎无法相信 他的转换速度如此之快 尽管能看清他的动作 却仍然难以抵挡 这次的时间更快 几乎被一招秒了 你败了 落浩云的话语中 不带丝毫感情 他的长棍异端 已经贴在了宁斯的咽喉处 传出无尽声势 哪怕是平端 但那份压迫感 和潜在的致命威胁 显而易见 只需他稍以用力 便能轻易刺穿宁斯的喉咙 这种大力下 他居然能收住手 宁斯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死 但必然会痛到无法自拔 甚至有可能头都掉了 你赢了 坦荡地承认 放下手中的刀 向后退去 落浩云转头询问七天 在下是否成功了 是 七天回答 落浩云正要开口 却被七天打断 你的确留下一命 但我没说 你可以走了 众人一片哗然 心中暗自咒骂 众人恐怕从未遭遇过如此羞辱 宁斯疑惑地看向失地 这样不好吧 七天轻轻摇头 却被制止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保住你的同门 你成功多少次 我就放过多少人 落浩云目光坚定 毫不犹豫地答应 好 去 多试试你的刀法 他可是为天才呢 你伤不了他的 七天对宁斯说道 宁斯沉思片刻 点头答应 好 落浩云高声道 使出全力吧 在下也想看看 极限在哪里 请 宁斯回应 那你可要小心了 请 紧张的气氛几乎凝固 宁斯紧握着刀柄 再次深呼一口气 眼神坚定而冷静 两人再次交锋 第二轮 再次被击败 第三轮 再次被击败 第四轮 坚持了更久 但最终还是被击败 后面宁斯逐渐熟悉 落浩云已经收不住棍势 在他身上留下各种伤痕 发现宁斯的伤势恢复能力 已经不再留守 第四刀 蓝斩 第五刀 扑缺 第六刀 勾回 每一次挥刀都准确无误地迎向对方挥舞的棍影 对方也不示弱 棍法灵力 棍棍生风 试图找到宁斯的破绽 如同金属碰撞的声音 在夜空中回响 随着宁斯逐渐的熟悉 境界上的差距 逐渐体现出来 力道上 速度上 爆发上 的差距 越来越难弥补 不知多少个回合 哪怕宁斯高上两个境界的实力 到现在 也没在洛浩云身上 留下一道伤痕 反而自身的衣物 被棍得威势炸得破破烂烂 他依然竭尽全力 挥舞着一根长棍 棍影重重 带着呼啸的风声 他们的身影 在空旷的场地上快速移动 刀与棍的碰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每一次刀锋与棍影的接触 都似乎在空气中 划出一道道火化 宁斯灵活地躲避着对方的攻击 同时寻找机会反击 而对方则以棍为屏障 试图压制他的攻势 打斗激烈而紧张 双方都在寻找对方的弱点 以求一击制胜 瞬间 宁斯急速冲刺 刀锋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 急速冲合刀 虎悦 洛浩云似乎无法躲避这迅猛的一击 横棍的拦截 宁斯的刀重重地砍在了他的长棍上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几乎失去平衡 仿佛要倒飞出去 在这紧要关头 凭借现在的经验 立刻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再次挥舞起长刀 使出了那招致强冲合刀 猛虎 他的动作犹如猛虎下山 携带着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 势不可挡 宁斯只感觉血液在这一刻沸腾 每一次流动都似乎在为自己注入新的力量 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不断涌现 碰 随着一声巨响 两股力量激烈碰撞 哪怕如此 已经筋疲力尽的洛浩云 但仍然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技巧 照样成功挡下了宁斯的绝杀一击 被巨大的冲击力推向后方 身体失去平衡 倒飞出去 我认说 一道声音传来 让宁斯停止了继续追击 后方的同门上来扶住 师兄 大人 我至少成功了几十回合 然而 我同门却只有十余人 能放我们走了吗 洛浩云缓了缓站了起来 王座上的七天 不知道闭眼在思考什么 可 但不是现在 七天手指了几十人 并且顺便打出几十道黑气 你们出来 然后对着宁斯说道 把他们全部杀了 啊 他震惊着 这些都是宗门有记录的潜逃罪犯 正好你没杀过人 拿这些人是试手 七天缓缓讲道 啊啊 啥 宁斯吃惊着 随后 七天打开弟子令牌 给宁斯看 现在的情况下 这个令牌可以说相当于单机 没什么作用 只有几个功能 其中有一个就是 云下悬赏 由宗门官方记录着的 最大恶极的修行者 没什么普通人跟弱者 不然随便拍些普通城卫兵都抓住了 七天直接命令这些人解除伪装 不做的 直接立刻斩杀当场 有的被黑气打入 就逐渐露出不同面目 有的脱下盖过头的黑帽 有的直接把整张脸皮都撕了下来 看起来有点恐怖 但在这被尸地所笼罩的区域内 想跑也跑不掉了 并且打出的黑气 直接无解的变成普通人 什么能力都用不了 宁斯仔细对应着 的确 这些都是被宗门悬赏的通缉犯 把这些人打死拿去宗门交差 还有零食 有的悬赏额度还极高 这个家伙 几千零食 大部分悬赏的上面都写了他的罪行 不过悬赏的要求都挺奇怪的 有的要带回这个人的整具尸体 有的要求这个人的心脏 有的只要他的一只左手 有的只要这个人的两只眼睛等等 我向来喜欢平等 现在给你们同样的机会 领转一径的体制杀死他 或者被杀死 或者现在死 七天随手又杀了几人 即使这些人沉默不语 但他们的眼神仿佛已经将人千刀万剐 就连是那些未被指明的人 内心也波涛汹涌 这算什么平等 两个大境界的肉身差距 而且那小子似乎拥有不死之身一样 身体的绝大部分要害几乎无效 从刚刚落浩云的战斗中可以看出 或许只有斩首才能对他造成影响 普通的戾气划伤对他几乎没有效果 如果不是因为这小子怕痛 若他采取以伤换伤来 进一步策略根本没有胜算 除非能够压倒性的超越 冥斯的战斗技巧和经验 否则更完全没有希望 而且他的基础招式 正在变得越来越熟练了 现在成功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人总是要留有一丝希望 没有希望只会是鱼死网破 你们谁先来 七天轻笑的 剩余那些被指明的之人 他们没有祈求怜悯 他们的冷静仿佛超越了常人的情感 许多事情一旦预知了结局 便不再徒劳地追求尝试 只是增加死亡前那一丝遗憾 绝大多数人立刻站了出来 似乎在他们看来 祈求饶恕是一种可笑的行为 都是多年来纵横的强者 如今畏惧到 怕一个刚刚连刀都拿不稳的小子 死也选择耗死一个 很有幸能在死前被大人选中了 七天指向一人 救你吧 长半丈 宽一尺 大剑 缩的一声 巨雾在空中摩擦的风声 一把沉重的巨剑 猛地砸向地面 激起了一阵尘土飞扬 宁斯看向那人 悬赏额 七千六百灵石 处刑者 罪名最重的一条 菩萨持云镜内 数千普通人仰灵 袭杀成功过一位萧云卫 他身材极为高大 加上正常灵转一镜 可能比宁斯 至少灵转三镜的肉身还要强 不过从握箭姿势可以看出 对方只非常熟练这武器砍杀 没有太过训练同等实力下的技巧 但现在是力量转换了 他手持一把沉重的大剑 剑身在微弱的光线下 闪烁着寒光 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紧张的气息 突然 处心者大喝一声 挥动大剑 向宁斯冲来 巨剑风划破空气 发出呼啸声 思考着 这力量的不同 没有落后于那样精妙的技巧 是不能应接的 由是 卯拓 刀法记载中写道 在古老的记载中 曾经有一种威猛的野兽 名为虎 是无可争议的主宰 力量和威严 让所有生灵都感到畏惧 他听闻一个森林之王的预言 为了巩固地位 虎残忍地捕杀其他生灵 直到有一天 虎召集了所有动物 打算将它们奴役 并傲慢地宣称 我乃森林之王 你们必须服从我 虎王的命令 他们反怒道 你算什么森林之王 虎听闻之一后 轻蔑地环视着周围的森林 嘲讽道 在这片属于我的领土上 还有什么生物 能逃过我的爪牙 我不仅是森林之王 更是你们的主宰 如果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理由 或许会考虑 对你们网开一面 然而 统治遭到了质疑 一只羽众不同兔子站了出来 挑战虎的权威 对虎说 伟大的虎啊 你未曾尝过我的滋味 虎轻蔑地嘲笑道 你不过是 一只威不足道的弱者 连给我塞牙缝都不够 比你这样大几十倍的 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个 兔子却自信满满地回答 你若连我都未曾尝过 又怎能自称森林之王 虎被兔子的挑衅激怒 决定送这只小兔子 一个去死的机会 于是 一场力量和速度的较量 在森林中展开 虎全力以赴地追逐兔子 但兔子 以其敏捷和机智在森林中穿梭 最终巧妙地逃脱了虎的追捕 在这场较量中 虎的威猛 显得力不从心 而兔子的每一次逃脱 都显得游刃有余 仿佛在嘲弄虎的笨拙 周围的生灵目睹了这一切 对虎的敬畏 逐渐转变为对兔子的赞叹 甚至有的开始嘲笑虎的失态 虎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被甩开的他 咆哮声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 在这场力量与敏捷的较量中 虎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 最终离去 虎的威势不在 而兔子的形象 在他心中却因此更加高大 但其中一事就是 虎有着兔的灵动 宁斯侧身一闪 躲过着致命一击 同时反手一刀 刀尖擦过处刑者的护甲 火花四剑 确震得宁斯手臂生疼 他自带的护甲 感觉有特殊效果 不能硬砍上 或许本来就不是防这种普通刀剑的 调整战术 处刑者也不是全身带满护甲 开始寻找他的弱点 在一次次的交锋中 集中精力 等待时机 在这种依赖技巧的战斗中 他的局限性显得尤为突出 貌似并没有学过大剑类型功法 他对大剑的掌握 仅限于几个碾压实力后的砍杀动作 但现在处刑者除了力量 整体要弱于宁斯很多 如果他能够发挥出原本的实力 或者再提高些许力量 或许战斗会变得一边倒 然而 由于他的实力被强制的限制 他反而像是一头被束缚的猛虎 被戏弄 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力量 尽管如此 他的战斗经验 和对基础招式的熟练运用 仍然在战斗中显得不容小觑 虽然宁斯也是新手 但回想着猛虎十一刀弓类 全部招式基本的型 自己大多都能用出来 宁斯现在超他两个正常灵修大境界 加持的爆发力 速度等等 可以看出处刑者的技巧 比骆浩云跟王景彤等人 差了十万八千里 现在的小城刀法 跟骆浩云不知道多久的战斗 宁斯逐渐克服了出战时的恐惧和犹豫 刀法也越发熟练和凌厉 每一次刀锋划破空气 都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嗜血冲动 并且在跟骆浩云战斗中 宁斯学会了如何控制这股杀意 让他成为自己力量的源泉 这种转变能在战斗中更加从容不迫 使得能够更好地分析对手的弱点 利用自己的优势 如同嗜血的杀意转化为了冷静的力量 战斗迅速进入白热化 虽然处刑者的大肩力量强大 每一次挥砍都带着摧毁一切的气势 或许也想靠着先手力量上碾压导致的胜利 但宁斯灵活地在他的攻击间穿梭 寻找着反击的机会 刀法迅捷而精准 每一刀都只在削弱他的攻势 寻找破绽 终于在一次激烈的交锋后 巨刃划过 大剑有力有弊 在长时间的拼杀下 终究会露出破绽 这一巨大的空挡防守空隙 宁斯深吸一口气 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刀间 冲合刀 卷虎 猛地向前一次 这一刻的刀锋 巧妙地避开了他的护甲 从侧面穿透了他的身体 他亮枪后退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又随即无奈地苦笑 或许当看见这黑天时 明白自己即将死亡 尽管处刑者的实力受到了压制 但作为强者的基础致命弱点 已经改变 然而 被长刀刺入如此深的伤口 似乎已经破坏了 他生存的支持 最终他倒在了地上 战斗结束了 感受着胜利的沉重 和刀尖上鲜血的余温 继续 下一个 七天的声音 仿佛死神的低语 催促着下一个人 宁斯深吸了一口气 庆幸的是 他的师弟 站在自己这一边 不多时 下一人念叨 长棍 经不知道多少场的厮杀 一轮接一轮的交锋 部分对手的冷兵器 技巧精湛 在宁斯身上 留下一道道伤痕 绿色的血液 似见这片场地 但凭着宁斯强大的恢复能力 直直把他们耗死 全部屠杀干净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哪怕没有动用灵法 变得惨不忍睹 到处都是残缺的尸体 和流淌的血迹 将大地染成了一片血红 宁斯的绿色血液 也散落其中 见证了这场激烈战斗的痕迹 累了吗 还有很多人呢 七天的话语 让剩下那些没有点到之人 心里一个咯噔 在这如同没有时间概念的地方 也不知道 杀了多少人 我应该还能杀几个 还有坏人吗 宁斯感觉了一下 这世上的坏人太多了 只不过 宗门没有记录罢了 你不是知道吗 好人与坏人 都是强大的一方定义的 七天的嘴角 突然勾起一抹微笑 那笑容仿佛带着 某种神秘的转变 让人不寒而栗 他的语气也随之改变 透露出一股深不可测的气息 他的下一句话 却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凉气 心中生起一股莫名的寒意 如果累了 就休息一下吧 好好看着 接下来的战斗 让我来试试 这样的发言 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他们心中充满了疑惑 不明白七天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紧张的瞬间 宁斯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师弟七天 似乎拥有着两种 截然不同的人格 人格 你认为的是两种 可能不同的人 有的可能会是好人 有的可能是坏人 但我应该是追求 不同方向的思想罢了 宁斯对七天的回答 感到困惑 尽管自己无法完全理解 师弟话中的含义 但内心深处 却涌起一种直觉 好像都不太像是好人吧 无尽的黑雾 席卷场上所有人 你们可以一起上 众人面面相去 满怀疑惑 给你们一盏茶的时间 商讨对策 随即 目光转向落昊云 你已经输了一回合 你也参与其中 场上瞬间陷入了一片混沫 至少还有一百多个人 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没有特殊的零法辅助 体力 力量相当的情况下 单挑这么多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敌人原地不动 任由攻击 就算拥有零转移境的体力 没有特殊能力的话 说不定都要精疲力尽 面对这样的困境 大家脑海中一片茫然 无法想象 七天将如何应对 这场压倒性的战斗 只像一位女人 你不必参与战斗了 拿你身上的黄驹过来沏茶 数个白色的茶杯 迅速飞去 被稳稳接住 名思望向那人 原来是南门宴 他身后的几位随从 立刻喊道 大小见 南门宴白手制止了他们 无妨 师弟设下的封锁区域 相当广阔 从这儿还剩下的一百多人 便可见一般 场地如此庞大 根本就分不清 没想到能遇见熟人 在这里这么久 南门宴也没有说话 还有南门宴 是不是之前 那个南门家族势力里的 轻住轻水 集聚的热量 随后香气肆意的热茶 随之呈现 名思不禁好奇 南门宴究竟掌握了 何种能力 他是否修炼了 某种高深的灵法 尽管如此 热茶好像挺方便的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好了 这些许时间 人数基数如此之大 根本不够讨论 众人嬉嬉散散地站了出来 还不等开口 缩缩缩 无数破空声响起 斥急幻化出无数兵器 如同狂风般洗脚去 众人甚至来不及出声 一件又一件兵器 便准确无误地 插在了他们每个人面前 众人震惊地说不出话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刚刚讨论时候 根本没有说出 要什么兵器 这是怎么知道的 第一步 攻心 七天对着宁斯说着 随后 一到云雾面前不断地汇聚 不多时 一个人形黑色人影形成 黑色白云长刀 你们不过是一些弱者 可没有让我出手的资格 七天的话语充满轻蔑 在众人中引起轩然大波 随后他转向宁斯 冷漠地指示道 第二步 还是攻心 众人吃惊地看到 这 这是分身 傀儡 请 人影迅速摆出了战斗姿势 未等众人有所反应 便已经迅猛地冲杀了过去 第三步 还是攻心 对你而言 许多事情 你碍于脸面而犹豫 但面对生死关头 如拘泥鱼这些 将会导致丢掉性命 七天缓缓说着 此刻黑色人影已冲向战场 手中长刀 寒光闪烁 四周的对手 都对他虎视眈眈 但似乎都被他的气场震慑住了 不敢轻易发起攻击 不断地防守 随着迅速采取主动 对抗周围的敌人 但由于缺乏阵型 他们最多只能同时几个人 对他进行围攻 但黑影就像一座 肩不可摧 不可后退的山岳 不惧死亡 强行突进 刀法多变而迅速 每一刀都充满致命的杀击 令对手心生畏惧 大多数人选择了防守 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只要不是直面即死的绝境 他们基本能够挡住攻击后 生死之间都有无数的算计 在如同死神的黑幕下 没有人想主动进攻 因为谁也不想成为众矢之地 虽黑影的动作干净利落 没有一丝多余 每一次攻击都直指要害 但几乎都被防了下来 并且用出了猛虎变化后 二十式 宁斯只会简单的十四式 与前六刀的行 后二十式的施展 极为艰难 每一刀都需精确到 难以置信的角度 每一刀都需凝聚了 全部的力量和技巧 每一刀都毫离不差的 命中对手的致命之处 黑影动作流畅而连贯 仿佛这每一式是一气呵成 彰显出了卓越的战斗技艺 和对战斗节奏的精妙掌握 在这不断变化的三十四式威力下 对手们如同遭受猛虎的利爪撕裂 纷纷溃败 无人能抵挡其锋芒 随着一声震天的怒吼 黑影使出完美猛虎刀法 如同一道黑色闪电般冲入敌阵 身影在荧光和刀光的阴沉下 翩翩起舞 每一次挥刀 都精准地将一名敌人击退 尽管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却如同漫步于无人之地 每一步一动 每一刀劈砍 都显得异常从容和精确 其实给你看的 不是刀法 别看得太认真了 你的资质 起码还得学几十年 太浪费时间了 七天的声音 把专注宁斯拉回神 什么 这不是教我领悟战斗技巧吗 别幻想太多了 有碾压的实力 还用技巧干什么 只是怕你连刀都握不住把了 宁斯心潮起伏 欲言又止 想说些什么 却又无法表达 七天淡然倾笑 所谓的同皆无敌 不过是主角 依仗着自己的特殊优势 凭借天赐的机遇 仗着自己有天大的机缘 仗着自己学得多 仗着自己的力量 比同仁强 仗着速度 比同仁强 等等说白了 不过是以大欺小罢了 这些基础招式和功法 其实每一本都何尝不是 都达到了人体的极限 从基本角度来看 已经达到了顶峰 然而 他们的效用 最终取决于使用的时机和心态 实际上 在这角度的基础 肉身搏斗上 并不存在所谓的最强功法 说实话 你们曾经世界的那群人类 真的有很多可笑的想法 你以为打倒最终困难 最后成功的那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 是勇气 是毅力 是决心 那些全都是 你们曾经为了延续故事发展 而营造出的可笑美好幻想罢了 同样的刀法 其实并没有太多复杂的招式变化 在黑影手中 还是同样的刀法 仅仅只是对细节 进行了微妙的调整 同样的身姿 同样的长刀 却让骆浩云的长枪 被迫步步后退 黑影在人群中 一路紧逼骆浩云 攻击的同时 顺手击退一些 在冷兵器使用上 较为薄弱的修行者 同样的猛虎刀法 哪怕骆浩云 已经练到极限的枪法 此刻对上了黑影 却没有一枪赶攻出来 只能不断防守 一声大喝 二队 突然人群变换 不同的灵修 挡在黑影神前 骆浩云被换下 虽然时间很短 但早已经预料到了 骆浩云身为一镜正常肉身 跨了两个大境界 秒杀宁斯几十个回合 是有目共睹的 在那短暂的讨论战术中 他凭着自己 多年大师兄的经验 把大家分为了三个梯队 一队由骆浩云领导 成员都是武器使用高手 二队由骆浩云的师弟指挥 都熟练使用各自的冷兵器 三队成员对普通兵器有所了解 但实力相对较弱 虽然不知道 有没有人藏桌 不过已经没有关系了 正常一转 灵修的体力 根本不足以杀死所有人 黑影的刀法灵力 即使是旁人被砍伤 哪怕被割喉 也不一定致命伤 在场的众人 被压制了实力 虽然不一定有宁斯 那恐怖的恢复能力 但他们的肉体 已经不同于常人 致命弱点 很多都不存在 除非直接破坏 他们明显的支撑点 否则这样的伤害 并不足以致命 各位 现在开始死亡了 一道声音 让众人一惊 顿时所有人防尸一减 黑影顺势砍翻几人 直冲落浩云而去 七天喝过茶水后 平静地对宁斯说 在战斗中 不要忘记攻心 有时候 这会非常有用 你知道吗 在你曾经世界的古代战争中 两方对阵 有一个词语 叫做军心 它代表着士兵们的战斗意志 和集体凝聚力 破棋者 军心散 意味着 一旦标志性的旗帜倒下 往往会受到严重打击 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和士气的彻底崩溃 不瞧 这个局面 刚好可以把洛浩云比作棋 只要洛浩云这面旗帜被击倒 其他人的战斗意志和士气 也将随之削弱 这种情况生死之间 还有可能产生溃逃 瞬间 洛浩云以为 在那即将安全的那一刻 黑影已经冲了上来 刀锋几乎直指他咽喉 这一刀 不只是封喉 几乎要将洛浩云整个人头砍掉 幸好实力相差不大 看清身形后 他的瞳孔猛的一缩 生死关头 洛浩云的身体 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他猛地向后一仰 黑影空中的刀锋 擦着他的皮肤划过 留下一丝凉意 洛浩云内心大喊 好机会 他的动作迅捷无比 几乎是在刀锋掠过的瞬间 他猛地回手一枪 长枪如同一只刀锋的箭矢 直刺向黑影的胸口 这一枪 凝聚了他所有的求生意志 和战斗经验 速度之快 力量之大 足以穿透任何阻碍 黑影显然没有预料到 洛浩云能在如此绝境中反击 来不及躲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枪逼近 洛浩云的眼中 闪过一丝冷力 老虎的自信心空前膨胀 他自诩已经掌握了兔子的敏捷 对其他所有生灵都不屑一顾 他甚至夸下海口 要消灭所有生灵 以此证明自己 是森林中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是森林的王 就在这时 一只外来的燕子 刚好飞越这片森林 燕子在天空中轻盈地飞翔 他听到了老虎的狂妄之言 不禁发出一声轻蔑的嘲笑 燕子并不像其他森林那样 畏惧老虎 他的嘲笑声清脆而尖锐 划破了森林的寂静 燕子的嘲笑激怒了老虎 他抬头望向天空 企图杀死这个 敢于嘲笑他的小生物 然而 燕子飞得如此之高 如此之快 老虎的怒吼和威胁 却对他毫无作用 燕子特地地压低了飞行的高度 巧妙地戏弄着老虎 在紧张刺激的追逐中 燕子突然做了一个急速的回旋 而老虎由于扑向空中速度过快 而失去了控制 猛地撞向旁边的一棵大树 发出了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被燕子大笑离去 很多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 不要过早 展现自己的功法和能力 出其不意 也是攻心 他根本不知道你的刀法 其实还有施展不出的最后五刀 七天仿佛预料到什么 对着宁斯说着 只见黑影空中 急速的空返 连带着沉重的杀意 身影擦着长枪落下 急速的一刀 砍飞了落浩云的头颅 师兄 师兄 军心涣散 战场上 每一个人的犹豫和停顿 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弱点 被敌人无情利用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黑影如同死神的使者 冷酷地收割着生命 每一次出手 都精准而致命 众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战场上弥漫着绝望和恐惧 黑影的屠杀 让本就动摇的军心 更加涣散 大家开始四散奔逃 试图逃离这个死亡的陷阱 然而 黑影似乎总能找到下一个目标 无情地追击着 每一个试图逃脱的修士 这场战斗 注定要以一方的彻底崩溃而告终 这时 吭枪一声 一柄长剑 准确无误地 格挡住了黑影回来的长刀 这把剑 没有白气流转 显然握剑的青年 是一位剑术高手 他用自己的剑 在这一刻 挡住了黑影的致命一击 不要退 他已经快不行了 他大喊道 尽管周围的修士们 都是经验丰富 历经无数磨难的高手 他们仍然想要后退 心想 让堵桌前总会有退路 见到众人犹豫不决 青年怒喝一声 不再有所保留 他身形敏捷的一转 如同一位武学宗师般 威严尽显 手中的长剑翩翩起舞 剑光闪烁间 仿佛连空气都能被剑气割裂 目睹这一切 感到难以置信 没想到 在这样的战斗中 还有人留有余地 只有在真正的危机 降临到自己身上时 人们才会选择背水一战 宁斯若有所思地说道 随着青年逐渐入室 他的剑法 不仅精准地挡开了黑影的攻击 还以无比犀利的反击 让黑影节节败退 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逐渐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 青年大喊 要赢了 骗不了我的 我感受到了 他的气息减弱 他真的是普通灵境 一转肉身 除了似乎一伙的几人 剩下众人 几乎不敢全力进攻 不多时 一道声音传来 认输者可活 所有人接到 我认说 青年看向众人 几乎全部人都投降了 无奈地跟着喊出 我也认输 所有人都投降后 这时的黑影突然消散崩溃 其实我是给了黑影 是有耐力上限 他们只需再坚持片刻 就能不攻自破 但他们不敢赌 或者说 能自保的情况下 根本不会拿性命赌 那种所谓渺茫的机会 齐天笑着 声音传遍众人 恭喜你们 在这场游戏 保留住了性命 魔头 我要杀了你 这时洛浩云同门的女师妹 拿着兵器冲了上来 哪怕自己被压制 这时后方那无头尸体站了起来 我还没死 大人最后一刻 解开了我的压制 师兄 师妹几乎是哭着跑过去 紧紧抱着落浩云 师兄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宁思却愣住了 头脑中盘旋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头都掉了 还能活 齐天似乎感应到了一些变化 总是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 好了 这里已经没什么值得我们留下得了 我们该离开了 沉思片刻 宁思还想说 那 那这些东西 这些尸体 还能换悬赏 还 还有这些他们本身的东西 苍穹的黑幕逐渐打开 一缕缕光线 逐渐射入这片大地 遍地的尸体 剩下的众人 如同噩梦被消灭般 享受着光辉的阳光 无数的兵器迅速汇聚 如同机甲拼装 赤极巨剑不断重组 不过是一些杂物罢了 齐天指挥对着落浩云 那群人说道 现在这些死人的东西 你们处理干净 卖调换成零食 打到池云宗 外门弟子 明思账户上 随后转身上到赤极 引擎的巨大声响 赤极如同拉满了推进灵环 顿时战机一瞬间 便消失在天际 留下众人和一地满地狼藉 外 外门弟子 他们心中询问着 急速地及时在空中 无尽的景象划过 我们是直接去那个 所谓的天命道运的地方吗 对 任务需要记录点什么 明思没有望宗门任务 不需要 明思回想着 之前那些人 也是来争夺这些东西的吗 你说的那群弱者 可是 连见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去探索那种所谓机缘 如果有改变一个人的东西 基本不会被你遇见 也不可能会轮到被楼仪所得 下次 如果还有人叫你 去寻求机缘 可千万不要再去了 那您思想说些什么 那不过是基于想象 所捏造出的一丝美好幻想罢了 很多逻辑都对不上 不是吗 就算你竭尽全力 抢到了所谓的机缘 下次呢 或者下下次呢 你以为是幻想中的主角吗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那种追求机缘 是一个概率为零的陷阱 如果你想去追随 这虚无缥缈的东西 得到的只是死亡 甚至不会有过程 这是没脑子才会做的事 你在曾经世界 捡到过亿万钞票吗 没有 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你亲眼见过 有人连续捡到亿万钞票吗 没有 这种情况在现实中 几乎不可能出现 假设不考虑实际可能性 比如 你能否拿起这些钞票 或者会不会因此遭遇危险 这就如同你去追求 那虚无缥缈的机缘 这种事件在现实中 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硬币或许会有第三面 但 命没有第二条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 可没有什么公平所言 会有人公平地跟你对决 最终获得机缘 你以为会有跟你 差不多实力的蝼蚁来争强 你太天真了 认清现实没什么 不自量力 才会丢失性命 那会不会修炼有心魔 一说 不能成为强者这样的 宁斯又想到询问着 心魔 那只是个可笑想法 根据理论上 是害怕某事 导致郁郁不振是有的 但并不是你惜命 就会有的东西 如果喜欢做不自量力的事 马上见地府 的确没心魔 好吧 似乎还想抱有 最后的那一次希望 你以为一个小人物 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存在 你以为那些强者 都是从弱小 一步一步往上爬 最终成为强者的吗 那实在是太可笑了 追求奇遇 和争夺秘宝 细思之下 似乎显得颇为荒谬 毕竟 所有的好处 似乎都集中在主角身上 这种所谓的机缘 即便给主角十条命 也难以支撑它 走到最后 然而 主角却似乎总能依靠 这些机缘 变得更加强大 这实在是有些荒谬可笑 其实 你那有些幻想的故事世界里 有一点是正确的 宁思疑惑着 什么正确 那就是所谓的外挂 或者金手指 或者超越这个世界体系的系统 这时 震惊着 最后宁思沉默着 似乎明白了什么 其实很多顶点是没有路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这种急速下 冲撞无数怪鸟 强大的实力面前 无物可挡 连山头都给赤极撞了半边 依然安全无恙 九冲群等等 如同云雾般 被赤极撞成血雾 奇怪的生物 越来越多了 赤极如同一架杀戮 吉尺的白云机器 师爹 那我们是去哪里 还有多久 宁思疑惑地问着 根据弟子令牌的时间来看 除去砍杀那些高手 所耗费的时间 已经过去近两日了 还有本身就已经深入长阳秘境 按照这种速度来看 真无法想象 长阳秘境给多大 快到了 七天缓缓说到 快到了 不过发现个有趣的是 宁思感觉 天空逐渐变得昏暖 似乎随着时间流逝 已经不知道 自己身处何方 似乎连鸣凤凌晨 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彼岸 一股不安的情绪 在宁思心中慢慢滋生 突然感到 对这个世界的恐惧 害怕一切 感觉自己仿佛 坐在一辆牢笼般的球车上 无处可逃 去找到另一个自己 听到这句话后 宁思只觉得眼前一花 原本白天的世界 忽然变得模糊不清 再次清晰 这是哪 看着变化天地的倒影 惊恐地发现自己 如同被困在了一个扭曲的世界中 不 用力地踩踏地面 试图找到一丝真实感 但眼前的水泥地 却让他感到不安 他环顾四周 那些建筑物 那些熟悉的结构 都是油砖 石 混凝土等材料构成 有着屋顶 墙壁 和门窗 这一切都让自己感到 既熟悉又陌生 这如同颠倒的城市 这 这太真实了 宁思的声音中 充满了疑惑和恐惧 无法分辨眼前的一切 是真实 还是幻觉 随着他内心的挣扎 四周的景色 逐渐昏暗下来 似乎连光线 也在这个幻境中 失去了方向 宁思心中惊疑不定 他明明是在赤脊上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脸 七天失地呢 向前走去 每一步都是那么真实 感受着呼吸 突然他摸向自己胸口 这是久违的心跳 夜幕降临 街道上的灯光昏暗 投射出斑驳的光影 空荡荡的街道上 没有一个人影 只有微弱的风声 和远处的狼嚎 寂静的氛围 让人不寒而栗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遗弃了 街道两旁的建筑物 显得破旧而荒废 窗户上的玻璃 已经破碎 散落一地 墙壁上弥漫着潮湿的气息 长满了青苔和霉斑 偶尔 一阵阴风吹过 吹动着破败的门窗 发出滋滋压压的声音 仿佛有无形的幽灵在徘徊 街道上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让人感到压抑和不安 偶尔 一阵冷风吹过 带着低沉的呼啸声 仿佛有邪恶的存在 在暗中观察着每一个过客 突然 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划破了夜的寂静 让人心头一阵 转脚处 一个黑影迅速闪过 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追逐着他 但当宁斯走近时 却发现 那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片死寂 街道上的路灯闪烁着 时明时暗 仿佛有什么力量 在操控着他们 脚步声回荡在 空荡荡的街道上 显得格外清晰 只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仿佛有什么邪恶的存在 在逼近 宁斯感到自己的双腿 几乎不听使唤 恐惧几乎让自己无法前行 喃喃自语 这这什么鬼地方啊 突然 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他猛的转身 却只看到一片黑暗 心跳顿时剧烈加速 汗水开始沿着额头滑落 只感觉 这个恐怖的场景 只是开始 更可怕的事情 还在后面等待着自己 突然想到七天的那句话 找到自己 什么意思 让自己寻找什么吗 话语在宁斯耳边回荡 深吸一口气 看着这奇怪的世界 努力想平复心神 然而根本不可能 自己不过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怎么可能不会害怕 在这个阴森寂静的街道上 现在只感到孤独 而无助 和无尽的恐惧 恐慌了许久 最后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希望找到一丝生机 逃离这个恐怖的场景 突然感觉一晕 视线再次模糊 发现站在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 这条路 似乎常年的荒废 显得格外阴森 突然 看到了路边一个破旧的指示牌 上面写着 欢迎回家 回家 回什么家 心里已经把所有能看见的东西 从头骂到尾 想让愤怒 来平复自己恐惧的心情 宁斯感到一丝不安 这是指示吗 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 才战胜恐惧 驱使他决定一探究竟 路上一股冷风 夹杂着湿气扑面来 他沿着指示牌的方向走去 发现了一条通往村庄的小径 随着他深入村庄 四周的房屋都显得破败不堪 窗户破碎 门板摇摇欲坠 突然 他听到了一阵低沉的乌叶声 像是有人在哭泣 他顺着声音走去 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坐在一座废弃房屋的门槛上 他的脸被头发遮住 看不清楚 宁斯的心脏猛的一跳 一股寒意从脊背直冲脑门 努力抑制住 想要尖叫的冲动 喉咙里像是 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只能发出细微的乌叶声 心跳如古典般急促 每一次跳动 都像是在提醒着自己 这特么是鬼 尝试着向后挪动脚步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生怕发出任何声响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小女孩 但就在这一刻 只见他缓缓抬起头 那张脸竟然空洞无误 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也没有嘴巴 只是一片 令人毛骨悚然的空白 啊 才发现在急剧的恐惧下 是叫不出声的 呼吸变得急促 慌乱的情形 让自己感到一阵眩晕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他知道 自己必须逃离这里 但自己的腿 像是灌了牵一样沉重 每一动一步 都像是在和自己的恐惧做斗争 最终差点跌倒 疯狂地向后跑去 强迫自己不要回头 但那股冲动 却如影随形 最终 还是忍不住回头一瞥 那种被无形的恐惧 紧紧包裹的感觉 让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 转身想要逃跑 但四周的环境 变得陌生而扭曲 已经分不清方向 就在这时 听到了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猛地回头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那种被未知的恐惧追逐的感觉 让自己几乎要崩溃 脚步声越来越近 凌死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拉扯他 拼命地奔跑 但无论自己怎么跑 都像是在原地踏步 最终 他感到自己的身体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 然后 一切都陷入了黑暗 雨点般的滴答 再次睁眼 凌死的视线再次清晰 怎么了 刚刚是做噩梦了吗 看清周边的情形 不 四周一片漆黑 只有远处 一座废弃的房屋 发出微弱的灯光 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恐惧 努力地告诉自己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思想斗争了 不知道多少遍 内心大喝一声 什么也吓不到我 斗 都是假的 艰难地迈动双腿前往 他穿过一片荒废的农田 房屋的大门扮演着 似乎在邀请他进入 凌死颤抖地推开门 一股霉湿的空气扑面而来 走进小屋 发现里面布满了灰尘和珠网 显然已经废弃多年 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前行 房屋的角落里 有一张破旧的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本泛黄的日记 凌死努力地压下恐惧 翻开了日记 发现里面记录着一个 关于这间屋子的恐怖故事 故事讲述了一个女孩 她在屋里时意外身亡 据说 她的灵魂无法安息 每到风雨交加的夜晚 就会在小屋里游荡 寻找替身 宁斯感到一阵寒意 想要离开 但就在这时 却听到了楼上传来脚步声 缓慢地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 在楼梯上缓缓移动 宁斯的心跳加速 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能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试图逃跑 但门却突然关上了 将她困在了房屋里 宁斯惊恐地发现 日记中的故事 正在现实中上演 小女孩的灵魂 似乎真的存在 她正在寻找下一个替身 宁斯试图撕烂这本日记 希望能够阻止 但当她扯断最后一夜时 突然感到自己一阵眩晕 然后失去了意识 再次睁眼 现在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此刻又站在了那条偏僻 荒废 显得格外阴森的乡间小路 月色在雨中 显得格外微弱 内心的急剧恐惧 现在感觉心脏 有些不听使唤了 现在 现在自己哪也不去了 灵死也比吓死自己好 突然 前方出现了一个 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 她站在路中央 头发遮住了脸 灵死下的紧闭双眼 惊恶失声尖叫 再次睁眼 却发现 女子不见了 只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 仿佛暴雨都无法掩盖 一直延伸到路边的树林里 灵死感到一阵巨大的寒意 向着身后漆黑的世界逃去 不知道奔跑了多久 猛然回头一看 那个女子就站在身后 啊 头发下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 惊恐地发现 女子的脚并没有粘到地面 她就这样悬浮在半空中 女子缓缓地伸出手 指向树林伸出 宁死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自己不由自主地 跟着女子走进了树林 树林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雾气 宁死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 仿佛要飘起来一样 最终 宁死来到了一个空旷的空地 那里有一口古老的井 女子站在井边 向自己招手 宁死走到井边 仿佛告诉着自己 不要回头 跳下去 宁死感到一股强烈的恐惧 她知道自己不能跳下去 但她的身体 却不受控制地向井口移动 怕的是这些吗 突然的一句话 把宁死拉回现实 啊 呼 啊 最后胡乱地呼喊 不知道呐喊了多久 才逐渐平静 宁死发现自己 坐在赤脊上 刚刚如同被拉入了恐怖的梦境 哪怕不同于常人的身体 现在都感觉出了一身冷汗 是 师弟 看向七天师弟仿佛见到了救世主 放眼望去 世界还是明亮的白天 仅仅只是略微的暗淡 或许只是这片地方的环境所导致 师弟 世界上有鬼吗 宁死恐惧地问出 你为什么会认为 世界上有鬼 确切的现实来讲你曾经的事件 鬼代表的意思是 超乎常理 无法抗衡的存在 没有科学证据 能够证明鬼的存在 七天缓缓回到 宁死现在都感到一股莫名的惊恐 紧紧包裹着自己 我 我刚刚到底怎么了 刚才那些恐怖的情形到现在都让自己不寒而栗 没什么 刚刚进入阵法时 被其中毫无作用的幻境迷惑了 这层效果并不是为了防备灵修者 它只是用来吓走一些小生灵 你所经历的 不过是自己内心的恐惧幻想 短暂的片刻后 宁死说道 师弟 我还是挺害怕的 又想到什么了 扭曲的诸佛 扭曲的天道 哈哈 都是一些可笑的东西 只为了玩 那些人不吃饭吗 不过世界上或许会有鬼 但不会有扭曲的文明社会 没想到冷漠的七天也会笑 貌似并没有转变 随后平静地说道 我来给你讲个怪鱼理论吧 从前有穿越世界的强者 在新世界 发现了一群新奇的怪鱼 这群鱼有社会性 有思维 有聪明鱼 也有笨鱼 并且还会用工具 建造自己的房子 造自己的装饰 甚至还能到陆地上种 自己喜欢的食物 甚至还有自己的领地纷争 他们还会以群体 划分领地范围 然后这位强者就很奇怪 用神通把这片世界划开 做起了实验 然后在几个领土内 投放了所谓猛兽 对比起这些怪鱼 怪兽非常强大 好在没有第一时间毁灭族群 几个势力领主 开始组织怪鱼反击 怪鱼拿起自己的武器 或许需要牺牲上百只怪鱼 才能打败一只猛兽 但这没关系 大家伙都能看见希望 都在领导人的组织下反击 但是这位强者非常坏 源源不断地投放猛兽 最后残存的怪鱼 很多居然想要自裁 然而这位强者 不希望这批实验全灭了 最后撤掉大量猛兽 并随即给这些怪鱼 一些超能力 并给它们发展空间 结果这群怪鱼 分成了两种鱼 分别为上等鱼和下等鱼 上等鱼自然就是那些 拥有超能力的鱼 没有超能力的鱼 就是下等鱼 干一些卖死卖力的杂活 上等鱼如同皇帝般享受待遇 感觉怪鱼族群 反而加强实力了 然后这位强者 又把他们的世界扭曲 加强了猛兽 变成了跟怪鱼一般样貌的鬼怪 并且所认知的规律中 根本就没有打败的方法 这个鬼怪 只有上等鱼 才能勉强不被影响 下等鱼 没有一丁点还手之力 完全会在绝望的痛苦中死去 结果一不注意 下等鱼全死光了 然后发现 鬼怪只不过才杀了三成的下等鱼 其他下等鱼恐慌后 皆为自杀或者吓死 你对这个实验结论 有什么看法 好残忍 别的实验呢 这次这位强者 开始就给随机怪鱼产生了超能力 不多之占十万分之一 总共百万左右的族群 这些获得了超能力的怪鱼 在意识到 自己与众不同 甚至一般的普通怪鱼 引以为傲的最强武器 也无法杀死自己后 他们推翻了原有的领导者 重新分配了权力 每条拥有超能力的怪鱼 都划定了自己的领地 社会结构 依旧保持着等级划分 分别以上等鱼和下等鱼来区分 然后继续投放之前研究出来的鬼怪 这次的上等鱼 是可以杀死这鬼怪的 普通鱼依旧不能抵挡 会被残忍杀死 当然有几个划分完领地上等不作为 不帮下等鱼解决困难 那里的下等鱼 救救逃跑 幸好鬼怪根本不多 跑去热心帮助上等鱼的领地 还是能暂且保命 为了继续实验 这位强者 只好把这个几个不作为的上等鱼给抹灭了 把剩下想要逃到别的安全领地范围的下等鱼 设了一个难度 派了无尽的鬼怪围杀下等鱼 所有逃离的下等鱼都得死 但并不会一次屠杀干净 会一轮又一轮折磨 直至全面 四个区域 其中两个区域想要逃往别安全领地的下等鱼 发现鬼怪身上的屠杀 只是这个两个区域怪鱼只要撑过一段时间 屠杀就能活着逃离 虽然至少要死一大半下等鱼 才能逃出生天 哪怕明确的恐吓会被残忍地掠杀 然后这个区域的怪鱼活了九轮 五成受不了路程的折磨自杀 其他正常被折磨杀死 你猜猜 另外两个区域分别约几十万 没有明确暗示要逃离折磨尾角的下等鱼 活下来了多少 宁斯回想着 没有被恐吓 怪鱼里是有聪明人的 那么组织抵抗应该会久一点 或者也差不多 七天静静地说道 不 在看不见希望一轮又一轮的痛苦屠杀中 另外两个区域 其实就只撑过三轮的时间而已 然后些许沉默 宁斯最后问道 然后呢 后面的一些结果没什么意义了 对于我来说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屠杀 不过一些稍微推算 就能知道结果的研究罢了 只是碰巧想起这件事而已 你感觉到了什么 他又想到 那怪鱼里面没有聪明人吗 有进步了 的确 你会想问为什么没有聪明的领导者 在被鬼怪围杀时组织打架 可你感受不到 那绝望深渊 才会有时间思考 然而 你是因为我说完结果 才发现的问题 你自己 其实连一个不存的鬼都怕 那些怪鱼 可是活生生的 被鬼怪折磨 那种无限绝望的情况下 是不会去谈希望 你把自己 都想得太聪明了 思维总是面对很多 还未发生的事 会自觉地高看自己 正如你想拿命 去换那种滔天的机缘时 有一次侥幸 就是必死结局 看着在还在沉默的自己 七天缓缓说道 不过 两个没做完的无聊实验 我想表达的 并不是这个 如果世界上有鬼怪 你就会是里面下等于 基本上 你都会在绝望来临前自杀的 世间透露出的恐慌 是遮掩不了的 而你活得好好的 就说明 世界上没有鬼怪 包括 你曾经活了二十多年的世界 也没有 如果能被杀死的 不会叫鬼 一旦生灵获得了智慧 它就不再等同于 实验室中的小白鼠 它会思考 会感到恐惧 这种能力 既是其优势 也可能是它在某些时刻的弱点 一个完整的社会文明 通常不会出现扭曲 或病态现象 因为往往会摧毁底层的逻辑 你所看的故事 或者电影给你的观念 往往让你忽略的最基础的逻辑 很多细思下就明白 不会出现 如果出现 则必然往往难以长久维持 很快就会崩塌 并且能被杀死的 只会叫鱼肉 念 鱼肉 宁斯回答道 鱼肉 大声点 最后呐喊着 鱼肉 宁斯感觉或许不害怕了 自己按照曾经来说都是仙人了 如果鬼怪 没有超脱常理 那么在这出现 只能当鱼肉仔了 其实 当一个人 不会被美色所诱惑 宁斯中流逝 尽管一切看似平静 但本能却让宁斯感觉 仿佛已经踏入了某个未知的领域 到了 什么到了 天命到运出世的地方到了 戴上这东西 七天递来一枚戒指 戒指 话说这戒指是干什么的 宁斯疑惑地问道 七天回道 这没什么 只是你的影响力 可能会减弱 只要不刻意去想你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把你忽略 随着斥急地停下 两人随后跳下 放眼向前望去 只见一道宏大的沟壑 横跟天际 其宽度之广 仿佛能吞噬一切 沟壑之中 一座座直插云霄的山峰处里 如同天地间的守卫 巍峨壮观 两人现在就是在万丈悬崖边 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而强劲的风从沟壑中呼啸而过 席卷地吹着长袍 呼呼作响 你有什么感觉 风景很美 这里都是白昼 开花遍地 处处都有花朵 跟童话世界一样 然而 这只是表面现象 是吗 宁斯张开手 感受这一切 却除了温和的气息 什么也感觉不到 一阵阵轻笑声 随风而至 明明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 却异常清晰地传入耳中 北云子 你们池云宗 是不是无人可派了 竟然连外门弟子都派遣过来了 一个既苍老 又充满活力的声音传来 显然池云宗的了解 如此细致入微 以至于连七天的 不属于正常外门弟子服饰 都能准确辨认 对身份的细节 把握得如此精确 对方貌似在遥远的山峰处 哪怕现在已经 不同于常人的势力 也看不清具体人影 这时 一座山顶上的老者 也睁开了双眼 外门弟子 怎么到这的 此刻北云子也感到很震惊 这里凶险万分不说 寻常人怎么可能进得来 万化云气 宗门派了后手 一道思绪 在北云子心中闪过 心中暗自沉默 尽管穿着尊贵的 量身定做服饰 但好歹避免穿着 代表自己宗门的装束吧 你这服饰流云纹路 难道是担心别人认不出吗 旁人这时说道 北云守 我们应该动用手段传讯回去 思索许久后 可 也是这一声声笑声 惊扰了这里各方势力的强者 气息传来 这时风越吹越烈 仿佛伤人的刀 宁思只感觉压力逐渐好大 呼吸不通畅 随后七天站在了前方 顿时轻松无比 放心吧 待在我身后 不会有事的 声音传来 又是一股庞大的灵力传来 周围一阵阵的涟漪 周围的花草树木 全部被绞杀粉碎 四处飘散 如各处强者一样 站了一处高处席地而坐 这时 那道声音又传遍这片天地 云子啊 你们宗门 不会进奸细了吧 一个年轻小子的灵都 比你要强不少啊 此时 北云子额头黑线 并不回答 显然知道这人话多 没事不好好待着 非得没事找事做 宁思拿出令牌解锁看了一眼 在逐渐远离密境边界的时候 已经联系不上外界了 上面显示 时间这时已经深夜了 仔细算算进来 长阳密境 已经过了十几日了 此刻 随着信息被无数转接 一道信息传回宗门 宁思与七天两人的图像 在一会殿堂出现 巨大的殿堂里 上千人屏息 伴随着死一般的寂静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几乎可以凝固的静谜 仿佛连时间都为之停滞 随后宗主开口打破了瓶颈 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宁思圣子吧 这圣子是怎么跑到长阳密境去的 谁 圣子 众人心中无数个疑问 殿堂里所有人顿时忙乱了起来 成千上万人在这座大殿里奔忙 翻看资料 查看录像 转接信息 此时长阳密境北云子 拿着吊坠等了很久 这是坏了吗 怎么获得信息传达会如此之久 你不是说是最新科技灵法融合吗 我们再等等吧 说不定身份不定 宗门还在处理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时 池云议会殿堂 一位长老被带了上来 你给宁思派的任务 长老疑惑地询问 宗主不是你让我给的吗 哇 厂上的太上长老顿时看向宗主 什么 慕容先心里大惊 你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哈 宗主感受到了周围所有人的注视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骂人的冲动 紧接着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便高声呼喊道 监控设备呢 赶紧打开监控 不多时 一位青棉调整好 跑上来回答道 各位长老 录像已经调试好 大殿内众人屏息观看 屏幕上一道身影浮现 就这里正常速度 一位青棉鬼魅般的出现 那一双冷冷的黑眸看向 如同俯视着所有人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只有明显的注意 众人才发现 宗主也是一阵问道 这 这谁啊 但好像众人都没有印象 无数人检查 宗主 这是七天 外门弟子考核第二名 谁 七天 过了一会 谁 七天 随着记忆的不断唤起 可么这怎么回事 宗主大喊 到超越足球场的宏伟宫殿 人潮涌动 无数人们井然有序的一一对接 报告宗主 这人好像有种能力 目前只需要约十席内 没有回想他 那么将会忘记这个人 无数人倒吸一口凉气 宗主怒吼道 可么 他开挂了 这怎么做到的 几位坐在高位的老者 都不禁询问 这是什么能力 此刻 所有人都感到困惑 显然 即便是至高宗门中的高层 声名显赫 修为高深的顶尖强者 对于眼前所展现的能力 也是闻所未闻 这无疑让在场的每一位 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众人都感觉 现在头都大了 这时 众人才开始意识到 尽管宁斯在查阅他的资料时 有时会忘记 但那种遗忘 并不像七天所展示的这样强烈 一会记得清清楚楚 一会又仿佛彻底遗忘 这种完全无规律的遗忘和记忆 绕晕了 绕晕了 甚至这一刻世间上 无论是长老 弟子 还是普通人 都处于同一个层面上 只要没有默念七天的名字 立刻就会忽略掉他的存在 甚至连进行分析 都做不到 一位戴眼镜的的青年说道 宗主 根据我们所统计的灵法 这完全就不符合科学 另一人又疯狂翻阅着书籍 宗主 我们认为 七天至少掌握着天命级别灵物 长老们窃窃私语 重看 重看 屏幕上一遍又一遍地出现 七天的身影 仿佛在俯视 愚弄着所有人 停 他这突然出现 又是怎么回事 宗主问道 视频以极高的频率 被慢速播放 七天出现在任务大殿的速度 虽然并不显得急促 但 他的出现方式 却异常惊人 他仿佛是跨越了空间的限制般来到 他是不是挂 宗主又问了一遍 感觉自己 都要疯了 这特么都不符合基础规律了 无数人沉默 这鬼知道 快去请云左 靠了 我们持云仙门 汇聚了无数的强者 和天之骄子 统御亿万生灵 竟然还无法分析出一个人的来历 大殿顶外 无数黑云凝聚 没有雨滴 没有电闪雷鸣 如同众人的心情 一样沉默 那位被派给宁斯任务的长老 更是被不断审问 同样的回答 至少记录十遍 真正的强大势力 用着最原始 最基础 最正常 最有效的方法 戴眼镜的青年 指挥着众人 分组 分批次 无数人 整合 分析 分解 过程 结论 宗主 根据我们讨论 虽然不知道 七天用了什么方法 但他至少有两种 无法认定能力 我们暂且定义 分别为 蛊惑 忘记 这两种能力 都被我们之前 统计为 幻想不存在类 根本不可能 无逻辑地拥有才对 蛊惑 至少连灵境高转 心境被打磨过 许多遍的任务长老 都能被误导 忘记 则就更加虚假 居然能让人 记不住他做的事 所以 他身上肯定有 特殊灵具 道具 遗物等等 或者超越禁忌的 无解灵垢 现在甚至宗主 与各位太上长老 都没有发言权 众人沉默不语 云祖道 云雾缭绕 如瀑布般倾气而下 覆盖了整个场地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身着一席袖 有流水 与白云图案的长袍 袍摆随风轻舞 仿佛与周遭的云雾 融为一体 他周身缭绕着淡淡的 白云气息 给人一种超凡脱俗 与世隔绝的感觉 云祖 云祖 反而是宗主等人参拜 云祖挥手打断 免礼 叫我来合适 众人解释一番 听到云祖的回答 却没想到 居然拥有云心云祖 也着了道 因为 在任务长老面前 七天站立着 他的外门弟子道袍 甚至没有更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长老的精神状态 被确认是正常的 尽管我们拥有 对这个人的多角度录像 他甚至没有做出 任何多余的动作 无论怎样观察 都无法理解其意图 然而 要迷惑这位长老 似乎只需要运用 一些基础的灵法 就足够了 因为突如其来的出现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混淆 如果再加上一些 视觉错觉的技巧 并且 此人有能力 让我们忘记某些记忆 那么让长老 勿将七天当作宗主 应该是相对而言 是很容易实现的 云祖缓缓说道 众人都认为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种手段 确实非常诡异 障眼法这种技巧 通常只能欺骗那种 被迷惑心智的弱者 灵修对此 有很强的免疫力 持云宗主流灵修大道 也拥有类似的效果 不过很少人修行 也没有这么完美 宗主也肯定着 云祖几乎可以说是 宗门活得最久之人 更是掌握了宗门 几乎所有的灵法 并且将他们修炼到了极致 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境界 实力与经验 都是无与伦比的存在 云祖的存在 对于宗门而言 就如同一张深不可测的底牌 但这如同凭空地 出现在了任务长老面前 这种手段 我也无法理解 云祖接下来的话语 让众人沉默 并且不等众人分析完 云祖随后又补上 并且 以老夫观看 此人当时 或许都不是灵修 什么 众人大惊 居然都不是最强的灵修体系 云祖细细感应 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 我的云雾 早已覆盖到了 当时的外门弟子殿堂 从残留的鱼烯来看 明明有这人气息 却没有他的灵力波动 此人或许是别的道路顶尖强者 也或者动用了 奇怪的禁忌物之类的吧 但这种能丢失记忆的奇怪能力 才是最让老夫无法理解的 根本无法判断 他怎么做到的 他身上肯定有禁忌级别的强大物品 并且完美掌握了 如同这件物品的起源 都被他破开解析般 但这不断忘却的记忆 实在太难辩解了 无法理解 此人就向宗主提出的新的词语 云祖反复观看屏幕 慕容仙疑惑道 什么词语 超级人工智能计算机 不带众人震惊 云祖一字一句说道 并且不止一台 他仿佛连接了无数台超级计算机 每一次步骤 每一次路径 每一次过程 都不能有一丝错误 如同一亿万万种步骤中 一步都不能错 错一步 都不可能构建完美遗忘 这就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这时 那位戴眼镜的青年问道 祖师 那他是什么 不 如果是你幻想的神 他如果需要思考 那他就不过是厉害点的强者 但此人或许正如你提出的程序 他只要运行 便能轻易地得到结果 大家想事情 或许都会想到下一步 聪明人或许想到了 五步 十步 但感觉此人至少分析了一亿万步 祖师越来越慌忙地说道 宗主这时察觉到了异样 祖师 你看到了什么 突然祖师一口白血吐出 众人急忙想搀扶 不必 一点小伤乱而已 我没事 祖师祖师阻止了众人 对戴眼镜的青年说道 你那是给我的 圆周率计算 我已经算到了小数点后一位数 但却跟不上此人的步骤罢了 青年震惊 这 这 这祖师 你不经过统计 一人独自心算到这么多位 虽然依然不到镜头 不过 我貌似看到了镜头 所有人仿佛得知了什么真相版 十 什么镜头 或许是你提出的四维 或许是灵转的镜头 其实 这些都是 没有神的存在 神只存在 此刻的长阳秘境 北云子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不知道多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烦躁 宗门到底在干什么 问点是这么麻烦 速度再催一下 北云手 再催了 再催了 这时的池云宗议会大殿 已经乱作一团 不过经过各种回应 他目前在我们的信息内 七天至少动用了三次 这种特殊的能力 有一些事情可以记起 他并不是无时无刻的忘却 云祖感悟着 与众人讨论 不对 这时那位戴眼镜的青年说道 不计算一些小事 可能是至少四次大范围忽略 我们宗门少了什么吗 所有人大惊 他这个能力无解啊 立刻拍下无数弟子查验 宗门有没有丢失什么宝物 不行 连我们都会遗忘 他们可能也查不出什么 云祖这时说道 所有人议论纷纷 这时 一人上前打断 宗主 北云手又催了 慕容仙无奈说道 唉 急什么急吗 没看见我们在研究吗 算了算了 既然分析不出 那我们该怎么回 宗主问道 现在众人非常沉默 一位长老说道 我认为 应该说出 我们根本没有 给两人派这个任务 然后我们圣子 可能是被这个不明身份的七天抓去的 一位青年打断 等一下 经过观看 我认为 并且看情况 圣子并不是被压迫而去 因为对方的手段 完全没有必要绑圣子 难道圣子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我们反而 还需要讨论 七天带着圣子到底要干什么 众人又议论纷纷 发现越分析越乱 那我们讨论 吴国也是需要回答的吧 那会些什么 我认为 需要根据我们已知的信息 如实回答 这不行 这太长了 根据情况 我们只需告诉 不知两人如何去的就行 不对 我们应该让北云守注意 他们俩太奇怪了 不对 我们只需要告诉两人身份 就行了 不对 场上发言的几位高层 顿时争吵起来 拿出传讯工具 一会说这个 又删掉 另一人又说 该这样传递 最后 别吵了 最后 两人是外门弟子 这段信息发送了出去 所有人看向宗主 这样也很符合实际情况吧 宗主尴尬地说着 此时 长阳秘境 北云守 北云守 来信息了 北云几人拿上前看到 两人是外门弟子 七个大字浮现出来 几人沉默 随后 北云一把拿过传讯 直接捏碎 心里已经问候宗门几百遍了 我难道看不出来 北云怒吼着询问几人 自己看不见吗 北云守 冷静 我们需要冷静 旁人回到 这让我怎么冷静 现在北云守就想回去 常人劝解道 宗门这样传达 肯定有这样传达的道理的 比如说 两人是外门弟子 这样就是用隐晦的方式 表明这两人是跟我们一伙的 现在才逐渐想起 操操耐人 可能有扰乱情绪的作用 北云子逐渐冷静 好像这样 似乎有道理 几人开始根据传来的信息分析 现在唯一的传讯工具 都被北云毁了 本来配合手段 也就只能用一次 现在也没有 确定信息之外的传递手段 沟通宗门了 并且经过分析那时 也是最适合传讯的阶段 如果开战后 强大的灵力释放 也会扰乱这片天地 算算时间也快了 如果没有七天两人的出现 北云守也会传点 别的没用信息回去 那他是否等会配合我们 不知 现在好了 池云宗这处地方势力的众人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 其他传讯手段被限制 只能特定使用了 毕竟这处地方 汇聚了无数强者的阵法 静置 灵静等等各种手段 虽然北云守几人 还是无法理解 算了 有他们两人 跟没他们两人一样 那么 天命到运 出世是什么时候呢 他应该躁动不安了 天空似乎不堪重负 剧烈地颤抖着 仿佛随时会坍塌 一时间 天地间的色彩大变 这次罕见的 长阳秘境的天空 也变得有些昏暗 掺入了其他的色彩 让人不禁心生惊惧 在这片区域 几乎所有的人都目睹了 这天地变色的奇景 那片被神秘力量 笼罩的广阔天地 将永远消逝时 他们又以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迅速复苏 展现出一种诡异的繁荣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明白 天命到运 即将出世 周围的强者们 在这一刻 心中都不由自主地一惊 他们感受到了一种 强烈的震撼 仿佛是大纪元 即将降临的预兆 不对劲 出世时间太早了 此刻所有人都站立 散发出强大的气势 以至于周围的空气 都似乎在他们的存在下 变得沉重 弱者这个词 显得格外刺耳 甚至都没有参与的资格 这股强烈的预兆 提起了所有强者的心神 他们渴望一探 这巨大机缘的究竟 同时 对可能潜藏的未知力量 和随之而来的变数 感到不安 眼神中流露出既贪婪 又警惕的光芒 贪婪于可能获得的无上机缘 警惕于可能遭遇的未知危险 原本埋藏在此地的天命道运 仿佛感受到了 无数强者的环似 知道自己躲不住了 由于他本身 便是对天道的悖逆 无论身处何处 都会因与众不同的天道气息 而被察觉 他好不容易才在这处地方 沉眠十余年 正当众人仍在对这发现 感到惊叹之时 天命道运 试图借此机会逃离 然而 无数的灵阵 早已将其牢牢锁定 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 也无法挣脱这些灵阵的压制 来这的强者 每一人都信不过 全都布了树道阵法 或者后手 如同拿着无数条铁链 拴住虫子般多鱼 也防止被一瞬间抢走 当想瞬息拿走时 也得打断这无数铁链 就等着天命道运出事 还互相嘲讽 结证势力之人的不行 如今被吸引前来的强者太多 无数道禁止 此刻天命道运 如掌中之物 在场的强者们 彼此对峙 气氛紧张 当前的局势微妙 任何一方率先采取行动 就有可能被所有人一同攻击 但总有人会先出手 难不成所有人都在这耗住 谁先受援 将近不成 这时 一位老者对这没天命道运 势在必得 身穿一袭翠绿的长袍 手持一根乌黑的铁杖 趁着众人还在愣神 便瞬间闪身前去 然而没闪身多远 就被一道道石门挡住去路 他的面前 是一道由古老符文构成的石门 石门上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天地此刻 一道又一道地开辟道道大门 如同拦住了这片天地 目真人 别着急啊 一个声音回荡而至 就在这时 远处又有几道身影急速飞来 他们分别是来自不同势力的强者 目真人 你一个人 怎么可能吃得下这天命大纪元 一个声音带着几分戏血 说话的是一位身着黑袍的老者 他是幽冥古的谷主 幽冥老怪 目真人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他知道 如此之多强者的局面 怎么可能是他一个人能够掌控的了 但刚才那顺便已是最好机会 不然 除非好道之后混战 才有可乘之机 未曾料到 刚想抢占先机 就被发现了 不过趁着这边众人还没汇聚过来 还能先试一试 无数强者环伺 每个人都想要抢夺 这一刻 目真人抢先出手 却成了众人阻拦目标 既然如此 那就个平本事吧 目真人怒吼一声 全身灵力气势爆发 仿佛催动杀招攻向 想以此下退众人 然而 无数强者纷纷现身 试图阻拦目真人 他们或威猛霸道 或阴险狡诈 或神通广大 但无一例外 自己虽然不一定能得到 总不能让别人 在自己眼皮底下抢走了 并且此时 目真人的话语刚落 一位强者 便毫不留情地嘲讽道 木真人 你又来这一套 总是用气势骗人 不觉得无聊吗 目真人却并不言语 没想到 这还能遇见熟人 不过手中的铁杖 舞动得更加猛烈 幻化出一条绿龙 阻拦各种到来的手段 你们这是找死 突然目真人表面如同动物 他的眼中 闪过一丝杀鸡 手中的铁杖 瞬间暴涨 又化为一条巨大的黑龙 吞噬一切 众人纷纷停顿倒退 互看一眼 哪怕是骗人的 还是得小心为妙 这要是放杀招了 可不能独自先扛 目真人却暗自启动后手 正起 一瞬间 众人感觉到了 有人不仅步了困阵 还有杀伐之阵 能在各大势力眼下 做这种事情的人 阵法一定超越周围众人 好几个档次 大地重新长出绿植 长相有点怪异的巨型花朵 又凝聚成果实 如同等待绽放的包子 一时间 场上乱作一团 爆炸不断 那些强者 各个面露金色 急忙催动神通 以保护自身 所有人都明白 在真正的战斗尚未展开之前 可不能伤了自身 因此 原本的阻拦之事 瞬间出现了停滞 好机会 目真人身影 在无数强者中穿梭 犹如一道闪电 在即将冲出当前的包围之际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撕裂天际 猛地将他击退 迫使他不得不迅速后退 重新陷入重围之中 目真人 就知道 你迫不及待了 怎么这次准备好了吗 突然 一道金色身影 自天际缓缓降落 身着璀璨金甲 他的背后 环绕着六种不同兵器 令人瞩目 金色的火焰 环绕他的周身 他手中紧握一柄金色长枪 枪间吞吐着炽热的金焰 威势逼人 目真人未能得手 胸中怒火燃烧 目光看向那发炎之人 顿时心中 回忆着相关的记载 换方名 玉天皇朝之人 自幼天赋一柄 五岁入灵 十岁入境 即便是在这些天才 辈出的强者中 他也是顶尖存在 分为皇朝玉下 九将之一金锐之焰 他尊号为金焰 以其迅猛无匹的攻势 和决断力而著称 主金是冲杀 在这六种兵器中 最为强大的是一杆长枪 他被誉为 玉天皇朝的一代枪神 而在这持云境内之中 享有枪神之称的 则是胡元龙 一股狂傲的气势 如同允星坠落 猛然间横跟在 木真人前行道路上 全身精气燃烧 瞬间木真人蓄力大运法 仿佛全力用出一击 抬手直指 凌厉化时 还想做最后的尝试 瞬间 长出巨量枝条 前方化作巨大的 被绿植长柱 包住了那人 收拢 何景 掌势不减 接着向前 贯穿了数座山峰 其他人的阵法 也被压制 道运之时 瞬间 幻方明破除了压制 金氏直接崩坏了 这毁坏山土的木质 顺带 一道金光划破 木真人的手段 轻笑地嘲讽之木真人 怎么 还想偷鸡摸狗 尽管听着这声音的措辞 也不知幻方明 从何处学来 木真人此刻怒气冲天 心中暗自私存 既然无法如愿 那便就此罢休 但转念一想 他冷笑一声 小子 按照辈分 你甚至都可以称呼 我为爷爷了 木真人似乎在言语上 寻求一丝满足 已谢刚才所受之怨气 刚才一直被嘲讽 显然已经隐忍到了极点 你竟敢侮辱皇朝 那又如何 木真人所属势力 并不是御天皇朝境内 找死 幻方明携带着燃烧的经验 急速冲杀过来 木真人作为一位 修炼了不知多少年的灵修强者 灵法深不可测 一棵棵诡异的参天大树 拔地而起 肩不可摧 无数攻击 如同狂风暴雨般习相 连绵不绝 幻方明脸色阴沉 直接回丢长枪 似乎根本不屑 用自己最强的手段 直接挥舞着 燃烧着金色火焰的拳头 像这些拦路的砸碎砸去 灵法激荡 到处破碎 口中大鹤 就这种手段 直至木真人 他挥舞着金色的拳头 带着炽热的火焰 向木真人冲去 木真人不慌不忙 他挥动着手中的树枝 轻松地化解了 充斥的金气燃烧攻击 然而 他继续发动攻击 每一次攻击 都带着金色的火焰 仿佛能够焚烧一切 木真人不断地化解着 金气燃烧的乱焰攻击 但是脸色却越来越凝重 终于 幻方明找到机会 他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 金色的火焰 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向木真人涌去 木真人试图抵挡 但是金色的火焰 实在是太强大了 他被金色的火焰所吞噬 金色的火焰渐渐熄灭 木真人的身影 出现在火焰之中 他的身体 已经被金色的火焰所焰烧 但是 靠着不断绿芒恢复 炸开金焰后 他依然站立着 幻方明回身抽出长剑 一道道金色的焰气 划破长空 朝着木真人洗卷去 木真人紧急唤起无尽绿叶 从地面升腾覆盖 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 将金色的焰气 全部挡下 紧接着 木真人反击 他操控着周围的植物 使他们疯狂生长 化作一条条巨大的藤蔓 朝着金焰 稀石缠绕而去 幻方明沉闷一声 周身金焰暴涨 化作一片火海 将藤蔓全部烧毁 两人你来我往 斗得难解难分 金焰的金焰 越来越炽热 几乎要将周围的空气 都燃烧殆尽 而木真人 则凭借着木之大盗 不断修复着受损的植物 使他们再次发起攻击 终于 在经过数百回合的激战之后 幻方明与木真人同时发力 金焰与木真人的无尽土木 碰撞在一起 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荒野之上的植物 被金焰烧毁 土地也被金焰烤得焦黑 而木真人 则借助这次碰撞 催生出无数新的植物 将金焰包围其中 不能再保留了 两人都试探出了深浅 顿时幻方明周身 环绕着剧烈的金色火焰 如同烈日般耀眼夺目 他的每一步踏出 都似乎能引起大地的振战 无数一颗颗诡异 参天古墓拔地而起 根深蒂固 枝繁叶茂 互相连接 他的气息与自然融为一体 生机勃勃 随着两位强者的气息不断攀升 周围的空气开始扭曲 空间似乎都在他们的力量面前颤抖 突然挥动手臂 金色的火焰化作一条条火龙 咆哮着向木真人冲去 火龙所过之处 空气被焚烧的扭曲变形 地面被烧成一片焦黑 此刻木真人已经化作庞大的古树 树形如同手指轻轻一滑 无数绿色的光点从身躯飞出 迅速生长成一片片巨大的树虫 形成一道道绿色的屏障 金色的火焰与绿色的屏障相撞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火光与绿光交织 照亮了整个天际 战斗愈演愈烈 两位强者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幻方明全身金光大放 他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 每一次攻击都带着摧毁一切的气势 木真人则如同自然的化身 他的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勃勃生机 与精气燃烧的强者的力量 形成鲜明对比 最终 在一次力量的碰撞中 两位强者同时爆发出最为强大的一击 金色的火焰与绿色的生机在空中爆炸 形成一个巨大的光球 光球迅速膨胀 将整个天地都笼罩在内 一声巨响 仿佛天地初开 光球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横扫一切 山崩地裂 河流改道 这片世界都在这一刻颤抖 但却仿佛被天客一般 终究同等级别木真人的攻击手段 太过孱弱 突然一只手从无尽场上的黑烟中伸出 绽放出璀璨精气火焰 牢牢地抓住了木真人巨大的驳梗 死 通过降低生态幻方明 在这一刻终于抓住了机会 就在剧烈的精气火焰爆炸 即将淹没木真人的时候 后方化作无数根绿色的锁链 将幻方明牢牢束缚住 牢牢地止住了大范围的金焰迸发 木真人上半身已经被牢牢地碾碎 一根藤腕扯住他的下半截身躯 迅速逃离 强者中也迅速几人前来 也把木真人护在了身后 没死吗 幻方明喃喃自语 然而 这场战斗也消耗了木真人大量的灵力和生命 他的身体已经变得虚弱不堪 不断吸食着周围汇聚而来的天地草木 迅速退去 虚弱前的木真人在地面点出了一颗巨型花朵 在空中崩坏 如蒲公英一样四处飘散 众人还以为木真人已经无能为力用起了毒 但可知灵修之人最不怕的就是毒 闻了闻 只有淡淡的香味而已 不知所为何意 幻方明并未选择乘胜追击 反而阻止了身边急于求成的几人 他的理智清晰地告诉他 这些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不能一次性消灭对方 过于急迫的压迫 可能会迫使对方亮出隐藏的底牌 一旦如此 可能会引发无法预料的后果 甚至可能导致 几方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失 在当前这个强者环似 局势微妙的环境中 任何不慎都可能导致提前退场 不过处于这种想要进攻 却又不得不克制的尴尬境地 实在是令他感到无比的怒火 一大把年纪了 不行就记得找个地方 把自己买好 木真人听到还想骂回去 被旁人阻止 斟作 顾全大局 顾全大局 此时距离天命道运远处一青年 闻到所散发的香味 顿感大势不好 点头确认 旁人却已经明了 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阻止 在遥远的境外 一处隐秘的角落 周围无数人影保护 几个木论的精灵守在此处 看见放在前方的石头亮起 几里咕噜 几个小精灵催动大阵 中心一颗几人高的种子被唤醒 扎根瞬间拔地而起几百米 还在不停地生长 周围的草木瞬间枯萎 百米巨树轰然倒下 连绵几里化作寂静之地 可以了 随后带着青年与众人远离此地 此时 随着木真人的逃离 幻方明转身想夺取天命道运 但是被所有人拦了下来 怎么 你们也想跟御天皇朝作对 隶属于御天皇朝的十大宗门 倒没有明面出手 北云子身处遥远的外围 观察着一切 随后 趁着众人萧廷慧 逐渐远离到天际 开始通过现有的意向传递信息 尽管无法传递具体的内容 或者出现意料之外的突发情况 但仍然能够启用 预先设定好的各种暗号片段 随即持云先门的云先山穷阁 议会大殿 信息接收组 众人忙前忙后 热大的偏殿 却显得格外拥挤 随后进入大殿 宗主 又有信息传来 道运出世了 并且根据意向 这次传递来的信息 很大几率为天灾级道运 那通知胡将军 聚荣兵力 以备后手吧 巨响声接连不断地回荡开来 尽管天命道运 与幻方明的距离上远 但对于强者来说 这样的距离 不过是措手可得 然而 一波波的攻势不断袭来 迫使幻方明 不得不后退数百丈 一道道身影 出现在前方 阻住了去路 而等属于何方势力 竟敢与皇朝为敌 莫不是想被皇朝灭族吗 突然间 众多强者纷纷现身 目真人之前的取巧尝试 并未确保他能得到任何东西 再者 自会有人出手 现在 当目标尽在咫尺时 他们无法坐视不理 难不成让各位在这不知多少时日 不知多少手段 空手而归 幻方明一直叫喊 表面威胁于软硬兼施 却无一人理他 能够出现在这里的 何尝不是强者 哪个不代表着一方庞大的势力 在御天皇朝内部 皇朝的力量确实强大 强大到足以碾压任何势力 但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 皇朝并不能掌控一切 天命道运的诱惑 非同小可 据说 那可是一不成神的东西 同属于御天皇朝级别势力风月界 便是被天命道运 掌控者所覆灭 重新建立了秩序 改名为雷剑 这些拦截者 或是改头换面 或是身披黑袍 面具遮面 让人难以辨识 对于那些无拘无束的修炼者 或潜伏的势力而言 为了追寻机缘 他们敢于直面一切 在这众多隐居的智者 宗门的顶尖高手 甚至独来独往的强者中 他们的目标都一致 争夺天命道运 又怎能让别人轻易获得 随即爆发了大战 幻方明制止了旁人 独自一人 冲入对上了场上 大部分不明身份之人 罕见地拿出金色长枪 枪间吞吐着炽热的精气 五剑神兵环绕 金燃之气四掠 随着他一声怒吼 金枪挥舞 精气化作一道道金色的洪流 如同狂风暴雨般 席卷四周 幻方明仿佛与天地之势合为一体 每一次挥舞 都带起一片金色的风暴 精气燃烧 化作一道道锋利的枪影 穿透空气 发出尖锐的破空声 这些赶出手阻拦的强者 每一位都是各自势力中的巅峰存在 修为深不可测 手段高超 如同能够驾驭天地之力 施展强大的灵法 他们的攻击铺天盖地 仿佛能够撼动整个世界 突然间 天空中出现了无数蜿蜒的雷蛇 雷霆如同神怒一般 瞬息间降临 覆盖了整个片区域 雷霆的威力巨大 天地间留下了 道道焦黑的痕迹 仿佛连空间都被撕裂 天地间回荡着阵阵雷鸣 震撼人心 然而 幻云芳明面对着雷霆万军之势 却毫不畏惧 环绕着的五剑神兵 这些神兵各自散发着不同的光芒 如同产生了精气屏障 与雷霆相抗衡 五剑神兵在他的操控下 挡住了雷霆的侵袭 随即瞬息攻杀而入 他的枪法犹如闪电 每一枪都带着破灭一切的力量 精气所过之处 空气仿佛被点燃 爆发出惊人的热量 每一次枪间与空气的摩擦 都激起一阵阵火花 每一次枪影闪过 都有强者 不敢直面被强势击退 他们的攻势 在金氏的威力面前 显得如此脆弱 尽管众人实力强大 却如同纸壶一般脆弱 居然仅被一人打散 一往无前 长枪直入 随着一声震天的怒吼 金氏再次挥出 金色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世界 诸多强者被逼后退 放眼望去 在这边 近百位强者 每一位都是修炼了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老祖籍人物 他们企图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对手 却没想到 在幻方明面前 他们如同散沙般 不堪一击 节节败退 或许大多数人 不想认真出手 反而并没有什么优势 就在这时 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突然出现在幻方明的前方 在这股强大的金氏面前 竟然有一人挺身而出 独自抵挡住了这股狂涛般的攻击 他的身影 化作巨大的身形 如同屹立不倒的布州山 任凭精气四略 依旧稳如泰山 如同攻势 沉入了顶天的擎天山柱 威然不动 反手一击轰出 天地都为之产生巨响 迫使铺天盖地 惊艳火势倒退 随后幻方明动目 他的双眸 突然闪耀起金色的火焰 仿佛点燃了 长枪内风存的古老力量 他的攻势 变得更加猛烈 金色的气焰熊熊燃烧 仿佛能摧毁天地 一记惊天动地的攻击 直指那庞大的身影 随着烟尘逐渐消散 众人惊讶地发现 那巨大的身形 竟然毫发无损 在抗住幻方明 倾尽全力的一击之后 局势终于有所转机 众人开始逐渐扭转了劣势 旁观之人 也或许对这人 也看出了一二 顿时战斗陷入了僵局 金色的攻击 如同暴风骤雨 却始终无法打破那人的阻拦 如同无法逾越的大山 幻方明感受前方那人 如同大帝的气息 或许猜出了所属势力 也只能暗骂一声可恶 权势乱臣贼子 眼见也无法及时突破 反而被不断赶来的强者 驱逐后退 我乃皇朝九大将之一 金锐之焰 而等附庸 助我一臂之力 幻方明辉 拿出朝廷使令 想向十大宗门发号使令 然而无人响应 这些本土的大势力 有些强者 并没有藏路身形 因为一旦动手 他们所使用的传承灵法和招式 太过显眼 仅凭气势 就能辨认出他们的门派归属 如若需要势力话语权 还能凭借身份说上一句 但目前如此多强者 或许也用不上了 此刻持云宗门回来的北云守 也选择了无视 或是抬头望向天空 或是低头整理衣衫 又刻意地逐渐远离此处 仿佛完全没注意到 十大宗门与皇朝之间的关系 各有差异 而持云宗与玉天皇朝的关系 更是仅限于合作与附属 没有实质性的利益 却需要向皇朝纳贡 除非皇主亲至 或皇宫发出的 各类调令文书的情况下 持云宗还能选择拒绝 基本上可以完全不理会皇朝的命令 远处的战斗 宛如一场连绵不断的爆炸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阵战 由于这片世界辽阔无垠 加之距离遥远 宁斯无法清晰地观察到 战斗的具体情况 他只能感受到 四面八方都在激荡着 强大的灵力波动 此刻宁斯看着书籍问道 天命道运是个什么东西 七天师弟让仆从班很多书籍 或许是让自己多多了解这个世界 但很多如同教材般的解释 理解起来极其耗费时间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超能力 什么 超 超能力 师弟你不是说要相信科学吗 宁斯询问着 那你可以理解为辐射 相处久了 人会变异 缓缓思考着回道 这好像可以理解点 虽然还不怎么明白 丢出一本书籍 还有这本入境理论看一下 什么 我要入境了吗 七天说道 对 我离开一下 你待在这里 不要离开就是安全 行 那师弟小心 还不等宁斯说完 眼前七天 就如灰烬般消失不见 伴随着皇朝的战斗 此刻天命道运一处 命闻天地 索 几人合力把握 变化几个手势 同时点向前方 流动的风势 不断吹起几人黑袍 一道黑幕 如同夜幕降临 迅速蔓延开来 高达几十丈 却在这片浩瀚的世界中 显得如此渺小 突然 一只巨大的魔手 从黑幕中伸出 遮天蔽玉 仿佛要撕裂这片空间 这只魔手 通体环绕着浓郁的黑烟 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似乎跨越无尽的距离 来到这片世界 黑雾翻滚 犹如乌云密布 让人无法看清 魔手的真实面貌 在场的人们 目光纷纷汇聚而来 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因为大手延伸方向 正是天命道运 然而突然却见手上 站着一位赤裸男子 黑发如铺般 在无尽的气流中 猛然狂飘 那一抹淡然的微笑 又是一道流光幻化 一见黑夜 迟云白袍披身 众强者 汇聚无数道攻击打来 爆炸声不绝于耳 大手外壳不断脱落 但依然在瞬息之间 冲破无数道屏障 绕着浓郁的黑烟 如同一条无尽的黑暗之河 急速地向前伸展 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似乎在撕裂着空间 带来了一种 无法言喻的压迫感 一瞬间 封锁防线上的结界和静止 开始剧烈颤抖 仿佛无法承受 这股乱意的力量 狂乱的力量 如同狂风暴雨般爆发 周围的封锁防线 开始出现裂痕 每一次前身 都伴随着空间的扭曲和错乱 此刻 即将到达天幕令前 如同撞开了 无尽无形的裂缝 飞裂的火光 撕裂的布匹 断掉的剧板 纷纷无尽威视在众人身上 皆要毁灭原地 先破坏黑幕空间 然而 初始的几人为人形黑袍 已经聚化成几座 巨大长角鬼面 皮肤黑幕如魔 鬼面下 透出冷漠的目光 身躯如同由污秽的大地构成 肩不可摧 挡在了黑幕几侧 那身躯的沉入 突然其中一人捏碎一物品 灵力绽放 充斥四散 光芒充斥过巨大的污秽身躯 无解零垢 他们的存在 似乎就是为了守护这片空间的稳定 站在黑幕的两侧 用自己如同大山般的身躯 准备承受来自无数强者的攻击 来不及了 此时 就在魔手要抓住那一枚对比之下 如同渺小的光点时 却是那道黑发身影 站在了面前 一把抓住了盗蕴 正是七天 顿时在这片渲染混沌的天空之下 一只巨大的魔手 突然愤怒 如同从深渊中升起的暗影 其长度横跨树里 遮天蔽日 他带着毁灭的气息 猛然收缩 试图将一切生灵碾碎 那魔手在空中划过一道恐怖的轨迹 仿佛要将白昼的光芒都一并掌控 朝着男子的身影 无情抓去 然而 就在那魔手 即将触及男子的瞬间 他突然颤抖起来 仿佛遭遇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男子缓缓转身 他的眼中 没有一丝惊慌 只有深不见底的黑暗 那漆黑的双眼 仿佛能吞噬一切光明 魔手想要迅速收回 却如同被无形的距离牢牢拉扯 无法逃脱 远处的黑幕轰然倒塌 整个世界在这一刻 仿佛都为之颤抖 那魔手的挣扎 戛然而止 随即 巨大的断手 留在了这个世界 他如同一座小山般坠落 流淌着如同河流般的黑雪 将大地染成一片暗红 在这片未知的世界 不知何处 一座宏伟的殿堂内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沉重 王位下的婢女 震惊地发出呼喊 声音中充满了不可思议和恐慌 魔主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堂中回荡 殿堂之上 那位伟大的魔主 他的身躯雄伟 气息强大 但在这瞬间 一臂已被无情斩断 魔主的面孔扭曲 眼神中透露出难以置信 和无比的愤怒 随即 一股滔天的乱意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充斥在整个殿堂之中 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混乱与痛苦 他如同狂风暴雨般 席卷了每一个角落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感受到了 那股几乎要撕裂空间的恐怖力量 魔主的右臂 那曾经挥舞着毁灭 与创造之力的手臂 此刻却已不复存在 断臂处 鲜血如同喷泉般涌出 染红了王座 染红了殿堂的地面 滴落在冰冷的石板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 殿堂内的气氛愈发压抑 那血液的喷发 伴随着滔天的乱意 充斥在整个殿堂的每一个角落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传遍这巨大的世界 但是无数人的目光 却突然汇聚看来 在这所有强者汇聚的地方 这一刻 看着他那握在手中的道运 无数人哑然失声 他那双深邃的眼眸 俯视所有人 这一刻 一处皇朝的宏伟殿堂内 突然一位先生 忽然微微促起了眉头 脸上的表情 在一瞬间转为凝重 先生 怎么了 一旁的青年 察觉到先生的变化 急忙问道 皇子 不好 有变朔 前方镜面光滑如水 却又深邃如同宇宙黑洞 仿佛能够吞噬一切光线 突然镜面不断变化 镜子的边缘 镶嵌着古老的符纹 这些符纹 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此刻低语活化起来 如同活着的古老生物 低声吟唱着神秘的歌曲 随着画面逐渐清晰 一位黑发青年 身影缓缓出现 正是七天 那一刻 即便是在无数强者的环似之下 七天仍旧从容不破 缓缓地紧握住了那天命道运 皇子立刻开口 吩咐下人 此人是谁 立刻去查 但就在这时 那位黑发青年 缓缓转身 那一双黑眸 逐渐清晰 啊 先生冷哼一声 皇子紧张地追问 先生 先生 怎么了 此时 唯一能听见的是 鲜血滴落在地板上的滴答声 皇子定睛细看 经见先生的双眼 已变得朦胧不清 显然在这一刻 先生的双眼流出了鲜血 这怎么可能 皇子难以置信 不待震惊中回过神来 突然之间 一道清冷而有力的声音 突刺而来 仿佛要将空气都刺碎 在那声音的尽头 跨越无尽时空的镜面 突然间裂痕蔓延 如同寒冬中的冰面一样 瞬间破碎 碎片如水晶般洒落一地 空气中充满了破碎后的纷乱 灵雾一 零一零 显示之境 碎 什么 紧接着 又是一声 前面算盘破碎 无数珠子飞落 碰 先生腰间玉佩破碎 折射着刺眼的光芒 随即纷纷坠落 伴随着清脆的破裂声 散落一地 灵雾四杠六百五十三 寻耻 碎 灵雾三杠七百五十四 天算 碎 灵雾六杠三百二十四 心欲 碎 灵雾六杠五百二十四 静思 碎 如同隔世一眼 五大灵雾碎 皇子想询问着什么 却错愕地说不出话来 仙 先生 是 是需要的代价太多了吗 先生制止了慌乱 除了眼瞎了之外 好像并没有受到别的伤害 这人应该是有灵级风灵雾 但他的那一刻的眼神 却让我慌了神 可能只是我控制的太多风灵雾 被他干扰 遭到反噬 不 让我再想想 沉寂许久 这一刻先生才发现自己的眼睛 根本好不了 或许他有着预知未来的能力 想了一会 皇子 这次好像有大变数了 那燕主 皇子惊慌地问道 传递不了了 现在那里 灵场太乱了 如果他能逃出来的话 太强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预知未来这种事 太巧合了 或许是运前 不对 突然先生风笑起来 哈哈 没想到 没想到 即将倾倒的世界 出现了神 皇子此刻发现不对 立刻吩咐下人 先生 快立刻去传言 御天皇朝顿时大乱 此刻 天命到运处 阁下 在盗运未凝练之前 若能将其释放 我可确保你安然无恙 阁下 尽管你实力非凡 但现场聚集了无数强者 即便你能力超群 你认为 还能轻易脱身吗 随着他们一生生的质寻 身处重围的七天 却依旧神色自若 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 大日光芒如铺 倾洒在这片绿意世界上 七天孤立无援 被众多修饰包围 因此 在成功夺得到天命到运之后 来自无数势力的强者 汇聚而来 但 随着七天紧握的手臂 突然微微用力 这一刻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这细微的一幕 众人纷纷冲来 大声呵斥 住手 而敢 但也为时已晚 天命到运 轰然碎裂 散发出无尽绿意 如同流光般 想要逃离 即将挣脱束缚 一股无形之力 如影随形 将其紧密操控 如同生命般 他们被迫扭曲挣扎 却被七天七窍 吸入体内 顷刻炼化 无数强者再次寂静 随即所有人顿时惊骇 怎么可以直接吸收 他 他是怎么做到的 有人颤抖着声音问道 连呼吸声 在审视着一幕 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每一个呼吸 都凝重的 几乎能够凝结成实质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众人逐渐回过神来 立刻 场上的所有人 开始运用各种手段 现场瞬间分裂成 多个势力范围 众强者在经过 短暂的眼神示意后 天空中 没有一丝 可以逃逸的空隙 在这紧密的包围网中 强者们如同天罗地网一般 将七天牢牢锁定在中央 似乎任何逃脱的企图 众人 轰隆隆 天地轰鸣一响 大地不断颤抖 地下顿时出现破败 无数绿植冲天起 连天地都逐渐升腾起绿物 绿云缓缓凝聚 它们仿佛有生命般旋转 交织 最终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绿色漩涡 不时有细微的黑色闪电跳跃 一座绿翼掺杂着白气 流转王座 出现在七天身后 拔高超越围堵所有人的高度 王座上 七天轻然落座 当强者们望去 只见它身着一袭白云流转黑衣 手铐两侧边抬 目光清澈 宛若平静的水面 却在深邃中 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威严 此刻世界百里方圆的天地绿翼汇聚 大地上 天地间的草木 开始疯狂地生长 它们的根须 深深地扎入大地 它们的枝叶 疯狂地蔓延 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绿色海洋 无尽草木拔地而起 开始疯狂地扭曲变形 藤蔓变成利爪 树木长出尖刺 如同海洋长出刀刃 如同万丈草木事件 七天的掌控下 绿翼汇聚 形成了一片混乱的屠宰场 任何踏入其中的敌人 都将感受到 木兮的狂暴与残忍 压得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在这毁天灭地的气息下 却是在无数人心中 掀起轩然大波 短暂的沉寂后 又顿时惊呼道 怎么可能 这 这真的是天目运行 它怎么如此轻易地变用出了 无形的声息 在所有人中传遍开来 难道 难道我们的方法都错了 在此时 所有人都感受到 七天身上的气息 正在急速地挣腾 一股股如同天地道运之息 瞬间冲上高天 磅礴之息 扩散周遭 见此情景 无数强者面面相去 皆是诧异许久 固然此子实力不俗 但我还不相信 它能独自面对 我们这么多人 还有机会吧 我们把它抓来练化 还能辐射运性吧 不知谁说了一句 突然被一道又一道 通天的藤蔓洞穿身躯 连带着整个人 都被多次穿叉过 缓缓被拉近王座身旁 甚至连灵犀都没有散发出来 很多强者都没看清 就死了一位强者 是怎么做到的 无数人握紧邻居 不过这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提了一个心 对方就一个人 不带众人回过神来 感受了一会 冷漠七天便缓缓开口 各位的性命 都拿来玩个游戏吧 在场众人心中 不约而同的一道生命 你以为你是谁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哪个不是在 一亿万万人中脱颖而出 独一无二的强者 即便是上古时期的强者转世 也不敢轻易说出 如此狂妄的话语 这口气 阁下未免也太猖狂了吧 一位强者欲空而出 他的身体轻盈 周身环绕着狂风 仿佛无尽的气流 腾空而起 只是请客 无比浩荡的气急 汇聚生腾 强烈的大风 引得视线不断扭曲 就好似随时要破碎一般 众人异口同声地指出 这是疾风 乃及众人都是一位 极其厉害的强者 据说 其已经将风修炼到了极致境界 曾经以大风 硬生生地卷走了一座山脉 坐在王座上的七天 却是冷冷地开口 只有你一个人吗 等会儿 诸位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虽然疾风并不完全明白 这句话的含义 但那轻蔑的语气 无疑将他的愤怒 推向了巅峰 风气 这个世界 开始剧烈地狂风 仿佛吹得天地都开始倒转 无尽的灰烬 遮蔽了天空 可七天甚至都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只见疾风手中丢出几件东西 巨峰裹挟着几道庞大的风毛 顺息而至 席卷的风痕 甚至撕裂了万千巨木 但即将接近王座时 被一道巨大黑幕轻影随意打散 仔细一看 是一头参天的树藤巨人 如同凝聚了庞大的草木 高度都达到了几百丈 却还是有不断的古术汇聚 轻描淡写地挡下一击 疾风只感觉脸上都有点挂不住 随后冷哼一声 他双手快速结印 周身的风力开始汇聚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龙卷风 一道凌聚闪入 化为一道清风 融入了龙卷风之中 席卷而来的山石 顿时如同一道巨大的旋转熔炉机器 顿时周围旋转肆虐 涌向而来的土木被瞬间搅碎 狂乱的粉碎机器 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切割着一切 所过之处 大地被撕裂 天空被搅动 摧毁一切阻挡他的东西 顿时撞击上了百丈巨人 这一击都让整个大地颤抖 草木巨人在狂风暴雨中 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这如同狂风粉碎的一击 顺时的碰撞威力固然巨大 但后继力显然不足 依然连防线都没有冲破 甚至都不过一处的防线 方圆无数里的地面草木海洋 都还在翻滚 不知道在酝酿着什么 似乎都在嘲笑不自量力的弱者 在其中 疾风顿时感受到周围的压力 脸色巨变 阁下实力不错 在下自愧不如 话未说完 他就身形一闪 话未一道清风 试图从绿色海洋中逃脱 感受到了庞大的差距 现在已经不顾强者风范了 迅速逃离 命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 这片绿色的海洋瞬间收缩 将风道强者困在了其中 在绿色的海洋中 疾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的身体被无数只条缠绕 连庞大的飓风被绿色海洋吸纳 如同沉积大海 他奋力挣扎 但始终无法突破这片天地的封锁 救我 最终 在即将淹没之际 一道金光而至 撕裂绿色海洋 顿时被打散 散落周围 无尽飞射 正是精锐之焰 幻方明 多谢幻将军 疾风败泄 随即递出一道风吸 幻将军小心了 向后退去 可 疾风乃正道人物 而玉天作为正派大潮 原就一位强者 不仅能获得对方的感激之情 即便对方无动于衷 也无关紧要 因为这举措 无疑会在众人心中 提升自己的话语分量 幻方明 收回金焰燃烧的龙腔 接下来由我挑战你 玉天皇朝金锐之焰 还在坚持着可笑的自信吗 可知你们面对的是谁 七天轻声道 尽管声音难以覆盖 这片广阔的世界 但众人依旧动用灵法 宁神倾听 对所听闻之言 仅冷漠的清横 众多强者仍在旁观战斗 尽管他们口头上表示 要联手击败七天 但目睹了这股震撼天地的威势后 无人敢率先出手 而是选择让他人先行试探 他们心各怀鬼胎 都希望他人先行涉嫌 在这样层次的战斗中 轮番上阵的策略同样有效 只等七天显露出疲惫的迹象 那时大多数人便会不顾颜面的一拥而上 如今 无数的静置已被布置妥当 强者的战斗 无疑会消耗巨大 巨人就开始一块块崩裂 突然瞬间化作无数藤蔓 犹如一条条巨蟒 突破火事来 哼 雕虫小剑 幻方明转手一枪 挥舞间 破军之势 无数藤蔓被斩断 然而 被粉碎的藤蔓 瞬间化作一片片绿叶 将他团团包围 面对全方位的杀招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随即 他的身体周围的惊火之势 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召唤 瞬间再乘几分 他猛地张开双臂 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 口中爆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 惊艳 随着他的呼声 无数的惊艳 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 如同被压抑许久的火山 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每一道惊艳 都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 他们在空中交织 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火网 熊熊的惊艳 瞬间烧红了天空 那是一种比夕阳更加深邃 比熔岩更加炽热的红 他们如同来自地狱的使者 带着无尽的毁灭与破坏 惊艳所到之处 一切都被覆盖在了一片金黄的火海之中 大地上的一切生命 在这惊艳的炙烤下 痛苦地扭曲着 就连空气也仿佛被这股强大的火势煮沸 扭曲成了可见的波动 就在这骄傲自满的关键时刻 一根藤腕携带着死亡的气息 冲破天地赤焰卷席而来 这一刻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股威势 怎么回事 怎么能压制灵性 幻方明也发现了这一幕 急忙掌控着充斥的惊艳轰向 但很快就意识到 已经无法阻挡 连忙提枪攻向 却被他瞬息分散 刺入身体 扑斥 天地间惊艳如同失去了来源 逐渐消散 这无解的能力 幻方明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骤然间 一道蓝色火焰的身影 猛然握住了这根死亡之疼 他是一位掌控蓝色火焰大道的王者 每一步都如同踏着世界的脉洞 踩踏着一头无数火焰汇聚的凤凰大道 凤凰身上燃烧着无尽的蓝色火焰 犹如踏着火焰的蓝色影子 映衬着他那一身冰蓝色的长袍 仿佛一条巨龙在火焰中舞动 蓝焰焰烧万古灰 火海中有一灵龟 他的双眼闪烁着冷冽的火芒 如同两颗璀璨的星辰 散发出一股威严而霸道的气息 伴随着蓝色火焰的咆哮 仿佛是天地之间的主宰 令人不敢直视 燕主 欲天四主之一 没想到 之前一直隐藏在皇朝强者之中 怪不得让金燕 吸引这么多目光 不过 好像出场晚了呢 天命到运都已经被人炼化了 当时那种情况 或许燕主也没想到吧 没事等将此人擒住炼化 也差不多效果 连幻方明都吐出了一口鲜血 功身行礼 尊师 下去吧 燕主拂袖 似乎都感觉打了小的来老的 这种老套的剧情 让七天无奈地轻轻摇头 并淡然笑道 看来是要一个接一个地来送死了 阁下莫不是太狂妄了 在场各位 除了个别蝼蚁鼠背 莫不是名门大派 岂会已多其少 在下御天四主之一 可 话未说完 七天轻蔑地闭上双眼 扶向额头打断道 不闭 我一般不喜欢听蝼蚁的名号 四 天地寂静 温度急剧攀升 仿佛整个天地化作了熔炉 热浪蒸腾 让人无法喘息 即便是那些已经远远退避的众人 也不得不加速后撤 以免被这股狂暴的火焰所吞噬 火焰如龙卷般 冲天气 在这场火焰之王的爆发中 空气扭曲 光线弯曲 万物都在这股毁灭性的力量 面前显得脆弱不堪 眼眸中闪烁着熊熊烈焰 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和统治力的象征 焰急 淋浴 天地为之变色 世界仿佛面临末日 火焰如同海洋般翻腾 其红蓝色的光辉 照亮了整片天空 令得烈日也为之黯然失色 无尽绿海 被燃烧退让 毁灭力量 如同失控的狂潮 肆虐一切 所过之处 只剩下灰烬与废墟 熊熊燃烧的极焰 让大地上涌起 无穷无尽的灵焰 天地的每一寸草木 每一片突出之地 都被烧成了灰烬 这股火焰的冲击 甚至让王座 都开始微微颤动 仿佛随时都会被点燃 在这场燃烧的盛宴中 整个世界 都被蓝色的火焰所吞噬 变成了一片炽热的蓝焰领域 天地之间 只剩蓝焰事件 扬言 狂暴的火焰 如同巨兽般吞噬一切 众人惊恐地望着 这股毁灭之力 无法相信 世界上竟有 如此可怕的存在 仿佛是天地间 最为强大的存在 它所带来的热浪 如火山喷发般狂涌而出 让整个世界都在颤抖 无数的火焰 在它的掌控下舞动 如同狂野的巨兽在狂奔 把空气中的氧气撕裂 撕裂空气 发出的呼啸声 震耳欲聋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 带入炼狱 给我死 愤怒的吉焰 无数头燃烧着的百丈火龙 从火域之中升腾起 轰然向着七天轰去 火焰的光芒 如同点亮了白昼 极点的光芒 让世界的光线为之一闪 无数绿弯巨人被轰碎 天地的草木 都被卷邪摧毁 如同横扫整个世界的风暴 无情地摧毁一切 任何敢于阻挡 它的生灵 都被无情地吞噬 然而 七天并未有丝毫抑抑起身 它的双眼始终紧闭 仿佛天地的神奇 对于这股微不足道的力量 它甚至不屑一顾 就像是对待蝼蚁般的存在 根本不值得它睁开眼睛 一束撕裂天地的绿光 猛然划破了燃烧的沉寂 绿藤犹如破石般 无视四周的熊熊烈焰 无视这极具的温度 无视一切 穿透了那轰鸣而来的烈焰躯体 穿透了无尽的火海 精准无比的 直指燕主的身躯 将其刺穿 随之燃尽一切的火龙 轰然倒塌 不 这一刻 燕主直面才发现 自己到底 遇见了什么样的存在 无尽的距异 让燃烧的火焰 都为之一闪 随后它 直接被如同死亡的锁链洞穿 如同穿插弱小的蝼蚁 身上没有一点灵光 似乎生息在不断消散 真 真的是 灵尸 这一刻 哪怕燕主还有任何底牌 也用不出来了 在远方的天际 无数团烈焰同时燃起 几位身披火焰的皇朝强者 以惊人的速度掠来 他们的身体 仿佛与火焰融为一体 燕主 他们的眼中 充满了不幸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束缚住火焰的灵体 但却被一人 急速冲向了前方 剑左 长须如同飘舞的雪花 尽管岁月的沉淀 但他那英俊的容貌 依然无法被掩盖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 老夫不才 这一世剑左 如放开燕主 老夫可保你离开 七天平静地回应道 我通常不会留人一命 但如你能让我起身 或许还能来得及挽回 不过 在出手之前 你要想清楚 出手便已是 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你杀心太重了 没有言语 七天无声地坐在那里 似乎任凭你任何攻击 在他面前 都显得苍白无力 050 005 空想事件 展开 剑欲 纯白的光芒绽放 如同展开这个世界的每一处 天地开始不断掉落剑柄 无数剑柄插满了大地 有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般黑剑 有银白剑柄 皎洁如月 有金剑柄光芒四射 有如火焰般燃烧长剑 有的破旧不堪 有的华丽非凡 有的断裂残缺 有大剑 有裹挟着尘土 有些环绕着水流 有甚至长着眼睛 一步一剑锁住了天地 燃烧的天地极艳 顿时熄灭 天地间的能量 疯狂涌动 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为剑组的力量而颤抖 一道炽热白光 刺开天地浮现 剑组缓缓握住 仿佛万古都未出示绝世神兵 天地之间 无数剑柄颤抖 向那君王膜拜 所有人惊慌四散 甚至有强者 都需要逃出数千丈 心若游思梦一段 置如磐石鹿自尖 情似流水一难平 行若清风不自清 孤影独龟鸟俊飞 为流邪阳应晚辉 随近人间繁花落 伏见低营探岁月 七天却缓缓闭上双眼 哦 老夫都不值得睁眼吗 不好意思 我认为睁眼是为了看清对手 世间一切 皆化为利剑光芒 或许你会很强 甚至 世间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在我自己的人生路上 唯有一剑 这一剑从没出过 我体会世间滋味 不见得有人可能会接下这一剑 极致的剑光 仿佛将天地都撕裂 将世界都粉碎 天地为之变色 这时的剑组威势 已经扩散到了极致 天地间 这一剑 叫做荡空 耀眼的光芒 从剑尖爆发而出 瞬间划破了天际 这道剑光 如同一条巨龙 带着无法抵挡的力量 天地开始破碎 如同坏掉的黑幕 一块又一块的破碎 一剑落下 整个世界 仿佛都在颤抖 山脉被夷为平地 河流被蒸发 星辰被瞬间消散 一道长长的裂痕 出现在空间之中 如同破碎的镜子 碎片四散 裂痕如同蜘蛛网一般 向四面八方蔓延 直直触及遥远的天际 剑组 不行 威力太大了 结界要破碎了 不知哪位强者说了一句 然而已经动怒的剑组 这一剑挥出了毕生所学 如同斩断了天地 碰 此刻 随着裂缝的出现 整个世界开始崩坏 那一剑 如同末日审判 瞬间撕裂了整个世界 世界瞬间崩裂 世界不再是原本的模样 一切都在向着无尽的虚空中跌落 仿佛要将整个存在 都吞没在维度空间的裂缝之中 所有人如同掉入了一块 四四方方的天地之中 啊 这时 都不知道在哪处的宁丝原地 看着这个世界 怎么天都变了 这是到哪了 怎么回事 原本就世界 就到处轰鸣 如同世界末日了一般 一会绿海滚动 一会炎热无比 现在好了 还想睡会的宁丝 只感觉自己 掉入了什么维度空间一样 还好本身并没有跌落 遥远处浩荡的剑威 席卷天地 只感觉天地一亮 宁丝视线瞬间白忙 感觉世界都模糊了起来 宁丝感觉 都已经要颠覆自己的世界观了 这天到底怎么了 突然间 所有的强者都屏住了呼吸 只见七天仿佛只是轻轻一抬手 就用微小的指尖 抵住了那万丈剑气 他的威势 仿佛能概括天地 他 他怎么做到的 七天缓缓起身 他的动作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仿佛他的背后 有着无尽的深渊 反手一握 仿佛拿住了整个世界的命脉 如同天地握在手中 如同神明般俯视所有人 眼神中闪烁着跨越天地的寒芒 人的手掌如何地抓住天地 而他的手掌 就像是能够掌控天地的神奇之手 轻易地握到了 那不可一世的天地之威 他的存在 仿佛超越了人的界限 反手一挥 050 009 维度空间 碎 随着七天的动作 世界仿佛被撕裂了一般 维度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 空间崩塌的巨像在耳边炸裂 碎裂的声响中 世界再次崩塌 徜徉秘境 这个古老神秘的地方 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 此处汇聚了无数强者的气息 炽热的绿芒 璀璨夺目 这仿佛才是真正的长阳 随着一声声轰鸣 跨越天地的剑芒 不断扩散 七天的前方 一切障碍都被一扫而空 那股无可匹敌的剑气 仿佛能够将一切存在 化为虚无 面对这一道杀意 无数强者陨落 在这震撼人心的剑芒面前 所有的强者 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他们的存在 在这片剑光中 在这瞬间被黑暗所吞噬 这一刻 世界再次黑暗 在这片黑暗中 七天的气息 却在不断攀升 感受着体内力量的变化 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 各位 没机会了 请迎接大黑天 万籁巨界 在这一刻 只剩下死寂一片 如同陷入了永恒的沉寂 昏暗笼罩着天空 无尽的黑暗 遮蔽长阳秘境不知多少万里 地面无数绿海翻涌 如同被唤醒的巨兽 汹涌澎湃 这股力量 再次将所有人隔绝于世间 昏暗的天地下 无尽草风掌 连万里之外 都有着无数草木倒塌翻涌而来 一道道天地绿雾 浑身缠绕着黑雾 在这片汹涌的绿海中 草木木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他们从大地中拔地而起 化作了巨大的树人 他们的身躯 如同万年黑盐 拖着沉重的千万丈黑绿锁链 重物的摩擦声 碰撞声 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咆哮 如同一尊尊从地狱归来的绿魔 他们的枝条如同利剑 他们的眼中闪烁着绿色的光芒 他们踏着大步 摧毁一切阻挡他们的东西 此刻 天空被黑暗笼罩 大地被绿海吞噬 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仿佛宣告着 这是一个无路可逃的世界 剑族 这位曾经的剑道强者 强撑着剑柄出现在一旁 面对那股毁灭性的力量 那一刻 他怕了 那一刻 他不敢接住 那一刻 他逃避了 这是什么 无数人心中所想 啊 所有势力开始准备后手 都只感觉自己 面对了一位无法抗拒的存在 各位不必担忧 现在我只会使用 这里刚学会的招式 七天微笑着 语气中带着一丝细血 现在请把性命拿好了 各位 请 在这股压倒性的气势面前 无数强者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知 他们曾经以为 自己是世界的巅峰 但现在 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不过是坐井观天 各位 不 不要留手了 有人声音中充满了惊恐 有人则是在狂喜中失去了理智 有人甚至陷入了癫狂 突然 有人大笑 哈哈 没想到在下有一天 竟有机会与神博业 荣幸 荣幸 荣幸啊 零雾零 零一一 奇迹时刻 绽放 瞬间绽放出无尽的光彩 世界已被奇迹所笼罩 当白昼迎接黑暗的到来 那便是一指燃烧的时刻 不要放弃 所迎接的 不过是神 这一瞬间 几乎所有的人都放下了恐惧 紧握着手中的武器 即使是神 也会败 轰隆 天地间 无数绿魔 同时向着所有人发起攻击 一声声震撼天地的碰撞声回荡 每个人开始意识到 能走到这一步的 又有哪一个 不是无数次九死一生 经历过无数磨难天才 一场场关乎生死的较量 在瞬间爆发 绽放生命的毁灭 无数人背睡一战 前置条件成功 零雾零 零三五 最后时刻 现 这句话过后 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被召唤而出 畏惧的并非恐惧本身 而是内心深处的颤动 让热血沸腾 唤醒沉睡在心中的力量 零雾零 零四一 雨落的光辉 激活 它的力量 开始在天地间流淌 前行的路上 光明从未缺席 让光辉引领 待我向神问好 天空中开始洒落光辉 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巨手 将光辉洒落 飘散在昏暗的大地上 无尽的光芒 洒在每个人的身上 昏暗的大地 逐渐被点亮 一点又一点的光芒 在黑暗中跳跃 最终汇聚成一片明亮的光海 前置条件成功 零雾零 零六七 虔诚的信念 唤起 它的力量 在空气中弥漫 巅峰带来虚假的崇拜 而黄昏时分 见证真正的信仰 无数人眼中 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感受着无形的温度 此刻 所有人只有一个信念 打倒神 零雾一杠三百五十一 凝视之眼 发动 感受地狱的注视吧 碎裂 啊 这不可能 笑容愈发灿烂 仿佛在享受着 每一个生命的消逝 零雾一杠六百七十一 思绪暂缓 激活 无数人停顿一刹那 一瞬间 破碎 零雾四杠六百四十一 拘束 使用 碎 一人大喊 灵极之下的攻击型零雾 不要再用了 对方有无解灵构 并且 除了食伤形态效果 其他所有完全无视 在这一刻 面对天地的异变 冥思感到一种难以言语的情绪 再次站在那座山峰之巅 感觉自己的心神 时而恍惚 时而停滞 体内的热血 似乎在沸腾 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战斗欲望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精神失常 此刻 站在这座熟悉的山峰上 根据刚刚的感受 似乎有两层屏障被打破了 此刻踩踏的 才是真实的徜徉秘境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天际 无穷无尽的绿色红流 翻涌而来 似乎有意地避开了这座山崖 永聚而去中心处 但是 又围绕着沙发而来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位 巍峨的八臂人形巨人 居然有着八只手 紧握着八把刀 他的身躯 接近山峰般庞大 每一块肌肉 都是力量 与美帝极致结合 八条手臂 各持一把刀 每把刀都闪烁着神采 彭佛每一把 都蕴藏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凝思凝视着 这位巍峨的巨人 他的八把刀 各自散发着不同的气息 每一把都蕴含着 不可思议的灵力 感觉这八把神兵 似乎都象征着 不同的自然元素 分别对应着火 水 风 雷 土 木 金 光 当黑暗的阴云 笼罩了绿海 无尽草木翻涌而来的 潮水袭击而来 试图吞噬这片土地的一切 此时 这位巨人 紧握着八柄神兵力气 从刀翼共鸣的感知中 宛若一味刀到十足 周围的空气 仿佛也被他的气势所震慑 八臂其灰 他的身体 瞬间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刀光闪烁 披向无尽绿海 尽管无法得知 这八把兵器称谓 但仍然能够观察到 他们各自独特的力量 火神兵绽放出炽热的炽焰 如同太阳般耀眼 仿佛能够焚尽一切 将四周的黑暗焚烧殆尽 不留一丝阴影 水神兵 仿佛是汹涌的江河 如同换来万江大河 无尽水流与绿海冲荡 冲刷掉一切罪恶与误会 风神兵急速斩击 引领着狂风 飓风呼啸 仿佛能够切割一切 将飞泻的草木与杂质 一扫而空 雷神兵携带着天地的怒吼 刀身闪烁着电光 如同焕出万千雷霆 粉碎一切黑暗的力量 轰雷炸响电光闪耀 土神兵刀身厚重 被插向地面 散发着大地的气息 如同连接天地 仿佛能够稳固一切 维持所有刀势 在另一臂榜木神兵 也被插向地面 化身为参天巨木 与大地草木 稳固整个身躯 来施展极致的刀意 金神兵散发出璀璨的金光 散发着金光撕裂 仿佛能够穿透一切 而最后一把光神兵 尽管其神秘效果不得而知 却自然发出璀璨的光芒 当它被高高举起 光芒便如同繁星般扑散 照亮周遭 消散黑暗 如同希望的象征 巨大的身影挥洒着神兵 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它的双臂 犹如金尾交织的机械 每一次动作都精确无误 将那些翻涌而来的草木击退 天地间无数刀光剑影 不断地抵挡着 那无尽绿色的浪潮 一次又一次的挥刀 划破了一片又一片的绿海 随着每一次挥舞 它的刀芒愈发猛烈 劈开的距离 也越来越长 它的身躯与长刀合而为一 化作一道银白色的闪电 仿佛要撕开了绿海的封锁 如同斩浪般 劈开一切 然而 这绿海如浪潮般 即使被斩断 又重新聚集 再次被斩断 这无尽的绿海 仿佛与八臂巨人 有着天然的克制 不 或者说 根本就无懈可击 明明不仅劈开 粉碎 甚至抹除 却无穷无尽 巨人也如同不可动摇的山峰 在宁斯前方 阻挡着一切 此时 在战斗的焦点处 剑组被无数领法加持 再次寄出一剑 黑幕之下剑一场 绿海翻涌 剑光寒 战 然而 面带微笑的七天 已然逼近 轻轻一捏 便握住了即将落下的剑气 剑组感觉 犹如整个世界 都在抗拒他 挥下这一击 随着无数绿色的波涛 在天地间汹涌袭来 剑组被无数绿海冲杀 被迫后退 在这被黑暗笼罩的幕布之下 滚滚绿巢不断涌动 似乎在不断阻断着 众人的力量凝聚 扑齿 有几位试图阻挡七天本体的强者 被一举击溃 被贯穿 拖入王座之中 背后 一座高耸的杀戮熔炉机器 已经形成 似乎在利用众人的生命力 进行某种研究 拥有灵失这样的能力 加上层出不穷的杀招 简直让人无法抗衡 战斗中的每一个人 都变得越来越沉默 心中充满了疑惑 怎么会有如此 不可思议的能力 至少应该有一些理论 和基础可以解释吧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如此庞大的能量 到底是哪里来的 有人惊愕着 正因为站在人族的巅峰 才知道什么是界限 哪怕 就算他是完全掌握了 天命道运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能源 在七天连斩数位强者之后 几乎无人敢于接近他的本体 目前挡在他面前的 是由剑组领导的 一众顶尖强者 即便七天并未亲自出手 他们也必须持续抵抗 那些绿海的冲击 哪怕拥有了天灾 及天命道运 能掌控这么大的范围 这简直就不是人能弄出来的 而天目所拥有的天命道运 在长阳秘境中 就如同自然赐予的加持世界 越来越多的强者 逃离中心处 你们怕了吗 七天微笑着问道 一道平静的声音 让剑组众人吓了一跳 此刻 局势紧张到了极点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压抑而危险的气息 画师 你去拦住他 剑组的一道传音突然响起 画师显然也没想到 错愕了一瞬间 什么 我 然而 尽管心中有所犹豫 但迫于压力 还是站了出来 因为不让剑组破茧 感觉所有人都要葬身 在这黑天之下 而且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是唯一 一个没有以本体前来的强者 却依然拥有强大灵力 画师 请指教 画师试图通过言语 拖延时间 希望能延缓 自己这句身躯的消亡 他不断转换灵法 双手如同画家 在画布上挥洒色彩 一笔一画 勾勒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图景 灵法时而如同狂风暴雨 猛烈的撕裂 所有阻挡冲来的绿海 时而像奇特的世界 孕育出形态各异的异兽 冲向战场 时而又似闪电般划过天际 粉碎撕裂万物 七天站在一头绿魔巨龙的背上 周身弥漫着白痴之气 炽热而猛烈 伴随绿海撕开天地的画布 来到画师身前 甚至让画师都惊慌失措了一时 急忙调转这句身躯最后的力量 你画的一般 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 不杀好人 你可能已经丧命于此 七天的脸上勾勒着一抹微笑 而且 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 我并不喜欢无谓的杀戮 眼见七天的身影 急剧逼近画师 恐惧袭上心头 担心画师会被瞬间抹除 挡在剑组身前一人 焦急地询问 剑组 破解已经准备好了吗 尽管这一剑是经过短暂蓄力的 但在普通人眼中 这一招或许是顺息而至 然而 强者的攻击总是顷刻极致 必须有人挺身而出 进行抵挡 七天师展出的大黑天 似乎封锁了所有的一切 尽管大家都在长阳秘境中 虽然部分强者已经有能力 将消息传送出去 然而 要想逃脱 众人必须先打破大黑天的封锁 才有逃生的可能 除去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还有诸多强者都在顶着压力 对抗整个绿海 剑组大喝一声 可 随着他的命令 身旁那些抵挡绿海的众人 迅速散开 周围的空气 仿佛被剑组的威势所凝固 连风也停下了脚步 他周身开始涌动起无尽的气流 随着他灵力的激增 气流变得越来越猛烈 最终会去成一个庞大的旋转气流漩涡 又是开天一剑 撕裂着整个世界 破散开来的威势 已经使整个世界 已经开始颤抖 剑组喘息着 这一剑无需抵挡 破散的威能 如漫天剑意 充斥着一切 这个世界是无法承受的 不可能有哪个灵境 能够稳定地抵挡住 这股威能的冲击 能量是有界限的 七天感受到了周围的变化 微笑着 目真人 还不快快动手 这一声 却能传遍着整个世界 什么 在这声呼喊下 那些分散在大黑天之下 正努力防御绿海的强者们 都为之一惊 就连不知哪处的宁丝 都听见了这道声音 这对他人 如同命令的语气 怎么感觉 有点像七天师弟的声音 他站起身来 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但却一无所获 原本在抵挡绿海的几位强者 此刻也不知道打到哪去了 这个鬼地方太大了 他心中疑惑 声音是如何传到这里的 这太不寻常了 没有任何遮挡物 环似四周 高峰之上怎么说 目测也能不知道多少里了 就像是有人 在城市的另一端 对你说话 你却能清晰地听到 而且那声音平缓 没有丝毫的波动 如同有人在身边对你说话 四周充斥着爆炸声和混乱 声音是如何穿透 这一切传递过来的 这不符合科学 师弟曾经说过 理论上没有隔了几百里 还能用神殿传音 这种事情存在 只是有着一些 灵法能充当介质 传递声音等等 算了 师弟还说 可以用物理解释 差点就信了 然而此刻某处 最感到震惊的 莫过于目真人 他早已寻得一处隐蔽之地 虽然同样无法逃脱 这天地牢笼 但只待其他强者 打破这个世界即可 他环顾四周 心中充满疑惑 这大黑天如此广阔 声音是如何传达 如此遥远的距离 这这至少有百里 千里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或许修习一些特殊灵法 双方不远的距离 可以轻声传达 但 这 这 怎么会能传达到这里 看着一直跟随自己的黑雾 连接着整个黑天 这是持云宗的云法 回身感受而去 只感觉到一道剧烈的能量 剑气纵横整个世界 威势传遍天地 剑祖要破剑了 天空中那笼罩一切的大黑天 开始逐渐消散 仿佛被什么东西 逐渐撕裂 目真人意识到 现在是时候 动用他的最后手段了 摧毁了前方巨大果实的生长 随着世界的大黑天 逐渐散去 丝丝光明 开始重新照耀 这个黑暗的世界 花宝粉尘 被什么 牵引着西斧而去 天命道运中心焦点处 一位强者感受到后 是时候为主献祭出生命了 只见他捏碎什么 整个人被荒凉的大地 重新长出的绿枝吞没 成为一株巨大的荧光草 一般吸引什么前来 与此同时 青年也感应到 旁人看出眼神后 动手 此刻 随着大飞天的缓缓消散 然而长阳的光芒 并未彻底洒满大地 宁丝站在原地 抬头仰望天空 一个庞大的物体 遮天蔽日 这是果实 在遥远的前方 一根高耸入云的巨大藤腕 其长度难以估量 横跨不知多少万里 悬挂着一颗巨大的果实 缓缓地垂垫来 更准确地说 这是一颗接着巨大果实的藤腕 宛如连接着世界的巨龙藤腕 那颗果实遮天蔽日 以至于它的重量 使得整个藤腕弯曲摇摆 仿佛随时都会断裂坠地 轰隆隆的断裂声 静 静祭物 无数人惊叫 是要掉下来了 现在所有强者看到这个颗巨大的果实后 也停下了手 痴呆地望着 静祭物 静祭果实 哪怕只是刚入灵的宁丝 都能感觉到 其中果实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这时 无数天地绿海 向宁丝靠拢 那如同天地桥梁般的 即将断裂藤腕 此刻如同被一丝丝抽离般涌来 众人只听见一道道断裂声音传来 只见天空的巨大的果实坠落了 撞击地面 地壳被砸穿 世界板块被猛烈撬起 紧接着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直冲云霄 一个巨大的能量球 从光柱的顶端形成 它以惊人的速度膨胀 释放的能量 如万万丈巨浪冲击波 席卷而来 滔天巨浪 淹没了天地 淹没了所有人 炽热的光芒和热量爆发出来 一道耀眼的光束 从果实的核心迸发而出 涌出一切 光芒所到之处 一切物质都被分解 即使是坚硬的岩石 也在瞬间气化 天空中的云层被撕裂 大地蒸发 一切都在这股力量面前 显得如此渺小 感觉整个世界的结构 都开始崩溃 接着 裂缝在世界表面蔓延 释放出深邃的黑暗 仿佛爆炸的中心 一个巨大的黑洞 缓缓形成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一切在这股毁灭性的力量下 都未能幸免 全部被吸入了 那个无底的深渊 一切在这一刻 仿佛都失去了意义 整个世界 陷入了混乱与绝望 只有一声宁丝的最后那一声 卧槽 是安排上百人不分昼夜 不停的口中 念着七天这个名字 只要想记忆他的过去 众人就跟失忆了一样 虽然现在对七天的记忆 在徜徉秘境 已经不再那么容易遗忘 但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耗费无数精力 派人不断回忆 最终 一名佩戴眼镜的年轻弟子 手持文件走上前 宗主代表众高层询问 数量核对清楚了吗 青年弟子恭敬的报告 宗主 不管经过多少次核对 宗门的底蕴 一件都未曾丢失 构建如此庞大的遗忘记忆 我们很可能必然遗失某些东西 只是对方太强大了 我们所有人束手无策 众人再次紧张起来 但是 不管我们如何统计 无论是纸张记录 还是硬盘记录 这些根本就死无的记录 拿来对照 我们宗门的底蕴 也没有任何损失 慕容仙轻拍胸口 似乎已经对任何意外 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缓缓地提出疑问 那么 有没有可能 他其实并没有偷走宗门的任何东西 根据我们对监控记录的调查 我们认为 七天是一个行事高调的人 不太可能做这种事情 虽然我们不清楚 他做到这种程度 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定会消耗他大量的精力 他似乎不至于浪费精力 在这种看似无意义的事情上 众人开始交头接耳 纷纷提出问题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尚不确定 不过经过我们的深思熟虑 我们已经重新策划了一套新的方案 慕容仙面露兴奋之色 哦 什么方案 我们可以尝试 采用另一种策略来追查 众人静静地听着 我们可以把现在宗门 安全系数维护所需要的必要质保 敌对势力威胁 所需要的必要保障 以及对抗敌对势力 所需的必要抵运等方面 可以从另一种角度 来审视宗门的必要抵运 七天构建的遗忘 是不分任何 而是所有想记起这条线路的思绪 试图回忆起相关线索的尝试 都会被忽略 如果这我们都无法探究 那么 所需要填补抗衡抵运的这件质保 也会被敌对势力默认拥有而忽略 我们可以尝试 从这个角度寻找是否有漏洞 结果如何 宗主迫不及待地问道 从这一角度出发 我们调动了大量人力进行统计 但经过这几天的努力 我们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那我们该怎么办 宗主再次发问 等 等待 有人试探性地回答 等待七天从长阳秘境出来 或许只有获得他更多的信息 我们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决策 就在这时 一人急匆匆地前来汇报 宗主 有重要信息传来 是什么信息 宗主迅速回应 长阳秘境 发生了灵极抹出事件 这一消息 让所有的高层人员都感到震惊 什么 宗主问道 那天命道运 不是已经被夺取了 那人回道 是的 这么快 众人心中不禁暗自咋舌 清晰地记得 曾经那次皇籍天命道运出现时 无数强者对峙了数年之久 漫长的时间 仿佛凝固了一般 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 是玉天皇朝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抗住了所有势力 才将天命道运所夺取 然而在返回的途中 天命道运 却又被不明势力所夺走 由于那次事件 玉天皇朝损失了大量的强者 实力也因此大幅下滑 没想到 这次进展如此之快 由于这次规模庞大的毁灭 连不知道多少万里之外 鸣凤凌晨 都感受到了末日般的声响 此时 所有关注长阳秘境的强大势力 都收到了这条 令人震惊的消息 玉天皇朝 力泉殿中一道信息传来 长阳秘境出现灵极危能 直径超数千里范围毁灭打击 玉下九将之一 金燕生死不明 玉主燕主 永恒火焰正在熄灭 经过测量 却认为 禁忌果实 一道不可抵御声音下令 还不快去救援 众多势力几乎震惊 同时派遣诸多强者 前往长阳秘境 这时 石云宗议会大殿 宗主与众人缓了许久才说到 那还不快去拯救北云守 是 宗主 但是还有一件事 在结界破碎之际 禁忌果实爆炸前 北云守还传来了一条信息 被外围接收战所捕获 内容为 天命道运 被外门弟子所捕获 众人面面相去 外门弟子 齐天 众人沉默了一回 但宗主想到 对了 那他在这场爆炸下 应该也活不下来吧 宗主 我认为他反而安然无恙 他能在无数强者中 夺得天命道运 反而说明 他的不同之处 不止于一处 无法想象的事情 大部分概率只分为零 或者一或者多 也就是说 随后 距离禁忌果实爆炸几个时辰后 在长阳秘境的毁灭边缘地带 一对大约十余人形 绿铠机甲装束者 全副武装地 踏入了被毁灭的区域 放眼望去 天空中弥漫着浓厚的烟雾和尘埃 遮蔽了阳光 使得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 地面上 一切都已不再存在 只剩下无尽的焦土 宛若人间炼狱 树木被连根拔起 森林变成了灰烬的海洋 无生命之物的残骸 散落在荒凉的风景中 短暂片刻后 没有丝毫犹豫 他们随后快速飞行 全速前进 向着远方的目标急迟 穿梭在这片破坏之地 许久后 一行人逐渐接近了众多强者身亡范围内 原本被遗拼过的地面视野非常开阔 一望无际 但 此刻越靠近爆炸中心处 越多奇怪现象 甚至众人都逐渐落地 逐渐无法飞行 看着这一切 其中一人问道 师父 这样还能有人活下来吗 大部分尸骨无存 一座巨大石垒 耸立在废墟上 徒弟想上前查看 别胖 还能活下来的人 必然有保命大树 必须得速速找到那个穿着极其相似 持云宗外门弟子服饰的青年 哪怕他身亡 天命到运 没有到时刻 也不会消散 越靠近灾难的中心 景象变得越加怪异 按照常理 越接近毁灭核心的地方 应该是一片荒芜 突出的物体应该越少 然而 前方不仅出现了树木和河流 迫使一行人不得不绕道行 接着 他们又看到 一片天空被厚重的黑云覆盖 时不时传来低沉的雷鸣 仿佛是天空对这场灾难的无声抗议 队伍的领头之人 手持一个罗盘 似乎在寻找着 某个特定的路径或目标 突然 前方出现一场大雾 大雾遮住了所有视线 范围不知道多广 木真人轻声嘻喃 北云子 没办法 范围太广了 我们必须进入大雾穿行 踏入雾中 才发现举步维艰 如果试图快速前进 便有无形的力量 将它们重重的拉住身形 在这片神秘莫测的浓雾中 时间似乎也失去了长轨 视线变得扭曲而不可捉摸 太阳的光辉 被浓雾吞没 天幕变得灰暗而沉郁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 仿佛是烟尘与焦臭的混合 在强大的灵场干扰下 视野受阻 几乎快伸手不见五指 开启绿芒 木真人命令道 随着绿芒的亮起 众人的视线中看什么 都如同覆盖淡淡的绿芒 此时才可看清略远处景象 偶尔 雾中会传来低沉的乌叶声 像是远古的呼唤 又似是死寂的哀嚎 在这片诡异的大雾中 一些奇异的现象开始发生 雾气中 偶尔会浮现出模糊的人影 他们或站或坐 或行或立 但当你仕途接近时 他们却又如幻影般消散 更令其中一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些影子 似乎在向你诉说着什么 但当你凝神倾听时 却只能听到一片死寂 走了一段时间后 众人仿佛听到了 耳边有迷茫般的低语 甚至能穿透他们严丝合缝的铠甲 不好 这幻境的声音 无法被隔绝 穆真人仅觉得奇怪道 不久之后 一名青年突然显得迷茫 他摘下头盔 头盔中散发出阵阵白气 眼前的幻象 让他误以为前方有鬼影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 拔刀向着那身影砍去 然而 实际却是青年砍向了自己人 见状 旁人迅速反应 单手便握住了刀刃 用力一捏 便将青年的刀势压制住 随后控制住 使其动弹不得 越往前越诡异 穆真人对空中仔细抚摸 这场大雾 就像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充满了神秘和危险 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更会让心中 种下了恐惧和迷茫的情绪 不过很明显 对于心智坚定的强者 并没有太多效果 看样子不能往前了 确认池云宗尽数无疑 这么多年 还第一次见到池云宗的保命大树 不知道北道友是否陨落 四周被一片茫茫的白色所包围 穆真人回头确认了一个方向 向旁人打出了一个手势 紧接着 木真人身上的气势猛然爆发 灵气如同海洋般汹涌澎湃 随后化石般涌出无尽潮水 化作一片茂密的森林 大雾在这股强大的气场面前被驱散 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撕开了一条通道 一条由灵气凝聚而成的长龙直冲而去 瞬间在地面上形成了一片木林 穿透了雾海 就像是在无尽的迷雾中开辟出一条通道 随后 一行人迅速穿行其中 迅速撤离了这片诡异的大雾 当他们终于走出这片迷雾时 每个人都感到内心深处 仿佛松了一口气 即便是灵面抹出级别的爆炸所留下的环境 也比不上大雾中所带来的压迫感 木真人在地底点出了什么 然后声响传动 冒出一株如同巨大的石人花般奇怪之物 周围还生长出许多绿色的树木 它们如同房屋般将所有人笼罩其中 随后 石人花将青年整个吞了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咀嚼 石人花将青年吐出 经过一番挣扎 青年终于恢复了意识 木真人说道 徒儿 心性还是太低 回去家以历练 仅遵师父教诲 穿上装备 戴上头盔后 青年感觉压力有所缓解 情绪稳定了一些 此刻他们所处的中心灵场 十分混乱 稍有不慎 就可能陷入危险之中 打开木屋 为了保存灵力 他们只能选择了一条较为漫长的道路 沿着未被大雾侵袭的区域绕行 这时 在长阳秘境的边界 镇守的胡元龙 目光如炬 凝视着那股力量的来源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忧虑 手中的长枪紧握 仿佛能感受到 那股力量的余波 威势 以至于鸣凤凌晨 有些在路上的居民 都看到了一瞬的光芒 仿佛炽热的光辉 在一瞬间 穿透了遥远的距离 划过整个天际 宗门的信息迅速传至 内容简明乐样 在毁灭区域的边缘 建立据点 宗门已经派出山长老等强者 乘坐破云舰前来支援 一旦条件允许 即可展开 对北云守一行人的搜救行动 信息中特别强调 若真遇到特使 务必邀请他们 前往鸣凤凌晨 胡将军的声音 在巨大的临时据点中回荡 整军待发 随着号令的传递 万人边军迅速集结 这些灵修边军战士 身着由柯云打造的机甲 白甲闪耀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流线型的甲片上 鸣刻着复杂的阵法符纹 散发着幽蓝的光泽 他们手持的柯云武器 锋利无比 每一件都蕴含着灵力的光辉 伴随着雾马等异兽的嘶吼 一股肃杀的气息 弥漫在空气中 当庞大白气融如机械装置 开始运转 几座如同山峰般高大的钢铁巨兽 缓缓驶来 宛如一座移动的钢铁堡垒 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同时伴随着巨大的机械声响 吭斥 吭斥 如同链条传动产生的轰鸣声 呼呼作响 履带沉重地碾过地面 钢铁外壳仿佛附着无形的灵力 在阳光下反射出冷冽的光芒 一侧巨大的炮管 如同一条蜿蜒的巨蟒 随时准备喷射致命的火焰 这时场地云雾缭绕 朦胧中隐约可见 天空中一个庞然大雾飞来 其身躯庞大 拥有两双巨大的羽翼 足以遮蔽几丈之远 宛如遮天蔽日的翅膀 同有四肢 前找锋利如刀 仿佛能轻易撕裂一切 普通士兵和低阶灵修者 随天云未留守此地 其余人随我进入长阳秘境 在军队中自然步伐普通士兵 但在这片遥远 如同无穷无尽的长阳秘境中 即便毫无威胁的路程 对普通人来说也是难以到达的 若是要带上实力较弱的人员 恐怕没有一个月的时间 都无法抵达那被毁灭之地 到时候 恐怕真的只能为北云首等人收尸了 能源供应充足吗 考虑到所有囤积的云源等 海量的能源都被七天取走 目前只能运行几座 耗能较小的巨型机器和军队前进 应该足够 副官回答 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宗主吧 实际上 差异并不大 池云科学院研究的大量战争机械 在未开路的秘境中 同样难以运行 明白了 胡将军看着宗门传来的信息 他现在才知道 那个青年特使是什么样的存在 竟然独自一人抢夺到了天命盗运 山玉书此刻乘坐破云舰 前往徜徉秘境 途中收到了林成军传来的消息 希望北云师兄能够坚持得住 他心中默默祈祷 此刻毁灭之地 不知过了多久 木真人等才看看绕过了大雾 这种情况下 行走的压力太大了 看向前方种种诡异 算算时间距离已经过去一日了 持云宗离的最近 估计已经派兵前来了 到时离去被撞见就不好了 随后吩咐道 催动青龙壁垒 锄龙及一灵场 全速穿越 众人机甲的轰鸣声 嗡嗡作响 一道道绿罩从众人身上散发出来 隔绝大部分气息 扫过层层灰烬 却又维持在地面上 如同众人多了一道防线能量护照 随着队伍不断向未被探明的区域进发 穿行于被巨大能量冲击过的灰烬地面 尽管周遭充斥着诸多神秘莫测的现象 但逐渐看见了一些物品 遗落在灵境之中 在这种核心地带 此刻能还存在的物体 必然是坚不可摧的宝物 除了散落在道路上的物品 目真人谨慎地示意旁人 不要冒险去夺取这些物品 以免引发未知的危险 陈生说道 能量储备即将耗尽 现在不是冒险的时候 等得到天命道运 送回宗门 返回目持补充能量之后 再来深入探索 这无尽临近也不迟 最后历经千辛万苦 十余人穿越了众多强者葬身之地 在距离禁忌果实爆炸之地 数十里的地方 矗立着一个 如同堡垒般庞大的容器 它仿佛是天地间 一座巨大的熔炉机械 表面与周围环境一样 被黑胶覆盖 这无疑表明 它曾承受过毁天灭地般的能量冲击 但却安然无恙地存在 这个容器的存在 似乎是为了封印 或保存某种强大的力量 木真人等跟随指引到达此处 它的声音中 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 这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禁忌果实树根 在没有奇特现象遮挡视线的情况下 众人才得以看清 这个庞大如山峰般的容器 它在这片无尽焦土 空无一物的世界中的存在 显得如此突兀 与周遭荒凉的世界 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无尽的黑雾扩散 黑天笼罩而过 他们向后看去 错愕地说出 大 大黑天 在容器的最深处 一人静静地漂浮在 绿色液体的海洋中 随着一阵轻微声响 被平台缓缓将它 推向面前的出口 它身前保护性的光幕 如同脆弱的薄膜 似乎随时都可能 被轻轻戳破 随着意识地逐渐恢复 宁斯听到了周围 争气轻微的嘶嘶声 这些声音 像是在轻声呼唤 将它从昏迷的深渊中 拉回现实 现在还脑袋迷迷糊糊的宁斯 它本能地呛了一口水 随后破开了护体光幕 当它睁开双眼 映入眼帘的 就看见木真人一行人 在无尽的荒芜废墟之中 隐隐绿芒 宁斯看到了一个个 造型独特的人形机甲 它们的机甲 华丽而精致 平滑的切线 宛如鬼斧神功般 完美无瑕 仿佛由记忆高超的 未来科技打造 每一寸金属 都透露出超凡脱俗的美感 机甲表面的光泽 在昏暗的环境中 闪烁着冷冽的绿芒 仿佛是来自 另一个世界的使者 我又死了吗 宁斯心中暗自私存 喃喃自语道 没想到来接我的 竟然是机甲战士 只见这些机甲战士 静静地站立着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都显得那么协调而有力 仿佛是活生生的生命体 我只是想看看 奇幻的玄幻世界 谁知道他们 把世界都玩炸了 语气中 似乎带着一丝自嘲 在场之人 无不感到震惊 竟然还有人 在这种毁灭灾难中 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 感受到上方气息的波动 除了宁斯之外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抬头仰望 在那巨大的乌黑球舱之上 一道身影静静地站立着 随着空中飘过的灰烬 逐渐散去 视线逐渐变得清晰 众人终于看清楚了那道身影 正是七天 除了宁斯 还显得有些茫然外 其他人似乎都已经接受了 所有的意外情况 他们的眼神中既有 惊讶也有释然 仿佛在这一刻 他们已经接受了 这个世界的无常和残酷 穆真人 来得有点慢呢 七天看向来人 语气中带着一丝细血 轻声地说道 很有趣的机甲 随后 没有过多的话语 穆真人等人 甚至都还在震惊之中 七天突然迸发出 一股强大的气势 这股气势 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无尽的气息 凝聚成实质 随着他的手势 无尽的力量凝聚成形 穆真人等人身上的机甲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轻轻拨动 甲片如同鳞片般 一片片脱离了机甲的主体 被七天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夺取 这一幕显得异常诡异 机甲的甲片 在空中飞舞 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操控 他们在空中旋转 翻滚 这一幕发生的如此突然 以至于穆真人等人 甚至还没来得及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怎么可能 你 你怎么能操控你神病 现在已经不能接受了 穆真人看见 连自己所有人的机甲 如同玩具般 被七天夺走 你 你 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以直接控物夺取 这种禁忌之物 从来没有人能够拆分过 还有你已经完全掌握了盗运 你现在掌握的木熙 已经超越了记载 不可能 天命盗运现世以来 拿到天命盗运的人 都是缓慢的 吸纳其中蕴含的大爆 甚至都不可能完美融入 说着说着 不断后退 脸色变得愈发凝重 连这样的强者 甚至都差点跌倒 七天似乎对于这一切 并不感到意外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淡然 是吗 木真人等 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甚至能够在这样的爆炸中 毫发无伤地存活下来 就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对付的了 看着露出本来服侍的一行人 以及那无人可挡的七天 宁斯摸了摸自己的身体 长舒了一口气 呼 原来我没死啊 语气中既有劫后余生的情形 也有对眼前局势的无奈 身后的漆黑建筑 缓缓裂开 一根根插入地面的巨大树根 缓缓抽出 带起了漫天的灰烬 一个巨大的头颅 从中升起 将两人托起 而那些被夺取的甲片 在下方不断地重组 组合 随后 两对庞大的翅膀 在后方展开 抖落了身上的灰尘 巨龙的身躯 在烟尘中逐渐显露 墨绿色的鳞片 覆盖着他庞大的身躯 头颅上长出的龙角 显得格外醒目 这庞然大物 直接演化成了一头庞大巨龙 他的低音 仿佛带有灵智 缓缓地朝着前方探去 发出一声震骨朔惊的龙吟 向目真人等人咆哮而去 声音掀起层层灰烬 无尽的威势绽放而出 仿佛告示这片无尽焦土 诞生了第一个生命 巨龙仿佛在宣泄着身体的能量 他的坚硬身躯 又是变换了一种光芒流过 感受到这磅礴的能量气息 惊讶得几乎无法言语 这 这不仅是生命 还是新的灵魂 目道根本不可能 缔造出具有灵智的生命体 巨龙的存在 不仅是一个奇迹 更是对目道 传统认知的一次颠覆 目真人和其他人站在原地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震惊许久 目真人颤抖着 示意几人缓缓后退 他强作镇定地说道 两位英俊的少年 老朽带来的微薄之力 就送给二位了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 老朽就不打扰二位了 然而 七天的声音冷冷地响起 我可没说让你们离开呢 目真人立刻回答 试图缓和气氛 这位英俊的少年 不知可有什么损失 不如由我宗门来 提供一些底蕴 以做弥补 七天目光如冰 淡淡回应 你的命不错 听清目真人连忙回答 与其中带着一丝谦卑 老朽已经是风竹残年 一把老骨头了 早已不堪大用 如果阁下需要什么修炼资源 话还未说完 七天便打断了他 不必了 出手吧 不然没有机会了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对我出手的人 嗯 坏人 又沉思了片刻补充道 听清了两人的对话 宁斯询问着 师爹 我们是不是没有随意 伤害无辜的人吧 七天平静地回答 当然没有 但你可能不知道 这场灾难 是对方引发的吧 你不知道 有多少生灵 因此被抹去 多少强者因此陨落 又有多少普通人 会因为失去强者的庇护 而变得无家可归 宁斯听着 沉默了片刻 好吧 七天继续说道 所以他们死多少次 也不足为过 目真人的内心 开始恐慌 他意识到 这次宗门的强者 可能真的要葬送在这里 急忙说道 等一下 我徒儿并没有做任何事 并且 他从小就有一颗善良的心 为了魔力他才将他带来 仅仅只是充当传递的工具 一切都是老夫逼他的 他罪不至死 只向一旁的青年 试图为他辩解 宁斯显得有些迷茫 但七天已经洞悉了他的想法 可 他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断 目真人似乎递给了徒儿什么东西 尽管没有一句话语 但那青年还是紧紧地握住 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迷茫 在经历了无数磨难的强者眼中 结果往往清晰可见 目真人一行人意识到 七天显然是决心 要取他们的性命 他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对方在这场毁灭的灾难中 可能已经虚弱 仅仅一个眼神交流 跟随目真人身后的九位老人 率先发起了攻击 他们齐齐抬手 九股无形的压力 如同天地之力 瞬间压迫着这片空间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挤压 那压力是如此巨大 以至于直面这股力量的两人 感受到的压力更为剧烈 连脚下巨龙都被压迫的 连同灰烬磨灭 剩下坚硬的地面都在凹陷 地板块接连断裂 发出震耳欲龙的响声 如果不是七天站在身前 宁斯恐怕会在一瞬间 被压成血水 在意识世界中 一股寂灭的气息突然爆发开来 这股气息不带任何灵力波动 没有任何明显的气息变化 甚至没有任何异常 尽管木真人无法感知到这股气息 但对方两人却在这一瞬间 解除了他的控制 尽管只是一瞬 但已经足够木真人施展他的手段 他释放出磅礴的灵力 那灵力如同一条巨大的激光 猛然砸向两人 然而 脚下的巨龙却在一口将这股灵力吞没 瞬间将其吸纳得无影无踪 既然的气息继续向外扩张 一时间 那些还欲出手的人 以及已经喘着粗气的木真人 都被这股气息定在了原地 仿佛被施加了某种禁止 动摊不得 木真人感觉自己 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他的意识在逐渐腐朽 最后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话语未能出口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或许他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但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如此迅速地走向死亡 随着黑天的消散 气息逐渐收拢 焦土之上的风轻轻吹过 带来了尘土的扑通声 十余人的身体 如同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接连倒在了地上 一切发生得太快 木真人或许还有众多强大的底牌 未曾施展 但在宁斯的感觉中 仅仅是一瞬间 所有人都如同周围的环境一般 一同埋葬在了这片世界 那位青年 目光空洞地望着 他曾经的师尊 同门的长老 就这样轻易地倒在了他的面前 他紧紧地低着头 双手紧握 没有流露出任何悲伤 快乐 没有任何情绪 仿佛一切都已变得麻木 七天轻声说道 你可以走了 青年回应道 多谢阁下不杀之恩 他转身离去 但在不经意间 泪水悄然划过了他的脸颊 留下了一道淡淡的泪痕 宁斯目送着青年的身影 渐行渐远 直至消失在视线之外 最终还是忍不住问出 不 不杀他吗 心中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 他不想错杀无辜 另一方面 又深知 斩草不除根 人这个生物 总是充满了复杂和矛盾 七天缓缓地回答 语气中带着一丝深意 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流露出一丝 对我杀意的念想 冥斯沉默了 这个青年 在面对同门师傅 在自己眼前倒下的情景时 竟然能够保持如此冷静 在没有产生任何敌意的情况下 他的内心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思考 心中不禁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这个青年的内心 究竟有多么强大 才能在如此绝望的时刻 依然保持着冷静和理智 这是真实的世界吗 随后仿佛是大地的 赋予了他生命 无尽的草木机甲的组件 不断重新组合 仿佛在蒸腾的雾气中逐渐成型 最终构建成了一座庞大的机械巨兽 它的四周布满了各式各样 错综复杂的管道和容器 管道中流淌着五颜六色的液体 散发着奇异的光泽 机械手臂由藤腕构成 它们柔软而坚韧 如同生物的肢体一般灵活 机器的表面布满了细小的根筋 这些根筋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线路和符纹 它们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复杂而神秘的花纹 仿佛是自然与科技的完美融合 随着机器的组装完成 当机器的刀刃在空中划出一道白光 一朵白云般的气息从机器中散发出来 宁斯惊讶地说道 那是赤杰 机器的高度达到了数十丈 外表呈现出一种深沉的金属光泽 即使在昏暗的焦土上 也能感受到它的强大与威严 宁斯望着这台机械巨兽 师爹 这是怎么建造而出的 需要运行的太多 人类的思维构建不了 宁斯静静地站在一旁 目光凝重 此刻 木真人的身体仿佛被一台巨大的智能解剖 机器穿透 机器的辅助臂在解剖过程中提供稳定的支持 使用特制的家具将切开的组织固定住 为主机械臂的操作提供便利 机器的传感器散发出微弱的绿色光芒扫过 随后 机械臂上的解剖刀自动校准 开始进行切割 刀锋轻柔地划过皮肤 就像切过奶油一般轻松 没有留下任何血迹 因为随后机器的高温刀刃能够瞬间封闭血管 防止出血 在解剖过程中 各种如同探针和传感器 被用来检测目真人尸体中的特殊物质 如灵力节点和能量核心 随着解剖的深入 机器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重要的器官 准确地切开了肌肉和组织 揭示了内部的复杂结构 目真人的身体被精确而无误地切割成一块块 每一块肌肉和骨骼都被仔细地分离出来 机器逐步将尸体的各个器官分离 包括心脏 肺和肝脏等 每个器官都被递到七天生前 仔细检查和分析 仿佛记录下了器官的大小 重量和细胞结构等详细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收集着尸体上的精华 或是血液 或是某种特殊的组织 这些精华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凝聚出的各种木管 瓶瓶罐罐之中 看着这一切 宁斯询问着 师弟 你这是在做什么 通过解剖几个灵修者 我研究出了更好的入境方法 什么 师弟你什么时候解剖人去了 疑惑着 不需要担药 只需要把同源灵修灵和塞入你身躯 也可入境 并且会更强 七天解释道 宁斯感到一阵寒意 啊 看着这一幕 不由得感到一阵残忍 那 那我需要做什么 最后询问着 不必 等会完成后 记得按照入境理论 记得全力运转灵力充斥血液 七天补充道 快融合吧 如果你想维护心中的正义 也需要更强的实力 并且 如果杀一人 可以拯救百人 你会怎么选择呢 宁斯沉默着 我不知道 很简单 人都是自私的 大部分人 把自己比作那一人 或者那一百人 就很好选择了 你只需要维持你想要的 正义就行 这也是现实 七天果断地说道 你如此优柔寡断 只会得到无法挽回的结果 才会醒悟 逐渐缓过思绪的宁斯问着 好 十 什么时候开始 如同机械臂一般 将它高高吊起 限制了它的行动 粗壮的木架 如同牢笼 将它牢牢固定 无法动弹 突然间 一道尖锐的刺突入它的身体 宁斯痛苦地叫喊起来 锋利的刀刃 划破了它的皮肤 切割着它的肌肉 同时 有几根藤腕堵住伤口 用家具固定住切开的组织 再不知割去什么神经 大量液体被灌入体内 痛觉逐渐减弱 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抽离 身体的痛感逐渐消失 尽管痛感减轻 宁斯仍能感受到身体的肿胀 似乎每一处经脉 或者说 每一条血管都被细心地填充 仿佛被植入了某种东西 即使没有痛感 但也感觉自己身体被开肠破肚 仿佛内脏被重新排列 很多东西被塞了进来 身体的改造 一刻也没停息 宁斯只能强忍着 不看来平复心态 无数机械手臂 在精密的灵力驱动下运行 他们精准地执行着复杂的操作 以超凡的准确度和效率工作着 动作连贯而熟练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七天说到 就是现在 开始运转灵力 宁斯感觉身体的掌控权 又回到了自己手中 至于如何运转灵力 没有学什么灵法 就是到处使出力气 甚至是到处跑动都可以 这一刻 木行入境 按照路上七天给的详细书籍来看 目前 属于入境阶段 还没有灵转 需要所有灵核都入境 才可灵转 没想到 这竟然这么麻烦 怪不得连池云宗的主流修炼者 都只修炼一个灵核 而且灵核越多 并不一定就越强 宁斯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自言自语 心中不经感慨 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才能完成入境 七天见到宁斯安然无恙地成功入境后 他转头看向那台庞大的机械巨兽 只见他将剩余跟随木真人的几位强者尸体吞下后 开始缓缓地解体并重组 机械巨兽的每一个部件 一面开始涌出无数的绿植 它们迅速生长 形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 这些绿植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召唤 它们迅速地生长 相互缠绕 最终融合成了一只巨大的绿木融合怪物 这只机器怪物的头部绿芒闪过 仿佛产生了思维 它拥有着无数的手臂 这些手臂如同树木的枝条 在空中挥舞 怪物的身体由无数的绿植组成 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命体 随后 整个世界仿佛被绿巢所覆盖 一座座巨大的绿色机器怪物组合而成 它们在这混乱焦黑之地不断地翻找着什么 轰隆隆的爆炸声响传来 如同触碰到什么静止 些许地方 船所产生爆炸 随后又有的如同碰见什么疯狂的衰败 腐蚀 燃烧 倒塌等等 随后 又被原地不断地绿海所覆盖 前扑后记得融合扑过 然后重新融合 七天轻声说道 我们该启程了 宁斯点头同意 好 随着它们的话语落下 大地开始震动 轰隆隆的巨响 如同天崩地裂 一座庞然大物巨鸟缓缓生起 主体由光滑的白色流云外壳构成 外壳上镶嵌着绿色的纹路 这些纹路宛如自然界中的藤蔓 蜿蜒缠绕 仿佛隐藏着复杂的能量传输网络 感知到宁斯心中的疑惑 七天轻声解释道 你可以将它看作是 赤极的进化形态 赤极之下 无数草木聚集 形成一座巍峨的绿山 它从地面缓缓升起 逐渐拔高 整个赤极的身躯 携带着七天两人 升向高空 随着它们不断上升 宁斯才真正感受到了 灾害的恐怖力量 前方无尽绿海 如同一条宽阔的大路 所覆盖而去 绿海中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它们如同海浪般 汹涌澎湃 撞击着道路上的无数静置 这些静置在绿海的冲击下 不断地发出耀眼的光芒 试图抵消和消解 那些汹涌来的能量 起飞了 符号 七天对正欣赏 灰烬世界的宁斯提醒道 赤极的白色外壳 在绿木悬崖高空 洒下阳光下 闪耀着炫目的光芒 其上蜿蜒的绿色纹路 仿佛有生命般缓缓流动 释放出一种神秘的能量波动 随着赤极体内能量的充盈 它似乎在吸收周围的空间的气息 翅膀开始微微颤动 随着一阵低沉的轰鸣声 赤极的翅膀如同巨帆般展开 风势肆虐 突然间 赤极的背部和一下 那些隐藏的推进器 开始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 随着轰鸣声的逐渐增强 一股强大的气流 开始在赤极周围形成 形成了一股小型的风暴 宁斯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推动着赤极 它的身躯 开始缓缓地脱离了无尽草木的山崖 仿佛摆脱了重力的束缚 一面覆盖着一层透明的薄膜 这种薄膜能够根据飞行状态 自动调节张力 以适应不同的飞行速度和环境 飞行时 翼部的绿色纹路 在飞行时会发出柔和的光芒 与白色外壳形成强烈对比 使得赤极在空中飞行时 如同一道流动的白绿光带 感受着这庞大的风势 从万丈高空俯瞰 视线所及之处 都是无尽灰烬焦土 不过还零零散散地散落着许多奇特现象 宁斯疑惑地问道 那些强者 他们都死了吗 掌握大数级别的保命灵法强者 还活着 七天冷漠地看着下面的一切 凝视着这片无垠的灰烬世界 宁斯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震撼 记得曾经世界的核弹爆炸 直径不过数十里 但眼前的这片废土 它的边界似乎延伸到了天际 无边无际 千里 万里 难以置信地问道 这种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 竟然都没有将他们杀死吗 虽然感觉自己还活着 才最不正常的吧 但自己就是还完整活着 七天回到 达到顶点后分特性 比如 任何物质能量都会有一个顶点 而顶点之后 便没有上升的空间 就会转变为其他性质 他们用着最后的所有灵力产生的灵境 充斥着毕生所有的强大能量 基本上现在都是假死形态 进入了自主保护状态 宁斯沉思了许久 最终缓缓地说 不是很能理解 你是否考虑过 幻想中那些 仅有人形大小的小生物 轻而易举地 就能摧毁比自身大亿万倍的星球 这股能量 究竟从何而来 它们的身体 是否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我不知道 宁斯回答 假如那么小的一个质点 拥有这么庞大的能量 没有隔断 其实就已经行走之间 产生能量触碰的反应 就已经会产生无时无刻的爆炸 如果你能控制一种 覆盖整个天地的能量 来毁灭整个星球 那么 你可以用思考 来完善这种基础现象 但如果你想象一个微小的人形生物 毫无逻辑地 抬手就能灭星系 毁灭星球 就像你身上的细胞突然给你一拳 然后你就被这一拳打得粉碎 这种能量构想的缺点 实在太多 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 虽然不能理解 但回想来到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 宁斯 还是说着 那这就不是存在于幻想之中吗 不是 回望着身后 除了下方 曝露过来蔓延的绿色海洋 那里还有庞大的绿海怪物 伸着触手 不断地翻找着什么 那是在做什么 能在如此强大的能量 冲击下存留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说 无疑是珍宝 可能会派上用场 而且现在灵力和其他能源的消耗 非常巨大 根据七天的说法 消耗最多灵力或能源的地方 并不一定是战斗 而是飞离这个遥远的长阳秘境 宁斯向七天问道 我们现在是去哪里 名凤凌晨 七天回答 宁斯突然想起了 宗门还有一项记录任务 还要为宗门记录下这次的所见所闻 于是询问道 那个宗门任务记录手册呢 丢了 听后 宁斯虽然有些失望 但还是表示理解 如果宗门想要询问 口述也行吧 那个任务 其实不做也罢 七天回应道 是吗 看着逐渐远离 宁斯不禁感叹 这得有多大 眼前的景象并非局限于 某个特定的区域或地点 而是覆盖了如此广阔的面积 以至于宁斯不禁想象 如果这样的灾难发生在地球上 感觉可能会直接导致 整个整个星球支离破碎 然而 这片一望无际的废土 对宁斯来说 是前所未见的景象 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震撼力 从那个永远光明的长阳秘境 因为无尽的焦土 与飘散的灰烬 竟然也显得逐渐昏暗 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 当远离了那个奇异的中心区域 那片绿色的海洋 也逐渐消失了 势急发出了一声低沉的鸣叫 它的速度在不断加快 那庞大的双翅 在加快的过程中 如同化作凤凰的形态 乘风而起 拖曳着数条绿色的尾翼 给宁斯带来了强烈的刺激感 仿佛他正站在一头真正的白凤背上 背上的锋利强劲 但却感到无比的兴奋 剧烈的白光 充斥尾翼后方 宛如一头巨大的灵兽 搭载了赫环推进器一般 并且 由于速度逐渐加快 不得不进入斥急的体内 以避免被高速飞行带来的风压所影响 这时 七天的话语 打断了宁斯的兴奋之情 不过还有件事 得跟你说一下 你的寿命 或许只剩一年了 顿时如同晴天霹雳 在宁斯的心中 难以置信地追问 啊 为什么 你的话语中 透露出的冷漠 让我感到无比的含义 七天解释道 其实爆炸的时候 即使你的肉体能够幸存 你的灵魂或精神 或者说意识 也会在灵能毁灭的余波中被震散 消散于天地之间 在爆炸的能量到来之前 我已经将你一半的意识 暂时保存起来 现在 我将这部分意识还给你 但不管什么 都有损耗 这也意味着你的寿命 正在明显减少 或者说 你的意识正在逐渐消散 简单来说 由于脱离过 你现在身体的容器 与你的意识契合度 已经不是完美融合 七天提醒道 不过 等你灵转后 还是能活九点的 宁斯这才难免地平复心情 回想着灵转后怎么说 也能够多活几年 十几年的 不过失地这种程度 你都能做到 回想失地的种种行为 是怎么构建 这样庞大思想的理论的 七天缓缓地问着 你忘记我怎么来到 这个世界的吗 按照人类的理解 你可以把我理解为 很多思绪 具为一个再体的念想 宁斯听着 什么 那就是能分析很多事情 那失地你 岂不是无敌了 当然并不是 不然也不可能会败了 思绪多位独立 并且每一个思绪 都一模一样 理论上来说 每一段思绪 只是比你们人类聪明些许 列举了一系列 无法理解知识 打断宁斯的想法 七天又不知道 从哪里拿出了一本书 宁斯接过 多看看吧 这个世界 还是很有趣的 飞过残垣断壁 两人终于离开了焦土 宁斯摸摸腰间 弟子令牌还在 那个毁灭世界的力量 除了随身物品 其他都成了灰烬 包括带的那一把刀 算算时间距离那场毁灭爆炸 都已经过了几日 经过宁斯的研究 现在时速是非常快的 至少都飞了 不知道多少千里了 可想而知 那爆炸毁灭的威力 不过因为这场爆炸 长阳秘境的许多区域 也炸出了地底的灵面 灵面 通常这个世界 几百里地面的深处 有很多有用灵修资源 出了废土世界后 向下看又是 如同四季如春的 长阳秘境 如山巒般庞大的 凤形胎的赤脊 吓得下方鸟兽 荒乱逃 呃了又是不知道 多久的宁斯 终于再次吃到了食物 虽然七天有说 用灵液灌入了宁斯身体 并不会体力不足 但观念 还是尝试吃点食物 让精神知道自己吃了 随后不知过了多久 巨大的开路机器 尽管周围环绕着苍天大树 这些树木 本身就不知道是什么品质 按照师姐的说法 百年千年的大树 在这里比比皆是 但他们在庞大的机器面前 却显得如此脆弱 机器的推进 就像是一位无情的巨人 每一步都伴随着 山石的崩塌 和大地的震动 随后 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还看到了几头 巨大的四翅云兽 那好像是持云宗的蒙云吧 宁斯说着 正是开阔道路的凌成军 灵炮 胡元龙却看得更远 虽然斥急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根据感应 的确是万化云气 挥手让士兵 不要轻举妄动 副官问道 确认是斥急吗 是胡元龙回答 上面有几个人的气息 这么一说 胡元龙才想起感应 两个 收到 一个眼神 七天宁斯两人还活着的信息 也被副手迅速传下去 没有临近 或者结界的阻挡 虽然已经深入极其遥远的距离 还是靠着涡流云网 立刻派人接流 传道正在外围扎手云网 最后上报到宗门 层层转接 高层会议中 也是迅速收到了这一信息 按道理 这次爆炸 必将针对夺得天命道运的那一人 竟计果实毁灭之下 七天居然还活着 并且连带着圣子 都安然无恙 宗门除了必要闭关的强者 现在各个核心高层 都汇聚在议会大殿内 因为大爆炸 如果北云子身亡 宗门这次 将损失一位抵运支柱强者 已经开展所谓的核心高层会议 现在才赶来的核心高层 没有参与之前会议的太上长老 都近乎没想到的是一个外门弟子 夺得了天命道运 还安然无恙地活着 众人面面相去 甚至几百岁的老者 都为之一惊 在这之前的宗主等人 好歹已经拥有了接受能力 哪怕说是七天把所有人杀了 也都还能接受 身后一位青年 按照之前分析的信息简短 又给各位闭关出来长老说了一遍 高层也没想到 现在开个会 现在还需要念一会名思两字 这位七天外门弟子 是前一两个月一届刚招的 接的任务是危险级任务 查看长阳秘境各处势力情报 及时上报宗门 手里有一枚特质传讯令 在长阳秘境外围临场等级不高地方 也能汇报信息 但是按照定位信息 这名弟子 在十多日没有路线的情况下 就已经接近天命道运出市地 从而失去联系 通过调查这个任务 是他独自编写的 也只有他一人接了这个任务 并且指派了一名弟子 刚好在长阳秘境附近 明凤临城 这届的圣子 兼外门大师兄明斯 当然经过调查 明斯前往明凤临城的任务 也是七天暗中操控的 最后 这两人一起 进入了长阳秘境 在座的知人 听到圣子也是一惊 青年随后发言 这位圣子 乃宗门记载的绝世资质 听到这 很多不知情的老者 也是才知道 流传的侧林云碑 已经损坏掉了 没想到 现在圣子也出现了 不过虽然是圣子 老夫也没必要 还需念到几次吧 一位太上长老问道 汇报青年解释一番 众人都感到纷纷奇怪 慕容仙也是随和一笑 无妨 无妨 这不足挂齿 我们还是继续讨论重点 如此多的宗门强者 难得也是十几年一句 上一次这么多人 还是那次大黑天了吧 现在 高层迅速分析信息传来 胡元龙看了看 已明白于心 斥急带来的飓风 气流吹的附近白米古树 刷刷飞夜 前方胡元龙等将领 微然不动 身旁一直跟着那位副官 喂 喂 胡将军 宁斯已经站了出来 兴奋地挥着手 大声呼喊着 从七天师弟那里得知 正是他们进入长阳秘境时 宗门设立的临时据点 胡将军的军队 还在那吃过早餐 在飞来途中 宁斯就开始呼喊了 胡元龙心里嘀咕 不知道还会不会听从宗门派遣 待到两人下落 胡元龙还是小声询问 有没有见到北云守前辈 虽然貌似注意到了宁斯 却还是自觉地看向七天 没有 七天淡然地回绝 但一旁的副官 却问向了宁斯 也是见到他 第一次介绍自己 你好 再下一番对 怀真副官 你们前去天命道运之地 可有见到北云守长老 宁斯疑惑着 北云守长老 是谁 也去了那个爆炸的地方吗 不知道有没有被爆炸波及 怀真回道 好的 看向传递而来的信息 又问道 七天特使 可是去明凤临城 对 城主府有请 宗主邀请你们见面 宁斯揣摩着 见面 那胡将军再见 一阵寒暄过后 胡元龙看着又送走的两人 算了 也不是自己犯愁 怀真副官汇报上去后 继续指挥军队 全速前进 争取两日后 抵达连接点 建立转接根据地 宁斯回想着 胡将军一路谈话 貌似都没怎么注意自己 不由得感觉奇怪 突然回想起 七天给自己的戒指 所说过 有点会让别人 不会注意到自己 啊 对了 师弟 我还带着这枚戒指 带着吧 不需要的时候再取下来 随着推进 风景在不断地变换 经过了漫长的时日 终于接近了城池 现在可以望见 前方的鸣凤临城 那连绵不绝的长城 宛如从天而降 这时 斥急缓缓降落 怎么了 宁斯询问道 随后 他站到窗边 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形 斥急缓缓降落 跳下后的宁斯 嘴里喊着 小青 拥抱庞大的身躯在一起 却意外地发现 他的尾巴变得更长了 甚至拥有了多条尾巴 牛家几人目瞪口呆地望着 这庞大的白凤机甲 震惊之情 异于言表 他们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嘴巴不自觉地张开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内心的震撼 让他们仿佛被定住了 动摊不得 甚至用力揉搓自己的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他们无法相信 如此庞大而先进 如同凤凰的机甲 竟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机甲的金属质感 流线型的设计 以及散发出的淡淡光芒 都让他们感到无比震撼 过了好一会 看轻视宁斯后 牛俊明带着哭腔 步履蹒跚地走向宁斯 声音颤抖地问道 大人 您没事吧 我们还以为您 宁斯感到一阵发麻 我好好的 什么没了 根据他们的讲述 长阳秘境的大爆炸事件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明凤凌晨 当几人听到这个消息 师姐又联系不上宁斯 隔了许久 在他们的哀求之下才同意 放他们出来找宁斯 他们几个 只是找借口 逃避训练跑出来的 一道女生传来 这位是 宁斯一边说 一边看向那个人 突然间 他发现 他仿佛是从画中 走出来的女子一般 不 他更像是从前世的漫画中 走出的人物 那基夫 与旁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刘家的人 悄悄地走到宁斯身边 小声嘀咕 大人 您不知道 他比师姐还要严厉 师姐让我们全都听从他的指挥 这段时间 真是苦不堪言 接触之后 宁斯立刻认出了 这熟悉的气息 是余曼 余曼将宁斯拉到一旁 询问七天的情况 他是谁 我能在他的身上 感受到强烈的血脉压制 你可不要随便与强者交往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啊 宁斯这才回想起 人才师姐重伤 晕死的时候 在物者洞府时的约定 那时 余曼给了他一个半生果实 不仅会有啥很有用效果 还曾说过 如果生命垂微时 能保自己一命 但如果成功用了 自己必须也要去完成 物者留下的遗愿 当时感觉 师姐都想把自己干掉 为了保命 当然同意了那个请求 宁斯不禁叹了口气 显然自己 被余曼巧妙地引导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余曼确实救了自己一命 然而 心中有一个疑问 按照自己跟七天相处 他所能了解自己的一切 似乎那个曾经 被认为是系统的黑球 也发挥过作用 那是何时 还有那次 差点被普通人害死 是否也包括了七天的算计 但师弟没有解答 宁斯也没有必要去追问了 等我变得更强了 才能真正帮上忙吧 说完宁斯连忙补充道 那位是我的师弟七天 在长阳秘境中 他可是大杀四方 尽管没有亲眼目睹当时的场景 但那熟悉的绿色海洋 猜都能猜到 当时七天师弟干啥去了 接着 又介绍了余曼 刘俊明等人 虽然感觉 七天或许能知道 七天则平静地 接受了众人的拜见 没有多说什么 坐在凤手的王座上 甚至都没有下来 尽管如此 几人却表示 没有任何不妥 经过一番了解 刘家的几人 已经服用了 余曼炼制的奇异丹药 在余曼的指导下 他们也开始了修炼之路 后来宁斯得知 余曼的寄生体 曾经在他体内 他可以通过动用灵力 来感知宁斯是否存活 带几人出来 也只是为了四处走走 然而 当余曼提到他的话形 是借鉴了宁斯的想法时 宁斯不禁大吃一惊 你能读取我的记忆 他回忆着 并没有余曼 这样的漫画人物存在 不可能 毫无逻辑 怎么可能构建出一幅画面 连文字描述都没有 余曼解释说道 我是在你体内的时候 隐约感知到了一幅画面 而且 画形的各个条件都符合 什么 画面 在哪里 我能看到吗 宁斯惊讶地问道 不自觉回身 看了眼上方的七天 后者冷漠地点了点头 虽没有明说 但这是七天师弟构建的吗 算了 师弟的想法 不是自己这种普通人能跟上的 宁斯向余曼询问 那这么说 你已经是大妖了 只是能够画形而已 余曼平静地回答 你快点修炼吧 还得靠你的前列 你师姐的资质 确实不够看 你也知道 我现在连一转境界都还没达到 这几个仆从 就交给你照顾了 嗯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去指使师姐帮忙 宁斯又对余曼说 她要先发展自己的势力 等到有足够的实力 再考虑其他事情 总算是暂时让余曼幸福了 自己寿命将近 还得依靠七天师弟 帮助宁斯进行领转 等到境界提升后 再考虑其他办法 现在 她确实是有些迷茫 并且 自己当时就是被师姐拉去凑数的 你们要严格按照余大人的命令行事 我先走了 宁斯边说边迅速离开 余曼已经活了几百年 阅读过无数书籍 对于处世之道 必然有自己的理解 并且 那时经过短暂的交流 就能分析出师姐的谋划 至少宁斯感觉比她自己聪明许多 那时水云间 当宁斯从书房中醒来时候 就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余曼在化身数人时 并非一本本地阅读书籍 并且 书房里大量的书籍 一本本地堆叠在了地板上 形成了一座书山 那时都不知道 他已经看了多少书籍了 毕竟水云间书房里的书 可不是一味的讲解知识 还有很多都是 人心如何险恶 如何算计他人 提升城府 各种暗算和心机策略等等 宁斯之前看过几眼 并没有继续阅读 那些书 应该是以前来此实习的弟子留下的 挥手告别众人后 余曼一句话 让剩下几人不寒而栗 你们几个敢打歪心思 等会回去 记得训练加倍 余曼冰冷的声音 让牛家几人惊呼着哭道 什么 随后 斥急遮天蔽日的飞离 他的巨大凤形态 在空中滑过 引起了城中所有人的注意 翅膀展开 仿佛能遮盖整个天空 凤手高昂 凤尾拖叶着长长的绿芒 每一片羽毛 都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散发着令人敬畏的气息 尽管鸣凤城 对于巨大的飞行载具 有着严格的航线规定 但当赤急飞过时 无人敢于阻拦 它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的象征 仿佛是天空中的王者 无人敢于挑战其威严 城中的守卫和飞行监管者们 远远地注视着赤急的飞行 将信息传递给城主 回到水云间后 宁斯开始大吃大喝 吃得津津有味 可算得上顶级料理 七天还是顶多喝酒品茶 难得的放松 院子里的荷花池子 有时盛开 也不知什么品种 不多时 近来一群城卫兵 领头女子小心翼翼地来到身前 大人打扰了 城主有请 牧毙在外面等候 宁斯想知道些什么 七天则说是宗门安排的任务 到了 两人坐上前来接待的火凤 飞往城主区域 这就真的如同火红的凤凰般 高贵而优雅 眼睛明亮如星辰 绘如黄金铸就 锋利而有利 颈部细长 羽毛柔软如丝 随风飘动 宛如流动的火焰 双翼展开时 仿佛能遮蔽天空 翅膀上羽毛的纹理清晰可见 每一片羽毛 都仿佛蕴含着天地间的灵气 根据卑女所言 乃是城主的灵兽 按照这座城市 是宗门极其重要的大城 那么 城主的实力必然极强 此前 除了去过南门家族府邸外 一直在通往长阳秘境的一侧 外围城门区域活动 踏入城中繁华之地 才真正感受到 这座大城的非凡气象 远远的就看见一座 火红的几百丈高的凤灵殿 如同一座巨型瞭望宫殿 火红色的琉璃瓦 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如同凤凰降临俯瞰所有人 二位公子 到了 抵达半空凤灵殿的巨大平台 带领的卑女轻声说道 宁斯对这个人感到非常惊讶 毕竟自己的戒指还未摘下 即便是胡将军这样的强者 也会不自觉地忽略自己 尽管这并非完全取决于实力 但他绝对不是普通婢女这般 下火放后 冥府映入眼帘 围墙之上有许多鸟兽雕像 此颗巨大的斥脊 化为兵形态 变化为一丈多高的人形机甲 其身躯如同由无数金铁铸铸就 闪烁着冷冽的金属光泽 机甲的表面覆盖着复杂的纹路 双眼深邃 散发出忧虑的光芒 现在宁斯简直是两眼放光 几乎忘记了呼吸 在长时间的震惊之后 才踏入了内室 站在了一个庞大的升降梯上 随着电梯的缓缓上升 宁斯在心中暗自惊呼 是一个电梯 尽管曾经在破云键上感受过 但这熟悉的事物总能再次怀念 并且 电梯都跟电堂一样豪华宽大 不然可进不了接近几层楼高的斥脊 升入顶楼后 空间极其高大 四周外墙都类似于透明玻璃 做工非常细致 在顶楼 可以把明凤凌城大片区域一览无余 在高台之上 一位端庄的女子 端坐于巨大的凤椅之中 姿态优雅而从容 身后一面宽大的屏风 屏风上绣着精美的图案 她的面容精致 眉宇间透露出一股不容忽视的霸气 身着一袭火红的长袍 长袍上绣着金线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映衬着她的雍容华贵 如同普天之下的身姿 旁边的随行奴婢 恭敬地介绍道 这位便是明凤凌城的城主 以普天之姿的明城主 而这两位分别是七天公子 和宁丝公子 介绍完毕后 便退到了一侧 周遭许多金红圆柱 各种奇特形状的华丽暗台 明城主以她那端庄的姿态 发出了邀请 小女为明凤城主 请坐 然而 七天的回应却是直接而坚定 不必了 你下来 她的语气中没有丝毫的犹豫 仿佛在命令一个简单的动作 明城主 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 一时间竟有些愣住 七天随后招呼着宁丝 就坐在凤椅上 缓缓说道 请坐 在这一刻 明凤城主心中 无疑是怒火冲烧 回忆着宗主的交代 还是强忍着不适 一旁站到了侧位 甚至都没有坐下 不知哪冒出来的卑女倒茶 七天轻声道 有什么废话赶紧说 现在再也忍不了了 明城主对奴婢下达命令 按照宗主的意思行事 言罢 瞬间消失在高空之外 宁丝看着这一幕 呃 城主是不是被气走了 在高空之上 明凤城主的心中 不断默念着 不生气 不生气 他心中自嘲 作为一个活了数百年的强者 怎么可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话 就失去情绪控制呢 然而 无尽的怒火 如同熊熊烈焰 划过明凤临城的上空 明城主最终抵达了遥远的长阳秘境 火焰的威能 如同他的怒火 瞬间摧毁了一座大山 怒火仍未平息 他在内心质问自己 这简直是对他尊严的极大侮辱 瞬间怒火化作了猛烈的火焰 横扫了长阳的树座山脉 将一切都烧毁殆尽 他的愤怒 如同这火焰一般 无法遏制 此刻凤临殿内 奴婢把屏幕打开 光幕的亮起 慕容先宗主的面容 逐渐清晰的显现出来 宁丝目睹这一幕 不禁惊呼出声 视频投影 慕容先宗主瞥了一眼旁边的青年 对方轻轻点头 已是确认 恭喜七天道友 获得了天灾级的天命道运 慕容先宗主笑道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 禁忌果实被破坏之后 七天不仅夺取了天命道运 而且在天道的级别威能中 安然无恙 这一点 无论回想多少次 都令人难以置信 根据宗门的命令 由于七天和宁丝 在长阳秘境中的出色表现 为我持云宗 赢得了另一位天命道运的持有者 我作为宗主 代表宗门 特别任命七天为 供奉长老 然而 七天打断了他的话 直截了当地说 说正是吧 宗主看着旁人递来的话语 自己还有一大堆的讲话内容 没有念完呢 看着旁人递来的信息 宗主缓缓说道 呃 由于北云子前辈身死不明 望七天长老 追回宗门叛徒 夺回宗门至宝 同云日月印 然后 关于七长老在宗门做的事 都不追究 事成之后 有何需求宗门 会尽最大力度满足 可 七天简短道 事不宜迟 太远程航天聚见过来吧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请求 啊 连慕容仙都看了一眼屏幕之外的旁人 显然对七天的直接态度感到意外 经过短暂的思考 慕容仙宗主点了点头 那么 七天长老 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吗 当然 太地级的航天 载具我不做 宗主挥手让旁人 去查一下 有什么大型载具 在鸣凌临城的吗 旁人很快汇报上来 慕容仙说着 七长老 呃 对于舒适及航天器 宗门好像只有腾云者 唯消及航天器 够了 七天不等慕容仙说完 雨璧带上宁丝就准备离去 看着七天 消失在视野范围 慕容仙大喊 呃 七道哟 我还没说完啊 记得身份要保密啊 站在凤灵殿外的高台上 七天释放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仿佛无形的重压 笼罩着四周 他缓缓开口 去机械区 市集机甲迅速扩展 他的身躯 开始发生变化 逐渐扩展成 扶摇直上 冲破云霄 速度极快 转瞬间 便消失在了天际 只留下一道道残影 在空中划过 穿越城主区域 来到后方 机械城的繁华景象 展现在眼前 空中停泊着一座航天器 反射着金属的冷冽光泽 在这些航天器的周围 忙碌的机械师们正在工作 他们操纵着各种工具 对航天器 进行维护和修理 这里 宁丝之前乘坐浮艇来过 但那次所见 并非如今 这繁华景象 当时 扶艇的区域 远在那边的一角 不起眼的边缘 站在一处机械声台 宁丝蹲在一旁研究构造 他的手指 轻轻触摸着冰冷的金属表面 他疑惑地自语 我们站在这干啥 七天回道 等人 谁 不多时 一位青年缓步走来 仔细辨认后 原来是南门家族的大公子 南门清 他恭敬地地上一份物品说道 七公子 宁所需之物 已经准备妥当 宁丝接过物品 简单地扫视了一番 发现是一张地图 还有一些记载的资料 看起来非常新 显然 是经过重新临摹的 七天则说道 可 南门清保持着谦卑的态度 继续说道 七公子 如果您打算前往御天皇朝 晚辈这里有一块家族令牌 南门家族 在御天皇朝 也拥有一定的势力 如果您需要 可以随时调动 说着 他试一下人 递上了一块南门家族的令牌 七天微微汗手 但随即婉拒了南门清的好意 不必了 南门清恭敬地回应 能为神医效力 是晚辈的莫大荣幸 那么 在下就先行告退了 说完 他便礼貌地退了下去 不多时 便离开了现场 宁丝问道 这是什么地图 这是天命道运的位置地图 你拿着吧 七天回答 啊 直接给我们了吗 那岂不是很珍贵 宁丝心中 想着 之前在长阳秘境的那些强者 为了争夺这东西 而打得毁天灭地 七天解释 不 是皇朝的 什么 宁丝仔细查看了一会 发现上面标注的地点 位于皇朝的一个重要位置 属于机密信息 思索着 心中不禁有些担忧 啊 我们不会是要去抢夺这东西吧 按照宗主传来的信息 只需等待一艘巨剑腾云者 当腾云者终于出现在视野中时 他的壮观景象 令人叹为观止 庞大无比 宛如一座在空中移动的岛屿 其巨大的身影 在天幕中 拉出一条长长的阴影 仿佛能将整个世界 纳入他的影子之下 传手尖锐 宛如一柄刺破长空的剑 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感 两侧的机翼成流线型 尾部的多个推进器 如此庞大的腾云者 动用一次 都将耗费无比庞大的资源 却作为这次前往的 完成任务的交通工具 完全是宗门给两人征用了 给足了面子 宽阔的剑体上 一架横梯伸展而出 一位佩戴眼镜的年轻人 恭敬地走上前来 他微微低头 礼貌地致意 在下影算 拜见七天大人 与宁斯大人 话还未完全出口 七天便直接打断 不必了 池云宗智囊团团长 兼一番队队长 莫贞 随后不予理会 继续前行 留下莫贞愣在原地 无疑是惊涛骇浪 这一刻 莫贞站在原地停住许久 七天的话 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 打乱了他所有的思绪 他站在那里 目光追随着七天和宁斯的背影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这怎么可能 自己的身份被严格保密 七天是如何得知的 莫贞回想起七天的资料 心中充满疑惑 洞悉人的内心 真的存在这样的能力吗 莫贞的思绪纷乱 他在心中反复思量 这有逻辑可寻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尽管他不愿相信 但宗门智囊团的所有人分析 都指向一个结论 七天可能真的具备这种能力 这也是宗门将这个任务 委托给他们的原因 因为宗门几乎没有任何线索 来找回那件质宝 并且七天的实力 无疑证明了 宗门也不敢对他出手 原本还想隐藏自己的身份 但现在看来 这是一个警告吗 冥思踏上腾云者的那一刻 便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飞船内部的豪华与舒适程度 超乎想象 空间之开阔巨大 足以容纳斥急的庞然之躯 莫贞在震惊后缓步跟随 他的目光 同样被斥急的兵形态所吸引 尽管宗门在研究时 将其命名为万化 但其实际的形态 远超出了莫贞的想象 宗门无数人的构思 和配置的形态图纸 原本只是设想为 数十座巨大的兵器 而眼前的斥急 却展现出了 更为精密和复杂的构造 如同真正的机械生灵 并且 七天似乎在已经达到完美 无法被其他物质 所接纳的形态基础上 给万化云气 融入了诸多不同的物质 进入主舱后 内部空间如同殿堂 两侧的墙壁上 镶嵌着精美的浮雕 当七天在上方的首席位置落座后 莫贞仍然恭敬地走上前来 向他汇报交接的诸多事宜 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是 宗门的叛徒 及上代纪扬云 许久前曾出现过 玉天皇朝及其远的边缘 一届 七天大人 我们是否打算前往 莫贞恭敬地递上一份资料 征求七天的意见 不必 七天回答道 把地图拿来 随后 一位下人 递上了一笔一笔力缩小的 玉天皇朝地图 七天闭上双眼 沉思了片刻 然后 他突然指向地图上的一处地方 去这里 并且消耗所有的备用能源 直接前往这个地方进行补充 莫贞仔细查看地图 并进行了一番计算 那个地方 距离他们当前位置非常遥远 确实 以正常的能源储备 根本无法到达那里 连藤云者的能源配置 都被他计算得如此精确 这怎么可能 七天之前从未接触过藤云者 而且 藤云者是宗门独一无二的 不同于其他为消极航天载具 即便是莫贞 也是在之前 才刚刚获得藤云者的所有资料并记下 莫贞心中充满了疑惑 他越想越感到震惊 难道七天真可看透人心 仿佛感受到了 莫贞心中的不断思绪 七天缓缓说道 不 去这根夺回禁忌物 一点关系也没有 莫贞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 他确实刚刚在考虑 这个地方与宗门任务之间 有什么关联 是猜的吗 毕竟这个误导 很容易猜测出来 不过 你就这样直接说出来 天浪风见 宁斯也来看向这处地方 最后还是他问了出来 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吗 风景比较好吧 七天回答 伴随藤云者的启动 宁斯缓步走了出去 随着藤云者的速度逐渐提升 无尽的气流呼啸而过 但甲板上的风却并不猛烈 这是因为飞船的甲板上 布设了强大无形的阵法 大风如同筛选过后一般 使得吹拂到身上的风力 已经实不足一 宁斯不由地感叹 阵法的强 不过也清楚 尽管渴望 想掌握这样的阵法 以自己悟性 根本不可能学会的是 即便是天才 想要掌握这样的阵法 也需要耗费无数岁月 更不用说 宁斯只是学了两本 连凡人都可修习一部分的普通功法 几个月下来 才勉强刀法小成 而且还是在师弟的帮助下 来到这个世界 曾幻想自己能够掌握万法 任何道路都能走到巅峰 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 但现在看来 还是想想就算了 首先感觉 脑子 就不是很跟得上 那些幻想故事中的主角 说掌握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 就掌握了 没有一点逻辑 真正的现实情况 怎么可能做得到 拥有着轻易入灵的体质 远超普通人的体质 便都已经是无数人望尘莫及的福分 宁斯细致地体验着 腾云者的每一处细节 虽然它可能不是速度最快的航天载具 但无疑是最为豪华术式的 回想起来 当时的破云舰上 众人大多时间 都是在舰内欣赏风景 赤极那庞大的身躯 也跟随了过来 宁斯观察到这一幕 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就在这时 处于兵形胎的赤极 从他的身躯中部 抽出了两把刀剑 这个举动 让宗门派遣的仆从和护卫们 吓了一跳 好在并没有什么危险 接过赤极递来的武器 宁斯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那把战利品的刀 在长阳秘境的爆炸中 已经化为灰烬 回去水云间之时 原本想见见师姐 发现闭关去了 他去吃东西 也导致并没有拿云剑 然而让宁斯吃惊的是 七天竟然能够 在不在身边的情况下 都洞察到自己的思想 目光转向七天 只见他乘坐着云舱 缓缓驶来 云舱是腾云者上的 一种小型运行工具 他不仅提供了舒适的乘坐体验 还配备了厕桌 方便享用酒水 或进行其他活动 尽管腾云者体积庞大 但七天似乎连这短短的距离 也不怨不行 宁斯问着 你又在 不 你的心性实在太低 很多东西 你都表现在脸上 容易被人所知 七天缓缓道 什么 师弟 你刚才也不在我前方啊 一时语色 宁斯也不知说什么了 行吧 七天说什么都是对的 七天曾经向宁斯解释过 他并非能够无时无刻地感知一切 尽管他能够凝聚无数的意识载体 但即使是理论上 无形的思维运行 也需要消耗能量 每天处理这么多的思维信息 怎么可能无限地计算下去 然而 宁斯却感觉 七天似乎总能注意到自己的想法 也无需什么防范的手段 每个人的想法 都是一种无形器 但境界越高之人 本身就有莫大的灵长 师弟有说过 心思缜密 或者境界较高之人 是无法推算出这些人的想法的 但莫真身为什么团长 好像是个很聪明的人吧 因为他能在宁斯戴着戒指的时候 都能准确交流 所以 七天为什么又能看起来 能得知莫真的想法呢 自己的感知路线 在七天的思维中已经很清楚了 是因为接触太久了吗 或者是宁斯曾经认为是系统的那颗黑球 为什么那时并不是第一时间出现 算了 不想这些了 或者说 不管想什么 七天似乎总能推测出来 或者能无形中引导自己思考什么 宁斯轻轻摇了摇头 目光落在了赤吉身上取出的这两把兵器上 能够从赤吉这样的存在身上取出的兵器 必定是绝世神兵 其坚固程度 甚至可能连核弹级别的威力都无法破坏 然而 中涌现出一个念头 随后 赤吉将兵器收回 将其重新插入体内进行融合 跟随而来 莫真目睹了这一幕 都被赤吉那如同真正生灵般的机械动作所震撼 一时之间陷入了沉默 与此同时 闭目养神的七天还是清晰的分析出宁斯的想法 宁斯的目光 紧紧锁定在赤吉的动作上 只见他从庞大的身躯中 绿甲不断融合 缓缓抽出了一把加长狙击枪 这把狙击枪的尺寸之大 远超曾经以往在游戏中的体验 他的外观华丽 金属质感的外壳 闪耀着冷冽的光芒 而那接近两米的炮管 更是直击宁斯心脏 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 这简直就是神迹 太帅了 久久无法平定思绪 结果拿在手中 分量非常重 宁斯也是堪堪拿起 如果是普通人 根本拿不起来 尽管无法确定 赤吉的构造物质是什么 但宁斯推测 赤吉的密度理论上 应该远远超过普通物质数个等级 否则他无法在长阳那种 能够摧毁一切能量的爆发中 幸存下来 然而 但细细感受 这把质量 或许仅仅应该只比钢铁重上几倍 赤吉随即贴心地递给了几颗子弹 墨绿色的外表 口径非常大 以至于一只手 才能勉强握住两颗 最后还是七天教宁斯如何装弹 机械般的卡壳 清脆的上膛声 简直爱不失手 宁斯将一只脚 稳稳地踏在腾晕者的危险上 一个防止掉下去的夹板侧臂部分 架起接近三四余米的狙击枪 这把超长的金属武器 与它完全不相匹配的体型 显得极不协调 一款与狙击枪所融合的绿芒背镜 看向绿芒背镜中的灰绿世界 不知如何描述 确实有着放大功能 准心也如同死亡的红点 那么 有效射程有多远 宁斯问着 几十余里 七天轻声道 什么 宁斯回想着 这完全跟前世的枪械 不是一个概念了吧 记得曾经一般狙击枪的射程 因型号和口径而异 其有效射程 可以从几百米到几千里不等 例如 中等口径的狙击步枪的有效射程 一般为八百米左右 而稍大口径的 338马格南口径狙击步枪的有效射程 大约为一千五百米 但是这只能算作 这斥击狙击枪的单位 突然意识到 那这把狙击枪的后座力 不得非常巨大 等会不得把自己崩飞 尽管宁斯力气不小 但物理学上的原理告诉自己 一瞬间的爆发力 可能会超出他与巨剑之间的摩擦力 导致失去平衡 想了想 并没有学着电影里那样 直接架在身上 反而卡在围闲上 握得远远的 如此庞大的武器 必然伴随着强大的后座力 反而感觉等会一枪开出 自己小命也不保 七天这时打断宁斯的想法 可以说 没有太多后座力 虽然无法理解 怎么做到的 震惊片刻后 那这就放心了 宁斯想着曾经熟悉的瞄准方法 闭上一只眼睛 瞄准看着 嘟嘟 嘟嘟 报告 这里是胡元龙 长阳秘境 没有道路的条件 极为恶劣 尽管已经推进了百余里的路程 但即使是山脉巨人 在这艰苦的环境中 也承受着巨大的消耗 即将磨损过在 幸好还能转接到宗门 没想到是宗主处接过 这里是慕容仙 怎么了 报告宗主 部队前进遭遇困难了 云标太远了 根本抵达不了 怀真拿过汇报 议会大殿众人 开始整理资料 放到宗主面前 有序地放置在宗主面前的桌案上 一位副手接过 好的 那就正好 需要怀真副官 你们在那边建立连接点 腾云者已经被暂时征用 而我们从其他城调动的巨检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到达你们所在地 报告完毕 嘟嘟 嘟嘟 巨大的涡轮运转器停止 信号消失 怀真拿着资料计算着 腾云者没来吗 此刻 这位青年拿起资料 开始向众人汇报 根据团长与各个队长的分析 认为 尽管天下大乱 但目前确实是最佳的时机 此外 那场爆炸 已经彻底改变了 徜徉秘境的格局 将其范围清晰地划分开来 经过一致的讨论 我们决定 必须立即进军并占领 民凤临城边界 至徜徉秘境毁灭区域的范围 现在 我提议开始进行投票 议会的氛围 庄重而盛大 每一张投票 都代表着对未来的重大决策 随着青年的话音落下 议会大殿内的灯光 似乎变得更加明亮 映照着每一位高层人士 严肃的面容 他们手中的投票器 闪烁着光芒 代表着他们即将做出的决定 大殿的穹顶上 精美的壁画和雕塑 仿佛在见证着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而四周的墙壁上 历代先贤的画像 似乎也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整个议会大殿 充满了庄严与期待 等待着投票结果的揭晓 在飞行的高空 腾云者之中 宁斯直接瞄准了 能看清最远处 大概有十几里的天边一处山头 七天缓缓地移了一下宁斯的枪口 射近一点的 毕竟子弹我还有用 并且你也打不准 没办法 好在目前腾云者 并非行驶在几万米的高空之中 大约几百米几千米的离地飞行 有时遇见高山 还是平行相过 目睹山点美色 宁斯这次瞄准了 约为近千米的一个山头的巨数 虽然身躯百米高 但在这个距离看过去 也不过近蚂蚁般大小 一枪开出 巨大的轰鸣声 如同前世火车的撞击 虽做好了准备 还是差点被吓到 的确并没有太多的后座力 但一瞬间的颤动 差点把宁斯失去平衡 虎口隐隐作痛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即便是远如近千米 也能清晰地看到 一枪的威力 将山头一侧的地底 炸得粉碎 烟尘如同狂风般 肆意横扫 呼 好像威力好大 宁斯凝视地看着 连计算着的墨针 都未知侧目 就是准头有点差劲 对于那颗突出的巨数 差了一大截 随后又看到一处 山峰上的明显巨石 碰 然而宁斯尝试了近十几次射击 却连一次都没有 命中明显的目标 只能说 这只是在尝试 破坏土石的威力 宁斯注意到 莫珍一直注视着自己 便低声自语道 这枪的精准度 似乎有点问题啊 但七天并没有回应 被人一直盯着 有点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又来了 前方山峰一棵古树 不过摆杖 刚好 宁斯心中默念 随即抬枪瞄准 莫珍这一刻 都在跟着宁斯一番屏息 一枪轰出 巨大的轰鸣声 能明显看见气流滑过 什么也没打中 哎呀 宁斯发出一声叹息 莫珍观察着宁斯的瞄准 发现他的准心 确实差强人意 心中暗自计算着宁斯的姿势 意识到 在飞船移动的不稳定状态下 他的瞄准 并没有达到最佳效果 并且根本没有对准 不可能达到 需要击中的物体 不完了 不完了 宁斯说着 还给斥急 随后 宁斯陷入了沉思 思考着这枪械 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 尽管已经是谈了十多次 但似乎并没有感受到 火药的气味 这是七天打断宁斯的想法 缓缓解释着 狙击枪内 巧妙地融入了 小型激发推进阵法 使得射出的子弹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弹药 而是经过阵法加持的 推进式子弹 这种子弹在发射时 数道叠加阵法会瞬间激活 为子弹赋予额外的动能 使得其飞行速度和穿透力 都远超寻常 枪管内部 可有复杂的符纹 这些符纹 如同流动的血脉 连接着枪管与子弹 使得每一发子弹 在射出时 都能获得阵法的能量加持 并且 里面搭载的反推进阵法 导致并没有太强的推进力 有效地吸收射击时 产生的后座力 增加枪械结构的损耗与振动 枪托部分 则是由一种神秘的木料制成 这种木料不仅坚固耐用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吸收枪械发射时的振动 同时嵌入了小型的减震阵法 这些阵法 能够将后座力 分散到枪身的各个部分 提高射击的稳定性 此外 枪托上 还镶嵌着一颗散发着微光的宝石 这个宝石 不仅是枪械的装饰 更是阵法的一部分核心 当然记得 是拿天命到运的时候 某位强者送的 为枪械提供 维持源源不断的能量 确保阵法的基础运作 这便是这盏狙击枪的原理 七天似乎不仅是说给宁斯听的 连墨针都在一旁仔细分析着 挥手是一下人记录下来 不过宁斯显然都挺迷糊了 或许是内视师姐的影响 突然 然后内心想到 这玩意都能造出来 脑子只剩下加强版RPG 炮管可以 但导弹需要一个一个 都加上竖法或者阵法 不显得有点大才小用 七天都似乎沉默了片刻 宁斯想着 这居然也行 那要是有一把无敌的未来科技武器 这个世界不说横着走 也能 然后又想到一些什么激光枪 强力电磁炮 粒子光束 定向脉冲破坏死光 天气毁灭激光 恒星次元炮 时空撕裂气 听到宁斯的想法 七天沉默了好一会 也许神也不是万能的 宁斯回复 不行吗 我还有很多没想出来呢 七天稳定着自己的心神 缓缓开口说道 怎么可能凭空捏造这种能量 如此庞大的物质 并且 你不觉得 手上拿的世界毁灭炮 会连自己也炸霉吗 宁斯又突然想到 对哦 是需要给自己上点保护 那 那个战甲等等 目前 我可以推算出一些外骨骼装置 仅仅只能增加你的一些基础性能 甚至不如 给你一台坦克 至于像钢铁侠那样的小型人形装置 想要达到你所幻想的那种程度 对你自己懦弱的本身 有几个无法实现的难点 在长阳秘境中 你遇到的那些机甲 它们的操控者 本身就是高转灵修者 而你神兵 对于核心运行 只是作为辅助手段 实际上 不如将你置于一个庞大的机甲身躯中 你的操控明显多余 最后 宁斯迎来了曾经基础之士的一顿洗礼 几日后 巨大的船舰穿越高山 驶入云海之中 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仙境 吓人的声音响起 前方即将进入云流区域 请大人保持稳定 抓紧扶手 这壮观而连绵不断地自然骑警 即使观赏一万次 也依旧让人感到震撼 每一次目睹 这宏伟不断的世界奇观 都让人感到无比震撼 藤云者上 斜靠在沙滩以上的宁斯 接过了仆人地上的水果 轻咬一口 顿感一股无形的灵力 在口中绽放 甘甜而不觉腻味 清爽宜人 他缓缓合上双眼 沉醉于这独特灵果 带来的美妙滋味之中 光芒透过稀疏的云层 沐浴着这个玄幻世界的阳光 阵法减弱后 无尽的大风穿透吹来 发出悦耳的哗哗声 像是大自然的摇篮曲 修炼了一会刀法的宁斯 因为尝试 想动用本身那一丝 木形入境的玄妙灵力 导致难度急剧加大 并且还没什么提升 在灵法的基础上 想要提升一丝威力难度 都是巨大 仅仅修炼了几个时辰 就已感觉自己坚持不住了 宁斯就开始躺下 享受就应该在每一刻 现在连修习普通刀法 都学得精疲力竭 更不要说高深莫测的灵法 正常人怎么可能 无时无刻都在坚持 师爹 你说你懂得那么多 修仙有捷径吗 你现在不就是在走捷径吗 七天说道 宁斯想着被操控着的入境 的确根本没有需要 像书籍记载那样 自己去用丹药熔炼 呃 那有更快更强的方法吗 你这么厉害 有办法能让我很快地 修炼完灵法吗 七天淡然道 有 但我不知道 给你灌入了思想 你还是不是曾经的你了 呃 听起来好像有危险 当然有 毕竟没有人走过得路 只分为成功跟失败两种概率 并且 你现在的意识 也不足支撑太长久的记忆 看着天地间 尽管勤王 却飘洒着细雨 仿佛万物都在接受世界的甘露 有趣 有趣啊 这个是剑 宁斯不禁感叹 吓人恭敬地说道 两位大人 天浪风戒即将抵达 戒 是玉天皇朝定义 比成大数倍的区域中心 但由于池云宗 属于附属宗门 而池云先宗管理的池云静 也可称之为 玉天皇朝的池云戒 因此 他并不具备 在自己庞大的区域之下 使用戒这一名称的资格 但实际上 池云宗的许多大城规模 都超过皇朝的戒城 并且一般的戒狱之主 根本不如池云先宗势力之大 站在高耸的平台上 目光远眺 视线所及之处 没有山巒的阻挡 一片开阔的边际 展现在眼前 这座宏伟的封界中心 似乎建立在一个辽阔的平原之上 远程计算好停靠费用 随后进入庞大的机械城场地 让宁斯陌生 却有无比熟悉的感觉 走吧 我们下去看看这个地方 两侧原来明显岁月痕迹 凸显出的坚韧 显然这片机械城停靠站 已经不知道建立了多少岁月 目前 腾云者因为所谓的燃料耗尽 而需要停靠 所以需要在此处补充能量 由于腾云者并未完全依靠气流运行 类比于前世的飞机 它的能量消耗非常巨大 因此 在天浪风界进行补充和休整的时间 至少需要一天 并且 宁斯按照自己的构想 询问过墨真 为什么没有研究飞行那种运行方式 比如异形设计 使得空气在机翼上下表面流动速度不同 根据伯努力原理 上表面流速快 压力低 下表面流速慢 压力高 从而产生向上的升力 使飞机能够升空 曾经乘坐师姐的穿梭者 就有用到这一点原理 但是据见航天 基本没见到这一类型 然而 墨真的回答 让宁斯震惊了许久 在这个世界里 灵修者能够掌控灵法 如果航天器的起飞 依赖于环境因素 在能掌握磁场 灵长和风力等等的灵修者面前 航天器可能会瞬间失去控制 甚至坠毁 根本得不到一丝保障 因此 这种依赖环境因素的飞行理论 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 宁斯不禁感到疑惑 难道这才是世界的真相 困扰他已久的问题 也找到了答案 不过墨真也不知 七天来这为何 此刻 七天已经换上了宗门准备的 最高规格的云袍 其贴身程度 仿佛是量身定制一般 显然宗门在他们到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两人乘坐着附属舰 豪华王架下舰 原名全者附属舰 持云宗独自研究试用广泛 属于腾云者 主舰的小型机舱 一般运用于数人队伍近距离探索 通常考虑到高效的空间利用 和快速的发射能力 所以都设计及其实用 安全普通 但失地可不会乘坐这种 所以 让下人改造成豪华的巡游舰 为了更显身份 更是让下人撞刻了阵纹 镶嵌临时消耗 如同天地自然能量 绽放出云流气息 势急的解放兵形态跟随在后 逐渐靠近如小山般庞大的身躯 还有墨真和其他护卫 也紧随其后 队伍的前方 是由精锐护卫组成的阵列 他们身着统一的白甲 步调整齐滑衣 风气 随着一声令下 巨大的云旗随风招展 宁慈看着这一幕 就跟皇帝下来视察般 隐约记得宗主说过 要低调吧 然而 这数百人的护卫队伍 黑压压地向前推进 仿佛在示意旁人让路 唯恐这里的人不知道 有大人物即将到来 齐天曾经说过 出行必须要有强者的身份 这让跟随在后的墨真 也感到有些无奈 离开亭靠机械区后 无数人目睹了这如此强大的气场 有人低声议论 这是高层来巡视了吗 都猜测 这可能是皇朝的哪位重要人物 驾龄 甚至连戒卫君 也迅速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戒主 生怕有任何疏忽怠慢 当有人参拜时 齐天试一下人发放 玉天超作为赏赐 使得沿途的贫困民众 纷纷跪地叩手 带着敬畏的 看着这只庄严的队伍 宁思从莫真处火熄 当下皇朝局势 波绝云鬼 内部暗流涌动 致使普通人 生存倍加艰难 甚至借成 亦有众多贫困之名 云护卫们 逐一向人们分发钱财 莫真虽然内心波涛汹涌 但强忍着不表露出来 因为这发的都是宗门的钱财 队伍在人潮汹涌的 封界中心行径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关注 时间不断消逝 此刻 在长阳秘境的边缘 那片被毁灭力量侵蚀的区域 破云剑犹如一把利剑 刺破了天际的阴霾 缓缓降落 情的轰鸣声渐渐平息 仿佛连空气都随之凝固 随着破云剑的停稳 剑身打开 众多人员走下 他们中有身着战甲的战士 有携带法器的修饰 还有负责后勤的人员 山长老等高层 虽早已通过情报 得知了这里的情况 但当他们真正踏上这片土地 亲眼目睹 那被毁灭力量撕裂的大地时 仍旧无法抑制心中的错愕 前方 曾经的繁华与生机 早已不复存在 只剩下无边无际断壁残垣 和焦黑的土地 仿佛是末日的景象 然而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 诸多人员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分工明确 组织人员搭建起临时的根据地 他们的动作熟练而迅速 仿佛已经构建过无数次 停靠战争机器 设置防御阵法 准备物资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最终定格在长唇身上 他沉声吩咐道 长唇 你们在这里负责护卫 是 留下几位长老和四位真传弟子 以及众多的工作人员 被安排留在了毁灭区域的边缘 负责守卫和支援工作 确保营地的安全 为深入毁灭区域的强者们 提供必要的信息 其他所有强者进入毁灭区域 在他们身后 一头巨大的云兽 缓缓升起 他的身躯庞大 云雾缭绕 同时 几家飞行器械也紧随其后 他们的引擎轰鸣 滑破长空 不知过了多久 持云宗众人 终于抵达了毁灭区域的诡异中心 这里的灵场 如同被撕裂的布匹 混乱而无序 强大的压力 让每个人都不得不停下脚步 稳住心神 那头巨大的云兽 已然化作了人形 成为一个肌肉囚结的大汉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与外表不相符的智慧和深邃 已经感应到 北云守物镇云标的方位 话语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 在一阵短暂的停顿之后 他仿佛在心中计算着什么 声音缓缓道 这里并不是最佳的前进方位 随后众人换方位绕行 时间如同沙漏中的沙里 悄然滑落 当众人终于抵达一道宽阔的河流时 他们才再次停下脚步 河流的水面平静无波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 谁也不知道 他的深处隐藏着什么 一行人没有犹豫 他们缓步踏入河流 水花轻轻溅起 仿佛是这片死寂之地中唯一的生机 他们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河流的曲线中 留下的 只有一串串涟漪 静静地诉说着他们的到来 我总觉得 似乎有人已经在我们之前到达过这里 一人低声说道 另一人点了点头 回应道 确实 并且没有任何掩饰的痕迹 话语中带着一丝深思 依靠着云法同源的力量 池云中的队伍 已经抵达了一片浓雾弥漫的区域 这里的雾气 浓密得几乎无法失误 给人一种无处不在的压迫感 到了 众人在雾场周围 仔细观察了许久 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一人指着一处痕迹说道 这看起来 有点像是木门的灵法造成的 这么说 木门的人已经先行进入了这片区域 另一人推测道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惊讶 接着 他们又发现了 许多地面被庞大物体翻腾而过的迹象 大家有没有发现 居然没有任何奇特的物品 一人问道 他的目光在地面和物体中搜索着 在远处探寻的几人 突然发现了 曾经有一条直达中心的道路 尽管他已经被环境逐渐融合 但那被吞噬过的场景 依然无法完全掩盖 看来有人先行一步 把这里的物品都偷走了 山长老沉声说道 他的语气中带着遗憾和无奈 随后又补充问道 准备好了吗 还是先行拯救北云手吧 可 众人回应道 话语中透露出对任务的紧迫感 人不能太多 按照计划 那山长老跟物师进入吧 一人提议道 他的话语中带着对对物安全的考虑 众人点了点头 山长老与物师并肩踏入浓物之中 他们的身影随后在雾气若隐若现中消失 仿佛融入了这片神秘的环境 由于两人掌握着同源的灵法 且拥有北云手留下的解密之法 他们在这片充满诡异灵法的区域中行走 几乎可以无视大部分潜在的危险 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搜寻着 不敢有丝毫大意 在这片被灵场扭曲的地带 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探查 山玉书突然停下脚步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严肃 这里有人闯入过 雾师微微点头 回应道 确实 他们并没有隐藏自己的身形 不过 看起来 他们似乎是被逼走了 这痕迹 与外面发现的木门派痕迹 非常相似 山玉书却摇了摇头 他的目光深邃 仿佛能洞察这片大地的秘密 不 在这大地之下 有东西闯入过 雾师闭上眼睛 细细感应周围的灵场 片刻后 他睁开双眼 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是掌握了大地能力的人 按理说 大地加上这里的灵场 应该更难以进入才对 山玉书沉生道 貌似是直接强行破开进入的 雾师沉思片刻 说道 他们是为了偷取禁忌之物而来的吗 不过 我们现在还是先找到北云守妖警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默契地继续前行 他们的身影 在雾气中渐行渐远 留下的是一串思索的足迹 和这片被诡异灵法笼罩的神秘之地 一条粗壮的云带 突然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中 他如同一条白色的巨龙 蜿蜒于雾气之间 转点云标出现了 我们快要到达目的地了 山长老的声音中 透露出一丝期待 时间在他们的脚步中 悄然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终于看见 密集的云石体出现在前方 他们如同一个个神秘的符号 标志着北云守的位置 他们小心翼翼地 穿过这些云石体 有惊无险地找到了他们此行的目标 是 北云守 两人有惊无险 迅速地找到了北云守 使用宁云法 悟师提议道 两人开始运用灵法 不断地聚拢周围的云雾 凝聚往中心内处剧烈的能量 随着能量核心的急剧汇聚 一道人形 逐渐在云雾中显现 正是北云守 嗨嗨 饿北云守的喉咙 发出一阵低沉 而沙哑的咳嗽声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着一般 他的声音 虽然微弱得如同风中的残烛 但逐渐恢复了气息 山长老迅速施展出灵法 只见一团淡淡的雾气 从他手中涌现出来 如薄砂般轻柔地覆盖在北云守身上 随着北云守的呼吸 逐渐平稳下来 他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然而 当他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时 语气却突然间变得异常沉重 那 那位外门弟子可知道了 山长老微微皱起眉头 眼神中闪过一抹忧虑之色 他轻轻点了点头 回答道 已经知晓了 宗门自会妥善处理此事 得到回答 北云守感到一阵释然 结案 云守 勿施打断了他的话 两人都知道 北云守想询问跟来的同门的下落 但在这样的威力之下 他们怎么可能还能存活 甚至可能连灰烬都没有剩下 这时 守在云场外围的池云宗强者 突然感受到 一股震撼天地的剑芒 能量波动 横扫过整个中心区域 那股力量之强大 仿佛能够穿透一切 仿佛是破晓的第一缕阳光 短暂地驱散了黑暗和迷雾 剑祖 心中不禁泛弃这样的疑问 因为只有传说中的剑祖 才能拥有如此惊人的剑气 天浪封剑 主界成 当一位穿着正装的女子走向的队伍 手中紧握着麦克风 在他身后 两位工作人员 手持类似摄像机的设备 像站在前方的护卫 礼貌地询问 您好 我可以采访一下尊贵的大人吗 听到声音 宁死转头看向远处那一幕 也不由自主地说出 这 这是记者 护卫正准备将他驱逐 但七天挥手示意 莫真传达指令 那几个记者 可以进行采访 莫真说道 随后 几人被允许进入前方 在他们开始介绍自己之前 莫真指示的普通婢女突然说道 只能仰视 记者们显然感到意外 但还是礼貌地回应 明白了 我是裴莫 我们来自天行记录台 请问阁下尊称 莫真传递完七天的意思 此时已不敢再作声 然后 他向手下示意 一条消息 被迅速传回宗门 这时 慕容仙接收后 查看了一会儿 惊呼出声 什么 周围的人都听到宗主的惊叫 也感到了一阵疑惑 宗主将信息递给了其他人 你们自己看看吧 接着 他们打开了天行记录台 他们观看着七天 接受采访的场景 一时间无人说话 即使是那些 原本还在密切关注 徜徉秘境进展的长老们 也纷纷转过头来 目不转睛地观看着这一幕 别看我 我可是准确无误地传达了信息 慕容仙打破了沉默 然后又说着 这么公然 莫真也不来一下 旁边的人回应道 宗主 七天毕竟是我们所有人都分析不出的一类 莫队长能够不被引导着走 或许都已经不错了 那这样不就是 再向皇朝透露 我们池云宗 有重大行动吗 众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气氛凝重 看着屏幕上 七天缓缓开口 池云仙门最高级别 外出特使 池云宗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谁给他封了这什么奇怪的职位 女记者显然被这一声名震惊了 十大宗门最高级别特使 虽然不是很相信 但也正准备继续提问 却被七天打断 拍摄的角度需45度 由于七天并未起身 摄影几乎需要跪下 才能达到要求 不错 这样才能最完美地展现我的形象 那请问特使阁下 您是因为什么来到玉天皇朝的封建呢 记者礼貌地提问 七天想了一会 看风景 听说这里风景不错 感谢特使阁下 接受我们的提问 根据我们收集的信息 长阳秘境 似乎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导致我们人族的许多前辈 在那里受伤 众多强者纷纷前往参与救援 有传言称 那里不仅有巨大的危机 还隐藏着大纪元 因此 也吸引了不少不法之徒 特使阁下 您不去吗 记者裴莫恭敬地询问 是吗 我刚从那里出来 七天淡然地开口 看着这一幕的人都沉默不语 显然没想到 七天这样回答 记者跟进着问道 那特使阁下 可有遭遇到了那场灾难 遇到了 据说那场灾难的威力非常强大 特使阁下 是否也受到了伤害 他一边回忆着 事先收集的资料 一般般吧 没什么事 甚至有些事例的青年弟子 在观看风界的天行记录台时 了解到宗门内部的消息 得知连自家宗门的长老 都在那场灾难中陨落 不禁发声 现在天行记录台的内容 越来越离谱了吧 他们是从哪里找来的演员 有人忍不住质疑道 在这个世界 曾经稳定存在的磁场 已经不复存在 城镇之类的外面 也没有建立电线杆 而那些能够实时传输视频 和通讯的设备 如手机是极其稀有的 石云宗有一种独特的灵法 所以 基本通讯比各个势力都要强大 玉天皇朝 虽然也有自己的通讯体系 但由于版图辽阔 比过去世界的星球 还要大上许多倍 因此 通讯设备的接收距离 可能仅限于一介之地 这意味着 有些小宗门的弟子 甚至从未见过手机这样的物品 普通人更没有了 而一些小势力 或者二流宗门 有的则在广场上 设置了一块巨大的屏幕 不仅能够展示宗门之外的新闻和事件 接触一些宗门之外记录的事情 不至于弟子只懂修炼 还为弟子们提供了一个 在修炼之余 放松心情的场所 所以电视台 记者这一类 在这个世界 也占据一定重要体系 天行记录台 作为玉天皇朝境内 最权威的电视台 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同时 它的记者团队 活跃在各个角落 记录和报道 各种重大事件 当前 徜徉秘境的事件 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热点 许多记者 尤其是那些资源有限的记者 为了挖掘出独家新闻 不惜冒着风险 前往徜徉秘境 但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 他们只能通过录像设备 记录下一段段画面 然后 将这些片段 逐步传回玉天境内 断断续续的报道 与此同时 其他正在直播的记者 并没有太多新鲜的直播内容 他们的报道 往往缺乏新意 然而 当封界出现了如此显赫的人物 并且愿意接受采访时 这无疑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记录事件 也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 尽管有许多普通人 对于这一幕表示怀疑 但许多强者 却从中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虽然智囊团团长莫真在很多事里都有记录 但戴着面具 隐藏了自己的面容 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不过那些 护卫所散发出灵修的气息 绝非普通事例所能拥有 在立权殿内 神主审视着相关资料 语气中透露出惊讶 池云宗的藤云者 他原本对于这个事件并不感兴趣 但由于七天的张扬行为 下属们进行了深入调查 结果证实了 七天确实是池云宗的特使 神主不经沉思 不露出真容 也就罢了 但竟然直接上了电视 在皇朝内部局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任何势力的强者前来 都会受到密切关注 不禁自问 他到底来做什么 竟然如此大胆 吩咐下人道 将此人也列为关注目标 让戒城时刻关注 是 我们该前往哪里 莫真询问着 七天向前扫视一眼 就去那座最高的第一史城 看着繁华的戒道上 曾经冥思认为的修仙世界 都会穿着古代长袍 两边古实建筑 但现实却是 这里的繁华程度 与曾经所认为的世界中心相比 也不成多让 刚刚那不是 有好几处吃东西的地方 宁思问道 七天想了许久 有出乎我计算之外的事情 你咋知道 可能是你说的第六感吧 现在七天讲的词语 让宁思感觉 他才是从曾经世界穿越而来的 此刻 一位身穿黑袍的人 站在石城的制高点 用眼角的余光 扫视过这只庞大的队伍 尽管只是匆匆一瞥 但总觉得 似乎自己才是被暗中观察的对象 注意到 队伍正朝着这石城方向行进 最终不知何故 独自走下楼梯 刚出大门 就迎面遇上了七天和宁思 本以为 不过只是 一次偶然地擦肩而过 却被七天挡住了去路 等下 七天的声音 让黑袍人惊讶住了一瞬 黑袍人突然想动手 但是被斥击轰进石城内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然后重重地砸在地上 砸翻了周围的诸多座椅 一时间 翻杂声不断 惊得周围的达光贵人都不明所以 露出黑袍下的面容 竟然是位女子 连众多在这身份显赫的时刻 都错愕不明所以 一瞬间 整个石城紧张气氛 顿时弥漫开来 身后的众多云味迅速行动 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将那女子围了起来 然而 女子被踢飞的位置 恰好落在了封建 借主之子的身旁 当即让她吓了一跳 虽然身旁的护卫已拦住 仍不由地吃惊 竟然如此大胆 竟敢在戒城里 公然动手 声音中带着一丝愤怒 和不可置信 这可是戒城 如果发生危险 或许短短几夕 就立刻会有戒位前来处理 然而更吃惊的是那女子 心中不由的震撼 自己不仅会莫名其妙地擦肩而过 身为组织的训练 不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 并且仿佛无法躲避地踢飞了自己 云味的剑 早已架到了她的脖梗上 看着逐渐抬升的云雾 甚至还有人在布置阵法 防止逃脱 看着那位楚楚可怜的女子 封戒少主岑兴安 本打算命令手下 阻止这些不法之徒的行径 然而 身旁的管家 及时阻止了她 少主 您不了解当前的形势 不宜介入 我们应先行离开 岑兴安的怒火 瞬间被点燃 她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 自己可是戒主之子 身份尊贵 地位显赫 平日里 她可以低调行事 但今日之事 分明是在她的地盘上撒野 最终 在管家的示意下 护卫们强行将她带离了现场 时辰的掌柜 急忙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尽管心中怒火中烧 她还是尽力保持冷静 看到这么多护卫聚集在此 意识到 这绝非寻常事理 她轻声询问 这位阁下 能否告知 发生了何事 她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紧张 但还是试图保持礼貌 在戒程中 我们是禁止任何形式地打斗的 如果继续这样 戒位将会介入 临死站在一旁 感到困惑不解 本以为是来享受美食的 没想到 却目睹了这一幕 仔细观察那位女子 她的美貌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普通人一眼 就能分辨出她的非凡之处 尽管身着看似普通的黑袍 但那光滑无暇的脸庞 绝非普通凡人所能拥有 然后看见女子 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正常兵形态的斥急 直接过去 一把抓住女子的脖子 将她举了起来 七天示意莫真 拿出池云中的特领 一股云流气息 瞬间扩散开来 池云宗的特使 莫真语气严肃地宣布 随后补充道 闲杂人等散开 周围的众人心中虽然不满 但池云宗 作为国家十大宗门之一 其威名远波 不过并不是在其直属领地 居然其特使的形式风格 也如此霸道 那特令所散发出的云流气息 尽管众人未曾亲眼见过 却能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权威和力量 让人不敢小觑 而此时 那些人肆意妄为 少主会有借位官 前来处理此事 管家冷静地回应 没有多做解释 十大宗门的顶级令牌 其权威几乎等同于半个宗主 虽然他们并不清楚 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在这个结果眼上 不参与其中 是最明智的选择 七天命令道 只要最顶层的房间 石城掌柜急忙上前解释 当然 顶层的尊贵房间 已经有人预定了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们腾出来 啊 石城的侍从恭敬地回应 这恐怕我们无法做到 但我们可以为您免费 提供上等的房间 不 你们有的 七天不容置疑的语气 随后示意下人带路 站在升降梯 进入最顶层的楼层 环步走进走廊 无形的支柱 与天空没有遮挡的视野 头顶的星空 仿佛触手可及 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 封界城的繁华美景 一览无余 在石城的最顶层 掌柜亲自为众人 打开了高达几张的店门 女子随即被斥急一把扔入 店内布置简单 仅有坐垫 以凳 极小暗机 别无床破 此外 还有一直运行的灵阵 以珍惜之物 炼化灵气 使店内之人 感到舒适宜人 这样的布置 显然是为了适应 那些不需要睡眠 来恢复精力的高深修仙者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样的房间 是难以承担的奢华 女子感到自己 被一种无形的束缚所困 仿佛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无力挣脱 什么也不说吗 也对 女子紧咬着红唇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恐惧 为了赶时间 我只能这样了 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不适 不知道你能否承受 七天的声音低沉 她单手轻轻按在女子的额头上 周围的气息 似乎在悄然变化 女子感受到了某种异样 不禁脱口而出 你在做什么 整个店内似乎都在震动 突然间 被七天抓住的女子 开始大声尖叫 她的身体疯狂地挣扎 双手胡乱地抓着 但她的头颅 却被七天牢牢地控制住 无法摆脱 七天的气场顿时变化 大量的气息 无形般扩散 朝四周天空疯狂涌出 天地似乎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 虽然还未到夜晚 但方圆千百里之内 整个百万人口的界城中心 都仿佛被一层薄雾笼罩 使得今天的夜晚 似乎提前降临 灯火阑珊的夜界 忙碌的建场 以及那些欣赏风水的众人 都疑惑地抬头望向了 这突如其来的异象 随着天地间 最后一缕光线的消失 夜幕如同一块 巨大的黑色绸缎 缓缓地覆盖了整个世界 于公府邸被笼罩在黑暗中 只有那股神秘的气息 在府邸中涌动 仿佛在预示着 即将到来的风暴 家主于公问 此刻正坐在书房中 他的目光 穿透了昏暗的光线 凝视着窗外的夜色 他的心中 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 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这股气息强大而神秘 似乎在召唤着他 让他无法抗拒 手中的茶杯 不够巴掌大小 却承载着 于公问的全部思绪 他轻轻一饮而尽 茶水的清香 在口中回旋 却无法掩盖 那股逐渐增强的气息 突然间 一股强大的能量 从府邸的地下喷涌而出 如同火山爆发般的力量 撕裂了夜的宁静 笼罩了整个于公府邸 于公问的心中 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 但同时 他也感到了一丝惊恐 因为这股气息太过锋芒 他不属于这个世界 如同一颗跳动的心脏 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于公问站起身来 他的身影 在书房中投下长长的影子 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知道 他必须面对这股力量 揭开他的秘密 无论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他缓缓地走向府邸的中心 府邸的中心 是一片被精心打理的花园 花园的中央 有一座古老的石碑 石碑上刻着古老的符纹 这些符纹在夜色中 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于公问站在石碑前 他的手轻轻触摸着那些符纹 整片大地开始颤抖展开 同一时刻 封界的强者们 也感觉到了天地间的昏暗 夹杂着不同寻常的气息 心中涌起一股不安 心中充满了疑惑 这是封界的夜色中 戒主的府邸显得格外庄严肃母 府邸的建筑风格古朴而典雅 每一砖一瓦 都透露出岁月的沉淀 在封界戒主府中 戒主也感觉到了这一动静 他的目光转向了府邸的深处 他沉声问道 有人掌握了道运 是的 经过探查 貌似是于公家族在封界的府邸 一位下人恭敬地回应道 于公家吗 戒主沉吟着 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应该掌握有普通的道运 不奇怪 于公家族在御天皇朝 都属于强大的势力 拥有一些特殊的道运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 下人却摇了摇头 神情严肃地说道 不 戒主于公家族 不有强大的阵法 弱小的道运气息 根本不会传出来 这次传出的气息如此强大 显然非同小可 戒主听后 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意识到 这股气息 可能预示着于公家族中 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 立刻下令道 那速速报给皇朝 此事非同小可 必须让皇朝知晓 是 下人立刻领命 迅速离去 准备将这一消息 传递给皇朝 于公家族府邸 在这一刻 仿佛被撕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处伤痕 强横的气息 从裂口喷涌而出 如同一条巨龙苏醒后的咆哮 震撼着整个封界 成 于公问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惊讶和不安 他的目光 紧紧盯着那道裂口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 轻跃至地面 他的身影 如同一道闪电 瞬间出现在了于公问的面前 周身散发着无法安放的道运气息 于公问看着于公城 震惊之余 心中也涌起一股无奈 沉默了片刻 然后缓缓开口 完了 失策了 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懊悔和自责 这样的道运 绝对被发现了 这股强大的气息 不仅震撼了整个封界 也必然引起了皇朝的注意 这股力量的出现 已经超出了掌控的范围 如同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引爆 不知多远的御天皇朝中心 力全殿内 一双睁开幽光的双眼 这双眼睛的主人 是御天皇朝的神主 一位拥有无上权力和智慧的统治者 这么快就掌握了 神主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对这个气息感到有些意外 多年前的皇集天命道运 在被盗取之际 留下了一丝隐秘的后手 尽管这丝后手 可能并无实质性作用 但令人惊讶的是 那盗取盗运之人 竟然没有选择逃往境外之地炼化 竟敢敢如此明目张胆地 在御天之下 一瞬间 神主周身散发出磅礴的气息 仿佛一股无形的威压 让整个大殿的气氛 都变得凝重起来 大殿两侧 不知道多少普通宫镜的战力 他们的身影 在昏暗的宫殿中若隐若现 宛如一群无声的守卫 神主悠悠地问道 真是不让人安心 方向在哪 声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旁人迅速汇报道 这其中最大嫌疑便是封建 借主传来消息 于公家出现了强大的道运气息 神主沉默了许久 他的眼神在昏暗的大殿中 闪烁着幽光 仿佛在思考着 如何应对这一变故 终于 他开口了 是这个方向 立刻去派人 把于公家封锁起来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决心和果断 不容任何质疑 旁人犹豫了一下 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已经通知借主了 不过可能做不到 于公家现任家主于公问 极箭便在哪 借主根本不是对手 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和忧虑 又补充道 并且已通知 现阵守于止观的速落大人前往 不过极箭或许现在就已逃走 神主陷入了一阵沉默之中 他的眼神深邃 仿佛在思考着某种重大的决策 周围的气氛 因他的沉默而变得压抑 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站在一旁的下人 似乎洞察到了神主的心思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神主 封界的民众众多 若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 恐怕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 神主站起身来 金色与黑色交织蟒袍 头戴玉冠 思虑许久 不必 宇洛那家伙 也根本没把握 让他继续留守 开启跃迁本主 亲自去一趟 他挥了挥手 示意下人准备 随后 转身走向大殿的深处 大殿深处的一扇神秘大门 缓缓打开 门后是一条深邃的通道 通道的尽头 是一片光芒闪烁的空间 神主走进通道 他的身影 逐渐被光芒吞噬 消失在了玉天皇朝的大殿中 他的离去 仿佛带走了大殿中 所有的气息和生机 留下了一片寂静和冷清 天下之土莫非玉天 玉天之下 皆为王臣 普天之下 皆是玉冥 玉冥之上 唯尊玉皇 天浪封建 皇朝的紧急信息 迅速传回了戒主府 戒主在收到消息的那一刻 脸色瞬间变得凝重 透露出内心的震撼和不安 皇集天命道运 戒主深知 以封界的力量 根本无法与鱼公问 急剑抗衡 他深吸一口气 不行 就算打不过 也要拦住他们 通知下去 所有人 立刻围住于公家族 戒主的命令 迅速传遍戒府 每一个听到这个命令的人 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戒主心中 也是充满了无奈和委屈 暗自咒骂 鱼公老弟啊 你们抢到这种道运 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 恋化不好 非要在这风口浪尖上 引起事端 不久之后 戒卫们迅速行动起来 如同一张巨大的网 将封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牢牢封锁 界内所有能够调动的军队 都纷纷赶往 鱼公家族 在封界的那座巨大釜底 他们的脚步声 和盔甲的碰撞声 在寂静的夜晚中回荡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从远处看去 黑压压的一片 仿佛是一片移动的乌云 遮天蔽日 不同的部队 各自占据着有力的位置 封锁着封界的各个要道 和关键节点 尽管他们的阵型各不相同 但都显得训练有素 整齐华一 然而 实力较为薄弱的界位们 仅仅能够在外围远处 他们无法参与到 这种级别强者的战斗中 对于这种层次的强者交锋 一般人如同炮灰般 微不足道 鱼公的府邸 占地广阔 其规模之庞大 宛如一座独立的大地 一股无形的气息 如同潮水般 汹涌澎湃 他在广阔的区域内 肆意奔腾 仿佛要将一切吞噬 鱼公成洋溢着 难以抑制的激动 我做到了 父亲 我已经可以逐渐融合了 然而 鱼公问的反应 却出乎意料 他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怎么会如此之快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随后问道 成 你怎么做到的 按理说 你不是还需要 一年左右的时间吗 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急切 显然这个意外的进展 打乱了他的预期 原本 为了在封界驻留 以便更轻易地得到补充资源 他们的计划是稳步推进 不曾想鱼公成 提前掌握了天命道运 这一变化 让所有的计划 都显得不再重要 鱼公成激动地回答 他的声音中 充满了兴奋和自豪 我感觉到了强大的童元气息 就在那一瞬间 我感觉道运的流动 极其快速 仿佛是命运之门 在我面前敞开 他的眼神闪烁着光芒 仿佛看到了无尽的可能 鱼公问抬头 看着已经逐渐落幕的黑天 眼中闪过一丝沉思 道运级别的气息 声音低沉 透露出深深的震撼 我现在感觉 逐渐掌握黄极道运了 不 我感觉更强 鱼公成兴奋地补充着 他的身体周围 似乎有一股微弱的波动 那是道运的力量 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他 然而 一旁的鱼公问 却在不断地思考 透露出一丝忧虑 似乎在心中反复权衡着什么 最后决然道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撤离 玉天皇朝可能要来人了 紧迫之意非常明显 鱼公成听后 父亲 怕什么 在这封界之中 难道还有你的对手吗 放眼整个玉天皇朝 恐怕也没几个人能是你的对手 而且 我现在已经是皇级道运的掌握者 我们完全有资格封王 向皇朝要求封地 鱼公问却打断了他的话 不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吸收的天命道运 更是牵扯到了皇朝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机密 现在的天下局势 岌岌可危 神主恐怕会亲自动手来夺回这份道运 虽然不一定有用 但也不会流落在外 我并非他的对手 我们必须立刻离开 鱼公成也思绪片刻 没事 封界作为玉天皇朝一处边缘一界 其旁边就是无尽的黑暗鬼灵 并且封界界主的能力被我天生克制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的离去 鱼公问却说道 在这一刻 七天的身影在大殿中投下长长的影子 看来一切还在计算之中 他轻轻地将女子放在一旁 然后转向莫真和其他人 淡然吩咐道 看好他 我出去一会 说完 踩着赤极变化巨龙 他的身躯逐渐庞大 鳞片在光芒下 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赤极展开了他的翅膀 强大的气息在空气中激荡 掀起了一阵狂风 在一阵轰鸣声中 巨龙的利爪撕裂了屋顶 他的身体如同一道绿色的闪电 冲破了顶层大殿的束缚 消失 留下了大殿内一片狼藉 破碎的瓦砾和散落的装饰品 铺满了地面 跟宁斯和莫真等赤云宗众人 站在那里 脸上写满了迷茫和困惑 他们对刚刚发生的一切 感到不知所措 那位女子则躺在一旁 她的状态 显得有些混乱 似乎失去了意识 昏迷不醒 虽然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还是让下人叫了位女仆来照顾这人 尽管大殿的破坏 看起来相当严重 但凭借着十大宗门的身份 只要愿意 缴阔威严的鱼公府邸 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 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 紧紧地束缚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鱼公问 早已遣散府邸所有人 准备带着鱼公城离开 但看着面前几位星域上将 他淡然地开口问道 借主没有亲自前来吗 一位带头前来的星域上将 沉声回应 鱼公问 你涉嫌盗取皇朝天命盗运 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走一趟 鱼公问却淡然一笑 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哦 若是不呢 好像你们没有资格审问我吧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挑衅和自信 仿佛对于即将到来的对峙 毫不在意 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了一阵寒意 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因为即将面对的是鱼公问 这位被称为极剑的超然势力家主 一位星域上将从怀中取出一张黄册 其上流转着火金色的日盐气息 象征着皇朝的权威和力量宣告着 鱼公问 你们家族已被皇朝剔除出超然势力 并且这是皇朝的法旨 然而 鱼公问并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星域上将 落在了更远的地方 风与阵法没有发动吗 鱼公问自顾说道 也是 对于自己这样的强者来说 这屏障几乎形同虚设 动用他们反而会增加封界普通护卫的危险 与各种威能外物的偏移 话音刚落 一股强大的气势突然从鱼公问的体内爆发出来 这一刻 风势在府底中剧烈甩动 仿佛被他的气势所激荡 鱼公问准备立即离开 而鱼公成 凭借他自身的灵修境界和天命道运 两人离开封界显然轻而易举 气氛在这一刻骤然紧张 仿佛空气都凝固了 随后迅速释放出几道锐利的剑芒 他们如同磨灭一切的光芒 瞬间爆发 逼退了前来阻拦的星域上将 就要急速离去 就在此刻 很抱歉 两位 恐怕 你们得稍等片刻了 一个冷漠的声音突然响起 随着这声音的落下 一道遮天蔽日的黑幕 如同夜幕降临一般 席卷了整个天空 原本不过昏暗的天地 变得越来越暗 在这黑暗之中 一头庞大的巨龙腾空而起 他的身躯在空中翻滚 带着猛烈的撞击力 直冲向鱼公问和鱼公成所在的地方 烟尘四起 伴随着巨龙的每一次挥动翅膀 都带起一阵狂风暴雨 烟尘随着巨龙的冲击而四散 当尘埃逐渐落定 一道青年的身影 缓缓地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面容冷峻 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 仿佛他就是这片黑暗的主宰 无尽的黑幕继续扩散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 都吞噬在他的阴影之下 整个天地 都被这无尽的黑暗所笼罩 一切都显得那么压抑和不安 被阻拦退路的鱼公问 看着这一幕 灵境 覆盖整个封界中心的黑天 消息很快被传回皇朝 神主大人 黑天重现 封界黑天的讯息 如同惊雷般传入皇朝 打断了神主大人 即将进行的跃迁仪式 神主大人 据情报 能量场极其强大 经过对比 这黑天就是 曾在长阳秘境中 因禁忌果实而覆盖过 您若前往 恐怕难以匹敌 旁人在巨大的压力下 声音颤抖地说道 神主大人闻言 脸色骤变 怒气冲天 什么 当前天下局势 动荡不安 神主大人 您作为皇朝的顶梁柱 若因此而受伤 那对皇朝而言 将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旁人急忙解释 语气中充满了忧虑 神主大人 若非万不得已 启动灵面抹除计划 才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如今 只有您这样的强者 屹立不倒 皇朝的秩序和安宁 才能得以维持 尽管在长阳秘境中 受到极大的限制 玉天皇朝的传讯手段 极为不便 但根据众多势力 派遣救援回强者传递的信息显示 天命道运 是一位身着 类似池云宗门服侍的青年所夺取 那些势力 并未提供确切的详细信息 根据皇朝队伍的报告 他们仍在搜寻失踪的灵物 目前 皇朝唯一救回的经验 重伤昏迷 尚未恢复意识 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确认 但根据现有的线索和推测 事实已经接近了真相 根据戒主传来的消息 通过戒城的监视 我们发现 造成黑天现象的 正是那位迟云宗的特使 旁人稍作停顿 随后接过侍从递来的资料 继续汇报 最终 在旁人的劫力劝说下 分析情况后 神主大人决定返回力劝殿 那么 就让记者动用新转能源 与迟云宗主取得联系 询问他 究竟想干什么 神主吩咐道 旁人回道 是 嘟嘟嘟 宗主 玉天皇朝的神主 谁 神主 好 接吧 喂 神主大人 有何贵干哪 慕容先语调轻松地询问 经过神主旁人的汇报 所以 池云宗宗主 关于您的特使的行为 以及天命道运的禁忌果实 是否由贵宗所引发 目前各大势力 都已经在搜集情报 另外 还有你们特使 江燕主重伤这件事 怎么可能呢 我们池云仙门 总是以何为贵 那个七天特使啊 慕容先含糊其词地回应着 同时打眼神向旁边的人 询问具体状况 徜徉秘境天命道运处 由禁忌物引发的毁灭灾难 莫真就曾向七天询问过 同时根据宁斯的回答 是一位叫慕真人所为 经过一番调查 最终这一事实 可能确实是慕门所为 七天也没必要回答假话 尽管七天可能在事件中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只要不承认 众多势力 也难以采取行动 不过根据七天波澜不惊的回答所说 似乎将皇朝的燕主 造成了重伤 甚至解剖了他的身体后 将其丢弃 虽然过程痛苦不堪 不过并不重要 那时候没死就行 最终 燕主因为重伤 而被禁忌果实炸死 反正不是迟云宗干的 在那个玉天辉煌的时代 燕主凭借一己之力 几乎击败了迟云宗的所有强者 以至于迟云宗 不得不向皇朝屈服 迟云宗早看他不爽很久了 在这样的机缘争夺中 既不如人而受伤 总是不可避免的吗 然而 燕主存活了无数岁月 他必定预留了 某种复活的后手 不过 实力必然会有所下降 慕容仙并未直接回应皇朝的问题 所以啊 神主你们吃饭了没有 根据旁人的汇报 由于封界的大黑天现象 戒主必然留了很多后手 可以沟通皇朝 但莫贞他们的灵法 可没什么用 还如此支援 目前 池云宗对于封界发生的事情 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 莫贞还是留下了信息 智囊团为了不被听见 拿着板子写下 根据莫贞留下的信息 我们的策略是 不要准确地回答 据文封界中心 出现了皇籍天命道运 我们只需回答 七天特使 正在协助皇朝处理此事即可 慕容仙接过板子 目光扫过上面的文字 眉头微微一条 似乎在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慕容仙宗主 请回答我们询问的问题 神主拿过传讯 语气中 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坚定 慕容仙装作有些困惑 故意打岔 啊 特使啊 话说你们那里 是不是出现不法分子了 是 神主的回答 简短而严肃 那他可能看你们 戒程发生危险了 正在帮你们解决问题呢 慕容仙似乎在 试图淡化问题的严重性 神主沉默了片刻 显然对慕容仙的回答 并不满意 但又似乎在权衡着什么 似乎在努力 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缓缓开口 那么 现在池云宗都已经 可以管理上皇朝 再给慕容仙 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慕容仙并未立即回答 神主的问题 而是短暂的停顿 似乎在深思熟虑 如何回应 心中暗想 神主有本事 就去把七天灭了 就不会在这传讯过来 现在的局势 已经不是往昔了 因为可能都已经 被皇朝关注 莫真曾向七天明确表示 让他不要在封建民处 公然杀人 以免无法向皇朝交代 因此 慕容仙推断 如果七天遵守了这一承诺 他就不太可能 公然破坏戒程 现在也不是跟皇朝翻脸的时候 慕容仙的声音再次响起 神主 我们持云宗 向来以和平为宗旨 特使的行为 我相信 是为了维护戒程的安宁 协助封戒主 至于其他细节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神主听出了慕容仙话语 知道再追问下去 也不会有更多收获 神吸了一口气 准备结束了这次通话 随着通讯的结束 神主陷入了沉思问到旁人 如何 或许持云宗宗主 现在也不知道 那位突然出现的特使在干什么 旁人回道 这样的强者 不至于我们从来没见到过 也根本没有他之前的信息 就像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神主长叹一声 目光穿透立拳垫的穹顶 投向那遥不可及的高空 在那里 一颗璀璨如太阳的烈日 悬挂于天际 如同一位永恒的守护者 这颗烈日 见证了玉天皇朝 传承无数岁月的历史 然而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刻 皇朝真的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吗 如果七天与渔公两人会打得两败俱伤 神主问道 不 显然不可能 旁人回答 此刻 封界于公府底内 无论是渔公问 还是皇朝的新玉上将们 全都异常的冷静 因为这隔绝天地的黑幕 让他们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 至少这片地方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强者 七天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抛出了代表池云宗特使身份的令牌 冷声道 你们的实力太弱了 这两个人 就由池云宗来处理 新玉上将迅速将情报传回皇朝 不久便收到了回复 命令他们撤退并保持观察 因为几人的实力 显然不足以对于公家主构成威胁 石云宗的特使阁下 请多加小心 新玉上将向远处的外围军团 下达了继续后撤的指令 在这样的强者对决中 战斗的破坏力 无疑是惊人的 紧接着 一道强大的攻击 横跨天地目流 直奔于公问而来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于公成出现在于公问的面前 挡下了一击 于公问正欲开口询问 却被于公成打断 父亲 您没事 这个人交给我来对付 七天只是微微一笑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 我们之间的差距 于公问 眉头微皱 他并不认识这位青年 也不清楚对方的来历 他上前一步 礼貌地问道 阁下 您这是何意 在下似乎并不认识您 而且 您看起来并非皇朝之人 现在并不是与强者产生冲突的时候 什么 于公问大怒 如此荒唐的行为 直接上来要人性命 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吗 此刻于公成 也已然怒不可遏 空气中弥漫着撕裂的感觉 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威压 整个于公府邸 开始摇摇欲坠 仿佛随时都会崩塌 在没有明确界限 划分的情况下 于公成掌握皇级道运 并且完美融入 发生异变 现在谁也不知道 他的实力有多强 面对这样的情况 某些威力 应该已经远远在自己之上 于公问便点头示意 小心 伴随着于公成长剑的急速拔出 争鸣一声 一道剑光 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天地如同被撕碎般 未能让远在极里外的心域上 将为之震惊 但是 不断破碎的天地 在接近七天那一刻止住 七天轻轻捏住 那巨大粉碎天地的剑芒 细细感受了一会 淡淡地说道 掌握了天命道运 融合灵法 也并不如你们所谓的剑祖墙吗 剑祖 两人听到 心中沉默 难道跟剑道最强的剑祖对战过吗 没想到如此轻易地化解 似乎感觉不堪一击 虽然张狂的话语异常愤怒 于公问似乎看清了实力 及时问道 是有人花了大价钱 买了于公成性命吗 在下于公家族都可以给 并且 现在皇朝围堵 皇朝肯定已经派遇将以上之人过来了 虽然统计的情报天浪风界 以及附近界 目前根本没有强者 但眼前 这位不就是吗 很多事人算 终究不如天算 不 都不是 单纯他的命有用 话语让两人的眼神逐渐冰冷起来 这是不死不休了 脚下的巨龙此刻缓缓变化 那冠绝天的赤白王座成形拔高 封界内的 于公府底里的各种珍稀草木倒塌 大黑天下 一道道绿雾 从封界地面下 破土而出 七天坐下 并没有亲自动手的想法 阁下是真不给我们活路了 于公问说道 不 你们还是有活路 打败我 刹那间 七天的话语刚刚落下 他们两人已经如同演练了无数变般 无数的剑光 如同流星般闪烁着轰击而来 然而 这些剑光 却连一丝风势都没有撼动到七天身前的一分一毫 一位银白绿翼赤极人形机甲 手持双剑 挡在了七天的身前 于公父子两人随后默契地急速杀来 他们的动作如同两道银色的闪电 划破空气 每一剑都带着震耳欲聋的雷声 仿佛能撕裂天际 他们的剑气纵横交错 威势肆虐 整个战场都被他们的剑气所笼罩 空气中弥漫着金属胶明和剑气切割的声音 银白绿翼赤极人形机甲的双剑 与于公父子的剑法交织在一起 每一次剑锋的碰撞都激发出耀眼的火花 整个战场仿佛都被他们的剑气所震撼 随即不断的战斗爆发 借主护卫军已经疯狂调动黑幕下的剑鸣 到边缘地带避险 剑法玄妙莫测 每一剑都蕴含着催山烈石的力量 剑锋锁过之处 空间似乎都被切割开来 留下一道道漆黑的裂缝 但被斥及双剑一招一式地轻松挡下 如同王座的守卫 纵使两人竭尽所能 也不能前进一分一毫 七天冷眼的俯视两人 如同看待微不足道的楼一般 很多事情总需要尝试 才会认清差距 阁下 真要如此 僵持了一会 似乎连眼前之人面前 这奇特的傀儡都无法突破 于公问回坐着最后的问道 剑并不回答 在下可要动用灵雾了 并没有回答的七天 似乎冷漠地诉说着 你的所有底牌 都根本上不了台面 两人的心照不宣 于公称 顿时如同伤痕遍布全身 身体出现一道道血线 大喝一声 撕裂的空间 道运与灵法的结合 这一刻的威势 已然达到了极致 哪怕相隔极远的建筑 这时也开始一步步地崩塌 大黑天下的大地 都出现了十字裂缝 喷涌的撕裂感 让那不属于界内 仿佛十分坚固的黑暗绿植 也开始碎裂 赤白战甲 威然地迎上了这一击 仿佛持续地伤痕般 在那手中的长剑 传出巨大刺耳的撕拉声 最终巨响地传遍 白鸣地散去 显然挡下了这一击 不错 于公问立刻拉上 伤痕遍布的工程 迅速逃离 一张卡片的飞来 天空又一次产生了巨响 这次的爆炸 产生的范围极大 大地的悲鸣 在封建内的建筑 顿时粉碎 连不知多远处 借卫军组织的安全地带 都被淹没波及 仿佛世界都被轰开 感受到巨大的爆炸 于公问急速地逃离 但看着天地 依然被笼罩的黑天 居然有如此稳定的灵境 不由地惊呼失声 怎么可能 一道破空声传来 长约几十里的漆黑长藤 叠加着灵石诡异 洞穿了两人 随后 被一点又一点的 急速拖拽回去 于公问口吐鲜血 虽然丧失大部分灵修能力 但基础体制还在这 不至于死亡 可是于公城 却并没有过高的领转 本身为了那一击重伤 现在估计 已经离死不远 这样的戏耍 玩味的愚弄 仿佛为了嘲笑两人 这样不自量力的蝼蚁 看着似乎丧失气息的于公城 悲伤地喊出 成儿 自己谋划如此之久 没想到 今天要迎来这样的结局 随后 看着于公城 被拖拽着 进入一个巨大的天地熔炉中 里面传来各种轰鸣声 压榨出的大量白气 宣泄着黑暗的天地 似乎察觉到了思绪的明智 七天淡然道 他还没死 如果你回答我的问题 还可以放你们一条命 于公问听到这话 心中短暂地燃起了一丝希望 但很快 这丝希望 就像被冷水浇灭的火苗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已经活了无数岁月 深知人心险恶 这样的承诺 在他听来 更像是一种操控情绪的把戏 我的话语 难道真的如此无力吗 七天补充着 于公问 心中涌起一股悲凉 绝望地问道 你想要问些什么 似乎也想探明 为何会对自己二人如此决绝 不留一丝余地 七天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 好了 别再装目作样了 你难道不是 也曾经对无数无辜的生命 视若无睹吗 难道你会对罗尼的死亡 感到一丝怜悯吗 在生命的尽头 你竟然只关心这种虚伪的气氛 收起你的面具吧 你以为你的言语 能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吗 于公问的心中涌起一股绝望 但笑一声 仿佛在自嘲自己的处境 当年大黑天事件中 是否曾有一块 与众不同的天命道运坠落 七天说完 随后冷漠地注视着 听到这句话时 于公问眼中闪过一丝 无法察觉的寒芒 无论自己是否知道答案 都需要仔细斟酌 如果答案有意义 或许还有利用价值 保有一丝生存的希望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于公成并没有死 七天的目光深邃 仿佛能洞察一切 继续补充着 只要你如实回答 我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并且会把你儿子的命还给你 尽管他将失去那股道运的力量 你应该明白 你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于公问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能够从一个已经与天命道运融合的人身上 剥离这种力量 这怎么可能 他深知 要剥夺一个人与道运的融合 至少需要将他的全身 连同血液都彻底榨干 才可能勉强领悟到一丝道运的力量 这又有什么用呢 而于公成 他又怎么可能还存活 于公问的嘴唇微微颤动 他刚想开口 但七天的话语 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让他的话语戛然而止 你只有一次机会 于公问抬起头 他努力抬起头 看向那双黑眸 一双如同是神 从不会骗蝼蚁的眼神 好 于公问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决绝 人总是需要一丝希望 七天静默地微笑 于公问缓缓地开始讲述 在那个时刻 确实出现了许多奇异的光芒 其中有一块巨大的 破碎的黑芒世界碎片 他坠入了欲天境内 至于其他细节 我并不清楚 当时有许多人接触了那块碎片 但我相信最终是真王拿到了他 而他隶属于皇朝 声音逐渐低沉 仿佛在回忆那段尘封的往事 每一个字都像是在 揭开一个深藏的秘密 听完 随后于公成被丢出 于公问的目光 紧紧地锁定在那个身体上 绿液体充斥进去 但至少还有生命的迹象 虽然不明白 于公成是如何被维持在生死边缘的 也不知道 这是否还是他所熟悉的那个于公成 然而 对方没有理由欺骗自己 毕竟 即使丢出一具尸体 自己也无法改变什么 带上于公成 转身想离去 等下 欺天突然说到 这一道声音 让于公问惊一片刻 闪过无数思绪 别多想了 把你留着这座釜底宝库的钥匙拿来 于公问没有迟疑 身向剑翘 从中抽出一柄精致的小剑 这把小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以惊人的速度 飞来被斥急握住 七天几道黑雾打散过去 他们在空中散开 如同夜色中的幽灵 于公问感应道 却并没有防备住 看着若有若无的雾气 心中暗道 持云踪云法吗 我会对外宣布 你们两人已经死了 七天回道 多谢 于公问抱拳 随后急速地带着于公成飞离 看着一条黑雾的指引 在黑天的一处冲破 离开封界域中心 徜徉秘境 这时 在毁灭区域的外围 安全范围 持云根据地内 已经感觉到 有许多来自不同势力的强者 悄然抵达 他们的到来 像是一股暗流 悄无声息地涌动着 一些势力 是为了救援自家被困的强者 而另一些势力的到来 则是为了探究 是否有机会 在这场混乱中 分得一杯羹 随着越来越多的强者汇聚 这片毁灭造成寂静的区域 开始充满了暗流涌动的紧张气氛 不过看来 是要让所有人都要失望了 在这片被神秘力量笼罩的灵境之中 诸多强者 包括那些早在池云宗之前 便已抵达此地的势力 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没有跟外界的交流 面对着这股令人窒息的压力 他们都在苦苦寻找着 可能存在的机缘 然而 当众人满怀期待地聚集在一起 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所有的遗物都不翼而飞 一种无形的力量 似乎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怎么会这样 有人惊呼出声 我们历经千辛万苦 难道就为了这样一个结果 有些东西是不应该被毁灭的 有人低声谜南 就在众人陷入混乱之际 经过交流与探查 所有人都感觉到 到处都有一股浓郁的生命气息弥漫开来 那气息中夹杂着天幕的道运 让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这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震惊地问道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 怎么可能还有 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存在 建筑 可能目前唯一一位 抗住这股毁灭能量的强者 此刻已经从这场毁灭的灾难中 逐渐恢复过来 凝视着那股力量 不禁喃喃自语 是那位被移为 池云宗弟子的青年 他也掌握了 某种强大的灵修保命大树吗 经过无数强者的不懈努力 哪怕你是一颗星球 都被彻底搜寻了一遍 这片区域 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最终发现了 在这片焦土 一个惊人的存在 一个巨大的天坑 这天坑深邃无比 如同深渊 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它的周围 弥漫着一种 让人心计的能量波动 越来越多闻讯而来的强者 都汇聚在这大坑前 站在这个巨大的坑洞前 目光中充满了好奇和敬畏 然而 从天坑中散发出的威能 即便是这些站在巅峰的强者 也在这股未知的威能面前 感到了一丝忌惮 天浪封建 占据超十万平方米 如同巨大宫殿的鱼宫府邸 七天感受意识的逐渐清晰 眼神一宁 这就是皇集天命道运黄泉 整片巨大的府邸开始开裂 一条长约吉里的大地裂缝展开 府邸其中最大的 还是地底魅不够躁 看着地底庞大的世界 赤吉带着七天缓缓进入 鱼宫地底 还有着一些死位 与整个府邸共存亡 但看见这无尽的绿海涌进来 就已经知道 无法匹敌 七天也并没有管他们 来到宝库的门前 刻满了复杂的阵纹 这些阵纹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宝库的门 是由一种罕见的灵构制成 表面雕刻着古老的符文 它宛如一头沉睡的巨手 静静地躺在岁月的长河中 随着七天的逐渐靠近 那座巨大的宝库 表面开始微微颤抖 细小的裂缝 开始在宝库的表面蔓延开来 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好 看来已经足够了 随后并没有强行动用外力 打开这座宝库 对于七天或许不过轻而易举 但这样的力量 不仅会对宝库本身造成破坏 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导致整个地底世界的坍塌 多动用无意义的消耗罢了 斥急丢出那把小剑钥匙 这把钥匙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只见钥匙在空中 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准确地插入了大门上的钥匙孔中 钥匙与大门的共鸣 瞬间产生 一阵阵玄妙的波动 从钥匙上散发出来 钥匙的大门缓缓打开 七天看着里面的一切 这里必然不会有灵物等特殊物品 而是存放着超然势力 渔公家族历经无数岁月积累下来 而庞大到无法移动的能源 但足够了 七天需要的也是这个 七天的目光落在了一条河流上 这条河流与众不同 它的水流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流动着 仿佛是天地间的能量 在这里汇聚 奔腾 河水激荡起层层波浪 泛着悠悠的光泽 宛如一条镶嵌在宝库中的璀璨项链 这便是急流吗 绿海波动中 一位如同管家般的存在被卷来 他身穿黑袍 面无表情 眼神冷漠 这是一位死卫 忠诚而不可动摇的仆从 但对于皇朝的顶尖势力强者来说 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存在 七天淡淡地吩咐道 去找一枚雨晨入境丹药 然后 你们解放了 见到打开宝库的信武 他只是简单地回应了一个字 是 不久之后 那位下人 递来一盒透明匣子 里面如同水流般流转 一颗圆形丹药 静静在里面散发光芒 势集收下后 整个宝库 突然被无尽的绿海所充满 他们仿佛拥有自己的意识 迅速扩散开来 填满了宝库的每一个角落 这股绿海的力量强大无比 他如同巨兽张开大口 将宝库中 蕴藏的所有能源 一扫而空 紧接着 大地开始剧烈震动 仿佛虚空被撕裂一般 黑流汹涌而出 宛如深渊中的暗流 七天站在这个黑海之上 黑流如同喷涌的水柱一般 不断地向空中升腾 涌向无尽的黑天 封建 介于中心黑天消失 但并非是消散 而是仿佛携带着什么能量 形成了一道道 急速旋转的漩涡 这股黑物流的移动速度极快 仿佛是被某种 强大的力量所牵引 他们在空中 划过一道道黑色的轨迹 朝着一个目的地 疯狂地远遁而去 直至消失在远方的天际 原地黑海持续地扩展着 蔓延而过机械区 将一切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 最终涌到了停泊的腾云者前 七天大人 留守的云味恭敬地回答 但七天并没有回答 他们也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 大量的黑海 与各种物质 融合进了腾云者 飞船的表面 开始发生变化 似乎在吸收着这些外来物质 而内部的结构 也在悄然中发生着调整 仿佛正在对腾云者 进行某种深层次的改造 长阳秘境 禁忌果实 毁灭区域天坑处 深渊的黑暗 深邃的令人心计 那不仅仅是普通的黑暗 更是一种充满了能量冲突的黑暗 即使它们拥有在黑暗中失误的能力 也难以穿透这层厚重的帷幕 但能量的波动 如同无形的屏障 阻断了所有强者的视线 众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探索深渊 他们召唤出各种光源 有的如同火源跌落 有的如同一颗颗流星 滑破夜空 坠落深渊 企图照亮那漆黑的深处 然而 这些光源 在接触到深渊的瞬间 就像被无形的距离挤压 瞬间熄灭 连一点微弱的光芒都未能留下 接着 它们释放出一些飞行重兽的 这些飞兽 在黑暗中灵活穿行 但一旦进入深渊 就仿佛被吞噬了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人释放出几具小型的机械装置 它们如同微型的探测器 悄无声息地飞入深渊 试图收集更多的信息 然而 即使是这些无意识的机械 也未能抵抗深渊中的神秘力量 一个个失去了联系 消失在黑暗中 看样子 下面的能量充斥异常强大 有人说着 深渊的神秘和危险 让所有强者都感到了极大难度 尽管深渊的黑暗与能量冲突 让人难以捉摸 一位身披长袍的强者 踏前一步 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仿佛能够穿透 那无尽的黑暗 他沉声说道 但我清晰地感觉到 我的宗门至宝 就在其中 那是我宗传承已久的宝物 它的气息我绝不会认错 随着他的话语落下 其他强者 也纷纷闭上了双眼 他们开始感应四周的灵气波动 片刻之后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 惊疑不定的表情 每个人似乎都感觉到了 一些微弱的灵物气息 这些气息从深渊中缓缓升起 像是隐藏在黑暗中的宝藏 散发着诱人的诱惑 我也感觉到了 另一位强者睁开眼睛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惊喜 下面肯定有着不少的灵物 它们的存在几乎可以肯定 除了那些被严格限制的特殊物品 和禁忌之物 许多珍贵的灵物 似乎都仿佛消失不见 看来都被拖入了此处 若是那东西 能动用我们的灵物呢 突然一人说道 众人突然想到 是了 不仅拥有巨大的能量 若能动用灵物 鬼知道这些活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怪物 都带了些什么灵物 前来抢夺天命盗狱 开始意识到 这个深渊 可能比他们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其中隐藏的秘密 或许不是他们能够 轻易揭开的 还是先把这周围区域 封锁起来吧 一位强者提议道 经过探查 这处深渊 已经达到灵面顶点了 如果想从地底逃走 不仅要对抗坚固的大地 耗费无数的能量 得不偿失 还会被众人感知到 最好的方法 就是突围所有人 所以 下面的东西 一直在这等待着什么呢 众人都沉默着 在这场突如其来 竞技果实毁灭中 剑祖凭借其超越 无数强者的抵御 并未受到重创 他的气息 依旧沉稳强大 那些盗取之物 在感受到剑祖的气息后 似乎都默契地绕开了他 剑祖的剑狱灵物等宝物 也并未被掠夺 就算受到重创 也不一定能抢走 反而不慌不忙的 后援势力强者 带来的信息 让剑祖惊一不定 我们走 这趟浑水不参与了 剑祖吩咐着旁人 虽然剑祖安然无恙 但他全凭自身实力 硬抗了禁忌果实 一起前来的同盟 可大多都没护住 已经损失严重 就在这一刻 一股令人窒息的昏暗黑雾 突然席卷而来 铺天盖地 仿佛要吞噬一切光明 众人立刻警觉起来 他们相互交换着疑惑的眼神 是谁施展了灵法 随着黑雾的蔓延 他们感觉到 周围的光线 开始变得暗淡 在这股不寻常的气息中 剑祖的声音突然响起 带着一丝震惊和不确定 不对 这气息 有点像耐人的灵法 它的声音中 透露出一丝难以置信 仿佛在回忆着 某个强大存在的力量 不过这股黑雾 并没有对众人发起攻击 看着无穷无尽的黑雾 如龙卷般 吸入深渊 有人问道 我们能阻止它吗 尽管他们并不清楚 这股力量的来源和目的 但大量能量的涌入 绝非好事 只有少数几位强者 尝试使用灵法进行阻拦 或是燃烧了一部分黑雾 但大部分的黑雾 仍然不受控制地 涌向深渊 此刻 灵场的压力依然巨大 尽管许多强者 所施展的保命大树产生的环境 因为被人救出 已经在逐渐消亡 但仍然残留着 大量的不确定能量 这些能量 在灵场中游荡 给现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如果动用灵法 后续只能凭借自身恢复 面对瞬息万变强者的战斗 显然是跟不上的 随后深渊中 突然传来一股撕裂的气息 那股力量强大而原始 仿佛能够撕碎一切 感受到这股气息 无不面露惊骇 纷纷后退了几步 以臂气锋芒 发生了什么 有人惊呼出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所有人都感到了 事态的严重性 陷入了僵持之中 在这股气息的压迫下 众强者开始仔细感受 周围的能量波动 终于有人开口打破了沉默 带着一丝颤动 这真是另一种道运的气息吗 所有人都被这股气息的 强大所震慑 震撼人心的独家报道 天浪封建 突现神秘现象 据内部人士透露 长阳秘境 在遭遇毁灭性灾难时 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奇异景象 陪莫在采访完七天后 意外获得了一笔丰厚的资金 计划离开介域中心 追寻更多引人注目的新闻线索 去寻找更多大新闻 然而 在他准备启程之际 却意外碰巧目睹了 这一不同寻常的黑天 被暂困天浪风界中心 让摄影师迅速拿起摄影机 记录这里一幕 黑天消失后 想将这段视频被上传上去之时 却意外遭到了天行记录台的封锁 并且被禁止传播 这段视频的内容被严格保密 并被禁止对外发布视频 黑天消失 但天空的气息伴随多余的黑海 仿佛衍生出一道道裂缝 由黑海裂痕构成的海洋中 赤极如同一位巨大的游者 以惊人的速度穿梭其间 急速地赶回 拼 碰 死啦 刚逐渐在修的石城顶层大殿 一阵剧烈的震动再次发生 又被开了一道口子 七天出现 天地的裂缝 逐渐蔓延到顶层内点 赤极庞大的身影出现 走吧 风景还没看呢 七天缓缓说道 宁斯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醒 他揉了揉眼睛 显然还未完全清醒 什么 风景 困惑地望向窗外 只见天空已经泛起了黎明的曙光 看样子 都已经快到第二天的清晨了 宁斯站上赤极凤形态的背部 明显被改变了很多 便赤极以极快的速度飞行 他也不会感受到剧烈的风压 站在高空中 庞大的风界中心就在脚下 风界中心有许多河流 它们在界城的脉络中流淌 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就像是大地上的泪痕 那我们去哪 风界的景点吧 七天说道 宁斯却不自觉地念了出来 景点 随着他们的对话 天地间开始飘洒起细雨 雨滴在风界的灯光下 闪烁着微光 把这个东西带上吧 七天这时拿出一把精致的小剑 宁斯接过 发现这把剑 还不到自己手掌的一半大小 剑身上闪烁着微弱的银色光芒 疑惑地问着 这是什么 可以当作旅游纪念品吧 七天回答 宁斯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纪念品 总感觉自己思维跟不上师弟 但最后 还是决定将这把小剑 连同弟子令牌的绳子 一同穿过 把它当作手机挂剑 伴随着斥急的急速飞行 离开庞大的天浪风界中心界城 逐渐到了一处地方 据了解 这里是风界境内 一处巨大天然风雨场地 这里的雨连绵不绝 仿佛不会停息般 这片风雨场地 被奇特的力量所塑造 雨水从天而降 形成了一道道连续不断的雨连 仿佛是天空中的瀑布 永不停息的倾向下 雨滴打在地面上的声音 如同大自然的交响乐 给人一种凝静又神秘 现在清晨正是入境修炼的最佳时刻 七天说到 宁斯接过入境丹药 回想之前的入境方法 入境并不复杂 难得只是丹药 吞下后只需全身心的感悟自身灵合 待丹药融合零度 融入零合 被自身所吸纳 运转全身血液 即可入境 随着丹药在宁斯的口中融化 一股暖流 缓缓流入他的灵合 开始与他的灵力融合 零丝闭上眼睛 开始引导这股力量 在体内流转 他的血液 仿佛被这股力量激活 开始在全身循环 每一次循环 都让他的灵力更加精准 境界也在悄然中提升 在入境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 灵力在体内激荡 他的灵合 在丹药的辅助下 逐渐壮大 灵海在体内缓缓形成 灵力的波动 越来越强烈 伴随着七天的操控下 风水场地的天地异象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天地流转 无尽风水 环绕白青巨龙 站在斥急的背上 宁斯抬头望去 只见天空中的雨幕 发生了奇异的倒转 雨滴不再是自上而下 而是自下上的飘洒 看着这倒转的天空之雨 如同旷世美景 心境在这一刻 变得异常平稳 与天地间的灵力 产生了共鸣 就在这一刻 宁斯成功地雨晨入境 玉天皇城 早已得知 飞天消失的众人正在分析 立权殿之中 又一道紧急的信息 打破了沉寂 传令官的声音 带着一丝紧张 他稍作停顿 继续报告 刚收到皇子传来的消息 那人抢夺天命道运时出现过 旁人眉头紧锁 这时才把如此重要的情报传来 想想是皇子还是算了 最终开口 已经确认是天灾及道运 掌握者天目 他并一人对抗所有强者 连剑祖都只有自保 神主沉默许久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我们没有足够的把握 与之抗衡 应该派遣特使去与他沟通 神主沉默片刻 最终点了点头 可 此刻 风水场地 宁思说着 宇晨入境有什么用吗 仔细地感受着周围的气息 宇晨在封界也算极多灵修 所修炼的主流灵和 按照书上的记载 宁思此刻正站在一个宁静的小水潭边 他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放下心神 努力地尝试着 且 几滴无主的雨水 仿佛被他的意志所牵引 缓缓地升了起来 呼 但不久之后 当他放松下来 那些雨水又重新落回了水面 嗯 看起来 宇晨的入境 似乎就最多就只能做到这么回事 没有更多的变化 本以为会有更惊人的效果 这种能力 似乎并不如预期 那般强大 都想说 也太废了吧 当然 还有一些特殊之处 比如 现在细雨纷飞 宁思静静地放空自己的心神 能够逐渐感觉到 周围无处不在的无主水滴 他开始集中精神 发力引导 宁 接着 空中的雨滴 开始按照他的意愿偏移 嗯 就能稍微少零点雨 坚持了一会儿 然后松懈下来 呼 宁思回想着 确实也就这样了 目前的能力 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虽然效果有限 但也不是完全无用 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 和熟练这项能力 至少在小雨中行走时 可以不用撑伞 感到有些无雨 这些能力现在看来 确实有些鸡肋 如果将这些能力 用于战斗 也不是全无用处 嗯 如果能在下雨时 控制得更远一些 站着不动细心操控 就能让对手零更多的雨 当然 这仅对普通人有效 面对灵修者 对方的灵场 会干扰自己的感悟 想要让对方多灵蟹雨 也是难以做到的 宁思陷入了沉默 何止是没用 反而 可能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 甚至是浪费时间 和分散注意力 完全是负面效果 不过总比木形入境强一点 木形目前的入境能力 可能仅限于感知植物的生长状态 比如判断是否需要更多的水分 但这种感知 还并非是绝对的 更加有限 目前来说 灵修的入境 基本没有太大的展现效果 如果对于一般人 仅仅是体能好了很多 走吧 该回去了 七天说道 随后 赤吉带着两人 返回天浪封建 七天从赤吉的身躯中 缓缓取出一件通讯器 这是一部类似手机的通讯设备 可以说是御天皇朝的通讯手机 表面流转着柔和的光芒 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 传讯到莫真 七天说道 将那名女子戴上 返回腾云者 准备起航 此物外表古朴 镶嵌着奇异的宝石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这部通讯设备 不同于前世普通的手机 而是通过一种神秘的技术跟灵法 能够跨越遥远的距离进行通讯 虽然腾云者上 也配备了小型传讯器 但他们的通讯范围有限 在迟云境内 类似手机的通讯设备 如果一城之内沟通 可能并不算太昂贵 因为那里迟云中的灵法太变态了 并且人口也相对集中 能够支撑起较大范围的通讯网络 然而 在御天皇朝 这样的设备 却是无价之宝 因为版图太大 而且还有极多的限制 市集的速度惊人 不多时便抵达了天浪风界界界城的机械区域 宁斯站在那里 目光所及之处 是众多正在修补的区域 显然昨日七天的战斗余波 也对戒程造成了不小的破坏 池云宗的护卫们 也刚刚返回腾云者 根据护卫的报道 莫珍站在腾云者的甲板上 望着这艘已经大变模样的战舰 已经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原本那艘圣洁无比的腾云者 现在却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 现在昏暗绿药纹路 不满整个剑身 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赤极落下 冥思随后跳下 显然对于改变的腾云者 也感到惊奇无比 呃 七特使对他做了什么 腾云者作为为消极战舰 这样的一艘巨舰 耗费的资源 是巨大的 莫珍疑惑地询问着七天 但七天说道 没事 趁现在改造一下 他也快报废了 莫珍沉默了好一会才说道 什么 并不是很理解什么意思 这时 一名护卫快步上前汇报 特使大人 皇朝派来了官员 希望能面见迟云中的特使 七天点头回应 让他们上来 不一会儿 一位身着官府的官员 急匆匆地走上前来 显得有些急切 阁下 特使阁下 显然 他对七天的身份和地位 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 由于被护卫拦住 官员无法靠近 莫珍询问着 有什么事情吗 官员自我介绍道 我是御天皇朝的正义品 高级外交官员 特来询问七天阁下 是否有意成为我御天国的供奉 如果阁下有任何要求 我们都会尽力满足 七天文言 不等莫珍回话 然后说道 是吗 这倒是个有趣的提议 正好 我目前受迟云宗之托 办理一件事情 你去找回来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谈谈 指使着莫珍 然后将一份任务资料 递给了对方查看 林斯心中暗想 这是直接将机密资料 直接交给了对方了吧 不过七天师弟 应该有什么算计吧 官员接过资料 仔细地观看了许久 最终他抬起头 面露难色 这只涉及禁忌之物 七天平静地回应 如果你们能拿到 我或许会考虑 官员显得有些为难 我需要向上级汇报 可 随后 皇朝的官员 和随行几人便离去 莫珍询问着 特使大人 我们该去哪 现在不是有录像了吗 七天让下人地上地图 选了一个地方 莫珍错愕着 难道那人知道去向 特使读懂了人心 不是 一个叫愚公问的人 告诉我的 七天回到 随着巨大的腾云启航 宁斯观看着地图 前往的地方 正是齐王的封地 信息传回 玉天皇朝 此刻 神主在殿内不断地思考 禁忌物去向 他对这件物品 稍微有点头绪 当年偷到池云至宝 如此重大的事 当然玉天皇朝也有记录 可以确定 是玉天皇朝势力所谋划 甚至可能是皇朝高层 但并不知道去向 去查一下 这人去哪了 旁人会报道 报告神主 根据方向 很大可能是齐王的封点 神主突然想到 对了 按照记载来看 仔细算下来 齐王当时的嫌疑最大 不对 他怎么知道的 如果知道 齐王有出手记录 池云宗早就开始调查了 不至于禁忌物 到现在都没有头绪 突然的转变 让神主一惊 眉头紧锁 目光如炬 沉浸在对皇朝 未来命运的深思之中 就在这时 一名侍卫急匆匆地 走进了议事厅 手中紧握着一份紧急传讯 神主 齐王发来紧急信息 侍卫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紧张 神主脸上露出诧异之色 怎么这个时候 突然会有信息 什么事 侍卫恭敬地回答 齐王传讯道 让我们启动灵面抹除 列举了对方 伤害了燕竹与金燕等 皇朝官员一系列重罪 神主闪过一丝不悦 沉生说道 我们皇朝的官员 还轮不到他的侯爷来插手 看来对方 也在监视着动静呢 没想到 这么快就收到信息了 旁人小心翼翼地补充道 神主 派去的那位特使官员 可能是那几位侯王的暗线 所以 神主的眼中 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他打断了旁人的话 没想到 皇朝已经被渗透得如此之深了吗 那刚好 不用理他 把行踪传给池云踪 禁忌物 就是齐王偷的 让他们两败俱伤去吧 旁人点头领命 随后又沉生问道 燕竹的永恒之源 找到没有 找到了 就在金燕身上 已经送去燃烧之地复苏了 旁人回到 这时 在池云踪的议事大殿内 气氛紧张而凝重 智囊团的成员们 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圆桌旁 他们的目光 都集中在中央的投影仪上 上面显示着 皇朝传来的最新信息 根据莫真的信息 经过一番整合 旁人站起身来 向宗主汇报 什么 要直接去断齐王了 听到汇报的慕容仙 差点要跳起来 那他不收集一下证据什么的 旁人又汇报 七天在徜徉秘境的事情 已经被众多事情知识 因为一些强者的被救回 这些事情 已经不再是秘密 毕竟七天 可是真有在长阳秘境 随手干掉了许多强者 池云宗可还顶不住 这些势力的压力 慕容仙慌张地吩咐众人 快 快去宣布 七天已叛逃宗门 抢我宗夺藤云者 反正不是我们池云宗的 众人得知信息 又纷纷奔忙了起来 现在慕容仙这段时间 都不知道 已经在议会大殿多久了 连好好修炼都没有去过 旁人长老高层也说道 他也太高调了吧 我有什么办法 慕容仙摇了摇头 再不解除关系 我都怕他等会去打皇朝了 这时旁人说道 宗主根据莫真传来的计划 七天好像也要去抢皇朝东西 众人沉默片刻 接通现在在天昂风界的藤云者 慕容仙传讯道 莫真 那个藤云者送他了 把禁忌物 铜云日月印拿回来就行 玉天皇朝的五大王侯 真王 齐王 晋王 楚王 韩王 宁念心中默念着 记录玉天皇朝的五位 显赫王侯 他们五位便是在玉天皇朝上 因为极其重大功绩 而划分的五位王侯 管理着皇朝辽阔的封闭 其实力甚至强于一些 十大至高附属宗门 根据莫真所说 因为玉天皇朝 这个庞大帝国的辉煌与动荡 如今的支柱强者 整体实力不如曾经 其中几位心怀叵测的王侯 正在暗中勾结一些附属宗门 对玉天皇朝庞大的资源 蠢蠢欲动 信息怎么样 突然 七天的话语 把正在后方传讯的莫真 吓了一跳 整理情绪 莫真把信息汇报了一下 可 那现在前往封建内的苍羽教堂吧 七天吩咐道 却让莫真疑惑着 怎么了 七天缓缓道 既然皇朝帮我们确认了 等会顺路去把禁忌物拿回来就行 顺路 莫真不由地沉默 听到更改航线 宁思也疑惑着 七天让旁人女子解答着 就是那天被抓住的女子 好像是精神经过了什么洗礼般 她如同被改变了思维 然而 此人隶属于苍羽教 代号为羽衣 已经算作苍羽教比较高级的组织成员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酷 那是她作为杀手 所特有的冷静和无情 明面上 苍羽教是玉天皇朝的一普通教派势力 实际苍羽教不仅是一个邪教 更是一个以暗杀和操纵人心为手段的杀手组织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许多无辜的人 让他们成为他们的棋子 为他们的目的而效力 底下凡是合格的教众都会被羽贺种所控制 吸纳经内部组织 凡是被控制之人 都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回到教廷接受祭祀洗礼 不然 心脏就会被如同万毒穿心般疼痛 直至死亡 我从小就被抓入苍羽教派所管理 亲眼见证了无数人被这种力量所吞噬 成为教派忠诚的仆人 见过最强的只有苍羽主计 我不知道 教主是不是灵秀 宁斯听着羽衣的讲解 表面上 苍羽教其实就类似宗教那样 万物得以和谐共生 人们相信 只要心怀虔诚 向苍羽之主祈求 便能得到指引和庇护 被视为能够带来启示 智慧和洞察力的神灵 指引着他的追随者们 穿越人生的迷雾 找到内心的平和与真理 宁斯心中却充满了疑惑问道 这种独特的修炼体系 似乎能够轻易控制奴隶 为什么不把他们所有教众都控制了 成为教派的忠实工具 莫真经过这些天的了解 也知道宁斯貌似刚来这个世界一样 然后解释着 不 还是有很多缺点的 如果没有洗脑 心不向教派 想叛逃教派 虽然不一定能逃脱苍羽教的掌控 但玉天皇朝 可是天下正宝 只要找到皇朝官员偷偷报信 这些组织都会被遭受到毁灭打击的 宁斯经过深思熟虑后 意识到确实如此 除了那些不顾一切的亡命 而聚集的凶恶之徒 实际上 很多基于不平等 操控人的邪教组织 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即使它们能够控制人的生命 这些天 宁斯根据莫真所提供的 持云宗门一些资料 与莫真的解答 勉强对这个世界 有了些许认知 根据所说 这个世界的天穷之上 有强大灵湿效果 如同一层无形的屏障 笼罩着整个天空 任何物质上升后 都会被挤压着下降 失去一切能量 一切物质 在这里无法产生能量 无法释放出炙热的光芒和热量 火焰不能燃烧 虽然不太理解 但大概意思就是 违背了基础规律 非太高就会短暂休克这样 灵修还会失去所有的能力 的确挺难理解的 享受完日光玉的宁斯 发现七天 现在正在一旁开着手机 不过玉天皇朝的信息 都没有太多特别的 最多的 也就如同那日记者般的记录 看他们天天发的一些新闻记事 随后进入腾云者内部 找莫真去了 莫真这段时间 可给宁斯解答了许多事物 也算半个导师了 腾云者内部的一些仪器与操控 还好没有被改变 仅仅是整体都被附着了黑绿物质 莫真解答 应该是被七天改变了支柱结构 好了 你可以下来了 莫真说道 羽衣从检测台上起身 缓缓下来 检测台跟一张床差不多 不过如同未来科技般 外壳由不知道啥金属材料制成 散发出冷冽的光泽 整体造型简洁而大气 给人一种未来科技的感觉 宁斯看着莫真操控数据 没想到 居然还会这些东西 因为仓宇教的这种修炼方法 石云宗并没有收录 所以给羽衣检查一番 经过在检测台上的一番检测 身体问题不大 并且 修炼方法相比灵修要容易很多 莫真说着 已经与身体融为一体了 如果抛弃羽和种寄生的修炼体系 等同于死亡 然后对着宁斯解答 羽和种主要的是 已经控制了他的心脏 经过进阶 已经几乎把人体基础都转换了一遍 根据莫真分析 如果羽衣能够修炼灵主修炼体系 进行灵转有很大 可能会摆脱羽和种的控制 不过灵修也没那么好修炼的 而且还需灵转过后 还不一定每条道路 都可以转换掉这个控制 羽衣也提到 仓宇教的教义中 也有提到不能修炼灵修 仓宇教的教义之中 所给的解答是 因为你会抛弃主带给你的一切 按照宁斯所理解 就是仓宇教怕 手底下这些邪教徒脱离控制 所以用各种教派理论 限制住教徒的思想 不过 如若真的成为灵修了 也会抛弃大部分 因为羽衣和种得到的实力提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 羽衣站在剑手 指着远处的地点 对众人恭敬地说道 那座就是天浪风界仓宇教的一处教廷 我每隔一段时间 就需要去祭坛 消除寄生带来的影响 宁斯跟在后面 听着羽衣之前的解答 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啊 但被七天操控后 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在剑手操控室 望去外面 也算是看望风景的开阔之地 尽管是位于天浪风界那一处的苍羽教廷 但要到达这里 也耗费了不少时间 毕竟天浪风界的 几乎相当于前世小半个地球那么大 苍羽教堂 抵达 伴随腾云者的巨大战舰 在外围降落 幸亏这处教廷 是在人口聚集中心之外 不然还真没出庭 在外围的宁斯 看着这巨大教廷宫殿 还有着几丈高的威严城墙保护 简直比城堡都大 不禁说着 呃 这是真教廷啊 随着宫殿外延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 一股庄严而肃木的气息扑面而来 但是众多苍羽教重的 尸身鲜血染红了这处教廷 持云宗的云卫说道 报告大人 外围的邪教徒已经处理完毕 根据羽医所说 这些在外守着的教徒 都已经算是苍羽教 邪教徒的议员 由于实力不强 只能当作教堂的协助议员 还有很多职位呢 解决了外面所有人 虽然苍羽教 貌似已经算上十分强大的邪教 但对于迟云先门这种 几乎站在目前 见到世界之中顶点的势力 却显得微不足道 虽不知道 七天为什么捉拿教主 但因此 就没有必要动用藤云者 将整个教廷炸毁 七天乘坐着紧环进入 让迟云宗在天浪风界的时候 去机械区购买最顶级的小型运行器 据说已经是御天皇朝 目前最高端舒适型 尾部装有两台高效的灵力推进器 它们在启动时会发出淡淡的蓝光 不仅动力强劲 而且几乎没有噪音 两侧还有可伸缩的翼展 有辅助口推进生力 以提供额外的生力和稳定性 赤脊兵形态紧随其后 由于操控赤脊需要消耗大量能量 在非必要情况下 赤脊通常保持兵形态 高耸的围墙拱形围炎上面 绘制着华丽的苍羽教图案 和如同天使的形象 或者不应该说是天使 而是一头头奇怪的鸟 有着雪白的双翼 据了解 按照苍羽教使 这是苍羽之主挥下环绕的羽仆 来到中间庞大的宫殿前 殿堂墙壁围栏上 都雕刻着复杂的教义纹路 这时又有教徒从主殿堂的偏门出来 突然发现如此之多人 并且看到远处教徒倒在血泊之中 立刻想转身通知教廷长 却被随后两道如同死亡的白雾锁链 勾住了这两邪教徒 瞬间失守益处 是池云宗云未出的手 宁斯想说些什么 语一缓缓说道 通过考核前的教徒 都要去守任一些无辜的普通人 真正还剩一丝人性的教徒 也不会派在这看门的 踏入主教堂内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穹顶 其上会有精美的壁画 辽会着诸神的传说和圣战的史诗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洒下 形成斑斓的光影 仿佛是神的光辉在人间的投影 这只是前殿 还需要绕过前方 如同隔绝 刻画着苍羽之主的大墙 然后进入正殿 许多人在这进行祷告 教廷长在上方歌颂着 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神秘的传说 不禁沉浸在他的话语中 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中 不同于前世的教堂构造 宏伟的殿堂之中 矗立着一尊巨大的苍羽之主的雕像 他那深邃的目光 仿佛能洞察一切 苍羽之主的雕像高大而庄严 他的身姿挺拔 宛如一座巍峨的山峰 他的双翼宽大而壮观 仿佛能遮天蔽日 令人肃然起敬 他的面容庄重而神秘 透露出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 令人不禁心生敬畏 而那些信徒们 他们虔诚地跪在苍羽之主的脚下 闭目祈祷 仿佛能感受到 那来自苍天的神秘力量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安宁 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由于宁斯才堪堪入境 还会被这些莫名的环境影响 被身旁的羽衣提醒了一下 才缓过思绪 随后甩了甩头 震惊地说着 哦 我的天哪 他们在朗诵经文 那位在永诵经文的 便是教廷长 也是被羽贺种 寄生进阶修炼体系 达到三阶诵者 与一般普通的灵修三转实力差不多 羽衣对着宁斯等人解释道 宁斯拿着羽衣所说的苍羽教徒 划分一一对应着 这套并不属于灵主修炼体系 却跟灵修差不多的阶段划分 不过实力强度辨别 都不一定适用 这些邪教徒差不多都分为 首先第一阶段 都是统一与和寄生的基础境界 伴与态 第二阶段则分为两种提升状态 修者与护教骑士 第三阶段则按照上一选择的路线 达到送丧者与叛长 第四阶段则按照上一选择的路线 达到继续分为于府与执事 第五阶段则按照上一选择的路线 达到继续分为礼夺与权观 据说苍宇教师近几百年来 崭露头角的信仰教派 根据羽一的了解 其教徒的实力 大致只能达到目前所见的水平 然而 这只是那些被操纵的邪教信徒 所划分的境界 而羽一对于八大主祭和教主的真正实力 知之甚少 他们的力量并非来源于这种修炼体系 而是源自更为深奥和神秘的传承 宁思之前 也曾向莫真询问了一下 池云宗的修炼境界 池云宗主流的领主修炼体系 大约就有几十种境界划分 加上收录的一些附属体系 池云宗至少有几十条修炼道路 近千个实力划分 而玉天皇朝天下如此之多的势力 光领主修炼体系的道路 就已经成千上万条 境界数不胜数 甚至都从未想过会如此复杂 在那种浩瀚无垠 错综复杂的世界里 被无数困境而压迫之人 他们难道只有 大可笑的一条修行道路 一条突破自我的体系 那实在是太可笑了 那些没有资质 没有潜力 若被那单一路径而否定 却拥有着无比毅力决心的人呢 在那种弱弱强食的世界中 只能甘为凡人 其实很多不过是那幻想的局限构思 或许为了复仇 或许为了那心中的理念 那无数先驱者 在追求实力而无尽的道路上倒下 但他们的牺牲并非屠楼 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如同种子 波洒在历史的土壤中 孕育出了无数条新的修行之道 这些道路或许更加曲折 或许更加艰难 但他们同样能够引领人们走向强大 修行之路绝非单一而狭隘 它如同一片无边的森林 每一条小径都可能通往不同的高峰 这个世界 它不仅仅是一条条可笑的修行路线 而是充满了无限可能和多样性 那些无法通过传统修行 获得力量的人们 他们的毅力和智慧 同样能够开辟出一条条独特的变强之路 他们或许通过研究古老的秘籍 或许通过探索未知的领域 或许通过创新科技 甚至通过心灵的修炼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力量源泉 在这样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无论是通过5G的磨练 还是通过智慧的积累 亦或是通过心灵的修养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之路 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 因此 这个世界并非只有那一条可笑的修行路线 而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 不断前行 不断超越 最终达到自己的巅峰 这样的世界 才是一个真正庞大 真实的世界 对了 你那本无转理论也是真的 七天突然打断了宁斯的沉思 宁斯疑惑着 什么 无转理论 随后突然想起 就是当时 在池云宗的时候 被那个老头 骗去灵石换的那个修炼功法 不过不是这个纪元的 七天又补充了一句 莫真虽然对两人的对话感到困惑 但还是默默地记下了这个信息 宁斯意识到 那本秘籍还留在宗门呢 并没有随身携带 希望沈颜和沈灵 不会丢了它吧 不过 现在所修炼着的 是沈颜和沈灵两人 所给的沈家祖传功法 在领主修炼体系中 强弱并非绝对的区分标准 关键在于 所需时最适合的修炼路径 林斯曾向莫真询问过 关于这门功法的细节 他在与池云宗的沟通 和深入分析后 给出了见解 灵修的道路千变万化 一条道路上 每个境界 都有其独特的修炼要求 然而 这沈家祖传功法 却显得与众不同 完美衔接的三转领主修炼之法 它为三转后续修炼 提供了一条完美衔接的路径 在灵修的道路上 每一步都充满了经济和考验 不同的境界 对修炼者的要求 也各不相同 然而 这部功法 却独树一致 它不涉陷于一成不变的修炼条件 为大部分四转以后的道路 敞开了大门 四种本源灵和作为基石 可以演化大部分所有灵源 想要转变其他四转以后灵主修体系 只要没有所必须的前置条件 都可修炼 它不仅为修炼者 提供了大部分四转灵修所需的修炼基础 而且 没有任何多余的前置条件 只不过 入境所需要的难度 会大大加大 不过 自己还多融合了一空窍灵和 失地让自己所融入了木形本源 虽然不理解为什么 但这外物所多增加的能量 只要能入境 都是有益处的 并不会划分自身的基础 墨真也震惊赞叹过 确实 这样的一部功法 即使在众多灵修法门中 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宝 圣子能够得到它 并且有机会修炼 实乃姓氏 出于忌讳它 最终也没有过多了解 修炼所需的基础材料 宁思却不禁地想问 村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失地是否又算到了一切 然而 七天并没有说 也只能埋藏在心里 因为那天曾找到墨真询问 感觉七天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曾说到 在下 怎么可能理解 超越人类认知的大人 不过根据几天的接触 七天大人 或许真的能如同预知未来一般 但这怎么可能呢 世间万物所发生的事情 是无限的 肯定会耗费无数的心神 所以 思维上必然有一种物质 暂且可以叫做屏蔽力 它可以屏蔽任何无关 消耗自己人和事 都不会注意 但如果对于我来说 这既是优点 也是缺点 很多危机也不会算到 此刻 在闭幕宋经文的教廷长 当然也发现 忽然闯进来的凝丝一行人 不过显然 也不会想到 会有人敢如此大胆地破坏教会 原本想要叫护教者 轰出这些人 但看见后面逐渐进来的一众云味 还是克制了冲动 因为歌颂的结束 大殿内寂静无声 在苍宇教的仪式 进行到高潮时 突如其来的打断 让在场的教众们纷纷起身 转而将目光 投向了这群不速之客 这些教徒中 步伐来自附近城镇的显赫势力 他们对于仪式的尊重 和对教派的忠诚 是不容置疑的 面对如此众多 不倾自来的闯入者 以及那高大 如同超越认知的斥急 这些东西 可都是被顶尖大势力 所牢牢掌控的玄幻科技 尽管教徒心中怒火中烧 但也不是没带脑子 就觉得自己活得命长 跳出来嘲讽 对此 众人都感到莫名的疑惑 教廷长亲和地询问道 诸位来此教堂 不知有何事 是否也渴望寻求主的庇护与指引 声音温和礼貌 当然 看着这气势 就知道不可能的 莫珍随即展示出 池云宗特使的令牌 一股云流般的气息 随之扩散开来 池云先门办事 认定苍语教为邪教徒 而等无关之人 速速离开 虽然七天说是被池云宗除名 但不代表不能戒使 大多数教徒 都是被误导而来进行祷告 虽然其中可能有一些助纣为虐之徒 但现在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人 等事情结束后 通知皇朝来善后就行了 毕竟玉天皇朝对七天特别关注 他们对于这个消息 应该会非常感兴趣 那些前来祷告的教徒 听到是至高宗门 纷纷从两侧偏门逃离 池云宗的众人并没有阻止他们的离开 正是被控制的苍语邪教徒 都有统一的服势 很好辨认 教廷长立刻愤怒地反驳 什么 我们苍语教 有着千百年来的传承 一直以来都是 然而 莫真并未让教廷长说完 便打断了他的话 手持一份文件 严肃地念叨 根据我们从苍语教徒羽衣提供获得的信息 你们涉嫌非法杀人 拐卖人口 血迹献剑等多项严重罪名 随后 教廷长也看见了远处跟随的羽衣 认出后 大声质问道 羽衣 怎么回事 你难道脱离主的庇护了 莫真还想说些什么 七天缓缓说道 没必要询问这么多 这些人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全杀了 听后莫真指使着云位 不过一会 直接把还剩下的教廷长 跟一些护教者都杀了 他们甚至都没有多少反抗之力 解决掉之后 经过羽衣的引路 众人来到后方的小门处 打开后一条长长的走廊通道 两侧墙壁上挂着描绘圣图和神话故事的巨大优化 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巨大的铜制门 门上镶嵌着各种宝石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然而却略显狭窄 虽然对于行人已经非常宽大 但显然过不了七天成多的景环 莫真想询问什么 七天轻声道 你们退后点 赤极直接化身巨大的毁灭机器 巨大持续的撞声传来 直接打造出庞大的空洞通道 顺带看着很坚固的大门一同破坏掉 这样不就好了 一群人随后进入 走到的尽头是一座高大的祭坛 祭坛上摆放着一本厚重的圣经 以及一尊精致的圣像 看着一旁的几具血舞 显然赤极进来 顺带解决了再次守护的教徒 圣像前燃烧着永不熄灭的长明灯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为整个教堂增添了一丝神秘和宁静 祭坛的两侧是忏悔式 信徒们可以在这里 向苍宇之主忏悔自己的罪行 寻求宽恕和指引 忏悔式的门上挂着厚重的帘幕 确保了信徒的隐私和内心的坦诚 我们就是在这里 每隔一段时间 消除与贺种带来的影响 羽医指着祭坛说道 并且进行消除前 还会添加许多材料物质 不过这些都是主祭才知道 看来目前就连主祭也不在这处教堂 想着连苍宇教连主祭都不在 都是些被奴役的邪教徒 怎么找到教主 宁斯疑惑地询问 莫真苦笑地说着 在下也不知道 然后让云卫装了一些液体 装进瓶子里 毕竟这苍宇教 连玉天皇朝都没关注过 池云宗当然也不会了解 这独特的修行体系所需的东西 刚好可以拿回去 给池云宗研究一下 七天闭眼沉思片刻 大地颤抖 轰隆隆的巨响 一条巨大黑绿巨兽 破坏了地面钻了过来 随后把整个巨大的祭坛 一口吞入身躯 暂缓片刻 不是这东西 七天说道 让云卫都出去吧 然后莫真让众池云宗护卫 都退去教堂之外 顿时 七天直接发动天命道运的能力 随后庞大的绿龙 如同毁灭机器抬升而去 触碰的物体 开始急速地撕碎 教堂的尖顶 在绿龙的冲击下颤抖 最终不堪重负 轰然倒塌 紧接着 破开巨大的教堂 紧还身为小行机 还是能承载几人 然后往上飞去 不过一会几人 就在天空之上 无数草木倒塌 大地如同不断涌出大量的绿海 整座教堂 在这股力量下 被彻底淹没 新造成的绿海之中 黑色裂痕 如同闪电不断跳动 不停地摧毁着 整座连着的山脉 摧毁着一切 几乎连教堂 都被反转破开而来 撕裂着整个地壳 惊天动地的巨像 此起彼伏 最终 那似乎无尽的绿海 在两侧逐渐散开 大地仿佛被距离撕裂 形成了一道 深不见底的峡谷 原本教廷遗址的 地底中心 出现一道庞大血海 莫针操控着景环 带着几人 缓缓靠近那片 神秘的地下景象 一片大约小湖般 宛如地底深渊中的 血海河流 血红鲜艳 宁思凝视着这片血海河流 心中不禁涌起 一股莫名的震撼 血红色的湖面 遮挡了视线 使得下面的景象 模糊不清 疑惑地问着 这湖泊有什么用吗 雨衣也显得有些困惑 并没有太多 关于这片血海河流的信息 这可能是祭坛中的一部分 或许与某种仪式 或用途有关 听着雨衣的轻描淡写地回答 这个世界之人 似乎有着与自己 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随后无尽的绿海覆盖而过 在地底不断盘旋 如同吸收般 不过一会 绿海散开 血海一扫而空 地底出现一个赤裸人形 被十字架倒挂着 身上有着点点羽毛 仔细看去 便不遗留不知道多久的伤痕 也没有太多人样了 虽然可能也不太是人 原本的岸上 确实还有几位守候 或者协助的邪教徒 但还没有出手 就被绞杀了 无数藤万锁链穿过 死了 随后全身如同被割裂一般 砰的一声 化作血雾洒落一地 几位云卫从地面上跳下 斩断十字架上捆绑的铁链 看他似乎还有些许气息 七天打断众人的动作 不用去问了 让他去死就好了 让所有人回到地面离开后 绿海淹没而过 他经过无尽的折磨过后 还要在暗无天日的 水底温养血海 我能感觉到解脱的声音 七天解释道 七天单独地对宁斯说道 好像给你找到永生的基础了 什么永生 宁斯却疑惑着 我似乎已经找到他在哪了 计划并没有偏差 这时 在长阳秘境禁忌果实的毁灭区域 有人说道 不对 天坑的边缘 一股强烈的气息充斥出来 如同沉睡的巨兽苏醒 释放出充满不祥的波动 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目光凝视 那漆黑的深渊 这些强者们为了争夺宝物 硬是在这地方 僵持了不知道多少日 毕竟达到这个级别的强者 早就已不似普通人 对于他们来说 这点时间的流逝 不过是一场短暂的等待游戏 然而 此刻那股突如其来的气息 却打破了这份沉寂 让所有人的神经 瞬间紧绷起来 突然 一人提醒道 有东西要出来了 猛然间 一股股黑色洪流 如同无尽黑暗的触手 从地底的深渊中 汹涌而出 这些洪流 携带着令人窒息的气息 他们翻滚 缠绕 汇聚 最终形成一股股庞大的黑色浪潮 冲天气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令人窒息的气氛 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 所有强者都目睹了这一幕 脸色变得凝重 都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然而 在这股令人畏惧的黑色洪流中 有人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 不同寻常的光芒 那是一抹璀璨的灵雾 它在黑暗中 闪烁着诱人的光辉 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线生机 是灵沃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引向了那抹光芒 随着越来越多的洪流的涌出 众人逐渐发现 这洪流中有着极多的特殊物品 一时间 贪婪的火焰 在每个人眼中 熊熊燃烧 无数强者纷纷动手 他们迫不及待地 施展各自的术法 法术的光芒和能量的波动 在空中 交织成一幅幅耀眼的光芒 一位强者 涌唱着古老的咒语 他的手掌间 涌动着元素的力量 或是火焰熊熊 或是水流湍急 或是风暴肆虐 或是大地颤抖 有的则是催动着手中的灵气 这些灵气 在主人的力量激发下 发出耀眼的光芒 和强大的气息 灵气化为利刃 想要切开黑色洪流 寻找最佳的抢夺时机 各自施展着秘法 场上顿时大乱 然而无尽撕裂的气息 弥漫开来 许多人的术法 甚至都还未接触 就开始崩溃 黑色的洪流 瞬间崩塌 各种威士术法 也被黑色洪流淹没 他们感受到 那黑色洪流中蕴含的毁灭之力 那是足以撕裂一切 摧毁一切的恐怖力量 天命道运的气息 有人惊呼道 不好这股洪流有意识 它要冲破我们的封锁了 无数爆炸声响起 诸多人的阵法手段被破除 破开一些人的结界后 洪流不带掩饰 肆虐的锋芒 接触到外界毁灭区域残留的气息 顿时惊天动地的余波蔓延开来 快逃 又要爆炸了 一位强者立刻停止了追逐 转而拉上同势力的其他强者 迅速躲避即将到来的爆炸 随后禁忌果实毁灭区域 又经历一次洗礼 无数毁灭的爆炸 加上撕裂的威能 几乎大部分强者 都被阻拦在了身后 只有些许强者 一路顶着各种毁灭能量追了出去 突然一股撕裂的气流突然袭来 让所有应接不暇 不由地让这些人大汗 这些洪流竟然还能精准地反击 即便如此 面对如此庞大的洪流 仍有一些强者施展出特殊手段 或多或少地夺得了一些物品 但大部分宝物都被卷邪而走 在残留的保命大树余微不断地阻拦下 众人因为防御 而急剧地消耗灵力或者能量 逐渐地有些追逐不上 那些勉强赶上的几位 也没有办法从中抢夺出宝物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漫天的黑色洪流 朝着一个方向去 不由地问道 他到底要去哪里 时间的流逝 在紧张的追逐中显得格外模糊 仿佛只是一瞬间 又仿佛是无尽的等待 在那片被毁灭气息笼罩的区域之外 一些大势力的强者们 一路追踪着那些洪流的踪迹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追出毁灭区域 众人谈论道 看样子前往黑样鬼灵了 就在他们深入探索之际 一些强者 接到了来自自家势力的紧急传讯 有的则是外围的同伴 或外围的守候之人 匆匆上前 他们焦急地走上前来 将同样的消息通报给了他们 什么 那个控制这一切的人 叫做七天 一位强者的声音中 带着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他是怎么做到的 另一人喃喃自语 似乎在努力理解 这个消息的真相 你们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里面那么多人守着 老夫要是一离开 宝物就被别人抢了 怎么办 得知一切的强者 不由露出无奈的神情 那人的踪迹找到了吗 在玉天皇朝 什么 连玉天皇朝都不敢轻易动手 面对连玉天皇朝 这样的庞然大物 都不敢有所动作 这些强者 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去找七天的麻烦 大部分人转身离开了这场 充满未知和危险的追逐 伴随七天返回腾云者 他沉思片刻 随后感悟着 指了一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出发 身旁的墨真正在进行计算着 他补充道 大约一处的距离后 我们将脱离天浪封建 即将进入黑暗鬼灵的天坠 临思一旁心中疑惑道 黑暗鬼灵 回忆起 池云宗门第二关考核中 记载的那句话 天下阵法 皆源于鬼灵 根据现在记载所知 在这片广阔无垠的世界上 长阳秘境 犹如被神秘的力量所笼罩 永远沐浴在光明之下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被阳光滋润 万物生长 充满生机 而对立另一边的黑暗鬼灵 则像是一片 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昏暗而神秘 阳光在这里 显得格外吝啬 只有微弱的光线 斑驳地洒在这片土地上 这两块版图 仿佛是世界的两极 一边是光明的极致 另一边 则是暗影的深渊 仿佛是远古时期 就被神秘力量 硬生生分开的 各自占据一方 各自独立 却又相互映衬 这个庞大的世界 就如同被天空与大地 划分开来 进行无限延伸 幽静难秒人记守 迷雾重重隐秘身 秘境探幽寻灵处 灵中岁月即无生 一片名为 黑暗鬼灵的神秘之域 深不可测 迷雾笼罩 隐匿着无数纪元传说 与神秘力量 在这片森林中 邪恶生物 潜藏于阴影之内 鬼秘的故事 从未停止发生过 即便如此 依然有追灵者 不惧艰险 踏入这黑暗领域 探寻深藏于 那无数纪元幽深处的秘密 天下之地 黑暗鬼灵路 他们的边界 似乎永远无法触及 探索的脚步在这里 似乎永远无法到达尽头 无论是徜阳秘境的光明 还是黑暗鬼灵的幽暗 仿佛他们是宇宙间永恒的谜题 即使是现在池云宗 玉天皇朝这样庞大的势力 凭借高科技与灵法的力量 也未能完全探索 这两个版图的奥秘 在这无尽的探索之路上 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等待着追灵者去揭开 在这片神秘的大地上 还流传着许多 有一座被遗忘的古老城市 那里蕴藏着无尽的宝藏 和神秘力量 这些传说激起了无数散修 追灵者的好奇心 他们纷纷踏上寻找真相的征途 但大多数人都消失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再无音讯 而池云宗所掌管的明凤区域 紧邻着长阳秘境 这片被阳光永恒照耀的土地 明凤区域旁的一处边界 又与玉天皇朝的疆域相接 而玉天皇朝的版图独特 他既与长阳秘境接壤 又毗邻黑暗鬼灵 占据着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交汇点 在其版图的最远端 与只观孤独的处理 他是玉天皇朝对抗黑暗鬼灵的前哨 也是探索者前往那片昏暗领域的最后一站 而池云境与天浪风界之间 还隔着玉天皇朝几界的辽阔土地 这些区域各自拥有着独特的风貌和故事 构成了这片大陆上错综复杂的地理和政治格局 长阳秘境与黑暗鬼灵虽然是无穷无尽 但它们并不是之间就如同一个规则的区域划分另半边世界 而是个不规则的地方 靠着玉天皇朝与池云宗而来的地方 就只不过无穷无尽秘境世界的冰山一角突出的一点 就已直接衔接了巨大的区域 在这两片神秘之地的交界处 而那条将这两个神秘之地分割开来的天坠 不仅划分了两个世界 也划分了两边的边界 尽管按照比例来看 不过是薄薄的一层分界线 却展示出了令人惊叹的奇观 天坠的存在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谜 无论是学者还是灵修 都无法完全理解 它仿佛是自然界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静静地守护着这两个世界的秘密 等待着未来的某一天 有人能够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黑暗鬼灵 一个充满诡异与危险的地方 齐鸣石部无路流传甚广 据说在这片森林中 每走石部就可能彻底迷失方向 曾经宗门考核的白云迷灵便提到过 然而 根据墨针所提供的资料 这个说法似乎被夸大了 实际上 黑暗鬼灵的路径复杂多变 有的地方相对正常 行人可以顺利通过 而有的地方却是真正的迷宫 一步不慎就可能陷入迷途 这片森林中 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置换物质 它们如同无形的迷雾 悄悄影响着闯入者的感官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些置换物质 足以让它们在短时间内 保持清晰的头脑 当然 中毒对于灵修来说 基本免疫 这些物质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 因此 导致就是灵修容易迷路 所以叫做实步无路 尽管如此 黑暗鬼灵的危险性 依然令人闻名丧胆 因此 许多寻求机缘的散修 更倾向于前往徜徉秘境 所以 把它叫做秘境 在徜徉秘境中 探险者们 可以安心地追寻自己的目标 而不必时刻担心 迷失在无尽的黑暗中 藤云者聚见飞行 不知过了多久 此刻 矗立于眼前的 是一座巍峨雄伟的世界奇迹 宽若一条无尽庞大的城池 横登在苍茫大地上 仿佛是一头沉睡的巨龙 静静地躺卧 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和平与安宁 宁斯震惊地问道 这 这是 莫真回道 这便是于止观 长城 不 或许不应该叫长城 如此庞大的世界 怎么可能还用着古代的土石建筑 或许应该叫它 未来科技长城 全称于止观基地 于止观 这个矗立在黑暗鬼灵 与玉天皇朝之间的宏伟防御工程 宽如一头沉睡的巨兽 静静地躺卧在广袤的大地上 它的存在 就像是分割昼夜的界限 将玉天皇朝的繁荣与安宁 与黑暗鬼灵的神秘与危险分割开来 它的连绵不断 一眼望去 仿佛没有尽头 城墙在视线的尽头 与天地相接 宽如一条巨大的锁链 将危险与未知 仅仅所在世界之外 其长度几乎可以围绕着 我们曾经熟悉的地球 其结构设计 采用了多层次的防护体系 它的表面 覆盖着一层 能够吸收和分散 核爆炸能量的特殊材料 这种材料 能够在核弹爆炸的瞬间 迅速吸收和分散爆炸 产生的巨大能量 从而保护内部结构 不受损害 采用了流线型的结构 表面覆盖着一层 透明的纳米材料 这种材料在阳光下 闪烁着未来感十足的光泽 城墙的表面 镶嵌着无数的光点 这些光点 实际上是能量节点 它们在夜间 会发出柔和的光芒 为余止观 增添了一种 神秘而科幻的氛围 衔接城的顶部 是一条宽阔的飞行甲板 上面停靠着各种未来飞行器 包括隐形无人机 高速侦察机 和无人战斗机器人 这些飞行器 在需要时 可以迅速升空 执行巡逻 侦察 或攻击任务 余止观的城墙 由各种灵构 和神秘的符纹构成 每一块区域 都经过精心雕琢 每一道符纹 都蕴含着强大的防御力量 余止观的存在 不仅仅是一道防线 雕刻着御天皇朝的灰迹 象征着皇朝威严与力量的大日 被称之为御天壁垒 余止观的构造 甚至搭载了我宗的云法天幕 回想着 就是宁斯曾经见过 目流天转成的蓝色光幕 即使是核弹的威力 也无法撼动其分毫 城墙之上 布满了能量护盾发生器 它们能够实施监测周围的能量波动 并在遭受攻击的瞬间启动 形成一层无形的护盾 抵御来自外部的任何破坏 根据莫真所说 除非是徜徉秘境那时的禁忌果实 不然都无法一次性破坏 这座万里基地 也 也就是说 即便是核弹 也无法破坏它们 冥斯吃惊地说着 莫真计算着缓缓回到 爆炸的直接导致普通人死亡半径 大约在30到100米左右 而能够造成严重伤害的距离 则更远 如果超10万吨级TNT当量的话 在没有云木拦截 没有防御灵法的情况下 除去一些结界阵法 或许能够对附属的衔接城 造成一些损毁 但想要撼动一处基地的核心 那是不可能的 冥斯陷入了沉思 衔接城 不过是鱼指关的一部分 连接着每隔十里的语句枢纽 构成了这道无边无际的防线 凝视着鱼指关 那无尽的红尾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展开 由于被辨识出 腾云者没有拦截 便被放游出关 只有黑暗鬼灵这样神秘而危险的地方 才需要建立 如此庞大且复杂的防御公式 相比之下 徜徉秘境的边界地区 则显得安全许多 因为那里不断有众多伞修前来探索 它们如潮水般前扑后继 如若不是没什么价值 恐怕连草都要拔光 因此 徜徉秘境的交界地带 并不被视为特别危险 也就没有必要建造像鱼指关这样的防御工程 即将进入黑暗鬼灵天坠处 下人传递而来 黑暗鬼灵诸多区域都是一片幽深的森林 树木高大古老 它们的枝叶交织在一起 遮蔽了大部分的天空 虽然天际本来就比较昏暗 但更加使得整个森林 沉浸在一种神秘而幽暗的氛围中 据说这些树木都蕴含着独特的灵性 很多方面都有需要这里的材料 除了比较危险 几乎遍地都是价值 也有组织进入黑暗鬼灵砍伐 尤其是天坠分界线附近的地带 那里是砍伐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 但这无穷无尽黑暗鬼灵森林 整体影响仍然有限 在这境外之地飞行了许久 大概是这处地方了 七天淡然道 如果距离太远的话 除去一些强者 一般人也很难抵达深处 七天说道 你们去寻找 有布置阵法 应该很容易找到 云卫被组织派遣 随后 无数附属小型健全者 从远处看 如同蝗虫般洒落 不断地探寻着 这里所有的一切 不过 这探查 反而是最耗费时间的 连续几日 众人都久久没有探查到 七天说道 要来了 什么来了 莫真问道 看着远处盖阔天地的墨绿色 如同黑色的海洋洪流 遮天蔽日般涌来 如同浪潮覆盖一切 找不到就算了 让他们回来吧 七天说道 莫真震惊地看着 回复道 是 无数小型附属剑回归 七天吩咐着 既然这里都搜寻过了 那就继续往前行驶 看着这昏暗的天地 七天计算了许久 发动了天命道运 天地又开始聚变 山林轰塔 莫真看着面前操控一切的七天 当真正站着人身后 相信数据 相信科学 才知道他是如此的可怕 经过累计 七天发动天命道运 这种不属于自己的能量 已经至少四五次了 还是如此巨大的能量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没事吗 莫真回想起记载 那时 当黑暗笼罩大地 被称之为大黑天的时刻 天空跌落无数亮光 无数势力强者 都纷纷找到这些物质 想要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石云宗云祖 凭借其无与伦比的云法 从众多强者中 夺得了一块天命道运 当带回来时 无数人看着这块道运 如同独一无二的宝石 周身环绕着奇特的道运之光 如同蕴含巨大能量体的结晶 为了探究这块道运的秘密 众多人员包括高层 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和研究 他们首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当普通人长久接触这块道运时 他们的身体物质 竟然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 这个发现 让人们感到震惊 他们开始认为 这块道运 可能是一种有毒物质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 这块道运的性质 研究人员们决定继续进行实验 他们开始尝试 将这块道运 与各种物质接触 观察其反应 经过一系列的实验 他们发现 这块道运 不仅对人类有衰老的影响 还对其他生物和物体 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有些物质 在接触到这块道运后 竟然开始发生奇异的变化 变得异常坚硬或者脆弱 有些生物 在接触到这块道运后 身体开始发生变异 变得强大或者异常 这些实验结果 让人们感到震惊 他们开始意识到 这块道运的力量 是如此强大而神秘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 一位被选中作为实验对象 接触许久的犯人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 和小心翼翼的接触之后 最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他居然将这块 蕴含着神秘力量的天命道运 缓缓地融入了自己的体内 在融入这块天命道运的瞬间 犯人感受到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力量 在体内涌动 他的身体 开始发生奇异的变化 仿佛每一个细胞 都在经历一场革命 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能力 最终差点突破 持云中的封锁牢笼 但由于不熟练 还是被赶来的强者压制住 如今却因这块 天命道运的力量 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能力 它成为了实验室中的奇迹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证明了这块道运 所蕴含的潜力 是如此巨大 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本质 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众人意识到 这个世界可能已经打开了一扇 通往全新领域的大门 他们发现 这块道运 不仅可以影响物质的性质 还可以改变生物的本质 经过如此之久的研究 其他势力 也逐渐对天命道运的秘密 有了初步的了解 至此 天下掀起了 抢夺天命道运的狂潮 云园 作为一种独特的能量形式 它具有高度的灵性 和转换能力 是持云先宗主流灵修 修炼者施法 制造和维持各种法术 和一些机关的重要物质基础 云园的具体作用 法术施放 修炼者可以通过云园 来释放强大的法术 云园作为法术能量的直接来源 可以极大的增强法术的威力 和持续时间 灵气转换 云园可以作为一种中介 将自然环境中的灵气 转换为修炼者 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的灵力 机关动力 在一些复杂的机关和阵法中 云园可以作为动力源 驱动机关运作 维持阵法的稳定 炼气材料 在炼制法器 刻云和丹药的过程中 云园可以作为辅助材料 提升器物的品质和效能 生命维持 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 云园可以作为生命能量的来源 维持修炼者的生命活动 能量转换过程 采集 首先 通过特殊的法术或器具 从自然界中采集灵气 这些灵气 可能来自于天地间的元气 日月星辰之力 或者是特殊地理位置的灵脉 净化 采集到的灵气 往往博杂不纯 需要通过特定的法术或物品 进行净化 去除杂质 将进化后的灵力转换为云园 这个过程 可能涉及到能量的压缩 提纯和形态变化 储存 转换后的云园 需要储存在特定的容器中 这些容器通常由特殊的材料制成 能够保持云园的稳定性和活性 使用 修炼者可以根据需要 直接从云园中提取能量 用于施法 修炼或其他目的 在使用过程中 云园的量会逐渐消耗 需要定期补充 在整个能量转换过程中 可能还会涉及到能量的调节和控制 以确保转换效率和使用的安全性 云园的能量转换 是一个复杂精妙的过程 需要高度的技术 和精湛的法术控制 持云先踪能源 云园偏 当然没事 七天的一句话 突然打破了墨针的沉思 让他猛地抬起头 显然吃了一惊 藤云者拒见下 是一片无比巨大的黑绿海洋 他如同一只狂暴的野兽 无情地撕裂和摧毁着一切 这股力量的破坏力 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墨针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 你说 教主会在哪呢 七天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的目光穿透了眼前的混乱 仿佛在寻找着某个特定的目标 墨针的思绪被拉回现实 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一般散修建立洞府 不是去一些境外之地 就是徜徉秘境 墨针缓缓地说 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思索 像黑暗鬼灵这个地方 如此之危险 只有一些邪修势力 想隐藏什么 很少有人愿意来此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道 如果教主真的在这里 那么他可能会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 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一个能够让他隐藏自己 同时又能控制这片区域的地方 墨针的分析 透露出他对这片区域的了解 以及对不法势力行为模式的洞察 他的猜测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却是基于对这片土地 和其居民的深刻理解 七天的声音平静问道 还有多少云园 墨针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眼镜 然后回答道 即使有两台巨型巨能机器的转换灵石 一天也只能转换出大约百升的云园 如果对于十万人军队的补充 都完全过剩 但大人想施展出跨越无比庞大的空间 显然这点时间远远不够 目前已知 七天掌握着迟云宗门的各种云法 并且 他的运用能力更强 直接超越了迟云先宗千万年来的理解 所施展的黑天树法 就蕴含着迟云宗诸多灵法的影子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 七天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每次施展这些强大的云法时 都需要大量的云园 或其他形式的能量作为支撑 既然这样就算了 七天勾勒出一抹微笑 已经 找到了 无尽的云气 似乎都受到了他的召唤 围绕着他旋转 形成了一股股强大的云流 秩序井然地排列着 形成了一个壮观的云气漩涡 昏暗的黑天迷漫去 在这被混沌笼罩的天空下 几位长着巨大羽翼的人形生物 他们的身影 在昏暗的光线中 显得格外突兀 他们试图 以自己的力量 去阻拦这些 无尽黑绿 如同海洋的物质 但他们的努力 在那股强大的力量 面前显得如此无力 不久 他们便被这股力量 无情地吞没 消失在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天空中 没有一丝星光 只有无尽的黑暗在蔓延 那些人形生物的同伴们 他们的眼神中 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他们凝视着天空 试图寻找一丝光明 混乱和破坏 他们的心中 充满了震惊和不解 遮蔽天空的无尽黑绿海洋 仿佛宣布末日的到来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 仿佛在寻找着答案 但现实却无情地 将他们抛弃在了未知的边缘 这是怎么了 他们不由自主地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透露出他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在他们之中 有人开始低声祈祷 希望能够得到 苍宇之主的指引和力量 他们的声音 在空旷的天空中回荡 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前程 苍宇之主赐予我们力量吧 让我们在这黑暗中找到方向 请指引我们 让我们不再迷茫 让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只有您的力量 能够驱散这无尽的黑暗 声音在空旷的天空中回荡 充满了绝望和祈求 他们渴望得到回应 渴望得到他们信仰的 神奇的庇护和指引 请回应您的子民吧 我们需要您的指引 需要您的力量 来度过这场灾难 然而 天空中只有回声在回应 没有神迹降临 没有力量的显现 他们的祈祷 似乎在这一刻 变得毫无意义 他们的信仰 在现实面前 显得如此脆弱 只见无尽的黑暗 如同巨兽张开的巨口 欲将一切吞噬 就在这时 仿佛是命运的转折点 那滔天的黑海 突然间向两边散开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 如同百丈高的海啸 却在这一刻 被神秘的力量 分割出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那裂缝中 透出了一束奇异的光芒 仿佛是天际的坠落 照亮了这片 被黑暗笼罩的大地 那束光芒 如同希望的使者 为这片混沌的世界 带来了一线生机 他们抬头仰望 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那是希望得曙光 还是更大的危机 庞大的腾云者 破开黑雾 如同穿越时空的巨兽 他的白光流线形身影 散发着冷冽的光泽 在昏暗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壮观 七天站在凤行 太斥急的顶端 他的身影在风暴中 显得异常庞大 黑色的海洋 仿佛都在向他致敬 为他的到来 而让出一条道路 随着他的缓缓降落 仿佛整个世界 都为之屏息 凌视着下方的黑色海洋 那海洋仿佛感受到了 他的存在 先前的波涛汹涌 却在这一刻 变得异常平静 仿佛一切都在 攻迎他们的王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凝固了 此处显露出一座庞大的基地 与周遭环境和谐的融为一体 既没有教廷建筑 那般显眼的样式 也没有任何张扬的标识 他隐藏在黑暗鬼灵的深处 被外围的复杂阵法所笼罩 玉天皇朝 距离此处遥远 一般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这里 在黑暗鬼灵中人记喊之 几乎不为人所察觉 与世隔绝 这里如同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仓余教徒们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七天身上 他们的眼神中 带着畏惧和无尽的恐慌 这个突然出现的身影 散发出一种难以忽视的气场 它的存在 仿佛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让人无法忽视 仿佛天地主宰的玉皇 亲自前来 七天的背后 那艘巨大的腾云者 为消极战舰 更是让人心生敬畏 几位苍宇教徒 高层心中不禁咯噔一下 他们开始怀疑 难道是玉天皇朝 发现了他们的存在 并且派遣了如此庞大的力量 前来铲除这处邪教势力 然而 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不过是残害了一些普通人 这样的行为 真的足以让皇朝 动用如此庞大的能量 特地前来进行倾脚吗 一位高层颤颤巍巍地走上前来 恭敬地问道 尊敬地阁下 请问您到此处 可有什么事 七天轻声回应 你们教主在哪 那位主教吃了一惊 眼中却透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慌张 第一反应泄露了秘密 尽管他们身上 召唤了一下眼神 试图从对方的表情中寻找答案 但最终只是含糊其词地说道 我们这脸 并没有什么教主 这个回答并没有让七天感到意外 他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仿佛已经洞悉了他们的秘密 并没有过多追问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一道细微的裂痕 突然出现在那人的身上 仿佛是大地裂痕的延伸 在一瞬间蔓延开来 他的皮肤开始裂开 鲜血从中渗出 形成了一条条触目惊心的红线 裂痕不断扩大 无情地撕裂着他的身体 就像是大地在颤抖中裂开 他的身体逐渐被分割成无数碎片 那喊声在空气中回荡 声音中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他的双手无意识地挥舞着 试图抓住什么 但最终只能在惨叫声中倒下 身体在裂痕的吞噬下 支离破碎 周围的教徒们目瞪口呆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恐惧 他们想要上前帮忙 但恐惧让他们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目送着生命的消逝 在他们面前上演 算了 还是让我自己找吧 七天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语气中带着一种超然的冷静 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目光扫过那些惊慌失措的教徒 然后看向面前的苍羽叫基地 开始破碎倒塌 洪流的触碰 这座曾经坚固无比的巨型基地 开始出现裂痕 仿佛是无法承受某种内在的压力 基地结构开始崩塌 碎片四散飞溅 尘土飞扬 斥急带着七天向基地的更深处驶去 留下了一群面面相去的教徒 和一地无法挽回的破碎 紧接着 黑绿海洋如同一头狂怒的巨兽 如同末日的洪流从黑海中涌出 他无情地吞噬着一切 他所到之处 没有任何生命能够幸存 那些邪教徒在黑海的冲击下 如同蝼蚁般被屠杀 他们的惨叫声被洪流的咆哮所掩盖 这股摧毁一切的洪流 破坏着他触及的一切 无论是建筑还是生命 都在他的力量下 化为乌有 苍宇教教主早就察觉到了 这股恐怖的灵肠 尽管不明其来意 多年来的谨慎 使他不曾轻举妄动 甚至不敢露面 仅差前属下出面应付 以争取时间 试图通过暗道逃离 但显然 面对这股无尽力量的追逐 逃跑只是徒劳 无尽的洪流 可覆盖了这天地的方圆百万丈 谁也逃不出去 整座巨大的基地 在他的冲击下 顷刻间瓦解 化为基粉 最后 这黑绿物质洪流 仿佛拥有感应般 找到了苍宇教教主 一只只由黑绿物质 构成的大手 身相教主 他们缠绕在他的身上 让他动弹不得 在这股强大的力量面前 他发现自己 无法使用任何能力 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下 苍宇教教主 被拖拽到了七天身前 他的脸上 写满了恐惧和绝望 面对这位突如其来的 强大对手 他终于体会到了 真正的无力 真正的现实 其实并没有过多的话语 甚至苍宇教教主 从未见过此人 教主抬头看向七天 眼神中只有充满的 困惑和不解 艰难地问出一句 为什么 但他的声音 微弱而颤抖 可能连意思都没有表达清楚 但也显然不重要了 七天的声音中 没有一丝情感的温度 你觉得 神在碾死一只蚂蚁的时候 会需要理由吗 这句话如同判决书 宣判了教主的命运 在七天眼中 掌控了数百年的苍宇教主 此刻的命运 已经如同被命运之轮锁定 无法逃脱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绝望 但随即 被一种莫名的平静所取代 他知道 自己曾经的权力和辉煌 如今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不 你还死不了 只是稍微被折磨而已 七天的声音 冷酷而平静 仿佛在叙述一个 无关紧要的事实 随着七天的话语落下 地底深处的裂缝 缓缓张开 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裂缝中 无尽阁黑暗涌动 仿佛是永恒的深渊 等待着吞噬一切的生灵 深渊中 无数的绿手伸出 他们像是来自地狱的处须 带着死亡的气息 这些手抓住了教主 无情地将他往深渊中拖去 教主的身体 在这些手的拉扯下 扭曲变形 他的挣扎 显得如此无力 他的呼喊 在深渊的回声中渐渐消散 苍宇教教主 带着无数的挣扎和疑问迷失 七天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他的眼神中 没有一丝多余的情感 随着七天 缓缓抬起双手 天地间的氛围 突然发生了变化 原本波涛汹涌的黑海 仿佛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所束缚 开始逐渐平静下来 黑海的海面 就像是被一只 看不见的手拨动的琴弦 泛起了一圈圈涟漪 七天的身形 在光芒中 显得更加高大 他的存在 仿佛与这片海洋融为一体 如同每一次呼吸 都与黑海的脉动同步 引导着能量的流动 仿佛通过空间裂缝般 被转移到了 其他维度或空间 整片巨大海洋 开始跌落 最终 仿佛整个黑绿物质海洋 沉入了大地 不知道多久 整个海洋 已经不复存在 伴随 七天独自一人的回归 那庞大黑海恐怖临长 气息哪怕被收敛 也能察觉到死亡的气息 其他人并没有跟去 只能停留在 悬浮的藤云者上 此刻 那无比庞大的黑绿海洋 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知道 七天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 使得这片曾经吞噬一切的海洋 消散到了哪里去 现在宁斯看着赤脊 哪怕压缩到正常兵形态 都已然非常庞大 全身整体结构 都已经演变成一种 深黑与翠绿交织的复杂纹路 在赤脊周围 空气似乎都因为它的存在 而变得凝重 尽管其高度经过压缩处理 但兵形态机身高度 依然达到了惊人的十米 如同小山般 但赤脊几乎能够瞬间急速 扩张到近百丈高度 明显不能如普通形体来估量 若非是维消极巨剑 不然还无法承载起 如此庞大的机甲 随后七天吩咐道 返回 随着命令的下达 维消极巨剑腾云者 缓缓启动了它的引擎 巨剑的底部 开始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那是它强大动力系统启动的标志 随着能量的逐渐注入 巨剑从静止状态开始加速 它的速度逐渐提升 仿佛是一头苏醒的巨兽 剑体在加速过程中微微颤动 但很快就稳定下来 它的速度越来越快 周围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 我们是否要去齐王封地了 莫真询问着 七天断然回绝部 还有一位伙伴没有带上呢 宁斯则是一脸疑惑 伙伴 七天指向了御天皇朝的一处方向 并指示道 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前行 大约一天之后 在御天皇朝的一间客栈里 由于它位于城外 且规模不大 不足以被称为石城 因此只能被称为客栈 通常只有这些融入环境的小地方 才热闹无比 在客栈内 修士们围坐在一张张木制的圆桌旁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 和木柴燃烧的烟味 他们的话题五花八门 从修炼心得到江湖秘心 从天才地宝地发现到各种奇闻异事 无不涉及 一位身着青山的修士 手中把玩着一枚古朴的玉佩 笛声说道 听说在长阳秘境的幽冥谷 有人发现了千年灵芝 那可是大多灵河的入境单要材料的必需品 旁边一位穿着红袍的女修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接口道 我也听说了 不过那幽冥谷凶险异常 非是等闲之辈 可以轻易涉足 不远处 一位满脸落腮虎的壮汉修士 正用他那粗犷的声音讲述着 你们知道吗 最近在天浪风界的天雷岭风雨场地 有灵修在雷雨中入境 那场面真是惊天动地 天地止雨倒流 雷光四射 连天空都被照亮了 而一位看起来颇为年轻的修士 正聚精会神地听着 偶尔插话 我听说 在封建那边境外之地的碧波湖 有龙出没 湖水都变成了金色 那龙吟之声 连远在百里之外的村庄都能听见 这些修士们 有的是为了提升修为 有的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宝物 有的则是为了体验江湖的风云变换 他们在这个充满奇幻色彩世界中 留下自己的足迹 你听说了吗 最近玉天皇朝有点不太平 一位穿着华贵的青年 对着朋友讲道 一位穿着如同旅行装扮的散修朋友 好奇地问道 此话怎讲 你听说了吗 最近天浪封建的戒城 出现了被黑暗笼罩的时刻 青年继续说道 朋友沉思片刻后回答 我当然知道 根据皇朝公布的准确布告 有反叛分子作乱 戒城及其周边十余里的街道 都遭受了破坏 不过据说 已经被皇朝控制住了 不 那都是谣言 我恰好有熟人在那天去了封建 那黑天几乎覆盖了整个戒城 你知道那有多大吗 一位修士质疑道 天浪封建的大困阵吧 你也不要太清醒这些传言 传得越远 真实度就越低 我以前还听说过 有人能变身机甲呢 结果只是穿了一身钢铁 另一位修士反驳道 青年修士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不 不 你们不知道那笼罩的范围有多大 这么说吧 你们曾经去过千丈大山山脉 或许几条山脉 加起来都没有封建成大 客栈内的修士们 或低声细语 或慷慨激昂 他们的谈话 充满了冒险与追逐的气息 仿佛每一句话 都蕴含着一个未完的故事 等待着有缘人去探索和发现 充满了对未知的探求 和对强大力量的渴望 突然 客栈外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仿佛整个建筑都为之颤抖 紧接着 一分庞大无比的赤疾兵形态 其巨大的手臂 拨开了客栈的大门 七天与宁斯的身影 缓缓清晰 客栈内的众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所震惊 他们纷纷转头望向门外 只见那光亮之中 似乎还有一座巨大的机甲矗立着 所有人视线都集中在两人身上 就在此时 七天缓缓开口 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 请问 王景彤在吗 宁斯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谁 王景彤 随着七天的话音落下 他庞大的云法灵场 缓缓释放 整个客栈内的气氛 瞬间变得压抑 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修士们秉息凝神 连大气都不敢喘 但又仅仅只是 一人看了一眼后 目光闪躲 不敢直视 为了不露出破绽 强装镇定 不敢转变视线 哪怕灵修都已不再出汗 都已感觉 汗水透湿了背后 七天平静地扫视全场 他的目光突然停顿 与那闪躲的目光相交 他勾勒出一抹微笑 语气中带着一丝细血 原来你在这里啊 啊 突然那人大叫一声 灵力瞬间爆发 伴随着一声巨响 顿时烟尘四起 他转身冲破了客栈的屋顶 试图在混乱中逃离 破会之主 其亡眼 人族之亡者 力量浩瀚无垠 其强大之力 宛若搅动宇宙星辰之伟力 身负紫海之势 曾突物魔数万 独面会晤之主 昔日 与那场惊心魂魄之战中 孤身独占物魔大军 其战斗 历时数月 天地色变 山河崩裂 刀光剑影间 无数物魔倒地 鲜血染赤大地 此血腥壮丽之战 成人类史册 永恒一夜 最被玉天皇朝封为齐王 玉天皇朝 齐王偏 然而 现实却无情地击碎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王景同冲出客栈时 才发现 整个世界被黑暗笼罩的天空 仿佛勾起了可怕的回忆 一道绿色的藤腕突然出现 直接穿刺他的身体 缠绕着带了回来 齐天轻声问道 你这是要去哪里呢 王景同 宁思凝视着那人的脸庞 发现他与记忆中的王景同并不相似 王景同惊愕地问着 阁下 您是如何找到我的 齐天没有立即回答 只是淡淡地说 你的命 还有用 尽管并没有多说 但王景同的心中 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被放下 心中逐渐冷静下来 气场中透露出的强大灵压 让王景同感到窒息 逃跑的念头 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 但很快就被现实的残酷所扑灭 如果再次落入齐天手中 不知道等待他的 会不会将是比死亡更加痛苦的折磨 王景同闭上双眼 开始运转体内的灵气 缓缓地修复着自己的伤势 齐天转身背对着王景同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冷漠 不过 你可能已经是必死之人了 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时光吧 听到这句话 王景同的身体微微一颤 心中涌起一股绝望 几乎要向后倒去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鸣叫 一只巨大的斥急凤形态显现出来 他的翅膀展开如同遮天蔽玉的云彩 将王景同紧紧抓住 随后 带着齐天两人一同飞向了天空中悬浮的腾云者 回到巨剑上 丢下王景同 齐天坐回王位 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完毕 直接启程 前往齐王府吧 莫真站在一旁 恭敬地询问 我们是直接前往齐王的主界城吗 是的 时间不多了 齐王府内 气氛庄严而肃穆 府中的仆丛 快步走进大厅 手中持着一枚传讯预检 上面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显露出新传来的消息 他跪地行礼 恭敬地像坐在王位上的 齐王禀报道 腾云者在天浪风界稍作停留之后 又再次启程 齐王 作为皇朝五位异性王之一 他的地位显赫 实力非凡 此刻 正端坐在一个巨大的紫色海洋之中 周围环绕着神秘而强大的能量波动 他的眉头微微一皱 仿佛在沉思着什么重大的决策 但他并没有睁开双眼 只是缓缓地开口问道 哦 他们究竟是要前往何处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即便不睁眼 也能感受到他那威严的气场 和无形的压力 旁边的下人 他上前一步 低头回答 回大人 根据他们行驶的方向 确实是指向大人明的封地 一旁的人沉思了片刻 然后提议道 我等是否动用大药毁灭之术 对其实施突袭 齐王闻言 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周围的紫色海洋 似乎随着他的呼吸 而轻轻起伏 然后他开口了 语气淡然 而又充满自信 毁灭之术 那等手段 能对本王构成威胁吗 那人略带犹豫的回答 由于大药毁灭之术 与王宁同源 灵法相通 因此其威能会在您的面前急剧下降 对王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他的声音中 透露出一丝敬畏 深知齐王的强大 与束法的精妙 齐王的双眸 如同两口寒潭 冰冷深邃 其中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寒光 那光芒 犹如实质化的利人一般 似乎能够轻易地剖开人的躯体 洞彻其内心深处的秘密 又好像两道闪电 划破长空 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和威压 让人不禁心生敬畏之情 他与其平静 但平静之下 隐藏着深沉的威严 你们认为 本王会是他的对手吗 在场的谋士们 交换了一个眼神 然后其中一位站了出来 手中拿着一叠资料 与其中带着一丝谨慎 根据我们多方搜集的信息和手段调查 那个被称为七天之人 经过所参与天灾及天命道运 天目争夺的地魁大人 所提供的信息显示 他一人对抗了诸多强者 几乎站在这一域实力顶点的剑组 也不是对手 据此推测 王宁或许并不是他的对手 齐王听后 面沉似水 毫无波澜 嘴角甚至还泛起一抹冷冽的笑容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空气 直似众人耳膜 让人不禁心声寒意 他的目光如炬 紧紧地盯着眼前的这些人 眼中闪烁着坚毅和果断的光芒 只见齐王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而有力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般 哼 你们这群无知之徒 你们又怎会认为 就连本王都无法伤到那东西分毫 他又怎么可能对他构成威胁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与威严 令人不敢有丝毫质疑 在场的众人皆被齐王这番话 震得哑口无言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 然而 在齐王如此笃定的态度面前 谁也不敢轻易提出异议 没有人敢回应齐王的质问 齐王自紫海中起身 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却给人一种高山洋指 不可逾越的气息 齐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气场 将周围的空间都笼罩在内 使得其他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沉重的压力 呼吸也变得有些困难起来 此时此刻 齐王的神情异常严肃认真 他紧紧皱起眉头 眼神凝重得如同冻结的冰霜 没有丝毫波动 他开口说话时 嗓音低沉浑厚 且极具穿透力 宛如黄中大吕 敲响在每个人心头 池云踪究竟是从何处找来的强者 先将那件禁忌之物带过来 齐王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许 却仍保持那份威严与沉稳 他的目光如利剑一般 仿佛能刺穿人的心思 让人不敢有丝毫隐瞒 停顿了片刻 齐王又继续说道 传令给其他几位王侯 让他们继续对皇朝施加压力 务必使用灵面抹除计划 随着齐王的命令 周围的人立刻行动起来 一方面去取来那件禁忌之物 另一方面 则迅速传达信息 给其他王侯 齐王戒斧 近飞区域 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 仿佛是天地间的一道命令 不容违背 这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仿佛是天地间的规则 让人无法抗拒 他穿透了云层 扩散到每一个角落 让整个戒城都为之振战 只见一道巨大的光幕 在空中展开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将整个前进的世界 笼罩其中 这光幕 仿佛是一面无形的屏障 任何试图飞跃的物体 都会被阻挡下来 紫玉展开 齐王府一到月亮 倒挂天际 天地间 唯有一轮弯圆的紫玉 飞行禁止 在这个近飞区域 任何人都无法挑战齐王的权威 在这个近飞区域 紫玉的出现 不仅是齐王威严的象征 更是一种无法逾越的自然法则 不仅是齐王的威严 而是这个地方无法飞行 不是压连 不是阻炼 而是辅助大树灵法 与这个时代超前的科研 这种技术 使得整个区域的空气和空间结构 发生了变化 飞行器和任何试图飞行的物体 都会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混满 因此 所有人都只能乖乖地遵守这个规定 但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大树 却因一人开启了所有 莫真恭敬地走上前来 声音中带着一丝紧张 大人 我们即将抵达齐王统治地界的主界府 齐天平静地说道 既然如此 直接飞入吧 莫真听后 明显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这样做 可能会引发正面冲突吧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谨慎地说道 并且 齐王刚好有反力紫海 辅助领域之法 并且还有持云宗的秘术 颠倒云法 我们的维消极巨剑 哪怕是自主的核心动力 也会被完全克制 进入他的领域 根本不能飞行 甚至可能坠毁 七天冷漠地回道 不必 赶时间 缓缓起身 他的目光 穿过剑体围消极拟太环境 望向外面的景色 突然 大地震动 如同有巨大的力量 在地下涌动 滔天巨响传来 大地仿佛被一把无形的巨刀劈开 紧接着 一道绿色的波涛 从地面喷涌而出 仿佛是大地本身释放出的怒潮 绿色的海水 从裂缝中喷涌而出 逐渐汇聚成一片滔天的汪洋 莫真还是错愕地询问着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进入祈辅后 停止动力 七天简短的话语 让莫真心中顿时掀起波澜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 停止动力 这样做 不会导致坠毁吗 那这到底 要怎么前行 莫真实在不理解 哪怕心中有无数的顾虑 但还是遵从了七天的命令 传讯向舰长示意 让舰长继续前行 整座巨大的围消极巨舰 缓缓地驶向祈辅 无数由绿色海洋汇聚而成的汪洋 环绕四周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因为即将到来的冲突 而变得凝重起来 齐王府区域 禁止飞行 立即停止前进 否则将视为对齐王权威的挑战 警告 所有飞行器 必须遵守禁飞规定 不得接近齐王府 重复一遍 齐王府区域 为禁飞区 所有飞行器 必须立即降落 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注意 齐王府区域的飞行禁令 是绝对的 任何违反者 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这些严厉的命令和警告声中 各种领法和扩音阵法被激活 他们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但 腾云者见船 无视所有呼喊和规定 禁止向齐王府而来 子物袭来 腾云者被领法附加了 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即将失去洞力 从高空坠落 但被改造过的黑药纹路 为消极巨简 仿佛是一头钢铁巨兽 在抵达目的地前 从不会停下 这一刻 无穷无尽的绿海 翻滚着汇聚而来 如同一只苏醒的狂暴巨兽 猛烈地撞击在 王府庞大的阵法结界之上 每一次撞击 都伴随着撕裂的巨响 仿佛是天地间最原始的力量 在相互碰撞 天空中 一道道裂缝 如同蜘蛛网般蔓延开来 仿佛连天空和大地 都无法承受 这股力量的冲击 随着皇集天命道运皇权的威能 被附加在这股力量之上 它的存在 本身就代表着 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这股力量的加持下 阵法结界开始崩塌 就像是纸糊的 一般脆弱 所到之处 一切的秩序和规则 都开始崩塌 整个空间 似乎都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颤抖 天空和大地 仿佛被无数的裂缝所撕裂 呈现出一种末日般的景象 如同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 将一切的抵抗 都化为虚无 绿海的冲击 皇权的加持 让一切都开始崩塌 整个戒城都在这股力量面前颤抖 绿海的波涛汹涌澎湃 一道道阵法结界的光芒 在不断闪烁中逐渐暗淡 直至完全破碎 天地间的裂缝 在不断扩大 破碎 连带着齐王府的紫月世界 都破碎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它冲破了戒城的结界 那层无形的屏障 在绿海的冲击下 瞬间破裂 腾云者直接凭借外里 进入了紫天之界 天空中没有太阳 取而代之的是一轮巨大的紫月 倒挂在天际 它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戒城 将整个世界染成了一片神秘的紫色 在这片天空下 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 一切都显得永恒而宁静 由紫色光幕构成的天空 它散发着柔和而神秘的光芒 将整个紫海世界笼罩其中 这片紫色光幕犹如一层面纱 隔绝了紫海世界与外界的联系 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独立而封闭的领域 一道横跨天空的黑绿撕裂之海 蔓延至天际 仿佛是一道世界巨大的伤口之海 承载着真正的远航巨舰前行 它在天际线上翻滚 如同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通道 巨舰的船头破浪而行 激起层层巨浪 它的尾跡在海面上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白色痕迹 随着巨舰的前行 撕裂之海威势 导致紫月世界似乎也在为它让路 仿佛这艘巨舰是这个世界海洋的主宰 在这片撕裂之海上 腾云者失去了自主防御阵法 宁丝跟着站在前方七天 感受着真正的巨浪大风 身后雨衣 王景彤跟在两侧 以及最后面的墨针 在玉天皇朝的力全殿内 分为宁众而肃穆 神主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他缓缓地向下属询问 齐王没有动手吗 神主 除了阻拦之外 报告神主 并没有产生威胁的攻击造成 旁人恭敬地回答 神主听后 不愧是齐王 还真沉得住气啊 在紫月的光辉下 所有人目睹着庞大的绿海 涌入紫月世界 这震撼的一幕 仿佛是大自然的怒吼 又似是命运的巨轮在滚动 看着这庞大而壮观 绵延至天际的无尽皇子宫殿 几乎是如同整个世界般大的皇宫 它如同一条巨龙 蜿蜒盘旋在大地之上 凝丝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就是一个蝴蝶 绿海如巨兽般 在天际越过高耸的殿堂 他翻滚的波涛 似乎要吞噬一切 他的力量 让人感到恐惧和敬畏 在高高的殿堂上 甚至有一位皇朝的官员 在上面大喊 七天 你在做什么 这是玉天的封王府邸 你这样 无疑是在向整个玉天皇朝宣战 声音充满了愤怒和惊恐 但是 身为心系天下的皇朝官员 不得不站出来 然而 巨大的腾云者 他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姿态 从旁驶过 卷起的波浪 和撕裂的风声 让官员们不得不闪避到一旁 看着那上方七天的身影 七天平静的声音传来 那么事情办完 正好要去皇城一趟 虽然仅仅只是平静的声音 不过一会 就被撕裂咆哮着的海洋吞没 但一旁的一官副手传递告诉 官员们听到七天的话语 一时间都愣住了 甚至忘记了接下来的话语 他看着七天的身影 心中充满了震撼和不安 七天的存在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剑 直指皇朝的权威 在无尽的紫海宫殿的中心 一片神秘的海域地带中 气氛凝重而神秘 七王的身影显得格外庄严 他的脚下是深邃的紫色海水 他们在七王的威严下 显得异常平静 宫殿的四周 紫海的波涛轻轻拍打着宫殿的时间 七王缓缓坐在这地底宫殿王位之上 声音低沉而有力 两种三灾级别 天命道运 他的目光穿透了宫殿的墙壁 似乎能够洞察到宫殿之外 整个紫月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字都仿佛经过了深思熟虑 开口问道 有动手吗 七王缓缓转过身来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最终停留在那位回话的旁人身上 旁人感受到七王的目光 立刻恭敬地低下头 回答道 禀报王 根据您的要求 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口头阻止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七王目光冷峻 扫过身旁堆叠的诸多详细资料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对情报的深思熟虑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关键的线索 随后 他随手将这些资料丢入身旁的紫海中 瞬间 紫海中生腾起紫色的火焰 将这些资料燃烧殆尽 仿佛一切秘密都随之消散在空中 七王的眼神深邃 他缓缓地说道 本王查阅了这些资料 经过仔细对比 发现他并非是一个滥杀无辜之人 在那次天灾级别的天命道运天目争夺中 唯一死在他手上的几位正派强者 都几乎人人都置在背地里 干着许多不可见人的事件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深深的思考 继续说道 你说 如果你们能像池云中的智囊团那样 为本王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策略 本王又何须如此劳心劳力 听到齐王的话 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恐慌 他们慌忙匍匐在地 声音中带着自责和惶恐 是我等失职 未能为王分忧 在这个紫海宫殿中 齐王的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 敲打在他们的心上 无疑是对他们能力和忠诚的质疑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惊恐 齐王的眼神凝重 他的目光穿透了空间的界限 仿佛能够洞察到遥远之地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某种无形的力量袭来 哪怕还有如此之远 本王也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恐怖气息 齐王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仿佛是从心底深处发出的感叹 齐王闭上了眼睛 他的意识仿佛脱离了肉体的束缚 向着那股恐怖气息的源头延伸 他的感知如同一张巨大的网 覆盖了整个领地 甚至超越了领地的边界 在这个过程中 齐王的脸上不时闪过一丝凝重 齐王平静地开口 此诚一位女子应声而出 他身着精致的宫装 面容端庄 不乏轻盈地走到齐王面前 恭敬地回道 奴婢在 齐王沉思了片刻 然后对他下达了命令 你叫上巨石 用最高礼仪去接待这人 不管他需要什么都满足 接着 齐王又补充道 本王回避一下 他的决定 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意外 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不解和担忧 齐王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他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深邃的光芒 缓缓地回答 没错 本王是怕了 这句话 如同一颗石子 投入平静的水面 激起了众人心中的波澜 他的坦白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齐王在他们心中 一直是无所畏惧的象征 如今 他却亲口承认了自己的恐惧 齐王的声音 在宫殿中回道 他的语调平静深沉 缓缓地说道 自古王不对王 这句话 仿佛是一道古老的法则 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 接着 齐王继续阐述 记得有个词语叫做 一山不容二虎 他的目光 穿透了时间的长河 他的声音中 透露出一种 对实力本质的深刻理解 两股截然不同气势的汇聚 只会至少以一方消散而结束 齐王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沉重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种无奈和决绝 本王要顾及的太多了 齐王深深地叹了口气 最后 冷笑一声 只看他是否有足够的实力 去承担这一切的后果了 明知不敌 还逞能 真正的现实 他不会因为你的热血和勇气 而对你手下留情 那些盲目追求荣耀 不顾一切的热血少年 往往是不可能存活的 即便是贵为齐王 也有不得不放下尊严和威严的时候 当为王侯 亦有悲屈之客 命系天术 仍有权谋之心 在这个巨箭的不断前进 凝丝凝视着前方 逐渐地 那座宏伟的紫月宫殿 映入眼帘 如同在紫色海洋建筑群落中 若隐若现 宛如仙境中的宫殿一般 宫殿的轮廓 在紫月的余晖中 显得格外清晰 那高达千丈的身躯 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守护神 紫月宫殿的尖塔 直插云霄 塔尖上镶嵌着一颗巨大的月石 与天空中悬挂的紫月相应乘去 高台缓缓地从地面上升起 它的出现 如同神迹一般震撼人心 高台的石块 在紫月的光辉下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每一块石头 都似乎蕴含着古老的力量 随着高台的不断上升 它的规模 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 高台的底部 宽广而稳固 随着高度的增加 它的结构 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 我们能够看到 高台的边缘 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这些图案 在紫月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生动 高台的上升过程 充满了庄严和神圣 它似乎在向我们展示着 这片土地的古老历史 和神秘力量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在为这壮观的一幕 而震动 我们能够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能量 在高台周围流动 当高台最终稳定在空中时 显然形成了一座庞大的平台 宁丝望着眼前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看起来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机械产物 根据莫真的分析 齐王并没有对自己等人进行攻击 只不过独有的拦截阵法 明显可以得知 他可能对七天的实力 有所忌惮 因此选择了退让 现在都已经进入腹地了 已经不可能设下陷阱 或许等会 齐王就会将持云宗的 铜云日月硬归还 莫真凝视着远方的高台 缓缓到来 看来这应该是齐王麾下 子要新官之一 名为巨石 那他是不是灵修者 宁丝追问 莫真摇头回答 不是 他不是灵修 地难级的天命道运 地横的掌控者 宁丝沉吟念着 天命道运 根据莫真所提供的信息 目前所知的天命道运 被分为三个等级 每个等级都代表着掌控者 所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力量 按照宁丝理解 可以解释为 地难级 这个级别的掌控者 拥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 他们的能力 足以在近千米的范围内 造成巨大的破坏 天灾级 天灾级的掌控者 则更为强大 完全掌控者 可能具备权力一击 能影响上万米范围内的毁灭 如同末日天灾般 恐怖灾害 黄极 这一级别的实力 足以动摇威胁灭国成部的实力 考虑到这个世界的国家规模 甚至超过了一些星球的大小 因此 可以想象 黄极天命道运的掌控者 可能拥有灭心级别的力量 由于存在一个 由黄极天命道运掌控者为首的组织 覆灭了一个庞大地界的统治势力 正因如此 并由大黑天之时 天外跌落如若掌握 便一步登仙 被世人尊称天命无上意志道运 统称为天命道运 关于是否存在 超越当前已知级别的天命道运 或者其他能源物质 池云宗的科学研究指出 即使存在更高级别的能源 从理论上讲 人类无法掌控这种级别的毁灭性能量 掌握这种能量 就如同持续不断地释放 能够摧毁星球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 如何能被一个有思维的生命体所控制 面对这三个天命道运级别 对于宁斯来说 就已经是如同曾经幻想仙人般的能力 七天所谓的辐射 实际上就是 接触一种在特地区域 发生剧烈能量反应的持续爆炸现象 正常情况下 要掌握这种力量 需要不断地与其接触 并逐渐被其吞噬 对于普通人来说 即使天降奇缘 获得了强大的天命道运 即使有强大的天命道运摆在面前 这三个级别的毁灭之力 他们也无法接触 因为这种力量 需要些许实力的修行者所感悟接受 即使出现了无数意外的结果 毕竟科学观念总是在不断进步刷新 真的有人居然掌握 远比所知 黄极还要强的天命道运 那么 此人就如同类似在不断地进行 超越核聚变般的能量反应 毕竟 他们已经能够随手一击毁灭星球 这已经挑战了科学研究 与现实物理学所能解释的极限 如果他们拥有速度 那么他们可能拥有接近光速的速度 但问题是 他们的思维在哪里 他们的意识又在哪里 他们的身体有什么物质构成 而以这样的时速进行飞行 又为何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毁灭性的能量反应 并如何释放这种毁灭之力 至少封印在这可笑的渺小人类身躯上是不可能的 可以称为毫无逻辑的幻想 这样的存在 其物质组成思维和意识的维持方式 以及他们如何无时无刻进行毁灭性的能量反应 只需解释逻辑 都是科学和哲学上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然 除了那些强大的天命道运之外 还有许多灵散且较弱的天命道运存在 目前在御天之下 这庞大的一处地狱 这些较弱的天命道运 并没有被正式寄入皇朝的统计之中 因为他们的力量相对有限 不足以对整个地狱的势力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并且 掌控天命道运的力量虽然奇特 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 据目前的统计 那些完全掌控天命道运的修炼者 往往会在过程中损失大半的寿命 这种力量的掌控 就像是一种辐射 在这个世界有着如此之多的其他修炼大道 因此 除非修炼者在其他修炼道路上完全没有资质 基本大势力强者 除非特殊所需 都不会是天命道运掌控者 尽管如此 一旦有人能够掌控强大的天命道运 那将是一种质的飞跃 能够迅速提升其在这个世界的地位 但这是普通人力所不能及的 天命道运都被牢牢地掌控在大势力手中 例如 长阳秘境中发现的天命道运 其吸引力之大 甚至连一些较弱的强者都难以参与其中 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总的来说 天命道运的力量虽然诱人 但其掌控的代价和难度也是巨大的 其中 如若修习灵主修炼体系 他能够显著地减少因掌控天命道运而带来的寿命损耗 尽管这种减少的效果并不足以完全抵消身体被改变的损失 但至少能略微减少恶化 灵修者通过修炼灵力 能够更好地与天地间的灵气相融合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天命道运对身体的侵蚀 这种修炼方式 使得灵修者在掌控天命道运时 能够保持更长的寿命和更稳定的状态 并且也能稍微能够全面提升掌控者实力 因此 那些能够掌控天命道运的修炼者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灵主修炼体系的修行者 他们通过灵修的修炼 不仅能够更好地驾驭天命道运的力量 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自己的修炼生涯 从而在这个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 如果用宁斯所熟知的超能力 去理解这天命道运也并不很准确 天命道运不可能会有 那些比如穿墙 顺移等等 复杂且逻辑衔接不上的能力 尽管灵修可能有其他方法来实现类似的效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命道运能够直接赋予这些复杂能力 本质上 天命道运的作用是通过辐射影响人体 与特定物质产生共鸣 或是改变个体的基本结构等基础层面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涉及到与某种特定物质的共鸣 或者修炼者自身的生理结构和能力的改变 这些基础性的改变 使得修炼者能够获得超越常人的能力 但它们并不意味着修炼者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行为 或获得任何他们想要的转变 修炼者在天命道运的影响下 可能会发展出新的感官能力 增强的力量 更快的反应速度 甚至是对某些自然现象的控制能力 然而 这些变化都是基于修炼者 与所对应天命道运之间的共鸣和适应 这些变化并不会按照人的愿望来改变行为 而是遵循着一般的基础规律 因此 修炼者在追求天命道运的力量时 必须对这种力量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 并且 也绝不会拥有 死亡回归 掌控时间 预知未来等等 有着硬性时间悖论逻辑 等诸多无法实现难点卡死的幻想能力 这些能力在逻辑上存在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 天命道运的力量 更侧重于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和运用 而不是那些超越现实逻辑的幻想能力 它更注重于对自然界力量的掌控 和对修炼者自身潜能的开发 而不是创造那些违反基础定律和宇宙法则的奇迹 这时七天说了一句话语 但是 长生这种能力是存在的 长生 啊 不对 突然的话语 让正在沉思的宁思愣了一下 疑惑地回应 天命道运通常不是会减少人的寿命吗 难道说在这些能力中 有一个特殊的天命道运是例外 它最初可能会导致寿命的降低 但随后却能够逆转这一过程 甚至可能增加寿命 莫珍在一旁补充道 根据我们的研究 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天命道运 它们可能会先让修炼者的寿命减少 然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恢复 甚至超过原来的寿命 这种能力的提升幅度超过了寿命的减少 因此 最终结果是寿命的增加 而且 增加寿命可能只是一个附带效果 不过 这种能力的拥有者非常罕见 因为大多数修炼者 在获得这些能力时 并不会经历寿命的减少 所以他们可能隐藏得比较深 不易被发现 这类人也完全可以使用 不冲突的修炼道路体系 来展现实力 随着逐渐地抵达 眼前那座无比宏伟壮观的平台 它似乎拥有神奇的能力一般 竟然可以自动调节自身的高度 这一切都是 为了能够更完美地迎接远道而来的藤云者 一道信息传递去 刹那间 原本宽阔壮丽的宫殿广场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它宛如一只被施了魔法的巨兽 瞬间转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盆地 紧接着 绿海承载着巨舰缓缓落地停止 将其稳稳地放置在巨大的绿海湖泊上 抬升而起的平台上 一位女子以恭敬的姿态走上前 她的动作优雅而谦卑 低身行礼 小女子子称 不惊异 让紫城的神色微微一变 但她还是恭敬地回道 请大人上 谢族王位 前往大殿 在前方 一座巨大的物体 缓缓沿着改造过的平台移动而来 她的体积庞大 宛如一座小山 宁死等人随后跟上 站在这个庞然大物的上方 凝视着她的雄伟深知 这物体的外形 令人联想到 一只巨大的帝皇巨蟹 它的外壳 散发着悠悠的紫色光芒 而白胡光线 则在其表面缠绕 如同一道道神秘的符文 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叹 哇 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迹 让人既敬畏 又着迷 伴随乘坐着的谢族 缓缓向主殿行进 周围紫月宫殿的景象 如同梦幻 天空中紫色流光倒转 天空中 紫色的流光 如同倒转的瀑布 仿佛使人置身于海底的龙宫般 在宫殿的四周 可以看到一些独特的游兽和飞行器 它们显然与众不同 能在紫月世界中 自由飞翔 这些游兽和飞行器 在宫殿周围忙碌的穿梭 它们似乎在执行着各种任务 可能是传递信息 运送物资 或是执行其他重要的职责 然而 一旦激活了各种禁制和制空法术 这些游兽和飞行器 也会被迫坠落 随着腾云者的抵达 齐王势力表面上 已经确认了七天大人的身份 并解除了数法 但即便如此 腾云者依旧是以破浪之势到达 那七天大人 何不告诉妾身 需要什么 何故劳烦亲自来一趟 紫诚在谢族上轻声询问 七天微微一笑 回答道 听说你这里的佳肴别具一格 也可特地来品尝一番异世界美食 紫诚微微汗手 谦虚地回应 七天大人过誉了 不过是些寻常食材罢了 尽管紫诚的话语中透露出谦虚 但话语间明显 显然他已经意识到 需要安排人手去准备宴席了 他轻轻地对身边的侍从示意 侍从立刻领会了他的意图 悄无声息地退下 那近百张巨大的宫门 在前方缓缓开启 每一次的开启 都伴随着沉闷的响声 仿佛是古老传说中的巨兽 在低声音唱 宫门的高度 几乎与天际相接 它的存在 仿佛是在提醒着 每一个靠近他的人 不容任何凡人亵渎 宁思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连看门 都需要仰视 随着谢族的缓缓停靠 无数小兽爬来 拥有极多条肢体长腿 众人站在其背上平抬后 衬托着所有人 步入了一座 宏伟的紫园公主殿内 宫殿内部装饰的 富丽堂皇 紫色的维蔓随风清白 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墙壁上 镶嵌着精美的宝石 他们在柔和的灯光下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七天静止站上宫殿的主位 这是一张 由奇异木材雕刻而成的 巨大宝座 被精心雕刻成 龙凤城祥的图案 彰显着主人的尊贵身份 毫不客气 转身地坐了下来 身子挺拔 神态自若 仿佛他才是这里的主人 宁斯等人 则落坐上方的两旁侧位 接着 七天平静地开口 不如正提拔 声音在紫园宫殿中回荡 小女子听说 石云宗遗失了 某样重要的物品 导致大人 您亲自前来 不过 我已经帮大人找到了 紫诚微微一笑 他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谦卑 没想到那件物品如此重要 我已将其妥善保管 只等交给大人 七天缓缓闭上了双眼 显然对这些化解矛盾的借口 莫不关心 莫真看出了七天示意 便开口道 那亲自成大人 把东西带上来吧 就在这时 一名侍卫 急匆匆地走进宫殿 他单膝跪地 双手恭敬地 捧着一个神秘的盒子 七天对此 似乎并不感兴趣 莫真小心翼翼地接过盒子 然后缓缓地打开它 盒子内部 躺着一件 散发着奇异光芒的物品 它的光芒在宫殿中 显得格外耀眼 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这件禁忌之物的出现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紧张 空气似乎凝固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禁忌之物的神秘和力量 让整个宫殿的氛围 变得异常严肃 莫真凝视着手中的禁忌之物 它的表情 变得越来越严肃 在众人的注视下 莫真轻轻地合上了盒子 将其收起来 交给一旁云位 明显与一般护卫不同 显然是一直跟随 融入普通护卫的强者 莫真与旁人交换了眼神 然后他转向紫成 礼貌地问道 抱歉打扰 紫成大人 我们持云宗的一些成员 需要将这件物品 带回宗门 不碍事 之前也有持云宗的客人 来到紫月世界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引领他们 进入紫月店一同接取 紫成微微一笑 从容地回答 不必了 我们知道路 莫真回绝 当得知确切信息之时 持云宗迅速采取了行动 派遣了众多人手 前往齐王的封地 不仅在紫月宫殿外 有人暗中潜伏 而且 在齐王前往持云宗的路线上 也布下了严密的保护措施 尽管整个大殿内部 设有屏蔽阵法 以防止外界的窥探和干扰 但莫真在前来之前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事先与宗门沟通 制定了一套特殊的暗号系统 这套系统 即便无法传递准确的文字信息 也能通过预设的暗号 传递关键信息 随着莫真试一下的发动 这些信息 已经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终极点 被层层传送回池云宗 随着莫真 让几位池云宗 暗中强者的离去 身影消失在宫殿的转角处 宫殿内紧张的氛围 渐渐消散 这时 众多婢女的庸促 一座巨大的乐器被敲响 其声音悠扬 回荡在大殿之中 就在此刻 从大殿之外 仿佛天际的神奇降临 众多触手蜿蜒而来 每一只触手 都裹挟着一件奇珍异品 这些触手上的奇珍异品 琳琅满目 有的装满了珍稀的食材 有的则盛放着精致的美食 他们在空中轻盈的舞动 仿佛是天界的使者 将美味佳肴 直接递送到在场之人面前 此称优雅地 走到众人面前 她的眼神中 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缓缓地介绍道 这是玩手 她不仅能够提供美食 无论几位大人需要什么 只要告诉小女子 她都能递送过来 宁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眼前这幕奇景 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震撼 但她深吸了一口气 还是强忍住 没有发出声音 这景象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以至于她不禁想象 如果沈灵和沈妍 也能在这里亲眼目睹 该有多好 然而 七天之前已经提醒过她 从此刻起要尽量少说话 线手上一直戴着那枚特殊的戒指 它能让人在不自觉中被忽略 即使被人记起 也会很快被遗忘 这种保护措施 让宁丝在几人中 显得更加不起眼 再加上身边有羽衣 王景彤和莫真等人陪同 至于其他一些池云中的云味 在他们身后 尽管如此 宁丝还是对眼前的玩手感到好奇 她的奇特功能和形态 完全在颠覆自己的观念 根据紫诚所介绍 玩手似乎是一种神奇的灵性生物 她的触手 不仅能够捕捉到最稀有的食材 还能够根据宾客的喜好 将他们想要的物品 直接送到手中 不解释 宁丝也不知道 这都到底如何做到的 这种能力 不仅展示了紫诚的细心和周到 也体现了齐王府 对池云宗众人的极致款待 随着玩手的出现 整个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一群身着华丽服饰的婢女们 开始轻盈地穿梭于触手 与几人餐桌之间 他们手中拖着精致的瓷盘 上面盛放着各种色香味 俱佳的菜肴 随着婢女的动作 一缕缕诱人的香气 弥漫开来 刺激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味蕾 王景同此刻 正紧随身旁的婢女 毫不客气地 索要着各种美食 她大口大口地吃着 似乎已经忘却了食物的美味 只是机械的咀嚼 自从七天说出那句话之后 她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命运 眼中流露出一种无奈和绝望 明白自己的结局已经注定 无论怎么挣扎 都无法改变 仿佛这是人生中 最后的几次断头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宴会的气氛 变得越来越热烈 紫月宫殿 似乎再次回到了 她原本的轨道上 此时 七天突然打破了沉默 她的声音凭劲而直接 什么都可递来吗 这句话 让在场的 齐王势力的众人心中一惊 这不过是弥补的一句客套话 实际上 哪怕是要齐真一宝 都可以递来 然而 七天敢于开口 明显是没有任何留情面 显然不会要这些烦物 紫成迅速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情绪 她以一种恭敬 而谨慎的态度回应道 七天大人 可还有什么需求 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紧张 显然是在担心 七天会提出什么 难以满足的要求 七天微笑着回答 本来是没什么特别要求的 但似乎这个世界的运气 都很不错 就要她本体的一条手臂吧 仿佛在谈论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她的话语 却让在场的气氛 瞬间紧张起来 随着七天的话语落下 她的目光 最终定格在了紫成身后 一直默默跟随的紫月干部 巨石身上 顿时 让众人心中大汗 什么 瞬时间 大殿内的空气 骤然变得肃杀 紫月殿内的 齐王势力的暗中强者 全都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聚焦于几人身上 巨石 作为紫要新官之一 她的存在 在齐王势力中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而七天此刻的要求 无疑是对齐王尊严的践踏 听到七天的要求 紫成的脸上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她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震惊和不解 大人 这样做 恐怕不太妥当吧 心中充满了疑惑 要天命道运掌控者的手臂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难道是因为天命道运 而需要研究吗 天命道运 自诞生以来 便引起了天下 所有人的关注和探讨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研究 目前所有研究者 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 一旦天命道运 被生灵所完全融合掌握 它就如同被锁定了 感体轨迹 从此便不再可能 被其他物质所同化或掌握 这个结论意味着 一旦某个生物 拥有了天命道运 它就成为了这种 神秘力量的唯一主人 如同身体和灵魂 便与这种力量紧密相连 形成了一种 不可分割的纽带 这种力量的融合 是如此深刻 以至于 它成为了修炼者的一部分 无法被剥夺或转移 无论其他生物多么强大 都无法将天命道运 从原主人的体内分离出来 更不用说掌控它了 这种特性 使得天命道运 成为了一种极为珍贵 且独一无二的修炼资源 虽然它并不完全理解 其中的缘由 但这样的要求 无疑超出了它的预料 不可以吗 看着还在犹豫的紫成 七天缓缓问道 毕竟虽说是 借了之前宗门的东西 按照人的观念 要点利息 很正常嘛 紫成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缓缓苦笑着 借 这是 在给台阶下吗 但是 他心中明白 为了夺取禁忌物 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王为此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至今还未曾使用过 这不太好吧 紫成还想再 委婉地拒绝 但七天的目光 已经让他感到无法抗拒回到 小女子需要询问其王 可 天命道运的力量虽然强大 能够让人一步登天 但他的局限性 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之相比 领主修炼体系 则显得更为全面和灵活 在领主修炼体系中 修炼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修炼路径 来学习各种灵法 来弥补不足 例如 如果修炼者 想要获得飞行的能力 他们可以选择学习 能够预空的灵法 如果他们 感到自己的破坏力不足 可以学习那些 能够增强攻击力的招式 如果速度是他们的短板 他们可以修炼提升速度的辅助法术 通过这样的方式 修炼者可以逐步完善自己的实力 使其达到一个均衡而强大的状态 在灵修的修炼体系中 其中 强者若遭遇了严重的伤害 如断头这样的致命打击 他们仍然有可能 通过灵力的恢复和修炼 来减轻伤害的影响 虽然这样的伤害 无疑会对修炼者的实力 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通常不会导致 不可逆转的损害 灵修者 拥有多种恢复和强化的秘书 他们的修炼方式更为稳定 即使遭遇重创 也能通过特殊的手段恢复 然而 天命道运的力量 则更像是神的恩赐 它给予修炼者什么 修炼者就只能接受什么 并且有个极大的缺陷 它就像是一种放射性的能量 由于天命道运的力量 与修炼者的本体紧密相连 几乎每一处 都是核心能源的所在 因此 一旦修炼者受伤 或者失去了主体的一部分 就相当于直接削减了他们的实力 这种缺陷 使得修炼者在使用天命道运时 必须格外小心 因为任何的损伤 都可能对他们的整体实力 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因此 虽然天命道运的力量强大 但它的使用 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 在这个如此庞大的世界中 修炼者必须在追求力量的同时 这种不稳定性 使得天命道运的掌控者 必须小心 以防止意外的伤害 导致实力的重大损失 当然 巨石也是一位灵修强者 他掌握了一套独特的组合秘书 这些秘书 极大的保护了他的本体 不受伤害 通过这些秘书 巨石能够有效地抵御外界威胁 保持自身实力的完整 可欺天此刻的要求 却是直接要求 巨石本体的一条手臂 这相当于直接削弱了 他一部分的天命道运掌控之力 一个势力的根本 在于其支柱强者的实力基础 这种实力的根基 是整个势力稳定发展的基石 是他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 立足的根本 因此 任何对这种实力的削弱 都等同于 在削减整个势力的抵御 这种损失是根本性的 不可秘的 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对于任何一个势力来说 支柱强者的实力受损 就意味着 整个势力的战斗力 将大大减弱 这不仅仅是对个体实力的削弱 更是对整个势力 未来发展的沉重打击 这样的损失 往往是致命的 因为它直接影响了 势力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力 在这种情况下 紫诚和其他欺望势力的成员 可无法权衡利弊 在紫月世界的一处神秘的紫海之中 随后的消息 也迅速传达到了齐王的耳中 这样吗 齐王听完下人的汇报后 缓缓从紫海中起身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告诉巨石 按照他说的去做 然而 在命令下达之后 他突然又补充了一句 切记 让巨石种下星途 齐王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在紫渊殿内 气氛显得格外凝重 与此同时 巨石收到了齐王的命令 尽管内心充满了不满和愤怒 但他还是努力 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陈生问道 那么 齐天大人 您希望如何接受在下的能量 凌丝的目光 转向了那个魁梧的身影 他注意到 这位紫月月官的身躯 几乎接近一丈高 巨石身着几件暗紫色的板甲 这些板甲上 环绕着神秘的紫光 并且 板甲上刻画着巨大的紫药图案 这些图案在灯光下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丢出就好 齐天平静地说道 与臂 殿外如同玩手的方式 从藤云者停止的绿海处 仿佛是某种神秘力量 被召唤了出来 这条河流 如同被无形的手操控 从绿海中缓缓流出 顿时涌出一条墨绿的河流 延伸进入殿内 巨石顿时眼神一鸣 迅速地扯下了自己的一条手臂 一股强烈的痛楚 瞬间涌变全身 但他并未退缩 在这一过程中 他立刻动用一种奇特的灵法 断臂处迅速冒出紫色的光芒 这光芒如同强大的封印 迅速压制住了伤口处的剧痛 巨石的身体微微颤抖 随后退下 被丢出的手臂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他的体积和重量 似乎在空中迅速增加 他如同一个即将爆炸的巨大能量体 充满了恐怖的力量 然而 就在这关键时刻 进入而来的绿流 仿佛张开了巨口 将那条手臂迅速吞没 并卷携着他迅速退走 回到了腾云者所在绿海的位置 一系列令人震撼的事件 在殿内发生 使得氛围变得沉重起来 但 殿内的齐王势力 都是处世精明之人 他们很快便调整了心态 紫诚保持着 他一贯的恭敬态度 轻声向七天询问 大人 您是否还有其他需要 虽然不愿问出 但这场面 还是需要打破气氛 七天的目光 缓缓地扫过宁斯 羽依 莫贞和王景同几人 他的声音平静 带着一丝关切 可吃好了 羽依率先回答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恭敬 大人 已经足够了 羽依实际上并没有吃太多 只是简单地品尝了 齐王府侍女们递来的美食 而宁斯 则似乎更多地被周围的美景所吸引 对美食的品尝并不伤心 但也不视为一种欣赏 莫贞则一直保持着警惕 没有动快 他的注意力 似乎更多地放在了周围的环境和分析上 而王景同则显得有些情绪化 失魂落魄的 越吃越伤心 一边心中暗自感慨 这都什么人啊 来到玉天之下 武王势力地盘 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样 真是后悔 当时就不应该前往长阳秘境 寻找机缘 七天 看向紫诚淡淡回应 需要一枚紫心入境丹药 紫诚文言 不禁松了一口气 本以为七天会提出更难以满足的要求 但这次只是需要一些丹药 这让他感到稍微安心 他回应道 大人 这对我们齐王府来说 是小事一桩 我们拥有最好的紫心灵和入境丹 我还需要齐王在此处的紫幽海的能源 然而七天并未就此止步 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要求 让紫诚感到震惊 因为紫海能源 是齐王势力的重要资源 涉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 然而 就在紫诚还未完全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突然收到了齐王的信息 居然是同意了七天的请求 紫诚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态度 回应道 那七天大人 要献宫殿底下这处 七天似乎早已料到他的反应 现在就去 七天起身的瞬间 紫诚心中涌起一股不安 紧接着 无数如同蜘蛛的小兽爬来 他们身形小巧 动作敏捷 似乎是紫诚的宠物 或者 是他用来传达信息的信使 这些小兽 在紫诚的指挥下 带领着几人 跟随他前往地底宫殿 众人踏入了底殿 眼前的景象 令人震撼 底殿内 仿佛是一座古老的遗迹 墙壁上刻满了神秘的符纹 地面铺满了古老的石砖 每一块石砖上 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突然 宫殿内的墙壁开始移动 露出了一个秘密通道 通道的入口处 被紫色的符纹所覆盖 步入通道 只见四周的墙壁上 闪烁起点点紫芒 众人跟随紫城 沿着通道前进 墙壁上的紫纹 随着他们的步伐而亮起 仿佛是在指引着他们的方向 穿过这条幽暗的通道 他们来到了一个 充满灵气的神秘花园 花园中生长着 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 他们散发着迷人的香气 让人感到一种宁静和舒适 他们在夜明珠的光辉中 摇曳生姿 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通过了错综复杂的地底迷宫 最终来到了一个 有璀璨的夜明珠构成的宫殿 将整个宫殿 照耀得如同白昼 宫殿的结构 复杂而精巧 仿佛是时间和空间交错的产物 如同一个 由时间和空间交错的秘境 紫城带领着几人 穿过重重迷雾和险阻 终于抵达了紫海能源的藏身之所 一片神秘而诱人的领域 这就是五王之一的底蕴吗 莫真还是把震惊之言压下心中 就连见多识广的他 也是初次目睹 这传说中的奇王紫幽之地 紫幽之地的地面 是由一种特殊的矿石构成 这些矿石在紫气的滋养下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为整个空间 提供了一种柔和而神秘的照明 能量在这里涌动 它们在地面上 形成了一道道流动的光纹 展现在它们眼前的 是一片广袤无垠 波涛汹涌的紫色海洋 浓郁的紫气如云雾般缭绕其间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奥秘与力量 这片海洋中的能量异常活跃 时而掀起惊涛骇浪 时而又静谧如镜 每一滴海水 其蕴藏的能量 或许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站在岸边 凝死几人被眼前壮观的景象 深深震撼 如同见证了紫月世界中的一处奇迹 旁人问道 王 您为何会同意他这样的请求 你觉得 他真的能够把他带给走吗 齐王的声音 仿佛来自幽冥地府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原因很简单 如今就连本王自己 都已经渐渐失去了 对那片海洋的掌控了 那片紫海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本王的想象 地底紫海 这处神秘的能量之源 是齐王最先灭雾魔下秘密培育的 他隐藏在紫苑宫殿的深处 宛如一片璀璨的星海 众人站在地底 望着那无尽的紫海 他们在昏暗的映衬下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仿佛是天地间的瑰宝 七天冷漠地注视着 这处悠悠紫海 站在紫海的边缘 他淡淡地说道 接下来 够用了 打开这里的紫天苍穹 七天仿佛对这地方的每一寸构造 都了如指掌 紫诚听到七天的话 不禁感到震惊 他忍不住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们的暗语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惊讶和疑惑 因为紫天苍穹 是齐王势力内部的秘密 通常只有极少数人知晓 七天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这里的能源我全要了 你们难道以为我无法带走吗 紫诚听到七天的话后 他立刻通过某种方式 将信息传递了出去 那大人需要稍等 如今加持的阵法太多 在这个地底世界 无尽翻滚的能量 如潮水般疯狂涌动 并形成了极其庞大而强大的灵场 理应无法被人所掌控 随后 就在此时此刻 在这个深埋于地下的神秘世界里 头顶上方的苍穹 竟然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仿佛有什么力量 正在试图打破这片空间的平衡 不必了 你们太慢了 还是我亲自动手吧 随着七天的话语落下 天上的苍穹 仿佛真的在回应他的意志 一道道无形的锁链和机关 似乎被解开 天上的紫月大地开始震动 紧接着 整个大地开始分崩离析 数不清的阵法 也纷纷土崩瓦解 仿佛他们无法抵挡七天的力量 紫成站在一旁 他感受到了 这股力量的震撼 突然间 他震惊地意识到 这是天命道运 地横 地横是天命道运中的一种力量 它代表着大地的永恒和稳固 在七天的掌控下 这股力量开始发挥出 它的真正威力 天空开始低落下绿色的雨海 它们如同瀑布般清洩而下 绿色的液体 在地底世界中流淌 形成了一条条绿色的河流 它们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绿色的海洋 这个地底世界 原本凭见神秘 如今却因为七天的力量 而变得动荡不安 紫成看着这一切 他的心中充满了敬畏和震撼 他知道 七天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的存在 已经超越了人的范畴 什么 他竟然掌握了 巨石所蕴含的天命道运 齐王满脸惊恶的师生喊道 心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和疑惑不解 世界上怎会同时出现 两个人掌控同一种天命道运呢 难道仅凭那条神秘的手臂吗 核心之源 理应仍留在巨石体内才对啊 他瞪大眼睛 目光忧深 喃喃自语道 这不可能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紧接着 一个更惊人的念头 涌上心头 齐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声音颤抖地说 如此一来 他身上 岂不是已经汇聚了三种天命道运了 根据从长阳秘境得到的情报来看 此人不仅能在寝客间 将天命道运练化 而且没过多久 便能彻底掌握这种强大的力量 这样的能力 实在太过害人听闻 引得无数人对其虎视眈眈 这是无数人都为之觊觎的力量 他难道真的是神 那一个疑问不经显现 确定能够抹除吗 齐王震惊之余 毫不犹豫地吩咐道 告诉紫诚 不要阻拦他 整个地底世界都因为七天的力量 而变得动荡不安 这一刻 仿佛天地间的界限被打破 天穹像是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外界那神秘而诱人的紫月世界 似乎想要冲破阻碍 将其光辉映照进这个封闭的空间 然而 与此同时 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 无尽的绿海 从上方如同潮水般涌动 遮蔽了天空 吞噬了所有仕途进入的光线 这片汹涌澎湃的绿海 以排山倒海之势 源源不断地涌入 毫不留情地吞没着 撞入其中的庞大紫色 幽光海洋 两者交汇之处 顿时爆发出一股无际的撕裂之力 仿佛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 正在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 仿佛空气也被撕裂成无数碎片 狂暴的能量四处激荡 形成一道道耀眼夺目的光芒 和震耳欲聋的巨响 两股力量在空中相遇 仿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量在 相互吞噬 相互对抗 与此同时 紫成操控着跟随而来的谢兽 如同拼接般 一道道坚固的巨墙 阻拦在宁斯等人身躯 防止这宣泄的气意 伤到几人 他们碰撞的力量如此强大 以至于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 仅仅是一个眼神的交流 紫成便明白了七天的意图 拿过后方小兽举着的物品 他迅速递上了紫星入境丹药 七天转头对宁斯说道 该紫星入境了 宁斯接过丹药 随后服下了丹药 已经有过宇晨入境的经验 现在应该比较容易把握 随着丹药的入口 感受到一股暖流 从丹田处升起 逐渐扩散至全身 身体开始变得轻盈 仿佛融入了周围的紫海气息 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只感觉自己 仿佛在紫星入境丹药的作用下 逐渐脱离了肉体的束缚 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突然之间 在沉沦的那一刻 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将它带入了一个混沌未开的世界 它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无垠的宇宙中央 四周一片漆黑 唯有一颗巨大无比的紫色星球 散发出耀眼光芒 并以缓慢而稳定的速度自转着 这颗紫星宛如宇宙中的核心 吸引着周围无数繁星 围绕其运转不息 宁斯只感觉心中的意识 凝视着眼前奇景 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震撼 如此壮观景象 实在超乎想象 在紫星的引领下 宁斯逐渐放下内心恐惧与疑惑 让自己的意识完全融入其中 刹那间 他体验到了一种超凡脱俗 超越物质界限的奇妙感受 时间与空间在此刻变得模糊不清 身体与意识也不再受束缚 不知过了多久 根据紫星入境步骤 在宁斯的意识中 想要引导那一抹灵力 注意到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黑暗的空间变得明亮起来 四周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意识中好奇地接近一看 发现这些光芒 竟然是由无数颗细小的紫色星星组成的 它们漂浮在空中 宛如一片梦幻般的星空 宁斯仿佛触摸其中一颗星星 顿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传入体内 他心中一惊 连忙回过思绪 随着宁斯逐渐恢复意识 紫程在一旁轻声解释道 这位大人 如果您成功入境 将会看到短暂的紫盲 这是 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 由独特紫星入境丹药 产生的辅助效果 当宁斯睁开双眼时 发现自己的身体 已经被一层淡淡的紫色光芒所包围 不 或者说 是紫星入境改变身上时残留的效果 宁斯感悟着身体 紫程站在一旁 观察着宁斯的反应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然后 他轻声提醒道 大人 您还未入境 什么 宁斯文言 满脸无奈地说着 这都没入境 入境失败 那些需要凭借自身悟性 去领悟和掌握的事物 貌似自己都很难成功 最后 不禁陷入了沉思 开始回忆起 沈家祖传功法中的紫星入境要点 就必须先找到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 那一丝神秘莫测的紫破 只有通过调动紫星灵和的灵力 融入全身 才能让身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而入境 然而 就在刚才 却明显感觉到自己 未能完全把握住 这个关键所在 那种感觉 就像是只差临门一角 却始终无法突破最后的瓶颈 趁着入境丹药的效果 还在 宁思再次闭上双眼 调整呼吸 努力让自己进入 入境状态 此成健壮 轻声说道 大人 入境并非一蹴而就的 需要心无旁骛 并弃杂念 然而 无论他怎么尝试 都已无法达到那种境界 此刻的地底 原本涌动着神秘紫光的海洋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躁动的紫海 曾经是这片地下空间的标志 现在却化作了一片庞大的黑绿海洋 海洋的颜色 变得深色而神秘 紫光被一种更加深沉的黑绿色所取代 化作了一片庞大的黑绿色海洋 七天突然出生 打断了仍在努力尝试的宁思 不用再继续了 随着他话音落下 只见那片巨大的绿海 开始剧烈地翻腾 旋转起来 就在此时 黑绿色的海洋 仿佛一只巨大的手掌 缓缓伸展开来 并将一抹残留的紫幽之源 送到了他们面前 这里蕴含着极其强大的紫星同源能量 这是齐王用物魔所做的某种实验吗 七天边说边观察着眼前的景象 顺口问了一句 站在一旁的紫橙脸上 微微闪过一丝异样的神情 但却已知了答案 应该就是这样 没错了 七天对宁思吩咐道 去试试触摸这个东西吧 宁思凝视着这处液体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 伸出手轻轻触碰了一下 刹那间 一股强大的能量 顺着他的指尖涌入体内 宁思感到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这股能量所充盈 他的每一寸肌肤 都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颤抖 身体内部 似乎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变革 能量在体内流转 仿佛要将整个人撕裂开来 他连忙后退几步 大口喘着粗气 剧烈的能量破开宁思血肉 在体内流转一圈 紫星灵合 突然散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 随着光芒逐渐收敛 宁思清晰地感受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变化 正在自己体内悄然发生 终于 紫星入境 不仅改变了宁思的身体 更激活了 他体内沉睡的紫星灵合 如同血脉中 蕴藏了古老星辰的力量 有着诸多增益效果 不过目前还什么都展现不出来 宁思感受了一下身体 按照记载 紫星入境的话 或许仅仅只是体能变好了些许 不过并没有太多感受 七天随后说道 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 原本平静的绿海 突然剧烈翻滚起来 巨大的浪潮层层叠起 不断拍打着岸边 甚至连大地都被掀起 伴随着阵阵轰鸣之声 在绿海的推动下 绿海卷起宁思几人的脚下大地 向着天空中的裂痕 急迟而去 站在原地的紫城 眼神复杂地望着渐行渐远的七天 嘴唇微微动了动 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就在这时 紫月世界的天穷之上 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声 众人抬头望去 只见一头体型硕大无比的游兽 正从远方急速飞来 然后 紫城从紫月世界天穷上 呼唤飞来一头游兽 静静地跟在几人身后 心情沉重 随后众人离开了地底紫幽海之地 一路上 气氛异常压抑 来到上方 顿时 庞大的海流 如汹涌澎湃的巨龙一般 充斥着整个殿外整个空间 海流的规模越来越大 以至于覆盖而过 大到不能一眼看到镜头的紫月宫殿边际 几人登上了藤云者 没有过多的话语 莫珍得到示意后 高声喊道 感谢齐王的款待了 时间紧迫 就此离去 话音刚落 无尽的海洋 便如汹涌澎湃的巨龙一般 席卷而来 紧紧地裹挟着藤云者 朝着一个方向急驰而去 与此同时 那个方向的紫月世界天空 仿佛被撕裂开来一样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这道裂口宛如天门敞开 天地外的白光渗透而尽 只听了一声高呼 从下方传出 紫诚在此 恭送七天大人 紫诚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敬意和尊重 声音响彻云霄 回荡在整个空间之中 他们默默地注视着 渐行渐远的藤云者 直到无尽的黑绿之海 消失在遥远的天边 齐王势力的所有人 终于松了一口气 似乎压在身上的重担 终于卸下来了 不过当藤云者重新抵达 天下这片遇天之境时 七天转过身来 对那些跟随至此的 持云宗众人说道 你们没有跟随的必要了 莫真停住许久 缓缓说道 那大人一路顺风 话语中带着一丝遗憾和尊重 但七天并没有回应 他的目光已经转向了远方 然而一旁的宁思 却感到十分诧异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但他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太久 看着莫真指挥众人 乘坐附属见离去 与此同时 数位隐秘于暗处的持云宗强者 也纷纷纵身跃下高空 紧跟其后 紧接着 一只体型巨大无比的云鸟 震翅高飞 冲入云霄之中 带着剩余之人一同离去 最终 只剩下七天 宁思 羽衣和王景同四人 留在藤云者上 在这个庞大的巨剑上身影 显得有些孤寂 宁思问着 这回 我们现在要去哪 平推这个世界 七天平静的话语 让宁思惊呆在了原地 久久无法自拔 真如所说 竟敢挑战皇朝的威严 神主眼神忧深 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屏幕 由 在紫月世界官员传来的记录 七天那充满蔑视的话语 一遍又一遍地 在前方不断播放 尤其是那一抹 肆意勾勒出的微笑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与此同时 五位王者 开始向皇朝施加压力 神主 几位王侯 请求动用抹除 一名下属 匆匆赶来禀报 神主眉头微皱 追问一句 这里还是御天之下吗 是的 大人 旁人回答得坚定而恭敬 就在这时 一名传令官匆匆进入 手中拿着一份秘信 神主 其王发来七天星图坐标 神主沉默片刻 沉声道 灵法 难道认为他发现不了吗 或许不会被发现吧 毕竟天下间的灵修体系繁多 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修炼之路 一旁的人 拿起资料仔细分析着 然而 神主却缓缓摇头 语气坚决 不 他肯定能发现 哪怕不需要灵力感知 也一定能计算到 顿了顿 又问道 那么 他现在到哪里了 另一位算师的谋士走上前来 禀告道 其禀神主 根据目前星图记录 以及大日所定 他正朝着皇朝的腹地中州前进 神主闻言 眼神中闪过一丝寒光 他转过头 目光投向远方 仿佛要看穿那层层迷雾 只是那即将到来的风暴 其王动用的 可真是好手段 语气中带着一丝讽刺 话语中透露出 对其王手段的不屑 神主眼神中 闪过一丝寒光 这天 还是玉天之下 任何挑战皇朝威严的人 都必须付出代价 最终 他沉声道 能够 发动抹除吗 声音中 充满了决绝和冷酷 此人 一直以直线进入 从不改变路径 算是继续禀报 声音中带着一丝紧张 停顿后 接着说道 他即将进入玉天一处禁区 物魔战场已止 神主心中暗自冷笑 这个七天 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敢直接闯入无人区 想要对抗皇朝的所有力量吗 简直是找死 战场已止 那可真是处好地方 可惜 该消失了 神主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冷冷地说道 那么 发动抹除吧 多少万年了 如今皇朝的灭国极手段 是时候昭告天下了 如同万古不灭皇朝 对七天的宣判 也是对其他蠢蠢欲动的人的警告 那玉禁区的一切 全都一起陪葬吧 神主的声音中 仿佛已经看到了 那禁区中即将到来的毁灭 这一刻 神主仿佛化身为毁灭的使者 他的决定 将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而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维护皇朝的威严和地位 灵面区域的毁灭 将是对所有挑战皇朝之人的最好警告 此刻 物魔战场一地 天穷之中 呈现出演着震撼的一幕 万丈高空之上 无尽庞大而壮观的黑绿海洋 在天际翻腾翱翔 仿佛是一头巨兽 在云层中穿梭 在这片奇异的海洋之中 连带着一艘巨剑 正缓缓航行着 他的船身 如黑海融为一体 散发出幽深的光泽 与周围的天地云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巨剑正是腾云者 宁斯站在巨剑的甲板上 目光穿透了前方的迷雾 凝视着这片 如同焦土世界般灰蒙的世界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的岁月 这里长出了数不清的灰褐色大树 这里 仿佛是上古战场的遗迹 弥漫着历史的尘埃 和无声的哀吼 在同一瞬间 脚下庞大的海洋之上 突然闪烁出一道紫星的图案 转瞬即逝 临思的目光 紧紧追随那道消失的紫色光芒 好奇地问道 那是什么 七天淡然一笑 不过是一种追踪灵法罢了 什么 宁斯惊呼 也就是说 我们被得知位置 要对我们做些什么了 大体是这样了 七天平静地回到 宁斯的思维有些跟不上 那师弟你 为何不将其消除 不必 七天缓缓道 人 做很多事 总是需要一个借口 天穷的海洋 如同无尽的深渊 承载着巨见腾云者 从天际缓缓降临 宁斯看着南门清 所给的地图问道 怎么了 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此刻 七天倾笑 放下手机 看了一眼外面 要来了 概率很高呢 你先休息一阵子吧 宁斯还未听完七天的话 突然感到一阵炫愈 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 他的意识逐渐模糊 最终晕了过去 煞时间 天空变得更加黑暗 仿佛整个世界 都被一层厚重的阴霾所笼罩 天地间的昏暗 与草木的翻腾交织在一起 如同扶手融入 来到这个世界的黑绿色海洋之中 最后对着两人 羽衣和王景彤 莫属时期 准备迎接皇朝的底牌 七天沉声说道 嘟嘟 声音传来 报告 已确认具体位置 可以启动跃迁 是否就绪 已就绪 启动 十九八七二一 发射 此时 玉天之下某处 随着神主的一声令下 紧张的气氛几乎凝固 无数枚物体 细看却是巨大的导弹 每细一处的距离 以零速级别 在这个世界滑行 朝着预定的目标直视而去 然而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速度中 竟然有一道人影 站在导弹之上 任凭超音速的跃迁 和狂风的撕扯 身影丝毫未动 这样的速度 只需一念之间 抵达 那道人影的声音中 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 确认目标 目标锁定 灵感锁定 气息锁定 心境锁定 频率锁定 共振锁定 灵面锁定 能量锁定 量子锁定 重力锁定 磁力锁定 光子锁定 声波锁定 加持锁定 磨灭加持 滤准加持 直面加持 格伤加持 避伤加持 败王加持 换持加持 异伤加持 持损加持 背积加持 透钟加持 清扫加持 荆棘加持 混乱加持 迷茫加持 石神加持 穿刺加持 破防加持 灼烧加持 毒害加持 裂痕加持 震荡加持 腐蚀加持 雷击加持 霜冻加持 盈利加持 星辰加持 连锁加持 连击加持 减速加持 烈焰加持 雷霆加持 风暴加持 束缚加持 禁锢加持 凝制加持 迟缓加持 封锁锁定 空间封锁 绿仪封锁 闪烁封锁 陶石封锁 跃迁封锁 隔断封锁 巨尸封锁 分崩封锁 阻挡封锁 抵消封锁 陵械封锁 横结封锁 蓝切封锁 暂防封锁 流失封锁 潜伏封锁 灵动封锁 报告 已锁定目标 加持38种 灵修伤害 主流灵能 封锁16种 灵防御 修逃脱 主流灵能 灵面抹除 启动 它们是玄幻世界中最为恐怖的存在 是无数智者与工匠智慧的结晶 是一天战争与毁灭的终极象征 无法被灵法操控 它们的轨迹无法预测 也无法被任何防御 法阵所阻挡 它们如同天降的审判 无情地向着目标呼啸而去 带着不可逆转的毁灭力量 当接近目标时 它们会释放出强大的灵力波动 这些波动有足以撕裂空间 形成一道道扭曲的空间裂缝 这些裂缝仿佛是通往毁灭的门户 将战场遗址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撕裂在了抹出的阴影之下 由抵达目标时 它们将会爆炸 释放出无法想象的力量 那力量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暗雾黑洞 将周围的一切都吞噬进去 无论是人 是物 是建筑 一切都将陨落 最终 当抵达它们的目标时 它们会释放出全部的力量 形成一场场巨大的爆炸 这些爆炸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切 无论是跨越次元未面 还是深藏的世界 都将在这毁灭性的力量面前破碎 抹除 遇天之物 苍穹陨落 轰炸 此刻 战场遗址 天地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裂 无数毁灭的威能 如同流星般划过 它们在白昼中留下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这些流星 每一颗都是由最强大的灵法 阵法 灵物 无解灵垢 科技等等 结合而成的最终杀器 名为苍穹陨落 无法被灵法操控 无法阻止 最终只会在抵达之地 抹出一切 制造过程充满了神秘与禁忌 它们的诞生 需要消耗大量的稀有材料 和珍贵的灵力资源 每一颗苍穹陨落 都蕴含着强大的灵力 等等各种物质能量 它们的表面 刻满了复杂的符纹和阵法 这些符纹和阵法 在激活时 会释放出无尽的灵力 形成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如同天际的流星雨 每叶致命 这些流星的速度极快 几乎无法被肉眼捕捉 它们在空中留下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仿佛要将整个天空点燃 那光芒中蕴含着毁灭的力量 任何被光芒触及的物体 都将被彻底抹去 不留一丝痕迹 灰暗的战场遗址上 庞大跳动物质能量的黑绿之海 与大地 与草木 与世界 化作的无尽黑海 想要破坏一切 吞噬一切 无尽的黑海 在这一刻被唤醒 蕴含的力量 仿佛能够撕裂一切 无论是物质 还是能量 在这片黑海面前 都显得如此脆弱 黑海的波浪 在空中翻滚 就像一头饥饿的巨兽 张开大口 准备将那些无数飞来的 巨大能量物体 一口吞下 如同无尽的潮水 散发着毁灭的撕裂之一 仿佛在苍穹之中 就想让一切的能量物体撕碎 但此刻 苍穹之上的那道虚影 它仿佛是掌控着 天地间一切的主宰 俯瞰着下方的黑暗海洋 那无尽的黑暗 仿佛是深渊的触手 试图扩散 触碰 吞噬一切天地 想要在到来前就撕裂 触碰 以至于瓦解能量吗 虚影的声音低沉 而没有一丝怜悯 只有对毁灭的渴望 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审判 还想做无谓的挣扎吗 虚影冷声一笑 毁灭展开 无数庞大的毁灭能量体 苍穹陨落在相隔万丈的距离上 就开始爆炸 释放出无尽的能量 摧毁一切 随着一声声震耳欲容的轰鸣 苍穹陨落在天际 开始铺天盖地的抹除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将周围的空气 加热到极高的温度 形成一个个火球 这些火球在夜空中 显得格外醒目 它们的光芒 甚至掩盖了星光 将整个天空染成一片白痴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迅速扩散 摧毁了地面上的一切 都在这毁灭性的力量 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令人窒息的热浪 整个世界 如同末日降临 充满了绝望和毁灭的气息 并且不止一发 要将整个世界撕裂开来 将一切化为乌有 整个天空被火光和烟雾笼罩 仿佛变成了一片末日的炼雨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向四周扩散 摧毁一切阻挡它们的东西 它们不仅自身 蕴含着强大的毁灭力量 不仅仅只是单一的毁灭 还时常释放出 庞大的破坏阵法 这些阵法 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 一旦触发 便会产生连锁反应 引发一系列毁灭性的爆炸 每一颗苍穹陨落的爆炸 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 这些能量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能量网 将整个战场遗址 笼罩在了毁灭的阴影之下 爆炸的光芒 如同太阳般耀眼 将整个世界照得如同白昼 巨大的冲击波 如同海啸一般 摧毁着一切阻挡在它面前的物体 苍穹陨落的爆炸 不仅仅是物质的毁灭 更是灵面的抹除 在这场灾难面前 所有的希望都在破灭 无尽的黑海中能量物体 如同被无形的距离撕裂 破碎成无数碎片 这些碎片在空中翻飞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它们在黑海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明亮 如同璀璨的钻石 在黑暗中闪耀 整个场景充满了毁灭的气息 然而 在这毁灭之中 却又蕴含着一种 无法言喻的美感 让人不禁为之一震 这就是毁灭的力量 这就是玄幻世界中 那些强大威能的真正面目 它们既是毁灭的化身 也是力量的源泉 在这片战场上 毁灭与力量交织 展现出一种 超乎想象的壮观景象 在这片无尽的 物魔战场禁区 毁灭的连续传来 如同一首末日的交响曲 震撼着每一个生灵的灵魂 虚影在苍穹之上 俯瞰着这一切 她的声音中 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兴奋 简直就是爆炸与毁灭美学啊 哈 哈哈 她最后的笑声 在战场上回荡 仿佛是对这场毁灭盛宴的 最后赞歌 这最后的呐喊中 虚影仿佛看到了 一场壮丽的毁灭画卷 每一个细节 都充满了破坏和毁灭的艺术 最终 哪怕她站在相隔 千万丈之远的天穹之上 也在这余波之下被抹除 如同无形的巨手 无情地抹去了 所有存在的痕迹 这无尽的物魔战场禁区 从此刻开始移民 这便是 灵面抹出 不仅代表着 所有一切的终结 也象征着这片区域 从此成为了一个禁忌之地 一个连灵力 都难以触及的死亡地带 在这片荒芜的大地上 毁灭气息弥漫 仿佛天地都被撕裂开来 那场毁天灭地的抹除 至少持续了数日 而后月切而来的虚影 也在天空中 静静地站立了十日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不知过了多久 此刻 天地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焦土之上的无数天坑 见证了灵面抹除 天地间的黑尘 是战争的余境 是毁灭的见证 它们在抹除的世界之下 缓缓流动 在这之间 无尽的黑影闪动 黑影冲冲 如同夜幕降临 却比任何黑暗都要深沉 它们的气息 汇聚成一股无形的风暴 席卷着四周的空气 使得天地间的灵气 都为之颤动 如同一片浩瀚的星海 缓缓压近而来 随着它们的接近 一股无形的压力 逐渐笼罩了整个战场 它们的气息 汇聚成一股强大的风暴 所过之处 空气仿佛被抽空 天地间的灵气 都开始剧烈地波动起来 玉天皇朝第七军团 死亡摧毁 抵达 如等将被遗忘之备 今日将成为永恒之死亡使者 哪怕苍穹被厚重的黑尘遮蔽 散发无尽毁灭的气息 现却夹杂着金属和燃料的气息 在这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 一支庞大的机甲部队 正缓缓行进 机甲部队的行列不知多少里 每一台机甲 都是战争的钢铁巨兽 它们的脚掌踏在地面上 发出沉重而有节奏的轰鸣声 仿佛是大地的心跳 机甲的关节处 喷射着蓝色的火焰 为它们的行进提供动力 同时也照亮了周围的环境 这个部队 由成千上万台高度 智能化的机甲组成 它们在荒凉的焦土世界表面 排成整齐的对联 以坚定不移的步伐 向前推进 灵面抹除下地表 被能量烘烤的焦黑 空气中弥漫着热浪 机甲部队的行进声 如同遥远的雷鸣 震撼着整个世界 它们的钢铁身躯 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随着一束探照灯光束 在抹除黑尘之下的夜幕中 缓缓消散 雷霆先锋 小队报告 外围区域排除完毕 无异常情况 探查完毕后 一位区域节点的 死亡摧毁军团的摧毁者 雷霆先锋 将收集到的数据和图像 通过他们的动力装甲上的 传输终端 发送回指挥部 在死亡摧毁军团的指挥中心 巨大的全西星图上 一个个外围区域的节点 被逐一标记为排除完毕 这些节点代表着军团 在这整个世界之中的包围 每一个都经过了 雷霆先锋探查队的 仔细检查和确认 雷霆先锋 是一支由精锐的摧毁者 组成的探查小队 他们身着特制的战术装甲 携带着先进的探测设备 和通讯工具 他们的任务 是确保这些区域的战力包围 确保七天的可能存活 动力装甲在昏暗的光线中 闪烁着微光 而他们手中的武器 则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冷酷 这些精英先锋战士们 在战场上如同幽灵般移动 他们的探查行动 既迅速又隐秘 确保了信息的准确无误 在指挥部 指挥官们围坐在战术地图周围 屏幕上闪烁着雷霆先锋 传输回来的数据 这些信息将被用来制定 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确保死亡摧毁军团 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 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巨大的指挥基地装置之中上 随着每一位雷霆先锋的报告 星图上的最后一个节点 亮起了绿色的确认信号 标志着整个外围区域的清查工作 圆满完成 中部推进 死亡摧毁军团的怀领者 星灵统帅 指挥官的声音 透过机甲的通讯系统 传达到每个战士的耳边 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权威 在指挥中心的高台上 星灵统帅站立着 他的身影在星图的投影下 显得更加高大 他的头部装有复杂的传感器 阵法等通讯装置 能够监控整个部队的状态 他身穿一身漆黑的机甲 上面刻着复杂的符纹 散发出一种神秘强大的气息 他的目光透过面罩 注视着星图上的每一个节点 仿佛能够洞察整个战场的局势 随着他的命令 整个中部区域的节点开始闪烁 一直指死亡摧毁军团的部队 收到指令 开始向中部区域进发 他们的机甲 在抹出世界之中穿梭 形成一道壮观的流光 宛如一条巨大的龙卷风 下目标洗脚去 星灵统帅的目光 始终注视着战场 他的手指 轻轻敲击着控制台 下达着一个个指令 随着指挥官的命令 死亡摧毁军团的各种战士 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的机甲启动了引擎 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仿佛是即将爆发的火山 他们排列成战斗队形 每一步都显得沉稳而有力 机甲部队的步伐 整齐滑一 每一步都显露出 无可匹敌的力量和决心 他们的装甲 闪耀着光芒 能量武器在手中蓄势待发 这些机甲 不仅是战士们强大的武器 也是他们无可替代的伙伴 随着机甲部队的行进 机甲部队的背后 扬起了一片尘土 他们的影子在地面上拉长 形成了一幅壮观的机械画卷 天空中的无人机和侦察机 在高空中盘旋 为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情报 行军的队伍中 偶尔会有几台机甲停下来 进行维护或补给 他们的机械臂 灵活地操作着工具 为同伴们更换损坏的部件 或补充燃料 这些短暂的停顿 并没有影响 整个部队的行进节奏 反而展现了 他们的高效和协同 最终 机甲部队的行军 即将抵达核心区域 他们在指定的区域集结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阵列 准备对核心区域 进行最后的清扫 各种高科技设备 和玄幻灵法的探测器 被激活 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们的传感器 如同无数只眼睛 开始对整个核心区域 进行全面的扫描 这些设备 能够穿透地表 探测到地下深处的 异常能量波动 甚至能够感知到 那些隐藏在现实 与幻境之间的秘密 在这片荒芜的世界之中 那一处庞大无尽的黑海 缓缓流动 它的存在 仿佛是这片土地的伤疤 不断融合 拔高在天地之间 它的表面 闪烁着幽暗的光芒 仿佛是无尽的黑暗汇聚而成 黑海的表面 波涛汹涌 却没有任何声音 它散发出一种 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仿佛是宇宙间 最深邃的黑暗 在这片黑海的中央 一位青年 孤身坐立在王座之上 它似乎与这片黑海融为一体 成为了这片荒芜世界中 唯一的主宰 随着机甲部队的探测器 不断传回数据 指挥中心的屏幕上 开始闪烁着各种警告 和发现的标记 突然间 一道紧急通讯 打破了沉默 报告 发现极大能量物质 报告 发现黑海 报告 发现目标 报告常观 目标 还 还活着 无数道信息此刻 瞬间传遍所有预天系统 所有人脸色变得惊恐 七天甚至就不曾经移动过 仿佛静静地 在这等待皇朝所有手段 他的双眼悠悠 缓缓到 死亡摧毁 真是个有趣的军团 此时此刻 那至关重要的信息 如同穿越了无尽的虚空 最终抵达了皇朝的中枢 神主的面容 在接收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时 瞬间失去了血色 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 充满了震惊 与难以置信 什么 他的怒吼 几乎要将空气撕裂 他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仿佛被这消息的重量 压得几乎无法站立 神主的双手紧握成拳 他的眼神中 闪烁着愤怒与不解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人 能够在灵面抹出之下 毫发无损啊 他喃喃自语道 声音中充满了 无法抑制的惊恶与骇然 每个字都是那么的艰难 才从牙缝里挤出 而随着这句话不断地重复 他内心深处的绝望 也愈发生沉 玉皇 你也会做这个决定吗 一时间 整个大殿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气氛凝重地 让人几乎窒息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每个人的心中蔓延 然而就在这时 最后一条消息传来 就像一柄冰冷无情的利刃 狠狠地刺进了皇朝的心脏 神主 黑天已经展开了 至此 第七军团彻底失去联系 发现目标 能量反应 虚弱 远程摧毁 覆盖 就在发现七天之际 怀灵者 心灵统帅指挥官 毫不犹豫地 发动了突然袭击 命令迅速传达 整个死亡摧毁军团 运作而来的新河守卫基地 整个军团的远程打击部队 同步启动 他们的手指 在控制台上飞快地敲击 输入着精确的坐标 和射击参数 在他们的操作下 无数的导弹和激光束被激活 他们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致命的轨迹 什么 苍穹之上的那位 派来监视苍穹陨落的跃迁虚异 发现目标的存活 被震惊到崩溃 显然没有预料到 死亡摧毁军团这一变故 想要阻止 却已为时过晚 怎么会做出这种判断 那位虚异的声音 充满了愤怒和震惊 这一刻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攻击下 黑天被迫展开 他的力量 在天穷上肆意蔓延 一场惊天动地 足以毁灭一切的战斗 即将爆发 随着黑天的降临 笼罩千万里 他的阴影蔓延开来 将整个抹除世界 彻底陷入黑暗的深渊 在这片黑暗中 一切光明都被吞噬 一切声音都被压抑 只有那无边的黑暗 在统治一切 然而 七天嘴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抹从容不迫的微笑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那就见识一下 这个世界的军团吧 星河摧毁的各种能量伪迹 在夜空中留下一道道光际 如同流星雨般壮观 所过之处 空气都被炽热的能量所撕裂 激光束则无声无息地 在黑暗中穿梭 释放出毁灭性的能量 将一切瞬间蒸发 火光和爆炸声 在空气中回荡 巨大的火球 在核心区域升起 它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战场 吞噬了周围的一切 爆炸的冲击波 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四周 摧毁着一切 阻挡在它面前的物体 无数的摧毁 一轮又一轮的打击 仿佛永无止境 报告 远程打击星河摧毁 已经耗光 报告 核心区域出现着 极大的异端能量反应 突然间 一道巨大的能量炮火 划破了天际 短暂地照亮了 整个被黑天笼罩的世界 在这道光芒中 赫然可见 无数顶天立地 植入苍穹般的漆黑之柱 在黑天世界的中心处理 它们似乎是 某种未知力量的象征 坚不可摧 报告星河摧毁 无效 在这无尽的黑夜中 我们是唯一的曙光 死亡的曙光 怀灵者 心灵感应 发出赞歌 心灵统帅 迅速调整战术 他的声音 透过机甲的通讯系统 传达到每个战士的耳边 前沿部队发起进攻 随着心灵统帅的命令 无数的死亡 摧毁者 风暴先锋的无人机 组成密密麻麻的矩阵 如同洪流般 朝黑海急迟而去 它们的速度极快 犹如漆黑夜空中 划过的道道流星 迅速接近目标 眨眼间 它们便已冲入那片神秘莫测 前面及广袤无垠的 黑海核心区域 锁定目标 发射 战士们迅速调整 无人机的位置 将炮弹对准目标 伴随着这声怒吼 无数炮弹被发射出去 滑破黑暗 直奔目标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一股无法形容的撕裂之意 从战场的另一端汹涌袭来 仿佛有某种沉睡已久的巨兽 正在苏醒 释放出惊天动地的威能 刹那间 大量的无人机 像是失去了控制一般 纷纷坠落 与地面发生剧烈的碰撞 更糟糕的是 原本紧密有序的无人机矩阵 也受到了影响 其中一部分无人机 开始自动启动自毁程序 自爆 在最后关头 指挥官当机立断地 下达了最终指令 于是乎 整个无人机矩阵中的 每一架无人机 都化身为战场上的 最后一颗子弹 他们在庞大的黑海之中 绽放出最后的光芒 散发出最后一次用处 爆炸产生的能量 短暂地阻止了 庞大蔓延的黑海 各分队的指挥官们 面色凝重 心情异常沉重 死亡于警号三九 盾抗者 钢铁壁垒 前进 随着一声令下 只见一群身着厚重铠甲的战士 如钢铁洪流般向前推进 这些人 正是被称为钢铁壁垒的 盾抗者部队 他们装备了最先进的 重型装甲 和强大的防御系统 宛如一座移动的堡垒 坚不可摧 与此同时 其他队员也纷纷响应号召 全员跟随 集中火力 阻止黑海的进发 一时间 炮火连天 无数火雨绕过部队 击打在蔓延而出的黑海之上 整个战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紧接着 地面部队紧跟其后 隶属于御天第七军团 死亡摧毁 御天之下 无等为死亡而来 摧毁一切 杀 为了玉皇 苍穹之上的那道虚影 开始变得暗淡 黑天的存在 使其已经无法获得公益 即将面临能量耗尽的绝境 一群只会战斗的蠢货 苍穹陨落 都能还能存活的人 你们怎么会是对手 无声的呐喊后 最终消散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冲向黑暗 为了玉皇 誓言在抹出世界的深处 黑天的阴影之下回荡 此刻 无数死亡摧毁战士 如同钢铁洪流 他们的身影 在黑暗中闪烁 如同星辰般璀璨 不惧死亡 只为击败一人 在战场的边缘 死亡重甲型 摧毁者 火牛的机甲部队 如同一座座移动的山巻 他们的装甲 厚重而坚固 每一步都震撼着大地 这些机甲的肩甲上 装备着强大的炮火系统 他们的炮口 不断喷射出耀眼的光芒 像黑海的中心 倾泻着毁灭性的火力 随着火牛机甲部队的推进 整个世界 似乎只剩下了爆炸的声音 炮火的轰鸣声 弹药的爆炸声 以及机甲引擎的轰鸣声 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首战争的交响曲 每一次爆炸 都在地面上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弹坑 每一次炮击 都在空气中 留下了硝烟的痕迹 从天穷之上 无数的星河守护等灵塔基地 辅助弹雨 如同暴雨般降下 他们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然后准确无误地 落在目标区域 这些弹雨 不仅仅是普通的炮弹 他们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智能弹药 能够自主锁定目标 确保每一发炮弹 都能发挥最大的破坏力 铺天盖地的流光 在空中穿梭 他们是火牛机甲部队的 远程无人机群 他们的飞行轨迹 如同舞蹈般优雅 但他们的攻击 却是致命的 这些无人机 装备了跨距离的传感器 和武器系统 他们能在敌人的攻击手段之外 从空中 进行远程发起精准的打击 在远程无人机群的掩护下 火牛机甲部队的主战机甲 发射着密集的激光束 和高能导弹 将整个天空 点燃成一片火海 激光束如同光剑般 切割着空气 导弹的尾迹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燃烧的轨迹 黑雾蔓延 在黑天之下的战场上 黑雾如同一层浓重的沙漫 缓缓地蔓延开来 他们遮蔽了天际 遮蔽了视线 让整个战场变得模糊而诡异 报告 庞大灵场产生 报告 能量即将充斥 报告 信号即将中断 死亡摧毁军团远程通讯系统 切断 屠宰场释放 一声龙银般的嘀吼 在战场上空回荡 他穿透了黑雾 震撼了每一个战士的心灵 这声音预示着某种强大存在的觉醒 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即将降临 赤极运转 大地开始颤抖 仿佛有什么巨大的力量正在觉醒 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 陶田黑绿之海翻涌 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在这股洪流的中心 庞大如同山巒的赤极君王形态缓缓站起 他的身影在黑雾中若隐若现 却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威压 绿芒从君王形态的身躯中爆发出来 他们如同利剑般刺穿了天际 照亮了整个战场 在这片光芒中 无数弹雨和能量爆炸的光芒交织在一起 无数弹雨能量爆炸 天穷无尽白光 每一次爆炸都产生巨大的能量波动 整个战场都被笼罩在一片白光之中 站起来 黑绿海洋开始侵蚀大地 从他的脚下涌出 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 一座座如同巨大绿魔般的存在 从地面站起 他们是君王形态的追随者 是他的力量在战场上的延伸 这些绿魔般的存在 被黑海裹挟着地冲锋而来 无数弹雨从黑海之上 顶天立地 直入苍穹般的漆黑之柱缝隙中 击打到这些 即将冲向前沿顿抗者军团的物体 他们的身躯肩不可摧 他们的存在 一声咆哮 黑海被引导涌入天空 远程炮火 已经只能在外围高空 被黑海触碰到引爆 使得战场的局势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的力量和威势 让整个战场为之震动 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战士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但他们并没有退缩 在每一区域根据地处 怀领者 战略家小队的装甲上 庞大灵光充斥 他们的光芒 如同灯塔般 照亮了战场的每一个阴暗角落 这些战略家小队的成员 每一位都是战场上的指挥官 他们根据各自的地理位置 指挥着片区的整体行动 确保整个战线的协调和效率 在这些战略家小队的指挥下 一座座战争炮火死亡临程 拔地而起 他们的炮管如同森林般密集 炮口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随着指挥官的命令 无数炮管同时开火 但与如同河流般 宣泄着死亡的气息 覆盖了庞大黑海前沿 将一切阻挡在军团面前的物体摧毁 在这片死亡的海洋中 战略家小队的战士们 发出了他们的誓言 他们的声音在战场上回荡 充满了决绝和不屈 就算我们会在这里 死亡 就算我们会在这里 遗忘 但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后的意义 死亡 颤抖吧 死亡 恐惧吧 死亡 战斗吧 但无尽黑鱼 冷酷地从黑海之上 顶天立地 直入苍穹般的漆黑之柱之上降下 他们如同一道道末日的瀑布 直奔前沿顿抗者 钢铁壁垒而去 这些弹雨的威力巨大 每一次击中 都会产生巨大的爆炸 将巨大的机甲壁垒 破坏的粉碎 漆黑之柱击射无数黑雨 如同末日之雨 无情地摧毁着一切冲锋在他们面前的敌人 大后方的新河守卫基地 与战争炮火死亡凌晨 还有不断跟随推进的摧毁者 立刻不断地发射着密集的激光束 和高能导弹 阻住这些铺天盖地之雨 将整个天空点燃成一片火海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爆炸声 那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那炙热的激光束 那爆炸的导弹 那燃烧的火焰 那破碎的装甲 都在宣告着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无数死亡摧毁战士的身躯 如同潮水般涌动 不顾一切地冲向死亡的深渊 为了胜利 为了荣耀 为了玉皇的尊严 他们的身影在战火中显得格外英勇 他们的行动在战场上 划出了一道道悲壮的轨迹 他们不畏牺牲 不惧死亡 他们的每一次冲锋 都是对敌人的震慑 他们的每一次倒下 都是对胜利的贡献 七天不过冷漠地看着一切 一处庞大的黑海翻滚而过 它的表面如同沸腾的岩浆 不断涌动着令人窒息的力量 这黑海并非普通的水域 而是一种恐怖的能量物质 它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 能够吞噬一切接触到的物体 前沿的庞大巨型盾抗者 钢铁壁垒 但在这片黑海面前 他们的防御和火力 都显得微不足道 黑海的浪潮 无情地吞没了他们 将他们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此时 死亡摧毁军团 已经与翻涌而来的黑海 正面交锋在了一起 黑海的力量强大无比 它的每一波翻滚 都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使得整个战场 都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随着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与黑海的交锋 他们开始感受到 这股能量物质的恐怖 黑海的每一次翻滚 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它的每一次冲击 都让战士们的装甲和武器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战士们发射的炮火和导弹 在黑海的表面爆炸 却只能激起短暂的涟漪 大多都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无数顿抗者战士 在黑海的边缘前扑后继 甚至都抵达不了 黑海中心的王座之下 就已倒在了死亡的路上 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目睹了前沿顿抗者部队的牺牲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痛 他们知道 这场战斗的代价是沉重的 但他们也知道 只有继续战斗 才能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顿抗者改变形态 化作前沿根据地 战略加小队的指挥官 下达了命令 在极远程通讯系统 完全失效的情况下 他们必须依靠小片区域内的战士们 自行调整战术 伤亡实在是太大了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钢铁壁垒等盾抗者们 开始改变形态 他们的庞大机身聚集在一起 连成一道长长的基地防线 这些盾抗者 原本是重装甲的防御单位 现在成为了死亡摧毁军团的前沿根据地 为后续的部队 提供了一个临时的避风港 随着盾抗者的防线建立起来 一道道重型炮火 从防线前的夹层中发射出来 与跟随而来的雷霆先锋 火力支援团 风暴突击队 火牛等摧毁者炮火机甲战团的炮火 交织在一起 进行近距离炮火打击 形成了一张火力扑射网 这些机甲战团的战士们 他们的武器在战场上 划出一道道致命的轨迹 他们的炮火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这些炮火如同狂风暴雨 直奔黑海而去 庞大的黑海只有被无尽的火力 覆盖摧毁破坏 才会阻止蔓延的趋势 他们必须集中所有的火力 对黑海进行持续的压制和破坏 突然 一道黑海洪流冲破顿抗者防线 这股洪流中 一个绿魔般庞大存在的身影显现出来 它的身躯如同一座移动的山岳 每一次冲击都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它摧毁着一切阻挡在它面前的物体 无论是坚固的顿抗者防线 还是那些试图抵抗的机甲战士 它的每一次行动都伴随着爆炸和碎片的飞溅 无数战士在这股力量面前倒下 随着绿魔般的存在冲入战场 黑海庞大的物质能量也开始磨灭各种物质机甲 这些机甲在黑海的侵蚀下 装甲开始融化 武器系统失效 他们在战场上逐渐失去了战斗能力 大量战士在黑海的冲击下身亡 他们的身影被黑海吞噬 他们的生命被黑海终结 报告队长 452区与前沿防线被冲破 报告队长 321区与前沿防线被冲破 报告队长 563区与前沿防线被冲破 报告声在战场上响起 战士们的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在这场战斗的绝望时刻 后方的战争炮火死亡凌晨也陷入了苦战 敌人的攻势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 凌晨的战士们在炮火和爆炸中奋力抵抗 但敌人的数量和力量似乎无穷无尽 此刻 一处星河守卫基地 一位摧毁者的巨大机甲 正与绿魔般庞大存在的身影 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这台机甲是死亡摧毁军团的骄傲 它的能量巨剑在战场上 划出一道道致命的光芒 然而 绿魔般的存在拥有无数手臂 它们如同触手般灵活而有力 将机甲紧紧缠绕 限制住了它的行动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摧毁者机甲的驾驶员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它的机甲 被绿魔般存在的手臂 直接撕成两段 巨大的机身在空中摇摇欲坠 绿魔般的存在 发出一声幕后 准备将这台机甲彻底摧毁 在这最后的时刻 这位战士 发出了它最后的声响 为了欲皇 自爆 它的声音中充满了决绝和牺牲精神 它的身躯内部的巨大能源 开始闪烁 能量在机甲内部迅速聚集 准备释放出最后的光芒 砰 一声巨响 震撼了整个战场 摧毁者机甲的自爆 如同一颗小型太阳 在战场上爆发 巨大的能量冲击波 将周围的敌人瞬间吞噬 这场自爆的声势 传遍了方圆几千米 然而 即使自爆的声势浩荡 战场的规模之大 让人感到绝望 在黑天之下 战场太大了 大到如百丈高的星河守卫基地 在这片黑暗中 显得如此渺小 如同一只蚂蚁 在沙漠中挣扎 这场战斗的规模和残酷性 让每一个目睹这一切的战事 都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和绝望 此刻 后方的大地不断地崩塌 如同被无形的距离撕裂 无数从星河守卫基地 涌来的摧毁者机甲 他们的钢铁身躯 在战场上穿梭 却在一瞬间被拖入了深渊 他的力量强大无比 每一次流动 都产生巨大的爆炸声 整个战场都笼罩在一片硝烟和火焰之中 如同一条巨大的黑色巨龙 黑海从地底穿越数千里 抵达死亡摧毁军团大后方 全面战线遭遇正面对敌 从坟墓的深渊中醒来 死亡将把生命之火掐灭 为了御皇 怀灵者 心灵感应队的战士们 高举着能量巨长 发出震天的怒吼 他们的声音如同狂风中的雷鸣 电磁传达到每一位士兵 激励着战士们勇往直前 战士们发出怒吼 向前冲去 他们的脚步如同地震 他们的怒吼如同风暴 他们的能量武器 在空中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如同流星划破夜空 照亮了战场的每一个角落 地难及天命道运 地横吗 最终指挥 星际征服者 基地内第七军团 死亡摧毁最终统领 怀灵者 心灵统帅 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这不是紫月星官巨石的能力吗 最后 缓缓苦笑 魔主永存 他的身躯极其高大 缓缓站起身 因为敌人已经来到了眼前 基地外大地颤抖 仿佛天地也无法限制的恐惧 即将破土而出 在这片颤抖的大地上 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黑海边缘 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目睹了黑海的损耗 他们的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他们知道 只要黑海的力量再减少 他们就有机会扭转战局 甚至取得胜利 然而 就在这时 黑海的核心区域突然发生了变化 那里的能量波动 变得异常剧烈 仿佛无穷无尽的黑海 正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 在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 庞大的君王形态斥急 终于充能完毕 他的身躯在黑暗中 显得更加庞大和恐怖 他的口中 击射出一道巨大的能量光束 这股能量 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仿佛能够撕裂天地 天空中传来了一阵轰鸣 无穷无尽的黑海 从天而降 释放出一股毁灭性的能量 这股能量 如同过境地毁灭洪流 所到之处 一切物质触碰都将产生撕裂 一切都将被撕毁吞噬 这股洪流跨欲百里 千里 所过之处 顿抗者防线都被彻底摧毁 庞大的顿抗者基地防线 在洪流面前显得如此渺小 他们的防线 在一瞬间就被冲破 他们的身躯 在能量的冲击下化为灰烬 在这场毁灭性的打击面前 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 他们知道 这场战斗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 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 面对神 这注定是一场败亡的道路 他们的激光武器 发射出耀眼的光芒 同时 他们还要面对 来自空中和地下的绿海的袭击 战场全面崩溃 甚至后方各大基地被攻破 能量弹药 已经得不到补充 对死亡摧毁军团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些基地 不仅是战士们的补给战 也是他们精神的支柱 是他们能够持续战斗的保障 现在 随着基地的陷落 战士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能量弹药的耗尽 意味着战士们 无法再依赖于常规的火力支援 他们必须依靠自身的装甲 以及手中的武器和装备 来继续战斗 这可能包括 使用冷兵器 近战技巧 甚至是自制的简易武器 此刻 黑天之下的一处区域 战斗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报告队长 我们损失了半数以上的兵员 和消耗完了所有炮火弹药 但我等依然斗志昂扬 请下令 战略家队长 哪怕全面失守 哪怕能量弹药消耗殆尽 哪怕即将死亡 然而 但他们并没有退缩 那就拿起你们的能量巨剑 发起最后的冲锋 怀领者 354战略家小队 发出最后的指令 声音中充满了决绝 死亡摧毁 无论面对何等敌人 从不会退缩 其所经之路 皆由死亡扑救 死亡摧毁军团 身着厚重的战甲 他们丢掉耗光弹药远程武器 跃出盾抗者防线 手持巨大的能量武器 为了荣誉和生存而战 这一刻 是时候由摧毁者来守卫盾抗者了 缓缓转变形态庞大的盾抗者 钢铁壁垒 叫住了一位 不顾一切向前冲锋的摧毁者 65546雷霆先锋战士 等等我 钢铁从不站在任何人的身后 一名战士高声呼喊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 和对死亡的无畏 在死亡的拥抱中 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自由 这一刻 在战场的核心区域 黑海的苍穹之下 原本不断宣泄末日黑雨的漆黑之柱 突然停止了他们的毁灭之雨 他的能量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遏制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战场上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仿佛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一尊尊原本在黑海中肆虐的绿魔 此刻化作人形物体 他们站在前方 手臂上长出了长长的尖刺 这些尖刺在火光中闪烁着寒光 仿佛是他们的武器 也是他们的防御 他们的身躯在黑海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庞大和恐怖 他们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种超然的冷漠 前方的黑海开始向后撤去 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 腾出空间 哪怕没有言语 但他所传达的信息 却清晰而震撼 他仿佛在说 他已经不屑于用毁灭性的力量 来欺负这些 再无火力英勇无畏的战士们 也仿佛在对无数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 最后默哀 不要祈求怜悯 因为我们是位死亡而生的战士 为了御皇 冲锋 这却更加激起了所有战士的激愤 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将证明他们的价值 在最终指挥基地的外 死亡摧毁军团的最终统帅 怀灵者 心灵统帅 他的身影如同一座高山 挥舞着他那把巨大的死亡巨剑 一击之下 大地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力量 开始崩塌 星际征服者基地内 所有战士都已死亡 包括追随的亲卫 也被无穷无尽的黑海吞噬 心灵统帅内心狂笑着 他的笑声在战场上回荡 充满了嘲讽和蔑视 我能感受到 不属于人族的气息 魔 果真是大魔呀 玉天 不 人族 你们准备好接受灾难了吗 星陵统帅启动了 他机甲上的最后能量储备 他的机甲在战场上 发出耀眼的光芒 仿佛是黑暗中的一颗星辰 仿佛一台永不停息的巨型机器 哪怕仿佛他的周围空间 都似乎在撕裂崩溃 他的动作 没有丝毫的迟疑和疲惫 一件又一件的击出 剑盲仿佛周围的天地大势 都在响应 每一波翻滚 都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阻止着无穷无尽 包围整个天地的黑海 地面上 机甲战士们 如同一片钢铁洪流般 向前方的黑海冲去 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面对着一群人形绿魔 这些生物的身躯 庞大而强壮 眼中闪烁着悠悠的绿芒 战士们知道 这将是一场迎接死亡的战斗 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两军相接 如同两股洪流碰撞 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巨剑与庞大的绿魔物体撞击声 机甲的撕碎声 以及战士们的怒吼 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首战争的交响曲 一味的摧毁者 雷霆先锋的装甲上 刻着死亡摧毁的徽章 一道雷霆 闪电在户壁上 手持一把巨大的战斧 冲锋而来 面对着面前的人形绿魔 他没有丝毫的畏惧 随着一声怒吼 雷霆先锋发动了攻击 战斧在空中 划出一道弧线 直取看似头部的人形绿魔 但人形绿魔 却感觉反应迟钝 如同木桩 他举起巨刃 试图阻挡 辅助阵纹亮起 雷霆万军之力 裹挟着庞大的战斧麾下 战斧从他阻挡的缝隙之中 撞击绿魔的身躯 发出一声巨响 对方为了不硬抗 几乎借助力道飞了出去 待到扫描后 仔细看去 对方的身躯 不过破开一道伤痕 肉眼可见的恢复 传达 现人形绿魔身躯的物质能量强度一样 等级极高 普通冷兵器根本无法造成伤害 不然也无法抗住 此前的无数炮火 哪怕是庞大身形变小了 反应迟钝 也不是普通战士能敌的 瞬间 绿魔挥动着巨大的手臂 巨刃在空中 划出一道呼啸的轨迹 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向雷霆先锋战士袭来 雷霆先锋战士迅速后退 同时 他的战斧在空中 划出一道致命的轨迹 试图反击 然而 绿魔的巨刃力量巨大 雷霆先锋战士的战斧 几乎要被对方的巨刃碰撞的脱手而出 几乎难以招架 绿魔的下一次攻击迅速到来 雷霆先锋战士的装甲在这一击下 即将被击穿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能量击事来 使得绿魔被庞大能量击射后退数仗 对方似乎也并不着急 等待着所有剩下的战士 随后 一位摧毁者 风暴突击对战士及时赶来 他的装甲轻便 手持两对长剑 双剑十字能量涌动 这是他最后的备用远程攻击手段 及时地撞开了这道致命攻势 让雷霆先锋战士得以喘息 他迅速上前 扶起雷霆先锋战士 雷霆先锋 65546上市 没有事吧 风暴突击对 565458下市 小心对方身躯十分坚韧 我们一起上 收到 哪怕两位战士的队上 也不可能打败眼前敌人 也不可能存活 也不可能会胜利 他们依然不惧 用着最终的生命战放最后的荣耀 以死亡之名 我们铸就荣耀的篇章 雷霆先锋 65546上市 挥舞着战斧 正面迎向绿魔 风暴突击对战士 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 不断地在绿魔周围移动 寻找着攻击的机会 每一次突刺都准确无误 然而 冷兵器与绿魔的能量组合 物质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即使有灵法和阵法的加持 没有巨大的火力打击 他们的攻击 很难造成有效的伤害 绿魔的身躯 似乎对普通的伤口毫不在意 他的能量物质构成 让他能够迅速修复任何损伤 随着战斗的持续 人形绿魔开始显得疲惫 他的动作感觉更加缓慢 这时 收到了关键的信息 65546雷停先锋战士 抓住机会 巨大战甲 不妨碍他的一个急速上前 战斧在空中 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只取绿魔的胸膛 人形绿魔试图躲避 这一刻的战斧居然穿透了他的防御 深深地刺入了他的身体 但好像并没有太效果 绿魔巨大的力量握住战斧 一把将雷霆先锋战士丢了出去 即将冲上来的风暴突击队 也被一脚踢飞 巨大的装甲与地面 发出剧烈的碰撞声 近十余米高装甲的 冲击一道锯锤袭来 庞大的力量直撞 人形绿魔几乎被砸飞几百战而去 盾抗者 钢铁壁垒赶到 钢铁壁垒的身躯庞大而坚固 他的装甲上闪烁着能量光芒 他的攻击力无比强大 仿佛熟悉了各种战甲的运行方式 随后场上的各种组合实质物体开始减少 他们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召唤 开始向黑海退去 在黑海的深处 传来了蒸腾的运行装置之声 一台台黑药纹路的死亡摧毁战甲 缓缓地从黑海中走出 这些战甲的躯壳上布满了伤痕 显然刚经历了无数的炮火和战斗 装甲上还可有死亡摧毁的印记 仿佛是吞噬了失去的死亡摧毁战士 又再次拼凑成弹 伴随着巨大的摩擦 吭嗤声响起 黑海复制体摧毁战士 从背后取出那巨大的战斧 伸出手臂勾了勾手指 仿佛在述说 现在的残兵败将可以一起上 同一时刻 七天正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方式 控制着所有复制品 堂堂正正地 对战所有剩余的死亡摧毁军团战士 留给死亡摧毁军团的最后一丝体面 由于此前的规模实在庞大 七天需要的眼睛 及控制节点太多 因此 他几乎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能力 一路摧毁吞噬横扫 每一位绿膜眼睛 根本不会存留太多思维 在此时 看着眼前几乎是摧毁者 雷霆先锋的复制品 雷霆先锋 65546上市 制止了旁人 让我来线上 拖着战斧 急速地冲去 厚重的装甲 传出一道道轰鸣之声 他迅速来到复制品的身前 一抚挥下 试图利用自己的速度和力量 取得先机 然而 复制品 已经不再是之前那种木讷的机器般 他迅速地闪身 躲过了雷霆先锋 65546的攻击 紧接着 复制品巨大手臂装置 蓄能的一拳挥来 带着呼啸的风声 直击雷霆先锋 65546的面门 雷霆先锋 65546几乎是本能地抛弃了战斧 后退闪躲 死亡摧毁战士 是可以丢掉武器的 既得军团第一课 便是如何保全自身的装甲 装甲虽然提供了强大的防护 但它的灵活性远不如人体 一旦被破坏 便无法修复 因此 战士们被教导要时刻警惕 保护好自己的装甲 避免受到致命的伤害 但是 往往超乎了想象 太快了 复制品如此厚重的装置 几乎是瞬间地转手一辅 巨大的装甲 直接被强大的力道先飞 雷霆先锋 65546上市 对方操控战甲 要比任何人都要灵活 小心 但能将庞大的装甲轰飞 这一击的力道是 无比巨大的 几乎破坏了雷霆先锋的半个身躯 露出了装甲内部 那上市脸庞 他把手臂放在胸口 死亡永存 说出最后一句话 便已缓缓闭上双眼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市 平稳地放下雷霆先锋 65546上市 紧紧握住双剑 收到 一族 受死 随即 两道炽热的光芒 划破战场的空气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市 挥舞着他的双剑十字 以雷霆万军之势 冲杀上来 雷霆先锋装甲虽然强大 但他的设计 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 每一个节点连接处 只要敌人有足够的力量 破除这些连接点 就能对雷霆先锋装甲 造成致命的伤害 风暴突击队装甲 正是针对这一弱点设计的 他的灵活性和速度 在近战中 能够有效地克制雷霆先锋装甲 然而 黑海复制品 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市的攻击到来之前 他已经丢弃了战斧 转而使用炽热的雷霆之拳 带起一阵热浪 迎向风暴突击队的双剑 碰撞而出的巨大声响传来 剑与双拳的碰撞 急速的火花光芒 疯狂地速射 复制品雷霆先锋的力量和速度 都超乎寻常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市的双剑 与复制品的雷霆之拳 在空中激烈交锋 他的双剑 在空中划出一道道致命的轨迹 而复制品 则利用其强大的力量和速度 不断地进行反击 试图利用雷霆先锋装甲的坚固 来抵挡风暴突击队的攻击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市 不要命的疯狂挥舞双剑 如同狂风暴雨中的闪电 每一次挥舞 都充满了疯狂的决绝 他的眼中 闪烁着不屈的光芒 仿佛是在向敌人宣告 双剑是风暴的裁决者 复制品的攻击 如同狂风暴雨般猛烈 他利用雷霆先锋装甲的 强大动力和力量 不断地向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市 发起攻击 每一次的碰撞 都产生巨大的轰鸣声 仿佛是死神的演奏 强大的复制品 雷霆先锋双拳力量巨大 每一次挥机 都带着摧毁一切的气势 每一次碰撞 都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和震耳欲聋的声响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市 在复制品的连续轰击下 不断地被逼退 他的装甲在强大的力量下 发出痛苦的呻吟 逐渐后退 都显得异常艰难 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 一声急促的呼喊 划破了战场的喧嚣 风暴下市闪开 这是来自顿抗者 钢铁壁垒的警告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市 迅速地反应过来 他的身体 在一瞬间 做出了本能的闪避动作 迅速地闪到了一旁 紧接着 一道巨大的冲击战锤 急速轰击而来 那是顿抗者 钢铁壁垒的 巨大冲击战锤 这台重型机甲的 每一次攻击 都充满了破坏力 他的战锤 在战场上 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而复制品雷霆先锋 几乎用出了 根本不属于 能承受巨大装置的跳跃力 从而闪开了这一击 没想到 如此轻易地躲开了致命一击 两人感到无比的绝望 复制品急速地轰杀 直奔造成猛烈的攻击 而风暴突击队的装置 即将过在 动力逐渐减弱 这样的速度 已然是不可能战胜 玉皇 我难道连打倒复制品的能力 都不足以了吗 然而 残酷战场 从不会给任何人 留下思考的时间 复制品雷霆先锋 再次挥舞着双拳 以惊人的速度 冲向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势 钢铁壁垒 想要帮助防御 但庞大的装置 限制了他的转向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风暴突击队 565458 几乎闭上了双眼 迎接死亡的到来 危急之际 一道耀眼的光芒 如同流星般旋转飞来 复制品雷霆先锋 感受到了 这股威能的威胁 他迅速抽身 一拳轰出 巨大的力量 在空中炸开 死亡可不会接受 放弃反击的懦弱者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势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战场上响起 充满了决心和力量 在这关键时刻 另一位摧毁者 火牛搜寻了战场的 庞大边缘区域 没有找到对手后 他迅速调整方向 从而抵达此处 在战场上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势 在火牛5464上势的支援下 重新站了起来 他迅速起身 向火牛5464上势 致以敬礼 火牛5464上势 与此同时 黑海复制品的动作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捡起了 向他偷袭而来的物体 一柄巨大的钢铁双截棍 复制品的双眼 闪烁着绿色的幽芒 将这柄巨大的钢铁双截棍 丢了回去 被火牛5464上势 稳稳接住 这一举动 似乎示意着 三人一起上 收到 风暴突击队 565458下势 还有钢铁壁垒 654551中势 没想到死亡来临之际 还能与你们并肩作战 火牛5464上势 抽出了另一柄双截棍 这是一对 由特殊合金制成的武器 能够承受极端的战斗条件 他挥舞着双截棍 每一次挥机 都带起火焰的光芒 仿佛是他的战斗意志在燃烧 死亡的意志 坚不可摧 我们的武器所向批灭 他们发出了最后的战斗口号 死亡摧毁 不畏死亡 为了御天皇朝 我们战斗至最后一刻 我们的意志 如同钢铁般 坚不可摧 在这场战斗中 无数死亡摧毁战士们 迎接上了死亡的归宿 他们知道 这场战斗 可能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也要绽放最后的死亡意志 在这一时刻 无数同样的场景 在每一处区域 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上演 第七军团的战士 从来不惧怕死亡 他们将在死亡的拥抱中 找到真正的自由 这一场战役 御天几乎派来了 第七军团的所有战士 死亡摧毁军团的兵力 除去各种辅助无人机 鸡脯和随从 战士达到了数以百万之巨 他们的人数虽然庞大 但在这场战斗中 现如今 御天皇朝第七军团 死亡摧毁几乎全灭 已是名存实亡 然而 即使在这样的绝境中 死亡摧毁军团的战士们 仍然坚守着他们的信念 现已不知过了多少十日的宁斯 已经醒来 他的身体在洪流中摇摆 仿佛是从无尽的黑海之中 被卷携着带了出来 缓缓地睁开眼睛 他的意识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沉睡后 终于苏醒 现已是一片破碎的世界 黑天之下 只剩下无尽硝烟和火焰 无法想象在这段时间里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宁斯看着这黑天之下的战场 心中充满了震撼和恐惧 不禁喃喃自语 师爹 你这是去灭了一个世界吧 随着死亡摧毁军团 几乎全军覆没 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淌 如同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整个世界变得异常安静 只剩下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 天空中 一条漆黑如墨的云海翻滚着 宛如一条巨龙 带领着寥寥数人向前飞行 他们身处高空之上 视野所及之处 竟是一片荒芜的景象 大地被强大的力量和爆炸撕裂 形成了无数的坑洞和裂缝 仿佛是大地的伤口 宁思心情沉重地看着这一切 开口问道 师爹 我们这是去哪 七天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 语气沉稳地问道 入境平稳了吗 宁思闭上双眼 静心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片刻后睁开眼睛 点了点头说道 嗯 应该差不多了 通常情况下 入境需要一定的时间 让灵和与自身完全融合 自己每一次的入境的时间 似乎都被师弟计算好了一样 没有丝毫浪费 带着些许疑惑 宁思喃喃自语地问着 那么 我现在又要进入境界了吗 是的 对于这种安排 显然已经习惯 宁思看着手中的弟子令牌 心中暗自盘算着时间 竟然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 而此时黑海之中 突然翻滚起巨大的浪花 并卷出了几份军工口粮 这些口粮之上 还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标志 宁思并不一定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 并且 等会需要入境吃东西也不好 按照七天所说 宁思他的体质与众不同 能够接纳并同化很多能量物质 吸纳一些黑绿之海的物质都可 羽翼跟王景彤 两人则接过食物并拆开食用起来 尽管他俩的实力 也许比宁思更为强大 但显而易见的是 他们同样无法避免 对所需的正常补充 黑海那股神秘莫测的力量 实在太过强大 他们也无法抗拒 只能无可奈何地一直跟随 然而 正当众人陷入沉默之时 黑海上空 忽然荡漾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 紧接着 前方横跨天边 仿佛能够跨越无尽天际 直至遥远大地尽头的庞大黑海 两侧天坠 骤然浮现出 在此刻 一片死寂之中 一尊庞大无比的装甲 孤零零地耸立着 仿佛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他那伟岸的身躯 在浩瀚无垠 漆黑如墨的海洋般的包围之中 显得格外突出 仔细看去 这具装甲 浑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 每一道都触目惊心 似乎诉说着 曾经经历过无数场 惊心动魄的激战 而这位身披重甲的勇士 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死亡 摧毁军团的终极领袖 心灵统帅 面对着庞大的黑海 心灵统帅的装甲 虽然强大 但在长时间的战斗中 他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 他的能量巨剑 在手中显得沉重 剑身上的光芒已经暗淡 但他的意志却依然坚定 然而 即使面对着 几乎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即使四周被黑海的洪流所包围 他依然紧紧握住剑柄 用尽全身力气支撑起身体 稳稳地站定在原地 不让自己倒下 那把巨剑就像他的信仰一般 沉甸甸地压在手上 绝不肯轻易屈服于困境 突然 无穷无尽的滔天巨海 向两边涌去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欣灵统帅知道 真正的黑海主人来了 心中闪过一道释然 没想到 死前还能见到站在顶点的大魔 荣幸 荣幸 浩渺的海流 如汹涌的巨龙般 裹挟着宁斯汹涌来 仅仅只是惊鸿一瞥 他就看见了 欣灵统帅 那无与伦比的巨大装甲 他的身躯高大 仿若一座雄伟的山岳 两只巨大的眼睛 在黑暗中闪烁着寒光 让人不寒而栗 外表覆盖着厚重的装甲 每一块装甲 都恰似由坚不可摧的金属铸铸就而成 冰冷的光芒 闪耀着令人胆寒的寒气 其表面覆盖着如墨般深邃的黑色 上面镌刻着错综复杂的符纹 和军团的徽章 战甲的胸部中央 镶嵌着一颗硕大的能量核心 宛如太阳般璀璨夺目 周围环绕着层层叠叠的能量环 那 那是什么 林丝不禁失声惊叹 天哪 天哪 太帅了呀 巨大的装甲闪烁着无比耀眼的光芒 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着 他的无敌与辉煌 心灵统帅见到几人的到来 在他那由精密科技构成的复杂面部仪器中 一个不断闪烁着危险宏光的巨大能量体 映入眼帘 这让他立刻明白了七天的到来 七天 心灵统帅的声音庞大 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你这是在挑战玉天皇朝的威严 准备好接受玉皇的怒火了吗 林丝站在一旁 他的目光在心灵统帅和七天之间来回扫视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羽衣和王景彤则保持着沉默 七天回应的态度则是冷漠至极 你不是人族吧 这一句话 心灵统帅的内心一惊 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一颤 但庄甲厚重遮挡了面容 让人无法窥见他的神情 心中波澜起伏 意识之中仿佛已被看穿了秘密 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险 无奈玉天皇朝第七军团死亡摧毁 最终统帅 不必了 虽然你是经过仪器传出来的声音 但也能感觉到你其中的慌乱 七天打断了对方接下来的话语 你应该知道 留你存活这么久 是为了什么 自财吧 现在还赶时间 心灵统帅沉默许久 望向不见光明的黑天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又仿佛在回忆着什么 终究是没成功吗 战甲中的能量气体开始缓缓流出 环绕在他的周围 形成一道神秘的气场 接着 他缓缓地脱下了自己的头盔 露出了那人足男子脸庞 那张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透露出无尽的沧桑和坚韧 心灵统帅 缓缓地举起了他的能量巨剑 剑尖指向了自己的胸膛 魔主永存 随着能量巨剑的剑尖刺入胸膛 心灵统帅的身体开始发光 他的生命能量 与战甲的能量核心融合 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显然触发了自毁装置 无缺 七天的话语冷漠而淡然 就在这瞬间 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压抑而沉重 一股庞大的黑海仿佛从虚空中涌出 带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威压 心灵统帅的身体 瞬间被这股黑海所包围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锁定 他试图挣扎 但在这股黑海面前 他的力量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黑海中伸出无数触手 他们如同活物一般 灵活而有力 这些触手缠绕在心灵统帅的战甲上 开始缓缓地拆卸着战甲的每一个部分 一块块战甲被触手卷起 然后精准地拆分脱落 随着战甲的脱落 心灵统帅的身体逐渐暴露出来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绝望 最终 从那庞大的身躯中 黑海的触手成功地掏出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核心 仿佛是心灵统帅力量的源泉 散发着神秘强大的能量波动 随着核心的脱落 心灵统帅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力量 他无力地倒在地上 仿佛一座倒塌的巨塔 七天看着这一幕 脸上没有丝毫波动 随后对宁斯说着 月寒入境 深邃的黑海物质缓缓涌动 如同夜色中的波涛 逐渐将宁斯包围 但那黑海物质仿佛有生命一般 紧紧地缠绕在他的身上 让他动弹不得 黑海物质的束缚越来越紧 仿佛要将他吞噬 就在这时 七天说道 运转灵力 宁斯心中一灵 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开始调动体内的灵力 随着灵力的运转 更多的黑海物质涌现 无声无息地将宁斯完全包裹 只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压迫着他 他的呼吸变得艰难 意识也逐渐模糊 心灵统帅核心 所在能源被融入宁斯的体内 然而 就在他即将失去知觉之际 他感到一股温暖的力量 在体内流淌 仿佛有什么东西 被融入了他的身体 他的核心所在 那股能源的力量 正在与他融为一体 就在他意识 几乎要陷入黑暗之时 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可以了 当宁斯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月寒入境 视线都仿佛有薄薄的白雾笼罩 寒冷的气息 如潮水般涌来 感受体内冰冷的流动 他如同一条寒冰之龙 咆哮着 奔腾着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入境后 能量的流转速度 明显加快了许多 他们像汹涌澎湃的江水一般 迅速汇聚到丹田之处 然后又分散至四肢百骸 随着能量的不断涌动 我们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这次入境 居然如此之快 该启程了 七天缓缓地开口 现在有理由了 去找皇城要点东西吧 宁斯只是疑惑不已 天地间的景象开始转变 整个黑天之下的黑海 开始融合 无尽的黑海 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 他们相互交融 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放眼望去 无数的残垣断壁 和被摧毁的机甲残骸 在黑海的融合中 逐渐融为一体 形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物体 腾云者 那个曾经的巨兽 也在这股力量中 被斥击融合 无数物质融合的物体 开始膨胀 原本模糊的轮廓 变得清晰起来 仿佛是一只放大了 无数倍的大鱼 它的两翼展开 足有数千里之长 遮蔽了天空 仿佛能够覆盖整个世界 一股无比庞大的气流 从它那无尽的身躯中 席卷而出 四周的空气 仿佛都被这股力量所震撼 宁斯站在这个巨兽的身躯之上 感受着这股强大气息的冲击 瞪大了眼睛 满脸惊愕地望着眼前 这个庞然大物 它的喉咙里 发出颤抖的声音 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而 与宁斯的震惊不同 王景彤此刻 却显得异常镇定 仿佛震撼前的冷静 他静静地凝视着这个巨大的物体 口中缓缓念着 北鸣有鱼 其名为鲲 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 鹏之辈 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 其意若垂天之云 什么 宁斯心中一惊 回忆着 这是曾经书籍上 出自仙情庄周的逍遥游 感受这个世界的一切 只有深深的震撼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超出了他的想象 让他感到 既陌生又熟悉 不对 这也仅仅是古人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 并非真实存在的东西 哪来的熟悉感 此刻 世纪的坤形态登场 他已经超越了传统科技机械的范畴 在他那庞大的身躯中 机械的冰冷 与黑海的深邃 完美融为一体 成为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存在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机械构造 而是如同神话中的坤棚一般 拥有着巨大的翅膀 和流线型的身躯 它的身体表面 覆盖着一层深邃的黑色 仿佛是黑海的化身 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几乎无法辨认出机械的痕迹 斥及坤形态的翅膀展开之时 其一展至宽广 足以遮蔽天空 它的每一次挥动 都似乎能够引发一场风暴 甚至展翅挥出无尽的黑海之地 环绕后再次融回自身 它在黑海中游异 仿佛是这片海洋的主宰 它的存在 让周围的环境都为之改变 黑海的波涛 似乎都在它的意志下起伏 它的行动 不再受限于机械的局限 而是如同真正的生物一般 拥有着自己的生命和意志 它在黑海中自由地穿梭 每一次移动 都显得无比自然 仿佛它本身就是这片海洋的一部分 身躯庞大无比 仿佛能够吞噬一切 黑海的力量 在它体内涌动 赋予它无穷的力量和生命力 它的存在 已经超越了机械和生物的界限 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物种 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强大生物 一位在外守候已久的皇朝强者 立刻察觉到了黑天的消逝 紧接着 从黑天的阴影中 一个无尽庞大的物体 翻涌而出 它目睹了那无尽庞大的物体 从黑天之下翻涌而出 那是一种超乎想象的存在 它如同神话中的巨兽 震撼着它的心灵 它久久的凝视 却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语 来形容眼前的景象 最终 它回过神来 立刻通过特殊的通讯方式 将这一惊人的消息 传达回了皇朝 话语中带着一丝急切和不安 神主 七天可能驾驭着一个 超越万丈的巨大物体 正朝皇朝腹地而去 你为何没有追上 神主听闻此消息 不禁大怒 最终 他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神主 我根本无法追上他 他如同扶摇直上 接近九万里 如同传说中的遗物 古记事中所描述的昆蓬 久久的沉默 神主目光再次看向天际 那辉煌的大人 想要我的灵法吗 那就去找吧 我的一切都在那里了 灵主陨落之际 激起天下无数人为追逐 那些追灵者 不断追逐找寻灵主遗留之地 直至找到那最终之灵源的炼成之法 灵主传 墨迹 检测中 警告 警告 激起的警报声在基地内回荡 仿佛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 警告 警告 红色的警示灯不断闪烁 发出刺眼的光芒 巨大的警报声在基地的每一个角落回荡 发现黄极道运融合者黄泉 天灾及盗运掌握者天目 地难及盗运驱使者的横 禁忌果实激术 你神兵碎片 随着机器的报告 基地内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这些词汇在基地的工作人员耳中 每一个都代表着极端的危险和未知的力量 灵极风灵雾 无解灵构 机器的声音继续报告着 每一个字都像是重锤敲击在人们的心上 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报告 鉴定危险等级超越SSSS 随着报告的继续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疑惑 基地的防御系统已经启动 所有的人员都在紧急行动 准备应对着突如其来的危机 这样的危险等级 怕不是天塌了 现在无尽的高空之上 七天没有隐蔽的气息与庞大的斥急 立刻被无数仪器顿时检测到 这个巨大的物体以惊人的速度飞行 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跨越了千万丈的距离 短短不过些许时间 便以跨越玉天之下 无尽大地 黄泉 这怎么可能 竟然真能够承受住如此多的道运 他的身体机能竟然没有崩溃 意识也依旧倾歇 一位身影缓缓站起 他的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的震惊 在场的皇朝之人 无不感到恐慌和震惊 他们的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是七天 所有人都不要轻举妄动 这位身影的命令迅速传遍了整个基地 顿时所有人都接到了指令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和紧张 打开天幕 迎接神 一座巨大的基地之中 其上空的天幕缓缓展开 当那无穷无尽的身影逐渐接近时 哪怕他还未真正抵达 其恐怖的声势 已经如同风暴一般席卷而来 所有皇朝之人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庞大的黑海斥急缓缓降下 在这过程中不断解体 巨大的身躯 现在正在不断变小 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海流 覆盖整座基地广阔的区域 随后 其中一缩小的斥急 携带着七天与宁斯几人 缓缓降落在 这个宏伟的地下皇朝基地 随着视线的稳定 宁斯得以仔细观察 这个基地的规模和结构 他注意到 这个基地的规模之大 超乎了他的想象 他不仅深藏于地下 而且 其内部的复杂程度和科技水平 都显示出 这是一个高度科技铸造而成的底下空洞 从这所在的位置来看 这里正是那张地图上标注的 皇朝道运所在地 周围 众多皇朝的强者目光聚集 众人终于看清楚了 那人的容貌 很平静冷漠的一位青年 哪怕画面上观摩过无数次 当真正地见到七天 才发现他的与众不同 一位皇朝官员迅速上前 语气恭敬地说 没想到七天大人亲自光临 这一切都是误会 大人需要什么 我们皇朝的一切资源 都可以为您所用 七天没有回答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随着他的沉默 外围的黑海随之涌入 整个基地的气氛 变得紧张起来 所有在场的人员 都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所有人员都自觉地退避离开 为黑海让出了一条道路 市集带着几人玉空 缓缓步入了地底世界 皇朝的官员们 虽然心存疑惑 但也不敢怠慢 只能紧随其后 一同直至基地深处 随着他们的深入 基地的构造越发复杂 科技与自然的融合 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最终 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这里仿佛是基地的心脏 所有的通道和设施 都汇聚于此 在他们面前 一道巨大 如同天地壁垒 横根在眼前 散发着的气息 仿佛是通往 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庞大的黑海不断涌动 如同潮水般 覆盖在那道天地巨门上 仿佛是一股 不可阻挡的力量 将一切阻挡在 他面前的障碍物吞噬 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 一道道撕裂声响起 那历经无数岁月的 天地壁垒 开始逐渐破坏 崩解 裂缝出现了 就在这一刻 领主一记 秘境的封印被解开 裂缝缓缓展开 形成了一条通道 仿佛是通往 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皇朝的众人 目睹了这一幕 他们的心中 充满了震惊和敬畏 他们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次 简单的遗迹开启 而是七天运用 皇权道运力量的结果 他们不禁感叹 这就是皇权道运的能力吗 皇朝的众人 敬畏地看着这一幕 低声弥谈 这就是皇权道运的威力吗 竟真能打开 道运所融入 而隔绝的天地壁垒 看着前方 如同一道无形的界限 仿佛大地之下被埋葬 隔绝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天地似乎都充满了 不同的气息 光线也显得异常柔和 与此界的环境截然不同 宁思满脸惊疑地问道 那是什么地方 此处应当便是传说中的 领主遗迹 王景彤沉思片刻 他似乎有所了解 自觉地回答道 领主遗迹 王景彤点了点头 继续解释道 领主传记中记载 当那位世间第一人 领主陨落之时 而伴随着领主的消逝 他遗留下来的 数不清的灵法 奇珍异宝 都放在了那个世界里 这些灵法至宝 蕴含着无尽的奥秘和力量 它们可能是古老的秘籍 能够让人领悟到 至高无上的灵术 也可能是神秘的法器 拥有释放出 今天动地微能的能力 还可能是珍贵的丹药 能够帮助修炼者 突破修为的瓶颈 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经过七天的示意 宁思取下手上那枚 容易让别人 不会注意到自己的戒指 你不用跟来了 七天开口道 听到宁思微微一愣 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问着 那我要去做什么 能感觉到 整个基地在一瞬 被弥漫过的波动 仿佛整个空间 都在轻微的震动 你去挑选一个天命刀运吧 七天沉默片刻之后 缓缓说道 这句话 让宁思心生疑惑 察觉到一丝异样 但又说不出具体原因 然后 七天将目光 一向跟随着他们而来 后方那群皇朝之人身上 并最终停留在 其中一名年轻男子身上 那人感受到了注视 上前恭敬地回答道 在下带曲 乃皇朝九将之一 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七天平静继续说道 你与几位科研人员 带他去实验室 挑选一位关押的 天命道运掌控者 他可以重新掌控 别人的道运之力 这句话 如同一道惊雷 让在场的皇朝强者 都感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震撼 在他们看来 即便是皇朝多年研究 却始终无法取得 实质性的进展 也未能触及 天命道运的奥秘 更不用说 直接夺取他人的道运 这样的事情 在他们眼中 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奇迹 随后 他立刻吩咐着工作人员前来 恭敬地回应道 大人 是需要那些罪犯吗 需要多少位都可以 不必 多了无用 七天回到 最后对宁斯说着 你的体质 与一般圣灵一样 只能承受一次道运洗礼 按照掌握天命道运 会削减意识的存留 听从师弟的吩咐 宁斯回了一句 好的 师弟 在皇朝九将之一的戴区 和几位科研人员的陪同下 宁斯穿行于 这座皇朝地底的 巨大基地之中 这个基地 宛如一座来自 未来世纪的迷宫 其规模之大 设备之先进 远远超出了宁斯的想象 墙壁上 镶嵌着 隐隐发光的屏幕 时时显示着 各种数据和信息 头顶上是 错综复杂的管道和线路 它们交织在一起 缓缓打开 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 随着宁斯的深入 能感受到 基地内部的科技气息 愈发浓厚 墙壁上布满了 各种复杂的仪器和显示屏 上面显示着各种数据和图表 它们在不停地跳动和更新 仿佛在诉说着 基地内部正在进行的 无数实验和研究 这一切 都在无声地讲述着 皇朝在这片秘密基地中 所追求的科学突破 和力量边界 经过了解 戴区向宁斯解释道 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皇朝利用一块残缺的 领主遗迹空间 所建立的秘密实验基地 这处领主遗迹 据传是古代强大生物的遗骸 蕴含着神秘的空间之力 皇朝的祖先们 偶然发现了这个遗迹 并巧妙地利用其独特的空间属性 将其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从而构建出了一个隐秘的科研基地 这个遗迹之所以被称为残缺 是因为它所在的秘境之地 早已被皇朝的探险者们彻底探索 其内部的秘密已经不在 然而 在十几年前的大黑天时期 这个遗迹 被一道拥有空间之力的 天命道运所融合 从此那处世界便被彻底封锁 皇朝也无法再进入其中 除非选择摧毁遗迹 但这样做 可能会导致道运之力 被永久抹除 与遗迹空间的崩塌 而唯一能够安全开启 这个封锁世界的钥匙 便是另一种天命道运 皇权 尽管秘境空间被封入 但外界被改造的巨大基地 还是被沿用了下来 并且被用来关押和实验研究一些 掌控天命道运的罪犯 随着宁斯和戴区一行人 逐渐接近实验区域 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安静 科研人员们在前方引路 他们的步伐坚定而迅速 显然对这里的环境了如指掌 在实验区域的入口处 一位科研人员转过身来 面对着宁斯和戴区 恭敬地向宁斯询问 大人 您需要哪种类型的道运呢 宁斯微微沉吟 心中在思考着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这个选择将极大的影响自己 走向人生巅峰 那么 现在拥有的最高级别的道运是什么 宁斯最终开口询问 毕竟 所掌握的道运等级 当然是越高越好吧 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答 大人 目前我们关押的最高级别的 天命道运掌控者 被称为天灾级 其道运名为天鼠 天灾级 宁斯听到这个回答 不禁有些惊讶 那岂不是拥有毁天灾地的力量 就要这个天鼠道运 好的 宁斯大人 请随我来这边 一位科研人员回答 然后礼貌地引导着众人前往 他们的脚步在金属地面上 发出清脆的回响 宁斯边走边沉思 然后他停了下来 好奇地问道 那么 这个与锦号39 天鼠与锦号39 道运 究竟是什么样的超能力 或者说 它是什么样的道运 科研人员说道 根据统计的信息 与锦号39 天鼠与锦号39 道运 赋予了掌控金属的能力 什么 金属 宁斯突然记起 曾经世界中的一个构思 这就是那个曾经世界里 被称为变种的能力 它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如果能够控制钢铁 那岂不是非常强大 科研人员在一旁 分析着宁斯的话语 然后纠正道 天鼠道运 不仅仅是控制铁类元素 那么简单 它是一种能够影响 和操控大部分金属的能力 包括弹不限于 铁 铜 金 银等 这种道运的掌控者 能够改变金属的形态 或者将它们从环境中提取出来 什么 还不止 岂不是无敌了 宁斯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还不等旁人说完 他就抢着问道 那你们抓住他 一定费了很大力吧 当然 因为对方并不是灵修 身体素质 仅仅只是一般 根据情报 由于他杀人 抢夺财物后逃跑 不过派了几个成位 趁其不备 将他打晕 然后轻松地带了回来 科研人员似乎不太情愿地说出事实 宁斯先震惊许久 又满脸疑惑 最后沉默着 呃 这么简单吗 是的 大人 科研人员确认道 此刻 领主一记秘境内 十多年了 再次融入外界的气息 这里的环境与外界截然不同 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缩影 阳光透过一记上方的裂缝 斑驳地洒在地面上 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的光辉 遍地的草木 在这里肆无忌惮地生长 它们似乎不受任何约束 自由地伸展着枝条和叶片 参天的大树高耸入云 它们的树干粗壮而有力 树皮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树叶沙沙作响 在这些大树的庇护下 各种奇花异草 争相绽放 色彩斑斓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在这些植物之间 小溪潺潺流淌 清澈的水流在石缝间穿梭 发出悦耳的水声 溪水滋养着周围的植被 使得整个秘境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秘境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仿佛这里隐藏着无数的秘密和未知 领主遗迹的秘境 既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也是一个充满了神秘和危险的地方 在这里 每一株草木 每一片土地 都可能蕴含着 无法预知的奇迹和挑战 跑了吗 想要躲藏到何处呢 望着那已然消失无踪的运行气息 七天嘴角微扬 流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但其眼神之中 却是无比的平静与淡漠 随着他的话语 周围的空间似乎都未知一阵 一股磅礴浩荡 无穷无尽的黑海 如汹涌澎湃的浪潮一般 自外围的天地之间 疯狂地涌来 瞬间便将这片 原本就狭窄逼子的裂缝之地 彻底淹没 这个世界有多大 看着天际 七天轻声低语 站在他身旁的 一名皇朝之人文言 赶忙躬身失礼 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之中 片刻后 他喃喃自语道 这般大面积的掌控力量 实在不宜再度轻易施展 可如今 又该当如何才好呢 话音刚落 周围皇朝众人 心头猛被一震 一种莫名的恐惧 涌上心头 他们感觉 仿佛听到了不该听的秘密 是他吗 想到此处 此等强者 身体也会阴紧渣 微微颤抖起来 气氛异常凝重 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一般 让人感到窒息和压抑 七天微微一笑 他的目光在秘境中游移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他轻声问道 只有这一个出口吗 那空间的天命的资料呢 一位皇朝的随从人员 立刻回答道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 领主留下的遗迹 通常只会设置一扇门 作为唯一的通道 而那个空间中的灵性道运 暂时收录为 皇籍天命道运 名为皇权 虽然具备跨越空间智能的道运 实际上 应该没有什么破坏力 此外 领主设下的节节壁垒 能够完美地克制 这种道运的属性 也就是说 一旦有他踏入这个地方 除非通过这里的门 否则将无法找到 其他脱身之法 如此吗 七天紧接着 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 对众人下达指令 既然这样 你们立刻去找寻 那道运的下落 众人听闻七天的命令后 目光在彼此间犹豫不定 相互之间 用隐晦而复杂的眼神交流着 怎么 七天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 仿佛能洞察他们的心思 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 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了压力 众人不敢怠慢 赶忙其声回应道 启禀大人 如果仅凭属下这样卑微的力量 恐怕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 石纵之地如此之大的地方 且据了解 黄泉带有极高的灵性 又可穿梭于不同空间 隐匿身形 在没有其确切行踪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什么推算之法 如若让黄朝之人找寻 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需要大量的时间 当然并不是办不到 而这位七天大人 却有着施展覆盖方圆万里的神通手段 由他亲自出手 岂不是更为轻松 当然这并不能问出口 只得将这个疑问压在心里 无妨 给你们两日时间 让黄朝派遣 目前能够调动的所有人力 寻得那道运 七天微微汗手 黄朝众人闻言 心中顿时打惊失色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之情 什么 仅仅只有两日时间 要知道 盼寻每一个角落了 就算只是匆匆浏览一遍 恐怕也来不及吧 如此短暂的时间限制 简直就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想到此处 众人皆感压力倍增 心情沉重无比 七天顺便点到几人 他的目光 在每个被点到的人身上 停留片刻 你们几个 立刻前往黄朝 让他们将我所需之物送来 顺便通知下去 此刻 信息早已传回黄朝立全殿 那位曾经高高在上的神主 近日都已经憔悴不堪 他那双锐利深邃的眼眸 似乎能洞悉世间万物 看着资料不断思绪 听着吓人的汇报 没想到 竟然去了那处领主遗迹的基地 神主的眉头紧锁 他陷入了深思之中 过了一会儿 他缓缓开口问道 不过想要那道运吗 不 他想要寻找什么 紧接着 最后 神主沉申问道 那么 对于他所需求之物 我们是否应当应远 此言一出 众多身影 开始交头接耳 窃窃思语起来 他们的眼神中 流露出深深的疑惑和不安 毕竟 皇朝一直以来 都是强大而稳定的象征 但现在 他们却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 站在一旁的某人 凝视着手中所需的情报 面色愈发沉重 他语气严肃地说道 神主大人 依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我们实难与七天相抗衡 哪怕他毫无能力 也不见得会给我们所算道 为了安定 我们或许只能满足他的要求 神主闻言 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 那就按他说的做吧 神主最终做出了决定 他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无奈 但也透露出一股坚定 他们必须面对现实 即使这意味着 要暂时放下皇朝的骄傲 传令下去 按照七天的要求 将他所需之物准备好 同时 密切监视 领主遗迹基地的动向 确保我们 能够及时应对 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 玉皇 局势尚未至绝境 在这光明挥洒大地上 领主秘境内 这沉寂了的秘境森林中 突然间 一阵异常强烈的震动 毫无征兆地袭来 瞬间打破了这片森林 长久以来的安宁 一位青年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 这片遗迹之森中 正是带曲 尊称浩然 作为皇朝 最为年轻有为的 玉下九将之一 就连他也忍不住 轻声叹息起来 原因无他 只因为七天的命令 去寻找那黄玉道玉 然而 要知道 那可是一种拥有着 惊天动地之能 可以随意扭曲 折叠 甚至创造空间的灵异存在 这个世界这么大 这怎么能轻松半岛 神主的命令 紧急而严肃 即便是贵为玉下九将 这样遵从身份的他 也不得不和其他 来自皇朝的顶尖强者 一起来寻找那玩意 他踩在这不符合 秘境森林的灵构地面上 这是一类由人为灵力 与特殊的材料 凝结而成的坚硬地面 与四周那些古老沧桑的树木 和蜿蜒缠绕的藤蔓相比 显得格外突兀刺眼 手中的一气滴滴 不停地发出警报声 这声音在空旷而荒废的基地中回荡 显得格外刺耳 仿佛在回应着 这片荒凉之地的呼唤 带驱皱着眉头 他的目光在四周扫视 试图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 之前皇朝那批研究人员呢 自言自语着 这片曾经繁忙的研究基地 然而现在 这里却如同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只剩下残垣断壁和无尽的寂静 让人难以想象 这里曾经是皇朝科研人员的驻扎地 当年大黑天封闭这处秘境之时 确实有许多人员被困在了这里 而这片荒废的基地 正是曾经一处 带驱此次前来 也可顺便寻找可能的生还者 他看着四周荒废的基地 心中不禁生出一丝疑惑 虽然大多都是科研普通人 但不至于十几年都死完了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基地上方中回荡 动用灵法 感知着那些失踪人员的回应 众人都被分为诸多批次 扩散在这个秘境之中 寻找而去 带驱作为这处探寻区域的强者 则是大范围的先行搜寻而去 其他皇朝的队伍则驾驶着飞行器 在裂缝之地 那道被称为门的入口处跟来 这些飞行器装备了最先进的探测设备 所以细致地缓缓探查而来 带驱站在废弃的基地中 四周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为了节省时间 懒得详细分析周围的环境 而是直接拿起了通讯器 于是 他直接拨打了通讯器 与舰队上的分析人员取得联系 嘟嘟 通讯器的信号在空旷的秘境中回荡 终于在一阵杂音之后 接通了 那边传接线员来了询问的声音 带驱大人 可有什么发现 带驱环顾四周 确认了基地的荒废和空无一人的情况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 连接基地 这里根本没人啊 那边的工作人员也显得有些意外 这怎么可能 根据我们的资料 当年应该有不少人员被困在这里 难道他们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带驱报告了基地的情况后 通讯器中沉没了片刻 随后另一个声音响起 语气中带着一丝恭敬和谨慎 大人 根据我们在这里发现的飞行器残骸来看 这十几年来 历境内显然发生过一些变故 我认为 您应该集中精力 去寻找黄玉道运的方位 这里的搜救工作 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那人心中明白 带驱是一位年轻有为 正直可靠的玉下将领 他的能力和为人 都是皇朝中的佼佼者 然而 他也担心 带驱的正直 会让他忽视当前形势下的某些必要妥协 特别是在七天大人交代的事情上 任何一点差错 都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带驱听后 并未立即回答 他心中清楚自己的使命 但也知道 眼前的情况并不简单 最终只是淡淡地回应道 我就随便看看 言罢 带驱便结束了通讯 将通讯器收了起来 必须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尽可能地保护每一位域民 这是带驱被称为浩然玉下将领 不知道多少年来贯彻的信念 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由于在这错综复杂的基地中 找不到任何地下空间入口的踪迹 突然间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在空旷的基地上空回荡 带驱没有犹豫 他直接拔剑 剑光一闪 强大的剑气 破空而出 直接破开了这处坚固的地基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被破开一个大洞 秘密麻麻的各种支撑建筑 所道 心中不禁感到一丝头大 见这么大的地下基地 真是麻烦 带驱喃喃自语 他的心中充满了无奈 这个地下基地的规模之大 结构之复杂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不禁回想起 秘境外的那处庞大的地下基地 那里同样让他感到烦恼 在那个基地中 他总是迷路 因为基地的规模之大 结构之复杂 让他难以找到方向 而且 如果需要找人 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他曾经在那里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才勉强熟悉了基地的布局 然而 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地下基地 似乎比秘境外的那个还要大 还要复杂 几道白光灵法 随之飞散而出 向四面八方扩散 这些灵法 在空中划过一道道优雅的轨迹 最终在底下的广阔区域炸开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白芒四散 原本昏暗的地下世界 瞬间变得亮如白昼 带驱站在光明的中心 大声呼喊 欲下浩然之将来此 听到之人回应 他的声音中蕴含着灵力 随着灵法的扩散 在这片安静之地回响 理论上应该能够传遍 这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然而 等待了许久 四周却依旧寂静无声 没有一丝回应 这让他感到一丝沉重 看来 这里不可能有幸存之人了 最后决定 深入基地内部 那里 或许还保留着一些线索 或者至少是一些踪迹 动用灵法漂浮地穿过 破败的走廊 戴曲的身影 如同幽灵般 在这片废墟中穿行 即使不触碰到地面 看着这里的一切 仍仿佛走在了时间的尘埃上 这里的一切 显得如此陈旧 墙壁上的裂缝 和剥落的涂料 无声地诉说着 过去的辉煌 和现在的衰败 戴曲的目光 扫过这些遗迹 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感慨 仿佛能够感受到 那些失去岁月的沉重 几具科技遗器 随着戴曲的浮动 帮助他寻找那些 可能藏有信息的地方 周围的浩然之气 环绕四散 他们如同一层 无形的保护罩 将戴曲包裹在其中 这股浩然之气 不仅能够保护他 免受外界的伤害 还能稍微照明一些区域 虽然如今的实力 并不过多依靠视力 也能够更加注意到 一些些细微的线索 一些浩然气息 轻浮触碰而过 已经能够略微感知到 周围环境的细微变化 他的目光 并不需要在每一处 可能藏有信息的地方 停留过久 对于像戴曲这样的强者来说 哪怕地下如此大的区域 探查也是非常之快的 戴曲的身影 在这空间中迅速穿梭 几乎在转瞬之间 便穿越了长长的走廊 和巨大的空间 随着他的深入 地下空间的景象 也在不断变化 每一次转弯 都可能带来新的发现 突然间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响起 凡是遇见挡路的大门 在他的强大灵法下 瞬间被掀开 化为无数碎片飞散而去 哪怕超越几十公分后的 合金刚门 那门仿佛不是由坚硬的金属制成 而是像豆腐一样脆弱 戴曲的灵法 所释放的正方形白光 犹如一把无形的利刃 轻松地将障碍物切开 为戴曲打开了一条通路 幸好现在 可以随意破坏 如若看地图 真不知道谁能受得了 随着戴曲的深入 地下空间的景象 也在不断变化 一些通道 逐渐变得狭窄 而另一些房间 则显得宽敞而空旷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仿佛是故意设计成迷宫 不对劲 多处地方 近期明显有人为的痕迹 戴曲在深入基地内部的过程中 感到了诸多一样 正当他准备进一步调查时 意外触发了一个隐藏的机关 随着一阵机械运转的声音 他脚下的地面突然裂开 露出一个向下的阶梯 阶梯的墙壁上 有着一些古老的符纹 这些符纹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照亮了下行的道路 戴曲心中一动 沿着阶梯缓缓漂浮下去 阶梯的尽头 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图书馆 图书馆规模庞大 书架凌厉 上面摆放着诸多实验书籍 古籍 手稿等等 这些书籍涵盖了各种领域 从灵法到科技 从神秘的历史 到深奥的哲学 戴曲环顾四周 发现有些书架排放得非常整齐 上面没有一丝灰尘 这种情形 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这个基地 已经被废弃多年 按理说 不应该有人来维护 离近一个书架 随数飘起一本书翻看 书页依然干净整洁 仿佛刚刚还有人翻阅过 在图书馆的一角 戴曲发现了一张书桌 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 他走过去 看到笔记本上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记录着一些实验数据 和观察结果 日记 平静的看向 眼神中透露出疑惑和警觉 这些字迹清晰可变 显然是最近才留下的痕迹 这意味着 这个隐藏在地下的图书馆 并非一片死记之地 而是有人在不久前 还在此活动 他仔细端向着手中的日记 手指轻轻抹扎着泛黄的纸张 心中暗自盘算起来 将近五千日 最后的记录 截止到昨日 如此多的异样 戴曲轻声自语道 看样子 似乎来对地方了 言语间流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兴奋 种种异常现象 相互交织 仿佛一幅扑朔迷离的画卷 展现在眼前 而此刻 他们似乎已经触及到了 此次探寻的核心线索 或许不对 也应有着某种关联吧 戴曲喃喃自语道 目光渐渐变得深邃起来 在这里 他终于看到了墙壁上的一处 完好的这庞大基地的地图 这张地图 详细地描绘了整个地下基地的结构 包括各个通道 房间 实验室 以及可能的秘密区域 终于找到地图了 戴曲凝视着地图 眼中闪过一抹光芒 看着上面的坐标 戴曲比划了一个手势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滑动 最终停留在了一个特定的点上 这个点 位于基地的中心位置 周围有着许多复杂的标记和符号 似乎暗示着某种重要性 让旁仪器规划了一条直线 戴曲迅速地确定了 前往中心点的路径 按照地图上标记的一个特殊区域 往地上圈了一处地方 空间一阵波动 浩然之气肆虐 戴曲调动起自己强大的灵力 浩然之气在他的控制下 变得狂暴而强大 他的力量在这地下空间中肆虐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波 随后一阵阵声响轰鸣 整个基地震荡不断 戴曲的力量震动了整个地下基地 使得周围的墙壁和地面都开始颤抖 他的实力强大到 足以影响整个基地的结构 一路前行 遇见阻碍就强力破开 他的力量在这地下空间中 开辟出了一条通往中心区域的通道 这条通道直接穿透了重重障碍 直指那个区域的中心点 最后 居然靠着自己的强大的实力 硬生生地破开一条大道 直达地底深处 深入基地地来到此处 戴曲发现了这个巨大的能量核心 它犹如一颗跳动的心脏 正在不断地吸收周围的灵气 这个能量核心 是基地的一个巨大的灵能收集器 它的存在 是整个地下空间运转的核心 这个灵能收集器 不仅能够收集灵气 配合一些特殊的材料 还能融合一些零食的替代品 这些替代品 能够提供稳定而强大的能量 维持整个基地的运作 旁边诸多仪器 机器提炼 转换器 构成了一整个巨大的生命维持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将收集到的灵能 转换为供应人体存活所需的物质 包括氧气 水分和食物等 这里就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 即使在外界环境恶劣的情况下 也能保障人类的生存 可以说 如果有人存活下来 为基地中的幸存者提供了生存的可能 所以 如果基地中真的有幸存者 他们一定会依赖这个生命维持系统 这么多年了 还在运转吗 戴曲看着这里的一切 都有人为的痕迹 却根本没见到一个人影 戴曲感到一丝困惑 这里显然有人近期活动的迹象 但他却找不到任何一个人 他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 这个能量核心和生命维持系统 他注意到 一些仪器上的指示灯正在闪烁 一些机器的运转声 清晰可闻 这些都表明 系统正在正常运转 戴曲继续探索 他的目光在每一个角落扫过 寻找着任何可能的线索 在一堆散乱的文件中翻找 突然 一本操作指南被翻找到 并飞到了他的身前 被操控着 自动翻开这本指南 仔细阅读上面的信息 指南中详细描述了 基地内各种机器的运作原理和维护要求 其中特别提到了一种 过在自动停止功能 这种功能意味着 如果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检测到过在 它会自动停止 以防止损坏 然而 为了保持机器的持续运作 每隔一段时间 都需要人工介入来重新开启 如果明确 没有人启动 系统将会进入关闭状态 以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带去回想起 之前对能量核心的一些基础信息的了解 它开始思考 不对 这运行轨迹 应该之前一段时间 还有人动用过 否则 它怎么可能还在运转 如果这个能量核心 真的在近期被启动过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基地内必须 还有人存活 或者说 至少在不久前 还有人来访 沉默片刻 难道还有鬼不成 一旁漂浮的通讯器 飞到了她的身前 带去点击了通讯器 试图与外界联系 但是通讯器上 始终没有任何信号反馈 她摇了摇头 心中有些无奈 在这地底没信号吗 算了 那些家伙 也不见得比我聪明多少 带去收起了通讯器 决定继续深入 查看一番这基地 寻找更多的线索 看样子 得好好找找看 有什么异常了 带去轻声自语 她穿过一片片荒废的区域 这些区域 曾经是基地的心脏地带 身旁漂浮检测仪器 不时地探查周围的环境 这些仪器 能够捕捉到 任何不同寻常的迹象 比如微弱的能量波动 异常的温度变化 或者其他不寻常的信号 当然 这些检测仪器 也会捕捉到 带去自己的灵法波动 但这对带去来说 并不是问题 她简单地调整了 一下仪器的设置 屏蔽了自己的灵法波动 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随着带去的深入 她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有些区域的能量波动 明显异常 温度也偏高 这表明 这些地方 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活动 这里 已经有很多明显人为 活动的痕迹了 带去观察着四周 注意到地面上 有许多未被掩饰的足迹 这些足迹错综复杂 有的新鲜 有的陈旧 似乎是不同时间留下的 这更加证实了她的猜想 这个基地并非完全荒废 有人在近期内 还使用过这些通道和房间 她环顾四周 发现一些设备 虽然已经显得老旧 但仍然在正常运转 这些设备的存在 以及他们的持续运作 都暗示着 这里曾经有人居住和工作 在探索的过程中 带去还发现了一些个人物品 如照片 日记本等 这些物品静静地躺在那里 无声地诉说着 这里曾经的生活 她拿起一张照片 上面是一群人的合影 看着照片里 背后老旧的仪器 明显是这处世界 被封锁后的照片 看样子 存留下来的是人 那么 这些家伙 都消失到哪去了呢 突然 带去手中的仪器 发出了更加急促的滴滴声 她带着一种紧迫感 这声音在寂静的地下基地中 显得格外刺耳 仪器的显示屏上 数据开始快速跳动 显示出一种微弱的信号 正在被捕捉 带去心中一紧 她迅速调整仪器的设置 仪器上显示的信号 非常微弱 但它确实存在 快速移动 不断地调整设置 试图锁定信号的来源 怎么可能 难道还让我遇见了道运不成 随着信号的逐渐清晰 带去开始沿着信号的方向移动 它跟随着仪器的指引 穿过长长的走廊 来到了一个 看似普通的仓库门前 仪器的滴滴声 在这里达到了最高点 这表明 正接近信号的源头 仓库的门紧闭着 但仪器的信号显示 里面可能有存留道运的迹象 前方大门 形成了一个方形的光幕 这个光幕越来越亮 最终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大门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所操控 被切开一个大口 门的边缘光滑如镜 没有一丝裂痕 仿佛是被一把巨大的刀刃 精准地切割出来 坑刺 随着一声轻微的声响 这次并没有直接破坏大门 而是一个平整的切口 如同取豆腐般 将厚重的大门取了出来 这个过程 没有产生任何碎片 也没有引起任何震动 整个过程显得异常平滑和精确 大门被切开后 轻轻地漂浮着 横溢了出来 然后直接向旁边飞去 让出了一条进入的通道 带曲缓缓地进入此处 他的目光扫视着四周 灵法在周身 形成了一层无形的保护 随时准备 应对任何突发的威胁 白光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照亮了整个仓库 让一切变得清晰可见 这股光芒 如同沉晰般 驱散了黑暗 将仓库内的每一个细节 都清晰地展现出来 四周的环境 显得异常平静 空气中弥漫着 一股陈旧的气息 但这一切都昭示着 这里一切正常 怎么回事 没有异常 带曲的目光 再次转向旁边的仪器 只见仪器上的指示灯 依旧闪烁不停 明确无误地显示着 刚才的确有 道运的波动出现过 他心头满是困惑不解 扫视着周围的仪器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想要寻觅出道运波动 究竟来自何处 真是奇了怪了 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呢 莫非是这台仪器 出问题了不成 带曲忍不住 暗自嘀咕起来 他开始仔细检查 仪器的每一个部件 确保没有损坏或故障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最终确信 仪器并无损坏之处 亦不存在任何故障 他重新将目光 投向仪器的显示屏 看着上面 不断闪烁的信号灯 心中愈发感到诧异 没想到 居然是好的 哈 找到你了 突然间 带曲看向最后一个角落 大叫着 声音在空旷的地下空间中回荡 然而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自己明明已经把这个仓库的 每一个角落 都仔细搜查过了 甚至连最微小的细节 都没有放过 还是毫无结果 带曲默默地站在原地 陷入了沉思之中 最后 终于感到了一种 深深的挫败感 实在无法忍受了 他从腰间取出了一件特殊宝具 皇朝御下 九将的特殊物品之一 能够增强持有者的感知能力 使其能够极大的感知到 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或秘密 灵物防瓶 编号1-343 心眼 催动 藏匿于幽暗角落的鬼影 无法逃脱的凝视 在这洞察万物的灵视之下 你无处遁形 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他的感知 附着在这股灵力波动之上 迅速传动到整个地下空间 带曲的感知 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 覆盖了大半个庞大的地下空间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缝隙 都在他的感知之中 他能感受到空气的流动 能感受到微弱的灵力波动 甚至能感受到 那些隐藏在暗处的 微弱生命迹象 他的心眼 不仅增强了他的视觉 更增强了他的所有感知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 带曲的灵力 在不断地消耗 随着感知的不断扩散 带曲开始发现一些 之前未曾注意到的细节 他注意到了墙壁上 微小的裂缝 注意到了地面上 几乎无法辨认的痕迹 甚至注意到了 空气中微妙的气味变化 这些细节 在他的心中逐渐拼凑起来 形成了一幅更加完整的画面 开始理解 这个地下空间的结构 开始推测 那些隐藏的事物可能的位置 许久后 结果什么也没有 连一点声息都没有吗 带曲的耐心 已经达到了极限 既然如此 给我毁灭吧 带曲身上气势攀升 无穷的威力 在这处空间运转 充斥 他的灵力 如同潮水一般 从他的体内涌出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气场 这股气场中 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 似乎能够摧毁一切 阻挡在他面前的事物 整个地下空间 都能感受到他的力量 光是气势 墙壁就已开始微微颤抖 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紧张和压迫感 仿佛整个空间 都在带曲的力量面前颤抖 随着带曲的意志 一股庞大的浩然之气 从他的身体中爆发出来 如同一条蟒荒巨龙般 在地底空间中肆虐 这股力量强大而狂野 它冲击着四周的墙壁 破坏着地底空间的一切 仿佛要将一切阻碍 都撕裂开来 轰隆隆的巨响 在地下基地中回荡 带曲身为御下将领的 强大实力 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 展现得淋漓尽致 原本坚固的墙壁和地板 在浩然之气的面前 如同纸壶一般 纷纷破碎 墙壁上的裂缝在扩大 支撑结构开始崩解 最后在这股冲击下 纷纷崩裂 尘土飞扬 石块和金属碎片四处飞溅 爆炸声不断响起 地下基地的结构 开始出现面积的坍塌 一阵阵烟尘过后 整个地下空间 变得朦胧而混沌 尘埃在空气中缓缓飘落 带着一种沉重的静谜 带曲飘浮在中部上空 它的目光穿透了尘埃 俯瞰着底下 刚刚经历了浩劫的废墟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失望 自言自语道 什么也没有 它所处的近方圆百丈区域的地下基地 已经坍塌 混乱的废墟 聚集在下方 形成了一片狼藉 远处 整个地下基地的主要支撑结构 地下支柱并没有遭到破坏 这些支柱如同巨人的手臂 稳稳地支撑着这个庞大的地下世界 即使核心区域遭受了重创 它们依然坚固地站立着 地下支柱是整个基地结构的基石 它们的完好无损 意味着基地的主体结构仍然稳固 然而 这里核心区域的一切构造都基本损毁 曾经的实验室 仓库 居住区 所有的功能区域都在带区的力量下 化为了废墟 带区此刻站在废墟之上 手中的仪器仍然显示着略微的波动 心中不禁暗骂 感到一丝不耐烦和疑惑 还有波动 它开始怀疑 这些波动是否意味着地下基地的某些区域 发生了变化 环顾四周 试图找出波动的来源 废墟中 一些地方的尘土还在缓缓飘落 而仪器的波动 似乎在指引着它前往另一个方向 带区决定跟随仪器的指引 漂浮着穿越这片被破坏的巨大废墟 经过一段时间 它终于来到了另一处区域的大门前 这扇门虽然在之前的破坏中也受到了影响 但仍然屹立不倒 就在这时 手中的仪器又发出了滴滴的警报声 它瞪大了眼睛 看着仪器上的指针在疯狂地转动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神乎其神的黄玉道运 还能无视强大的凌威到处穿梭不成 它意识到 如果道运真的能够自由穿梭 那么 它可能已经超越了它所理解的物理法则 不过现在 既然又找到了它的踪迹 它不能像之前那样莽撞 带区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内心的急躁 它需要冷静下来 好好思考一番 根据皇朝的空间资料 其中有提到过 折叠空间的概念 这种空间 如果存在 应该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 它不应该拥有强大的物质能量反应 否则就会破坏主世界的平衡 导致空间的坍塌和破碎 但刚刚它所经历的那处地方 并没有出现多余的物质坍塌进来 这让它感到困惑 难道要不破坏这稳定的磁场维度 带区凝视着这处空间的大门 心中暗自私存 如果要保持这个空间的稳定性 就不能轻易破坏这里的磁场和维度结构 看着这处空间的大门 上面 布满了复杂的符文和密码锁 如果不用外力破开 这可是倒进一丈高的厚重封锁大门 带区想了一会 还是动用灵力吧 毕竟能够构建稳定的空间 不至于连这点威力都承受不住 正要动手之时 带区的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警觉 突然 面前的大门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触摸 缓缓地朝外打开 但是 大门的后面并不是他所期待的普通空间 而是一种深邃 神秘 如同奇异空间般的一片黑幕 这片黑幕 深邃的仿佛可以吞噬所有的光明 让人无法窥视其中的秘密 静中静 带区几乎是下意识地 低声说出了这三个字 瞬间 随着空间节点的波动扩散而出 带区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灵力波动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一股强大的道运波动从通道中涌出 如同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将带区所处的整处空间卷入 在实验区域内 临死的目光 穿透了实验室的中央的透明光幕 定格在了实验台上 被束缚的那个人身上 那人被一种特殊的装置固定着 四肢和躯干都被金属环紧紧锁住 无法动弹 身上密密麻麻地连接着各种仪器和管线 仿佛一只被困在猪网中的昆虫 一些细小的导线从仪器延伸出来 连接到被实验者的身上 这些导线可能是用来监测生命体征 或是进行某种能量传输的 实验台的周围布满了各种仪器和设备 他们的指示灯闪烁着 似乎在记录着被实验者的生理数据 宁斯的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复杂的情感 根据皇朝资料 此人一次意外让他获得了天鼠道运 拥有了能够操控金属的能力 隐藏不知多久 他终于逐渐领悟并熟练掌握了这种能力 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 控制和驱测金属 为了渴望更多的钱财和资源 于是去到一普通富豪人家 偷到了大量的黄金 凭借着对金属的超凡控制力 化作一条巨大无比的滔天黄金巨龙 以摧枯拉朽之势斩杀无数护卫后 成功逃脱 然而 他的行为引起了皇朝的注意 皇朝的修行强者迅速出动 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捕 当陈卫军赶到实施抓捕时 发现他已遭受重创 身躯被各种酷刑折磨的千疮百孔 伤势严重 致昏迷不醒 原来 在逃亡过程中 他遭遇了其他势力的伏击 毫无反抗之力的他 被普通成为轻松擒祸 并带回皇朝 在皇朝的严密监控下 那位掌握着天属道运的强者 拥有着天灾级的破坏力 如今只能沦为实验区里的阶下囚 他的命运 已然彻底落入了皇朝的掌心之中 想要逃脱这座牢笼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尽管他拥有掌控大部分金属的强大力量 但皇朝的实验基地是特别设计的 范围内的建筑和设施 都是用灵构材料构建的 确保没有任何金属物质能够被他利用 置身于如此恶劣的环境当中 这位能力者 每日都要忍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 他的意识 已经因为长期的实验和痛苦而变得模糊 难以如往昔那般随心所欲的 驾驭道运之力 而且他也做不到断江倒海般的实力 根本不是皇朝强者的对手 现距离抓来 现已也过去了数年 皇朝在此期间 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即便明知道运的掌控权 根本无从剥夺 但一些掌控者的肉体 也有很多研究方向 皇朝仍在不断地对他进行实验 不过现在 他或许即将迎来解脱了 宁斯原本认为 自己会被迫在这个基地里 待上好长一段时间 毕竟 想要帮助自己夺取他人 而掌控天命道运 也需要七天才能办法 至于师弟 到底去领主遗迹里面干什么 宁斯并不清楚 但也应需要很久 然而 没想到这次七天 很快就回来了 打开天幕等所有通道 七天平静地开口 无关人等都可以离开了 那些一同跟随而来的皇朝之人 听到这话后 立刻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好的 大人 紧接着 他们便迅速行动起来 开始指挥着基地内的所有人进行撤离 基地内的工作人员 和研究人员们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命令 感到十分困惑 但他们并没有过多犹豫 而是快速整理好自己的物品 然后竟然有序地离开了这个实验区域 七天转身问道 准备好了吗 宁斯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稳定 应该准备好了吧 我该怎么做 很简单 睡一觉就好 七天回答道 话音刚落 整个实验区域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股无尽的黑海之流 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他们带着强大的力量和深邃的黑暗 瞬间涌入了这处实验区域 黑海之流 如同一条条巨大的黑色触手 迅速而又猛烈的席卷而来 将整个实验区域瞬间破坏 连带着黄玉天命到运掌控者 一同吞噬 他也在这一刻得到了解脱 宁斯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 他的视野被无尽的黑暗所笼罩 接触到黑海的瞬间 他的身体仿佛被抽离了所有的力量 意识开始模糊 最终陷入了昏迷 随后 这处区域仿佛被黑海所接管 他如同一个独立的实验空间 开始按照某种未知的规则运转下去 海水在空间中流动 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循环 而宁斯则在这循环中沉睡 他们的身体和意识 似乎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七天随后转身离开 回到领主秘境的门处 庞大的黑海之中 七天身影出现 目光穿透了那层厚重的黑海 宁斯这远方 缓缓开口问道 找得怎么样了 身旁的仆丛们正忙碌地将皇朝的各种资源 如珍稀的零食 珍贵的药材 稀有的矿石 以及各种奇珍异宝等 一一灌入黑海之中 这些资源在黑海的吞噬下 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他们在海水中翻腾 融合 形成了一种奇异黑暗的光芒 为黑海的力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充 见到七天的到来 一位仆丛立刻心中一惊 他迅速放下手中的工作 上前恭敬地回答 大人 此刻才过去了 不过近一日 目前并没有什么进展 七天打断道 不 有人消失了 去查看是谁 什么 那位仆丛顿时慌张起来 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立刻转身 迅速地指挥着周围的人员 开始通报 联系每一处的接线员 确保信息的畅通无阻 附近众多的皇朝人手 也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有的开始检查通讯设备 有的则开始核对人员名单 每个人都表情严肃 动作迅速 不敢有丝毫懈怠 七天大人 由于秘境庞大 很多独自行动之人 距离太远 都会丢失联络 现在排查需要时间 一位负责联络的人员 向七天回报着当前的情况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 因为秘境的广阔和复杂性 使得寻找失踪者 变得异常困难 但七天却看向一处问道 这处方向最远距离是谁 旁人迅速地在位置坐标器上 不断审查 他们的眼睛 在屏幕上快速扫过 寻找着那个最前方的个体 经过一番紧张的查找 他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是戴曲大人 七天的声音依旧平静 位置 普通想要把位置坐标 详细解释给七天 他指着位置坐标器上的屏幕 开始描述戴曲的具体位置 但七天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便制止了他 不必 我已经知道了 那扇神秘的门后隐藏着的 是一个未知的维度 一个与主世界平行 却有独立存在的空间 黄玉道运世界内 已经留了踪迹 他们应该能找到吧 戴曲自言自语 由于拉入空间的错不及防 又怕若短暂地离开道运会消失 结果仅仅只是一瞬 戴曲就已经远离了原来的领主秘境 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他拉入了这个未知的空间 但他在那时释放出的庞大浩然领法 足以成为皇朝追踪的线索 如果有皇朝强者抵达 他们应该能够根据这股气息 找到消失的入口 当一切最终平静下来时 戴曲发现自己 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四周是一片广阔的平原 天空中悬挂着三个太阳 地面上的植物 还有这些大地 都感觉怪怪的 如同拼凑般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味道 在这个全新空间中 戴曲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却又似乎蕴含着某种熟悉的气息 空间中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这种力量让他感到既兴奋又警惕 他的领法在新空间中快速扫过 快速适应这里的环境 戴曲注意到了旁边漂浮起来的仪器 这些仪器是用来监测环境参数的 包括温度 湿度 压力等 他仔细地观察了仪器上显示的数据 发现这些基本的环境指标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意味着 他可能并未被传送到一个极端的环境中 这个世界有多大 戴曲自言自语地问道 他漂浮在那里 感受着这个空间的气息 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就在这时 戴曲突然发现了生灵的气息 释放出去的浩然灵法 能够感知到周围的生命波动 他闭上眼睛 集中精神 紧紧地锁定了那股气息的来源 有生灵的气息 他感到那些生灵就在不远处 他们的气息虽然微弱 但却真实存在 世人随后急速地向那个方向飞去 戴曲终于抵达了那股气息所在之处 眼前的景象让他微微一愣 一群人似乎在这里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据点 简陋的帐篷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散落在四周 显得有些破旧 但井然有序 从高处下降戴曲审视着这些人 质问道 玉天皇朝玉夏之一浩然之剑 而等何人 戴曲的身上漂浮着一层淡淡的白气 这是他修炼的浩然之气 而他手中的玉流白剑 更是玉天皇朝的标志之一 那些人看到戴曲的漂浮白气和玉流白剑 顿时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激动和希望 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真是玉夏大人 其中一人激动地喊道 皇朝没有放弃我们 另一个人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 浩然大人 浩然大人 众人纷纷赶来 跪在戴曲面前 以最恭敬的姿态 表达着他们对戴曲的敬意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欢喜的笑容 眼中闪烁着泪光 大人 我们是十多年前困在领主秘境的玉明 其中一位看起来年长的人说道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沧桑和感慨 戴曲听到这里 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十多年的时间 对于这些普通人来说 无疑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 他们被困在领主秘境中 与外界隔绝 没想到 他们也被卷入了这个世界吗 戴曲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缓缓地说道 起来吧 你们都没事吧 众人恭敬道 都没事 就是在这封锁的秘境里 发生了很多变故 戴曲点了点头 他能理解这些玉明的遭遇 毕竟脱离皇朝十余年的笼罩 这些独立的人群发生变故 也是正常的 你们是什么时候进入此处的 那些玉明相互对视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他们开始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似乎对于进入这个空间的过程 并不清楚 其中一人犹豫地说道 怎么进入此处的 对了大人 记得是前段时间 天地突然变化 我们就出现了在这里 这里是到外面了吗 戴曲沉思片刻 意识到 这些玉明 可能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 被意外地卷入了这个空间 其实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是黄玉道运的存在 把领主秘境封锁 将他们困在了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这些人 并非皇朝不愿施以援手 而是根本没有办法 打开领主秘境 或许一些灵境 可以动用强大的能量反应 破坏掌控之欲 但领主遗迹 却是传说中 那位屹立于灵修之巅的存在 所施展的法门 所用之法 超越了所有人的理解 除了所留下的门 根本无法进入 并且 外力破坏的折叠空间 也会造成崩塌 这些弱者 也根本不可能存活 不 并不是 戴曲如实回答道 并且 你们还进入了领主秘境里的折叠空间 他们仿佛得到了肯定 也是 这方天地虽然也很大 但与曾经熟悉的天空 还是有诸多不同 原本他们还猜测 是否是某位强大的修士 造成的异象 不必惊慌 有本天狱在此 可保你们无事 戴曲紧接着询问道 那么 在你们身处领主秘境之时 是否曾遇到过任何异常状况 但凡有所察觉 都一一告知于我 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相互交换着彼此的记忆和经历 最后 他们中的一位代表站了出来 向戴曲讲述 对了 浩然大人 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确有诸多怪事 经过了解 他们告诉戴曲 在被黄遇到运封锁的秘境时间里 会经常出现一些异常现象 这些现象 包括大地的消失 森林的消失 树木的消失 甚至有时候是整个区域的消失 这些现象发生的毫无征兆 而且消失的区域 似乎被某种力量吞噬 与此同时 散发出体外的浩然之气 却如潮水般回流至体内 戴曲立刻感知到了 他接触的大致区域轮廓 除了天空的不一样 这个世界跟秘境一样 什么都有 甚至一些人为基地的碎裂物品 还有一些断裂的建筑 再加上一些生灵 与眼前的人类 它是如同有着生灵般的思维 是喜欢收集东西吗 面对着这个未知空间的困境 戴曲陷入了沉思 这种情况 他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那些域名看到戴曲沉默 也纷纷安静下来 不敢发出声音 他们知道 戴曲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他们只能依靠它 找到出去的办法 突然 戴曲想到了什么 他看着这些域名 心中生起一丝希望 这群人应该有很多科研人员才对 他们可能会有对空间的研究 可能会有出去的办法 戴曲开口问道 你们谁是科研人员 可有对空间的研究 人群中 一位中年人举起了手 我 浩然大人 十余年前 我是皇朝的十三区的科研院长 戴曲向他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向所有人 解释他们现处的环境 他们大多都是普通人 按照时间 与刚才领主世界探查的基地 很有可能是七天重新打开门时 被逃跑的黄玉道运所吸纳 我们目前所处的空间 很可能是由黄极天命道运黄玉之力 所创造的 这是一种超越了常人理解的力量 能够开辟出 与主世界平行 却有独立存在的空间 随后继续对这院长说道 这个空间 与我们所知的领主秘境 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未知和危险 本天狱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断裂的建筑 人为基地的碎裂物品 以及一些生灵 这些都可能是被他吸纳进来的结果 戴曲的解释 让玉民们对当前的情况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显然在消化这些信息 戴曲听着这位科研院长的解释 心中也感到一丝震惊 他没想到 这个空间竟然如此特殊 仿佛是一个完全独立于 他们所认知的普世之外的存在 这位院长继续说道 想必大人应该知晓 如大人这般强大的存在 所缔造出的 诸如灵长这类特殊地域 如果使用足够强大的外力 去引发其内部的能量反应 就能够将其摧毁 然而 如今这种特殊空间 却宛如被真正地 拉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般 戴曲点了点头 他知道 这位科研院长所说的是实话 他曾经也研究过 类似的特殊空间 但那些空间 与他现在所面对的完全不同 他顿了顿 整理了一下思绪 根据皇朝的资料研究显示 哪怕是像领主秘境这样的世界 尽管他的入口 位于御天皇朝之中 但实际上其空间 已经脱离了御天之下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他必定处于临时之界的范畴内 话语中透露出 对这个空间位置的确定 或者说 平行宇宙 在我们皇朝的资料记载中 他就是一个极点的两端所在 除非是神 或者有门 否则根本无法对其进行破坏 或者穿越 带曲听着他的话 心中也感到一丝沉重 至于其他大多的空间之物 或许仍然存在于普世之内 即很有可能在天下之地的某处 科研院长继续说道 话语中透露出 对这个空间的深深疑惑 然而据大人所言 此处乃是黄玉道运的天地 竟如真实世界一般 万事万物皆井然有序 甚至连温度 压力等 也与我们身处之地 毫无二致 这极有可能 是从残缺不全的领主世界中 开辟出来的 同等完备的空间 若是吸纳领主世界中的物质 绝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达成平衡状态 因此可以推断出 这个世界 或许已经开创了十余载岁月 透露出对这个空间的怀疑 科研院长最后说道 有记载表明 数种存在于普世范围内的空间之物 在外界或许根本无法开启 可若处于空间内部 应当能够轻松解决 而我们恰好身在此界之内 科研院长最后说道 可是这个世界太过完美无缺 除非大人有能力 将整个世界摧毁 否则恐怕难以找到离开的通道 带去听着科研院长的话 心中不禁感到一丝沉重 这处空间的庞大 超出了他的想象 估摸着 已经超越方圆百里 而他作为玉下之一 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 但要破坏这样一个空间 他自知没有这样的能力 连出去的办法都没有 这让他感到有些失望 难道没有一点方法 带去最后问着 与其中透露出一丝无奈 科研院长沉思了片刻 似乎在思考着 每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不过 我们能够被从一个地方拉扯进来 很有可能是有门的 但是根据大人所说 这是一个有着意识的道运 带去似乎也失望了些许 看来只能等待皇朝的救援了 然而 就在这丝失望 即将转化为绝望的时候 十三区科研院长的声音 再次响起 带着一丝不确定 但我们能从外界 进入皇遇之力创造的空间 理论上应该存在着 某种平衡点 或者连接点 这可能是我们离开的关键 带去意识到 如果这个空间 是由皇遇之力创造的 那么 他必然遵循着 某种规律和法则 既然能够通入另一个世界 那么 他必然有其独特的入口 那么 分析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 同时 我们还需要研究 这个空间的意识 了解它的运作机制 如果这个空间的意识 能够被影响或者沟通 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离开的线索 具体点 带去追问 科研院长整理了一下思路 然后缓缓开口 根据我的推测 此处可能是一处环形世界 如果真是这样 那大人可以尝试 从原形之中寻找看看 那里可能有所不同 可 带去正要离去 然而 就在这时 科研院长突然出声叫住了他 大人 请稍等一下 带去转过身 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科研院长显得有些紧张 他继续说道 若是这个世界遭到破坏 那必定会朝着众星下方坍塌 我们大多都是凡人 所以 斗胆恳请大人 赐予我们一些保命之物 带去扫尸了在场的众人一眼 闪过一丝思索的神色 一道道浩然之气 从带去的身体中涌现出来 这些气息 在空中交织 汇聚 逐渐形成了一座 巨大壮观的灵场 这座灵场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宛如一个神秘的领域 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强大能量 此地我的领域 会至少持续数日 带去看着平稳运行的灵场 与其平静地说道 你们但凡是人体全身触碰后 都可以获得数日的漂浮之力 随后 带去转身离去 虽然方圆百里之地 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 但对于玉下之一的带去来说 他能够轻易地 跨越这片广阔的空间 闭上眼睛 开始运用自己的感应能力 仔细地感受着 这个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 即便如此 他凭借自身的感应 什么也没察觉到 带去站在这个看似 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心 不过来之前已经思索过了 只见蛮力破坏这里的一切 也能找到吧 带去自言自语 他的声音 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 透露出一种 不容置疑的威严 他决定采取 更为直接的方法来 寻找答案 给我出现 随着他的命令 庞大的浩然之气 开始在此处流转 他们如同一条条巨龙 环绕在带去的周围 他开始调动 自己体内的浩然之气 让他们在自己的控制下流转 随着浩然之气的流转 带去的周围 开始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象 他的身体周围 环绕着一层淡淡的光芒 这光芒 随着他的呼吸而闪烁 仿佛是他的生命之光 那股庞大的浩然之气 开始在空间中流转 他们如同一条条游龙 穿梭于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带去的威势 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他的身体散发出一股无形的威压 这股威压如同十字一般 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周围的空气开始扭曲 仿佛无法承受这股力量的重压 空间中的威力 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 开始快速地旋转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轰隆隆 天地间回荡着低沉的轰鸣声 仿佛是远古巨兽的咆哮 带去释放的浩然之气 如同一条条破坏之长龙 他们携带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摧毁着空间中心的一切 大地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 开始颤抖 如同脆弱的纸张一般 被冲塌翻转 岩石和土壤被撕裂 地面上出现了深深的裂痕 宛如蜿蜒的峡谷 在瞬间形成 这些裂痕迅速蔓延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将原本稳固的地面 变成了一片废墟 上空 强大的浩然之力 如同天神之怒 以压倒性的力量碾压而下 幽暗的虚空 突然间 空间中出现了一阵剧烈的波动 仿佛是空间的结构 在这一刻被撕裂 黄黄黄 一股撕裂之意传来 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周围涌动 这股力量带着撕裂之意 甚至庞大的浩然灵长 都被冲散 带曲闪身在另一处显现 出现了 黄玉 此刻 在空间中心的物质环绕处 一个巨大的物质汇聚之体 突然出现 这个汇聚之体 由无数种不同的物质 混合而成 它们环绕着中心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 不断地散发着奇特的波动 这些波动 如同涟漪一般 向四周扩散 每一次波动 都带着一种 令人心计的力量 仿佛能够撼动 整个空间的存在 什么 戴曲心中一惊 黄玉完全与所熟知的 天命道运形态不同 这是怎么回事 仿佛是察觉到了戴曲的敌意 整个空间的气氛 突然紧张起来 刹那间 空间波动 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裂缝在无声中撕裂开来 它们如同被无形之手 撕开的黑暗帷幕 形成了一个个微小的黑洞 这些黑洞 带着不可抗拒的引力 开始吞噬周围的 一切物质和能量 形成了强大碰撞的破坏力 它们旋转着 扭曲着 以一种几乎无法预测的轨迹 向戴曲袭劲而来 戴曲感受到了 那股能量的威胁 它迅速做出反应 身形如同幻影般 在空间中穿梭 强到哪去 然而 这股力量 根本没有给戴曲躲避的可能 谎的一声 空间裂缝 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 它们在一瞬间消失 又在下一刻 突然出现在戴曲的身旁 不 是直接击中了它 一声爆炸声传来 戴曲的身体 在空中翻滚 它的衣服被撕裂 身体上出现了无数的伤口 它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它的力量被压制 几乎无法动弹 远处的一缕缕 浩然之气的戴曲 逐渐凝现 尽管对方似乎无法随意掌控这个世界的万物 但它的力量 也根本不是对手 不行 得逃了 戴曲心中闪过一丝决断 意识到 自己无法与对方的力量抗衡后 立刻做出了决定 瞬间化作无数浩然之气长龙 向着四面八方逃三走 每一条浩然之气长龙 都蕴含着它的力量和意识 它们在空间中穿梭 宛如真实的巨龙 带着一股股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 事实很明显 它已经彻底激怒了对手 只见数道空间利刃 如同一柄柄划破虚空的利刃一般 这些利刃 完全由纯净的空间能量所构成 可以说是无坚不摧 无物不切 它们从高空中 急速坠落而下 每一道利刃 都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 一旦发动攻击 必然会瞬间击中目标 此时此刻 天空上方多处浩然烟云 迅速涌现出来 它们正是带取的浩然分身形态 被击溃打散的浩然之气 迅速汇聚起来 企图在半空中 构建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以此来抵御那些空间利刃的猛烈攻势 然而 在短时间内 带取的众多分身 纷纷被击溃打散 化作一缕缕浩然之气 逐渐消散于空中之中 整个天空顿时弥漫着 大片大片的白色雾气云朵 糟糕啊 这样下去 可坚持不了太久了 带取心中暗自叫苦不迭 它万万没有料到 黄玉天命道运 竟然如此强大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恐怕难以支撑太长时间 与此同时 滔天之海 如同猛潮跨天直入 领主秘境入口处 阻断的庞大黑海 突然分离出一具大黑龙 携带着七天 向着秘境深处飞去 它的身躯庞大无比 仿佛一座移动的山脉 鳞片在阳光下 闪烁着黑药般的光泽 黑龙翱翔于天际 龙威浩荡 令整个秘境都为之颤抖 它那庞大的身躯 在空中盘旋 每一次挥动龙翼 都会带起一股强烈的风暴 将周围的树木 岩石摧毁殆尽 黑龙所过之处 领主秘境的草木 无法承受这股强大的力量 纷纷崩塌 化为万丈绿海汇聚 不过一段时间 七天抵达黛曲消失的那处 曾经皇朝基地 如今只剩下残缺的断壁 和尘封已久的废墟 在这片废墟中 黛曲毁坏的基地入口 显得格外突兀 几乎没有任何遮掩 轻易地就被发现了 一片绿海 向着基地内部涌去 随着绿海的涌入 整个基地开始出现裂痕 墙壁和地面开始崩塌 仿佛整个结构 都在进行着自我拆解 地下空间 原本就庞大无比 现在更是被无穷无尽的绿海所充斥 那些曾经隐藏在暗处的秘密 如今被绿海无情地揭露 它们在绿海中消融 仿佛从未存在过 本旧带区对这座基地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但现在 新的破坏力量 更是让这座基地陷入了彻底的毁灭 绿海的涌入 不仅摧毁了基地的结构 最终将整个地下空间填满 化作不断旋转运行的海洋 不放过一丝异常 找到了 七天轻声道 在黄域空间的中心处 带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它的气息变得紊乱 身体上的伤口 不断流出白色的浩然之气 显然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内伤 就在它努力抵抗这股压力的时候 突然间 整个天地仿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稳定的空间开始扭曲 空气中的能量波动 变得异常剧烈 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笼罩了整个区域 不好 天好像要被撕裂了 十三区科研院长 感受到了空间的不稳定 它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眼中闪过一丝惊恐 周围的空气 仿佛凝固了一般 所有人的呼吸 都变得沉重起来 这一现象引发的震动 是如此剧烈 以至于整个世界 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空变得昏暗 乌云密布 雷声轰鸣 仿佛天神在愤怒中咆哮 大地也在颤抖 每一次震动都伴随着山崩地裂 岩石崩裂的声音 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 令人心惊 戴曲站在一片混乱之中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不安 他感受到了 这股力量的强大和可怕 这不仅仅是 对他个人的威胁 更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 看着这一幕戴曲 不好 看样子 有人在外里 破开此方事件 是皇朝找到自己留下的标记了吗 随着他的话语落下 天地的颤抖 变得更加猛烈 斯拉一声巨响 一道巨大的裂缝 突然出现在大地上 这条裂缝横跨千里 深不见底 仿佛是无底深渊一般 裂缝的出现 让整个世界 都变得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不行 这样的话 这个天地 似乎会彻底崩塌 趁着连带黄玉的那凝聚肢体 都受到了影响 戴曲得到了喘息 黄玉 七天的声音 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 该回归你的主人了 随着他的话语落下 一股强大的黑影 从裂缝中撕裂而出 强行闯入了这个世界 这股黑影 如同夜幕降临 带着无尽的黑暗和神秘 它的出现 让整个世界空间 都开始不断的变化 这股黑影 充满了恐怖的气息 它撕裂着裂缝 仿佛是一只来自深渊的巨兽 要将整个世界都吞噬 当庞大黑海涌现的那一刻 整个世界 仿佛被无形的巨力猛烈撞击 天地间的一切都失去了平衡 天塌了 不 是世界塌了 大地开始陷落 地面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如同一张张深渊的巨口 吞噬着一切 仿佛一切都失去了支柱 大地的结构开始崩溃 坚固的土地 变得如同流沙一般 无法支撑任何重量 甚至是整个大陆板块 都在这股力量下 分崩离析 开始向深渊中坠落 所有的一切 从领主秘境开始 似乎都在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 那些无法飞行的生物 无论是人类还是野兽 都在黄域空间开始跌落 超越方圆百里的世界的崩塌 造成的动静太大了 警告 一个冷静而机械的声音 在皇朝舰队的指挥舱中 骤然响起 试图向人们传达 即将降临的危机 然而 这仅仅只是开始 警告 声音再次响起 这次更加急促 大面积物体跌落 整个舰队的警报系统被激活 警报声在船舱内回响 提醒着所有人 即将面临的危险 黄极道运波动出现 不是已经让他们撤退了吗 在领主秘境的门处 黄朝临时根据地的操作人员们 正紧盯着面前的操作界面 脸上露出惊恶之色 崩塌居然如此庞大 还有很多黄朝舰队 没有撤退出来 他们原以为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此刻 面对如此庞大的崩塌规模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无力感 世界的融入 所产生的能量反应 异常剧烈 甚至连前来巡查的 领主秘境搜查队 也无法幸免 一同被卷入了 这场可怕的灾难之中 只见舰队中的战舰 在崩塌的冲击波中 摇摇欲坠 仿佛随时都会轻浮 一些战舰 更是不幸地 被卷入了大地的重合之中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一刻 空间崩塌的漩涡中心 黄域本体 被强大的犀利牵引 坠入了领主秘境 他立刻被一片 无尽的绿海所吞没 庞大的灵场压制着他 使得他无法进行空间跳跃 被困在这个 濒临崩溃的世界之中 七天冷冷地 站在黄域的前方 你不过是 一缕残缺的意识 做不到的 还是让我来吧 黑海中 一只巨大的手伸了出来 他抓向那 无形能量汇聚的黄域道运 这只手 仿佛是来自 另一个维度的力量 它代表着一种 超越常规的力量 试图将黄域的道运 彻底掌控 当黑海的巨手 触碰到黄域的那一刻 整个领主秘境世界 都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波动 这股波动 如同连一般扩散开来 震撼着每一个角落 空间的裂缝 在波动中 变得更加剧烈 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颤抖 当宁斯从沉睡中苏醒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眼前是一片陌生 又熟悉的景象 他发现自己 正躺在一艘 宏伟巨剑的仓室之中 四周的环境 充满了科技感 与古典美香结合的风格 宁斯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这处空间独有的运动 他意识到 自己正处于航行的舰体之中 大人 您终于醒了 一旁 一位仆从服侍的侍者 轻声问候 这是怎么 宁斯不禁疑惑着 大人 我们正在前往玉天的中心黄亭 预计将在一日后抵达 侍者恭敬地回答 同时地上一杯 散发着淡淡香气的茶水 宁斯接过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茶香在口中回荡 让他感到一丝放松 他环顾四周 仓室内的装饰 精致而典雅 每一个细节 都透露出皇朝的奢华与威严 我睡了多久 宁斯继续询问 试图了解自己 失去意识的时间 大人 加上在基地的时间 您应该沉睡不过两日 侍者回答道 侍从的声音 打断了宁斯的沉思 补充道 七天大人在外等您 是吗 宁斯感受了一下 现在的身躯 不过并没有什么不同 也没有天属道运的波动 好吧 带我出去看看 站起身来 跟随侍从走出了仓室 最终来到了巨剑的甲板上 甲板上 七天正站在那里 他的身影在阳光下 显得格外挺拔 宁斯深吸一口气 试图感受道运 但仍旧一无所获 还未问出师弟准备去 仿佛一切早已被预料到 一位老者迎上前来 宁斯大人 您终于醒来了 老者语气恭敬地问候道 在下是皇朝的科研学者 如果您愿意 请允许我知道您 如何掌控天命道运 好 好的 宁斯微微一愣 的确自己还想问 如何运用天命道运 他被引领至 一处特别的空间 这里布置得仅仅有条 充满了科研的氛围 随着宁斯的进入 一位位仆从 陆续端着各种金属器物 进入房间 这些金属器物 似乎经过精心挑选 每一件都散发着不同的光泽 他们被放置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阵列 那位科研老者紧随其后 他开始解释道 其实道运的掌控能力 与灵修的灵法掌控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 道运的掌控 需要更加集中和强大的意志 与精神力量 当然 您可以通过零和入境的方法 来陷进感应 这样应该能够更容易地 接触到道运的本源 宁斯静静地听着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专注 老者点了点头 他从秀中取出一本古朴的书籍 递给宁斯 说道 这本天命密典中 记载了目前皇朝 对天命道运的理解和掌控之法 大人可以借鉴一下 但鉴于七天大人 交代您的天命道运融合 会略有不同 又补充道 大人 您只需放松身心 专注于呼吸 让自己的意识 逐渐沉入到一个宁静的境界 在这个过程中 您会感觉到 自己的意识 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从而更容易地感应到 道运的存在 宁斯闭上眼睛 按照老者的指导 他的呼吸 逐渐变得平缓而伸长 意识开始慢慢下沉 直到他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一片无垠的宇宙之中 在那里 他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波动 那是道运的波动 他在等待着宁斯的触碰 随着宁斯逐渐感觉陷进 整个空间似乎都安静了下来 只有他的呼吸声 和那些金属器物 发出的细微声响 科研老者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 随后 老者向宁斯展示了几种 有助于静心的姿势 并解释道 如果大人在静心方面遇到困难 可以尝试一种方法 那就是专注于主导情绪 忽略外界的干扰 宁斯开始尝试这些动作 试图通过这些姿势 来帮助自己静下心来 意识到操控食物的难度 远超他的想象 这并不是简单的超能力 而是需要深思熟虑 和精细控制的技能 思维和智商 必须经过练习来感应 才可能达到的掌控 更需要对力量的精准控制 和对刀运的深刻理解 宁斯的目光 落在了仆从地上来的黄金上 根据皇朝的资料记载 当时的天署刀运掌控者 对黄金这种物质的操控能力 最为强大 甚至能够操控 超越几万斤的黄金 使之凝聚成各种形态 而若是 他能够熟练地操控黄金 那么他不仅能够欲物承载自己飞行 还能够在战斗中 发挥出巨大的优势 然而 这需要他付出极大的努力 和时间去练习和掌握 宁斯闭上眼睛 开始尝试与黄金建立联系 他集中精神 试图感受黄金内部的道运波动 随着他的努力 他开始感觉到 黄金中蕴含的微妙能量 那是一种与道运本源相连的力量 他慢慢地引导着这股能量 试图让黄金按照他的意志移动 起初 黄金只是轻微地颤动 但随着宁斯的不断尝试和练习 黄金开始缓缓地漂浮起来 最终悬浮在空中 经过一日的修炼与冥想 终于抵达了那传闻中的黄亭 他的规模之大 远远超出了宁斯的想象 仿佛是一个独立的宫殿事件 黄亭坐落在玉天之下 是整个玉天皇朝的心脏 它的存在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尽的荣耀 在大日的照耀下 面前的门亭大盗 据说 若是普通人 连续走上十天十夜 也无法走完这条圣神的道路 这条大道宽阔异常 而且一眼望不到尽头 大道两旁 还处立着无数的石柱和雕像 每一尊都刻画着皇朝的历史 和英雄的传说 一条巨大的盘龙 蜿蜒而上 庞大的身躯 犹如遮天蔽日 它那闪耀着金色光芒的鳞片 仿佛是由无数颗璀璨星辰镶嵌而成 熠熠生辉 宁斯跟随着师爹 踏上了盘龙的背脊 随着他缓缓前行 盘龙的力量 强大温和 他承载着众人 一路前往中心黄殿 在盘龙的背上 宁斯可以俯瞰整个黄庭 这条盘龙并非实体 而是由黄庭的神秘力量所化 坐在盘龙的背上 随着他的起伏 他能够感受到周围空间的微妙变化 随着盘龙的移动 宁斯逐渐深入黄庭的核心区域 黄庭的中心 是一座红尾道几乎冲破天际的宫殿 他在天日之下 熠熠生辉 其磅礴 气势恢弘至极 以至于占据了宁斯眼前的整片视野 仿佛世间再无他物可与之抗衡 此宫殿名曰玉天之殿 乃是皇朝的心脏所在 意识至高权力的终极象征 伴随着他们不断趋近 宫殿的诸多细节 也愈发清晰可见 待得真正踏入这座 宏伟壮丽的玉天之殿时 仿若穿越了时空的重重屏障 金龙驼载着众人 徐缓地向着宫殿内部行进 宁斯被眼前的壮观景象 深深震撼 宫殿内的殿柱 宛如撑起苍穹的擎天巨柱般 高耸入云 直抵垫顶 令人情不自禁地仰头凝望 殿柱之上 雕琢着精美的龙文图案 闪烁着耀眼的金色光芒 宛若活灵活现的真龙 似欲振翅高飞 而在殿柱之间 不计其数的仆丛们 身着整齐华衣的服饰 宫颈的势力于两侧 欢迎大人立临 欢迎大人驾铃 殿内的空间似乎无限延伸 即便是进入了这大殿之中 都不知前行了多久 才终于来到了玉皇的面前 终于 在前方 宁斯看到了一位威严的身影 坐在王位上 仿佛与天地同寿 与日月同徽 那便是玉皇 便是玉天皇朝的最高统治者 他的存在 是皇朝的象征 是所有臣民心中的信仰 玉皇的脸庞 棱角分明 一双眼睛 如同身不见底的古景 深邃而神秘 身穿一袭华丽的龙袍 上绣着金龙与祥云 每一帧每一线 都透露出皇权的尊贵与神圣 端坐在王座之上 由珍贵的玉石雕刻而成 上面镶嵌着无数的宝石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王座的两侧 摆放着象征皇权的权杖和宝剑 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 却散发着不可侵犯的威严 当从金龙上下来后 宁斯甚至感觉 连两侧的官员 都散发着无穷的威势 他们或身着华贵的官袍 或佩戴着象征身份的徽章 他们的气场强大 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一般 不过无人敢呵斥 七天与宁斯两人觐见 玉皇的声音如同世界的主宰 低沉地问道 七天 你前来何事 七天并没有立即回答 但他的存在 仿佛能够压制住整个大殿的气场 让人无法忽视 你只是一句傀儡吧 七天平静地说道 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 打破了原本的肃穆气氛 殿内顿时一片死寂 无数官员倒吸了一口气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震惊和疑惑 七天的话语 似乎在暗示着 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让他们感到不安 什么 有人失声惊呼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一些官员心中闪过一丝疑惑 这是什么意思 玉皇难道不是真正的玉皇 在场的官员们 心中都有自己的算盘 但他们都知道 这件事非同小可 如果玉皇真的已经不在了 那么这个秘密 绝对不能被七天当面揭露出来 一位胆大的官员站出来 试图转移话题 大胆七天 你怎敢当面挑战玉皇的威严 如果玉皇真的已经不在 那么 整个皇朝的权力结构 不 整个玉天之下 都将面临巨大的动荡 七天的声音 在大殿中回荡 仿佛在陈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并不喜欢有人俯视我 他继续说道 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似乎在挑战着他们的权威 皇位 还是让我来做做吧 在场的众人震惊了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震惊和恐慌 这样的举动 无疑是对玉皇权威的直接挑战 是对整个皇朝体制的颠覆 不可 一位官员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警告 他试图阻止七天的行动 维护皇庭的秩序和尊严 凌丝站在一旁 被七天的灵场笼罩 只感觉到大殿中的紧张气氛 无形的力量 在一瞬间爆发 如同潮水般 涌满了整个世界 这股力量强大而神秘 让人感到压抑和无法呼吸 仿佛往前走一步 都需要与这片天地 进行一场激烈的对抗 与此同时 空气中传来撕裂的声音 无穷无尽的道痕显现出来 犹如一幅幅神秘的画卷 这些道痕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阵法 将整个皇朝中心都笼罩其中 为了强行登上这个至高无上的皇位 无数精心布置的阵法 纷纷破碎崩解 那些精妙绝伦的灵构 也随之土崩瓦解 在外围 那座巍峨壮观 气势辉宏的宫殿群 也因为承受不住 这股强大力量的冲击 顷刻间化作一堆废墟瓦砾 就连位于正中央的御天大殿 其上方那座庞大无比的殿顶 亦是轰然坍塌 磨灭殆尽 与此同时 一股无与伦比的声浪 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如排山倒海之势 震撼天地 就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刻 整个皇朝中心 仿佛被彻底翻转过来 所有的秩序和规则 都在瞬间被彻底颠覆 然而 七天却带着宁斯 一同安然自若地 端坐在皇位之上 共同面对着这片 翻天覆地的景象 而那位原本端坐于 玉皇宝座之上的所谓玉皇 被皇遇到运之力所转换 跌落在了大殿之上 他的身影在这一刻 显得无比渺小 仿佛所有的威严和权力 在转瞬间便荡然无存 已经有官员 浮起了跌落在地的玉皇 他们的声音中 充满了愤怒和不解 七天 你想干什么 然而 他们的声音 瞬间就被黑天 铺天盖地的威势所淹没 大黑天笼罩而出 只见那片巨大的黑雾天幕 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现已仿佛无法逾越的天地 遮挡住了上方太阳的光辉 将整个庞大的皇朝 笼罩在一片 令人窒息的阴影之中 七天坐在王位上 面对着皇朝的众人 他的声音 在黑雾的遮蔽下 依然清晰可闻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十多年前 那次与众不同的道运跌落事件 你们究竟是怎么看的 你们把它称作世界之源也好 天道也罢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称呼 但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 那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如今被藏到了何处 然后继续说道 立刻告诉我 那件东西的下落 否则 你们对我来说 将毫无价值 许久之后 漆黑如墨的天空 笼罩着整个皇庭大日之余 在这股力量之下 整个皇朝都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混乱 在皇朝的另一端 立权殿内 气氛紧张而凝重 神主心急如焚地 准备亲自去阻止七天的行动 然而 他的脚步 却被一群旁人拦住 神主 请您三思 此事重大 或许应由皇子出面 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担忧和劝阻 声音中透露出担忧和恳求 神主作为皇朝的支柱 他的安危 关系到整个皇朝的稳定 您是我们皇朝最后的依靠 不容有失 众人继续劝说 然而 神主的情绪激动怒骂道 难道 难道我们就这样坐视不理 看着历代玉皇的荣耀 被如此践踏 让先皇的英明蒙羞吗 尽管众人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担忧 但他们还是拦住了神主 没有让他动身 所有人都保持着理智 他们深知七天的实力太过强大 玉天皇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神主若是玉皇还在 也一定会让你不要去的 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剑 直插神主的心脏 他不禁想起了 玉皇在世时的种种情景 玉皇总是以皇朝的大局为重 任何冒险行为 都会被他视为不必要的风险 而如今 自己却要违背玉皇的意愿 冒着生命危险 去挑战一个几乎无敌的敌人 神主的眼神变得愈发坚定 知道他们的话中 有着不容置疑的真理 玉皇生前 一直将皇朝的利益放在首位 而自己作为皇朝的支柱 更应该肩负起保护天下的责任 他不能因为个人的情感冲动 而将整个皇朝置于危险之中 在这矛盾的心境中 神主陷入了沉思 此时 在飞天之下的御殿内 七天的话语 如同一颗巨石 投入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无数涟漪 就在这时 一位皇子仿佛直面生死 冷静地从人群中走出 来到皇位之下 公生说道 七天大人 在下御天皇朝的二皇子 那道运 被我们称之为天道之运 最终 十余年前 被封印在无界之海中 为何 七天的声音 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再次质问道 皇子面对七天的追问 似乎有所犹豫 他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复杂 他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涉及皇朝的深层秘密 也关系到 玉天皇朝的未来 然而 就在这时 七天却缓缓地继续说道 不必惊慌 去告诉玉天 现在的掌管者 今日大殿之中 凡是心怀不轨 存有谋反之心的官员 都将无法踏出 这个大殿一步 七天的话语 又一次击打在 每个人的心头 在每个人的脑海中乍响 让所有人都不经心头一震 众人皆惊 他们瞪大眼睛 仿佛不敢相信 自己所听到的一切 难道七天 是在帮助玉天皇朝吗 亦或者 他有着其他 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场的官员们 面面相去 脸上写满了惊恶和疑虑 七天的话语 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更像是要掀起一场风暴 铲除皇朝内部 潜在的危机 一时间 整个大殿 陷入了一片死寂 唯有众人的呼吸声 清晰可闻 而此时的皇子 内心更是波涛汹涌 惊恶不已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 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不解 他实在想不通 七天这番话 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不知道 自己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他努力想要读懂 七天的真实想法 但却始终无法猜透 其中的玄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大殿内的气氛 愈发紧张起来 压抑地让人喘不过气来 自念一死 七天缓缓地说道 他的声音中 透露出一种超然的冷漠 对于你们人类的皇位 赶时间 我可没兴趣 皇子不自觉地抬起头 他的目光 与七天的视线相遇 那是一双深邃而平静的眼睛 仿佛能够洞察一切 如同神明般高高在上 却又不带有任何欺骗的意图 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 皇子似乎领悟到了什么 继续回答道 在十余年前的那场 可怕大黑天之中 那股被称为 天道之韵的神秘力量 在跌落之际 皇朝不得不付出 沉重无比的代价 无数的强者纷纷陨落 他们的牺牲 才勉强阻止了 抵魔的前进 可以说 正是因为这位抵魔的横空出世 才导致了 玉天皇朝实力的急剧衰落 由于抵魔所蕴含的力量 实在太过强大 并且 哪怕是皇朝内最为顶尖的 那群研究者们 拼尽全力 也始终无法窥探到 天道之韵的丝毫奥秘 为了确保 玉天之下的安全 那些智者们 想办法将它引到 远离玉天之下的 某个遥远之地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 尝试和失败后 他们终于成功地将 抵魔诱导至一个 位于遥远的 无界之海中的 神秘领主遗迹 在那里 他们动用了命数 施展出神通 将抵魔与天道之韵 一起封印在了 那座神秘而又古老的 领主秘境之中 皇子的这番话 在空旷的大殿中 不断回响着 他的每一个字 都说得很慢很重 整个大殿一时间 变得异常安静 只有皇子那坚定 而沉稳的声音 在空气中飘荡 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七天的目光 落在了二皇子的身上 无界之海 七天沉印道 那是什么地方 二皇子感受到 七天视线的重量 但他并没有退缩 他深吸一口气 稳定住自己的情绪 然后继续回答道 无界之海 他位于皇朝的边缘之外 是一个极远 无边无际的海域之地 那里没有确切的坐标 天道之韵被封印在那里 也可避免不轨之人找到 既然如此 那就准备前往无界之海吧 七天话语 没有丝毫的犹豫 皇子他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忧虑 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但七天已经打断了他的话 放心 底膜也不会存在了 皇朝的行动效率 极其迅速 仿佛一切都已经预先安排好 在七天解决了一些阻碍之后 没有丝毫的迟疑和停顿 一切又迅速回到了正轨 又再次乘坐上了 名为天空级的玉府 这艘航天巨物的长度 接近十余里 是皇朝科技和力量的象征 它的规模之大 让人难以置信 仿佛一座浮动的空中堡垒 随时准备着跨越天际的远征 玉府的外形设计 充满了未来感 流线型的舰体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 巨大的舰体表面 覆盖着先进的能量护盾 能够抵御未知宇宙中的各种威胁 舰体内部 则装备了最尖端的导航系统 和动力装置 确保了航行的稳定性和速度 当缓缓升起 脱离了地面的束缚 向着天际进发时 都能感受到 它那无与伦比的气势 它如同一条巨龙 腾空而起 穿梭在云层之间 向着目的地 无界之海前进 随着玉府的不断加速 周围的景物 逐渐变得模糊 最终化作一道道光线 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然而 至于那几位心怀不轨的皇朝官员 以及那些被安排在各处的各方势力的案子 都在这片黑天之下 顺手铲除殆尽 这些官员 虽然官位显赫 但也是所属势力最强的掌权者 一旦倒塌 剩下之人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并且 七天让皇朝 把一切罪名怪罪 放在他的身上 皇朝内部的权力结构 因此得到了重新的洗牌和稳固 那些原本依附于这些官员的小势力 也失去了依靠 无法再对皇朝的统治造成威胁 所谓的五王十宗 则无法动摇 这些势力盘根错节 错综复杂 彼此之间关系紧密 千一发而动全身 他们的根基深厚 与天下各方势力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因如此 若要对他们采取行动 极有可能引发更为大规模的反抗和动乱 甚至可能会撼动到玉天皇朝的根基 虽然不明白 师弟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看起来 也是一件好事吧 毕竟表面上看 玉天确实是在为人族的安定而庇护着 并屹立在这片大地上无数岁月 根据皇朝侍从们所说 真王之地玉天皇朝的边缘 之外便是外靠无边无际的无界之海 在玉天皇朝的边界海域 相对而言比较安全 没有太多的危险 然而 一旦远离了前海区域 无界之海的深处便充满了各种凶险 海兽是这片海域的主宰 他们形态各异 有的庞大无比 有的则拥有奇异的能力 能够轻易地摧毁任何 敢于侵犯他们领地的船只 这些海兽中 有的是皇朝的守护者 他们在无界之海中巡逻 保护着皇朝的边界不受侵犯 而有的则是凶猛的掠食者 他们在深海中潜伏 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这些海兽的存在 使得无界之海成为了皇朝的天然屏障 同时也成为了探险者和航海者 必须面对的挑战 皇朝的侍从还提到 无界之海中不仅有海兽 还有许多未知的危险 包括变幻莫测的天气 神秘的暗流和漩涡 以及那些隐藏在深海中的 古老遗迹和秘密 无界之海中 还存在着一些传说中的海兽 他们的强大 足以与皇朝的强者相媲美 这些海兽的存在 使得无界之海 成为了一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地方 在天宫及玉府的急速航行下 仅仅一日的时间 便已抵达了玉天皇朝的边缘地带 宁斯站在玉府的甲板上 凝视着眼前无边无际的海域 心中充满了震撼 那是一片平坦到 几乎没有任何弧度的海面 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块巨大镜面 一直延伸到天际 海面的平静之下 隐藏着无数的奥秘 突然 海面上出现了一丝波澜 一头巨大的海兽 从深海中跃出 它庞大的身躯 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然后重重地落入水中 溅起一片巨大的浪花 当玉府进入无界之海深处后 临床的干扰会越来越庞大 无边无际的海域 仿佛在无形中 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迷宫 直接让人迷失方向 此时 海域下突然显现出一具 异常庞大的黑影 突然 好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划破了海面的平静 一头近百丈的巨型海兽 破水而出 它的身躯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 激起的浪花 如同暴雨一般 倾盆而下 宁丝看着这头巨大的海兽 心中充满了震惊 大人 这是皇朝的供奉怀惑 一旁的仆丛 显然意识到宁丝的疑惑 立刻解释道 宁丝回过神来问道 供奉 是的 大人 仆丛继续说道 他虽然不属于人类 但已经拥有了灵质 他接受了皇朝的资源和培养 因此变得如此强大 他现在秘密地为玉天皇朝效力 是皇朝的守护者之一 随后似乎有所领悟 毕竟 一个如此庞大的皇朝 其效力的范围 绝不仅限于人族 在皇朝的版图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和力量 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智慧和能力 共同构成了皇朝的多元力量体系 而这怀惑 正是一例 他不仅拥有灵质 而且对无界之海中的灵主遗迹 了如指掌 这使得他在皇朝的战略布局中 占据了重要位置 怀惑常年生活在无界之海 对于这片海域的灵长特性 有着深入的了解 使得他能够免疫大部分海域的灵长干扰 成为确定坐标的重要工具 哗啦一声巨响 玉甫的船体在无界之海中 掀起了一道十余丈高的巨浪 随着海浪的翻滚 玉甫已经完成了 从普通航行舰到海域战舰的转变 以适应这片海域的特殊环境 由于玉甫庞大的体型 在无界之海的灵长干扰下 灵长的干扰异常强烈 对战舰的导航系统和能量场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由于玉甫庞大的体型 它在灵长的波动中 维持稳定和前进所耗费的能源是巨大的 同时 灵主遗迹的位置 位于无界之海的极远深处 需要进行极久的航行 经过数日后 宁斯站在玉甫的舰板上 望远近看着前方的海域 突然间 宁斯注意到 在视线可及的边际海域上空 出现了无数飞鱼海兽的黑影 不过这些海兽 似乎被某种力量惊扰 迅速四散逃离 怀惑的存在 对这些海兽来说 就如同一个天然的威慑 作为君主级别的海兽 它散发出的特定灵长 足以令大部分海兽不敢靠近 这种天然的屏障 为玉甫的航行 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即便有些海兽 出于各种原因试图接近 玉甫不仅拥有庞大的体型 还装备了强大的防御阵法 任何敢于撞击玉甫的海兽 都会立即遭到阵法的反击 命丧当场 或者再还未抵达 就被玉甫所携带的星河炮所毁灭 随着深入无界之海 现已离玉天之下 已经极其之远 海域的生物 力量惊人 他们在水中游动时 伴随着海浪的翻涌 和灵力的波动 整个海域都仿佛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然而 玉甫作为皇朝的尖端战舰 其装备和防御能力不容小觑 在一次海兽的袭击中 发射海域星河 随着命令的下达 玉甫上的星河炮台 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一发特质的海域星和炮弹呼啸而出 直击前方的海兽群 前方海域瞬间爆发出近十余里的巨大爆炸 海水被高高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柱 随后又重重砸下 击起层层叠叠的波涛 爆炸的威力惊人 那些企图接近玉甫的海兽 在瞬间被消灭 报告 不明海兽已消灭 收到 尽管遭遇了海兽的袭击 但玉甫依然凭借其极快的速度 在无界之海中穿梭 战舰的推进系统 发出低沉的轰鸣 破开海浪 稳定而迅速地向前推进 怀霍在水下引导着方向 航行速度之快 使得一般海兽难以跟上 从而减少了遭遇战的次数 终于 经过漫长的航行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大陆的轮廓 临死紧握望远镜 仔细观察着那片渐渐清晰的土地 的心情也随之激动起来 是不是快抵达目的地了 是的 大人 我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 一位侍从站在身旁 平静地回答着的询问 不过 那只是一个较大的岛屿而已 无界之海中散布着众多岛屿 这些岛屿往往成为了海兽的栖息地 人际罕至 然而 当他凝视远方时 却被眼前这个岛屿的巨大规模所震撼 他竟然足以填满他的整个誓言 玉府逐渐减缓速度 准备靠岸登陆 随着玉府的逐渐接近 岛屿上的景象变得越来越清晰 已经能够看清岛上那座庞大 而错综复杂的基地 高耸入云的炮塔伶俐其中 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 玉天皇朝 对于这片前哨阵地的高度重视 和严密守护 这些炮塔 能够发射强大的能量光束 足以击退任何 试图接近的威胁 玉天皇朝之所以在此地建造如此规模的基地 是因为 这里靠近领主秘境 是为了防止底膜或其他位置的威胁 从秘境中逃脱 岛屿上的防御工程 还包括了复杂的地下防御系统 这些工程 深入岛屿内部 构建了坚固的掩体和储备设施 以备不时之需 虽然无界之海中 确实存在着许多实力强大的海兽 但他们大多活动在深海区域 很少上岸 对于那些偶尔敢于接近岛屿的普通两栖海兽 基地的守卫力量绰绰有余 能够轻松应对 玉府的附属舰 承载着七天 宁斯 以及一众皇朝人员 飞行上岛屿基地 这艘附属舰外观紧凑 线条流畅 专为高速飞行和机动性而设计 由于七天的指示 他们没有在这前方海域绍站基地浪费时间 直接前往岛屿深处的领主遗迹所封锁的入口处 这时 宁斯才发现 师弟的赤脊都已经不在了 难道不需要了吗 随后 副属舰抵达了这片庞大的陆地深处 一座基地闪耀着光芒 它表面覆盖着先进的能量护盾 位于尖端处 不断有流光在其中划过 当副属舰降落在基地的着陆平台上 无数守卫已经整齐列队 攻后在此处 他们身着统一的战甲 手持光芒闪烁的武器 展现出皇朝军队的威严与纪律 欢迎七天大人前来 欢迎七天大人前来 守卫们的声音洪亮而有力 响彻整个平台 他们对七天的到来表现出了极高的敬意 宁斯望着眼前的基地 心中充满了震撼 没想到 在这极远庞大的陆地上 皇朝也竟然拥有如此庞大且先进的灵构基地 据说 这些基地的建设与灵主秘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封印底摩之后 皇朝为了加强对这片区域的控制和研究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 建立了这些灵构基地 这些基地不仅作为防御和监控的前哨 还是研究和探索灵主秘境的重要场所 宁斯对皇朝的实力感到钦佩 在护卫的引导下 这艘小巧而灵活的舰艇 开始在岛屿基地内部穿梭 他缓缓使过一道又一道厚重的基地灵门 这些灵门由特殊材料制成 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符纹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这些灵门不仅是基地的物理屏障 更是由强大灵力构成的能量护盾 它们在附属舰通过时 缓缓打开 随后又迅速关闭 确保了基地内部的安全和隐秘 每穿过一道灵门 都能感受到灵力的波动 仿佛是穿越了一层层守护的结界 最终 附属舰在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中 缓缓降落 这里是一个核心区域 被称为光河 是整个基地的能源中心 光河处闪耀着强烈的光芒 能量波动异常强烈 它不仅是提供能源的地方 更是整个基地运转的心脏 在光河的照耀下 整个空间都被一种神秘而强大的气息所笼罩 而下方便是封印底膜的领主秘境门 当然 我们现在准备开启门 一位皇朝的工作人员 在七天的身旁恭敬地报告 可 在监控室内部 透过透明的光幕 可以清晰地看到 远处一个巨大的能源核心 它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这个能源核心是整个基地的动力源泉 也是开启领主移技入口的关键 在能源核心的周围 无数工作人员正忙碌地操作着各种仪器和控制台 这些工作人员负责监控能源核心的状态 确保在开启门的过程中 能源核心能够稳定运行 随着基地内各个关键节点的启动 核心区域的灵场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虽然细微 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力量的涌动 黄巢的一位技术人员向七天汇报着情况 大人 我们即将开启通往领主秘境的门中的一道裂缝 目前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秘境内部的具体情况 这一行动甚至存在引发秘境结构崩塌的风险 七天听着技术人员的解释 他的表情依旧平静如水 没有任何波动 在听完所有的风险评估后 他缓缓开口 语气中透露出坚定和自信 按照设定的程序打开裂缝即可 不必担心 明白了 大人 工作人员得到七天的指示后 便开始执行他的命令 他转身回到控制台前 开始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最后一道核心内门缓缓开启 七天和宁斯迈步走入其中 随着他们进入 深厚的光幕之门逐渐关闭 将外界隔绝 整个空间似乎充满了无穷的威势 随着操作的进行 灵场的波动逐渐增强 整个核心区域的灵场 开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 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聚集 然而 因为有七天站在前方 宁斯道并未感到太多压力 突然 空间中响起了广播音效 清晰而坚定的声音 回荡在每个角落 大人 空间即将打开 七天微微点头 事意已经准备就绪 随着一阵嗡嗡的低鸣声 一道耀眼的光芒 突然划破空间 宁斯只觉得眼前一亮 随即一阵失神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身处灵主秘境之中 这里的天空显得昏暗而压抑 仿佛被一层厚重的云层所笼罩 透出一种不祥的气息 只见大地呈现出一种荒蛮的褐色 到处都是被风化和侵蚀的痕迹 残颜断壁随处可见 似乎在诉说着 这里曾经的辉煌 与如今的衰败 整个世界显得异常寂静 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 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孤独和荒凉 这里仿佛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一个时间停滞的遗迹 宁斯感觉到 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拉扯到了这个世界的一处空中 两人在空中急速坠落 宁斯感到一种空间的拉扯感 最终平稳地落到了地面 他四处张望着 试图理解眼前的景象 宁斯忍不住问道 师爹 怎么感觉 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啊 七天环视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平静地开口道 都互相残杀死光了吧 宁斯听到七天的话后 心中充满了疑惑 师爹 让我也一起来 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而原本一直跟随他们的羽衣 和王景同两人 此刻却留在了玉府的巨剑上 七天沉思了片刻 然后缓缓开口 你已经很久 没有练习刀法了 宁斯更加疑惑了 什么意思 是时候找点对手来练练手了 对手 宁斯更加不解了 你是说 要我去找魔族练刀 没错 宁斯的疑惑更深了 可是 那不是连皇朝 都难以对付的强敌吗 宁斯这才意识到 自从跟着师弟后 确实已经很久 没有练习过刀法了 七天解释着 那天道之运 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 它不是任何生灵 能够轻易夺取的 大魔 也就是底魔 它虽然强大 但在这片天地中 它已经失去了资源的补充 没有了外界的滋养 它只能依靠 消耗这片天地中的能量 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宁斯聆听着七天的分析 开始理解 为何七天会如此从容 问道 所以 大魔最终会因为资源耗尽而消亡 七天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大魔虽然一度强大无比 但随着它不断消耗着 秘境中的能量 最终只会走向衰败和灭亡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宁斯环顾四周 看着这片荒凉的土地 开始意识到 这里曾经的繁荣和生命 可能已经被大魔的存在所吞噬 既然大魔终将消亡 那我们是去拿到那天道之运吧 宁斯追问道 是的 已经确定了 反而有点担心你 宁斯有点不解 我 但七天似乎没有准确地回答 天道之运的秘密 以及这个秘境的真相 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而且 它顿了顿 语气中带着一丝神秘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与大魔的残余力量交手 对你来说 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 走吧 七天的话语中 透露出一丝轻松 似乎现在已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随着它随意地一挥手 几件物品从它的袖中飞出 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地上 其中一把长刀 显得与众不同 它的形态古朴 与常见的刀剑截然不同 却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气势 长刀直直地插入地面 仿佛与大地融为一体 刀身微微颤动 发出低沉的嗡鸣声 与此同时 七天自己则选择了一种 与众不同的移动方式 他轻轻一踏 踩上了一把剑柄 这把剑随即发出一道光芒 带着它向前飞去 留下一句话 拿上长刀 跟上来 宁斯伸出手 稳稳地握住了刀柄 用力一拔 长刀硬伸而出 长刀在手 顿时感觉到 一股力量在体内流转 紧握长刀 宁斯迈开步伐 跟随着追上七天的身影 一同向着领主秘境的深处进发 呼呼 宁斯一直跟着前方的七天 不知道跑了多久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 身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负荷 仿佛连呼吸都变得艰难 此刻 他终于感觉到 身体的极具疲惫 这种疲惫 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一次 他仿佛是从身体核心深处涌出 让自己感到一阵无力 上次在长阳秘境时 被人追杀接近半日 他也感到过疲惫 但那次的疲惫 更多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和恐惧 七天似乎感觉时候到了 转过身来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关切 还能坚持吗 宁斯深吸了一口气 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可以的 师弟 我们继续吧 七天微微汗手 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 递给宁斯 这是恢复药剂 喝了它 会对你有所帮助 接过小瓶 打开瓶塞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将药剂一饮而尽 顿时感觉到 一股暖流在体内流转 疲惫之感渐渐消退 体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然后 七天便打断了宁斯的短暂停歇 前面来所谓的魔族了 宁斯顿时心里一惊 他握紧手中的长刀 迅速调整自己的呼吸 将疲惫感暂时抛出脑后 他朝着前方望去 不多时 听到了一阵低沉而模糊的声音 仿佛是某种生物的低语 这些生物的外形各异 有的长着尖锐的脚 有的覆盖着厚重的鳞片 还有的似乎有着多条手臂 一阵异样的气息传来 宁斯看到了一群 不同样貌的异形生物 这些生物 显然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正极匆匆地赶来 它们的外形各不相同 有的身形庞大 有的小巧玲珑 有的长着尖锐的牙齿 有的则拥有锋利的爪子 这些魔族生物 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显眼 它们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七天的话语中 透露出一丝轻描淡写 这些不过只是底膜分裂出来的 一些小魔物罢了 实力非常弱小 说完这话之后 她的身体开始缓慢地 朝着高空升起 与此同时 她还转头看向了宁斯 并对他说道 接下来就交给你处理了 随后 七天的身影便越来越高 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宁斯的视线之中 也不知道 到底去往了何处 很明显 七天是想要让宁斯独自一人 来应对眼前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 宁斯心中不由地一惊 看着眼前逐渐逼近的底膜 宁斯注意到 这些生物 虽然大多是人形的拼凑衔接形态 但它们的外表争鸣 肢体扭曲 透露出一种异样的恐怖 并且这些小魔的体型 都异常庞大 数量众多 对于宁斯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挑战 自己就一把长刀 根本不好对付吧 宁斯的目光 在这些小魔群中快速扫过 突然 她的注意力 被几个特别的骑兵所吸引 这些骑兵骑着的座骑 看起来像是一头头肥瘦的黑褐色生物 它们的体型庞大 显得笨重而有力 而坐在这些座骑上的 是手持着长长兵器的四手底膜 宁斯心中一沉 如果与这些四手底膜 进行兵器的交锋 将处于极大的劣势 她根本不会领法 而这些四手底膜 显然在力量和兵器上 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如果被这些四手底膜近身 她将很难逃脱 被碾压的命运 然而 战斗的紧迫性 并不给宁斯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 对方的底膜 开始发出低沉的吼声 酷斯 底膜叫喊了几声 呃 宁斯根本听不懂 不知道怎么回应 紧接着 对方的头领模样的底膜 发出更加响亮的吼声 吉瓦拉斯 指挥着手下 就已经杀了上来 看到这一幕 宁斯缓缓后退 给自己争取到了一点空间和时间 握紧手中的长刀 这把刀 将是她面对这些底膜时 最可靠的伙伴 深吸一口气 调整自己的呼吸 让自己的心境 达到一种平坚专注的状态 这些冲上来的底膜 虽然只是 比正常人肥胖些许 但对于宁斯 如同小孩模样的身躯 已经算是异常庞大了 不过他们的动作笨拙 仿佛没有经过训练 只是凭借着本能和力量冲杀 这些底膜 虽然数量众多 但他们的行动毫无章法 如同侏罗一样 毫无阵型 而且 只有一些家伙 是拿着棒锤类型的兵器 不过一会 宁斯发现了一个破绽 从这些侏罗的围角缝隙中 闪身突了进去 顺势用出了一道横刀 刀光闪过 顿时砍中了一头底膜脑袋 连接身躯处 呼啊 呼啊 他瞬间疼得哇哇大叫 失去了平衡 倒在地上 宁斯也已经冲入了 这些底膜的包围内 这些侏罗杂膜的智商 显然并不高 他们在战斗中 缺乏策略和协同 不懂得如何有效地挤压空间 给宁斯制造压力 也没有意识到 通过分散开来 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宁斯的移动 和反击空间 现在 尽管宁斯被环绕 实际上 只有少数几头 侏罗能够真正对他发起攻击 宁斯冷静地观察着 这些杂膜的攻击方式 发现他们的动作 远不及自己的速度 利用空隙 几次拔刀之后 顿时又砍翻了几头底膜 这些底膜 开始感到恐慌 甚至在混乱中 撞到了自己的同伴 宁斯感觉到 战斗的节奏 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瞬间如狼入羊群般 砍杀着这群底膜 砍杀着这群底膜 只要这些底膜感到恐慌 宁斯就能在他们的包围中 如入无人之境 场面顿时变得一片混乱 甚至还有几头底膜被砍中后 他们慌不择路地逃跑着 冲出战场 在宁斯的连续攻击下 对面的底膜首领 终于按捺不住 他坐在一头肥瘦的坐骑上 怒气冲冲地 发出一声咆哮 吉瓦拉斯 这声怒吼 似乎在命令他的骑兵们 发起冲锋 随着首领的命令 他身边的骑兵们迅速响应 一同向宁斯发起了冲锋 同时 首领还指挥着 剩余的大部分的侏罗杂膜 一起冲了上来 数百头底膜 发出震天的吼声 花丝 他们的冲锋声和杂乱的脚步声 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声浪 仿佛要将宁斯淹没 冲在最前面的 当然是那几头骑兵 说是骑兵 也不过是体型更加庞大 獠牙更加猙獰的 侏罗底膜骑士 此刻正口吐白沫 疯狂地朝着宁斯的方向 冲锋而来 看到这一状况 原本包围宁斯的那些 侏罗底膜 瞬间如潮水般散开 竟是将宁斯 彻底暴露在了 骑兵的冲击路线之上 几头躲避不及的底膜 被后来的大部队冲散 惨叫着 被踩踏成肉泥 而那些体型庞大的骑兵 却视若无睹 依旧朝着宁斯的方向狂奔来 宁斯健壮 心中暗骂一声 不好 他原本打算寻找掩体躲避 或者利用散开的侏罗底膜 来延缓敌人的攻势 可现在看来 这些骑兵底膜 根本就不顾前方这些侏罗的生死 只知道一味的冲锋陷阵 丝毫不给人喘息之机 自己已经无法逃避 必须直面迎接这些骑兵的冲锋 迅速调整身形和站位 将所有力量汇聚于双臂之上 准备结结实实地接住这一波攻势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一般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异常安静 突然间 一阵刺耳的呼啸声响彻云霄 一股强大的气流如狂风般席卷而来 在这剧烈的呼啸声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恐惧 宁斯的瞳孔中 那根巨木般的狼牙棒裹挟着氛围之势 迎面来 表面粗糙的纹理 甚至每一道细小的裂痕都清晰可见 腥臭的气味扑边来 让它几乎窒息 来不及了 千军一发之际 宁斯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 最终汇聚成 御势 突结 这是猛虎刀法中最为通用简易的一招 需要将全身玉力灌注于刀身 一切泄入脚下的大跌 刀棒相撞产生急剧的声响 距离排山倒海般袭来 宁斯只觉手腕矩阵 虎口传来撕裂般的痛楚 手中长刀 险些脱手而出 那看似简单粗暴的一击 蕴含着超乎想象的蛮力 竟如同一座高速移动的山岳 狠狠地撞击在它刀身之上 不好 宁斯心中暗叫一声 想要撤离回房 却已经来不及了 它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距离 将它整个人都掀飞出去 五脏六腑仿佛都一味了一般 喉咙间涌上一股心田 却被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身在半空 宁斯脑海中一片空白 只有那股剧痛和翻江倒海般的恶心感 提醒着它此刻的处境 它拼命想要稳住身形 却根本无处介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如同断线的风筝般 被狠狠地抛飞出去 碰碰碰 一连撞击了树道大地后 宁斯重重地摔落在地 在地面上翻滚了好几圈 才堪堪停下 它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却发现全身骨骼像是散了架一般 没有一处不疼 更要命的是 那股蛮横的力道 似乎还残留在体内 不断地冲击着它的身躯 让它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嗨嗨 宁斯趴在地上 剧烈地咳嗽着 口中不断涌出心田的液体 它抬头望向那头骑兵 眼中满是金锯和无力 它知道 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些怪物的力量 如果不是它及时用刀身 卸去了部分力道 恐怕这一击 就能将它活活震死 必须尽快想办法脱身 宁斯强忍着剧痛 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但还没等它站稳 前方的先锋骑士底膜 就以摆好架势 只听到一阵急促的震动声 从前方传来 宁斯立刻运转入镜 空窍微灵 瞬息之间流入全身 剧痛如潮水般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 深入骨髓的酸麻和无力感 它大口地喘着粗气 在地上砸出一片片深色的痕迹 挣扎着想要起身 却发现 双腿如同灌了牵一般沉重 眼前阵阵发黑 险些再次昏厥过去 不行 不能倒下宁斯 咬紧牙关 拼命想要保持清醒 一旦自己倒下 就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 然而 命运似乎总喜欢和人开玩笑 就在他努力 想要凝聚力量的时候 一股腥风 血裹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再次朝着他席卷而来 这么快 宁斯心中大海 猛地抬头望去 只见那头骑兵底膜 已经再次逼近 手中那根粗壮的狼牙棒 高高举起 如同死神挥下的镰刀 带着令人胆寒的呼啸声 朝着他当头砸下 宁斯目自欲裂 根本来不及 做出任何反应 只能本能地 将手中长刀横在头顶 试图抵挡着致命的一击 哄 巨响声中 宁斯只感觉 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 从刀身传来 瞬间便击溃了他 所有的防御 将他整个人都轰飞出去 这一次 他甚至连惨叫 都来不及发出 在空中滑出一道抛物线 重重地摔落在了树杖之外 砰 宁斯的身体 重重地 砸在焦黑的大地上 发出令人牙酸的闷响 哇 一口鲜血喷涌出 丝剧烈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眼前的世界 开始变得模糊 意识也逐渐涣散 难道就要结束了吗 迷流之际 宁斯脑海中 闪过无数画面 两招 仅仅两招 就已将他打得神志不清 奄奄一息 现在发现 没有尸体在身边 是多么的不堪 不 我不能死在这里 求生的本能 拖着睁开眼睛 却发现眼前一片模糊 只能隐约看到 一个巨大的黑影 正朝着他缓缓逼近 那黑影每走一步 都发出沉重的脚步声 骑兵底膜 林斯心中顿时警铃大作 他知道 自己已经到了 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然而 此刻的他 身受重创 别说战斗 就连动一动手指 都无比困难 根本不可能是 那头怪物的对手 林斯瘫倒在地 剧烈地喘着粗气 每一口呼吸 都像是撕裂着他的肺腑 艰难地抬头 却发现 那道黑色的身影 站在原处 灰壁拦住了 未来的侏罗 不动手 怎么 再等自己恢复 什么意思 林斯无法理解 眼前这一幕 他身受重伤 几乎无力再战 可那黑色的身影 却似乎没有 要赶尽杀绝的意思 完全没有 急于动手的迹象 自身不似正常人 并没有太多的内脏 恢复能力极其强悍 他闭上眼睛 全力调动着 体内入境的思绪灵气 加速着内伤的恢复 只需实习 实习自己 就能再次站起来 林斯已然站起身 紧握着手中的长刀 前方那头先锋骑兵底膜 已经下了座棋 他那高大的身躯 仿佛一座小山 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他那双血红色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林斯 周围 密密麻麻的侏罗底膜 将林斯包围在一个巨大的场地中 他们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如同潮水一般涌动 随时准备扑上来 将它撕碎 就在此时 那头骑着 与一旁不同 硕大的獠牙诸罗 承载着首领模样的底膜 缓缓地从队伍中走出 他体型巨大 浑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中 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花丝 那头首领模样底膜 发出一声嘀吼 他将一根长棍扔出 长棍飞速地插到场地中央的大地上 一块酒精的黑布 随风飘扬 上面印着诡异的图案 仿佛来自地狱的诅咒 周围的侏罗底膜 再次向外撤了一掌 将场地中央 让给了宁斯 和那头先锋骑兵底膜 那头下了座棋的骑兵底膜手 握着一根长棍 摩擦着地面前来 宁斯心中疑惑更深了 他无法理解对方 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他们 想要公平的决斗 这是什么意思 宁斯眉头紧皱 他无法理解 这些生物的语言 他只能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 推断出他们的意图 这是要单挑 宁斯心中疑惑 他之前面对的 可是铺天盖地的诸罗底膜 根本没有机会喘息 更没有机会 和这些强大生物单挑 现在 这些诸罗底膜 竟然主动退开 只留下了一头先锋骑兵底膜 之前拍那么多诸罗 冲击自己的时候 可不是如此 嗨 是在故意玩弄自己 既然骑兵下了座棋 变成了步兵 宁斯深呼一口气 让自己缓过体能来 现在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即便对方的身躯进一掌 宁斯的身躯 在他面前如幼童般 哗死 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从底膜口中喷涌而出 仿佛来自远古巨兽的怒吼 底膜挥舞着长棍 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 朝宁斯袭来 长棍上附着着黑色的魔气 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亚 那棍影 遮天蔽日 仿佛要将宁斯吞噬殆尽 面对着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有事 老拓 宁斯他手中握着银丝的长刀 刀身闪烁着寒光 将空气都切割开来 宁斯的步伐轻盈 每一次闪避都恰到好处 仿佛早就预知了底膜的攻击 虽然威势与力道的确非常强大 但对于现在的体质的宁斯来说 还是可以接住 那么 又是在我 因为对方的长棍 的确已经熟练到 仿佛从尸山血海中杀出的招式本 但这刀法 何尝不是人足顶尖之人 历经不知多少岁月完善的完美刀法 宁斯随后避开了长棍的攻击 同时挥出一刀 刀光如电 直奔底膜的胸膛 至强冲和刀 猛虎 这一刀 蕴含着宁斯所有的力量 带着破釜沉舟的气势 底膜怒吼一声 长棍横扫 将宁斯的刀招击飞 但宁斯却借着反弹的力量 再次闪身到底膜的身侧 横刀 手中的长刀 化作一道银色的光影 刺向底膜的腰部 战斗异常激烈 宁斯与底膜之间 如同两股洪流相互冲撞 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宁斯凭借着急速的身形与体型 不断地闪避着底膜的攻击 寻找着机会反击 而底膜则凭借着强大的力量 和凶猛的招式 不断地压迫着 想要将宁斯彻底击倒 经过几轮激烈的交锋 宁斯越发觉得 眼前的底膜气息不稳 动作也开始变得迟缓 如若只有单纯的细胞机能体力 这头强大的步兵底膜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宁斯体内的灵力运转如常 呼吸平稳 根本没有半分疲惫之态 靠着拥有残缺大腰的体魄 只要不是受到巨大打击 体力都异常充沛 这让他在与底膜的战斗中 占尽了优势 然而 想要彻底击败这头底膜 并非一事 毕竟 这头步兵底膜 有着远超常人的力量和防御力 宁斯虽然能够避开他的攻击 但想要将其彻底击垮 还需要找到合适的时机和方法 就在这时 一把巨大的长板战斧飞来 精准地落在底膜的一侧 随着他拿起战斧 底膜的四只手 同时挥舞着不同的兵器 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将宁斯牢牢地困在其中 这是要发出最后的进攻了 宁斯心中暗道 他能够感受到 这头底膜已经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想要将他彻底击杀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让宁斯也不禁感到一丝凝重 他只能被迫后退 不断寻找机会 抵挡着底膜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他的刀法精妙 每一次闪躲都恰到好处 每一次反击都锋利无比 将底膜的攻击化解于无形 但是 这只是暂时的 只要底膜的攻势不减 宁斯便会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一旦这头底膜的攻势败下阵来 那么 他的死气便一到 宁斯的目光 紧紧地锁定了底膜 寻找着任何可以反击的机会 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只要稍有差池 自己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此刻能察觉到 底膜的攻势越来越慢 力量也越来越弱 他要不行了 宁斯心中暗道 不能在他最后的一丝体力来绝杀 他深知 底膜虽然已经虚弱 但他毕竟是强大的魔族 一旦反扑 依然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就在这个破绽的一瞬间 宁斯毫不犹豫地 整个身躯扭转腰间的冲合刀 卷虎 刀身发出阵阵嗡鸣声 仿佛在空气中撕裂出声 宁斯将那微薄的入境灵力气息 灌注到刀身之中 一人一刀 顿时化作一道旋转的银色锋刃 带着无匹的威势 朝着底膜飞旋而去 此刻 底膜已经无力招架宁斯的攻击 他的四只手 虽然还在挥舞着兵器 但已经无力抵挡 这道旋转的锋刃 猛虎杀兮 宁斯再次嘀吼一声 将所有的力量都灌注到冲合刀之中 刀光一闪 瞬间将底膜的防御撕裂 直直地击中了他的头部 进入了四镜的宁斯 他的冲合刀卷虎 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刀法 刀不动 气势却以螺旋式攻击为主 能够将所有阻挡在其面前的物体 撕裂粉碎 一声淒厉的惨叫 底膜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他那硕大无比的头颅 已被冲合刀削去了大半 腥红滚烫的血液 如喷泉般汹涌而出 瞬间便染红了周围的土地 形成了一滩触目惊心的血泊 宁斯毫不犹豫地 迅速拉开与底膜的距离 站定身形 凝视着眼前倒地不起的底膜 心中并没有喜悦 反而泛起一丝悲凉 眼前这一幕 这些看似强大的底膜 一旦身体遭受重创 其下场竟然与普通人类无异 都是如此的脆弱不堪 宁斯击杀了那头步兵底膜后 顿时引起周围 其他底膜的一片骚动 他们看着那倒在地上的同伴 眼中充满了愤怒和惊恐 哈斯 呼噜 瓦剌啦 咕噜咕噜 各种嘶吼声 咆哮声 如同潮水般涌向宁斯 充满了暴虐和愤怒 这些声音杂乱无章 却透着一股 令人毛骨悚然的凶狠 这些底膜 似乎对同伴的死亡 并不感到悲哀 反而因为宁斯 打败了那底膜 瓦儿的怒吼 他们似乎天生 就充满了战斗的欲望 对于死亡 也并不畏惧 宁斯冷静地观察着 这些疯狂的底膜 这些家伙 难道都是一些 不要命的家伙 就在此时 那庞大的首领 缓缓走上前 厚重的灵甲 在昏暗的天地下 闪耀着悠悠的光芒 仿佛是由无数块 坚硬的黑钥石 拼接而成 他张开巨大的嘴巴 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 顿时将周围的嘈杂声 压了下去 宁斯则冷静地 看着这一切 显然对方 绝不可能 轻易放他离开 此刻 两位步兵 底膜站了出来 他们身材高大 肌肉发达 浑身散发着 令人胆寒的杀气 他们四手 分别持着四把短石斧 腹刃上 沾满了干涸的血迹 散发着 令人作呕的腥味 这是要让自己 一人对抗两个 宁斯只得 按道一声不妙 因为对于两位 同级别实力的底膜 他非常难对付 一旦战斗中 瞬息万变起来 两个底膜的同时攻击 他极难反应 呼噜 首领再次发出 低沉的吼声 声音中带着一丝玩味 他似乎并不着急动手 反而像是要欣赏 宁斯的惊恐与绝望 这是想给心里压烈 宁斯深吸一口气 将心头的不安压下 望着周围 侏罗底膜的一阵咆哮 逃避已然是不可能的 似乎从刚刚的战斗 已然知道 身形如同一道闪电般 冲向左侧的底膜 手中长刀 挥出一道凌厉的刀光 冲和刀直逼对方的头 与身躯连接处 左侧的底膜反应极快 举起巨斧 挡住了宁斯的攻击 发出坑的一声巨响 显然这底膜 拿起于按照他身躯比例来说的短斧 就是为了防止宁斯的身形 极快地突袭成功 巨大的力量 震得宁斯虎口发麻 他却丝毫不退 趁着对方招架的瞬间 身形一侧 绕到了底膜的身后 一刀刺向对方的后心 然而 右侧的底膜早有防备 他猛地挥动巨斧 一道巨大的弧形辅光 向宁斯袭来 宁斯不得不放弃攻击 急忙向后翻滚躲避 显显地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可恶 没有突袭成功 战斗一触即发 底膜挥舞着斧头 就追砍上来 宁斯虽然实力不俗 但面对两位实力相当的对手 仍然显得有些吃力 只能被动地躲闪后退 时刻警惕着 防止被对方围攻 必须速战速决了 这种情况 战斗的越久 露出的破绽 就会越多 随后宁斯不再一位防守 而是主动发起猛攻 利用精妙的刀法 不断穿插在两名底膜之间 寻找战机 第五刀 扑缺 刀光如同一道道闪电 不断攻击着 两位底膜的防御 而两位底膜的巨斧 也如同八道死亡的镰刀 不断逼迫着宁斯 底膜居然也用出四手全力攻击 动用猛虎小城的杀意 可以看出 底膜虽然四只手挥舞伏柄 虽然攻击更加全面 但他们这样的形态 反而感觉并不很协调 如同刚进化成这样那般 对于在长阳秘境锻炼过 对抗过高手的宁斯来说 这种情况的破绽极大 就在此时 宁斯发现了一个机会 右侧的底膜 在一次攻击后 露出了一个破绽 宁斯抓住机会 躲避左侧的攻击后 急速地冲到最右侧 一刀腰斩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以宁斯的力道 哪怕是巨石 都有可能屁崩 虽然底膜的身躯 的确非常坚韧 只得右侧的底膜 发出一声惨叫 倒在了地上 生命气息迅速消失 另一位底膜 看到同伴战死 顿时暴怒 挥舞着巨斧 向宁斯疯狂地攻击 宁斯没有退缩 他将全部精力 集中到战斗中 继续躲避对方激烈的搏斗 只等他的攻势停顿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宁斯终于找到了 对方的破绽 一刀刺出 击中了底膜 顺便补了一刀 砍掉他的头颅 至此 两位底膜也倒在了地上 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就在此刻 首领目睹 两个底膜惨遭杀害 怒火中烧 只见他纵身一跃 跳下那头 背负着他的庞大肥猪坐骑 他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恍若一根巨大无比的狼牙棒 猛然砸向地面 地面随之剧烈震战起来 四周的巨魔们 一开始骚动不安 更令人惊恶的是 首领竟然毫不犹豫地 舞动起那根硕大无比的狼牙棒 静直朝宁斯猛扑过来 伴随着阵阵凌厉的破空之声 狼牙棒呼啸而至 其威势惊人 若是被这一击击中 必定会身负重伤 在此等绝境之下 宁斯必死无疑 然而 首领的动作 实在太过迅速 眨眼间便已冲到宁斯面前 面对如此险境 宁斯别无选择 唯有将全身所有的力量 汇聚于手中的长刀之上 竭尽全力迎击首领的攻势 并试图借助刀刃 来消解狼牙棒带来的冲击力 哄 狼牙棒碰撞到长刀在一起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宁斯的身体 被强大的冲击力震飞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只感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袭来 震得他气血翻涌 猴头一甜 险些喷出一口绿色鲜血 喝丝 喝丝 周遭底摩发出欢呼 首领举起狼牙棒 迎接重摩发出呐喊 花丝 似乎让周遭侏罗底摩一拥而上 解决着最后 已经几乎没有反抗之力的宁斯 张显底摩 现宁斯还没来得多吸一口气 就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腥臭的气息 周遭侏罗底摩冲了上来 无数道黑影便朝着他扑了过来 难道真的要命丧于辞吗 七天失殿 宁斯发出最后的呐喊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不过 却突然感觉体内破碎的灵核 那一击把体内的灵核都给击碎 但这无穷涌出的力量是怎么回事 喝呀 宁斯怒吼一声 双目赤子 全身骨骼发出噼啪的爆响声 仿佛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凶兽 爆发出最后的凶性 首领也立刻察觉到了宁斯的变化 挥舞着兵器 立刻冲上前来 子歇 他手中的长刀 在这一刻仿佛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 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 朝着那呼啸而来的狼牙棒迎去 没有震耳欲聋的碰撞声 也没有想象中地动山摇的冲击波 只有一道细微的 如同猎博般的声音响起 咔嚓 那根足以开山猎石的狼牙棒 在距离宁斯面门不到一寸的地方 竟是诡异的断裂开来 断裂的切口 光滑如镜 仿佛是被无形的利刃 瞬间切割而成 首领底膜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武器被毁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但下一刻 她的瞳孔便骤然收缩 一股凶狠的杀意 从她体内喷涌而出 因为宁斯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宁斯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如同一道闪电般 瞬间出跃向首领底膜 她手中的长刀 闪烁着悠悠的光芒 急速冲合刀 虎悦 宁斯低贺一声 将全部力量贯注于长刀 一招凌厉的刀招 如同一道死亡的闪电 朝着首领底膜的脖梗 斩去 首领底膜反应极快 她巨大的手掌猛地挥出 想要挡住宁斯的攻击 然而 宁斯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首领底膜的动作终究慢了一拍 扑吃 长刀如同切豆腐一般 轻松地切过首领底膜的脖子 鲜血如同喷泉一般 从断裂的脖梗处喷涌而出 染红了周围的土地 首领底膜庞大的身躯 轰然倒地 站在首领底膜的尸体前 宁斯感受着体内内股狂暴的力量 这便是被尸体动用紫海 从而 紫星带来的入境之力 紫星的灵视在体内不断地流转 如同一道道闪电 在经脉中穿梭 渲染着宁斯的猛虎刀翼更加地狂暴 握紧手中的长刀 仿佛感觉到 那股力量正在不断地膨胀 想要将他的身体撕裂 试图压制住那股力量 但那股力量却如同洪水猛兽一般 不受控制地涌动着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紫红色 沙翼如同潮水一般涌上心头 望向首领的倒下 周围的底膜都被这一幕震惊了 他们看着宁斯 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花丝 但周围 底膜都被指使着冲了上来 仿佛要为首领报仇 吼 一声怒吼 从宁斯口中发出 如同猛虎咆哮 震得周围的底膜耳膜发痛 手中的长刀 化作一道闪电 朝着最近的几个侏罗底膜斩去 砰砰砰 几声闷响 几个底膜被宁斯一刀斩杀 他们的身体 如同破步娃娃一般倒在地上 再也没有了声息 被猛虎刀易附身的宁斯 动作犹如行云流水般 流畅自然 动作没有丝毫停顿 他如同一道狂风一般 在底膜群中穿梭 手中的长刀挥舞不停 带走了一条条生命 很快剩余的几位骑兵底膜 手持着巨枪 如同钢铁洪流一般 气势汹汹 向宁斯冲上来 宁斯毫不畏惧 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仿佛猛虎下山般 吭枪 长刀与巨枪猛烈碰撞 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宁斯的身体微微一震 但他的脚步 却没有丝毫停顿 顺势月上底膜的肥猪做起 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将那些想要阻挡他的骑兵底膜一一斩杀 扑哧扑哧 鲜血飞剑 染红了周围的土地 那些骑兵底膜 在如同觉醒般的宁斯面前 显得如此脆弱 就像纸壶的一样 不堪一击 很快 所有的骑兵底膜 都已被宁斯斩杀殆尽 地上横七竖八地 躺着他们的尸体 宁斯站在这片血泊之中 他的身躯被鲜血沾染 眼中充满了杀意 宛如一个从地狱走来的血腥死神 令所有目睹 他的底膜都心生恐惧 呼啊 呼啊 此时 剩下的侏罗等低级底膜 惊恐地尖叫着 一窝蜂式的四散逃窜 显然除了骑兵等 较为强大的高等底膜外 这些低等的侏罗底膜 还是很珍惜自己的性命的 宁斯并未追赶那些 落荒而逃的底膜 他只是静静地 驻立在原地 目送着他们逃走 呼 猛虎刀意 已经逐渐消退 宁斯站在原地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低头看着周围 满目疮痍的战场 心中却充满了疑惑 所以 师弟到底去哪了 还有 根据皇朝下人所说 当时袭击的是一位巨大底膜 那么这些小兵 又是怎么来的 不过倒在地上这群底膜 肯定都是一些无用的杂膜 不然也不可能让皇朝都无法抵挡 看着眼前这片焦黑一片的蟒荒焦土 这处领主秘境的世界 似乎都没有什么活物了 除了这些倒在地上的巨膜之外 他根本没有看到 任何其他生物 那这些底膜都是什么 还是这处领主遗迹 秘境都这样的 宁斯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的疑问 忍不住再次环顾四周 却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答案 停歇许久的宁斯 似乎也等不到失地了 他若是想找到自己 只是瞬间的事吧 或者 他找到了其他的线索 离开了这里 最后 他只得离开这片区域 向前寻找去 不知道那些逃跑的底膜 会不会叫同伙过来 消失在了蟒荒的焦土之中 宁斯随意地沿着一处的方向 一路离去 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警惕着任何可能出现的危险 手中的长刀 始终握得紧紧的 随时准备战斗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令人作呕的腐烂味道 像是死肉和泥土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这片荒原荒凉无比 除了焦黑的土地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生命存在的迹象 然而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远处的地平线上 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 平坦的焦土视线之中 似乎出现了一些突出之物 在灰暗的天色下 显得格外诡异 那里是什么 宁斯眯着眼睛 仔细观察着那些奇怪的物体 尽管如今的视力 有着略微的提高 但由于距离太远 他仍然无法看清楚 那些物体的具体模样 会不会是一处底膜的聚集地 心中涌起了一丝不安 但好奇心 还是驱使着他 继续向前走去查看 随着走近 终于看清了 这些奇怪之物的真面目 它们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植物 有的高耸如树斑 有的矮小如草 有的像扭曲的藤蔓 有的像巨大的蘑菇 这些植物大多都散发出 令人作呕的臭味 与那些底膜身上的味道 极其相似 并不知道这些植物是否有毒 所以尽量避免触碰它们 但却注意到 这些植物的生长状态 都十分奇怪 它们像是被某种力量 强行扭曲了一般 显得十分怪异 宁斯顿时想起 那些底膜的身上的味道 难道它们都是吃草的 不对 也有可能是它们种植的 或许有别的用处吧 一处天地下 横跨天际 庞大的山脉 在这个世界不断起伏 仿佛巨龙的脊梁 横跟于荒凉的大地上 仔细看去 那竟并不是什么山脉 而是一头躺在这片荒凉大地上 庞大的底膜 它身躯如同山岳般巍峨 灵甲斑驳如荒漠 巨大的头颅 沉重地浮在地上 仿佛一座凝固的火山 然而 昔日威震天下的底膜 如今却已衰败不堪 它所倾倒的大地 仿佛腐败了般 遍布着坑坑洼洼 均裂的土地上寸草不生 只有稀疏的怪事临循的立者 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繁盛 那庞大的身躯上 灵甲脱落 露出了腐烂的肉体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似乎连支撑起庞大的身躯 都显得十分吃力 这片荒凉的大地 正是底膜的仅剩的食粮 它曾经吞噬着 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机 将所有的资源 都纳入自己的腹中 如今 它终于因为这个 世界资源的减少 整个大地都变成了贫瘠的荒漠 基本没有水源 没有植物 而底膜也因缺乏资源 而变得虚弱不堪 导致了自身的衰败 无数的小膜 在它周围挖着腐败的大地 他们贪婪地搜寻着 任何可食用的东西 这些小膜 不过是本体底膜 获取资源不足 还有曾经被皇朝重伤 一些触手崩塌出来的 净化的最终子嗣 能够适应极端的环境 并且啃食这个剩余的资源 甚至这个世界 进化出了全新的植物种植 就比如 宁斯遇见的底膜种植地 它躺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 周围一片死寂 它曾经吞噬的一切 现在都以荒芜的形式回馈给它 而这巨大的底膜周围 由于辐射极其严重 产生了许多矿物资源 还可拿去浇灌底膜的种植地 所以 围绕着许多派系的最底层底膜 在这周围挖掘着 这些污染物质 对于真正的底膜本体 毫无作用 但却足够这些分崩的小膜存活 一阵微风拂过荒凉的大地 卷起阵阵沙尘 却也仿佛带起了一丝久违的生机 那庞大的底膜 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它那巨大的头颅 微微抬起 那双深邃的眼眸中 竟然闪过一丝光芒 如同死寂的火山 突然喷发出了一丝火光 人类 这声音仿佛从地底深处传来 带着无尽的沧桑和威严 却也透着一丝虚弱和沙哑 它并非是通过喉咙发声 而是直接从灵魂深处传递出来 震荡着整片大地 这声音如同巨雷般轰鸣 在荒凉的大地上回响 仿佛在宣告着什么 有人类来了 这道声音再次响起 更加清晰 更加强势 它仿佛来自亘古的远古 带着对人类的漠视和不屑 却也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这声音仿佛一道惊雷 击碎了这片死寂 也让那些正在啃食 搬运底快的小魔们 惊恐地抬头 周遭地分崩出来的底魔 或许对于人类来说 已是庞然大物 但对于那头躺着 就能阻拦天地的大魔来说 连蝼蚁都算不上 他们用自己的魔语 惊恐地尖叫着 慌乱地四散奔逃 仿佛遇到了天敌般 他们无法理解 这道声音的含义 这些小魔不会人语 用着自己的魔语 哇哇大叫离去 那些原本在监视着小魔的底魔 也都被这道声音 惊得站了起来 他们虽然比小魔强壮许多 但也无法理解 这道声音的含义 他们抬起头 目光望向远方 仿佛在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他们那庞大的身躯 微微颤抖 眼中充满了恐惧和迷茫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道声音 会让他们感到如此恐惧 不明白 为什么这道声音 会让这片荒凉的大地 都为之颤抖 只是本能地感到不安 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 而那头庞大的底魔 他那巨大的头颅 这一刻居然高高地抬起 仿佛在注视着远方 他的眼中 已经不再是空洞 而是充满了渴望 一种对人类的渴望 他那庞大的身躯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能量 随时准备着爆发 好庞大的人类气息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充满了贪婪和渴望 仿佛一头饿极了的野兽 发现了猎物 我要吃了你 此刻 正是七天飞来 这巨大的声响 他当然也听见了 本以为 这片荒凉的大地 早已经被底魔吞噬殆尽 只剩下残骸和死寂 然而 这道声音却告诉他 这片土地上 仍然存在着强大的生命 哦 没死吗 那就再死一次吧 七天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一丝冷笑 现如今 哪怕是对于这种底魔的存在 七天已经没有推算的必要了 虽然没有看过皇朝的资料 也能知道战况的大概 底魔必然是重伤的 不然还不一定能够驱离诱导 就看这个世界的资源 能不能够底魔补充十余年了 既然本体没死 那就再死一遍便可 轰隆隆 庞大的底魔 仅仅是支撑着身躯坐起来 便已经造成地动山摇的巨像 他那巨大的身躯 仿佛一座山岳般 在荒凉的大地上 缓缓升起 掀起阵阵狂风 卷起漫天沙尘 将原本寂静的荒原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沙尘暴 他那巨大的头颅 仿佛一座山峰般 俯视着天际那渺小的七天 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 充满了贪婪和杀意 仿佛在注视着自己的猎物 这巨大的动静 让周围的小魔们惊慌失措 他们纷纷躲避着 以免被这庞然大物所波及 然而 一些躲避不及的小魔 却被巨大的冲击波所震碎 化作血肉模糊的残骸 在这昏暗的无比巨大的天地之中 七天渺小得如同尘埃般 几乎不可视 然而 底魔本体却仿佛拥有着 某种特殊的能力 他那巨大的身躯 仿佛可以感知到七天的存在 他那巨大的身躯 延伸出长达百里的触手 仿佛巨蟒般 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朝着七天挥去 这触手 仿佛拥有着无穷的力量 他所过之处 大地崩裂 山川倒塌 一切都被他所摧毁 如若是强大的灵修死亡 那渺小的身躯 会暴云出庞大灵力之源 对于底魔来说 是极其美味的食物 还是如今恢复一丝实力的帮助 这触手 仿佛带着强烈的贪婪 想要将七天彻底吞噬 吸干他所有的能量 然而 就在那巨大的触手 即将击中七天之时 空间一阵剧烈的波动 一道巨大的螺旋空间利刃 仿佛从虚空中凭空出现般 出现在七天身前 这道空间利刃 通体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芒 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状的刀刃 带着令人心悸的锋锐之气 猛地展向那巨大的触手 他所过之处 空间扭曲 空气撕裂 发出尖锐的笑声 那巨大的触手 仿佛遇到了天敌般 竟然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那坚硬的灵甲 在空间利刃的面前 仿佛脆弱的纸张般 被轻易地撕裂 那巨大的肉体 被空间利刃切割成一块块 仿佛被一把锋利的刀子 切开的豆腐般 毫无抵抗之力 瞬间 那巨大的触手 便被空间利刃 绞杀成血海 残枝断壁 散落在荒凉的大地上 感受到触手的消失一截 底摩那巨大的身躯 猛的一颤 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 他那巨大的头颅 猛的转向七天 眼眸中充满了愤怒和杀意 人类 赶上你们伟大的底摩 要你死 这道声音 如同来自地狱的咆哮 充满了无尽的愤怒和怨恨 震荡着整片大地 仿佛是底摩头颅处 那深不见底的深渊巨口 缓缓张开 如同地狱之门般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黑暗气息 一股无形的威势 从中散发出来 顿时 整个天地 都仿佛被笼罩在了一层阴影之中 他那巨大的身躯 仿佛在积蓄着力量 准备释放出一道 足以毁灭一切的能量 顿时 红光乍现 如同火山喷发般 从他那深渊巨口中 吞涌而出 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吞噬殆尽 然而就在这时 空间一阵剧烈的波动 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 仿佛从虚空中凭空出现般 猛地炸向底摩的头颅 哄 响彻天地的碰撞之声响起 仿佛是天崩地裂版 震荡着整片大地 那道巨大的空间裂缝 与那红光能量柱撞击在一起 发出耀眼的光芒 将整个天地都照亮了 随后 那道红光能量柱 便被空间裂缝 积得偏离了方向 歪歪扭扭地喷尸而出 阻挡在他面前的东西 都摧毁殆尽 大地军裂 山川崩塌 无数的小魔 瞬间被能量洪流吞噬 化作飞灰 啊 底摩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 他那巨大的身躯 仿佛被击中了一般 猛地向后倒去 他那巨大的头颅 撞击在荒凉的大地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人类 你找死 这蓄力的一击被打断 使得底摩现在都没缓过神来 他愤怒地咆哮着 恼羞成怒 然而 七天却并不会 给这头愤怒的底摩 任何喘息的机会 就在那庞大的底摩头颅 撞击在地面上 还未从巨大的痛苦中 恢复过来之时 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 如同从天而降的利刃般 猛地撕裂了 他那庞大的头颅 这道空间裂缝 仿佛拥有着无穷的力量 不断地绞杀着底摩的头颅 不断地撞击 造成巨响 他那坚硬的灵甲 在空间裂缝的面前 仿佛脆弱的纸张般 被轻易地撕裂 他那巨大的头颅 被空间裂缝 切割成一块块 仿佛被一把锋利的刀子 切开的豆腐般 毫无抵抗之力 这道空间裂缝 仿佛拥有着无穷的能量 仿佛要将它彻底撕碎 天地都在地洞山摇 仿佛世界末日般 仅像骇人 那庞大的底摩 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嘶吼 仿佛在诉说着他此刻的绝望 或许这种威力 哪怕对于灵修强者 都是瞬间抹杀的威力 但对于能在 玉天皇朝那样的庞然大物 或许用出苍穹陨落 都无法击败的底摩 他的承受能力 可想而有多么的强大 但庞大的头颅 一直被无数强大的撕裂感破坏着 也一定会有崩溃之时 那头颅 仿佛被无数道无形的刀锋 不断切割 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 裂缝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 整个头颅 仿佛随时都会裂成碎片 底摩那庞大的身躯 仿佛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开始疯狂地挣扎 他那巨大的身躯 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仿佛要将这片大地都震碎 他那原本坚硬的灵甲 开始变得松动 仿佛随时都会脱落 他那巨大的触手 也开始变得无力 仿佛随时都会锻炼 他那巨大的身躯 仿佛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仿佛在面对着死亡的威胁 他那庞大的身躯 开始疯狂地攻击 无数道滔天触手 如同巨蟒般 从他的身躯上伸出 朝着七天灰击袭杀 然而 这些触手 远没有他那庞大的头颅坚韧 他们只是 他那庞大身躯的一部分 并没有他头颅那般强大的防御力 每一道触手 都无法突破 七天那强大的空间防御 他们被无数道空间裂缝拦截 被绞杀成血肉模糊的残骸 散落在荒凉的大地上 这些突兀出来的触手 仿佛是被空间裂缝所吞噬的猎物 他们被绞杀的场景 仿佛一场令人心计的噩梦 天地之间 仿佛下起了血雨 那是那些触手的血肉 被空间裂缝绞杀后 化作的血物 弥漫在整个天地之间 这片荒凉的大地 仿佛被染上了血色 原本寂静的荒原 此刻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那庞大的底膜 此刻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疯狂地攻击着 仿佛要将一切摧毁 仿佛要将所有的一切 都拉入到他那无尽的黑暗之中 他那巨大的身躯 仿佛一座山岳般 在荒凉的大地上翻滚着 掀起阵阵狂风 卷起漫天沙尘 将原本寂静的荒原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沙尘暴 人类 人类 那庞大的底膜 用着断断续续地 带着浓厚沙哑和痛苦的声音 不断地嘶吼着 他那巨大的头颅 仿佛在不断地晃动着 仿佛在努力地 想要发出更加清晰的声音 然而 他那被空间裂缝撕裂的头颅 已经无法发出完整的声音 他用着人类的语言 也用着其他一些古老而陌生的语言 胡乱地呼喊着 仿佛想要将所有的一切 都拉入到他的愤怒之中 似乎要做着最后的反击了 庞大的身躯 无数红光击视而出 如同一道道红色的闪电 划破了黑暗的天空 整个天地都被无数能量轰击 底膜不会败 不会败 所有的一切都要给我陪葬 那庞大的令人窒息的底膜 犹如冰死之人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苟延残喘一般 他那宛如山岳般巍峨的身躯 此刻竟像是燃烧起来一般 释放出无与伦比的炽热气息 而他体内潜藏的最后一股巨大能量 也如火山喷发般 汹涌而出 妄图做最后一波 刹那间 天地开始剧烈动荡 整个世界都清晰地感受到了 这股毁天灭地的威势 这片原本就荒凉无比的大地 此时更是被这股恐怖能量所笼罩 吞噬 然而 七天却在高空中 以一种冰冷至极的眼神 淡漠地注视着下方那头 正在做垂死挣扎的底膜 他偶尔会施展出黄运之力 巧妙地引导并偏一部分 轰向自己的能量支柱 那些原本应该击中 他的红色能量洪流 此刻却像是被一种 无形的力量所掌控 纷纷改变了飞行轨迹 转而朝着下方那片荒芜的大的 喷涌而去 这些红色的能量洪流 犹如一条条火龙 无情地肆虐着 原本就贫瘠的土地 所过之处 一切都化为灰烬 原本荒芜的景象 瞬间变得更加破败不堪 仿佛被烧成一片焦土 在整个无时无刻的空间裂缝 巨压之下 那庞大的底膜头颅 仿佛被一座无形的巨山压住般 不断地扭曲 变形 崩裂 那原本坚硬的灵甲 如同碎裂的玻璃般 纷纷脱落 入出了血肉模糊的内部 那巨大的头颅 仿佛被无数道无形的刀锋 不断切割 最终 那头颅承受不住空间裂缝的碾压 轰然爆裂 化作了一片血海河流 翻涌了几十里的 满目疮痍的大地裂缝 那血液如同岩浆般 滚烫灼热 将原本荒凉的大地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血池 过了不知多久 空间裂缝才缓缓消失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只留下那触目惊心的血海河流 以及那满目疮痍的大地裂缝 仿佛在诉说着 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这头强大无比的底膜 最终核心是在所谓的头颅处 当被磨灭后 主体已彻底消亡 它那庞大的身躯 仿佛失去了支撑般 轰然倒塌 化作一座横跨天地巨大的山脉 横跟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 然而 这头底膜并没有彻底死去 它那庞大的身躯 仿佛蕴含着 某种奇特的生命力 即使失去了头颅 也依然在蠕动着 一些倒塌断裂的触手 居然粘结出许多胞体 如同一个个巨大的卵 在里面蠕动着 这些胞体 仿佛是底膜最后的挣扎 它们蕴含着底膜的基因 一旦孵化 又将会诞生出 诸多新的弱小底膜 然而 这些对于七天毫无阻碍 它最终将目光定格在那头倒塌的底膜身躯之上 找寻了一处方向 那里是底膜身躯的中心位置 在那里 有一道空间裂缝 宛如一把巨大而方正的空洞利刃 那庞大的身躯 被空间裂缝规整地磨面了一处 形成一道巨大的缺口 仿佛是一张巨大的嘴巴 张开着 仿佛在吞噬着一切 七天踩着剑柄 如同一道银色的闪电般 飞入之中 它进入到那庞大的身躯之中 如同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般 四周都是黑色的肉体和骨骼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一道道空间裂缝 不断地出现 将那些阻挡在它面前的障碍物 全部摧毁 所过之处 那些原本坚硬的肉体 仿佛遇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纷纷被撑开 仿佛在为它让路一般 此时底膜身躯的深处 那是一片巨大的空位 如同一个巨大的深渊般 周围是污浊的液体 仿佛是腐烂的肉汁 不断地翻滚着 然而 在这污浊的液体之中 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如同一个巨大的星辰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与周围的污浊液体 格格不入 这正是天道之运 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星辰般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仿佛拥有着无穷的力量 底膜被关押此处秘境之时 早已把它吞入体内 将它封印在了自己的胃中 然而 不管这头底膜 那甚至能消化天地的胃口 十余年来 也对天道之运 造不成一丝变化 这块天道之运 仿佛亘古不变的物质般 无法消化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仿佛拥有着无穷的力量 它不断地散发着道运波动 仿佛在感染着周围的一切 它那强大的道运 仿佛在同化着周围的污浊液体 轰隆 一声巨响 仿佛来自地底深处的咆哮 震荡着整个天地 那巨大的空位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撕裂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如同一个张开的巨口般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黑暗气息 七天从那巨大的缺口中 破壁而来 看样子足够了 看着那天道之运 无形的能量 顿时在这片空间剧烈涌动 仿佛有什么东西 触碰到天道之运 瞬间撕裂了底膜那千百丈的肉体 强大的能量直冲天际 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撕裂一般 那股能量 如同一道红色的闪电 划破了黑暗的天空 将原本寂静的荒原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海 那污浊的液体 被能量所蒸发 化作了滚滚浓烟 弥漫在整个天地之间 底膜残缺的巨大身躯 被能量所撕裂 化作了无数碎片 散落在荒凉的大地上 天地间仿佛有光芒扫射而过 那是空间裂缝 闭合的最后一丝余光 如同一道道闪电 划破了黑暗的天空 将原本寂静的荒原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光海 宁斯正在一处地方歇息 之前也听到了 毁灭天地般的动静 但他四周仿佛升起了 无形的四四方方的空间 将它保护了起来 他感受着那股强大的力量 知道这是师弟的手段 为了等待七天 宁斯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 已经等了许久 前方仿佛一阵波动 如同热浪燃烧的波动 导致视线都快模糊 一股强大的能量 仿佛从虚空中爆发出来 将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了其中 七天从中显现 宁斯高兴地 还未叫出师弟两字 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拉扯进入空间 轻声说道 声音却仿佛带着一种 难以言喻的力量 穿透了宁斯的灵魂 一切都将结束了 外界的检测封锁基地 顿时警报作响 尖锐的警报声 如同利刃般 划破寂静 刺痛着每个人的耳膜 警报 空间被强行撕裂 电子合成音急促地拨爆着 然而话还没说完 仿佛有来自远古的巨兽 从沉睡中苏醒 一股无法言喻的威压 席卷而来 撕裂空间的声音 仿佛来自地狱的咆哮 震耳欲聋 基地内的保护罩 顿时剧烈波动 闪烁着不正常的红光 原本稳固的空间 仿佛被无形巨手撕裂 一道巨大的裂缝 出现在基地周围 仿佛通往另一个维度 撕裂之声过后 那道裂缝 却诡异地消失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 仿佛那巨大的存在 仅仅只是路过 留下空间撕裂的痕迹 便悄然离去 工作人员惊慌失措 想要汇报情况 却被人拦住了 不必了 说话的是似玉主之一 他面色凝重 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底膜估计也解决了 整个基地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只有警报声 还在不停地回响 仿佛在诉说着 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 空间一阵剧烈地波动 如同平静的湖面 突然被巨石击碎 泛起阵阵液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 此刻 正在天宫及玉府巨剑上的羽衣 与王景彤两人 也感受到了 这股强大的威势 随时准备 瞬间 一道无形的距离 将他们两人包裹 如同被卷入狂风骤雨的漩涡之中 空间扭曲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眼前只剩下无边的黑暗 强大的黄玉 天命道运气息展开 如同一道无形的巨网 将他们牢牢地束缚住 向着未知的空间深处 拉扯而去 七天 挥手间便撕裂空间 将他们带入到一个奇妙的空间之中 身处在黑白交织的空间之中 他们如同乘坐着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 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速的后退 耳边充斥着空间扭曲的声音 仿佛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呼唤 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 他们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只觉得 身体被无形的压力挤压着 快要喘不过气来 终于 他们仿佛抵达了一处目的地 宁斯睁开双眼 黑白空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熟悉的景象 他们已经远离无界之海 回到了玉天之下 回到了池云境内 此时 一道宛如天地之间的巨大屏障般的透明光幕 横根于天际之间 恍若一座巨大无比的天幕 将整个世界生生割裂成了两半 这道神秘莫测的光幕 其表面闪烁着微弱而又柔和的光芒 犹如水波一样 轻轻荡漾 然而 却又隐隐散发出一种 令人心计胆寒的强大威亚 这奇异的光幕 仿佛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颤抖 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崩溃坍塌 将周围的一切尽数吞没 宁斯瞪大双眼 凝视着前方的这道神秘光幕 心中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奇怪感觉 这事 疑惑得喃喃自语道 声音中充满了疑惑和震惊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让他心生不安 但一时之间又想不起 究竟在何处见过这样的场景 目光紧紧地盯着光幕 忘记了吗 不是从这出来吗 七天注视着前方 却仿佛看穿了宁斯的疑惑 宁斯愣了一下 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 他突然想起 眼前的这道神秘光幕 正是当初他们穿越石域道的那一道屏障 小青承载着自己穿越密林 最后就是在这里被阻挡住停留的地方 当时 还以为这是什么 曾伸出手试图触摸他 然而 手却轻易地穿过了光幕 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于是 他和小青一起 毫不犹豫地穿越了这片区域 从这里去不知多远 如今回到 似乎只用了一瞬 无数空间裂缝 如同一道道猙獰的伤口 撕裂着这道透明帷幕 仿佛要将它彻底撕碎 裂缝中 涌动着狂暴的能量 如同来自地狱的火焰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周围天地间的草木 也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疯狂地生长着 枝叶飞舞 根须蔓延 汇聚成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 如同海啸一般 拍打着光幕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仿佛有一点点的裂缝正在打开 却遭受到强大的力量 让它关闭 光幕上泛起阵阵涟漪 如同镜面被石子击中一般 不断地波动 但道运之力夹杂在其中 如同无形的利刃 一点一点地撑大着裂缝 仿佛要将光幕彻底撕裂 如同一条条无形的巨龙 在光幕中肆意穿梭 不断地撕扯着光幕 试图将它彻底摧毁 在这道足够宽阔的裂缝间隙之中 可以了 伴随着这句话响起 周围原本平静的绿海 突然开始剧烈地卷动起来 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 这个漩涡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绿色 它不断地旋转着 散发出强烈的能量波动 空间融合的绿海漩涡 犹如一头凶猛的巨兽 张开血盆大口 将几人紧紧地包裹在其中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他们感觉到周围的空间 正在发生极度扭曲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 失控的旋转木马之中 他们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跟着漩涡一起旋转着 上升着 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 这种感觉异常难受 他们感到一阵阵的失重感袭来 身体仿佛要被撕裂成无数碎片 然而 就在这时 七天释放出强大稳定的力量 犹如一层坚固的护盾 牢牢地护住了他们 这股力量 让他们免受过度的空间波动伤害 一阵恍惚 周围的景象 瞬间变得清晰起来 他们仿佛穿越了一条无形的通道 从一个空间 来到了另一个空间 周围的景色 如同幻灯片般快速切换 最后定格在一个无比震撼的画面上 几人如同穿越空间般 来到一处地方 难道 然而 在宁斯都不注意的瞬间 连从不会失态的七天 都在此时失神片刻 他原本平静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情 眼眸中闪过一丝难以言语的波动 你 真的还在吗 喃喃自语 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语气 仿佛在自言自语 又仿佛在向某个无形的存在询问 宁斯静静地站在森林的边缘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那一片无尽的绿色海洋 心底涌起一股难以言语的熟悉感 这片广袤的森林 仿佛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吸引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这里 他转过头 看着身边的七天 眼中流露出一丝疑惑 师爹 你觉得 这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七天抬起头 凝视着满山遍野的翠绿 眉头微微皱起 语气沉稳又带着一丝凝重 当然有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何会来到这个世界 而且隔了这么久 才到达此地 显然 而这里必然存在着某种东西 指引着你的到来 宁斯的心情猛地沉重起来 但更多的是迷茫 他努力地搜索着周围的每一个细节 试图找出任何一丝异常 然而 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毫无波澜 七天似乎洞悉了宁斯内心的困惑 接着说道 脑海中一片空白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七天 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疑惑 感知 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 七天点头 眼神深邃 仿佛洞察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轻声说道 是的 这片森林 似乎拥有着某种特殊的力量 屏蔽了你的记忆 甚至连我的感知都无法穿透 宁斯的脑海中一片混乱 这片森林到底隐藏着什么 为什么连七天都无法探知他的记忆 他被算计 被困于幻境 而现在 他似乎又落入了另一个陷阱 他忍不住环顾四周 试图从这熟悉的景物中寻找答案 但除了无边无际的绿色 什么也看不到 他感到一阵无力 仿佛被困在迷宫之中 找不到出口 师弟 那这究竟都是怎么回事 宁斯想问些什么 却发现自己 已经无法组织语言 七天沉阴片刻 不过 我已经知道结果了 世界边缘 一道道裂缝 如同被无形巨手撕裂般 不断扩张 发出令人心悸的轰鸣声 原本坚固的界域 撕开一道裂缝 两股力量僵持着 无尽的绿色海洋 如同潮水般涌入 将原本界域的色彩 吞噬殆尽 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洪流 带着毁灭与新生 铺天盖地 势不可挡 沾染到这一片森林 都将会被融合 一条条庞大的绿龙 身躯如同山岳般巍峨 鳞片泛着森冷的光芒 从绿色的海洋中 盘旋而出 他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仿佛在宣告着入侵的开始 也仿佛在破除着 这世界里无形的束缚 他们在无门径的大地上 肆意横行 所过之处 山河破碎 大地崩裂 仿佛一台台摧毁机器 将这世界的一切都拧为积粉 凝思望着这末日般的景象 沉默不语 脚下空间不断波动 带着他和七天等人 一路前进 这片空间 如同流沙般 变化无常 毫无规律可循 他们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 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进 穿过绿色的森林 来到了曾经那处显眼的焦土 凝思抬头望向天空 才发现 这片笼罩着的世界 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广阔 绿色的海洋 无边无际 仿佛将整个世界都吞噬殆尽 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七天望着前方不断涌动的绿色洪流 语气平静 却带着一丝沉重 仿佛在问着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凝思摇了摇头 眉头紧锁 他回忆着与七天相处的日子 却无法想起任何关于穿越者的信息 只记得七天总是对他隐瞒着什么 却又总是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自己 让他感到困惑和不安 曾经说过 我是穿越者 然而这个世界不止一个穿越者 七天转过头 目光落在凝思身上 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仿佛在诉说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秘密 凝思被七天的话 惊得愣住了 他张了张嘴 想要反驳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凝思似乎有所感悟 但还是不解 那对于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思索片刻 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他想要理解这一切 想要理解七天所说的 不止一个穿越者的含义 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曾经一位穿越者的灵目 整个世界吗 无法理解 这个世界与穿越者之间的联系 凝思无法理解 这里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灵目 灵目 凝思难以置信地说着 语气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那这个世界的主人 曾经一定很强大吧 让这整个世界当作陪葬了吗 但又说着 那么这灵目的主人是去世了吗 凝思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可能性 实在难以想象 这样一个强大到超乎想象的存在 居然也会有消亡的一天 那么 师弟你认识他吗 凝思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换来的只有一个字 是 这个字 犹如一记重锤 狠狠敲在凝思心上 让他惊恶地说不出话来 他根本无法想象 能和七天师弟扯上关系的人物 究竟是怎样恐怖如斯的存在 难道说 真的已经死了吗 七天没有再开口 他就那样静静地凝视着前方 一言不发 凝思看着七天沉默的背影 仿佛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听见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轰隆隆的声音 震耳欲聋 恍若天崩地裂一般 大地在绿龙无情的肆虐下 不断裂开 每一道缝隙都深不见底 整个世界都在摇摇欲坠 瑟瑟发抖 凝思站在这道巨大的裂缝边上 遥望着眼前 宛如末日降临般的惨状 内心被深深的恐惧和不安所笼罩 他低头望向脚下 那里正是他们曾经穿越而来的地方 然而此刻 那片原本熟悉的土地 却被一层看不见的神秘能量波动所掩盖 仿佛在其之下 隐匿着什么天大的秘密 凝思看着这片土地 想要询问 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他隐隐觉得 这片土地 与那位强大穿越者的陵墓 有着某种联系 而这股无形的能量波动 或许就是通往陵墓的钥匙 七天似乎看出了凝思的疑惑 他抬头望向天空 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一道巨大的裂缝 便从地下蔓延开来 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手撕裂般 将大地硬生生 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那股无形的能量波动 从裂缝中喷涌而出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吞噬殆尽 裂缝的边缘 仿佛连接着另一个世界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光芒 如同世界之中 笼罩着另一个世界 穿越了层层空间 周围的景色不断变化 最终 他们来到了一个 充满奇异能量的空间 这里没有阳光 没有空气 只有无数的能量波动在流转 仿佛一个独立的世界 宁斯环顾四周 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灵木空间 竟然如同一个独立的世界 拥有着完整的天地规则 他仿佛置身于一个 充满奇异力量的宇宙空间 感受着无形的能量波动 感受着那股令人心悸的力量 站在这灵木空间的地面上 巨大的石柱 耸立在周围 上面刻着繁复的符纹 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这些符纹仿佛蕴含着 某种未知的力量 将整个空间 都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之中 地面上 一块块巨大的石板铺成道路 通向一个巨大的堆砌之物 七天站在一块 如同墓碑的石面前 轻轻地抚摸着上面的蚊子 他的手指 轻轻地划过那些冰冷的石块 仿佛在触摸着一位故人的遗物 或许他应该算是 我的朋友 七天低声说道 没错 也给我留了这么多的信息 或许应该想到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 一切都不是碰巧 却没想到 居然离得如此之近 不过宁斯看着七天 此刻想起了身旁的两人 那师爹 带着他们两人是为何 忍不住开口问道 看样子 似乎七天 是要羽医与王景彤两人的性命 他们两人 也如同任命般 如非特殊情况 从来都是沉默不语 七天缓缓转过身 至于他们两人的命 的确有用 七天最终开口 他的声音平静 却带着一丝寒意 仿佛再说一件 无关紧要的事情 羽医是他留在这天地下的后手 一道气 一道寻找那个世界的气 七天继续说道 他的目光停留在羽医身上 仿佛在注视着一个棋子 七天没有理会宁斯的疑问 继续说道 而 王景彤的性命 就是你永生的关键 宁斯听到这句话 顿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王景彤 却发现 王景彤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 仿佛没有听到七天的话一样 永生 宁斯低声喃喃自语 他无法理解 王景彤的性命 与他的永生有什么关系 七天的话语说完 没有过多的解释 就在这时 羽医的双目突然失去了神采 他的身体 仿佛被操控了一般 变得僵硬起来 旁边 绿色的海洋 突然裂开一道巨大的深渊 一股强大的吸力 从深渊中涌出 瞬间将王景彤笼罩住了 那我呢 宁斯看着七天 他的声音颤抖着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恐惧所笼罩 他看着七天 却突然感到无比陌生 七天转过头 嘴角勾勒出一抹微笑 那笑容 仿佛带着一丝嘲讽 也仿佛带着一丝悲哀 你的命当然有用了 七天淡淡地说道 他的语气平静 却让宁斯感到无比的恐惧 什么 宁斯惊呼出声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七天 仿佛在看着一个陌生人 这一刻 宁斯突然心头一颤 无数思绪闪过 如同被一道闪电击中一般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一个关于命运 关于死亡 关于永生的阴谋 难道 难道 宁斯脑海中 闪过无数种可能 他的心跳加速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 难道师弟帮我这么多 只是因为 需要我的性命 宁斯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他的声音颤抖着 仿佛充满了绝望 对了 是了 又怎么会有无私的帮助 宁斯突然明白了 七天一直以来的帮助 或许并非出自真心 而是为了他的性命 而他的性命 或许是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的一部分 看着七天 他突然感到无比的无力 想要反抗 想要逃离 却想到自己 怎么可能有一丝反抗的余力 不过他却笑道 我又怎会害你的命呢 我要去曾经他的世界了 别的是世界 师弟是指穿越回去吗 宁斯错愕着 不理解 那他一定不存在吧 师弟不是说时间是不存在的吗 那他一定会构建出他存在的世界 而那个世界 说不定曾经的敌人依然存在 毕竟 我或许还没有败 一个他们都存在的世界 或许我不一定能抵达 或许一直会消亡 总得试一试 七天继续说道 下次不要再轻易地相信别人了 接下来的路 就由你自己走了 你身上有我的锚点 记得活着 等我回来 感觉思绪混乱的宁斯 却有一道思绪 在他脑海中闪过 你需要去多久 你醒来之后 如果没有见到我可能需要很久 时间总是很难定义的东西 不是一瞬就是永久 无尽的绿色海洋 带着无形的波动 如同潮水般涌入无门径 将这片空间彻底吞噬 原本坚固的界域 仿佛不堪重负 在无形的压力下 不断崩塌 一道道裂痕 如同蜘蛛网般蔓延 将整个世界分割成无数碎片 就在这时 一道强大的力量 从海洋深处爆发而出 如同巨龙咆哮般 震耳欲龙 它冲破了无门径的屏障 也冲破了整个世界的天 那一刻 天空如同破碎的镜子般 裂开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无数星光 如同雨点般清晰而下 世界陷入一片黑暗 这个世界 迎来了第二次大黑天 全书完